夜神雕侠侣你成了人人羡慕的影制品 然而看着身下美若天仙的小龙女 你却丝毫高兴不起来 反而是后背一凉 此刻回过神来的你顾不得羞耻 连忙掀开女子洁白的纱裙 只见两条圆润的玉腿之间 你顿时松了口气还好未能酿成大错 接着你思绪急转 现在最重要的是打扫战场赶紧溜之大吉的重量 过不多久杨过那小子就要来了 要是被撞上 自己刚穿越就要面对地狱模式了 你手忙脚乱地收拾身下小龙女凌乱的衣服 大致一番收拾你满意的点点头 粉红花海间一白色纱裙美少女静静躺在自己面前 双眼被轻不遮挡 嗯 鞋子还没穿 伸手握住白纱短袜给小龙女穿鞋时 心中好奇忍不住往下一拉 只见小脚盈盈一握柔嫩细滑令人心中一挡 她不能动了是吧 你好不容易收起的心思再次被打破 妖魔 妖魔 都是妖魔 你内心大喊脸色胀红 随即粗暴地握住白嫩小巧的脚丫 拉起地上的云履鞋子给小龙女穿好 心跳加速之下 只能匆匆遮掩一下脚下地面的痕迹 接着转身顺着脑海中的记忆 身子歪歪扭扭地向林间奔去 你看着头顶月光慌慌张张地在林间奔走 因为刚刚穿越还不熟悉原身的转腾起越之法 山路难走是以颇为狼狈 奔走间呼听身后传来一声稚嫩的喊声 喂 你是谁 来干什么 你心下大惊脚下用力加速奔走 结果一脚下去踩了一个窝底 身子前倾摔了个滚地葫芦 刚要起身却被一只小手按住肩膀 抓住你肩膀的正是刚刚跟干爹欧阳风 学完逆转九阴的少年杨国 他走之被抓之人身前 一瞧之下心下诧异 原来是全真教的影制品 瞧他衣衫不整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心中疑惑再次张口鹤问 你来这干什么 你简直要骂娘 刚离开现场不久就被抓住 这也太衰了吧 想要说些瞎话哄骗 张了张嘴却是一时情急说不出话来 你是全真教第三代弟子的手作 武功高强平速举止又极有气派 但不知怎地今夜竟是满脸慌张说不出话 只他不是坏人又担心姑姑的安危 于是放松了守温言道 既然没事你就走吧 你顿时松了口气 来不及细看这位主角俊俏的面貌 一句话不说闷头赶路往崇阳宫方向跑去 片刻后你惊慌的情绪已经平复 没有夺小龙女的手工杀 但到底是和他有的肌肤之亲 这在宋朝也属于失了清白 只希望他能一直以为是杨过对他做下的那种事 而自己也不会因为傻乎乎的 在重阳祖师画像面前忏悔而被赵志敬听到 所以除非小龙女和杨过说起这件事 不然自己就永远不会出事 心下大定清理一番怡荣信不走向自己的居住 等坐在既熟悉又陌生的木制房间内 你总算静下心来 自己前世平平淡淡想不到也能有穿越的一天 到底是什么造成自己穿越的 你暗暗思索 但随即发现脑海里多了一样东西 一个圆溜溜的珠子 成玄黄之色立于脑海中央旋转不秀 还未等你仔细再看 突然自己脑袋里像是被塞了什么东西 一篇长长的望不到尽头的金色金文化作流光映入脑海里 你瞬间被谈回现实世界 嘴里喃喃自语三个大字 长青诀 长青曲万古长青之意 是一篇中正平和的长生修仙功法 修炼速度缓慢 好处大概就是可以延缓衰老 比其他修仙功法更为长寿 要是只要寿命足够悠长 可以凭借着这本功法修炼到天仙境界 你自然大喜过望 武侠世界在好可最终都会成为一配黄统 哪有修仙来的实在 等冷静下来前前后后一番思索你开始泛起难来 这是个低五世界 灵气稀薄的要命 别说筑基恐怕炼气一层都够强 你出得仙法极不可耐 就算心忧灵气稀薄 可仙缘就在面前岂有不堪之力 随后不管能不能炼成仙恋了再说 第二天一早朝阳出生 你五星朝天盘坐于蒲团上双眼睁开 按照宫内规矩现在要去做早课 行至大殿 众多倒是依次坐于蒲团之上 你行至众人最前端上前行礼坐于下方 突然感觉背后一道赤裸裸的视线盯着自己 是赵致敬 通过原生你的记忆得知 他很多时候都偷偷跟在自己身边 像狗仔队一样想要寻找自己的把柄 好把自己从首席大弟子的位置上拉下 前段时间自己写小龙女名字的纸张还在这丝手里 你已经有先法 怎会在意区区赵致敬 可这小子学谁不好非要去学偷窥 那就别怪自己 刻必用完斋饭 打发走手下五名四代弟子 你独自回自己小院 现在崇阳宫所有教导 全都落在三代弟子身上 全真妻子只有在自己弟子请教时才会解 你手下有五名四代弟子 自己每天会教导一遍全真剑法 一个月在一小考 上次大笔因为赵致敬那边出了杨过这个问题 自己的徒弟大大给自己仗了脸 可自己现在虽然知道剑法招式内功等 但因为两个记忆的缘故 陆家庄英雄大会的英雄体 原著中自己简直就没有盯点战机 要么打酱油要么被别人打 一个衬托的背景板 最后更是自问谢罪惨不忍睹 来到房间从墙上拿下铁剑 顿时一股熟悉感从心间涌起 好似自己常年练习一样熟悉 随着身影翻飞见光如雨 一套全真剑法可以说五的连绵不绝 显然极为纯属 暗暗给自己叫了声好 超品剑法 玉女塑星剑法已学会一半 还差个人配合 你想了想 要想学习古墓派的剑法有点难度 小龙女不会教杨过更不会 难道要找李莫愁 摇了摇头心中不再忧虑 打铁还须自身硬 内力为根本才对 说起来自己修炼一夜先决没个动静 看看内力怎么样吧 你回到屋内盘坐于蒲团上 默念几遍清静今后宁心静气开始修炼 全真大道歌云 大雀消通出修通九窍 九窍园在尾鱼太岁困血 先从涌泉脚底冲 涌泉冲起剑制锡 一股暖流从百慧学涌起顺流而下 穿过三脉以及诸多大学 最终汇聚到丹田之中 你猛地站起身来 这不对啊 自己的内力什么时候长了这么多 足足长了一成 这难道就是金手指的好处 你心形莫名 本来还想着要是实力没有进展 到时候英雄大会找个借口不去狗 想到修仙界里武林先天高手 后天反先天使才能修仙 想到这里你决定了 最近夜里修仙白天练剑 必须先整个剑仙的名头出来 于是你也不管外人如何说三道四 将手上的教务甩给弟子 整天除了日常的早晚课 就一直待在自己院子里苦休 这让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 更让赵志敬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你现在天天苦休 自己本来和他武功不相上下 这是要卷死自己吗 陆清篤想到一个妙计 师父 既然师伯一心苦休 不理凡俗事物 咱们何不找到祖师 把他手中事物揽在咱们手里 再去奚落扰的无心苦休 既可以分得十全 又能破了师伯的修炼 哈哈哈哈 妙 赵志敬喜不自赦 连连夸赞陆清篤终于长了脑 接着不再理会这个徒弟 去找他那帮支持者 要暗中操作一番 果然几天后你的静修被打破 师尊邱处基传信 让其前去拜见 邱处基早年兴气高傲爱 争强好胜 现在年纪大了 反而越发淡薄和爱 你刚进大殿 就见到里面 已经有三人盘坐于高台普团上 师尊 长教 马师伯 你上前一一拜见 邱处基身为你的师尊 当先开口 志平 我问你 你师弟王志坦 说你最近教务懈怠闭门苦修 以至于传度和戒律教务无人管理 可有此事 你来之前就大致明了 自己最近疏于教务 不过几个弟子都是仔细教导过的 其中大弟子张清风 一向老成稳重 不可能出了纰漏 看来是有人坐不住 想要撤下自己首席大弟子的尊位 心中思考着事情 你嘴上不停 师尊 是有这事 但我将教务交给张清风 应该不会出现什么差池 邱处基又问 应何事闭关苦修 师尊 皆因前段日子 崇阳公被围困 师徒儿未能进攻 还要劳烦师尊师伯护持 后来又与古墓派交手不敌 再想起同辈郭敬郭师兄 徒儿深感自己实力低威 所以想要闭关一搏 听了你的回答 不仅邱处基心生心畏 刘处选马玉都微微动容 此时听闻这个首席大弟子 好像终于开窍 心中不胜欢喜 虽然软了点 但未尝没有一线希望 三人对你闭关也没多问 三人最终定下 将教务交给赵志敬打理 勉励你几句 并取消了他的早晚课 好不容易门派里 有个愤发图强呢 怎么能不开方便之门 万一成功了呢 你一听就明白了 赵志敬肯定是罪魁祸首 你回去继续修宪 可下午时就被院外的敲门声打乱 尹志平 尹志平 有事要找你 看你干的好事 你本不想打理 但光光的敲门声吵得无法入地 心中怒气勃发 这赵志敬自己找死就不要怪我 走至门前 什么尹志平 这是你能喊的 你应该叫师兄 门外的赵志敬 没想到一项彬彬有礼的 你居然说出这种话来 随即而来的就是 更加响亮的敲门声 尹志平你让我喊你师兄 你比我小好几岁 好意思称师兄 我是首席大弟子 难道你不应该冲我为师兄吗 尹志平 我不是来跟你论这个的 你的事发了 看看你做的什么 全真轻规 你怎么执行的 处罚不明 我要带你去见长教 处罚不明 其实你说的算 你不叫师兄 目无尊卑 我不跟你计较 再说长教已经批准我 闭关修炼不理俗 等我出关后再说吧 教规大于天 怎能等你 快出来随我去见长教 俩人争执不下 一个让开门一个不给开 这赵志敬简直就是狗屁膏药 上午刚接手自己的教务 下午就找问题整我 这是怕我闭关修炼超过他 无论赵志敬怎么拍门 自己就是不开 对方也不敢强逃 赵志敬只能在门外无能狂弄 第二天一早 运转一下丹田内功 果然比起全真内功修炼 修仙爵辅助之下 内功长得飞快 已经有原先的一半了 恐怕再过几天 就要赶上小龙女 现在的内功了 心中心血 从门口取走送来的早餐 打开木制饭盒 里面是白米粥 颠的咸萝卜 还配几块豆腐 你正准备化饼充鸡般的 享受早晨的美食 可立马就被一声 肥猪般的坑坑声打断 原来是赵志敬的徒弟陆青毒 就这伙食 还能吃得身材滚圆 你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优点 尹师伯 我师父找您 请开开门 尹师伯 我师父找您 请开开门 陆青毒脑子还算灵光 多的话不敢说 怕得罪你 只能礼貌地骚扰你 一直重复这一句话 这副毒鸡 我真是服了 无奈之下你只能翻出后墙 趁着众多同门 去练习武功时 慢慢溜出宫门 去往后山火死人墓 闭关修炼 几日后 一处水潭边的火堆旁 你撕下一只 被烤的流油野鸡腿 大口塞进嘴里 咔嚓咔嚓一番咀嚼 露出满意的微笑 不错 在自己多次试验之下 这烤鸡做得越发好吃了 心中美滋滋 古墓现在就是自己一个人的了 重阳一刻看了 寒玉床睡了 玉蜂蜜吃了 这小日子 越来越有笨头了 大口嚼着鸡胸脯肉的 你突然伸在一顿 身后一个清冷的声音响起 你这倒是怎么不守青龟 你立马转身 只见一颗青绿色的大树顶上 立着一个白衣如雪的身影 你厚着脸皮拱手朗声道 原来是古墓派龙姑娘 青龟戒律 对于修道未成的同道 是一种保护 但在下并不在此连 我心中无误 所以不具口舌之欲 这地方是我古墓派的 你赶紧离去吧 古墓派的地方 恐怕不是吧 这处山妖离你们古墓甚远 怎能算你们派之地 小龙女万事不所欲还 既然这倒是不愿离去 就等她吃完离去 自己再进古墓 于是冷冷轻轻地站立于 树关之上一动不动 你想到小龙女 头一次下山恐怕吃了不少 所以把剩下的半只鸡 递给小龙女 我又钓了一头鱼 烤鸡吃腻了 这半只扔了也是浪费 给你吃吧 小龙女天性纯真 毫无防备之心 想到自己在山下从没吃饱多 闻着香喷喷的烤鸡腿 也不客气 直接从树上飞升而下 坐在火堆旁 一个被利剑销成的石座上 伸出白质的鲜鲜玉脂 慢条丝里的撕着小段肉丝 放进樱桃小嘴中 你狠狠心动了一下 这简直是要人命 你为何这般看我 小龙女觉得对方的眼神 影响了自己肝反 这种眼神在她下伤后好多好多 心中有些别扭 你回过神来低头羞愧一笑 龙姑娘 烤鸡口味怎么样 你只能转移话题 尚可 面对这个冰山美人 你也不是多会撩人的主 只能提起鲤鱼去到水池旁 开塘破肚收拾一番 又到旁边用葫芦灌些泉水 这才回到火堆旁 看到小龙女手上的半只烤鸡 已经去了大阪 你微微一笑也没有揭穿 抽出长剑脚下 踢起一个卵石内里运转 见光闪烁 落下一个长长的内凹的石盘 分为两个凹槽 一个浅一个深 然后伸手接住落下的石盘 放在两个凸起的石头旁 算是一个简易的土造 取些火堆中的炭火 置于石盘下方 拿出一个小布包 洗了些白花花的米饭 倒进石盘一侧深凹槽处 常见再度出窍 旁边处理好的鲤鱼堵上 几块白色的鱼油 落入石盘浅凹处 顿时呲呲声不绝 很快鱼油被烤得化作液体 清烟生腾焦香味扑鼻 放些山里采摘的辛辣药物 当做调料加入 瞬间香气弥漫 令人食欲大开 再将旁边料理好的鲤鱼 放在油盘内 热油煎炸至两面金黄 从葫芦中倒些泉水 进去墨至鱼身 放上粗盐 再加几串花椒 用薄薄的石片盖上 炭火加热 下不移会咕嘟咕嘟 烤鱼的肉香夹杂着米香 顺着蒸汽生腾弥漫四周 小龙女全程 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 想着自己在山下狼狈的样子 这一招要是学会 想必会少了很多马的 你满意地点点头 龙姑娘想学 小龙女闻着空气中烤鱼的香味 瞬间觉得手中的烤鸡不香了 听到你的问话一连 你是傻子的表情 看见你 我不是已经学会了吗 你不知道小龙女哪来的自信 你知道我加了什么调料 当然野山姜 猪鱼 花椒 香草 粗盐 你竖起大拇指 厉害 没想到龙姑娘对这些居然有所了解 以前和师姐经常在厨房玩闹 这些都是附近的山火 所以基本见过 小龙女语气平淡 随后又有些好奇 你既然练剑 为何要用剑当做菜刀使用 你并不爱惜自己的配剑 却是刚刚小龙女看到 你在水潭边用配剑处理鱼的场景 你反而更加奇怪 龙姑娘 这有什么 我这还不是如同龙姑娘一样 但让我好奇的是 龙姑娘话好像比以前多了些 你话刚说出嘴 恨不得给自己俩耳瓜子 得 前世直男的作风带到这 这臭嘴也太不会说话 小龙女不觉得这话有什么问题 只是肇事回答 这次下山 第一次接触外面的世界 心情略有波动 过段时间就好了 接下来二人不再说话 又过了十来分钟 见到石盘内水汽渐少 你一个飞身走到水潭边上 入了一把野芹菜叶 山泉水洗净来到石盘旁边打开盖子 香味更加浓郁 手上的野芹菜叶子往上一刨 长剑一角 细碎的菜叶落在喷香的烤鱼身上 立马一股清香扑面 拿出早已削好的木块地 给一旁呆呆的小龙女 来 尝尝味道 小龙女看向手中的烤鸡 你一把夺过 将其放在火堆旁的架子上继续烤 没奈何 小龙女只好拿起筷子 夹起一块金黄的鱼肉 慢慢放进嘴里 刚一入嘴立马咳嗽一声 雪白的脸色竟然微微翻红 不好吃 小龙女给了这个评价 又想去拿火堆烤架上的鸡肉 你连连摆手 拿出一个小时碟子 加了点米饭再加上一块牛油的鱼肉 一同送入口中 那个香啊 小龙女想了想 最终还是鱼香味占了上风 想着再试一次 果然 这次入口虽然还是又麻又辣 但喷香的米饭中和一部分麻辣味道 略带嚼劲的鱼肉 香草的后劲优长 简直绝了 越吃越好吃 米饭配烤鱼 俩人吃个金光 小龙女摸了摸圆滚滚的肚子 麻辣味道使得小脸像个红屏幕 俩人称得不想动弹 盘坐紧紧吐吸内宫 很快日头熄落天色见黑 小龙女从打坐中醒来定定地看向 心想这倒是怎么还不走在这的马 你早已不同往日 内宫大进 让灵觉大增 发现有人注视自己 你缓缓睁开眼睛 龙姑娘 我关你气息绵长 内宫相比之前进展神速 唯有剑法尺寸未尽 意识好奇 你哈哈一笑 心中暗暗自语 幸亏我每天都坚持练习剑法 不然要是被重阳工长辈发现 恐怕白口莫变 想到自己剑法问题 那还不是因为全是花架子 根本没与人对练过 看到恢复淡雅甜静的小龙女 你突然多出一个念头 于是站起身抽出长剑 龙姑娘 尹志平剑法平平 想要请龙姑娘指教一番 小龙女不为所动 刚吃过你的饭时 怎好与你动手 就当陪我切磋切磋如何 见你神色一片坦然 小龙女痴人手短 随即站起身来掏出精灵锁 你摇了摇头 这样练剑增长可不快 走到一旁切下两根树枝 削成剑状递给小龙女 听闻古墓拍剑法独到 尹志平想要讨教一番 小龙女不再言语 白起架势等待你来攻 你运转轻弓 手中树枝发出力小 小龙女这才正式起来 看到迎练而来的攻击 顺着你的破绽处一点 像是能为补先知 一下点到你回来的手腕上 你手腕一通树枝 差点掉落立马后退 这恐怕是古墓 实施内灵朝阴破解全真剑法的手 自己也不好拿出 木道中王重阳的反破解法 不过这样也好 对自己的全真剑法大有好处 你依仗自己内力 身后速度飞快 开始游走在小龙女四周不识攻击 但每次出招都被克制 你眼见不是办法 只好一招一视稳扎稳打 将原本的固定剑招 打碎柔和在一起 剑招历史变化多端起来 小龙女神色渐渐认真 俩人你来我往身影翻飞 打着打着两人剑法 似乎有相合的趋势 发现这一点后 俩人不约而同 一个使用古墓派玉女剑法 一个使用全真剑法 一同攻向前方 顿时一旁的树干 在两根树枝的攻击下 被炸的刺剑 难道这就是玉女素心剑法 果然是一加一远 大于二的那种剑法 两人都是初次发现 两派剑法和一威力这么大 忍不住继续对练起来 两人剑法一同施展 一人剑法的破绽 被另一人的剑法弥补 循环往复 变成了一门毫无破绽的剑法 玉女素心剑法 俩人轮番使用所有剑势 剑法锋芒越加圆润无漏 练着练着 小龙女突然身子一弯向下倒去 你伸手一劳旋转着 搂住小龙女的戏药 耳边却传来小龙女一声嘀喃 过儿 你顿时将住 就在俩人相抱于半空之时 一声呵斥将二人惊醒 恭喜啊恭喜 尹师弟终于抱得美人归啊 赵志敬得意洋洋地 从暗中走出说着恭喜的话 但语气却令人生厌 小龙女也清醒过来 俩人瞬间分开 尹师弟 还有掌教说在闭关 实际上却在这荒山野岭 做苟且之事 你狠狠地看向赵志敬 这狗皮高要简直贴上就撕不开 你不要臭话张嘴就来 没看到我们是在练功吗 赵志敬黑黑一笑 练功 练功还要搂在一起吗 师弟 枉你对小龙女一片痴心 还写他名字贴在胸前以做思念 可这女人不三不四 早就不是清白之身 你难道忘了上次 他和杨国那小子 在花丛中做的丑事了吗 说着从怀里拿出 你曾经写的小龙女三个字的棉井 对着你晃了晃 小龙女没想到你对自己居然情根深重 再加上刚刚亲近之举 恐怕会造成误会 但这赵志敬更加可恨 于是急忙辩解 赵道长 当时你发过誓 绝不会说出那天的事情 你 小龙女羞愤之下不好说明 最后伸出手臂 只见上面一点赤红色手工 杀赫然在目 我是清清白白的女子 要是赵道长在屋檐相像 就不要怪我不客气 赵志敬见状也是一正 他还以为年轻人干柴欲烈火 怎么可能把持得住 没想到居然真的没发生什么 但他这几天夜里不辞辛苦 多方寻找 怎么可能因为这个功亏于愧 于是将矛头再度转向你 师弟 随我回去受罚 你心中已经有了计较 淡淡的道 师弟 你应该喊师兄 受罚也是师尊来法 跟你有什么关系 呵呵 师弟忘了 戒律堂现在有我掌管 不是你了 让我喊你师兄 我劝师弟你回去就向长教辞去 首席大弟子制止吧 免得你的丑事闹得人尽皆知 侮辱了我全真教的名声 你一时雨色 自己这些把柄足够被废除武功逐出师门的 那只好对不起了 赵志敬 既然你想要首席大弟子的位置 我成全你 但我们要白纸黑字 我可不相信你的口舌之言 好 那就立字举 赵志敬露出得意的笑容 你向小龙女拱手告别后 跟着赵志敬慢慢向重阳宫方向走去 赵志敬还在喋喋不休 尹志平 卸下职位时一定要推举我的名字 不然可保不准这个位置被谁得到 俩人走过一段陵墓茂盛的山坳 你见差不多了语气有些冷漠 赵志敬 我们一起在重阳宫长大 你自以为你很了解我 知道我心地纯善 难道你不怕我杀了你吗 赵志敬豁然转身 杀我 哈哈哈哈 你敢吗 喜欢一个女人你都畏畏缩缩毫无血血 你难道敢杀从小一起长大的师兄弟 你的武功我很清楚 想杀我劝你不要自讨苦吃 是吗 你抽出长剑 赵志敬眉头微微一皱 没想到你居然像的男人 但他话还未说完一道寒光闪过 赵志敬突然捂住脖子嘴角流出血沫 眼中满是不可思议 接着身子摔倒在地没了声息 将赵志敬的尸体 用厚厚的腐制烂叶掩盖 尹志平拍拍手上的碎眼 想为尹志平与人为善 你又何苦多多相逼 害了自己性命 古话说得好 人未才死 鸟未实亡 可能有一天 自己也会被欲望冲昏头脑吧 则其不善者而改之 这是尹志平头一次杀人 杀身后的恐惧阴霾 笼罩兴田 尹志平静静待在赵志敬的尸体旁边 看着这个记忆中 一起长大的同门师兄 尸体慢慢僵硬 腹叶中不再渗出鲜血 就这样 直到心情慢慢平息下来 才转身向重阳宫走去 深山野兽较多 不出两天 就会彻底化为白骨 深夜万籁俱静 凭借着强大的内功 尹志平也不用再走正门 加上对宫内颇为熟悉 找了一个隐蔽处 经验宫施展 轻轻一跃 翻墙而入 迅速回了房间 回到房中也不再修炼 何以躺在床上 仔细想来 这恐怕是尹志平来到这个世界 第一次睡在床上 第二天一早 尹志平顿感神清气爽 心中的压力得以释放 现在总算能在江湖上站稳脚跟 运转内息 居然又增加许多 一张一池 内功进展法更快 不过 要想彻底无虑 还需要一门绝顶轻功 见识不妙 起码可以逃跑 又想到万一下毒 自己也不行啊 又想到暗器机关 还需要一门硬弓 想来想去 反而心中烦闷 一口吃不个胖子 一步一步来吧 是时候出关了 尹志平打开大门 往外迈步 差点被绊倒 一看原来是小胖蹲陆清堵 躺在自己门前 此时 他揉着眼睛 待看到尹志平时 立马翻身起来 恭恭敬敬敬道 恭喜师伯出关 师尊在戒律堂有事找您 你看 回去告诉你师尊 让他亲自来找我 立即被尹志平挥手打断 去吧 陆清堵没办法 只能灰溜溜的 赶紧跑去戒律堂 向师尊禀报 早刻上 众弟子见到尹志平 都大为惊讶 要知道尹志平 才闭关半个多月 怎么这么快就出关了 尹志平口碑向来不错 很多三代弟子 大多都上前恭贺 尹志平一一回礼 遇见相熟的张志仙 李志常也会聊上几句 这时 尹志平的五位弟子过来行礼 大师兄张清风 携同四位师弟上前 恭喜师尊出关 嗯 一切照教 是 五位徒弟退下 尹志平也不想收这么多徒弟 可没办法 全真教天下第一大教 人必须多 不等尹志平还要吐槽 殿内立即安静下来 是掌教以及众师博道了 他们看到尹志平时 也微微诧异 但并未说什么 开始按部就班 开始早课 不一会 朗朗道音见邪 众弟子散去 秋处姬将尹志平留下 志平 闭关可有收获 师尊 内功颇有长进 哦 秋处姬略微惊讶 尹志平是他看着长大的 很少会娇言傲语 听他说颇有长进 顿时来了兴趣 走 去我院内 让围师瞧瞧 崇阳宫后方一个山台上 这是全真妻子 常年练习北斗七星镇的地方 地面刻有阵法形象 秋处姬虽然早已去了 早年的血泳之气 但仍然颇为好斗 拿出配件 要与尹志平对练一番 练舞台上身影翻飞 但作为师父的秋处姬 反而落入下风 盖因尹志平 小龙女对练 因应有合二为一的趋势 全真剑法七剑七式 共七七四十九式 被秋处姬使出 一招北墨横行如雨坡 如雪洒 让人不敢应接 但谁料这徒弟好似未不先知 总是能现一步 打在剑法的启示之时 让秋处姬胸口气闷 浑身施展不开 好不难受 但作为钻研了一辈子 全真剑法的秋处姬 剑法早就圆润无落 很快就明白过来 开始稳扎稳打 趁机反攻 俩人有来有往 打得好不痛快 打斗声引来了 其余几位师叔师伯 一个个俯着长长的胡须 看得津津有味 秋处姬也是个场面人 怎能在徒弟身上丢了脸面 立即使出全力 内袭鼓动 虚发飞扬 手中的长剑更是凌厉三分 上条下刺快了一倍有余 尹志平压力涂增 但自己心中早有考量 为了让他们以后 能适应自己飞速增长的功力 只能先给他们一个当头棒喝 于是尹志平也同样放开 魂后的内力运转 手中长剑 立即压制住秋处姬的攻势 加大内力后 两人剑法反而渐渐拖出招式 更像是千百招凝练成一招 是大力尘 刺耳的金铁之声回荡 秋处姬虽然内攻不俗 但毕竟年老体衰 强攻应战 刚开始还行 越往后打 力气便越小一分 尹志平现在内力 已经和秋处姬相当 自然更为强势 秋处姬为了颜面 强撑着抵挡尹志平 脸色胀红 气息已经愈加不稳 尹志平趁着一个空隙 猛然脱离战圈 立于石台边缘 手握长剑 弓身像气喘吁吁的秋处姬行礼 师尊 徒儿输了 四周三位师伯刘处玄 王处一 好大通更加满意 不亏是品德兼备的首席大弟子 不骄不躁 比秋师兄年轻时要好得多 秋处姬师 一 五三绝 加上为人正直 性格刚烈 极恶如仇 虽性格冲动暴躁 但也不是那种 失败了不敢认得懦弱之辈 当即呵斥尹志平 什么输了 赢就是赢 老道还需要你可怜 你能赢 为师高兴还来不及 以后休要说这种 趋役奉承之话 尹志平当即再次恭敬行礼 是 师尊 弟子谨记 哈哈 秋师兄 恭喜 恭喜啊 秋师兄 献煞我也 秋师兄有如此家徒 咱们全真教 总算后继有人了 可喜可贺啊 刘处玄 王处一 好大通上前恭贺 秋处姬连连白首 颜称 是师尊在天之灵庇佑 嘴上却是带着眼不住的笑意 几人也不问尹志平 为何突然内力大增 权因当年 他们也是这样过来的 休息多年 内力在同辈中全是垫底 也就人到中年 后继勃发之下 才功力大增 所以才在江湖上 创出全真七子的名头来 心中认为 是尹志平这些年 专心一意休息全真内功 才有今天这个突破 全真内功 其实优点非常多 王重阳及三教入门功法的要点 创造的这部天下正宗 因修炼中绝不会出岔子 无内息岔气之忧 无走火入魔之患 是一部最安全的内功 第二点最为特殊 不管是呼吸 坐下 行路 甚至睡觉都可以练习内功 尤其是睡觉 也可以练内功 但进展缓慢如蜗牛 一整天所有时间 都拿来练习内功的人 少之又少 所以让人弃之如碧履 秋处姬打发走影之瓶 劝戒其借交借造 稳住修为 之后和几位师弟客气一番 准备一起向患病的前掌门马玉报喜 第七章 菱形 回到院内的尹志平 静静思索刚刚的对战 秋处姬的剑法圆润无漏 临朝英创的破镜全真剑法的招式 在对付秋处姬时 只能说用处不大 练弓练剑 最重要的还是人 尹志平深知这句话的道理 所以之后 除了日常休息 常清诀 便是运转全真内功 来消化先诀 收集来的清灵之气 天地灵气枯竭 难以入门 恐怕只有先秦时期 才能练出门道 生不逢时 这让尹志平很是无奈 但有一样东西 却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亡 那便是知识 这时的尹志平 正好没有了教中事务烦扰 徒弟安排好练武步骤 也不去再管 吃饭睡觉都在藏经阁 整日沉迷于三教典籍 心态愈发淡然无垢 中间赵志静失踪 秋处姬本来想要尹志平 一起出力寻找 但被马玉劝阻 他深知武功说 到底是精气神的演变 他的内功能 稳居全真妻子之手 便是因为对先贤精益了解透彻 练功时畅通无阻 修炼自然比同门师兄弟要快 经过多日的搜寻 终于 一位四代弟子 发现了赵志静破碎的衣服 还有一具被撕碎的白骨 夹带着腐烂的血肉 经过擅长医术的掌教秋处姬判定 是有人一见封猴 之后弃之荒野 任野兽重以撕咬造成的 于是只能从古墓派开始查起 可古墓大门 早就被断龙石封住 成了一个真正的目的 全真教只能作罢 接下来便是全教戒严 增加职守 以防敌人偷袭 一阵子后 也没出半点事 江湖上也未有什么风声 只能暂且认定为仇杀 尹志平丝毫不知 仍然沉浸在经书的海洋中 道教 佛教 儒教中 天地运行 真我修习 弃护行神可以说 大大增加了尹志平对世界 对自己的认知休息 不知日月 这一天 尹志平的休息生涯被打断 师父 掌教请您去大殿议事 尹志平的大弟子张清风 前来禀报 尹志平被打断休息也不恼怒 明白这天地运行的规律 自然也明白 人道运行的规律 这种事避免不了 让其前去回禀后 尹志平收拾一番 即刻去了议事大殿 刚一进屋 掌教师尊 以及几个师叔师伯巨师一经 尹志平是他们看着长大的 自然熟悉得很 可此时却给他们一种陌生之感 这是精气神全方位 发生变化后产生的大变之相 此时尹志平在几人眼里 有种一世独立之感 清明洒脱 似得道之人 邱处吉说不上来怎么形容 他想到一个人 后山古墓派小龙女出见时 就有这种气质 大厅内的蒲团上 一个脸色苍白 形容枯搞的白发老道 反而哈哈大笑起来 师尊 我叫后继友人 后继友人啊 我终于可以安心地去见你了 那病态老道 就是好久没见的前任长交马玉 其余几人早已年过古稀 煞时间就能看明白 尹志平这事学到了先贤真意 这是非同繁俗的机缘 都心中喜悦 邱处吉咳嗽一声 伸手示意尹志平进来坐下 又拿了一封信 递给尹志平 继而差人来信 说蒙古铁骑蠢蠢欲动 他广发英雄铁 要举办一场英雄大会 选出个盟主抗击强猛 保卫大宋江山 希望我们前去助力 尹志平看完信后 心中了然 大势之下 谁也无法改变什么 这是天道使然 南宋每次的反击 都会使蒙元未来的统治 更加稳固 这些武林人士 如若龟缩不动 南宋在蒙元的铁骑下 恐怕很快就会灭亡 但武林人士 也属于一个国家的力量 等蒙元统治时期 面对狭义武犯禁 恐怕也会焦头烂额 因不得人心 国运只会更短 所以 大势自然会生出郭静 将南宋一点点削弱 直至问鼎乾坤 还需要我等运功治疗 我想要派你 带人前去喂劲助理 尹志平还未回答 一脸病容的马玉 就急忙反对 不可 我一个将死之人 死亦何惜 致敬死因未明 万一志平再被歹人所害 我们还如何面对师尊 大殿几位师叔师伯 都纷纷点头 唯有长教邱处基还在沉思 片刻后才开口 师兄 我都明白 可雄鹰总要斩翅 强者哪个不是在 湿山血海中杀出来的 像当年 我们武功平平 还不是被师尊赶下山历练 就这样定了吧 邱处基力排众议 又拿出师尊王崇洋 几位真人不好再全 志平 你准备带谁前往大圣关 师尊 只需三人便可 师弟李志长和他徒弟 还有徒儿弟子张清风 尹志平选出李志长 是因为这位师弟 是个懂事的人 不会乱嚼舌头根 更重要的是 自己这一派系的人 用着放心邱处基 本来还想 要不要多叫几个 毕竟跟郭靖关系叫好 去少了会不会怪罪 见尹志平态度坚决 也就不再勉强 谈完事情后 尹志平不再多留 通知了李志长 还有自己徒弟 接着去了后山 再次来到水潭边 看到自己堆砌的烧烤炉子 还有使用的痕迹 猜测 这应该是小龙女在使用 走到水潭边 扑通一声 扎进水里 左摇右摆 如鱿鱼般 窜向地下暗流 水潭再次平静下来 好一会 才有个人引冒了出来 甩了甩浑身的水珠 那里运转 全身雾气缭绕 很快蒸干了衣服 手中却是多了一个玉瓶 这是玉风浆 不管烧烤还是做汤 都是一种美味的佐料 古墓内早就没了小龙女的身影 看来她还是忍不住思念之情 要去找杨过 二事为人 男女之情对于尹志平而言 并不是多么必要 一切看天意吧 数日 昭阳出生 重阳宫大门前 一行四人手持铁剑 背着简易行囊 慢慢往山下走去 行至山脚下 尹志平突然停住脚步 转身看向身后张清风 李志常和他徒弟 风轻微三人 师弟 江湖路远 咱们就此 尹志平脑中突发奇想 联想到前世观看的江湖侠客 洒脱不羁 所以才说此台词 出口后又觉不妥 才半路停下 是这样 师弟 我有些俗事要解决 恐怕不能与你们一道 咱们陆家装前集合吧 第八章 匪道 李志常见师兄尹志平 神情淡然 言辞简练 知道这是不想自己多管闲事 李志常对尹志平素来敬重 所以也无二话 答应下来 徒弟张清风 虽偶有下山办事 却从未出门这么远过 听闻师父要走 神色焦急 师尊 我 张清风还未说完 便被尹志平打断 清风 你武功不到家 跟不上我脚城 跟着李师弟一起吧 记得行走坐卧 不能断了运进 话音刚落 也不管三人 脚下发力 身影如飞 眨眼间消失在三人面前 这般功夫精的原地三人目瞪口呆 他们还不知道尹志平武功大进 以为和以前一样 此时乍一看到 久久无法回神 不提惊呆的几人 尹志平风驰电撤 全然不在意内力消耗 想要测试一番 自己轻功速度 还有脚城 一个时辰后 尹志平气喘吁吁 在一片麦田旁停了下来 这还是全真内功气息绵长所致 要是其他功法 根本坚持不了这么久 此时 太阳斜上高天 微风袭袭 空气中还有丝丝凉爽拂面 麦田旁的小鹿 不知名小花镜香争艳 色彩艳丽 如天上繁星 田地里还有几个老农在劳作 见到武林人士 都远远地看着 不敢上前 待看到尹志平一身道袍 似乎松了口气 继续扔着锄头 锄草尹志平 走向最近的一个老农 行了个骑手 老伯 请问此处适合递见 我一路奔行 迷了方向 那老农听完 立马停下手中活迹 连连摇手 不敢 不敢道爷这样称呼 叫一声老汉便可 此处是丹凤县李家庄村 尹志平脑中 回想来时看的地图 一个时辰 跑了一百公里左右 平均时速五十公里 百公里一天内里 真划算 见着老人家 似乎非常害怕 便又问世道如何 老人家顿时哀声叹气 不怕道爷笑话 老汉两个儿子 早早死在战场 家里只剩我一人狗活 现今盟员和朝廷打得厉害 咱这地界早就湿了 没有官兵律法管制 偶有恶匪前来搜刮 现些粮食 还能保得性命 信得村庄处于深谷 还不知那些达子 什么时候过来 希望能保住 这过冬的粮食 尹志平知道 乱世人如草剑 这还是全真教地界边缘 外面又是 何等光景呢 封烟四起的北方战场 自已恐怕想管 也管不完 但只要碰到 便是原法 不出手怎能心安 于是问明了 附近道匪大致方位 找一束阴处 盘膝坐下 恢复内里 宁心静气 常清觉暗暗运转 这是尹志平发现的一个妙处 先觉修炼 远比内宫修炼恢复得快 不一会 尹志平只觉得神弯气足 完全恢复过来 睁开眼一看 便看到面前一个灰扑扑的土桃碗 里面是清白的凉水 碗旁边的新鲜树 叶子上放着 一个半黑布黑的馒头 这时 树荫外的老汉 早就被太阳晒得满头大汉 见到尹志平醒来 才敢靠近 道爷 你要为我们村庄除去恶匪 老汉感激不尽 村中还有几个娃娃要养 实在拿不出吃的 我空无一物 只有这紧剩的馒头 井水 希望道爷不要怪罪 尹志平看着瘦骨凌寻的老汉 心中不适滋味 端起土桃碗 稍微抿一口 察觉无毒 接着仰头一饮而尽 拿起那黑布溜秋的馒头 一白两瓣 递给老汉 老汉连忙推辞 在尹志平的坚持下 最后接下 尹志平拿出身后的橙黄葫芦 打开筛子 清澈的酒香扑鼻 咕噜噜到满土桃碗 端起地给老汉 使不得 使不得 我哪能喝上这种酒 老汉连连推辞 尹志平淡淡一笑说道 就当为我撞行骂 老汉颤颤巍微接下 闻着从未喝过的酒香 神情激动 碗内酒水清澈见底 简直比刚刚达上的井水还有透亮 小口一抿 顿时辣得直皱眉头 但脸上的兴奋 却是怎么也藏不住 大概这是他第一次喝这种好酒 尹志平拿着葫芦和老汉碰了一下 见他吃了那半块馒头 才拿起手中的馒头咬了一口 粗糙难嚼 隐隐有种树皮味 恐怕是掺了树皮粉的杂粮面做成的 让人难以下咽 不过尹志平前世也是农村孩子 虽然没吃过树皮 但这个馒头 还是能吃得下去 美酒配馒头 尹志平和老汉聊起了家常 这才得知 原来老汉竟然才35岁 也就比自己大了4岁而已 但身形面貌垂垂老矣 让尹志平不胜唏嘘 看着青山绿树 千墨麦田 尹志平一时有些出神 时空轮转 谁能想到 前几个月 还在酒吧沉迷 灯红酒绿温柔香的尹志平 突然就来到宋朝 穿着粗布道袍 和一天间老汉闲聊呢 世事无常 这一刻你在这里 下一刻 你又在哪呢 一粒微尘 又如何才能撬动命运 自已脑海中的那颗玄黄色的珠子 他改变了自已原本平平无奇的一生 但也只是自已一生 尹志平心中思绪分杂 吃完馒头 起身与老农告别后 转身走进深山之中 兜兜转转 天黑时分 尹志平才找到 拿出盗匪的老巢 说是老巢 只能算是几间茅草屋 在一处枝繁叶茂的山傲处 远远能听到哭喊声 等走近了些 才发现 一个四处漏风的茅草棚子里 几个大汉 正对一个女子施暴 那女子衣衫进去 从地上的衣物可以看出 是一个村姑 旁边三匹黄镖马 瞪着同龄大的眼睛 围观着主人残暴的行为 旁边冒着吹烟的茅草屋中 走出一个依山兰楼的妇人 手中端着煮好的大块羊肉 放在没有篱笆的院子中央 一些个粗糙木头搭建的 简陋桌子上 那施暴的五人 似乎有两个已经完事 随便捡起地上的短打衣服 往腰间一围 走到院内桌子上坐下 手中或带血迹 或带粘液的手 也不擦拭 从木盆中 抄起一块肥腻的羊肉 就往嘴里塞 一个脸带刀疤的男人 咬了一口 脸色一变 伸手对着桌边的妇人 头上就是一巴掌 他奶奶的 你他娘会不会做饭 一点咸味都没有 那妇人被打得扑到在地 抬起头时 嘴角带着血字 一脸委屈的道 没 没言了 贱人 你还有理了 刀疤汉子 抬脚就要踹 这时 尹志平已经走到院内 没言 我有啊 桌子上的二人顿时转身 想要呵斥 但看到一身道袍 背着常见的尹志平 顿时眼神惊慌 警惕地看着尹志平 不敢乱动 尹志平实在听不下去 对着草棚中 欺凌妇女的三个状态嚷嚷道 那谁 对 就你们三 别吵了 影响我心情 第九章 山谷 那三人看到 一道是站在院内 顿时停了下来 手忙脚乱地 胡乱穿着衣服 从一旁的地上 捡起带着豁口的大砍刀 满脸凶神恶煞 走到桌子旁边 哪来的杂毛道士 你要多管闲事 尹志平 嘿嘿一笑 不 你们别误会 我刚刚听到有人说没言 我来卖言的 五个盗匪对视一眼 满脸凝笑 卖言 你要问我们要钱 尹志平 微微汗手 是的 卖言 但我卖言 从来不收钱 那你收什么 收你们的命 花音刚落 剑光乍现 五人手捂着脖子 坑坑痴痴地连连后退 一下摔倒在地 血流如注 扭动几下 便不再动弹 那富人似乎见惯了杀人场面 除了有些惊讶尹志平的快剑 并未大呼小叫 尹志平满意地点点头 看着衣衫不整 躺在地上 还在往外流血的五个盗匪 运足内力 一脚一个 砰砰砰 连续五脚 五具尸体 高高穿过树冠 飞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接着拿出小包粗盐 放在桌子上 嗯 这下终于不缺盐了 看到富人一脸诧异地望着自已 尹志平指着草棚里的女人 没好气地说 看什么看 快去照顾好那个女的 连连点头 是 是 道爷 我这就去 尹志平点了点头 手中长剑 对着木盆里的羊肉连连挑动 剑光闪动 半空中的羊肉 煞时间被切割成一厘米方块大小 尽力一转 又全都落回木盆内 尹志平得意一笑 自已切割羊肉串的剑法 越来越标准了 撒了些盐 倒点酒 端起木盆略意搅拌 嗯 先淹制个几分钟 这时 那草棚中的女人 经过富人劝慰 已经穿好衣服 不再哭泣 尹志平大声喊道 干什么呢 不吃饭了 快点 端盆水 拿些柴火过来 那俩女人慌慌张张地 将尹志平要的东西 都拿来摆好 尹志平已经搬起了一块 长条形大石头 来到院内 内力运转到剑身 尹志平挥舞着铁剑 火花闪过 一个长方形烧烤石槽 已经切好 对着发愣的二女吩咐道 把这羊肉清洗一遍 再把柴火全点了 两女不敢违逆 这道爷脾气大 性格又古怪 俩人对视一眼 各自去干活 哎 你们俩干活怎么不洗手啊 快去洗干净了再干 尹志平见到他们 躯黑的手去抓羊肉 怎能忍得住 急忙喝止 自已则去门外竹林 挑了有几根老竹 见光纷飞 不一会 一大把竹签子到手 走到已经洗好羊肉 生好火的二女身前 将竹签放到桌子上 对着二人说 我给你们演示一遍 以会你们自已做 两女乖巧地点点头 只见这古怪道人 一手拿着细细的竹签子 另一只手拿起洗好的小块 羊肉串在竹签上 看到了没 每个签子上串七块 演七七之术 羊肉块之间要肥瘦间隔 归阴阳造化 都明白了吗 开始做吧 两女点头应试 开始学着尹志平的串法 将羊肉串在竹签上 尹志平也没闲着 将还未烧透的木柴块 放进石槽内 抓起一把串好的羊肉串 放在石槽上 也不用刷油 零点玉蜂蜜 洒些自带的孜然 猪鱼粉 香味瞬间升起 让人口水直流 再从背包里 拿出试门给的干粮 大饼放在石槽上 微微加热 拿起烤好的羊肉串 放在大饼里一包 抽出竹签 大口一咬 那叫一个绝啊 两女看得喉咙滚动 眼巴巴一眨不眨 尹志平也不理会 配上美酒 连连吃了五把羊肉串加饼 之后留了点孜然 猪鱼粉给二女 让她们自食其力去 玉蜂蜜带的有点少了 尹志平连连摇头 看来有机会去找小龙女要点 为了问二女 那火道肥老大住奶屋 尹志平拿着个燃烧的木棍当火把 去了中间那种茅草屋 里面木床被褥都有 尹志平翻找一遍 才从床头找到一本秘迹 铁布山 干 大路货 果然 不该抱有期待 翻了翻 只是简单的外力刺激 加上药水锻炼 没什么看头 记住药水配方 便扔在一旁 从背包里拿出个绳子 双头系在木屋柱子上 赶了一天路 也是该休息休息了 翻身上了绳子 准备开始睡觉 谁知这时敲门声响起 大半夜不睡觉 又有什么事 尹志平无语 道 道爷 要事情吗 门外女子声音有些迟疑 尹志平顿时火大 斥则道 是个什么浅 没看到我是道士吗 回去 门外女子吓得连忙往回跑 心里则暗暗吐槽 什么道士 道士还吃肉 一夜无话 早晨天蒙蒙亮时 尹志平张口吐息 浑身鼓荡 内气勃发 看着每天都有进步的内力 简直没有比这更让人高兴的了 也不去管那俩女人 静止离去 襄阳城 因战火即将打到这里 略显荒凉 但不知道为何 最近武林人士反而多了起来 似乎都朝一个方向 大胜观 一座豪华的酒楼包间里 尹志平一个人点了一大桌子菜 这家店里的所有菜 全上了个遍 仔细品尝 口味只能说中等 也有几个招牌菜 做得比较地道 尹志平胡吃海喝 补补最近整天赶路的消耗 跟店小二打听一番 了解到城外怪蛇的分布 结账离去 尹志平这次来襄阳城外的 独孤见种处 一来是为了看看 能诞生这些奇珍异寿的地方 是否有足够的灵气 二来是给自己增点实力 吃蛇胆加快内力的增长 三来就是兵器了 自己一个这一把铁剑 实在有失身份 切个石头 还要使用内力 太麻烦 逆龄穿梭 尹志平现在已经轻车熟路 但也太累了点 他准备回程的时候 定要买辆马车 慢慢溜达回去 尹志平内力暗暗运到双目 仔细观看四周 不久 终于看到草木间 隐藏的一条斑斓毒蛇 头顶身有肉脚 獠牙锋利 看来这就是菩斯取蛇了 尹志平悄然靠近 猛地一抓 直接捏住头 那蛇行动迅捷 迅速缠绕尹尹志平胳膊 力道颇大 一般人很难制服手指 用紧一捏 碎了舌头 从舌头撕开舌皮 顺着往下一拉 整个菩斯取蛇 皮肉分离 七寸处 一个红杉杉的舌胆 赫然在望 揪出舌胆 有没有寄生虫呢 尹志平犹豫了一下 最后一咬牙 塞进嘴里生吞进度 跳到一棵大树上 盘膝运弓 这一运转 没想到 内力果然有一丝丝明显的提升 第十章 探秘 随后又抓了一条 这次运转长青绝 毫无反应 看来是舌胆太小了 这下 山谷内的菩斯取蛇 可算遭了殃 尹志平边走边停 一路上蛇的尸体不断 随着越往深山走 菩斯取蛇愈加粗大 凶猛 行动如一条黑剑 武功低一点的 恐怕命就要交代在这 越是这样 尹志平反而更加兴奋 由弱到强的菩斯取蛇 说明肯定有某种东西 促成的这种结果 途中 随着深入 越发人际罕至 高大的百年古术 到处都是 古藤易草遍布 懂点药学的尹志平 一路发现好多百年珍稀药材 随手踩了点稀有的 一吸听到一声 金铁交加式的音鸣声 知道已经到了内层区域 禀惜凝神 收敛气息 也不再杀蛇取胆 这些增长的内力 还不如自已修炼 长青绝来得快 时间有些来不及 大致寻找一番 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 最主要的就是武器 尹志平身上 绑了不少干草之夜 在森林里四处游荡 避免被那神雕发现 主要是这次时间紧促 和神雕搞好关系 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英雄大会就要开始 自己作为带队的 要使人没到 就闹笑话了 很快夜色降临 尹志平心中焦急 站上一棵高大的树冠上 只见群山万鹤连绵不绝 云征辖位 气象万千 令人震撼 这真是地球吗 借着晚霞的余光 尹志平远远眺望 发现一个闪光的峭壁 心中猜测 那里必有玄奇 为了避免迷路 尹志平不再流利 使用金燕宫在树冠上跳跃 所谓望山刨死马 就算有轻功加持 也用了两克钟才赶到地方 等尹志平临近 高约百米的峭壁之时 才发现刚刚看到的闪光 竟是从峭壁底下升起的 被上方一处 汗白玉石曾反射出来的光芒 峭壁下方古树繁茂 身在树冠上的尹志平 看不清峭壁下方有什么东西 迟一片刻 还是轻轻跃下 树林下方灌木扎堆 一人高的草丛遍地 连个小道都没有 加上遮天蔽日的大树枝叶下 漆黑一片 道路难行 借着前方峭壁下的丝丝微光 随着靠近悬崖峭壁之下 尹志平吸了吸鼻子 腥臭刺鼻 是那菩萨驱蛇的味道 慢慢扒开草丛 只见前方豁然开朗 冲天的腥臭味 从前方峭壁下的深谷中升起 隐隐有水流声响起 尹志平整理了下身上 绑着的甘草枝叶 由于不放心 又撕扯了一点 千长的青绿草叶 扎在身上脚下 全力使出惊艳功 避免造成任何响声 随着尹志平身影临近深谷 他终于看清 深谷下微弱光芒的来源 只见深谷不大 十来米深 两侧斜坡上 不知名小草藤腕遍布 而微光正是一朵朵 白色像喇叭状的 金银花朵散发出来的 因为那些花朵紧促 静香绽放 隐隐白光 才照到上方峭壁上的白玉层 反射出光芒来 这时 尹志平发现 那些成片的白色花朵 其中一个 竟然随着荧光减弱 慢慢凋谢 像是没有重量的羽毛一样 飘落到下方深谷里 漆黑的河流中 尹志平正准备行动 突然身子一紧 瞳孔微缩 就见刚刚凋谢掉落到河面 随水流移动的花朵 突然被一个漩涡吞下 一路下来 尹志平内力运到双目 从没停下 他看得清楚 那漆黑的漩涡 根本不是水流造成的 漩涡下面 几片金色的鳞片 在水中闪烁了一下 那鳞片足有婴儿手掌大小 就在这时 银白色的月光 从高空洒下 原来是月亮 从满天的乌云空隙中露出 月光像是引起了什么变化 那些银白色的花朵 纷纷掉落 如雪花从空中洒落 如湿如化 紧接着 漆黑的水面 突然像煮沸了一般 无数气泡咕嘟咕嘟向上冒 接着水面中 窜出大大小小无数个猙獰的血盆大口 长长的蛇杏子 像是绳子一样 卷起掉落的 在半空中的花朵塞进嘴里 随着无数舌头的涌起 尹志平也看到了下方 水桶般粗细数不清的蛇区 蜿蜒盘旋纠缠在一起 各种颜色的蛇 疯狂地争抢着掉落的白色花朵 尹志平强忍住浑身的鸡皮疙瘩 眼中狠立之色一闪 脚下用力 浑身绑满树枝草叶的身子 如一个大大的稻草人 从深谷边缘落下 带落到花朵旁时 双手如飞 抓住一把掉落 或没掉落的银白色花朵 往身上布袋里一塞 脚下用力在凸起的岩石上一点 身子斜斜地横飞 顺着花蒲带 如蝗虫过境 身旁小小的布袋 已经装得满满当当 本来下方很多菩斯驱蛇 还不太在意 以为这是一个草团掉落 直到这个草团 将峭壁一侧的所有花朵 全部耗完 这让水中这一侧斜坡 抢不到花朵的 所有菩斯驱蛇 齐齐一顿 接着 他们就发现了这个小偷 瞬间几个 长有二十米的蟒蛇 破开水面 身影如飞 张开锋利的獠牙 咬向这个草人 尹志平身知 见好就收的道理 所以耗完这一侧斜坡上的花朵后 连头也不回 轻功运用到极致 如飞鹰凌空 踩着树枝 草叶 几个起落 上了高大的树冠上 往来时的路飞奔过去 尹志平不敢回头 拼尽全力继续往回跑 他能听到身后树冠上摩擦的声音 那些蛇简直像是会飞一样 将树枝 树干当路走 没法 尹志平跑了片刻 开始找些小树冠走 量那些蟒蛇的重量 这些小树冠 肯定支撑不住 只要对方掉落在森林底下 自然就再也追不上自己果然 随着树枝断裂的咔咔声 身后追兵立马掉落在树下厚厚的腹叶层中 加上藤万灌木密布 转眼那个草人就失去踪影 尹志平又跑了一刻钟 才慢慢停下 心脏跳动如骨 如果是一条或者俩条那么大的蛇 自己当然没问题 但是五六条一起攻过来 双拳难敌四手 非隐恨西北不可 再说 那深谷黑水河中 还有不知道多少菩斯驱蛇 还是先走为妙 同时心中暗暗发誓 一定要学个远程攻击的手段 不然有些时候太被动了 就这样 尹志平还不放心 找到一个小溪 弄了点泥水摸遍全身 寻一棵足有五人抱这么粗的古树 用铁剑削个宽大的木洞 铺一层湿泥 内力蒸腾 烘干从古树里掏出的木材 引燃一个小火堆 用以照明 打开布袋 掏出一朵刚刚蛇口抢来的白花 第十一章 秘境 在小火堆的照耀下 尹志平看到 这个喇叭状的白色花朵 已经变得皱巴巴 像是凋谢了好几天的样子 心下一惊 连忙将所有的花朵 全部倒了出来 只见这些花朵 有的像是刚刚凋谢的样子 隐隐透着荧光 有的皱巴巴 跟刚刚拿出的那个一样 还有一些生了大量黑斑 轻轻一揉 成了黑色的腐质 这些花朵毫无味道 也无多少重量 拿在手里 更像是拿着一片羽毛 尹志平心中 隐隐有所推测 顿了顿 还是拿起一朵皱巴巴的花朵 撕开一小块 放进嘴里 长青绝运转 瞬间感觉精神一震 尹志平露出狂喜之色 立即风参云卷 葫芦吞枣 将所有花朵一吞而尽 盘坐在树洞内的影之瓶 只觉得浑身通透 脑海清明 精神大增 前世上学时 遗忘的知识 都在脑海中1.1滴浮现 随着一股股能量 从肚子里扩散至全身 浑身上下 像是被泡在温泉里 肌肉震动 骨骼轻颤 无穷地距离涌现 同时 一种轻微的气流 转于经脉之中 所有的经脉 被这股气一一打通 这股气似有非有 与内力相碰时 像是不在一个世界 互不影响 反观内力 简直如洪水猛兽 浩浩荡荡游走在经脉之中 尹志平还在想 这股气 是否就是最早炼成的灵力石 一种明明的直觉 涌上心田 危险 猛地一睁眼 刹那间 双眼一亮 尹志平看到 隐藏在丛林黑暗之中 斑驳的鳞片 那些蛇来了 似乎感受到敌人苏醒 巨蛇不再准备隐藏偷袭 水捅促的身子 猛然发起攻击 临终飞沙走时 枯枝断叶四箭 五个生有肉脚舌头 张着獠牙巨口 四立箭出弓 眨眼之间 已经到了眼前 却见尹志平 不慌不忙站起身来 双拳紧握 一个上钩拳 将刚到树洞口的五个舌头 从下道上 轰上了天最底下的 黑色舌头骨骼全部崩碎 带着血肉鳞片炸裂四射 落地时 除了舌身因神经结未死 疼痛导致蛇身疯狂地扭动 拍打地面 头颅处已经没了动静 其余四条巨蛇从高空落下 像是被打猛了 在半空中甩了甩脑袋 尹志平满脸兴奋 这无名花朵 造成巨蛇体型增大 力气大增 行为狡诈 反映到尹志平身上 则带动肉身力量猛增 内力更是长了一大截 袭击而来的五条巨蛇 正好可以检验一番自已所得 距离加上内功 才造成如此吓人的景象 尹志平浑身力气 像是使不完 脚下树心开裂 人已经闪到一条赤色巨蛇身后 一声爆喝 爆起大腿粗的蛇尾 尹志平猛地将抡起 接着甩在地上 砸出一个长长的身沟 见巨蛇鳞片居然不破 腰间加厉 疯狂地抡起 四处乱砸 砸得其余三条巨蛇 进不得身 四周树倒草者 清除了一大片区域 剩余三条蛇见识不妙 开始逃窜 尹志平大声喘息 扔下破烂不堪 死得不能再死的赤色巨蛇 起身狂追 中间又追到一条斑纹巨蛇 血盆巨口还未淋身 就被尹志平抓住上下颚 双手一撑 向两边猛地用镜 生生撕成两半 抓起一个头颅大小的紫黑色蛇胆 尹志平大口开炫 胆之四见 无寻常蛇胆的苦涩 竟有些香甜 浑身燥热 本就汹涌如浪涛的内力 隐隐有所提升 尹志平浑身目血 哈哈一笑 好蛇 好蛇 身法施展 电射般往那处峭壁而去 到了那深谷斜坡两边无名花朵处 只见漆黑的水流汤汤 并无任何一处 要不是斜坡上残留的巨大蛇类爬行痕迹 恐怕谁也想不到 这里先前有如此多的巨蛇 那些巨蛇去哪了 但尹志平脚步不停 稳稳落在深谷的斜坡处 这里是刚刚那些无名花朵的生长处 旁边还有自己刚刚采的脚印 蹲下身来 仔细摸索 那些花朵的叶子 竟敢早就化为黑色 成了烂泥 这让尹志平陷入沉思 独孤求败 选中这个山谷隐居 难道也是因为这些花朵 但显然这些东西 不可能存在一个敌武世界 苦思冥想半天的尹志平 突然想起两百年前 天龙八部里 还有冰残这种天地灵物 就算有这些神奇的花朵 好似也能说得通 尹志平是谁 可不是修到二十多载的有道真修 如今换了个魂 就算再多的知识 也改变不了本性 此时内宫大成 浑身经脉通透 已到了先天之境 手中铁剑出鞘 三尺剑芒引线 对着碎石斜坡一顿砍蛙 但下方并无任何灵物矿脉 令尹志平好一阵失望 随后尹志平站起身 望向漆黑的河底 此时 他的双眼经过异化 已经能黑夜失误 看到漆黑的河底 下方一片漆黑 并无任何巨蛇的踪影脉部 轻轻落到河边 从碎石里 捡起一片金色的鳞片 这是刚刚被自己打伤的 金色菩斯取蛇 逃亡掉落下的鳞片 看来他俩都下了河水 尹志平犹豫一下 还是纵身一跳 钻入水中 下方漆黑一片 隐隐约约看到一个巨大的裂缝在下方 双臂挥动 尹志平如一条鱿鱼 身影速度飞快 直直地窜向裂缝中 裂缝下更黑了 视线只能看到两三米远 四周空无一物 往上看去 裂缝处一片光明 那是外界小河里照进来的天光 没有犹豫 尹志平此时可谓一高人胆大 身子一扭 继续向下飞速游去 可一路上除了水 没有任何东西 一刻钟后 尹志平不得不停下探索的脚步 因为上方那个裂缝处的光芒 已经像快要熄灭的烛光在摇曳 四周又是无穷无尽的河水 尹志平心中暗暗猜测 恐怕自己现在身处于地下暗河之中 这些暗河四通八达 整个地球都相互通连 自己不能迷失在这里 碧气功再厉害 也不可能坚持一辈子 随后 尹志平看着头顶那一闪一闪 快要熄灭的天光 不惜力气 飞速向上游去 半个钟后 峭壁下方的河面上 扑通一声 钻出一个身影 稳稳落在岸边 甩了甩湿淋淋的头发 煞时间 浑身生腾起一阵白雾 不一会 衣服全部蒸干 望了望这处悬崖下的峭壁 似乎要将其记在心里 随后尹志平头也不回地 向来时的路上返回 路上看到那个破烂的斑纹巨蛇 考虑到血肉破烂 骨骼大多断裂 没腎价值 便没动它 等返回刚刚的战场时 天色已经微微亮起 用铁剑销下稍微完好的 赤色巨蛇的头颅 系在没了头的黑色巨蛇脖子上 找了些粗大藤腕一捆 下方垫上些现销的木板 使劲一拽 在朝阳的照射下 往襄阳城走去 第十二章 大圣关 两天后 疲惫不堪的影志平 总算走出了森林 就是铁打的人 也受不了这种 没日没夜的劳作 路上本来还想顺路 找一找剑种的影志平 连个影都没见到 前几天刚进来时 还能听到那大雕的鸣叫 回来时 是一点声音也没 影志平 只好以这是主角的机缘 来安慰自己 反正自己现在这个实力 用铁剑 也能打出神兵的效果来 山脉出口处 还能见到灵星的彩药人 猛然见到如此大的漆黑巨蛇 以为是成了金的妖精 吓得是拔腿就跑 好在影志平内功大成 声音通过内理 百里可闻 好一番解释 才令其中一位 财药人折回 那财药人是个中年汉子 身材虽然轻瘦 可衣服下肌肉纤细紧实 一看就是个山林里 讨饭吃的好手 虽然知晓这黑色巨蛇已死 可仍然小心翼翼不敢接近 但看到血淋淋的赤色舌头 更是大吃一惊 只见上面生有一个肉脚 形似蛟龙 虽然他曾经在山林深处 碰到过金色的带脚一蛇 艰难地逃脱一命 可从不认为那是蛟龙 毕竟体型过小而眼前的这个巨蛇 光身子都跟自己腰一样粗 这要长多少年才能长成这么大 随后得知斩杀巨蛇的是 这位全真教道士 那真是差点跪下 奉若真险 影志平从财药人口中得知 自己行走的方向没有错 正式返回襄阳城的路 带来到财药人村庄 一传十 十传百 李家村的全村老少全来围观 女人惊叫 孩童哭喊着 撒腿乱跑 人单力薄 控制不住场面 影志平见此 气韵胸部 一声大吼 震得所有人全都捂住双耳 平道全真教影志平 见山中妖怪骇人 已经将其情杀 你们不必害怕 众多村民好意会才反应过来 不再喧哗 反而对影志平刻起头来 好一番劝说 才遣散人群 村长上前问好 非要请影志平去家中做作 但影志平时间不多 要了些肉干大饼带上 村里并无马匹 只有些毛驴 根本不敢靠近黑蛇 无法 影志平只能继续拖着巨蛇 往城镇方向走 一路上 村里的青壮跟随左右 都想沾沾影志平的仙气 可谓声势浩荡 从其单手能拉起二十多米长 水桶粗细的巨蛇 就知道不是仙人 怎能有如此大的力气 带走到镇上 又是引起一番轰动 甚至有县城前来收租的富商 想要买下 都被影志平拒绝 这巨蛇吃了那神奇的花朵 浑身上下都是宝 不是繁俗经营 可比的 影志平将镇上 所有的马车全部买来 足足十五辆 当场挥剑改装 变成节节相连 形似小火车一样的马车 又买来七匹黄标马 前三后四 让他们拉着马车前行 要说影志平 也没有这怎么多钱 但谁让手中有黑色巨蛇 几块鳞片 就能换到这所有东西 这黑色鳞片 因而手掌大小 刀剑难回 敲上去清脆悦耳 四斤飞金 四铁飞铁 是一件一物 加上是蛟龙所有 所以基本上是千斤难买 关道上 黑压压一片人头 围着小火车一样的敞篷马车 上面放着一条黑漆漆的巨蛇 听人群里的消息 似乎现太也要来拜见 这些影志平都不放在心上 最让他担心的便是 现在天气炎热 这巨蛇尸体 还能存放多久 思来想去 还是内功吧 人体本是回源一体 因偶尔少阳多阴 自然六病临身 而修炼内功 便可发挥出其中的奥妙 寒冰掌 寒冰真气等等 都是利用身体的阴脉 层层叠加 伤人性命 影志平博览三教经义 里面也有介绍 如今有七匹黄标马来拉巨蛇 自己坐在舌头旁边 正好可以用来试着研究寒冰真气 随即不再管周围的注目喧哗声 闭目开始实验 周围人群见状 慢慢停下喧哗 不紧不慢地跟着 一路上有半路加进来的人群 也有停下来离去的 更有一直跟着不离不弃的 影志平现在全身经脉俱通 以达先天之境 内力虽未圆满 但每时每刻都在增加 此时运转真气 简直畅通无阻 一片坦途 围在影志平身边的几人 原本被烈日晒得 正挥手扇脸上的汗水 可随后 突然感觉四周一凉 似乎来到深秋时节 纷纷对视 一脸惊疑 但都不敢出声打扰影志平修炼 其中一个年轻人 拍了拍同伴的肩膀 直向影志平坐的马车上 直见由影志平盘息而坐的木板上 竟然截起了冰霜 惊得众人目瞪口呆 不一会 影志平慢慢睁开双眼 脸带笑意 虽然比不了寒冰真气 或者玄冰神掌 但冰冻黑蛇还是没问题的 随即起身 摆开架势 手掌贴在赤色巨蛇头顶肉脚上 寒属性真气爆发 白雾缭绕 肉眼可见 一层层冰霜 顺着舌头慢慢蔓延向后方的蛇尾 所过之处 周围燥热顿时一清 凉爽振振 围观的群众都惊意莫名 赞叹影志平鲜长的法力 那些半路加进来 不怎么相信的 看到这种景象彻底幸福 人群中有丐帮叫花子 以及一些散帮游泳 知影志平身份 随后转开 影志平道号清禾子 是全真教首席大弟子 道门同道称其为清禾庙道 广化真人 于是 随行人群都尊称影志平为 广化真人 影志平哪敢自称真人 自以德心为力 要是贸然想此尊位 必受天地考验 一切冥冥中自有定数 但是他管不了别人言语 所以 美美自称平道 不再管一路凑过来的闲散人群 影志平继续打坐修炼 自以的长青功都快成了心病 要说五道炼制先天境界 就是修仙的开始 可自以经脉俱通 再次修炼先觉 也没感受到天地灵气入体 上次是那无名异花得来的那股气 并非灵气 早就散入全身 增长气力 修炼数次 毫无所得 令影志平心中烦闷 是这天地之号吗 可灵气消退 应该也会有残留啊 要不然 也不会有那些暗河里的巨蛇 雪山上的冰残 自以只要修炼到炼气一层 凭借着长青绝 岁数起码能到150 想想如今自以三十一二 岁月一世 追之不及 还能活多久 最后一条路 就是期盼脑海中的玄黄色圆珠 可以再次带自以转生 可自从上次得了仙法 就再也看不到珠子身影 相比于寄托于飘渺之物 影志平更看重现实 两日后 黑鸭鸭一群人 依然围着马车 尹志平终于赶到 和师弟李志常约定的地点 大圣关自古以来 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位于玉厄交界处 此时正是宋猛交战的前线 明代朱元璋 曾作诗 永大圣关两岸家耸 大圣关 金谷人民自网还 剑下韩泉声莉莉 路边摔草色斑斑 师兄 师兄 师尊 师尊 闭目养神的尹志平 隐隐听到 路边一声声熟悉的声音 第十三章 郭静 远远的 尹志平看到 黑鸭鸭人群外面 三个身穿信黄道袍的身影 当即站起身 跟对方招手 人群立刻分开一条小道 三人才 得以挤开人群 来到尹志平身前 师兄 这具蛇 刚刚在外围时 李志常出见 这么大的黑色巨蛇 也是震惊万分 毕竟谁也没有见过 二十多米的大蛇 此时 近距离接触 一看之下 大蛇黑色蛇躯 如生铁胶筑 赤红的蛇头带有肉脚 形似蛟龙 灵甲森然 即便死去 仍然气势破人 更奇怪的是 整条蛇身冒着寒气 李志常万分不解 所以才有此疑问 师侄风轻微 和徒弟张清风 近距离看着如此大的巨蛇 都惊得愣愣不语 尹志平淡淡一笑 路上碰见的 这畜生凶残骇人 正好打杀了 献给附会的英雄豪杰 李志常听的目瞪口呆 自已敬重师兄尹志平 并非武功 而是其德行 万万没想到 师兄武功居然如此厉害 并非尹志平不告诉李志常实情 而是以他们的武功 碰见里面厉害点的菩斯曲蛇 恐怕性命都要交代在哪 接下来 尹志平和三人坐上马车 继续向前行走 不一会 见前方数百珠骨槐 围绕着一座大庄院 房屋重重叠叠 数不清楚 真是好大的一份家业 各路英雄来来往往 人数繁多 但对比为在自已马车周围的人群来说 要稀少很多 呼听那庄园宽大的正门处 古月齐名 弹剑之客 庄丁两行排开 各路英雄都让在两旁 道路直通向影志平马车这里 大厅屏风后 并肩走出两男两女 其中一对夫妇 似是上下的年纪 男的紧袍玉带 长须飘飘 气宇轩昂 似是个文雅的富家翁 女的皮肤白皙 温婉动人 似是个贵妇 正是陆冠英和成瑶家夫妇 而另一对 男的粗布长袍 气度沉着 女的紫色愁衫 艳丽动人 正是郭靖和黄荣夫妇 尹志平早有所料 毕竟是黄荣是丐帮帮主 恐怕从他走到襄阳城附近时 就已经有人告知黄荣 郭靖理论上 算自己半个师兄 通过记忆 少年时 长教还命 自己前去沙漠找过郭靖 看看他的功夫 所以才有后面长教马玉传供郭靖的事 当年自已阴贤他害自己吃沙漠的苦楚 故意揍了他一顿 但自已也被江南气怪好一番痛揍 所以 关系算不上亲近 至于陆冠英夫妇 则是因为 成瑶家世世师姑孙不二的弟子 是自已师妹 关系很近 人群中 众人议论纷纷 不懂得都在打听 这是谁居然引得庄主夫妇 与郭大侠和黄帮主亲自相迎 尹志平眼力极好 在人群中四处观看 杨过这小子 看到自已 注视过去的眼神 立即匆匆躲在人群后面 不与自已对脸 这时 四人已经走到镜前 待看清三人身后 马上的黑色巨蛇 都面带金色 作为东道主 陆冠英夫妇当先搭话 疑惑这位师兄 为何带此巨蛇前来附会 指了指尹志平身后的巨蛇问道 尹师兄 你这是 尹志平也无甚架子 平易近人 陆庄主 成师妹 我途中 碰到这个畜生害人性命 顺手斩杀 想到天下英雄共聚于此 正好将蛇肉送来 功夫会的英雄享用 围观的众多英雄全都哗然 没想到这全真教的道士 居然如此大方 要知道 这般大的异兽 百年难遇 不说其肉大补 就算拿出去说 自己吃过这具蛇的肉 也是一件美谈 陆冠英和成瑶家听完 虽然惊讶 但心中却欣喜异常 满面笑容 拱手拜谢师兄的大礼 成瑶家从身后的奶妈手上 抱过一个女婴 多谢师兄大礼 这是师妹闺女陆颖洛 来 喊师伯 那女婴年幼 刚哑哑而语 说不清话 反而呆萌无比 令人喜爱 恭喜 恭喜 会后 带去重阳宫去见见孙师姑 想来 他肯定会喜欢的 成瑶家等的就是这句话 于是夫妇连连道谢 这时 郭靖和黄荣上前 尹志平和师弟李志常 连忙见礼 郭师兄 黄帮主进来安好 好 都好 郭靖早就忘了少年时的小摩擦 面色欢喜地 握住这个少师好友的手 拉过身后的郭福 徒弟师职也上前向几人建立 李爸 郭靖疑惑道 怎不见师叔师伯们前来 师伯师叔们 接到黄帮主的英雄帖 都说该当奉赵 只是马师伯身子不适 其余几位长辈 要助他运功疗养 难以分身 所以派了我和李师弟前来参会 向黄帮主告罪了 那黄荣容貌艳丽 如一颗明珠 令人赏心悦目 听闻此话 笑意盈盈说道 好说 好说 几位前辈太客气了 有广化真人前来 那是极好的 面对黄荣的捧场 尹志平也是礼节做足 几人携手同路 路上郭靖 还担忧马玉的病情 详家问询 甚是挂念 大厅上言习已经摆开 阴门外 有巨蛇这种异兽 基本全去围观 天色见黑 围观的群雄 才慢慢回到大厅 院内烛光照耀 里里外外张灯结彩 热闹非凡 一片辉煌景象 正厅 前厅 后厅 香厅 花厅 全部摆满了桌子 大致一算 恐怕有二百余席 天下有名的英雄豪杰 起码一大半都来了 主卫处 几人聊完家常 黄荣是个耐不住性子的人 向尹志平问道 尹道长 此等异兽浑身冒着寒气 是在河地打杀 尹志平知道瞒不住 毕竟从山里出来 在李家村停留过一段时间 所以不仅不慢回到 是在襄阳城外的一座深山里 里面有金色的怪蛇 头掌肉脚 行动快如闪电 非武功高强者 最好不要前往 这时 有家丁匆匆跑来 对着陆冠英耳语一番 陆冠英听罢 对着尹志平一拱手 尹道长 门外家丁说 那巨蛇刀剑南伤 浑身寒气 也无法弯折 带不进庄内 该如何处置 尹志平微微一笑 死蛇皮糟肉后 凡俗南伤 一会我将其带到正厅 摆在中央 攻群豪关上 等大会开始那天 有我主刀将其肉分割 拿去烹饪 陆冠英当然不会拒绝 这可是曾鸣气的大好机会 他都准备在黑蛇 落地处理一块碑石了 尹志平见他们 对着巨蛇 想要追根问底 自已可不会 给他们这个机会 指着群众中 一角落地方 一脸疑惑 杨过也来了 桌上几人连忙瞧去 郭靖和杨过 虽然分开数年 但他一眼就认出 是杨过无疑 满脸欢喜 几个快步过去 一把抓住 想要逃跑的杨过 第十四章 和杨过对话 郭靖抓住杨过的胳膊 见他穿得破破烂烂 满身泥污 心中难受 也不嫌杨过身上污秽 一把抱在怀里 对着正听端坐的黄荣喊道 容儿 你看谁来了 黄荣这时也认出了杨过 但他不似郭靖对杨过的喜欢 只是淡淡地道 好啊 是过来了 宴会后记得来找我们 他暗暗提醒郭靖 此时群雄以及贵客都在场 他们身为发起人 要以大局为重 杨过从小孤苦伶仃 性子敏感 加上头脑聪慧 自然听明白了黄荣的意思 也不愿做那讨人厌的孩子 挣脱郭靖的怀抱 我身上脏 别弄脏了郭伯伯的衣服 郭伯伯去陪贵客吧 顾儿 我怎会嫌弃你脏 我想你功课繁多 就没请你过来 你师父带你来的 真是太好不过 你师父照到掌纳 郭靖说着 就要拉杨过去正厅与他同坐 杨过有心说 判出全真教 另投他们的事情 可看到郭靖满是疼惜的眼神 有些说不出口 怕这眼神再露出失望之色 尹志平听到离了桌子 走上前来解围 郭师兄 是这样 赵师兄对待徒弟太过苛刻 手法也过于不当 致使杨过改投到了古墓派 另外 赵师兄一个月前被歹人所害 已经先逝 杨过与郭靖都大吃一惊 郭靖惊讶的是 杨过判出师门另投门派 那古墓派 上次自已也听秋师叔说过 就在全真教后山 且都是女子的一个门派 看到杨过现在这番模样 想来他师父也不疼他 心中更加自责 杨过惊讶的是 自已心中暗恨的师父 赵志敬居然突然死了 不管是哪个歹人害死了他 他都要谢谢对方 郭靖正要再问 却被尹志平拉回去郭师兄 今日天南地北的贵客颇多 我们稍后再说吧 郭靖想象也是 轻轻拍了拍杨过肩膀 嘱咐他之后去自己院里 然后随尹志平去主兵席上招待客人 主席座上都是顶尖大派的掌门或者长老 如大理一灯大师派来了手下弟子参加 桃花岛和丐帮自然算黄荣身上 少林寺早就封山百年不问世事 其余门派剧都是中原及南方各省顶尖的帮派 与丐帮全真教相比 过于弱小 北方门派因为战火侵扰 早就没了基业 事已不提 桌上大家讲了讲最近的江湖去世 有两个丐帮长老还对李莫愁颇有威严 认为他手段太过残忍 郭靖又谈了谈从襄阳守将吕文化那里得来的情报 若不是情况紧急 也不会号召武林举办武林大会 如今宋庭腐朽不堪 已经指望不上 自已等身后都有家人孩子 谁愿意生活在异族的统治之下 所以才号召中原武林群雄共抗猛员 九国三巡 作为主场邀请方黄荣 站起身来 感谢群雄的助力 随后定下基调 明日是英雄大会的正日 尚有好几路的英雄好汉味道 今晚各位吃好喝好 不醉不归 明日咱们再续正事 众多豪杰应声叫好 因为尹志平的异兽 路上这几天早就消息满天飞 都说全真教高徒斩了一头蛟龙 谁不想看一看 再加上刚刚豪杰们 听到尹志平要与各路英雄分享龙肉 于是性格满天飞 恐怕明日来的人只会更多 之后 就见宴席上 菜肴不断端上撤下 酒水一谈接着一谈 群好友开怀畅饮斗酒猜拳 或雇人再续旧事 热闹非凡 酒足饭饱 庄园内家丁接待诸多好汉 分房安歇 宴后 郭靖还在惦记着杨过的事 拉着尹志平和李志平 要和杨过分说 因其见杨过现在过得并不好 说明新师傅也不怎么善待他 于是想着能否让杨过 重新拜入全真教 陆家庄书房内 郭靖黄荣以及尹志平 李志平师徒四人分兵主坐下 郭靖喊来杨过 站立在一旁 小孩大胆无状 做出些荒唐错事 还不快向两位师叔磕头赔罪 杨过听完 不言不语 拧着头 动也不动 郭靖心中生气 这孩子太过执拗 怎么不明白 我这一番心血 就要再出言训斥 尹志平急忙阻止 郭师兄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杨过所犯错事 随着赵师兄去世 算是人死债消 不必苛责 杨过却是大声反驳 人死债消 笑话 尹志平 我敬你为人 你敢不敢承认 好大痛把我孙婆婆活活打死的事 说着想起孙婆婆对自己的好 更是咬牙切齿 这个仇 我一定要报 放肆 怎么跟你师叔说话的 郭靖猛然站起 斥责杨过 原本想做何事老 但杨过愤然发问 却是将事情闹得有些激化 黄荣心知 里面必有隐情 扶着郭靖再度坐下 反而看向尹志平 想要一探究竟 尹志平面对几人各异的目光 脸上古井无波 语气平平淡淡 我从全真教一路走来 路上被猛猿残杀的张婆婆 李婆婆数不胜数 孙婆婆死了 就死了 郭靖叔因为误杀孙婆婆 这些年悔恨不已 你练好武功 可前去杀他 郭靖叔说过 他绝不还手 在场几人都默默然 杨过还未有过同族被残杀的感触 所以听闻尹志平说 自己心爱的孙婆婆被杀 郭靖在说一件平平常常的事实 心中怒火冲天 脸色战红 吼道 你这贼道 满口假人假意 他绝不还手 你还要我练好武功 尹志平淡淡地点了点头 让你练好武功是为你好 你练不好武功 杀了好师叔 他的弟子要为师父报仇杀你 你练好武功 把要杀你的全真教门人全杀了 他们的后人也会好好练功 然后杀你 你 你 杨过被说得有些转不过弯 但总觉得哪里不对 硬着头皮道 杀就杀 大不了一死 郭靖现在总算明白了过来 看来这里面大有隐情 恐怕难以在续阳过 与全真教的师徒之缘 又觉得尹志平说的虽然是实话 可太过无情 想起自已年少时 从大漠入了江湖之后 可不就是你杀我 我杀你吗 心中微微颓然 既如此 那便罢了 一切看天意吧 尹志平健壮不再多留 对郭靖夫妇说 自已还有黑蛇要处理 便带着师弟 徒弟还有师侄去了大门外的广场上 黄蓉脸色有些忧虑 靖哥哥 尹道长行走坐卧颇有威势 我能感觉到 他内功深不可测 和以前相比 更像是变了个人似的 你看他还弄出个黑蛇一兽来到会上 肯定有自己的计划 会不会扰了咱们给大会 郭靖沉吟了一番 宽慰道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看他言语之间 仍然怜惜百姓 不必过多担忧 黄蓉突然看向一旁的书架 地上露出个绿色的脚丫 随后揪出闺女郭福 还有大五小五兄弟二人 正要斥责一番 该帮手下来报 有远道而来的豪客 两人只能嘱咐闺女 照顾好杨过 前去大门外迎接 郭福对杨过颇为好奇 但此时却是不问话的时候 少年人好奇心重 纷纷决定前去广场观看 尹之平怎么料理那个黑色蛟龙 第十五章 分解巨蛇 等杨过 郭福几个小朋友赶去 尹之平已经开始着手分割 那黑色巨蛇 不是尹之平着急 而是自己拉着巨蛇招摇过世 经过多天的发酵 民间都在传言 蛟龙出世 想当年 汉高族斩蛇起义 夺得龙脉 才能问鼎中原 这种迷信的事情上 南宋的皇帝赵云 和蒙古的大汉窝过台 都不会任由事件发酵武林中 就更不用说了 一个屠龙宝刀 都能惹得天下武林争抢 更何况传说中的蛟龙 此时 王场上 几个大大的火堆照的现场 亮如白昼 巨蛇 由于长时间 没有被尹之平的寒冰内里覆盖 外表的白霜已经消融 围观的人群丝毫不减 甚至连那吃完宴席 略带醉意的豪杰 走到巨蛇身前 对着硕大的赤色舌头 用脚往上一条 舌头飞到半空 手中铁剑铿枪一声 睁然出鞘 挥向半空中的舌头 如彩蝶落花 不着痕迹 只见点点火星闪耀 舌头在半空中翻滚不休 一片片赤色的鳞片 排着一条弧线 落在一旁的马车上 很快落成了一小堆 围观的群雄都瞪大了眼睛 如此神乎奇迹的剑法 简直让人大开眼界 杨国看得清楚 那是全真剑法 但似乎又揉杂着其他剑法 不管剑法如何 就这份威控的力道 都让人自愧不如 去除灵片的舌头落下后 尹志平跟庄丁借了把踢鼓刀 另一只手抚摸着冰凉的舌头肉脚 内力无声无息 渗透进脑骨之中 舌头的激励筋骨 骨骼间隙了然于胸 群雄只见尹志平摸了一会舌头 另一只手拿着踢鼓刀 似乎很随意地对着舌头就是一刀 接着手腕随刀身婉转 如行云流水 不着痕迹 不一会 手中的动作才停下来 徒弟张清风立即端着大大的木盘上前 尹志平双手端起舌头 平放于木盘上方 左右一晃 舌头上的眼睛 皮肉 脑子 肌肉经络 煞时间全部掉落在木盘上 而尹志平手中赫然是一个完整的 白森森的舌头头骨 长长的獠牙 足足有小臂长短 最让人惊讶的是 那舌头的头颅中央 竟然真有一个白色的独角 嘶嘶嘶 围观的群雄 纷纷倒吸口凉气 也不知 是惊讶尹志平的刀法 还是这个带脚的舌头 还未等围观的众人惊讶完 尹志平双手 在木盘中切落的东西方 一幅 顿时寒气直冒 刹那间冷冻起来 众人再度倒吸凉气 这种手法闻所未闻啊 实力深厚的 更是瞳孔急缩 他们清楚 没有绝世的内力 根本不可能做到这种程度 之后的舌身就好办很多 依法炮制 而且还单独留了 去了鳞片的舌皮 这可是一个好药材 随着雪白的舌肉 一块一块地 落在空余的马车上 尹志平手中刀影不停 很快 整个巨蛇的白骨赫然落地 众多肋骨上 不曾留下丝毫刀痕 尹志平将白骨舌头 按在白骨舌区上 一件精美的巨蛇骨骼标本做好 真如蛟龙在世 看在场所有人满目的惊叹 整个黑色巨蛇完全分解 现场有两码车鳞片 五码车蛇肉 一码车蛇皮 几盘内脏 以及一个大大的玉盒装着的蛇胆 所有人都暗暗择蛇 这蛇胆也太大了 跟婴儿头一般大小 这时 尹志平看到围观的 还有郭靖黄荣 他身边似乎是刚刚去迎接的贵客 应该是接替陆成锋的 太湖水道的首领 尹志平理了李衣服 对着郭靖黄荣略意拱手 郭大侠 黄帮主 我道教虽是出家人 但抗蒙的心绝不会变 尹志平拿着踢鼓刀 不时用内力对着鳞片一划 火花闪烁后 鳞片毫无损失 这些鳞片凡俗刀剑难伤 做成战甲 定能让将领们所向披靡 算是全真教的一番心意 郭靖黄荣大喜郭望 有了这些宝贝 会大大增加抗蒙的力量 纷纷感谢尹志平的援助 黄荣看着那个紫黑色的蛇胆 眼神闪了一下 最终还是开口 尹道长 我爹爹速来擅长炼丹 这个蛇胆你 还有其他用途吗 尹志平早料到会有这种事情 所以委婉拒绝道 实在抱歉 这蛇胆并非一般意义上去毒蛇胆 更重要的是 吃下它 可以瞬间增加三十年内力 一举成为一流高手 我尹志平一生做事无愧于心 但有一人 我心中有愧 所以要将这个东西当作赔礼 四周群豪顿时哗然 他们当中一辈子辛辛苦苦 熬到中年 大多还未曾达到一流高手境界 内功修炼 这门派不管是高深功法 还是基础功法 都必真自走 生怕外人学了去 大多数人拿着本基础功 或者大路活练到一辈子 垂垂老矣 幸运的才能达到一流高手境界 大多数泯然众人 更重要的内功 要和修炼者契合 如全真妻子 修炼到死 还是一流高手 跟王重阳的天赋相差甚远 看到围观的人群里 某些喝了酒的 都无法控制贪婪的欲望 一脸狡诈的望向尹志平 身后的愉合 主位 这舌胆已经有主 若有鸡鸣狗盗之辈 恐怕只会害了自己性命 做事前要好好思量思量 尹志平话音不大 却清清楚楚地 传到整个广场所有人的耳边 就像在身边说话一样 这份功力已然绝顶 黄龙一反刚刚喜悦之情 就知道不会这么安生 这样搞肯定要出事啊 早知道自己不多嘴了 随后 尹志平看向人群 朗声道 李家村的那个小子过来 人群一阵骚动 很快外围处挤进来一名衣衫蓝楼 一脸憨像的少年 原来正是尹志平刚出山谷 遇到的采药人那个村子 从村子一直跟到这里的少年 来到尹志平身前 那头就拜 拜见仙长 仙长红福 平道可不是什么仙长 不可如此称呼 你姓甚名谁 回道长的话 俺叫李青山 从李家村随行出来的 有四十五人 最终坚持到现在的 只剩你一个 你为何要一路跟来 俺爹让我跟着来的 让我拜您为师 俺爹就是那个尹道长出山的采药人 尹志平轻轻汗手 你怎么想的 俺听俺爹的 尹志平不经玩耳 好 你起来吧 这是我的大徒弟张清风 你先暂时跟在他身边 是 道长 憨厚少年不明所以 傻愣愣站到张清风身边 围观的好多少年 简直恨铁不成钢 这个时候还叫道长 真是个憨货 心中那个羡慕极度恨 杨过自从见到尹志平开解蛇区 就瞪大了眼睛 这还是自己认识的尹志平吗 他记得尹志平没有这么厉害 简直想不通 随后 师弟李志常招呼庄丁将冷冻的蛇肉拉到厨房 鳞片交给郭敬黄荣夫妇 自已和失职 徒弟还有新入门的憨傻少年 将蛇骨和蛇胆搬回正厅 尹志平要来一个蒲团盘膝坐下 放在门厅 正对着院子中央的白色蛇骨 身边就是紫黑色蛇胆 吩咐师弟 徒弟他们回屋休息 自已则在这里打坐 休息 顺便等来偷到的萧小之辈 第十六章 教导弟子 徒弟张清风 和新加入的憨厚少年 想要陪着尹志平守卫宝物 青山一路奔波 缺一小时 清风 你带他再去收拾一下 休息好 明日为师 还有事要你们办 两个徒弟离去后 只剩尹志平盘坐在大厅下 身旁木盘上摆着紫黑色的蛇胆 上面寒气缭绕 院内中央是一具二十多米的巨蛇骨骼标本 从头到尾 正好占据整个院子 从大门到正厅的道路 四周还有零零散散的江湖人士 在围着巨蛇骨骼打量 尹志平本来想要试试 所谓的江湖豪侠的底子 顺便黑吃黑 丰富一下自己的武功路数 可尹志平不知道 黄蓉作为射雕的女主角 黄老邪的闺女 能安安稳稳担任丐帮帮主十多年 并非如一般女主角一样 真善美 调皮可爱等等 我们带入郭靖的角色 当然爱死了这个小魔女 但当你带入对方敌人时 你就要提心吊胆了 根据黄蓉处理事情的方式方法 就可以知道 其性格诡计多端 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特点 现在也是如此 既然尹志平想要升点波折 他当然不会坐视不理 这不 那两辆马车 送给郭靖黄蓉的巨蛇鳞片 被推了过来 说一起看守 但谁看守需要小一百人啊 院子内丐帮弟子人挨人 铁制的棕油盆里火光闪耀 照得整个院子亮如白昼 这彻底杜绝了今夜的偷盗风波 一夜安宁 第二日一早 听说襄阳城的能工巧匠就要到了 两车鳞片慢慢被拉走 但院子里替换了另一波 丐帮弟子维持秩序 只因人越来越多 大多还是深夜赶到的 人数实在太多 原本占地百姆的陆家庄 反而感觉小了很多 屋子早已安排满 无奈 陆冠英命人乏树割草 开始在庄子外面搭建草棚 公远道而来的众多英雄休息 大院门外排着长长的队伍 都是想要一睹蛟龙神采的 虽然现在巨蛇已经被分解开来 但整条的蛟龙骨骼 看着同样令人震撼 纷纷感叹不须此行 更为期待晚宴上的蛟龙肉 师弟李志长 还有他徒弟封清威 以及自己的两个徒弟 都来到自己身边 听李志长说 要和自己一起做早课 这让尹志平有些无语 得亏自己一下山就跑路 真是在山里做早课做习惯了 一天也不缺啊 自己可不惯着他 编了个理由 让他们师徒俩自行去做早课 自己要教导俩徒弟武功 张清风看着师尊尹志平 懦懦地问道 师尊在这里教 他环顾一圈 全是丐帮的弟子 还有围着蛟龙头打转的参观者 离得这么近 真的适合教武功吗 尹志平眼睛一瞪 说什么胡话 武功分内功外功 其实还有一种也需要休息 那便是文功 尹志平的话 不止他徒弟一脸猛 就连四周竖着耳朵偷听的 也一脸诧异 要不是看在尹志平武功高强 早就开口嘲讽了 尹志平当然不会跟这些浮游之辈一般见识 也不屑于解释 有机缘者将来自会明白 青山 你十字佛 李青山恭敬回答 是的 师尊 英才要需要学习点药理知识 在私塾念过几年书 嗯 很好 那今天就和你们讲讲文功 不管师父如何做 两个弟子都恭恭敬敬 尹志平满意地点点头 开始朗声 讲起自然大道 大道无形 生育天地 大道无情 运行日月 尹志平声音不大 但却盖过了院内造杂的声音 其音似涓涓细流 让躁动的心一下 寂静下来 似乎有某种吸引力 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要明白其中的意思 院内造杂声渐渐小了 尹志平语速不快 反而很慢 没吐出一个词 似乎有千斤重 其音韵让人有种恍然之感 但听罢 困惑又起 一刻钟后 尹志平方才停歇 院内丐帮 以及远道而来的群豪 都静静体会精益的奥妙 可有疑惑 稍等了一会 尹志平才开口说话 这篇经文 重阳宫内早课时 偶尔也会念诵 张清风有些奇怪 同样的经文 为什么师尊念诵的 好似有了很大变化 但从小就养成的习惯 让其不敢多问李青山 因为心思纯粹 反而有什么问什么 师尊 经文说 天清地拙 蓝洞女静 俺看俺妖媚皮尸的井 经常掏鸟摸鱼 为什么会说女还是静 俺实在搞不懂 哈哈 大道深远 非一言一行所能全盖 如你所说 此话是有前提的 人少时动 而老实静 所以从一个生命整体而言 怎能说 不是男动女静呢 一个道理 需要在各种条件下 才能知其规律 名其运行 大道过于广大 不是一言一行就能盖数 我们只能管中亏报 多多了解 才有机会 一窥大道全貌 李青山懵懂地点了点头 似有所悟 旁边张清风因为觉得 师尊原本位移深重 现在突然平易近人了 总觉得有些怪 但听完师尊的讲述 自己心底也有疑问 所以咬了咬牙 还是问出来 师尊 请问我们都知道天是轻 地为浊 为何男动女静 要与其并列 尹志平沉映一会 才慢慢开口解释 天地有缺 所以才有我们的爱恨离别 三灾六病 因为我们就是天地 虽然只是天地的一小部分 但仍然要遵循天地的运行规则 天为轻 那么我们人必然有轻的一部分 地为浊 同样我们人也会有浊的一部分 经文将其排列 说起来是我们人的私心 我们想要如天地那样长生久世 所以需要知道我们人是什么 为何天地不死 我们如何才能像天地那样不死 是以我们会以天地对比人体 并向天地靠拢 同化 张清风呆呆发愣 这 他是头一次听到如此离奇的说法 有些道理 但细细想来又有些离经叛道 似乎看出了张清风的纠结 引致平宽慰道 自然方能而然 你太过纠结是非对错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混沌 你有你的道 我有我的道 所以何必纠结别人的道呢 张清风那那不言 似乎还在做思想斗争 群雄中有富有经伦者 如南帝坐下弟子 以前的状元郎朱子刘等 对引致平这番论调 颇有威严 但引致平在教导徒弟 他们也不好上去打扰 引致平摇了摇头 不再理会他们 起身去了客厅里面用饭 第十七章 漩涡中心 用完早饭 黄蓉安排的丐帮弟子 仍在看守着院内的蛇谷标本 引致平略微放心 挤开人群 往陆家庄外散步 两个徒弟也想跟在左右 却被引致平撵了回去 让大徒弟张清风 教导张清山入门内宫 小夕团团流 河水清澈 岸边柳枝清脆 别有一番景致 走着走着 却见路边有一抹 绿色锦衣的身影 引致平微微扫一眼 就知道是谁 等走到近处 才开口询问 黄帮主 可有事情 黄蓉人到中年 稚嫩退去 但美貌丝毫不减 一平一笑间 更添了几分别样的风情 他微微一笑 如牡丹花开 艳丽绝伦引道长 可否告知你的计划 引致平站起身侧 看向小夕对面的 低矮山林 声音坦荡 黄帮主 频道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来英雄大会 也是一切为了大会 你和郭师兄在武林名声在外 但只是团结武林 是不可能战胜蒙古大军的 你们在朝堂无任何势力 所以我准备以这个大会为契机 前去送庭看看 是否能有所帮助 黄蓉绝顶聪明 引致平刚说完 一下就明白了前因后果 好 引道长声明大意 我夫妇二人非常感谢 中午会将帮主之位传给卢游角 希望引道长前来观礼 黄蓉得到答案 转身要走 引致平急忙问出了心底 一直以来的疑问 好说 会去的 黄帮主 我有个问题 不知当问不当问 你都知道不当问了 还说出来 黄蓉有心对过去 又考虑到引致平不苟言笑 说了也是白说 于是 是一期赶紧问 他还要继续去教那个 榆木哥大卢游角打狗棒法 黄帮主 以你的才智 恐怕能猜到 如果大宋败了 郭师兄一定会宁死不退 你为何不在一开始就阻止他呢 黄蓉听完 似乎也有些困惑 这臭道是 怎么还管起自己的家事来了 没好气地说道 这不是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吗 金哥哥想要做的事 我为什么要阻止 他死 我就陪他一起死 尹志平看着黄蓉远去的背影 心中暗想 不愧是诸天万界都想得到的弦内住 小黄文我都看过 简直是对黄蓉的侮辱 必须要进 找一个溪流平缓之处 两三米宽的水面 正适合自己练功 尹志平一步一步走到河边 接着就这样直直地走到河水里 河水不深 随着尹志平往里走 很快到了腰腹 站在水中静静感受一会水流的力量 然后一步一步慢慢往后倒 直至回到河边 也不用内力蒸干衣服 仔细感受着 风吹的力量 与水面下暗流的力量向对比 接着再次向河水里走去 这下稍微好了些 最终水面隐隐没过膝盖 但之后再怎么努力 也只能达到小腿处 根本没办法做到 踩在水面上 如采地面 看来还是要去找找铁掌水上飘啊 这轻功失传的话 太浪费了 等中午时分 再度回到陆家庄正厅时 外面已经被围的水泄不通 几都没法挤进去 想了想 走后门吧 好一通折腾 才回到正厅大院内 正好看到卢有角接任黄荣 成为丐帮帮主之位 然后被人一阵吐口水 那些清白的口水 还不算什么 尤其是那些黄褐色的老坛 有的还带着黑褐色 也不知道是不是有私人恩怨 整幅画面 简直要多恶心 就有多恶心 尹志平生怕吃不下饭 转身看向自己身边 结满白霜的舌胆 也就在这时 外面一阵敲锣打鼓声响起 紧接着 邻甲相撞的声音进入耳中 只见大门挤满的人群 被强行分开 一时间击飞狗跳 但接着 一帮子披邻带甲的带刀士兵 一个个在前方开路 留足一条三人的道路 接着 一顶枣红色高官坐轿 被抬了进来 四个前后抬轿子的大汉 颇为雄壮 当前带路的是一个银甲将领 轿子后面跟着两个侍女 以及两个带刀侍卫 郭靖见状 快步走向那轿子旁边的银甲将领 拱手客气道 吕大人 这是因何事来此 原来那银甲将领 正是襄阳成手吕幻文 此时他脸色难看 不敢多言 只是指了指那顶轿子 宋时 非祭祀等庄重场合 百姓见官不用下跪 所以众多豪杰看到枣红色轿子 就能猜到是位朝廷大官 都注目而逝 很快 轿子来到院内停下落轿 一个身穿紫色官袍 一脸青色的中年男子走了出来 吕幻文连忙高声介绍 太子太保翁大人 前来寻娇龙祥瑞 原来是当朝权倾天下的贾四道 手下爪牙翁应龙 群雄听完介绍 无不面色一变 贾四道被民间称为蟋蟀宰相 本就是一个街头混混 啥本事没有 就凭着同父异母的姐姐当了皇后 之后几年 靠着枕边风连连高声 更是在朝堂上排除异议 弄全装横 残害忠良 江湖上对之恨之入骨 此时听到其爪牙前来 群雄眼中都双目一红 杀气引线 那汪应龙也是 见过大场面的 被这么多江湖人士包围 仍然不慌不忙 一脸正气 厉生呵斥 怎么 你们聚众闹事 想要造反 宇文患苦着脸 连忙回应 大人 怎敢造反 这些都是爱国的百姓 想要为抗击蒙古出一份力 所以在这选个头头 选个头头 你是襄阳成手 你不当谁当 大人有所不知 这些都是跑江湖的 不好约束 就让他们自己选个头头 岂不是更好 汪应龙带着右丞相贾四道 还有李宗皇帝的命令来的 上头万分紧急 汪应龙没时间追着这些细枝末节不放 环顾一周 朗声道 全真教太和子 尹真人何在 围观的人看向正厅处 尹志平缓步上前 一个棋手 平道正是尹志平 汪应龙见尹志平先锋道鼓 相貌堂堂 仪态大方 微微汗手 向黄都临安府方向 拱了拱手说道 尹真人 官家和假象听说蛟龙现实 想要带回皇宫 以证皇家龙脉 不知蛟龙何在 尹志平淡淡一笑 汪大人 百姓以讹传讹 不可尽兴 非是蛟龙 而是一头巨蛇一兽 尹真人 明心所向 天下人认为他是蛟龙 那他就是蛟龙 蛟龙在何处 尹志平听完 对着皇龙点点头 借着丐帮的人群散开 露出院子墙边处 一具长长的挨挨白骨 汪应龙何时见过 这种巨大且凶悍的蛇骨 加上其头颅上的骨角 心中反而对这事 蛟龙信了几分 不过好好的蛟龙 怎么只剩白骨了 第十八章 争议 尹真人 传说是一条黑色蛟龙 怎么成了一副骨头 尹志平 接过一位丐帮弟子 递过来的黑色鳞片 交给汪应龙 汪大人 这只是一只异兽 并无蛟龙的神奇 死了 血肉自然会腐烂 所以才削弱刘骨 可保数百年不朽 这是异兽身上的鳞片 到时候 带给丞相与官家即可 汪应龙仔细端向着 手中的黑色鳞片 心中泽泽撑齐 鹿手冰凉 因而手掌大小 似金非金 似木非木 很是神奇 但也知道 此处群雄环绕 不是个久留之地 只希望尽快离去 但官家还有一个要求 于是对着尹志平拱手道 不知尹真人 可否随本官回临安城 这是官家特意交代的 想要真人讲经解义 当然可以 不过英雄大会 马上就要开始 会上还有蛟龙肉可以享用 不知大人吃完宴席后 我们再行出发 岂不是更好 尹志平的话 让汪应龙心中纠结 一边是上头的主妇 一边是蛟龙肉的诱惑 也耽误不了多长时间 毕竟送到嘴边的肉 哪有不吃的道理 最后还是勉为其难的同意 郭靖吩咐徒弟大小五 指挥庄丁 迅速在主卫旁边 新添了一桌宴席 招呼吕文焕 还有温应龙 看守蛇谷标本的丐帮弟子 被吕文焕带来的士兵替换上 郭靖和黄荣 似乎已经有所预料 小小波折一过 和陆冠英一起安排宴席 群雄座位 开始慢慢上酒上菜 准备继续开始 接下来的英雄大会 卢有角作为丐帮新任帮主 还没说过话 于是在郭靖和黄荣的示意下 站起身来 开始说出此次大会的目的 红老帮主有令 言到近日 蒙古南清愈加平凡 百姓流离失所 命令我丐帮帮众 前来抵御外敌 现在天下英雄都在 我们需要想的法子 使蒙古达子 不敢再侵犯我们大宋江山 说完之后 院内群雄全都大声赞同 接着又是你一言我一语 讨论如何才能 使蒙古达子不敢来犯 性子急的 甚至说要夜袭蒙古皇室 下面自然由黄荣安排的拖来 挑起话题 说蛇无头不行 开始推举武林盟主 内厅作者的温应龙 见着数百人要选头头 冷哼一声 面色不渝 这不是在自己眼皮底下 剧众造反吗 尹志平岔开话题 向温应龙打听 林安城朝廷近况 温应龙思量一番 大致于尹志平说了说 正好省得进入皇城 不小心冒犯了贵人 一番诉说 尹志平已经有些明了 自已因那一花 精神力大涨 原本上学时快望的历史课 现在都了然于胸 虽然这个世界 并非真正的历史世界 但总的来说 重大事件都是相同的 比如在尹志平的记忆里 自已确实陪师傅邱处基 去见过成吉思汗 想到蒙古的蒙哥 恐怕已经继位了 这期间战火不断 自已要不要给蒙古降降温呢 正厅外面的院子里 推举来推举去 最终推举了洪七公来当蒙主 但其行踪不定 也没法亲自带领 退后一步 自然要选个副盟主 正在争吵选谁时 突然陆家庄外 哒哒的马蹄声如雷 似有千军万马之声 翁印龙面色一变 吕幻文猛地站起 郭靖拍了拍吕幻文的肩膀 实已没事 宴席上的陆冠英 立即去了院外 不一会 站马声停歇 只见陆冠英带着一行 高矮不一数十人 来到院内 大小五连忙安排座位 硬是在拥挤的席位上 添了一张桌子 请他们就坐 群雄一看 只见数十人 有身穿锦衣的公子 腰带弯刀的战士 还有身穿红色僧衣的喇嘛 细看之下 不似中原武林人士 郭靖认得 其中有上次重阳宫交战的霍都 知来者不善 但礼节也不能失了 请他们入座喝几杯酒水 但此时 那一行人中 有个领头的锦衣男子 笑着说道 叔父 不必麻烦 我只是想来寻得蛟龙 便立即返回 四周群雄听的大齐 不知这里面是什么关系 郭靖向那人看去 见面像依稀之间 确实有些熟悉 那锦衣中年男子 身旁的霍都 见状朗声道 郭大侠 这是我蒙古王子波绰 是你安达拖雷王的 第八子波绰王子 郭靖这才明白 原来是自己兄弟拖雷的儿子 怪不得看着面熟 但其话语中 说是来找蛟龙 那就是找隐师弟了 还不等郭靖说话 霍都指着一个身材高瘦的和尚 向郭靖继续介绍 这是在下师尊 人称金伦法王 是大蒙古国的第一护国大师 那高瘦藏僧猛的一睁眼 眼中金光四射 颇为射人 群雄听了 都相顾恶然 自己等人聚会商议 如何抵御蒙古达子 怎么蒙古达子的王子 护国大师都来了 想要跳起来大骂一番 但考虑到那王子 叫郭大侠为叔父 所以都面面相去 不好说话 汪应龙和吕焕文 郭靖也有些头疼 这该怎么办 黄蓉轻轻摇了摇他手 给他一个眼神 郭靖立马明白过来 兵来将党 水来土野 既然是来找尹师弟的 就交给尹师弟好了 不必如此称呼 如今 我为大宋抵挡你们 往事不要再提 你要的蛟龙 刚刚已经被尹道长许给大宋 喝完酒就请回吧 什么 霍都脸色难看 难道被人杰族先登了 正在这时 吕焕文派去的清兵已经回来 对着吕焕文而语几句 吕焕文对着瘟应龙摇了摇头 这些全被那蒙古王子波绰看在眼里 同时他也注意到 院子里那一排大宋士兵挡住了什么 他虽身着锦衣 但面向凶悍 一看就是杀人引野之辈 此时对着郭靖 却恭敬有加 父王在时 经常念叨叔父 既然叔父执意如此 那便罢了 接着对内厅尹志平坐着的这里说道 哪位是尹真人 请出来一见 尹志平站起身 慢慢夺步过去 行了一个骑手 平道便是 波绰也同样回了一个蒙古礼仪 做得滴水不漏 我爷爷天克汗铁木真 曾向你师父邱真人 请教过养生和治国之道 我大哥蒙哥素来敬仰 听闻尹真人斩杀蛟龙 所以派臣帝前来询问 能否将蛟龙交于克汗 相信真人能分辨亲谁 才能一统天下 内厅作者的吕焕文 当即站起身来 怒喝 好不要脸 刚刚不是说了 蛟龙引真人已经答应给了我们 一帮蛮夷 不懂先来后道吗 波绰脸色似笑非笑 凶狠的表情像是在忍耐着什么 沉声反驳 先来后道 笑话 宝物有德者居之 一个苟延残喘的宋朝 也配拥有蛟龙 你 吕焕文 翁硬龙纷纷怒喝 院内带刀士兵 撕拉一声 亮白的刀锋出鞘 院外拉弓声 马蹄声震震 似乎在猎阵对峙 第十九章 蛇胆归属 金伦法王立刻挡在波绰王子身前 宴席上的群雄也反应过来 纷纷抽刀 拔剑 金伦法王看着数不清的武林人士 脸色一变 张口出声 声音厚重 这就是中原的武林豪杰 你们只会以多欺赏吗 尹之平连忙打起原场 波绰王子 蛟龙纯属流言 只是一头巨蛇一兽而已 当当郭大侠已经说过 你们来晚了 我已经答应交给朝廷 这是天意如此 波绰环顾一周 脸色略微有些难看 给了金伦法王一个眼神 金伦法王从尹之平一出来 就一直盯着他 他实在看不懂这个道人 全身上下似乎看不出练武的痕迹 要不是手拿一把宝剑 还以为是个专攻道文的道士 可越是这样 他心里越是戒备无比 如若没有武功 如何杀得了蛟龙 如何做得了高位 拿起手中带着历齿的金伦 对着尹之平行了一个佛礼 江湖上 比武论输赢 如若小僧侥幸赢了道长几招 请将蛟龙交于王子 尹之平淡淡一笑 也不拔剑 金伦法王在蒙古处处受人敬仰 见尹之平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心中恼怒 手上力道更是加了三分 挥手就要攻向尹之平 可刚刚抬起手 却突然停了下来 他看到尹之平双眼闪过幽光 顿时眼前一黑 对身体没了知觉 在外人看来 只是看到那藏僧 刚要抬起手中的金伦 就立马停了下来 面色呆滞 尹之平双眼幽光隐隐说 我认输 金伦法王脸色呆滞 看到蒙古王子 被这样制住 纷纷吆喝 希望唤醒法王 霍都更是指责尹之平 使用妖术 这正是尹之平 在古墓石壁上学的遗魂大法 黄蓉脸色有些惊讶 他已经看出尹之平使用的武功 角落里的杨过更是震惊 这武功 尹之平怎么会的 此时 金伦法王面色呆滞 口中刚说我字 脸色立马变得有些痛苦 似乎在挣扎着什么 尹之平轻易一声 心中暗道 看来就算自以精神力 比金伦法王要高尚许多 但其自幼学佛作禅 意志坚定如铁 遗魂大法 有些控制不住 在其说出第二个字认 快要说出第三个字书时 立马睁开眼睛 满头大汗 一脸惊恐地看向尹之平 要知道高手厮杀 除非势均力敌 不然眨眼间就能定胜负 自已一时不备 中了招数 差点命丧皇权 心中惶惶 一身锦衣的波绰王子 脸色无比难看 心中更是惊慌 这道人居然有这种邪门法术 但身在敌人包围之中 还能怎么办 苦着脸 拉回金伦法王 尹真人 道法高深 让人大开眼界 我们认输 蛟龙之骨不在体 尹之平淡淡点头 波绰王子见尹之平并未生气 再次客气说道 尹真人 您师尊与我蒙古天克汗讲道时 我大哥还曾见过 心中一直向往 所以想要请尹真人前去讲道 不知尹真人能否前去 尹之平面带歉意 波绰王子 太不凑巧 我刚刚已经答应官家 前去临安讲道 等我归来 再去面见蒙哥可汗 你看怎么样 波绰王子心中气闷 真是处处受制于人 无奈 也只能答应 要是一件事也没办成 自己在蒙古皇室还怎么混 群雄看见蒙古人吃别都神色兴奋 纷纷收起武器 黄蓉上前 只希望尽快办了这个英雄大会 不然还不知道要出什么幺蛾子 正要说话 突然 人群中一阵骚动 只见门厅外面 近来一百亿少女 他在门厅一站 人群都鸦雀无声 实在是此女子太过惊艳 脸色白嫩 自容秀丽 眼中纯真自然 不识人间烟火 他周身如笼罩一层烟雾 似非俗世之人 众人心中只觉得 纵然天仙也不过如此吧 角落里的杨过 脸上狂喜 从墙角处一跃而起 抱住小龙女 嘴里大叫 姑姑 姑姑 两人互诉中常 似小情侣般 说着再也不分离的话 尹志平能说什么 真是倒了八辈子没 来到这世上 当了倒是不说 还要被别人喂狗粮 自以前是 因为尹志平这个名字 从小孤寡到大 狗粮还没吃够吗 既然小龙女来了 那就赶紧办完事溜了 省得看他们和郭福的爱恨情长 于是 夺不上钱 打断二人的甜蜜世界龙姑娘 频道有一件东西给你 杨过恼怒的瞪了一眼尹志平 真是个没眼色的臭道士 小龙女有些懵懂 你为什么要给我东西 我心中有愧 希望这件东西 能弥补我的过错 尹志平说着 对正厅内挥挥手 张清风立刻端着个 大大的木盘子出来 上面盖着一个黑色的颈部 快步走到师父身边 龙姑娘 这是在下斩杀异兽所得 这枚蛇胆 吞服后 可增加三十年功力 说着 拉下黑色颈部 露出里面 一颗布满白霜的紫黑色蛇胆 四周群雄虽然听说过 但再次见到 仍然呼吸一致 金轮法王眼神如电 他的 龙像般若公 要是有这颗蛇胆提供内力 恐怕很快要能练到下一层 小龙女看着木盘子上的蛇胆 白霜并不能掩盖上面的血迹 她有些嫌弃 要生吃 是的 尹志平点点头 那我不要 我不知 你为什么愧疚于我 上次你教我的烤鱼 就当你的 小龙女话还未说完 就被杨过轻轻拽了拽手 杨过可是听郭福 和大小五兄弟说 偷蛇胆 偷蛇胆 听到耳朵都起降子了 很明白这颗蛇胆的作用 自己要是吃了 孔功力恐怕都要直追郭伯伯了 那是天下 谁还敢欺负他 再说 这臭倒是心甘情愿送的 不要白不要 小龙女见杨过对这蛇胆有益 也不觉得出而反而不好 低头看着杨过 既然罐喜欢 那就送给罐好了 尹志平吃得很撑了 不想再吃狗粮了 直接木盘递给杨过 杨过满眼放光 但他向来机灵 对着尹志平说道 尹道长 这蛇胆都冻住了 怎么下口 还有你说 能增长三十年功力 就能增长吗 谁知你是不是胡说哄骗人的 徒弟张清风 被杨过怒目而视 尹志平当然知道 这是杨过怕手拿宝贝 被群雄惦记 如果不立刻服用 那郭福大小五兄弟 恐怕会央求黄荣问他要 心中知道杨过的想法 但也不点破 随手一抚蛇胆 冰霜煞时间溶解 笑呵呵的道 当然 你说的有道理 反正恋化也很快 就让天下英雄做个见证 第二十章 盟主 冰霜溶解 很快露出血淋淋的紫黑色蛇胆 看得杨过满脸嫌弃 可想到 只要能吃了这个 增加三十年内力 加上原本自已的 这天下哪里不能去 自已父亲的死因 和姑姑笑傲江湖 这些触手可得 再看到周围一双双 或贪或蓝羡慕的眼神 杨过也是个果决之人 心头既然下了决心 便直接抓住木盘上的蛇胆 捧着婴儿头大小的蛇胆 杨过眉头紧皱 在小龙女一脸担心的表情中 张口咬下一大块 大口咀嚼 紫色的胆汁顺着嘴角留下 令人心生不适 本来以为苦涩无比的蛇胆 居然清香无比 还带着丝丝甘甜 杨过大吃一惊 张口结舌 唇齿间的紫黑色胆汁 让其面容可不 他立马将手中的蛇胆 递给小龙女姑姑 来尝尝 这蛇胆居然有点甜 小龙女看到她这副可怕的样子 哪敢信 杨过平时就爱捣蛋 自己可不会上她的当 于是连忙摇头拒绝 杨过见小龙女态度坚决 也不强求 反而质问起了尹志平 尹道长 你不会骗人的吧 我吃了一口 怎么没见增长内力 尹志平淡然一笑 你没感觉到腹部温热吗 赶紧吃完 不然效果要打折扣 杨过感受一下 脸色一变 开始化身饕餐 大口狂炫 吃得汁水似箭 中原群雄以及蒙古来客 看得那是眉头紧皱 但为了仔细观察这蛇龙胆的作用 都一言不发 紧紧盯着杨过 几口炫完舌胆 杨过腹中温热 已经如汪洋大海般汹涌 正所谓量变引起质变 杨过无暇他顾 腹内的庞大能量左冲右突 令丹田生腾 所以立即盘坐在地 五星向天 全力运转内力 杨过内功所学颇杂 但学习的内功 无异不是天下一等一的 有九阴真经 逆转经脉 蛤蟆功 玉女心经 全真心法 杨过知道 作为江湖文明已久的 九阴真经 最为高深 一经断骨篇 甚至能一直增长 修炼者的习武资质 这也是后期杨过内功 深不可测的原因之一 虽然没有学权 但已经足够受用一生 运转九阴真经 丹田内的内力 瞬间隆入大海 周身经脉一一打通 杨过周身微风乍起 看得群雄瞠目结舌 片刻后 杨过猛地睁开眼睛 双眼神光一闪即逝 哈哈大笑一声 长身跃起 居然跳得有九尺来高 让他喜不自胜 小龙女见杨过 像是个猴子般上蹿下跳 无嘴轻笑 郭静满面笑容 黄蓉则是面无表情 似乎在想些什么 其余人羡慕有之 极度有之 不易而足 尹志平见杨过已吸收完毕 微微一笑 怎么样 可有增长三十年内力 杨过一掌拍出 内力浑厚 打得空气震荡 又是哈哈大笑一声 尹道长说少了 增加得不止三十年 见杨过承认 尹志平也不含糊 转身对着小龙女说道 龙姑娘 杨过内力大增 我心中对你的愧疚一消 以后咱们各不向歉了 杨过和小龙女听完 心中一正 如此大的厚礼 尹志平到底做了什么事 对不起小龙女 俩人对视一眼 都找不到缘由 见尹志平要走 杨过心中有些坠坠不安 由于他以九阴真经恋化舌胆 内力起码增长了一半有余 已经可以和求千任级别的对刚 内力的骤然大涨 让其心性不稳 他有心一事自以武力 于是面对尹志平师徒离去的背影 他一个闪身来到尹志平身后 一把抓向其肩膀处 口中喝道 尹道长 何不说一下 你有何事愧对姑姑 尹志平任由他抓住自己肩膀 慢慢转身 我不喜欢别人拍我肩膀 转身后 同样伸手向杨过肩膀抓去 杨过急忙松手 想要躲开 可那大手 好像一整片天地压了下来 必无可避 砰的一声 杨过差点跪下 肩膀简直像被一个大山压住 紧咬牙关 内力运转 如平地起风 向上挣扎 可全然无用 脚下地砖咔咔作响 脚面已经没入地板 要不是浑身内力鼓荡 浑然一体 恐怕早就瘫软在地 眼见局势瞬息变化 全场的人都为之一愣 唯有几个顶尖高手满脸慎重 因为他们内力有成 神觉敏锐 明显察觉到尹志平根本没有动用内力 金轮法王更是心中狐疑 这倒是难道学过自己的密宗绝学 不然为何力气如此之大 小龙女旧徒心切 但他不觉得尹志平是坏人 所以只是出掌 想要将尹志平震开 尹志平徒弟张清风拔剑刺向小龙女 也就在这时 郭靖一个纵身飞到场中 人还未落地 手中的降龙十八掌已经使出 猛地拍向尹志平 尹志平看都没看功来的郭靖 一只手仍然压着神色痛苦的杨过 另一只手运起内功 掌对掌 直接和郭靖对了一掌 两掌相交 中间空气炸响 剧烈的波动 吹得围观的群雄须发齐飞 近处几人更是不由自主地倒飞出去 压倒身后一片人 紧接着 郭靖脸色一变 感觉一股无法抵挡的庞然 大力汹涌而来 身体不受控制地往后连连后退 尹志平纹丝未动 而被尹志平压在手下的杨过 因两人之间的对战再也坚持不住 一口血喷出 软倒在地 所有人全都哗然 因为看到郭靖手掌上虎口处 竟然在往外渗血 这时 小龙女打晕了张清风 连忙跑来抱气倒在地上的杨过 尹志平朗生说道 没有大爱 休养几天就会痊愈 不会伤了他根基 声音频频 但却传至每个人的耳朵旁 整个大会的气氛才为之缓和下来 郭师兄的武功 尹志平佩服 加上郭师兄常年驻守襄阳 我推荐郭大侠做这个副盟主 诸位意下如何 群雄你看我我看你 哪敢说个不字 金轮法王更是一脸不怨 但想到尹志平的武功 恐怕自已上去反对 也是必败无疑 郭靖到底是石胜人 他这回颤抖的手掌 已经恢复过来 抱拳客气道 尹师弟功力 可比当年天下第一人 重阳祖师 副盟主理应由尹师弟来担任 尹志平连连摇头 郭师兄 我一心修道 看不惯蒙古大军残害百姓 才鼎力相助 对副盟主之位并无兴趣 此为由郭师兄来当最为合适 师兄你就别推辞了 接着又转头看向院内群雄 主委可有异议 院内众多群豪侠客 见他俩都分好了 拿胆反对 于是七嘴八舌 大声叫好 纷纷同意尹志平的观点 第21章 林安 大家都同意 郭师兄就不要谦虚了 有郭师兄在 襄阳城固若金汤 陆庄主 请问蛇肉厨房是否做好 天下阴豪可都等着呢 尹志平一番话 定下了盟主之位 好了 好了 众位英雄 快请坐下 蛟龙若这就上来 陆冠英笑着招呼所有人坐下 陆冠英端起一盘蛇肉 剥开上面的香菜叶 夹起一块来 朗声介绍蛇肉做法 这蛟龙肉 由全真教引真人亲自割下 装内厨子 自从拿到龙肉 便绞尽脑汁 做了十几道菜打样 因龙肉自带清香 所以最后选出最符合 和龙肉特色的做法 清蒸龙肉 众位豪杰倾享用 此时群雄早就急不可耐 等待蛟龙肉上桌 看到盘子里洁白的清蒸肉 都觉得新奇 如此精英的肉 从来没见到过 杨过被小龙女 搀扶着去了内奸 尹志平不甚在意 招呼主作的几位 共同品尝蛇肉 众人加上一块送过口中 只觉得清香扑鼻 口齿流香 怎么品 也品不出肉味 入肚后 附生暖意 有些跑江湖的老手 心下一惊 知晓这是大补之物 于是甩掉了面皮 手速飞快 嘴里那是嚼也不嚼 整块吞下 等其他后生 再想吃上一口 盘子里除了些汤汁 空无一物 让人哭笑不得 吃完肉的 没有不夸赞其肉神奇 趁着气氛热闹 尹志平对桌子对面的 南地一灯大师的弟子 朱子柳说 听闻祖师 将本派先天神功 存放于一灯大师那里 朱兄回去后 可否告知令师 尹志平处理完俗事 回前去拜见 朱子柳神色正重 虽然知晓这一件事 但师尊如何想法 做徒弟的 怎好替师父做决定 尹真人放心 我回去后会将话带给师尊 尹志平微微汗手 修为有成 就算这次不说 回到崇阳宫后 师尊还有几位师叔师伯 也会跟自已商议此事 听说先天宫 是一门先天境界的功法 南地拿了这么多年 还是没有什么长进 看来他也无法修炼 自已虽然武功高强 已经有天下第一人的实力 可也未高出很多 面对千军万马时 总有戾气耗尽的一刻 为今之计 只能继续修炼 争取修到无视皇权的地步 犯后 尹志平与众人告别 随温应龙和李幻文上了马车 往临安方向离去 英雄大会后面发生何事 尹志平一概不知 但英雄大会上的事情 却随着各路英雄返回 而传遍天下 天下第一教全真教 再次名传天下 又一个天下第一人 在全真教冉冉升起 蒙古和南宋朝廷 相继争强尹真人 让整个江湖津津乐道 蛟龙的神奇 也为大会增添了一份神秘色彩 而之后更是爆出大瓜 那个得了蛟龙宝物 一跃成为一流高手的少年杨过 居然是个大逆不道之徒 要去自以师尊为妻 惊得天下群雄目瞪口呆 这种事情 让杨过一时之间 被推到封间浪口 且不论中原武林如何喧哗 尹志平一行仕途三人 已经快要走到临安 师弟被尹志平留下 作为全真教代表 听从郭靖后续安排 只带着两个徒弟 跟随南宋太保温应龙 前去临安拜见官家 长长的官道上 一行披甲带刀的士兵 围着一个二十米多长的森白蛇谷 慢慢行走 蛇谷仍然架在由尹志平 先前制作的组合式马车上 唯有车头处的马匹 换成了黑色战马 负责护送的士兵 都是临安城的禁军 锁甲 长枪 短剑 寒光四射 令人声味 队伍最前方 一座宽敞的马车上 尹志平已经换了一身行头 身穿紫色八卦阴阳衣 手持浮沉 腰悬宝镜 身背长剑 宽袖大袍 眼光流转 目含神光 若不是嘴上无虚 任谁看到 都不得不称赞一声 先锋道鼓 世外高人 这时路上尹志平安排 张清风买的夸张着装 只因心中一个念想 前世总听说某某道长 一身行头 镇得富贵人家 一口一个仙长 心甘情愿 逃出万贯家财 那装逼的做派 自己终于可以亲身体验一番了 想想都很好玩 坐于尹志平对面的翁应龙 神色敬重 早已没了先前英雄大会上的例行公事 在见识过尹志平的非凡手段 明白这道人是有真本事的 很快 在离林安城最近的一个管义处 车队不得不停了下来 只因前方有一营都城 守备军拦路 还未等队伍领将呵斥 翁应龙急忙将其推开 一脸谄媚地快步走到都城军前方 单膝下跪 大声道 丞相 属下不负所托 请来了全真教引真人和蛟龙 隔离一小会 都城军里才慢慢让开一条通道 只见几个男男女女侍从 簇拥着一个身穿紫色宰相 官服的中年男子走了出来 那男子 三角眼 一脸掉锒铛 手中提着一个精致的小竹笼子 里面一个硕大的蟋蟀 在大口吃着清脆的嫩叶 边走边对笼子里的蟋蟀小声说着 乖儿子嘞 好好吃 吃饱了 身体壮 你要是再生病 又要折腾你爹我了 那蟋蟀 口渠 口渠 得发出一长一短的声音 似乎在回应 男子健壮 又是连番夸赞我的大号 大家记得这甲四道就是个街痞子 吹牛那时张口就来 掌兵时 跟蒙古各种签订称臣条约 然后斩杀了身边的知情人 转身向皇帝邀功 说 自己打退了蒙古大军 得了皇帝各种封赏 几年后 蒙古忽必烈督促对方履行约定 但甲四道装傻冲愣 狠狠耍了忽必烈一次 是个两面三刀的市井小人 但其也有优点 比如养蟋蟀 甲四道除了爱斗蟋蟀 还写了 训练蟋蟀去斗 蟋蟀生病了怎么解决 因其研究含有深刻的感情 所以简直比前世的一些宠物饲养大权 还要细致 要是甲四道能在前世养蟋蟀 妥妥的 以为千万级网红啊 甲四道眯着三角眼 走到温应龙身边 满面笑容表示他心情不错 可能是他的蟋蟀 已经康复的缘故 蛟龙在哪 斩杀蛟龙的尹真人呢 温应龙连忙起身回道 丞相 请 就在后面的马车上 第二十二章 见甲四道 甲四道看到尹志平下车 并没有先去见尹志平 而是直接越过 去了被禁军护卫的蛟龙 巨蛇虽死 但煞气犹存 人类或许不会察觉 但虫鸟走兽最为敏锐 随着甲四道离巨蛇跃进 手上笼子里的蟋蟀 顿时停下进食 然后鸣叫声也没了 等禁军放开道路 甲四道隐隐看到 露天马车上的缝隙间 有不少白色肋骨 顿时停下身来 轻声安慰 我的大号 那畜生已经死了 不要怕 不要怕 可平时非常听话的蟋蟀 确认甲四道怎么哄 也不停下撞笼子的动作 甲四道生怕刚刚痊愈的心肝宝贝 撞出毛病来 吩咐手下拿着笼子 退回驿站等候自已 甲四道面沉如水 汪应龙明白 这是惹怒了丞相 尹真人恐怕要遭刁难 想到尹志平的本事 恐怕也不是个受气的主 心里忐忑不安 心中思量着 怎么应对一会的局面 很快 一行人走到马车旁边 甲四道 就算已经成为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丞相 见惯了世间奇悟 但也是头一次 见如此之大的蛇骨 无数森白的肋骨 如蜈蚣腿般 密密麻麻从头到尾 猛看之下 让人不禁生出满身的鸡皮疙瘩 加上这蛇骨 精美无缺 简直像个艺术品 再看白骨头上的尖角 心中顿时相信了 传言非虚 这可不就是蛟龙骨吗 围着蛇龙骨走了一圈 眼中金色人未退却 心中惊讶 谁人能斩杀这么大的蛇龙 虽然惊讶着蛇龙骨的珍贵 可甲四道并不好这一口 这种涉及到黄泉的东西 他就是在一手遮天 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收藏 这时 尹志平已经慢慢夺步走来 几个都城守备兵 伸出长刀 拦住尹志平的去路 翁应龙见状 连忙走上前来调解 士兵在远处甲四道的示意下 才收刀放行 翁应龙领着尹志平 走到甲四道身边 那甲四道原本眼中的金色 被怀疑替代 他少年时 常年混迹于街头香港 赌场 青楼 对尹志平这套行透 简直熟得不能再熟 他对这些招摇撞骗 骗吃骗喝的道士 心里可是门青 且尹志平还少了三尺长须 这不是更次 就他这样能斩杀蛇龙 不会是深山野林里剪的 胡吹大气说 是自己杀的吧 甲四道狐疑地看了一眼 翁应龙 见其行动举止 对尹志平似乎颇为尊重 看来这倒是有点真本似的 那就是一试他 尹志平来到甲四道身前 一甩品相一般的银白浮沉 双手行个起手里 嘴里一声高鹤 如唱戏般 拉足了腔调 说了一句 无量天尊 这般做派 不只看待了尹志平身后的两个徒弟 翁应龙都待了一待 甲四道更是想起了 早年自己被一个臭到是骗前的事 脸色一阵腻挽 尹志平见众人似乎不买账 有些疑惑 这 是自以姿势不对 甲四道怎么说 也是当了丞相的人 早年的街溜子 脾气也磨下去不守 没有发颠 身子顿了顿 随意地拱了拱手 听闻尹真人斩龙 今日一见 果真是神仙中人 久仰 久仰 这看得翁应龙又是发起了愣来 丞相怎么还学起江湖人说话了 对于甲四道敷衍般的商业互吹 尹志平可是当了真 浮沉又是一甩 朗声道 甲相为天下百姓日理万机 平道也是佩服得很 哪里 哪里 不值一提 不值一提 甲相谦虚了 谦虚了 这犹如儿戏般的场景 也就是甲四道能办得出来 但甲四道左右 就会那几句武林间的客套话 还是小时候听话本记下的 肚子里实在没活 只好开始公事公办 隐真人 本相顾念官家的安危 所以才提前来此 先行检查一下 还请真人不要介意 信了你的鬼 还没见到皇帝呢 就被你截胡 你说你顾念皇帝的安危 真是找得好借口 再说 还有一路随行的翁应龙 安全的是归你管 尹志平心中吐槽甲四道 但也不能明说 让身后徒弟张清风 将证明身份信息的杜蝶 交给官吏检查 装模作样 做了一番流程 甲四道开始露出真面目 真人常年身居钟南山 对本相可有了解 尹志平信口胡周 了解不多 只知丞相爱惜动物 可见是个心善之人 对于尹志平的回答 甲四道似乎有些不满 陈寅一会才一脸为你着想的样子 对着尹志平说道 尹真人 官家可能会问到朝事 为了避免真人在陛下面前难堪 我就与你叙说一番 这是要交代 自己在皇帝面前应该说什么 不应该说什么 成人的世界可不就是这样 看破不说破 心知肚明即可 尹志平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根本懒得记下这些胡言乱语 老神在在 吉里呱啦说了半个时辰 也不知道怎么有这么多话 最后甲四道似乎也累了 想起了要试一试尹志平本领的事 尹真人 本相素来欣赏能人一世 真人既然能斩杀蛟龙 想必本领非凡 可否露一手 让我掌掌见识 尹志平微微一笑 丞相客气了 丞相见多识广 平道的微末道横 在丞相眼里不值一提 不过这夏日燥热 一生火毒 毒入心肺 便会生出无数病来 就如刚刚丞相的蟋蟀 孤阳不生 冷热均衡 才能百病不生 说着从贾四道身后 一个女侍者手上的篮子里 拿出一株翠绿的青草 这是贾四道为蟋蟀用的 尹志平一手拿着青草根部 另一只拿着银白色的浮尘 轻轻在翠绿的草上浮过 顿时一个冒着寒气 叶子上满是白霜的青草 出现在众人面前 贾四道双眼一亮 这把戏 他可从来没见过 直接伸手抓了过去 只觉得手中青草 似是刚刚经历了寒冬腊月 冻得实实的 微微用力 草叶便如琉璃般断裂 心中暗暴 看来这倒是有点本事 想要再开口看几个戏法 可翁应龙在旁边 小心翼翼地提醒贾四道 贾相 官家还在宫内等着呢 贾四道看了看日头 已然到了晌午 为了官家的安危 午饭都没吃 自以为了风雨飘摇的大宋江山 可真是操碎了心 和尹志平摆了摆手 留下一句 刚刚所说 可解引真人难处 便在身后人的簇拥下回了驿站 不一会 整个营的都城守备军 围着一个宽大精致的马车 向临安城方向离去 汪应龙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委婉道 尹真人 丞相这一单个 我们原本定在驿站的午饭 恐怕来不及吃了 马车上还有些糕点水果 可否委屈一下 尹志平并不在乎这一点委屈 可惜了 这早起就赶路的士兵们 恐怕要饿肚子 到晚上才能吃到饭了 于是上了马车 也不跟汪应龙客气 该吃吃该喝喝 洒脱自在 就这样 一个时辰后 管道上人群渐渐多了起来 人喊马丝 颇为热闹 掀开马车的连部 只见前方 一座高大古朴的城墙耸立 临安城到了 第23章 皇帝赵云 刚入城门 临安城外 已经围了黑压压一片 看热闹的百姓 有的看到庞大的巨蛇骨骼 脸色惊恐 磕头跪拜 有的甚至焚香点烛 以求平安 很快 一队城内进军 骑着骏马前来迎接 手续交接完后 在新进军的护送下 长长的车队 慢慢地进了城池 由于骄龙骨过长 只能走城门 直达攻城立正门 街道上 可谓人山人海 大路两边的楼上 挤得人挨人 甚至屋顶上都站了一些 只为观看着 传说中的骄龙是什么样 待见的如此巨大的白骨 都惊呼连连 骄头接耳 喊叫声不绝 车队很快甩开围观的街道 进入皇城 攻城南门 立正门前 皇城司宫内侍卫前来接手 南宋进军又名皇城司 由于宋太祖赵匡应 杯酒是兵权 所以对兵权格外看重 所以设置的一种特务机构 是宋代进军官名执掌恭敬 刺探情报 类似于明朝的锦衣卫 只听命皇帝一人 不受任何人的管束 内城外城 以及宫内 都是轮流直守的 就算甲四道一手遮天 仍然没有染指过进军 宫内进军检查了一遍 车队的所有东西 只带着骄龙骨 尹志平 翁应龙进了城门 尹志平让两个徒弟 先去找个客栈休息 等自己消息 和翁应龙前去宫内 南宋皇都位于临安城 比起曾经的都城要小很多 不过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竟显江南的园林风格 很快 尹志平被带到宫内名堂殿 在门外烧战了会 才听到内侍前来通报 前去觐见陛下 这宋礼宗赵云 显然和甲四道不一样 并未先去看蛟龙 而是先见人以示尊重 说是宫殿 也只是 类似一个大大的客厅 并未有北方宽广庄重的气势 高座上 端坐着一个身穿红色 通天官服的中年男子 虚然如己 面色庄严 不愧是理学的代表 一身打扮 很是有理有据 也是一位在位较长的皇帝 早年被全臣史密远控制 忍了十来年 等史密远死后才轻症 也做出了一番政绩 虽然流于表面 但也使得南宋国立威生 加之连猛灭金 报了当年靖康支持的大仇 声望达到顶峰 但随后出兵继续攻打洛阳 被蒙古埋伏 主力损失殆尽 北伐耗尽了多年来的国力 皇帝赵云失了锐气 开始固守一方 慢慢贪图享乐 死后被藏僧绝尸 头骨盖被做成酒杯 令人唏嘘 这时 内侍高声唱和 全真交引真人拜见 尹志平在宫门口等候时 就被内侍叮嘱了一些简单的规矩 因此听完贺唱 立即甩着浮尘行了个道理 浮身无量天尊 平道尹志平拜见陛下 嗯 听闻真人斩龙 蛟龙在何处 高位上的皇帝赵云淡淡地道 请陛下跟平道一关 可 之后 内侍安排皇帝一仗 一行人跟随尹志平 到了外面停放的蛟龙谷处 皇帝赵云一关之下 久久无法回神 此物虽是骨骼 但已经能看出 确实很像传说中的蛟龙 这让其想到了北宋时期 疯狂追逐长生的几位先皇 到了南宋年间 已经逐渐开始严格管理道教 一些弊端 或者妄言全部驱除 是因为空耗国力 也未能见到成效 所以自南宋开始 当权者对其已经不抱希望 宣扬时受理学影响 也只是宣扬道教的伦理思想 行善积德等等教义 没想到自己在位时 居然能碰到传说中的神兽 真是踏破铁鞋无腻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此时的皇帝赵云 已经失了锐气 正是贪图享乐之时 猛然碰到这种神物 欲念作祟 如何不喜 如何不惊 当即态度180度大转弯 和颜悦色的向影之瓶请教 敢问真人 即是蛟龙 可有奇物现实 影之瓶心知肚明 自然明白 回禀陛下 这实际上并非蛟龙 只是一只异兽 但体内却有奇物舍胆 可使人天力增兽 老而迷奸 随行的众多侍从顿时一惊 心想这倒是可真敢说 皇帝赵云脸色狂喜 奇物在何处 已被平道诵人了结因果 皇帝大师所望 拍了拍蛟龙骨骼 触感真实 心中开始起疑 如何证实奇物效果 影之瓶对答如流 陛下有皇城司 可去探查那得了平道宝物的少年 看到皇帝赵云仍然面露一色 又说道 平道今年三十有一 敢问陛下贵庚 什么 你居然三十一岁 朕还以为你才二十出头 说完长叹一声 朕也大不了你几岁 今年已经三十七 老太净险 事后还要向真人请教养生之道 影之瓶微微汗手 陛下 相比知晓江湖人士 如今朝廷供奉的三山俘虏龙虎山 茅山 阁造山等道家门派 都是练到成仙之辈 但而今 天地灵机不存 如何能修成 也无法练成仙丹 所以我中南山全真派 退而求其次 顺应天时 修到练气 以求长生 皇帝赵云大感兴趣 朕听说过江湖的打坐练气 可过于耗费精力 因此荒废朝政 实在不适合修炼 影之瓶继续拱火 传说 古时有灵丹妙药 如今对应内里 也有相应的灵药 如刚刚频道所说的奇物舍胆 便可直接令人成为一流高手 就是等其古稀之年 也可行动如风 百病不灵身 皇帝洗上眉梢 命人将蛟龙谷送进内裤 亲手拉着影之瓶 去了一处偏店 里面白沙缭绕 内里捉以齐全 到了内间 才看到韭菜 都已摆放整齐 皇帝赵云拉着影之瓶要同坐 但被其连连拒绝 最后坐于皇帝下手按台处 接着 一群相风袭来 一对身着透明轻沙的武女 来到偏店 赤脚清点 身姿如柳叶浮风 婉转美妙 身上隐秘处若隐若现 惹人遐想 皇帝赵云连连劝酒 感谢影之瓶赠予的祥瑞蛟龙 这是天命在送 有蛟龙镇压 早晚要收复北方山河 影之瓶戒律是不能饮酒的 但谁让自己师尊带头喝 这项戒律对自己形同虚设 皇宫内的酒还没品过 这一喝之下 感觉比酒楼里卖的 确实要好上三分 香味扑鼻 不过 请自己看这么暴露的舞蹈 是几个意思 自己可是手身如玉的清白道士 但不看白不看 这么古典的舞蹈 需要细细品味 才能领悟其中的奥妙 第24章 封赏 皇帝赵云见影之瓶目不转睛 盯着众多白嫩的大长腿 猛瞧 以为是一位孤明钓鱼之辈 但打眼在一戏瞧 见其墓中并无银邪之意 似乎只有对美的欣赏 心中对尹之瓶 暗暗赞赏 酒足饭饱 巫女退下 皇帝赵云说道 尹真人 你献祥瑞有功 想要什么赏赐 尹之瓶将杯中 清酒一饮而尽 辣味入侯 香气入肺 正色道 若陛下心中有意 可否将赏赐换些粮草 送于襄阳守军 哦 那边不是太平无事吗 怎么还要粮草 回陛下 若是没事 平道岂会去襄阳参加抗蒙大会 蒙古达子日益逼近 意在襄阳 扰得欲恶边界百姓苦不堪言 我们江湖人士 谁会想生活在一族统治下 所以才聚众商议对策 皇帝赵云一脸不可置信 怎会如此 假象说蒙古遵守约定 分毫为犯啊 可能是消息传递过慢 平道参加大会时 蒙古八王子波绰 和护国大师 金伦法王陶儿皇之的 闯入大宋界内 蒙古大军在前线日益增多 不得不防 哈哈 没想到尹真人作为修道之人 还对家国大师这么关心 你这要求 我答应了 谢陛下 皇帝赵云又问 尹真人 刚刚你说的内功之事 可有什么推荐 平道推荐 我派全镇新法 因其中正平和 不管如何修炼 都无走火入魔之威 皇宫内想必也有擅长内功的护卫 陛下可详细询问 可修炼内功 须心无旁骛 朕事物繁忙 可有什么类似异兽舍胆 那种奇物增加修为 尹志平 本就想借助朝廷的力量 搜寻奇物 所以想了想 开始诉说自已知道的一部分 内力说起来 实际上就是炼化元气所得 想要快速获得元气 就要寻找元气充沛的东西 如千年雪餐 昆仑山盘桃 天山冰残 菩斯驱蛇的蛇胆 万年河首屋等等 千年雪餐 是百草仙赠予郭襄的礼物 被郭靖辨认出 可以增加三五年的功力 昆仑山盘桃 同样是大补之物 白猿未报张无忌救命之恩 常常采摘盘桃给张无忌吃 所以修炼九阳神功 才进展迅速 天山冰残 是由坦之结合 一斤斤塑成的一种内力 菩斯取蛇的蛇胆 是襄阳城外的峡谷内的毒蛇身上才有 万年河首屋需要到深山老林里寻找 顿了顿 尹志平又说出一样东西 江湖传闻 少林寺似乎有大环丹 也可以增长内力 但具体丹药还有没有 不得而知 少林寺想要封山渡过乱世 尹志平可不会惯着他们 尹志平说的很多 皇帝赵云差点听花了眼 自已坐拥半个天下 找些大补元气之物还不容易 听完之后 那是急不可耐 就这样 尹志平直接传授全真心法 让内侍从宝库中选些珍贵药材 俩人在店内 尹志平动用自己的先天内力 让本来要花几个月 才能感受到气感的修炼 直接塑成先天内力醇厚无比 顺着赵云丹田处 一一打通淤色的经脉 最终成一个完整的周天 陛下 可感觉到内力的神奇 赵云站起身来 激动万分 他能感觉到 自从身体里多了这股气 自已精神 身体素质都好了很多 而且有种直觉 这股气越强大 自已身体会越好 这是实实在在的体验 可这种体验 却不是谁都能有的 让一个先天高手 来给一个半截身子入土的人 打通经脉 除了亲儿子 没人会这么做 耗费如此多的内力 尹志平额头微微见汗 店内摆着一盒和珍藏的宝药 这是皇帝大献之时 留着给皇帝掉口气用的 但现在这些可不是给赵云准备的 而是给尹志平准备的 虽然作为先天高手 花费如此大的力气 来给一个人打通经脉 不会伤了根本 几个月就能恢复过来 但尹志平可等不起这几个月时间 尹志平让皇帝赵云自已 吃些宝药修炼试一试 自已则如牛角牡丹般 大口开炫 打开一个个墓盒 什么千年人参 百年雪莲 各种珍稀草药 疯狂往嘴里塞 看得赵云心惊肉跳 留了一节人参 准备自已修炼用 俩人就在偏店 打坐了整整一夜 数日清晨 赵云从打坐中睁开眼 心中若有所失 自已配上大补药 修炼一整夜 内力才增长一丝 想起昨日尹志平身上 浑厚如海的内力 自已与之相比 如萤火和浩月一般 这让赵云怎能甘心 等尹志平打坐完毕 就急忙询问 哪种增加内力的宝药 最容易获得 陛下 襄阳是宝地 附近一个峡谷里 菩斯驱蛇数不胜数 但普通人去了 只能命丧皇权 只有武功有成者 才能猎杀此蛇 另一个容易得到的 就是问少林寺 有没有大还丹 这是最容易的两种方法 襄阳离此有七八百里远 等到了临安 恐怕蛇胆都腐烂了 陛下 身困临安城 何其无奈 只要陛下修炼有成 再带一队 全部由内功高手组成的队伍 天下没有军队或刺客 能杀得了陛下 此后便是龙月余也 又有何物能困得住真龙 赵云厅的心中豪情万丈 世间之事 本就好坏参半 得到什么就意味着你 必然会失去什么 身为皇帝 得到了至高无上的权力 同样也失去了自由 人并不是神 被杀就会死 要不然赵云晚年 怎会贪图享乐 谁想浑浑噩噩 如朽木般过完一生呢 都是无可奈何罢了 此时的赵云想到 自已率领一堆武林高手 如古之赵云 去了蒙古草原 直插对方皇宫 来得三进三出 才是大丈夫所为 在自已疆土 不再担心任何危险 加上无上的权力 这才是真正的天下之主啊 可接着又担心起朝政 若我离去 在你的绝对力量面前 谁能反抗 权臣专横 那就直接杀 这天下永远是陛下的天下 死了一个丞相 底下无数人也会抢着来当 皇帝多疑 前律散去 又增心疑 尹真人因何提此建议 只为打破门派陋袭 如今武林秘迹 基本全把持在各大派手上 口口相传 传男不传女等各种陋袭 使得诸多绝学武功渐渐失传 武道之路日益示威 所以平道只想光大武道之路 试着能否从武道走出一条长生路 但这需要全天下人的共同努力 而有此能力者 唯有陛下 尹志平一番话语 让皇帝赵云心下震惊无比 你也想要长生 陛下 我修道 难道不就是为了成仙 成仙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活得久吗 武道内力是平道找到的最直观的长生路 陛下经过一夜修炼 内力的好处 应该有所感触不是吗 皇帝赵云久久无语 内心似乎在做挣扎选择 尹志平见此 知晓不可能因为自己一番言语 就能让皇帝改变主意 他肯定要调查取证后 才会做出决策 自以来南宋皇都的目的已经到达 再留下去也没有意义 便告退离去 但尹志平和赵云一夜打坐修道 却早就传遍了朝堂大大小小的观勋之家 因为这是皇帝第一次整夜参道 许多当年的老臣都想到北宋时期 那些对道教长生金丹 痴迷到疯狂的帝王 很快 几天后 在赵云收集完所有信息后 宫内传出玉旨 封全真教为国教 尹志平为护国法师 好 清禾庙道广化真人 统领国教诸般事宜 又暗中命皇城司 召集军内各种武道好手 组建贴身带刀侍卫 搜罗天下宝物 第二十五章 百姓 朝堂众臣一听 顿时炸开了锅 以甲四道为首的官僚集团 更是百般阻挠此事 但皇帝赵云 已经不再是那个身不由矣 醉生梦死的皇帝 其态度之强硬 前线消息 判定甲四道未能尽忠尽职 欺上瞒下 面对铁证如山 当场撤下了甲四道丞相之职 其余一切失位裹素的 该降职的降职 该查办的查办 整个朝堂顿时一清 而此时的尹志平 已经带领两个徒弟 跟随禁军押运粮草 去往襄阳 丝毫不知朝廷的风赏 知道了也不会有什么反应 各取所需罢了 襄阳城前 一队长长的队伍 车马粮草自重 一眼望不到头 这其中不仅有襄阳的粮草 也有前去宝地 驻扎使用的资重等军用物品 护卫左右的 都是禁卫军中 身具内力的武者 皇帝赵云将禁军中 休息过内功的 分一半前来取宝 皇宫大内实际上 并不缺内功高手 很多年老的江湖散人 要么去深山隐居中老 要么就去朝廷隐居 想想清福 想当年黄药师徒弟驱临峰 清宫绝庙 劈空掌灵力非常 为了偷大内宝物 还不是被御前侍卫 活活打死这时 禁军副统领庞冲 来到尹志平身前 拱手道 国师大人 陛下吩咐交接完粮草 续国师带领 前往蛇谷驻扎 尹志平淡淡点头 嗯 放心庞统领 你等随平到弟子李青山 前去李家村 我处理完事务就来 是 国师大人 这时 襄阳城守将吕焕文 携同郭靖前来迎接 一见面 吕焕文当即行了的大礼 他要来了粮草 不必客气 吕大人 快快请起 粮草已经运来 吕大人接收即可 但记得按人头 前来驻全的武林人士 也要有一份 天上掉下的馅饼 白给的 分出去一些也不心疼 吕焕文当即欣然同意 去和旁冲交接手续去了 郭靖一脸欣喜 但尹志平身份转变过快 所以惊讶地说不顺话 恭声拜见 国师大人 我 尹志平连忙制止 拉住郭靖的手笑着说道 郭师兄何必拘于法理 赵就喊我尹师弟即可 你知道我并不怎么在乎 国师不国师 而是想要守住襄阳 所以才出此下策 那怎么行 国师就是国师 有国师在朝中帮忙 我心中的担子终于可以放下 走 快随我进城 一路奔波 先歇歇歇歇 尹志平暗暗无语 就是名满天下的郭大侠 随着年龄越大 深受世俗的影响也越深 诸城理学都能压到他身上去了 可自己是方外之人 可不想这样 国师兄 师弟说真心话 不可如此称呼 你我都是武林众人 还是按师兄弟称呼吧 至于你说的放下担子 恐怕太早了 俩人边走边说 哦 尹 尹师弟为何如此说 郭师兄 我探得一处宝地 就在襄阳城外一处山谷内 里面有个宝物 名叫菩斯驱蛇 其蛇胆可以为我等武林人士增功天力 所以我上报官家 引其重视 襄阳城破之威自解 所以之后还需要郭师兄主持 我还要回中南山继续修道 郭靖大喜过望 连声叫好 但心底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有了宝物 真能保住襄阳 要是荣儿 在身边就好了 她肯定能想明白 可以想到荣儿 顿时发愁 自已刚刚组建抗猛联盟 事物繁忙 根本走不开身 荣儿身怀六甲和闺女郭福 以及徒弟好几天都没个人影 实在令其忧心不已 尹志平看出郭靖眉头的愁绪 出声相问 郭师兄为何愁眉不展 可是出了什么事 郭靖为难道 是加是 荣儿有孕在身 已经好多天未曾见到 我已经写信给岳父 但心中依然忧虑 尹志平知晓 黄老邪可是个户女狂魔 黄荣不会有一丁点事 仍然宽慰到郭师兄不必担心 吉人自有天相 黄帮主不是潜伏之人 定会逢兄化吉 带我忙完事务 帮忙去寻找一下 感谢师弟帮忙 来 先在府中休息休息 俩人走到襄阳城内 一处宽大的院落门前 上面两个大字 郭府 从其前后六进的院子 还带着假山花园 就知道郭靖才是那个有福之人 棒了个富家千金黄荣 怎会缺衣少食 尹志平进了客房 问出心底疑问 郭师兄 杨过怎么不在 郭靖又是一探 我本想将福尔许配与他 谁曾想他 竟然要和师父结为夫妇 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勾当 和我对拼几场 和他师父一起离去了 尹志平心中暗道 就算有自已的影响 最终还是会走回老路吗 下人送上饭菜 尹志平匆匆吃吧 开始打坐练器 两个徒弟被打发 跟随旁冲 前往普斯取舍峡谷外的李家村 也就是尹志平新收的弟子李青山的老家 尹志平打算休息一番 再带着禁军去那处深谷 毕竟不知道 里面还有没有其余危险 小心为妙 休息一夜 弃完神族 一大早和郭靖匆匆告别后 就准备前往李家村 北上途中 忽见大路上尘土飞扬 惊奇如云 一队蒙古铁骑 如滔滔大浪奔涌 马上蒙古士兵背负铁弓 腰垮弯刀 黑压压一片 威势射人 但又行了一段路程 到了一处破败的村子 从这个村子一路向西 便能到李家村 可与上次相比 这处村落已然破败不堪 像被洗劫了一样 村庄内只剩零星几个老道 走不动路的老人 在残缺的乌射间 向影置平观望 就在这时 沉重的马蹄声响起 北边方向飞奔过来六匹剑马 马上据是全副武装的蒙古士兵 当先一人手持长枪挑在半空 枪头上插着一个三四岁 满身是血的瘦小女孩 小女孩还未死透 随着马蹄的颠簸 发出一声一声的嘶哑哭声 那六位蒙古士兵 见到前方一个道士在路边 大声用蒙古语喊着 让路 让路 但影置平动也不动 只是看着他长枪上挑着的孩子 那蒙古士兵见状 长枪插着小女孩 树立半空 猛地连人带枪 砸向影置平 影置平常见煞时间闪过 切断从头顶砸下的长枪 另一只手掌心向外 内力透体而出 猛地一推 那攻击影置平的蒙古士兵 顿时连人带马 像是被炮弹撞上 骨骼近断 落在十几帐外 成了一滩烂泥 抬起手臂 接住落下的小女孩 只见面前 是个瘦得皮包骨头的汉人小女孩 肚子上被长枪刺穿 肠胃已被搅烂 就算放到前世 也就不活了 小女孩嘴角流着血沫 就不活的小女孩 满脸血水 纯真的眼神中 带着对生的西纪影置平 第一次眼中落下泪水 他轻轻抚摸了一下 满脸痛苦的小女孩 一掌震断女孩心脉 而这时 另外五名回过神的蒙古士兵 立马弯弓搭建 五只箭矢 飞速临近影置平身前 危险铃声 惊醒了沉浸在悲痛中的影置平 他嘴巴微张 说了一句道号 无量天尊 肉眼可见的波纹 从口中向面前的五根箭矢迎去 两者相碰 箭矢瞬间粉碎 被冲击波扬起 飞散在半空之中 看到五名蒙古士兵 目瞪口呆 半天没回过神 尹志平可不会等他们回神 长剑一甩 似一条银白的皮链 瞬间穿透五名蒙古士兵的脑袋 转了一圈 自动回到剑桥之中 这是短距离 先天内力隔空运力 能达到的极限 杀完人后 尹志平下了马 走到一棵树下 一掌向下 土地顿时炸出一个小坑 尹志平原神记忆里 虽有战乱杀戮的记忆 可对于穿越而来的尹志平来说 更像是在看一场电影 这次亲身体会到战争的残酷 心神受到巨大冲击 看了看破旧村子里 偷偷摸摸往这里看的人影 尹志平心知自己救不了他们 村里能走得动的 早就跑了 只剩这些将死之人 恐怕他们也做好了 和这个自小养大他们的村庄 一起走向死亡的准备 默默叹息一声 刚要上马 地面开始震动 北方出现一片洪流 马蹄声如雷 足有一个营的蒙古士兵骑马飞奔 很快到了尹志平身边 前方一个头领 远远看到路边的蒙古战马 还有同伴尸体 直接拔出弯刀 带队冲向尹志平 望着冲向自己的几百人马 尹志平心中只有木火 战争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拿老弱妇如杀来取乐 抽出铁剑 对着身旁的小树一划而过 小树硬生断掉 这时 蒙古骑兵已经冲到身前 尹志平不慌不忙 脚尖轻挑 小树飞入半空 一掌拍出 炸裂成一片碎枝烂叶 洋洋洒洒从空中落下 蒙古骑兵挥舞着长刀 还有几步远就能砍到尹志平头上 尹志平周身微风乍起 那些洋洋洒洒落下的碎叶 顿时停在半空 随着一股凶悍的气息 从尹志平身上喷涌而出 那些空中的碎叶 纷纷化作利刃 猛地冲向前方 满脸是杀的蒙古骑兵 一个照面 人扬马斯 不管是兵或者马匹 浑身上下都是血洞 尹志平身前方圆十米内的蒙古骑兵 全都栽倒在地 血液横流 蒙古缺精绍铁 又被人称为马上民族 为保持机动性 只有皮甲护身 为身着领甲 这才在尹志平一手大范围攻击下 死伤无数 前方倒地的尸体 已经成了绊脚石 后方急性的骑兵 立即调转方向 纷纷从两侧方向 对尹志平进行绞杀 虽未看清尹志平刚刚具体手段 但蒙古兵骁勇善战 近身打不过 立即改变策略 开始远攻 整齐划一地再站在马背上 弯弓搭建 远程射击尹志平压力陡增 刚刚一气之下 使用的几招 耗费了太多内力 丹田内只剩半成 但也无惧 吃了那一花后 自已力大无穷 站着杀他个一天一夜都没问题 手中铁剑挥舞 射来的箭矢全被挡住 但那些蒙古士兵 就是不近身 如两条盘旋的龙斑 在尹志平四周穿插游走 加上蒙古士兵 都是一等一的弓箭手 站在马背上 也能射准目标 面对四周射来的箭 尹志平常见挥舞 实在太累 索性直接撕下道袍 挥舞得密不透风 这才能稍微歇息 我就不信 你们有这么多箭 不多时 几轮猛射之后 蒙古士兵身上的箭矢全被用完 但死了这么多人 回去更没法向领将交代 蒙古士兵向来汉勇 眼见见识杀不死这道人 那就直接拿刀杀 知晓这道人武功高强 会是邪法 这些蒙古士兵纷纷下马 十人一组 呈围杀之阵 向尹志平杀来 这些蒙古士兵 少了马匹的速度 在自己眼里 简直慢如蜗牛 面对劈头盖脸 四面八方砍来的弯刀 还未等落下 尹志平身子一转 手中长剑 化为一道剑光 一闪即逝 那些围攻的蒙古士兵 顿时上下身分为两半 长子内葬留了一地 其余不幸邪的再次上前 仍然落个上下分离的下场 一时间血腥未刺目 尹志平脚下长袍 白子都染成了红色 连续死了几十人 几个擅射的小队长 开始从后面捡些箭矢 在手下士兵举刀攻击时 暗放冷箭 但尹志平灵爵敏锐 身法太快 就算手上施展箭法 身子也能左闪右闭 几番轮功 又死了百事号人 都快堆成了一个小山 和这妖道拼死 根本就是白白送命 心中有了退役 便直接后退 跨上身边的战马 想要催马离去 尹志平岂能让其说来 就来说走就走 一个猛虎下山 从尸堆上跃下 跑得慢的手起见落 人头落地 之后手脚连用 不管是脚下的碎石 还是砍断的弯刀 一个个全都被踢飞 化作暗器 了结了那些骑马逃跑的士兵 旁边破败的村庄里 那些走不动路的老人 早就被吓破了胆 没人敢看 血液汇集成小溪 向村子里流 尹志平轻轻喘气 头一次全力杀人 不仅有些疲惫 刺鼻得血腥未冲得脑袋炫韵 加上杀红了眼 尹志平血红的眼睛 望着流淌的血色小溪 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走过去 竟直接盘坐在血水里 任由血液轻染全身 闭目养神 修起了仙法 目睹小女孩的惨状 失了平常心 加之后来的屠戮 让尹志平心头阴霾笼罩 邪念滋生 可以吸人内力 严重的 甚至身体的血气 都被吸收殆尽 成为干尸 既然天地灵机不存 那作为万物灵长的人 难道不能吸收吗 根据此想法 尹志平将这些刚刚死去 散发出的血气 当作灵气来修炼 或许能炼制炼气一层 也说不定 说做就做 此时的尹志平 全身经脉畅通无阻 因天地灵气枯竭 头顶百会学 虽然能连接天地之间的能力 可没了灵气 只能沟通次一点的能量 即使这样 四位高手 几天几夜都不力竭的原因 但王重阳好像 晋升先天时出了问题 不然不可能匆匆去世 此刻尹志平 慢慢感受着 周围散发的气血 用内力化作漩涡 准备从头顶百会学 吸引血气化作能量 来练成长青诀 第27章 邪法 随着尹志平有意吸收血气 头顶百会学猛然一震 四周浓郁的血气 如百鸟归巢 纷纷被吸到血窍中 被浑厚的先天内力裹挟着 经过经脉流转 被吸收一空 刚刚消耗的内力瞬间充满 内力接着继续大涨 一路高歌 浓厚的雾状内力 经全身流转 汇聚到丹田之中 隐隐有化作液体的趋势 但内力流动间 似乎带有一丝血色 影之平贪婪地吸收着周围庞大的血气 浑然不觉血色的内力 实力的飞速提升 让其心中邪念大增 只想要更多的血气 武林中 悉心大法 悉人内力都要舍去八九 只留一分 更何况直接吸取血气之力 血气之中 含有不同人的精气神 杂柔在一起练化 不可避免沾染上 战死的士兵 都是杀人引野之辈 冲天的杀戮意志 让影之平脑中 一个念头越来越重 杀 不一会 四周血气吸收的一干二净 影之平猛地睁开双眼 双眼血红 因吸收不到血气 心中狂躁 想要血气 要更多的血气 恰在此时 村庄内的老人 窝在破房子内 等了好久都没听到战场上 再出现厮杀声 就带着胆子拄着拐杖 想要出来翻找些吃的 五六个老人 正在路边死去的 蒙古士兵身上 翻翻找找 影之平血红的双眼 红光一闪 心底的杀戮欲望不可抑制 缓缓起身 向六个老人走去 身上白色的长袍内衫 早被鲜血染红 如披着一身血衣 加上一双通红的眼睛 手持坑坑洼洼 满是血迹的铁剑 整个人如厉鬼寻仇 害人不已 两个听到脚步上的老人 回头一看 当场被吓得晕死了过去 本就是血流成河的场地 猛然一见到这种恐怖的厉鬼 谁能不怕 其余四个老人 听到身旁栽倒在地的声音 慢慢回头 看到满身是血 通红的不似人眼的影之平 当场下的摊在地上 手脚并用在地上匍匐爬行 可几个身弱力小的老人 怎能比得过影之平 被追到一棵树下 气喘吁吁 已经再也动弹不了 抱着树干闭目等死 影之平眼中 红光大闪 露出一丝残忍的微笑 扬起铁剑 就要下手斩了老人的头颅 坑坑洼洼的铁剑 在半空中甩掉一串血珠 就到铁剑快要斩到老人脖子上时 却猛然停下 早就不堪重负的铁剑 煞时间碎裂成片落在地上 这惊醒了闭目等死的老人 他身上突然生出一股戾气 连滚带爬 逃向破败的村子 影之平站立原地 一动不动 双眼望着刚刚老人身下的一块松软土堆 正正出神 那是影之平埋葬小女孩的那个地方 看着这块小土堆 影之平脑海逐渐浮现起无数念头 心中滔天的杀意竟慢慢减退 血红的双眼也渐渐恢复清明 过了片刻 他僵直的身子突然弯腰拘了一躬 谢谢 接着 旧地盘坐 朗生念起了 太上旧苦经 为其超度 源源之祖气 妙化九阳经 威德不释放 黄黄现真行 清朗的旧苦经 传遍整个血色战场 晕死的老人 逃命的老人相继醒来 停下 一起看向盘坐在树下的那个血衣道人 等经文念诵完毕 影之只觉得丹田内气息如海 汪洋肆意 一种无比强大的直觉 想让影之平吹动内力 遨游天地之间 影之平强压住内息的躁动 口中不停 开始念诵起清静经 片刻后 神思清明 他已知晓自身所有变化 内心长叹一声 早该想到 不是自己的 就算硬抢来 早晚也会离去 罢了 影之平多年的内力 是自己的吗 他秉持道心 二十多年的修炼 内力中半生着的 是他常年累月的意志 自己纠战雀巢 就真的认为 自己是影之平了吗 随着影之平脑中的念想流转 周深起了微微徐风 影之平先天内力 竟在慢慢散去 不错 影之平在散工 穿越之初 刚开始还不觉得 但修炼之路 一不一个脚印 从无取巧之路 取巧都意味着代价 导致自己根基不稳 神思不一 净生邪念 自己从来没有从头修炼过 没有基础 那自己的一切都是 空中楼阁罢了 影之平此举 正是要退去昔日枷锁 从此以后 自己不再是历史上 那个影之平 也不是神雕中 全真教的影之平 自己只是自己 不一会 微风消散一空 强大的力量 骚然失去 让影之平 有种虚弱之感 但影之平知道 这都是感官的虚假对比 凭借自己肉身的力量 并不比一流高手差 知晓此处 不是个九流之地 便起身窜进树林 不一会拉出几匹刚刚音 惊慌四散的战马来 行至几位 仍然在翻找食物的老人面前 老人家 这有几匹马 我将你们困在上面 你们去襄阳城 找郭靖郭大侠 可以给你们安排的喜菜 烧火的活计 岂不比留在这里强 这六个老人 此时面对一脸和善的影之平 仍然害怕 颤颤巍巍斗 我们儿子孙子 想带我们跑去深山躲避战乱 我们老了 走不了山路 怎能耽误自家孩子 所以自愿留下来的 我们从小就在这里长大 现在也活不了几天 死在自己家里 心里安生 大侠您自便吧 尹志平默然无语 要是原来的他 说不定会强制 绑着这群老人去襄阳 但此时的他 已经知道了自己是谁 所以不再劝谏 尊重别人 是一种比就别人 更为珍贵的品质 万物万灵 有其自己的选择 把自己的意志 强加在别人身上 是一种罪恶 对几位老人做了的道基 祝福他们 便跨马而走 向一旁山林小路中离去 路上尹志平也没闲着 坐在马上 物字修炼起内功 从全真教入门开始练起 大道出修通九俏 九俏园在尾驴学 以其多年的修炼经验 坐在马背上 修炼起来照样无碍 加上全身经脉通畅 不依小晦 一小股内息从经脉中出现 慢慢汇聚到丹田之中 内功入门了 再次修炼 尹志平多了些许感悟 细枝末节 如数家珍 也明白了 为什么全真内功静静缓慢 别的内功心法 按大小周天运转一圈 立时就有所得 全真心法 虽然也是运行大小周天 但路径却是多了一倍不止 道家养生不是没有道理 内力为人体元气所化 全真教内功边聚内气 边运养肉体 细水长流 所以才会被称为天下正宗 也正是内力反补肉身 才会静静异常缓慢 尹志平回到了 初入此界的修炼习惯 内功修炼七周天 静脉隐隐疼痛时 不再勉强 过于空耗身体元气 停下内功修炼 开始修炼起常清诀 有时 尹志平也会烦恼 那破珠子也不看场合 就塞给自己一本修仙功法 巧妇难坐五米之吹 没有灵气 自己该怎么修炼 呸 下头桌 第28章 李家村 就这样 一路修炼 不曾停歇片刻 山中村落大多破败 但越往深山处不去 反而人气越多 与山外的破败相比 可以说是世外桃源 路上 山剑小河里 尹志平清洗过身子 被血液染红的衣服 腥味难去 索性全部扔了 从背包里 拿出全真教的道袍 穿在身上 可惜了 买的那件紫色八卦阴阳衣 前世的妹妹挑内衣时 说过紫色最有韵味 自己是相当的认同 紫色八卦阴阳衣 往身上一批 就是场上最亮的仔 一路不紧不慢 翻山越岭 走到李家村 这一看之下 差点以为走错了地方 李家村原本是在山脚下的 一个穷苦村子 总共也就三四十户人家 人数不多不少 可现在 村子还是那个村子 但村旁边几十米远 却又多了两处刚建的村落 里面人数不少 还有站在屋顶子上贴砖的 院子里匹柴的 鸡鸣犬叫颇为热闹 村口外面立着个石碑 上面三个大字 蛟龙村 合着村名都改了 尹志平还在骑马观望时 一个四处张望的村民 发现尹志平后快步跑来 走近一看 居然是自己徒弟的老爹 也就是上次 引自己出山的采药人 李老爹名叫李光耀 从其名字就能知道 爹妈对他是给予厚望 但事情往往不遂人愿 走出大山 在城里寻个药铺 当起了学徒 苦熬树灾 始终熬不出个头 也就心灰意赖 回到老家 仗着城里学的手艺 采药治病 反而成了村里受人尊敬的先生 娶妻生子 让父母得享天伦 这人生际遇 又哪能说得清楚 李光耀正值中年 留着三缕胡须 身材轻� 手脚轻快 与上次见面没有什么变化 见到其在马上的尹志平 连忙弯腰拱手 笑着说道 尹仙长回来了 多谢仙长收下我 要是那傻小子 有什么做得不好 尽管打骂 尹志平下马 拱手回礼道 李兄不必客气 青山一直坚韧 为人敦厚 我甚是满意 使不得 使不得 仙长叫我李老汉就行 不敢仙长如此称呼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李兄就不要客气了 李光耀见尹志平诚恳一切 不好再推辞 结结巴巴地说着 来寻尹志平的原因 好 好吧 我儿特地交代我 再次等候尹兄 引你去后山军营 尹志平点点头 牵着马匹 跟在一旁 问出心中疑惑 李兄 怎么村庄变化这么大 又多了两处村子 李光耀满脸自豪 都是因为尹 尹兄斩杀骄龙 县城里几个豪生 见外面兵荒马乱 说这是福地 所以举家搬了过来 另一个村子 是最近才来的 是跟随朝廷进军 一路来的百姓 也是避难 也不知道 外面现在什么光景 尹志平心情沉重 外面什么光景 时势久空 朝不保夕 命如草剑 唯有亲身体会 才明白那句话的意思 您做太平犬 不做乱世人 乱世的人 真是连狗都不如 随后 尹志平跟着李光耀 绕过三个村落 顺着上山的道路 往后山方向 穿过一个宽大的裂缝 只见正前方 一片不大不小的平原山谷 原本这是李家村所说的 逃避战乱的隐秘所在 此时被奉献出来 里面木屋 草棚干的热火朝天 山谷裂缝前看守的士兵 发现二人 待看清是外面村里的人 还有尹志平时 顿时弯腰 对着尹志平行礼道 国师大人 尹志平发现 这两位士兵 起码是内力入了门的 中气十足 气息跟一般士兵可不一样 点了点头 尹志平给他作别 也没反应 就这样看着尹志平 被两个士兵请走 好一会 才反应过来 惊喜之情无法言表 嘴里喃喃的说道 发达了 发达了 尹志平而今内力微弱 但灵觉不减 耳聪目明 听到身后的喃喃自语 摇头失笑 两位士兵带着尹志平穿过沙石地 被带到一处盖好的 两层木屋的偏垫 两进的院子 已然盖好 附近还有一些单层的成排房子 应该是这里士兵居住的房子 最中间处是一座主殿 三层高 主粮材架上 还在修建 主殿左右和后方 围着三个偏殿 此时尹志平 就站在主殿后边方向的偏殿门口 简陋的木质匾额上 写着黄成丝三个大字 也不禀报 一路穿行至正堂 只见一个蒲团上 盘坐着一个黑脸将军正在修炼 正是进军副统领庞冲 庞统领 士兵不敢大声禀告 只是轻轻敲了敲门 庞冲慢慢睁开双眼 脸上并没有被打扰的怒色 待见到尹志平时 顿时满面笑容起身走来 挥手撤下士兵拱手道 国师大人 您可算来了 陛下那边都着急了 尹志平淡淡一笑 着急什么 再急也急不了这几天 庞冲笑着连连点头 按道理是这样 可您不知道 现在外面蒙古集结兵力 四处都有小谷蒙古达子 我进来时都小心翼翼 生怕走漏了风声 现在与襄阳城的消息 将来守住襄阳的 陛下最后送来的消息是这样说的 但咱们总不能一点成绩没有吧 庞冲说着 从怀里拿出一封黄色信封 这是陛下给国师您的秘纸 要您亲戚 尹志平接过信封 走到一旁 撕开封口处的火器印章 打开一看 上面写着 国师亲戚 国师 正派兵前往松山 那少林四方丈左右推脱 说大环丹配方早已失传 丹药也化为泥土 王猛将军搜查后 也一无所获 这条路怕是断了 只盼国师这边能尽快寻得宝物 听闻襄阳战级 我已命王猛将军前去支援 国师安心取宝即可 尹志平读完 就知道 这丝是嫌自己修炼的慢 想要磕点药 哪个当权者都不想低于人下 在见识到禁军副统领庞冲的武力后 更是直接调出临安 其多疑的心思 生怕庞冲生出不臣之心 老话说得好 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所以让其跟着尹志平出来寻宝 用尹志平来压制庞冲 同样也让尹志平知道朝廷的实力 尹志平承认庞冲身手不错 但还比不上武决 只能算是和球千刃 扬过一个级别 不过现在嘛 自己和他打 应该能险胜吧 还是恢复内力最为紧要 不然心里总不踏实 于是看完信后 跟庞冲说道 陛下的秘址 我看过了 咱们三天后出发 这几天你准备好 挑些轻工好的士兵跟着 庞冲大喜 他最近在这山谷里 可是无聊的景 总算可以出去看看 陛下所说的宝物是什么了 国师放心 保证都是好手 嗯 我需要休息休息 可有住处 有有 早就见好了 等您来住 主殿东侧那处偏殿就是 您的两个徒弟也在 尹志平只想赶紧回去洗漱一下 自从散了先天内力 没法做到千尘不沾身 总觉得浑身脏兮兮的 不再管旁冲 急急忙忙的往住处赶 身后隐隐传来旁冲的声音 说什么您的夫人 尹志平心中无语 什么夫人 我一个修全真的道士 乃来的夫人 真是荒谬 第29章 小龙女 尹志平急匆匆 刚到偏殿 就见院内立着三人影 等进了大门 来到院里 只见两个徒弟 正你来我往对练剑法 台阶上站着一个白衣如雪的身影 阳光照耀下 浑身泛着白光 朦朦朦朦 似是神仙众人 但眉头微皱 似乎有什么心事 正是古墓派小龙女 院内三人糟然 见到尹志平进来 两个徒弟立即停下 上前躬身拜见 师尊 您回来了 嗯 不错 练武没有懈怠 尹志平微笑着点头 夸奖两个弟子 但心中却暗暗叫苦 看来自己的事 东窗事发了 但此事早晚会被知晓 不面对也不行 于是一脸和善拱手问道 龙姑娘因何来我这脸 小龙女初见尹志平时面带怒意 手中长剑紧握 似要出窍 但不知是想到了什么 慢慢舒缓眉头 说出的话语平静无波 尹道长 你赔偿的礼物我收了 可那种事情 做了就是做了 你应该负责 两个徒弟在旁边瞪大了眼睛 也不知是听明白了 还是没听明白 尹志平赶紧挥挥手 让两人退下 上前走了几步 龙姑娘 想我怎么负责 当然是娶我 小龙女声音哽咽 脸上显见的浮现自怜之色 尹志平直男一个 就算小龙女美若天仙 此时再惹人怜爱 心里也知晓 这是个陷阱 龙姑娘不觉得 自己太过自欺欺人了吗 你真的喜欢我 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难道不好吗 小龙女眼神带着思思哀伤 声音低沉 我和郭儿根本不可能 我不想让她被世人唾骂 她也不愿意我呆在古墓中一辈子 郭儿已经知道 你误了我的清白 她想费了自己的武功还给你 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她 尹志平面对这种事情 是如何也说不出个理字 总不能说 自己已经不是原来的尹志平了 这只会被当作敢做不敢当的胡话 心中思量一番 也明白了小龙女 和杨国二人的情感纠葛爱 看来自己还要再做一次爱情调解员 上辈子高中时可没少做这事 看别人成双入队 自己孤寡到毕业 惨啊 可亏了自己精神力大增 还没忘了那一套说辞 当即请小龙女入正厅坐下说话 龙姑娘 你和杨国最关键的地方在于缺少沟通 爱是要表达出来的 你不说明你的想法 就去问答案 怎么能得到准确的答案 就比如 你担心杨国名声 所以你想和她一辈子待在古墓不出来 可你从来没有 问她为你们的爱 再也不在乎名声 她要是不在意呢 我相信她不在乎自己名声 那么你应该也不会想 一直把她关在古墓里 所以 爱情需要细致入微的去沟通 才能解决隔阂 而不是任凭自己去猜测 小龙女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自己被黄蓉给套路了 她一直想让闺女嫁给过 所以才把自己骗走嘛 可随即又想起了失声的事 那我的清白呢 听说每个人都会在乎另一半的清白 尹志平后面还有一肚子话 听到这却哑了火 身在局外 你当然可以畅所欲言 但身在局内 你的心绪就要被纵横交错的棋盘线牵动 想了好一会 才慢慢说出话来 龙姑娘 你的手工纱还在不是吗 大多数男人最在乎的 实际上是这个东西 肌肤知青 只有很少一部分不接受 而且我想你也没有给杨过看你的手工纱吧 她年轻气盛 恐怕会往更糟糕的地方想 小龙女神色忧虑 她天真烂漫 哪会生出如此多的心思 一直觉得世间之事 都是明明白白的 听完分析 只觉得头疼脑胀 一边觉得黄蓉说的不无道理 一边又觉得尹志平说的也没错 心下思虑分杂 最后还是说道 你说的我知道 但我清楚孤儿性子跳脱 她喜欢外面的事件 我不能关她一辈子 要是她出去被人骂 肯定会不开心 那我也不开心 我不想她被世人辱骂 所以我这样做 对她才是最好的 尹志平摇头轻叹 都觉得自己做的是为对方好 可谁又问过对方的意见呢 痴男怨女皆由此而来 小龙女神色动摇 似乎有所动摇 但随后又想到 她这番做法并非一时一起 而是那晚仔细思虑过后 才做出的决定 若不坚持下去 只会害了孤儿一辈子抬不起头 料想孤儿中能明白自己的苦心 事已 小龙女仍然坚持要和尹志平结为夫妻 尹志平大为头疼 小龙女应该是嫁给绝情谷的公孙子才对啊 怎么就想要嫁给自己 尹志平向来直言直语 直接问道 龙姑娘 天下英雄何其多 为何偏偏要嫁给我 小龙女语气平静无比 似乎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我和孤儿对话时 得知是你误我清白 我想杀了你 可孤儿已经服下你赔礼的舌胆 她想要自费武功 蒙古的金文法王又在一旁虎视眈眈 后来我问了孤儿心意后 独自离去 既然是你误我清白 再找别人成婚 还不是欺了旁人 找你是最好的选择 但我是出家人 没法成婚啊 我记得有道理之说 师姐李莫仇事的道姑 想来我也可以做的 尹志平这下真是犯了难 自已造的孽 可是一场天大的笑话 最后闹的是家破人亡 自已要是昭告武林 要和小龙女结为道理 杨国那小子恐怕会想法设法找自已麻烦 怎么说也是个主角 身上发生任何出其不意的事情 都能理解 自已很有可能会阴沟里翻船 但摘在自已身上也甩不掉 最后尹志平只能用一个万金油的方法来推脱 龙姑娘 你给我品性还未了解清楚 嫁人可是一件大事 不如你跟在我身边待一段时间 再决定也不迟 你看怎么样 小龙女找尹志平结婚 无非是想断了杨国的念想 好让骑走自己喜欢的路 这是一种大爱 就如前世所说的恋爱脑 如果你找到了条件比我更好的 我只会为你开心 为你祝福 这种不带私心的爱 人们称其为大冤种 第30章 再临舍骨 小龙女虽然明白 这是尹志平推脱之言 但话语在里 所以没有拒绝 因为 两人现在还未举办道理仪式 所以分房间居住 尹志平散工之后 哪敢掉以轻心 恨不得一分钟掰成两半过 那是争分夺秒 在修炼长青诀 也幸好是小龙女 性子冷清 不会闹人 虽然吃饭是在身边 但只要你不找她搭话 她就没说出过一句话 跟没这个人一样 这从小古墓长大的 就是古怪 尹志平反而觉得 这样挺好 尹志平自己忙于自己的事情 从来没有管过两个徒弟 张清风和李青山 俩人心中委屈 但碍于师尊的威严 所以都不敢说话 但前几天 二人接触过小龙女 虽然知道这位师娘性子冷清 但心地善良 待人也不错 还指点过他们剑法 这天早饭桌上 二人想要给师尊提个醒 张清风挨着李青山 小声问道 师爹 上次教给你的全真剑法 学权了吗 要不要找师娘指点一下 李青山连连摇头 桌上的尹志平和小龙女内功 都颇有火候 怎么可能听不到两人的对话 尹志平也才想起 收了个徒弟到现在 自己都没教导过武功 没想到小龙女还帮自己教导 于是对着小龙女笑着微微汗手 以示感谢 又对两个徒弟说道 饭后 咱们去前院 我看看你们内功 剑法都修炼到什么程度 却是尹志平早就把徒弟望了一边 连自己徒弟修炼境界都不知道 两位弟子心中暗喜 面色上仍然恭恭敬敬 一起回道 是 师尊 尹志平想了想 刚刚两位弟子的对话 这不喊上小龙女 恐怕不地道 所以对身侧的小龙女问道 龙姑娘 要不一起 小龙女只是轻轻汗手 算是答应 继续小口喝着尹志平 亲自熬制的洒汤 尹志平心中暗暗担忧 小龙女不会被自己养成小包子了吧 这也不怪尹志平 谁让这宋朝进军厨子煮的白粥 那叫一个尘牙 对作为追求生活档次的尹志平来说 起码吃饭要舒坦 所以才去外面村子里买了只老母鸡 切吧切吧 炖成老母鸡汤 打散的土鸡蛋 在碗里搅拌碎了 淋上滚开的鸡汤 放点煮好的鸡肉丝 撒上一撮香菜 这一口下去 配上烙的炊饼 那叫一个美味 俩徒弟直打宝格 看得尹志平连连摇头 这俩没见过世面的小子 休息一会 来到院内练武场 尹志平和小龙女并排站立在亭前台阶上 下方的两个徒弟一拱手 就开始各练一遍剑法 尹志平暗暗叹息 张清风虽然稳重 但没守成规 耍不出剑法的精妙来 其实更适合拳法或者掌法 李青山整一个傻小子 性子又倔 最好专精一道 这拳真剑法七剑七式 共七七四十九式博大精深 张清风 不要想使出全部剑士 你初入学时 学的是什么 张清风收剑拱手恭恭敬敬 师尊 学的是剑法的基本招式 刺 批 撩 挂等等 嗯 以后将练习全真剑法的一半时间 用来练习这些基础招式 张清风以为师尊 嫌弃自己剑法低微 所以才让自己又开始练习基础 面色黯然 尹志平当然知晓 徒弟心中所想 宽慰道 清风 让你练习基础剑招 并非因你剑法平平 而是因你剑法如今达到一个瓶颈 如果用基础招式带动全真剑法 你会有更大的进步 张清风立马露出笑容 谢过师尊后退下 尹志平看向依然黑瘦的李清山 缓缓说道 清山 你剑法练习的还算齐全 但也不需要每次都一下练完 一招一式的练 等彻底掌握了前一招 再学后面的一招 这样练的会快些 李清山也是刚学武没多久 不知道怎么练才算好 既然师尊发话 那他就按师尊所说的练就是了 之后尹志平又查了下两人内力 内功相对比自己这个开挂的 确实慢的可以 一笔之下 跟蜗牛差不多 好在 马上就要带你们去磕药了 作为天下第一高手的徒弟 武功平平 还不被人笑调大牙尹志平勉励两人几句 说过几天会去寻些宝物给二人修炼 然后让两人退出演武场 因刚刚看到俩徒弟的全真剑法 加上小龙女就在身边 所以突然想到 两人曾经在水潭边练习的玉女塑星剑法 于是对着身旁的小龙女说 龙姑娘 上次那个剑法很不错 要不再练练 两个徒弟眼里顿时放光 能看到师尊和师娘的对练 这一下可以好好开开眼了 见小龙女犹豫 尹志平解释道 我内里实不存一 过两天就是要去山谷内寻宝的日子 咱们提前再练习一下那套剑法 也好有个保障 原本尹志平还不想带小龙女 可想起玉女塑星剑法的厉害 深山老林中不知还有什么危险 有小龙女在 最起码可以保证全身而退 小龙女有些惊讶 她在陆家装英雄大雁时 可是知道尹志平的内力有多深厚 怎么现在只剩一成了 不过她不是多嘴的性子 心中下了决断 说练就练 两人手持长剑 并排站立 长剑一个指向前方 一个树立头顶 剑影随身体转动 两人身影纷飞 剑光连绵 招式玄妙 顿时给人无可下手之感 但这套剑法 要想练到最顶尖 需要是两位情真一切的情侣最后 若是两人相互间 心灵不能沟通 则剑法始终都不会软润无瑕 若是是朋友 共同使出这种剑法 因朋友之间太过客气 会失了手势 若是尊长小辈共同使出 心中有造福之意 无法绵延不绝 练习此等剑法 天长日久 练剑的两人也会因剑法 渐渐的心意相通 所谓日久生情 使用这种剑法的两人 最终会生出情愫来 两人使出玉女素心剑法 旁边的两个徒弟看得目不转睛 两人能看清尹志平使用的 正是两人都熟悉的全真剑法 没想到配合师娘的剑法威力 顿时提升了几倍 眼中一彩连连 觉得剑法不禁厉害 而且煞是好看 你来我往 如两只仙鹤其舞 可练剑的尹志平和小龙女 都知道剑法有缺 只因两人心灵无法相通 虽然仗着自身剑法高超 强行配合对方 可在顶尖高手眼里 一点质色便是天大的破绽 可一击定输赢 俩人你来我往 甚至不乏肢体接触 刚开始小龙女异常抵触 直接断开招式 尹志平只说此次前去深谷 危险异常 需要练得稍有火候 小龙女纠结一阵 才继续陪尹志平共修玉女素心剑法 就这样 两人白天练习剑法 晚上休息内功 很快 三天过去 有士兵前来禀报 说首领已经准备好 只等国师前去会合 第31章 危险逼近 这处禁军驻扎的山谷中 并非只有尹志平进入时 那一道宽大的裂缝 在山谷后方 还有一条两人宽的出口 此时 一行二十来人 身穿黑色禁装的身影 正从山谷出口走出 当先的三人 两男一女 正式禁军副统领旁冲 尹志平和小龙女 因山谷内不知是否有其他危险 所以尹志平并未让两个徒弟跟随 只带了小龙女一人 山间铃声草蜜 白色沙衣很容易损坏弄脏 尹志平劝了好久才说服小龙女 换了一身黑色衣服 一袭黑衣 配上小龙女冷清的面容 再加上顺直的乌黑长发 神秘的黑长指甲御解封 看得尹志平心中微微荡漾 连连口颂 清净惊 才平复心中的妄念 此时 一行人站在山谷的半山腰上 等待尹志平指路 尹志平经过这几天修炼 内力恢复很快 已经基本恢复到二流高手的内力水平 藤月起跳 配上金燕公不在话下 一点脚下 整个人飞到一棵树顶上 随后其余人也各施展本领 这二十人 是庞充从禁军中挑选的轻功好手 各个身手敏捷 动炉脱兔 所有人都站上树顶 朝阳高照下 一片郁郁葱葱 高矮不一的山峰 看不到尽头 尹志平精神力强大 早已有过目不忘之能 就算已经过去一两个月 依然能记清当时的道路 伸手向深山中某个方位一指 庞充令 咱们往那走 庞充挥了挥手 立即出来两人 一个从怀中取出块白色粗布 用碳笔在上面画着什么 另一个下了树冠 在下方的树干上刻上一个方向标记 接着庞充对尹志平说道 国师 咱们这就出发 好 出发 于是二十几人跟随尹志平的身影 翻腾跳跃 向山下奔去 一路上翻山越岭 路上 那两个记录员不时的在白布上写写画画 另一人同样做着标记 庞充心中却有些疑惑 虽然是在深山之中 豺狼虎豹繁多 但自己一行人都是炼家子 怎会怕那些山林野兽 为何国师大人行走的这么慢呢 难道这山林中的菩斯取蛇这么危险 让天下第一人都小心翼翼 其实是尹志平内力根本没有恢复 二流高手的水准使用经验弓 现在这速度已经算快的了 小龙女跟在尹志平左右寸步不离 众人都知道这是国师大人的夫人 就算貌若天仙也没人敢乱瞧 更不敢搭话 所以一路上小龙女除了吃饭时 和尹志平说过一些简单的对话 便一言不发 山间万物争艳 齐花一草 美不胜收 众人都陶醉于这种美景 感叹大自然造物之神奇 以众人的伸手在山林之中奔走 两天半后才堪堪到达目的地 此时众人携带的干粮也一干二净 有情况 所有人正在树顶上飞奔着 庞冲突然喊了一声 指向一棵大树下方 就见大树底下 符叶里露出一个白色头骨 众人立即戒备 慢慢靠近白骨 庞冲一掌打出 吹飞了众多斧叶 所有人才看清 斧叶下面是一具完好的白骨 白骨外面套着墨色衣服 旁边还有一把大刀 这是一个武林人士 庞冲也曾在衙门干过 所以蹲下身来 仔细看了一遍 看到脖梗处的颈椎骨 有一片黑色 大腿骨和肋骨上 隐隐看到细微的齿痕 用手敲了敲臂骨 站起身来 对着尹之平说道 国师大人 这人应该是个武林人士 死的有七八天左右 中毒而死 骨骼上有大一点的齿痕 也有很小的齿痕 被森林里的动物百以分食的 尹之平淡淡点头 嗯 我从山里拉出巨蛇时 消息瞒不住 应该是一些武林人士 铤而走险 摸到此处 这人中了菩萨驱蛇的毒 当场毒发身亡 我们也是为了菩萨驱蛇而来 都注意点 不要着了道 是 众人齐声回道 之后 一行人继续出发 傍晚 天色渐黑 一处小溪边上 随行的进军士兵 五人围一圈 中间点着火堆 架着野鸡兔子等 林间小兽烧烤 一位士兵拿着水袋正在取水 突然 水下金色的身影一闪 从水中击视而出 向士兵脖子咬去 这士兵是精挑细选的好手 虽然打水之时 放下警惕 但危险铃声 仍本能的一扭身子 那金色身影一击不中 顺势一口咬向下方的胳膊 虽有粗麻外移阻挡 但那蛇牙锋利细长 士兵仍然感觉胳膊突然一痛 接着整个手臂已经没了知觉 他一声闷哼 脸色凶狠 看到是一条金色的长蛇咬住自己 另一只手如闪电般抓住蛇尾 用力一甩 将其击打在身下的鹅卵石上 半截蛇身都摔烂了 舌头仍然窜动 想要咬士兵小腿 士兵一脚下去 将舌头踩成肉泥 这时 所有人才全部围了过来 旁冲上去 立即检查士兵没了知觉的手臂 脸色一变 好厉害的多 不然性命不保 让士兵盘膝坐下 对着士兵中毒的手臂 划了几刀 内功运起 手掌贴在士兵肩膀处 只见黑色的毒血顺着伤口 哗哗地往下流 直至流出血红之色 才停下内力 那士兵失血过多 脸色惨白 虽然中毒的手臂已经有了知觉 但短时间内无法再动 这时 尹志平已经取出金色的菩斯曲蛇蛇胆 那蛇胆如一颗紫葡萄般大小 尹志平伸手递给那中毒的士兵 这就是我们要寻的宝物 你服下可以尽快痊愈 那士兵也知道蛇胆功效 一只手没法活动 只是单手做了的谢礼 接过蛇胆 直接一口吞下 随后闭目修炼 旁冲刚刚听到尹志平 居然要把蛇胆给这士兵 本想阻拦 可那士兵一点犹豫都没有 就直接吞下 再想开口 也晚了 只好站在士兵身旁 为其护法 等其醒来就知道 那蛇胆是否有效 尹志平可不会等那士兵修炼完毕 带着小龙女走在小溪边 眼神不时往溪水中瞧 但找了一会 没什么发现 加上天色已经黑透 就不再管 返回火堆旁 拿着野鸡继续烤 等尹志平快要烤好时 那士兵才练化完毕 神色兴奋 对着旁冲一阵嘀咕 旁冲仔细听完后 来到尹志平和小龙女这处火堆 国师大人 那蛇胆没问题 可以增加一点点内力 可那蛇行动如风 我们该如何去找 旁统领不必担心 这种扑斯取蛇不似普通蛇 领地意识极强 咱们一群人大张旗鼓闯入 很快就会被他们找到 旁冲心下一惊 连忙去吩咐 再次增加职守人员 避免被偷袭 这蛇毒太过厉害 做好防守 省得被打得措手不及 你在看什么 火堆旁小龙女慢条丝里的 撕着烤鸡的肉丝 一点一点放进嘴里 歪着头疑惑的看着尹志平 火光的照耀下 尹志平眼中神色莫名 他目里早就被那一花 改造的是黑夜如白昼 老远就看到远方山腰间 一颗大树关上缠绕着的大蛇 只是自己内功还没恢复 机动性太差 还是等着打上门再料理他们 尹志平撕下一只鸡腿 大口咀嚼 模糊不清地说道 有一点危险 今晚我们睡尽险 第32章 收获 小溪边陵木稀疏 视野开阔 正适合安营扎寨 旁冲安排士兵蹲守四方 上半夜 下半夜直分扳手 安排完后 其余人按各自习惯休息 有的合一而睡 直接躺在地上 讲究点的收集些干草当做床垫 有的一屁股坐在地上 靠着树干睡觉 还有的爬树上睡 至于蚊虫叮咬 对于内功有成的人来说 那都不是事儿 内功中有一种基础进法 镇静 蚊虫不敢近身 只要贴近 立即镇碎蚊虫的五脏六腑 死的不能再死 而先天高手更为厉害 尹志平先前打通天桥 成为先天高手 气息时刻 与天地之间的能量相连接 那是千尘不沾身 尹志平和小龙女 则在两棵树之间系上绳子 直接躺在绳子上睡觉 这还是小龙女教的方法 尹志平稍一学习 便知道如何睡得舒服 跟前世睡掉床差不多 一路上 两人都是各系一根绳子 躺上面睡觉 但今天恐有危险 俩人将绳子系在一起 拴在足够躺 两人间隙的树上 只要一人有动静 另一人必然知晓 尹志平念小龙女不辞辛劳 陪自己进深山 一路上多有照顾 今夜自己执手 让其安心入睡 俩人头对头 睡在一根绳子上 尹志平执手 所以并未进入梦乡 而是继续修炼长青诀 尹志平本来还以为 在深山之中修炼仙法 内力增长会更快一些 没想到居然一个样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心中大概猜想 恐怕是天地灵气 真的消失无踪了 左思右想 总觉得不对劲 就算灵气枯竭 但天地间肯定是有 某种特殊能量的 不然不可能诞生内功 先天高手可以沟通天地之桥 以天地间的能量 补充自身内力的消耗 难道是因为现在天地中的能量 相比灵气次一级别 又想起 自已入魔 吸收血气来修炼 内力居然液化 那么液化的内力 是否和灵气一个级别呢? 尹志平一边思考着 一边运用长青诀 吸纳天地之间的能量 既然这种能量比灵气低一个等级 那就叫它清灵之气吧 山林间 鸟鸣虫叫不绝于耳 但却没了前几日的狼叫虎吼 说明这个地方 确实被某种有领地意识的兽类占据 后半夜 森林里寂静了许多 周围休息的人都沉沉入睡 突然 尹志平猛地睁开眼睛 直直看向左侧方向 那个睡在树上的士兵 那士兵头顶上 一个血盆大口吐着长长的蛇性子 正要将其吞噬 这些菩斯取蛇狡诈异常 已经有了些许智慧 直到自己一行人不好惹 还有看守 便在深夜之时不走陆地 尹志平眼见那士兵就要被吞 可自以内功还未恢复 根本没有以前的那种速度 现在能依靠的只有肉身距离 当下立即翻身落下地面 在脚接触地面的一刹那 地面猛地炸开 泥石乱飞 崩开一个大洞 而尹志平身影早已不见 出现在大蛇吞向士兵的树上 一拳将其轰飞出去 那大蛇浑身斑纹迷布 足有大腿粗细 张开大口 可以将整个人一口吞下 被尹志平一拳打飞 十来米长的身子 随着尹志平的距离 飞入半空中 尹志平造成的巨大声响 一下子惊醒营地上的所有人 接着就看到飞入半空中的大蛇 而睡在树上的士兵 看着身边腾飞的蛇身 连滚带爬 掉下树干 尹志平不等那大蛇落下 脚下用力 一人粗的树干 似乎都快承受不住尹志平的距离 被崩出裂纹 身影瞬间飞到半空 在大蛇还未落地时 猛然抱住尾巴 将其当作一个长鞭 左甩右砸 直砸得四周竖折十飞 一片狼藉 而巨大的动静 也惊动了其余几个前伏的大蛇 它们缠绕在树干之间 不仔细看 还以为是个粗壮的树枝 来偷袭的全是斑纹色 黑色或灰色的菩斯曲蛇 尹志平抱着蛇尾四处乱砸 硬是砸出了两条 追着它们继续狂砸 其余方向的大蛇 虽然惊具这只猴子的怪力 但一狂躁起来 不再隐藏 身影如电 直接被蛇口咬中 一口吞下其余人等 或举大刀 或立长枪 拼尽全力 挡住巨蛇的撕咬 火堆的余光中 众人还能看到 蛇肚中的人影还在挣扎 可那大蛇直接缠绕 向身旁突起的山石 蛇躯挤压之下 人影顿时没了动静 众人纷纷收起心思 不敢再看影志平那边 一人压着三条大蛇打 全都集中注意力被靠背 应对蛇群的撕咬缠绕 小龙女本想去影志平那帮忙 但看样子不需要 想起影志平的胶带 脚下一点 身影如飞燕般 沙象盘绕在山石上的大蛇 手中长剑灌满内力 躲过吞来的巨口 长剑横切 那坚硬的蛇鳞顿时裂开 鲜血喷涌 疼得那蛇立即缩身 想要逃跑 小龙女如同一只蝴蝶 跟在大蛇身边 不时一串蛇血溅起 可那大蛇一心想跑 身影在茂密的灵幕间 转瞬不见踪影 旁冲手持钢刀 大开大合 逮住一头 框框猛砍 鳞片四箭 血液横飞 正是趁你病 要你命 大刀砖挑一处砍 很快整个蛇身直接砍断 其余的士兵 全都是精挑细选 除了刚开始大意之下 被杀两人 其余的全都拿出看家本领 那就是轻弓 再来蛇骨之时 尹志平特意强调的 就是轻弓 所以 任剩余五条大蛇 身影席卷缠绕 想要缠住某个猎物勒死 是万万做不到 那些士兵上蹿下跳 身影灵活无比 几条大蛇根本缠不住 这边尹志平抱着的大蛇 已经没了声息 另外两条大蛇 被砸的也是骨断金蛇 不能动弹 庞冲和小龙女 又再次向蛇群杀去 眼见剩余五条大蛇 就要交代在这里 只听见远处的山巅 传来一声愤怒的嘶吼声 声音尖锐 不像喉咙发出的声音 乍一听闻 令人直起鸡皮疙瘩 剩余六条大蛇 听到声音 当即放弃攻击和防守 扭头就往密林里钻 尹志平一拳打碎身下 挣扎想要逃跑的大蛇蛇头 长时而起 看向发出声音的山巅处 金色身影一闪即逝 金色的菩斯取蛇 尹志平隐隐约约 能看到一个巨大的蛇影 可他居然会指挥手下 那嘶吼声 显然那已经不是普通蛇类能吼出的 难道也和神雕一样有了灵质 要知道 神雕都能听懂人话 这句蛇也非常有可能 说起神雕 是自己的蝴蝶效应吗 被嘎了 这都来第二次了 都没见到过 上次还能听到鸣叫声 这次来是一声都没听到 之后所有人汇聚在一起 燃起巨大的火堆 防止再次被袭 好在除了那两个被吞了的士兵 剩余十八个都没受伤 众人开始清点战利品 一共也就死了四条蛇 尹志平斩杀三条 旁冲斩杀一条 挖出蛇胆 尹志平和旁冲对视一眼 都明白了彼此心中的想法 第三十三章 恢复修为 这一个蛇胆 起码能增加十年内力 二人军不想留给大宋皇帝 而是先准备提升自身实力 毕竟看今夜这种情形 要是再多几条巨蛇 必然凶多吉少 人有力穷时 武林高手也是人 是人就能被杀死 尹志平将蛇胆递给小龙女 小龙女连连摇头 说不要 尹志平知道 小龙女不喜生吃这些血淋淋的内脏 上次在英雄大会上 能增加三十年内力的蛇胆碰 都不愿意碰 更何况这个 所以也不勉强 就这样 尹志平和旁冲盘坐在火堆前 开始炼化蛇胆 其余人守在左右护持 尹志平心中略微激动 三颗蛇胆 再加上现在已经有的内力 足以升到超一流高手境界 要是连手下的功力都比不过 还怎么带队伍 自已全身经脉俱通 打通的天地之桥也在 只要服下这三颗蛇胆 恢复天下第一人的实力 不在话下 小龙女没有在回绳子上睡觉 而是盘坐在尹志平身边 为其护法 火堆的炙热 驱散山间的寒气 烤得所有人身上暖洋洋的 尹志平练化非常快 因其身体原本就是先天高手 没有瓶颈 全身如一个大水桶 等着能量注满 拳头大小的紫色蛇胆 放到嘴边 咔咔咔 大口开炫 跟吃火龙果一样 看得周围直手的士兵 差点流口水 刚刚那个中了蛇毒士兵 更是纳闷 自已服用的蛇胆太小 所以直接吞下 连个味都没品出来 尹志平可不管他们什么想法 反正这蛇胆带着一股清香 虽然鲜血淋淋 卖相不好 但哪个勇士没直面过淋淋的鲜血呢 三颗下去 撑得肚子滚圆 尹志当即闭目开始炼化 一边的庞冲看尹志平这种吃法 直发愣 他本以为尹志平会留一个 没想到全部一口吞下 想他尹志平已经是武林第一高手 还这么疯狂提升实力 这是要卷死我们吗 此刻 庞冲对私自服用蛇胆 而没有上交朝廷的事情 心中没了一丝愧疚 学着尹志平的样子 大口开炫 吃得嘴角紫色胆水横流 随即闭目五星朝天同样开始炼化 深夜 除了职守的士兵 其余人在火堆旁围成一圈 除了柴火噼里啪啦的燃烧声 一片寂静 尹志平和旁冲早就炼化完毕 新炼化的内力趁着时间充裕 继续巩固修为 一夜无画 清晨 天色渐明 所有人都开始收拾东西 一众士兵开始切割战利品 蛇毒可是一个好东西 蛇灵虽然不是刀枪不入 但也是个稀罕货 不少士兵挑些漂亮的装了不少 又切了点蛇肉 拿来熏烤 当作食物 旁冲修炼完 起身后精神一阵 面色喜悦 多年不曾长进的内力 居然长了一小节 怪不得官家要耗费大量人力 来此助手寻宝 此时内力充盈 心中豪气无限 生出找尹志平试试伸手的想法 对着正和小龙女说话的尹志平拱手发出邀请 国师大人 下沉恋话舌胆略有所得 可否指点一下 尹志平听完 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在美女面前装逼 这个我喜欢 不愧是能爬到副统领这个位置上的人物 有眼色 当即微微一笑 指点不敢当 我们切磋 切磋 两人走到一处平坦的沙士河滩上站立 其余人全都围了过来 难得看到顶尖高手对决 从中能学习一二也是受用终身啊 只见两人遥遥站立 互相行了个礼 庞冲作为邀请方 也不客气 主动进攻 两个手掌上下翻飞 尽力缭绕 如山般厚重 脚下重重一点 如高山青岛 飞身打向尹志平的胸口 这套掌法为皇宫大内之中的一门武技 名叫推山掌 是一门绝学 可匹敌求千任的铁掌功 但庞冲为朝廷办事 事务繁忙 根本没有学会其精髓 虽然看着威势十足 但破绽不少 尹志平自然看出其掌法破绽 只要轻轻打击其薄弱处 就可轻松制敌 但这丝敢跟自己硬碰硬 怕不是迷了心智 再说 小龙女就在旁边 岂能错失这种大好的机会 当即身子动也不动 任由那掌法打在胸口 实际上 尹志平暗运全身内力 沟通天地清零之气 胸口处的内力 简直如汪洋大海般 暗流涌动 想要宣泄出去 在旁冲手掌印在尹志平胸口时 只觉得像是打在一处硬硬的皮革上 掌上静力很轻松的透体而入 心中还在想 国师太过拖大时 一股笔刚刚打进去 还要凶猛几倍的静力轰然爆发出来 顺着旁冲手掌迅速蔓延至全身 旁冲身体一震 如一个破败的布娃娃被静力震飞高空 落地后一下 身子亮呛 跌坐在地上 片刻后 感觉身体并无大碍 心中震惊 这就是天下第一人的实力吗? 起身恭恭敬敬敬行了一礼 摆足了高手姿态 闲停性不斑 回到小龙女身边 围观的士兵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本来也会有一场精彩的对决 这没头没脑的就结束了 实际上 并非旁冲实力不行 而是其以以之短工人之长 如何不败? 旁冲内力虽有提升 已经堪比武爵 但就像求千刃一样 他可以和金轮法王斗上一两百招 但之后必然会落败 只因天下武爵无不是精彩绝艳之辈 加上勤练不错 其一身武功 早就吃透 炼至炉火纯青 内力使用起来可长可短 可强可弱 圆润归一 这样的武功毫无破绽 没有个几天几夜 分不出胜负 若是武爵之中 有人像刚刚旁冲一样 尹志平根本不可能将其震飞 如红七公 他的掌力印在尹志平胸口 尹志平想要反击 红七公随时都能撤回内力 以保自身无碍 而不是像旁冲一样 尽力出体后 只要被敌人反制便没有余地 小龙女看到走回来的尹志平 觉得有些古怪 尹志平前几天和自己修炼剑法时 内功确实实不存一 今天怎么这么强掌的也太快了吧 那舌胆真有这么好的效果 小龙女心中暗想 自己要不要吃一个试试 尹志平一派高手风范 实际上心中发虚 刚刚乃一击 丹田之中 内力基本消耗一空 为了装逼 消耗甚大 正需大补一番 以补元气 当下 一把夺过小龙女手上的烤蛇肉 几口下去 树枝上插着的大块蛇肉 被吃了个一干二净 我还没放盐巴 小龙女被尹志平的干饭速度 吓了一跳 第34章 造化神奇 尹志平是葫芦吞枣 根本品不出个味道来 听到小龙女的话 摆了摆手 没关系 吃几天烤肉早吃腻了 我做个清淡的给你尝尝 小龙女知道尹志平厨艺向来不错 于是点点头 一脸期待的样子 尹志平走到小溪边 搬来几块大小不一的鹅卵石 手起见落 石屑纷飞 不一会就多出一个大大的石锅 和几个石碗石碟 将地上的石块削成一个小灶 摆放好石锅 清洗一番 掏出水袋加入清水 再从旁边大火堆中 拿些未燃尽的木炭放在小灶里 嘱咐小龙女照顾好火后 只身来到一条青色的巨蛇尸体身旁 路上顺手用铁剑削了的修长木盘子 围着被旁冲砍断的青蛇走了一圈 最终还是选择其七寸处下刀 此处蟒蛇一向将其保护得极好 肉质最嫩 包皮切肉 一大块白银银的蛇肉被切出来 影制品内力虽然不多 但正在迅速恢复 料理这些不在话下 手中内力按阴脉流转 等渗入到蛇肉时 寒气森森 雪白的蛇肉被动得晶莹剔透 宛若美誉 将其往天空一抛 剑光闪烁 随后 半空中的剑光果带一片白色的云团 化作白色长袋 落入下方的木盘中 一排晶莹剔透的肉片 顺着长长的木盘排成一排 伸手捏出一片放在眼前 居然能看清对面小龙女朦胧的身影 不由自言自语 了不得 了不得 一代厨神就要问世了 等端着木盘回到小龙女身旁 那小灶上的石锅里 水已经温热起来 之后从背包里拿出红色的猪鱼果 还有盐巴 赤糖 猪鱼果放在炙热的石灶上烤出香味 放在手里 内力一阵化为辛辣的粉末 赤糖放入碟中加水 烧成粘稠的糖汁 猪鱼加糖汁以及盐巴调和 成了琥珀色的甜辣蘸料 糖汁和盐巴调和成了咸甜蘸料 糖汁单独一叠 成了蜜汁蘸料 万事其倍 此时石锅内的清水已经沸腾 尹志平给小龙女示意一下 用削好的长木筷子夹起一片薄如铲鱼的肉片 放入沸腾的石锅内 筷子不松 只是一滚 立马加出 只见肉片受热卷去成条 如夹着一块白嫩的虾滑 尹志平将银白的肉片 放到虎泊色的甜辣蘸料里蘸了下 再放入嘴中 鲜嫩爽滑 加上甜辣之味 这口感 那叫一个绝小龙女看尹志平那样子 难道这么简单的做法 真有那么好吃 也夹起一片试了一下 甜辣味充满味蕾 回味悠长 连吃了好几口 才想起来尹志平先前的话 不由问道 你不是说请我吃清淡的 这能算清淡 尹志平指了指另外两叠蘸料 这甜辣口是给我准备的 你清淡的是那俩 小龙女不好意思的吐了吐辣辣的舌头 再次夹起一片 滚一滚 放进甜咸蘸料里 再送入樱桃小嘴里 嗯 这个不错 很适合我 又加了一片 放在红色的糖汁蘸料里 嗯 这个更好吃 鲜甜嫩滑 俩人你来我往 尝尝的木盘里的肉片 很快下了一半 看得围观的庞冲 还有几个士兵直发愣 总感觉自己手里 烤得黑不溜秋的蛇肉 难以下咽 庞冲想去蹭饭 可看国师那架势 根本不想外人进入打扰 只能化愤怒为食欲 对着手里的烤蛇肉很咬 就在盘子里的肉片见底 尹志平在想 要不要再切一盘之时 一个士兵来报 说 副统领有意外发现 让其前去一关 尹志平往小溪上方瞧了瞧 庞冲正跟一帮士兵 在搬石头泥块 虽然有些不解 但和小龙女对视一眼后 便协同前往 到了近处 庞冲立即走了过来 脸上略显惊慌之色 国 国师 不得了 你快看看 说完领着尹志平 来到刚刚他们清理的区域 庞冲继续为尹志平解说 刚刚一个探子 正想往上方探探路 突然发现地面有意 说着 拿出怀里珍藏的拇指大小的青色鳞片 指着地面 看 这个巨石像不像我手里的鳞片 尹志平凑近一看 不禁倒吸口冷气 只见地上是平整成片的灰色的石头 可这石头的形状却是很不一般 如蛇鳞般 一块连着一块 且巨大无比 一块石质鳞片 足有两个人这么大 庞冲和士兵清除的这块场地 从全貌看 像是一小节巨蛇 拱出山石露出的皮肤 剩余的身子都镶嵌在灰色的石头里 尹志平心中暗暗吃惊 但面色不变 说不定只是大自然造物的倒影 不一定为真 当即下令 一起顺着石质鳞片 和灰色山石的接缝处往下挖 看到底是不是真有一条巨蛇埋在石头里 现场的都是内功不弱的好手 长刀短剑齐上阵 不一会斜坡处 大片的山石被推下山去 出现一个斜着向下的石洞 尹志平和小龙女进去观桥 越往里走越心惊 这石山之内居然还有鳞片 好似这真是一条巨蛇钻进山中 跟来的士兵们虽然武功高强 但此时都面色慌张 挖石头都不敢太大声 生怕惊醒了 这沉睡的石蛇 觉得这地方邪乎得很 连旁冲都面色不好 这要是招惹到不该招惹的存在 那是大罪过 后代子孙都要受到牵连尹志平骚之以鼻 这不过是自然现象 前世紫禁城中 一到下雨天打雷时 红色的墙壁上 会出现宫女急匆匆行走的影子 最终被证实是自然现象 在某种特殊的气候下 会重现几百年之前的场景 这帮封建迷信 尹志平制止了出宫不出力的士兵 将他们所有人领出洞外 对着他们朗声道 大自然造化 神奇瑰丽 我们所知不过冰山一角 但这绝不可能是真蛇所化 若真有如此大的巨蛇 我们人族还能延续至今吗? 众人听后 一阵沉默 尹志平说罢 直接拔出长剑 对着脚下巨大的石质鳞片 一阵搅动 数块大石被切割成椭圆形 尽力一条 石块飞出 只见石质鳞片下方 仍然是灰色的石头 并无任何出奇之处 身旁的小龙女则蹲下身来 仔细观察 被尹志平挑上来的石块 小龙女纯真心性 万事不淫于怀 心无妄念 按理说 她本不应该由此举动 只因她现在唯一的烦恼 就是情 犧牲自已成全阳过 这会让她心中好受些 但犧牲意味着痛苦 她自从来到尹志平那处山谷驻扎地 时常自怨自艺 暗自落泪 心中为相爱之人 不能在一起而伤心 自从跟随尹志平来到这处 人际罕至的原始森林 看到大自然一花奇数 绝壁幽谷 心中烦恼烧解 此时猛然见到这般鬼斧神刀的奇景 也勾起了心中的好奇 她仔细观看片刻后 抬起头对着尹志平说道 这些石头里的纹路 和你刚刚切的肉片好像 第35章 奇景 什么 尹志平大吃一惊 蹲下身 凑到小龙女身边 小龙女伸出鲜鲜玉脂 指向椭圆形石块的中央 灰色石灰岩 并非全部灰色 大多品类会夹带着一些 无规则白点和石鹰 但这块石头明显不同 断面上白色纹理很像肌肉纤维 大大小小的原有规则的铺满了整个石头 尹志平对着旁冲示意一下 很快一个士兵从小戏下方切了一块蛇肉拿了上来 尹志平接过蛇肉仔细辨认 越看越心惊 这些纹路和旁边石块上的纹路除了大小 简直一模一样 一行人顿生恐惧之感 尹志平眉头紧皱 心中惊疑不定 但亲眼见到这种玄幻色彩的存在 反而生出探究之心 若是真有这般巨大的蛇 想必这个世界之前也有一段神秘的过去 但也说不准 大自然神秘无尽 前世自己去山区游玩 还碰到过类似五花肉一样的石头 或者像草木树干纹路的石头 长得似人的千年人参娃娃 人面蜘蛛 还有微观世界中 电子绕原子核的运动轨迹 也不适合宇宙中行星绕恒星运动类似 这天地万物总归是在一个宇宙之中 各种事物相互影响渗透 也能说得过去 古代认知匮乏 从周围士兵的眼神可以看出他们的敬畏 也不指望他们让所有人退到一旁 尹志平神色郑重 不管如何 既然碰到 就要一探究竟向旁冲借来他的百炼大刀 尹志平一手持剑 一手持刀 浑身气势如冤亭越智 接着纵身越上高空 身子回转 手中刀剑相挫 散发刀锋剑芒 向地下攻去 长剑钻探 长刀劈砍 如螺旋钻般 地面山石与尹志平的刀剑 使一相碰 火花似箭 灰色的岩石如豆腐般 成快成快地从地底往四处抛飞 四周的士兵急忙后退 再向尹志平看去 其身影已经没入岩石里面 只留一口两人大的洞口 洞口处无时不刻地向外飞出大小石块 洞口两边抛上来的碎石 不一会就堆成了一堆 旁冲大手一挥 所有士兵全都上前 将洞口处的碎石堆扔到山下 待太阳升至日中 众人依旧忙碌个不停 就算是武林高手这样一刻不停歇地劳作 也腿脚酸乱 身心疲惫 士兵们已经开始呼吸急促 他们可是有十八人 尹志平一个人在山石内 让洞外十八个高手累得不想动弹 全都对尹志平的功力暗自心惊 旁冲与小龙女站在一旁掠阵 防止其他危险发生 旁冲总觉得有些不妥 但看到对面的尹夫人小龙女仍然面色甜淡 不慌不忙 只好按那心中焦虑 继续等下去 就不信国师功力还能坚持下去 其实 就算旁冲这样的顶尖高手 也没办法一直全力使用一刀一剑切割石块 只因其还未能打通天地之桥成为先天高手 内力用一分少一分 而尹志平虽然消耗着内力 但先天高手回气速度快 一边消耗一边补充 就算消耗的比补充的要多 但总量算下来 对比顶尖高手的内力也要多得多 再加上尹志平浑身的距离 只要保持一刀一剑的锋锐即可 消耗的内力更小 时间飞逝 很快 太阳奚落 两人大的洞口内抛出的石块 总算慢慢停歇下来 士兵们心中叫苦不迭 泪瘫在地上 但都不敢出声抗议 实在是国士的功力简直不像人 面对这样的强者 没人敢出眉头 旁冲慢慢向洞口走去 就见脸色难看的尹志平从洞口跃出 正想发问 对方指了指洞内便向小龙女那边走去 旁冲按下心中的疑虑 来到洞口 往下看去 直见洞口处全是刀剑劈砍的痕迹 再往下是一个直上直下的大洞 越往下空间越大 最底下足有三个房间那么大 但让人感觉突兀的便是巨大的石洞中央 有一个占了大半空间的白色石柱 且这石柱并非直上直下 而是略带弧度 顶上圆润 国师也是顺着这个白色石柱再往下挖 旁冲立即跳下 来到洞底 才发觉这石柱可不小 足有恐怕需要十来个人才能抱得住 围着这巨大的石柱走一圈 石柱表面类似于那种石英石组成 但更为晶莹 再看四周的石壁 大小圆圈 或长弧形圆圈 想起刚刚对比的蛇肉 心中顿时生起一丝难以置信的想法 这难道是巨蛇的肋骨这么大的蛇 恐怕不能称之为蛇 已经化龙了吧 心中越想越觉得甚得慌 万一这巨蛇还未死透 或者它还有子孙在世 旁冲想到了昨晚遭遇的蛇群袭击 浑身一灵 立马窜出洞外 而尹志平这边 等走到小龙女身边时 她拿起烤好的蛇肉递了过来 蛇肉金黄流油 令人食欲大增 小龙女不喜辛辣香料 所以只是撒了点盐巴 但这也让中午没吃饭的尹志平胃口大开 吃完一大块 小龙女又递过来一块 尹志平饥饿稍解 开始慢慢吃起来 一边吃 一边专注地看着小龙女绝美的容颜 怎么了 不合口味吗 小龙女说话时 面色毫无变化 尹志平心情突然一下子好了起来 微微一笑 不 很适合我 志平 志平 平平淡淡才是真 不是吗 小龙女眼神带着疑惑 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 跟自己问的合不合口味有什么关系 但其性子使然不会寻究问底 尹志平很享受这一刻的静谜 就算小龙女只是以身份责任来对她好 也要珍惜啊 吃完饭后 尹志平消耗的内力已经恢复大半 但却没有继续修炼内力 而是盘坐在地上 位于睡在绳子上的小龙女身下 长青爵每天都要修炼 这不仅关乎内力水平 最重要的还是寿命 尽管没有修出灵力 可尹志平有种感觉 修炼长青爵对延长寿命有效果 夜间 虫鸣鸟叫 幸好没有再遇到蛇群的攻击 一行人睡了一个好觉 第二天一早 旁冲有心劝说尹志平停下这种耗食的事情 应该以任务为重 早点杀些菩斯取蛇 收集完蛇胆回营 可想要前去劝说时 已经没了尹志平的身影 走到洞口才发现 对方仍在继续顺着白色的石柱往下挖 心中有些无奈 更多的是心疼 自己的百炼钢刀 昨天看时 刀口都被磨短了半寸 这刀可是他花了大几千两银子买的 眼尖洞口越堆越多的石块 没办法 只好命人继续来清理 等到日上高天 中午时分 本来一片晴朗的天空突兀的暗了下来 厚重的乌云压在众人头顶 让人心中沉闷 天色越来越黑 但这对视黑夜如白昼的影制瓶来说 并没太大影响 外界众人摸黑干活 不断地往山下扔着石块 山下的小溪已经被碎石全部盖住 碎石堆成了一个小山头 但随着时间推移 众人头顶上的乌云非但没有消散 反而越聚越多 黑压压一片 像是天都压了下来 那种沉重的压迫感 令士兵们全都陷入恐慌 旁冲心中警铃大作 这种意向绝不正常 好像不想让他们继续再挖 一个跳跃来到洞口 正准备喊出声 咔嚓一声巨响 头顶上黑压压的乌云像是睁开了眼 裂开一道刺目的光芒 第36章 雷落之地 这道光芒四劈开混沌的斧头 整个天地瞬间大亮 银白色的光芒照得众人脸色惨白 随即 众人看到头顶光芒的来源 一条弯弯曲曲的雷江 从乌云中落了下来 雷霆天微 使得地上众人浑身僵直 脑海一片空白 连思维都有片刻停顿 凡夫俗子何曾见过这种景象 那雷电根本不合常理 如一道滚动的溪流 缓缓从乌云中落下 待离开乌云 速度突然飙升 肉眼不可见 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响声 众人脚下山时一阵晃动 雷光熄灭 天地重归黑暗 紧接着 早大的雨滴不要命的落下 砸得众人脑壳生疼 这一切只发生在一息之间 洞内的尹志平早有察觉 可飞跃上来后 一切已经结束 劈头盖脸的大力雨滴落在头上 简直都被小狮子砸了一样 见众人正找地方避雨 尹志平不明所以 随着众人来到一处很多突出的岩石下避雨 往外一看 森林里 草折叶落 树枝断裂的咔咔声不绝悦耳 水气生疼 一片狼藉 尹志平来到小龙女身边 见其头发散乱 脸上梨花带雨 黑色制式衣服已经湿透 仍然甜淡平静 如暴雨中雾渍盛开的花朵 尹志平没有说话 扔下手中的刀剑 一把抱住湿透的小龙女 双掌贴在小龙女柔软的背部 小龙女正想要挣扎 可立马感受到炙热的内力 通过对方手掌 蔓延到自己全身 全身上下被温暖包围 像是泡在温泉里 小龙女身子慢慢软了下来 靠在尹志平胸膛 二人站在岩石下方 浑身冒起白色的蒸汽 通过头顶的岩层 散于外面的大雨之中 等身上衣物全部蒸干 一声不合十一的声音 夹杂在大雨声中传来 二人立马猛地放开对方 尹志平回头看向这个不看场合说话的摔崽 心里盘算着怎么料理他 待看到旁冲站在雨中 被硕大的雨滴砸得呲牙咧嘴 心中也没了被打扰的气氛 连忙拉着小龙女 往角落里挪了挪 给疼个地方 招呼对方进来 庞超进来后 可不敢像尹志平这般 肆意使用内力 全身一点点往外冒水气 慢慢蒸干 这样小亮使用内力 也不影响他干别的 庞冲将刚刚所见 一字不漏地讲给尹志平 听得尹志平微微吃惊 他也没见过这种雷电 唯一能联想到的就是球状闪电 可球状闪电 只是一个皮球大小的电疆团 哪能和这像小戏一样的雷电 心中不禁对雷电落入的地方 感到好奇 庞冲也是一样 天受不取 反受其咎 何不去看看呢 尹志平四量片刻 让所有士兵原地待命 自已和庞冲功力最高 正好前去看看 速去速回 但小龙女伸手拉了拉自已 也想跟去 尹志平无奈 那就戴上吧 等庞冲去跟众士兵传话的功夫 尹志平脱下黑色长袍 双手一抖 先天内力激发 将衣服伸出遮挡雨水的岩层外面 雨滴啪啪地打在上面 硬是没漏一滴雨 满意地点了点头 退到小龙女身边 将外套举过头顶 走 用这个挡雨 小龙女听到尹志平的话 呆了一呆 正准备脱下自己的外套 却被尹志平一把抓住手 撑着一个衣角举到头顶 松开后 跨住小龙女另一条胳膊 二人之间 胳膊相胯 两侧手掌各自抓住一个衣角举到头顶 衣服下面俩人夸着手臂 手掌食指向握 好像整个世界只有两人 小龙女平静的脸色浸透着微红 尹志平心中焦急落雷之地 加上昏暗的天空 没有注意 握着小龙女的手掌稍一用力 喊了一声 走 俩人小步走出遮挡雨水的岩石层 心有灵犀般 共同迈着步子 踩着脚下弯折的青草 向山下飞去 古墓派轻功天下无双 全真派轻功也是一绝 俩人一步迈出 四五米远 带快到山脚下时 脚下轻轻用力 踩在树冠之头 四周白色水汽缭绕 如云雾之中踏云而行的神仙眷侣 往雷落之地飘去 后方的旁冲 看到俩人顶着一件衣服避雨 撇了撇嘴 都当国师了 却连两件衣服都拿不出来 可真够抠的 眼见俩人都快没影了 吐槽一句 也不等等我 就迎着劈头盖脸的大雨 向二人追去 翻过一座高山 等三人来到雷落之地时 于是渐渐停歇 只见雷落之地 在一个山坳的深谷之内 圆圆的如同一个巨大的天井 四处还有随处可见的焦黑痕迹 三人对视一眼 齐齐落下着圆圆的深谷 这深谷周遭的石壁上草木茂盛 景色宜人 可惜一些大树被殃及驰鱼 被雷垫劈的只剩树干子 三人往下落了片刻 便听到流水之声 原来深谷最下方是一处硕大的泉眼 只见这处泉眼周围满是漆黑的焦痕 应该就是这个地方 没找错 再仔细一瞧 此处颇有玄奇 滚滚的泉眼往外冒着泉水 四周又没有泉水流出之地 泉眼周围也仅仅只有一丈左右的水潭 三人看了一会 硕大的泉眼可是涌出了不少泉水 但那水潭的水位就没升过一丁点 尹志平易高人胆大 伸手摸了摸小水潭里的泉水 冰凉透骨 除了比正常泉水凉了一点 好像也没有其他怪异的地方 右下水潭试了试 水面只慢过小腿 水下是整块的石头 真是奇了怪了 到底是哪里有问题思来想去 既然这水潭没问题 那有问题的就是这束泉眼 尹志平指了指深谷绝壁上的粗大树干 给了水潭边旁冲一个眼色 对方立即会议 提着磨损严重的大刀走了过去 不一会 旁冲看了一个四人粗的树干 尹志平抬手接过 大致看了看 暗暗心惊 树干一头起整平滑 带着焦黑的痕迹 从枝干粗度就能知晓 这棵树定然枝繁叶茂 有着巨大的树干 但经过雷浆碰触 一切成灰 正要有所行动 身子一顿 抬头往山谷上方望了望 国师 怎么了 旁冲疑惑问道 尹志平摇了摇头 事意没什么 有一些偷窥的目光 但实力并不强大 不再理会 抗着树干比划了下 尹志平将其一头对准全眼 向高空一抛 粗大无比的树干 就像一个积木玩具 被抛飞在空中 焦黑的一头 直直向下方的全眼落去 三人只听扑呲一声 树干直接插进全眼 但那泉水似乎净力十足 竟在将树干慢慢往上顶起 尹志平哪能灌着它 飞身跃到高空 一个千斤坠 猛然落到树干上方 树干越往树根处越粗 随着尹志平的加力 树干不断深入 树皮被全眼出口处的岩石刮起 整个树干彻底堵住了全眼 第37章 仙踪 尹志平飞身落下 来到两人身边 两人看着他不明所以 似乎觉得他的这番操作莫名其妙 不理会孤陋寡闻的两人 尹志平眼睛一眨不眨的注视着被堵住的全眼 庞冲和小龙女见他神色正重 心中稍微有了些信心 也加入观察的队伍 然后 三人看了半晌 什么都没发生 没有丝毫动静 这下轮到尹志平有些尴尬 不应该啊 按理说 探保电影里不都这样干的吗 又等了片刻 还是一样没动静 尹志平脸色发红 一步 岳志插在全眼中树立的树干旁 一掌打出 粗壮的树干 从上到下全部炸得粉碎 脚下被堵住的全眼猛然爆发 一下子喷出数十米高 搞得三人又淋了一身 说来也怪 就在尹志平无意之间打碎堵住全眼的树干 那全眼喷出十来米高后 慢慢落下 然后连泉水也不上冲了 成了一个平静的小水潭 三人面面相去 尹志平心中无语 这 这被玩坏了 就在三人愣神间 突然听到石门打开之声 就见山谷的一处石壁上 花草栩栩而落 露出来一个粗糙的石门 那石门与周围古壁一样 并非方方正正 而是和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此时 像是被触发了机关 正往一旁移动 露出来一个三丈长的高大门户 三人对视一眼 庞冲和小龙女自然以尹志平为首 尹志平愁出片刻 有些拿不定主意 生命只有一次 这深山之中见此洞府 说不定有危险就在这时 尹志平听到庞冲一声惊呼 抬眼看去 只见一条三十多米长的金色菩斯曲蛇 身影如金龙般 凌空欲峰 一下子钻进那个门户 尹志平眼神一寒 来不及招呼庞冲和小龙女一声 身影闪烁一下 瞬间紧挨着金色的菩斯曲蛇 冲进了洞门 刚进大门 一片昏暗 但这对尹志平造不成影响 门洞内似乎是一个客厅 空旷无比 正厅的墙上 雕刻着一幅巨大的舞爪金龙 在云中任意遨游的画面 下方摆放一排粗糙的石岸 石岸下方有几团灰色的灰尘堆 看形状很像蒲团 但此刻尹志平只是大致一扫 来不及细看 只因这处正厅侧后方 有一道石亭通向后方 而那金色菩斯曲蛇身形庞大 身子足有一米粗 占了大半弹智通道 且十道高低不一 眼见着菩斯曲蛇扭着身子 疯狂往里钻去 尹志平狂追猛跑 挥舞长剑砍向蛇尾 金色的鳞片翻飞 血液似箭 舌尾已经快要被疯狂的尹志平消没了 这石亭婉转曲折 似乎通向刚刚那处全眼的方向 尹志平心中忽然生起一种遗憾 似乎要与什么重要的东西失之交臂 他不再犹豫 对着刚到洞门口的庞冲吼了一句 刀 庞冲听到尹志平的喊声 想都没想 将刀飞速甩向尹志平 尹志平一把接过 刀剑相交 脚下连点 身影翻滚 化作一个飞速旋转的钻头 一下扎进蛇肉里面 小龙女二人明显听到那巨蛇痛苦的嘶吼声 但已经看不到尹志平的身影 只有那因疼痛乱甩的蛇尾 且碎肉血水像是从水管里喷出的水 呼呼地往外流 甩得食道内鲜血淋淋 尹志平紧闭周身九翘 刀剑化作飞速旋转的钻头 门头往前绞杀冲锋 还未等片刻 浑身一清 直接冲出了普斯巨蛇的血肉 飞入半空 未等落地 先天内力震荡 全身的血污碎肉进去 尹志平这才看清身处的地方 竟是一个偌大的圆形溶洞 溶洞中央 从上到下立着七根透明玉石柱 呈七星方位排列 上面纹路遍布 细看之下 让人头脑发胀 七星镇玉石柱的顶部 在镇眼处散发着水波般的微弱光芒 照亮溶洞中央 那应该就是刚刚的那处全眼的位置 而对应顶部镇眼处的溶洞下方 一座石台上 在水波光芒照耀下 摆放着一个圆形的凹陷底座 里面空空如也 尹志平心道不好 宝物恐怕被抢走了 转身看向身后石道出口 菩萨驱蛇的蛇身挤满通道 断裂处血流不止 齿痕明显 难道是自己咬断了自己的身子 这菩萨驱蛇 对自己可真够狠的 尹志平来不及细想 顺着蛇血 一路来到七星镇中央的石台旁 血液嘎然而止 尹志平抬头 往上方的镇眼处看去 瞳孔顿时一缩 并非是全眼的缘故 从下方还能看到山谷外的风景 如一个水下天窗 真正让尹志平心惊的是 站在镇眼处 他看到了玉石柱内侧 上面有几个如鬼画幅般金色的雷纹 那纹字由天雷所生 非大神通者根本不认得 只有渡过了天劫的人 才明白此文的含义 要说尹志平为何知晓 自然是脑海中的长青诀 此诀天仙部分的仙道功法 尹志平就算是瞪破了眼睛也看不懂 但一些介绍却是无碍 修仙之人 修道渡劫期 也就是诗人常说的散仙 渡过一劫便是散仙 渡完后 后面还有九劫 一劫比一劫凶险 十劫全部渡完之后 方可摆脱天地轮回之苦 成就逍遥自在的地仙果位 而此七根玉柱上 其中有五根刻着雷纹 有天风 天火 天水 天雷 玄音 说明此洞主人已经渡过了五重天劫 却死在下一个玄阳天劫上 千年道行一朝散 可惜可叹 尹志平心中感慨万千 似乎想到修仙之路的坎坷磨难 再一细看 从头顶的圆形天窗里 竟然看到小龙女飞跃的身影 看来那蛇逃到了外面 可这处溶洞石壁光滑 没有其余道路 他怎么逃出去的 尹志平看向脚下的血迹 又抬起头 似乎明白了什么 纵身一跃 双手伸入天窗 竟然跟跳进水里的感觉一样 接着整个人一下破出水面 来到外界 轻轻落在水潭里 潭水比刚刚要伸不少 慢到了大腿处 泉水向上涌个不停 水位在不断上升 接着 耳边响起小龙女和旁冲的呼叫声 他们正从那处石门往这里快步奔来 而刚刚那处被打开的石门正在缓缓关闭 噪杂声响起 抬头一看 深谷上方的山傲处乱石碎木翻飞 一条十来米长的身影正跟几个身影较亮 那金色菩斯曲蛇不知吃了什么 虽然断了一半身子 反而更加生龙活虎 断裂的伤口处居然已经重新长出了皮肤 第38章 神雕 你没事吧 这是这么多天以来 小龙女第一次说出关心尹志平的话 看着一脸担忧的小龙女 尹志平反而开心地笑了起来 得了什么宝贝 让你这么开心 看到尹志平笑得开心 小龙女莫名有些气愤 傲娇地撅了撅嘴 一旁的旁冲看得尴尬不已 想怕儿子都已经十七八了 还要被喂狗粮 老脸挂不住啊 尹志平很想张口说出 得到小龙女这个乖宝贝 当然值得开心 但此刻并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山谷上面混战不休 飞溅的碎石都快要砸在三人身上 尹志平一把拉住小龙女的手 示意旁冲跟上 当先踩着深谷的峭壁 飞上山奥 三人落在距离战场稍远的一个高大树冠上 旁冲看到如此不可思议的场景 忍不住感叹 被困皇城将近四十年 今日才知自己是那坐井观天的蛤蟆 尹志平紧紧握住小龙女想要挣脱的柔嫩小手 耸耸肩 我们都一样 知道的越多 反而越觉得自身渺小 这场面心中不触的慌 只见远处的战场上 一条一米粗细 十来米长的金色大蛇 血战三大猛兽 一头是两米多高的斑纹猛虎 身形如蜂 每次攻击 锋利的巨大胡爪 都能从菩斯蛆蛇身上抓下几斤肉 菩斯蛆蛇吃痛不已 也没办法 他本就断身求生 虽然一宝 助他快速修复伤口 但如今 伤口还未全部愈合 打着打着 又崩裂了断裂的伤口 身形速度大降 只能用口中獠牙或头顶的骨脚 来攻击对手 幸得有那一宝 就算受伤也能迅速恢复 才不至于一开始就落入下风 另一头在地面攻击的 是一个手拿五铁狼牙棒的巨型白猿 不时瞅见机会 就往菩斯蛆断裂的伤口上砸 最是隐狠 最后一头是一个白毛老狼 敏捷异常 任那菩斯蛆蛇怎么拍打 都能迅速避开 三个异兽剧 只生了些许灵智的兽类 知晓这头邻居的可怕 单打独斗 是万万敌不过他的 但天生异象必有一宝现实 他们哪能忍住宝物拱手让人 所以匆匆赶来菩斯蛆蛇的领地 正好碰到受伤的菩斯蛆蛇 他们可谓被菩斯蛆蛆欺压已久 见对方没了半截身子 立马痛打落水狗 当即打了起来 就算三头一兽围攻菩斯蛆蛇 双方仍然势均力敌 不过菩斯蛆蛇明了附近树上 站着的那三个家伙 其中一人危险异常 所以不愿使出底牌 渐渐落入下风 想要将三个人类引入战场 但尹志平怎会如了他意 见战场要转移过来 便迅速飞走 只远远地看着 狮子薄兔异用权力 更何况这些森林霸主 越打越疯狂 四只野兽简直杀红了眼 血液挥洒半空 树倒十岁 浴血厮杀 理智越来越少 只剩你死我活 菩斯蛆蛇 就算因一宝恢复极快 但也是恢复伤口 丢失的血液 如何能凭空补出来 面对三只围攻的敌人 渐渐不知 菩斯蛆蛇眼见命快休矣 不得不以命相搏 露出一个破绽 硬生生任巨虎咬开腹部 猛地顺势缠绕 将其缠住 不顾撕裂的腹部 内脏血液齐流 抡起缠住的巨虎 猛击拿着狼牙棒的白猿 舌头一转 闪电般再度缠绕住白猿 白猿狼牙棒 砸得菩斯蛆蛇 金色鳞片 稀碎夹砸着烂肉飞溅 都能看见白矮矮的脊椎骨 菩斯蛆仍不为所动 死死缠住两个对手那白猫老狼 见菩斯蛆蛇的尾部缠绕巨虎 颈部缠绕白猿 心知这是大好的机会 不敢犹豫 张开獠牙血口 飞速冲向菩斯蛆蛇七寸 准备一口制敌 打蛇打七寸 其实七寸处并非蛇胆 脊椎动物最致命的地方是心脏 包括人类也是 所以蛇类的七寸地方 其实是蛇的心脏所在 菩斯取蛇 为缠绕死另外两个敌手 不能动弹 眼见白毛老狼的致命威胁 不得不拿出底牌 它不似寻常毒蛇一样 咬住猎物注入毒液 或直接张开嘴 将毒液当作暗器直接喷出 而是抿住嘴 腮帮鼓起 在老狼快要咬到七寸之地时 嘴上猛然露出细缝 巨大的气压 将毒囊内的毒液 通过细小的嘴缝喷出时 散作毒物笼罩向白毛老狼 肉眼可见白毛老狼身上的毛发在变黑 可白毛老狼不会错过千载难逢的机会 仍然一口咬向菩斯取蛇的腹部心脏 这使得菩斯取蛇喷进毒囊内的所有的毒液 大量的毒物被喷出 笼罩住整个战场 附近树叶上的各种虫子如雨点般落下 尹志平三人站在半山腰处 也能闻到一股子甜心味 内力浅薄者恐怕要头晕目眩 可想而知此毒的威力 毒物里动静渐消 等了片刻彻底没了声息 战场一片寂静 庞冲刚刚跟着尹志平挪了几个地方 看尹志平不愿离去 心中似乎有些明亮 国师那洞中的宝物被这金蛇夺了去 尹志平点了点头 是的 一不先步不先 宝物应该被他吞进了肚子 可 这毒物似乎非比寻常 就算紧闭呼吸和周深大学都不一定有用 庞冲有些犯难 等毒物消散现 我进去看看 尹志平淡淡地说道 站立在树关上的三人静等片刻 毒物渐渐稀释 就在尹志平想要过去一探究竟时 对面山顶上突然响起一声得意的鸣叫声 紧接着三人看到 一个黑黄色的椭圆球形的东西 从山顶斜斜坠向下方的战场 戴琦快要到达毒物范围时 突然张开两双一米多长的翅膀 虽然翅膀使羽毛稀疏 但连连扇动 一下子减缓了自身速度 且本就稀释的毒物在翅膀的扇动下 也彻底散开露出战场的惨状 白毛老狼被迎面的毒物吹中 浑身白毛全部变黑 皮肤鼓起鼠不尽的血泡 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嘴里还咬着菩斯驱蛇的七寸不松口 而另外两个被菩斯驱蛇缠绕的白猿和巨虎 也一动不动压在粗大的蛇身上 四只凶兽的胸口都没了起伏 尹志平在那大鸟伸开翅膀时 就认出了这就是自己多次想要寻找的神雕 这神雕常年混迹森林 神觉敏锐 隐藏技能高明 加上自幼跟随独孤求败 听得懂人言 心智已如少年般聪慧 知道耐住性子 坐收渔翁之力 但不管心中如何喜欢神雕 宝物更珍重 怎能让其夺得 所以 尹志平立即飞身前往战场 庞冲和小龙女见此 也紧随其后 再说神雕那边 七羽毛稀疏 吊嘴弯曲 双腿粗壮 刚一落地 便大步迈向地上的菩斯曲蛇 爪子扁平 锋利黑亮 一脚踩出生死不知的蛇颈 低头便要啄碎蛇头 谁知 那本以为死去的菩斯曲蛇 猛然抬起头颅 将神雕顶飞半空 蛇头顺着神雕身子 再度缠绕一圈 砰的一声落在地上 蛇身快速扭动 松开其余三兽 再度将神雕一圈圈缠绕起来 神雕力气极大 但也挣脱 不开重重束缚 嘴上有黑锋利的吊嘴 雨点般 啄像绕在身上的蛇躯 但神雕本身也就两米来高 面对一米粗的蛇身 很难迅速啄断蛇脊椎 随着菩斯曲蛇收紧身子 神雕的反抗越来越弱 第39章 宝物 巨蛇卷起神雕 也就在片刻之间 尹志平见此 速度再次飙升 手中长剑脱手飞出 如一道长虹 瞬间射入菩斯曲蛇的脑中 来到菩斯曲蛇身边时 那菩斯曲蛇 已经封开不能动弹的神雕 甩着头 想要将头上插着的剑甩掉 尹志平心中激动 这种恢复力 绝不可能是菩斯曲蛇本身应该有的 肯定是那一宝 当即身影闪烁 飞入到半空 手中掌力猛然爆发 双掌隔空击打 掌力透体而出 一掌接着一掌 魂厚的掌力打得蛇头栽倒在地 尹志平仍然不停下 直到打得蛇头成了烂泥 才取回被掌力打着的铁剑 眼见跟随自己这么久的铁剑 已经没法再使用 对着完好的蛇颈 狠狠又是一脚 然后向身后赶来的庞虫喊了一声 刀 就像肉泥了 蛇身子居然还在扭动 难道你还想再长出一个头部成 当即挥刀 刀气迸发 将菩斯曲蛇切成数段 砍完之后静等片刻 其余几段蛇身慢慢僵直死去 只有一段腹部的 还在不停地扭动 尹志平夺步走到切断的伤口处 蹲下细砍 血液已经止住 且出现一层细嫩的皮膜 看来洞内的宝物 了不得呀 尹志平也不废话 伸出长刀 顺着蛇腹竖切 长刀一划 第一次触摸 很快找到一个内力震不碎的圆润硬物 生生撕开长衣 发现是一颗表面凹凸不平 透着赤色的珠子 珠子凹进去的表面 还紧紧连着许多肉丝拿着珠子 尹志平仔细观察 最后没被扯下来的肉丝 只见其活性不减 生机盎然 而地上被扯掉的肉丝 已然生机俱灭 闭目暗韵长青绝 仔细感受 也无反应 难道只是一个生死人肉白骨的丹药吗? 尹志平虽有修仙功法 可没有这种类似的炼丹知识 认不出是何物 只能放在兜里 等回去了再好好研究 看像被掏出长子的蛇区 现在已经没了动静 那就是 这颗珠子没错了 这时 小龙女走到尹志平身边 扯了扯尹志平的袖子 指着躺在碎石烂叶堆里的神雕 能不能救救那个大鸟 它刚刚好像在 求我救它 尹志平有些奇怪 你怎么知道它求你救它 而且 这不是鸟 是一头雕 小龙女又拉了一下尹志平的衣袖 你来看看就知道了 尹志平走过去一看 见着神雕体魄健壮无比 鼓捉雄奇 只不过此时翅膀 肋骨被勒得断裂 动也没法动 好在大腿和双掌还能晃动 可由于伤势过重 也站不起来 犀利威严的硕大樱幕 看向尹志平和小龙女时 竟清晰地传出求救的意思 尹志平看着神雕的双眼问道 你是想要我们救你吗? 神雕立刻轻轻点头 小龙女脸上露出感兴趣的样子 随后摇了摇尹志平的手 意思不言而喻 尹志平点了点头 用大刀在一旁折断的树枝里 找些硬木 削成直调备用 而这时 庞冲拿着个头颅大小的黑紫色舌胆过来 一脸兴奋 国师 国师 大收获 这颗舌胆起码能增加50年功力 尹志平看到 也露出笑容 一会我们一起分了 谁知道还会不会遇到其他危险 庞冲自然没有意见 随着越来越了解尹志平的武功修为 他自己现在都没以前的傲气了 小龙女有些不想吃这些内脏 可以把我那份给这个大雕吗 吃了应该会好得快些 尹志平想了想 做出决定 这舌胆的胆汁清香 并无腥味 给你倒一碗胆汁喝 至于其他的 分成三份 给这大雕留一份 呃 这大雕通人性 颇为神奇 我们就叫它神雕吧 普斯取舌本就是尹志平杀的 俩人自然无不应语 接着尹志平快速上手 使用擎拿基础计法 将神雕断裂的翅膀骨骼 还有裂开的肋骨一一摆正 放好木条 撕拉一身 撕下身上的外套 搓成条 给神雕固定好 拉起神雕 那神雕站立起来 只觉得浑身疼痛大减 咕咕咕的 不停地点着脑袋 给两人道谢 小龙女罕见的露出笑容 摸着丑陋的大雕头上稀疏的羽毛 似乎觉得这丑雕很好看 但身高限制 只能垫着脚摸两下影志平 随手砍出一个木碗 拿起旁冲手上的蛇胆 挤满一整碗紫色的胆汁 递给小龙女 那神雕立马不要脸的 凑过去想要分一口 影志平连忙拉住 别抢 你的也有 这就给你 说着手中长刀颤动 将蛇胆一分为三 拿起一块 扔进张着大嘴的神雕口中 其余两份 和旁冲分而食之 就这样 三人一雕开始就地练化 等练化完毕 天色已经暗下来 也不知是不是此蛇服用过一段时间一保的缘故 神雕本来走路都坑坑歪歪 吸收完蛇胆后 居然可以稍微跑动起来 旁冲的内力已经稳稳超过五绝 影志平浑身内力也再次达到先前的顶峰 内力浑厚无比 而且 这蛇胆还能增加气力 让人力气大增 殊为难得 之后 不理会大口吞食蛇肉的神雕 影志平吩咐旁冲将那些士兵带来 此处经过几个异兽大战 煞气弥漫 是个再好不过的休息点 没有哪个不长眼的野兽敢来这里撒野 不提士兵来到现场的大惊小怪 影志平却是想起深谷下的那座仙府 因其是黑夜为白昼 所以独自来到那处深谷旁边 这一看 不禁差异 这泉沿好多的水 整个深谷内已经布满泉水 面积犹如一个小湖 影志平一头扎进去 突然觉得这水也有问题 他想起刚刚接触小水潭里的水石 冰寒刺骨 现在反而和正常山泉水没什么区别 心中想不明白 也不多想 飞速游到那处石门处颠了颠手中旁冲的大刀 活计 你要挺住啊 这水中可不比岸上 浑厚的内力施展出刀锋 切割没有那么迅速 上下左右各一刀 再一掌下去 用按进镇碎石块里面的连接处 掌力一吸 一整块硕大的四方石块便被拽出 如法炮制 一小会后 这处石壁被掏出了一个四四方方的石洞 深有七八米 可仍然没挖到白天进去的洞府 不对啊 影志平心中暗暗思索 挖的地方绝对不会错 怎么就挖不到呢 真是奇怪 对了 还有那处泉眼 去那看看 第四十章 释怀 影志平说干就干 既然这处洞府大门挖不到 就去泉眼那 不幸泉眼还能长腿不成 也不用上去换气 只因先天高手 气息绵长 就算影志平在水中待个两天两夜都没事 来到深谷最下方 白天那处硕大的泉眼处 影志平有些惊讶 泉眼竟然真消失不见了 只有一个小小的裂缝 靠近之后 有缓缓水流喷出 影志平不幸邪 挥舞长刀再次切割岩石 一刻钟后 一个二十来米长四四方方的石井被挖出 可仍然没有泉眼的踪迹 最下方的裂缝仍在 不大不小 似乎只是一个岩石层里的岩蓉水 没有所谓的泉眼一番忙活 毫无所得 只能浮出水面 回到岸边 内力运转 浑身蒸汽生腾 看着这山傲处的小湖泊 谁能想到 此处有仙家洞府 心中不禁为仙家手段的玄妙感到惊奇 那洞府散仙主人 恐怕早就死了不知多少岁月 做的蒲团里应不是凡物 可在时间的冲刷下 只剩一堆尘土 再想起溶洞内的阵法 令影志平感慨良多 什么都是去了 唯有那座阵法还在 这不仅让影志平对阵法产生了兴趣 浑身湿透的衣服已经蒸干 抬头望向天空 一轮明月高悬 周围是浩瀚的星空 数万年过去 这片星空还是这片星空 人之渺小 微弱尘埃 整理一下心情 慢慢夺步返回营地 大小火堆照的四周亮如白昼 一些职业的士兵见到影志平 连忙行礼 影志平微笑着点了点头 走向自己和小龙女拴绳睡觉的地方 发现小龙女居然没睡 坐在火堆旁静静发呆 火光照耀下 小脸蛋嫩白细腻 像一个精致的瓷娃娃 影志平走过去 挨着坐下 小龙女对着坐下来的影志平 微微歪了歪头 你为什么出家修道 影志平一呆 这是什么话 出家修道又不是自己选的 这不是没办法吗 思考了一下 才说道 人大多时候都身不由矣 那现在呢 自由了吗 我 影志平想说已经自由 但又想起自己穿越的事情 自己现在做的一切事情 不就是 顺着某些存在的意志在走吗 给自己一本修仙功法 自己就要修仙 可谁又能拒绝呢 这是生物生存的本能 见到修仙功法 会有人不修炼 明知是鱼儿 就不咬吗 大人物随意一个举动 一句话语 就能改变一群人的命运 不自知者欣然接受 认为这是命 知晓者因为知晓却无法改变 反而陷入痛苦 自已放弃修仙 放弃习武 放下一切呢 这算小人物对大人物的反抗吗 影志平不禁思考 自已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 自已前世迟迟不成家 不就是不想自已浑浑噩噩踏入局中 想要有破解之力时再度入局 可局势瞬息万变 人力有强有弱 没有所谓的永恒 入局或不入局又没了区别 而今自已身在另一局中 跳出这个也会进入另一个 局有什么可破的呢 这些是局吗 或者只是自已心中的牢笼 影志平苦思良久 仍然没有答案 小龙女扯了扯影志平的衣袖 想不通就别想 何必为难自已 该睡觉了 影志平听见小龙女直率的声音 心中不经意宽 对啊 自已为什么要为难自已呢 想起小龙女的性格 不就是自已一直向往的性格吗 喜欢煮饭收拾房间 种些花草蔬菜 练舞 养风采蜜等等 就算没人陪伴 自已一个人也能活得舒适 且性格独立 在听到杨过怡情别恋时 不死缠烂打 或追根问底 直接自行离开 想到此处 影志平心情突然大好 一脸笑意的 跟在小龙女身后 再次头对头睡在一根绳上 也不刻意修理先决 任他自行运转 第二天一早 精神满满 浑身上下有种通透之感 众人开始打扫战场 金色的鳞片 手臂上的狼牙 虎牙 利爪等等 这些都是值钱的宝贝 可惜了这些肉 含有蛇毒 要不然虎鞭 狼腰猴脑哪个拿出去 都可以换个半生富贵 这时 旁冲抗着一个乌黑的狼牙棒 来到影志平面前 果师 您配件不是没了吗 这个怎么样 咱们弄回去 可以打造的宝剑 影志平仔细看去 只见这个狼牙棒主干 是一个粗糙的大铁棒 也不知那白猿从何处寻来 狼牙棒粗壮的一头 上面尽是些刀 剑 枪 还有些大锤 斧头等揉砸在一起的棒头 影志平捏了捏 剑都是一些铁器 心中嫌弃 自以先天内力之下 随便摘些飞花绿叶 都比这堆破铜烂铁墙 于是直接拒绝 顺便归还了庞冲的刀 庞统领 可能陛下暗中还交代了 你其他事 这个我管不着 但在寻蛇胆这方面 一定要听我的 当然 当然 国师大人武功盖世 探宝自然由国师大人说的算 旁冲出临安城前 确实被交代了其他任务 可这一路上 国师颇为造福 连连吃上蛇胆 都是拜国师所赐 官家交代的任务 只能说尽力完成吧 再看手里的大刀 欲哭无泪 这可是跟了他七八年的佩刀 现在刀锋已经只剩半寸了 以后还怎么砍人 影志平则看了看小龙女身旁 一副若无其事的神雕 这大雕 贼着呢 亏我还救了你命 连把武器也不舍得送 呸 但也不能白救他 虽然影志平知道 蒙古大军攻不破襄阳 且这一攻就是十六七年 但由于影志平的蝴蝶效应 谁知道是个什么情况 近山日久 还是尽快出去看看的好 对着神雕招了招手 过来 有事问你 神雕一脸不情愿的 离开小龙女走了过来 似乎在说 有事快说 有屁快放 影志平跳起来 就是一个大逼兜 是谁救了你的命 怎么老网龙儿那凑 神雕当即要着影志平 被快步赶来的小龙女拉住 对着影志平凶道 你干嘛打他 他伤都没好 神雕立即可怜巴巴的缩在小龙女身后 影志平那个气啊 这神雕是不是吃错药了 跟着独孤求败 不应该孤傲不群吗 怎么成了个戏精 影志平坍坍手说道 这不是近山太久了 想着这神雕应该知道 哪里有扑斯驱蛇 我们抓上一些 可以尽早回去 小龙女摸着一脸委屈巴拉的神雕 问就问 也不能打神雕啊 影志平不想再看着戏精演戏 直接说道 我看神雕头上的毒瘤 想起了某本医书讲过如何医治 可神雕会并记医 连碰都不让碰 这下 小龙女还没说话 那神雕就急忙窜了过来 低下头一副任你蹂躏的样子 又咕咕咕的要指路 别急 别急 等收拾完了 我们再过去 第41章 蛇窟 等一切收拾妥当 由神雕带路 一行人大包小包 随着神雕翻山越岭 过了两个山头 在一个崖壁之下的背影处停下脚步 此地背靠悬崖 坐南朝北 加之水汽缭绕 烈日很难直射暴晒 一些喜阴的植物和草药生长茂盛 随处可见一点红 三叶刺 八角莲 七叶一只花等等草药众多 这也是 因为有这一窝菩斯曲蛇在 这些珍贵药材才能任意生长 随着往前走 路上隐在草丛中的菩斯曲蛇越来越多 不时偷袭众人 隐之凭根本不给其他人展示的机会 为了尽快赶到 手中拿着路上 顺便给小龙女边的柳叶帽 菩斯曲蛇缸露出草丛 便被锋利的柳叶斩断 后面自有士兵挖蛇取胆 走到悬崖下一处小山坡不远处 神雕停下脚步 众人打眼一看 怪不得水汽弥漫 地面上一道道小沟壳纵横交错 清澈的泉水在其中蜿蜒流淌 隐之屏幕力极好 能看到不远处小山坡之中大小洞穴 向后面招了招手 庞冲立即过来 去弄些半湿半干的柴火 塞进那山坡下方的裂缝 洞穴里 庞冲了然地点了点头 很快 众多士兵抱着一捆捆干草堆放到小山坡下 尹志平一声令下 四周大火陆续烧起 滚滚浓烟升空 尹志平站在众人身前 回首对着众多士兵说道 大火不惜性命同来取宝 示威报皇恩 但也不能让弟兄们白跑一趟 我做主 一会蛇群出来 你们各自组成战队 不管你们杀多杀少 一人只去上交二十枚蛇胆 其余的你们自己用 你们说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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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位士兵大声叫好 他们这一路上 也偶尔碰到普斯取蛇 杀了之后的蛇胆 全都要上交 没想到国师开的条件这么好 所有人顿时群情激愤 尹志平说完后 再度面向燃烧起来的浓烟 隐隐听到蛇库里灵甲摩擦的声音 但这些并不足以让里面沉睡的蛇群全部出来 当即举起双手 使出八卦掌法 随着掌法施展 慢慢的开始带动不远处的滚滚浓烟 浓烟夹杂着火焰被隔空掌力押入蛇库之中 只见整个山坡上层的大小洞穴全都开始冒起烟雾和火头 不到一时半刻 众人已经能听到无数嘻嘻嘟嘟 爬行的声音 神情不由的异景 吞下行李包袱挡住脚下的水流 几人背靠背弯腰站一起 迎接蛇群的攻击尹志平回到小龙女和神雕身边 龙儿 借佩剑一用 已会我斩杀一点菩斯取蛇 要带些蛇胆回去给两个徒弟 小龙女没有丝毫迟疑 直接递上自己的配件 尹志平接过配件 心里暗想 要不要把小龙女的配件也给搞断 看着大雕送还是不送 想了想又摇了摇头 有缘自会拿到 何必抢球 于是带着旁冲往前走了几步 准备顶住前方压力 剩余的由身后众人分担 那小山坡上的浓烟密布 烟尘的热量 已经惊醒了蛇窟内众多缠在一起 繁衍后代的蛇球 此时 蛇身形矫健 行动如风 所以那山坡上的大大小小的洞穴 化身为喷射口 说不尽的蛇从洞穴中飞出 遥遥落在远处 有的甚至飞到众人头顶的半空中 尹志平手中长剑 发出长长的剑芒 在空中一角 半空中的菩斯蛇瞬间断为几节落下 更多的是从山坡底层的巨大蛇窟的出口处 无数菩斯蛇像利剑般飞速爬出 直接压灭了洞口处燃烧的柴火 蛇挨蛇 蛇几蛇如一片彩色的海浪 以山坡为中心向四周蔓延 几条十来米长的菩斯曲蛇 更是从山坡中钻出神情暴虐 拱着身子张开长长的獠牙 四处寻找祸首 待看到一群猴子站在巢穴外面 当即吊转身子 合着浪花般的蛇巢像尹志平等人咬来 这种场面吓得所有士兵脸色难看至极 刚刚有多高兴 现在就有多伤心 这是要把命交代在这里啊 神雕更是撒腿想要跑路 被小龙女及时拉住 庞冲站在尹志平身边手握大刀微微发抖 这怎么看 要是普通蛇群他自然有信心全身而退 可这些菩斯曲蛇速度飞快 毒性猛烈 就算是绝顶高手 面对这种蛇群也要落荒而逃 尹志平面对铺天盖地般的蛇巢 反而上前走了一步 手中长剑在大白天居然亮起刺目的剑光 庞超甚至感觉那光芒刺得自已肌肤生疼 他只看到身前的尹志平手中大放剑芒的长剑 随着挥舞瞬间暴射出万千剑芒 那剑芒如一股滚动的沙尘暴一样 迎头和蛇群撞上 地面上的无数小蛇被旋风般的剑芒笼罩 瞬间切为挤断 甚至那些仰头飞在半空中的大型菩斯驱蛇 也都赶紧力锁地断成几节落了下来 庞超简直看傻了眼 这要多少什么境界才能做到 自已最多也就只能将刀芒挥舞的 离刀一尺有余 本来以为和国师的实力越拉越近 怎么差距还越来越大了 随着不见得的剑芒飞出 前方简直化作绞肉场 来多少死多少 蛇血染红了地面的溪水 顺着地面缓缓流到众人脚边神雕的刁嘴 更是张成了圆形 这场面也只有主人还在适时见识过 难道这家伙的武功已经到了主人那种地步 后面的士兵全都看呆了 惊为天人 虽然前方没有菩斯驱蛇 但侧方总是有的 众多爬行的菩斯驱蛇 纷纷从一侧窜出 攻击他们 士兵们历史改变阵型 乘一字形 站好位置 手中刀剑棍棒舞的是密布透风 一层层蛇尸慢慢堆成一层 再说正前方 旁冲见大蛇全被尹志平砍了 自宜怎么办 除了官家主妇的那份 自宜还有儿子呢 也需要蛇胆 但四周蛇群实在是太多 出去自宜都不能保证活下来 尹志平的内力像是无穷无尽 挥洒不完 剑芒完事 又开始甩出无数剑刃 可谓一夫当官万夫莫开 几夕后 蛇群终于少了很多 旁冲再也忍不了 一个闪身 跳进稀疏的蛇群 震死不少菩斯驱蛇 脚尖轻点 又去追杀另一边较大的菩斯驱蛇去了 神雕最为惬意 有小龙女使用精灵所打死的小蛇 全被她啄出蛇胆 吞进了肚中 这场厮杀 半刻钟后才彻底停歇下来 菩斯驱蛇生有智慧 眼见不敌 自不会硬碰硬自寻死路 剩余的众多菩斯驱蛇一窝蜂的 逃的逃 跑的跑 钻草岩缝 很快踪迹全无 第四十二章 回程 众人杀蛇时间虽然短暂 但所有人都累得差点脱虚 无时无刻不再全力挥舞兵器 内功有成的也扛不住多久 所幸一切尘埃落定 仅有两个倒霉的士兵 小腿被咬 及时点住穴道 毒液暂未扩散 四周又有很多解蛇毒的七叶一枝花 暂无大碍 士兵们带着一脸丰收的喜悦 迅速打扫战场 挖蛇取胆 尹志平喘息急促 身子甚至有种空虚之感 站立原地 也不动弹 沟通天地清零之气 每次呼吸 都能回补一点内力 小龙女健壮走到尹志平身边 护卫安全 神雕本想凑过来 可地上成堆的蛇尸太多了 在他眼里 这些可都是宝贝 不停地低头啄出蛇胆 吞吐腹中 半个时辰后 等所有人打扫完战场 尹志平还在回气 旁冲见蛇胆实在太多 每人都提着一个大大的包囊来装蛇胆 地上还有其他一些物资 这哪能行 根本拿不完 当即命令众人 按国师大人说的办 留下二十枚蛇胆 其余的当场服用炼化 待日头升至高天时 尹志平猛地睁开双眼 眼中神光战战 内力在这一场大消耗下 居然又精进几分 看到身旁寸步不离的小龙女 尹志平心中有些温暖 以她的灵觉 根本不需要守护 可小龙女的做法 不管是出于责任还是出于关心 仍然让尹志平感受到久违的温暖 这种有人关心的感觉多么美好 希望她最终能属于我爸龙姑娘 辛苦了 谢谢 小龙女神情淡淡地回道 没事 然后转身去找躺在地上的神雕驯化 因为神雕吃了太多蛇胆 已经走不动路 尹志平挠挠头 女人心还抵振 刚刚还挺关心我 怎么突然这么冷淡 忽冷忽热的 让人摸不着头脑 这是在溜摸吗 或者我被扑饿了 摇了摇头 一脸苦笑 自己本就不是个擅长恋爱的人 算了 做好当下便是 再去看随行的众人 大多数都在盘坐炼化蛇胆 也有在治疗蛇毒的 这时 庞冲前来汇报 尹志平跟他走过去后 发现地面上大大小小十多个包袱 包袱上隐隐带着血迹 庞冲恭敬道 国师 此行收获颇丰 大多数都是国师的功劳 说着指着地上三个大大的包袱 这最大的一个里面装的是大型蛇胆 后面两个小包袱是小型蛇胆 说完又觉得需要解释一下 国师剑盲剑人太过密集 大多蛇胆都和碎肉混杂在一起 这些完好的是士兵们挑出来的 尹志平点点头 已经很好了 这些足够使用 国师 现在天气还未转凉 这些蛇胆路上恐怕会失了药性 请给冰冻一下 尹志平心中有些好奇 庞统灵 你现在内功高深 已经是天下顶尖的高手 还不会使用这些法门吗 庞冲善善一笑 不敢 不敢称顶尖高手 国师您有所不知 我也就半吊子水瓶 靠上一辈关系 从大内寻了点功法武技 武功入门时 找的还是家里供奉教的 没有民事指导 那些高深知识一窍不通 尹志平洒然一笑 心说也是 除了武林大派 谨守传承 专研武功 这朝堂高座之人 俗世缠身 几代之后 所谓的传承 也就不了了之 当下对着地上的包袱 挨个施斩寒冰真气 全部冻上 之后 尹志平又前往那山坡上的蛇窟里瞧了瞧 里面腥臭扑鼻 难以呼吸 隐隐看到各种粘液流淌 把尹志平恶心地不行 又去附近采些各种珍贵的草药 正好这里大多都是解蛇毒的药材 可以质疑至神雕头上那流子 不然自己看着心烦 等背着大包 再次回来 士兵们大多都修炼完毕 细细感受了下他们气息 大多数成了准一流境界 有几个甚至达到求千人那种超一流的内力了 好家伙 这下朝廷有底气了 只希望皇帝赵云能善用这次的收获 培养些心腹 以大宋百姓指认宋廷的统治来说 还是有一些机会打赢蒙古达子的 接着 众人收拾妥当 一路往回赶 路上神雕左右为难 他还要守候老主人的坟种 总不好一走了之 小龙女并不清楚这里面的道道 所以看见神雕闷闷不乐 一直跟他说话解闷 尹志平上前摸了摸神雕翅膀 还有胸口处绑着的木棍神雕吃了这么多舌胆 这伤势早好了 只要不剧烈动作 很快就可以拆掉这些固定骨骼的木棍 小龙女一脸疼惜的摸了摸雕头 我还以为他伤口疼才这样的 尹志平厚着脸皮 咧了咧嘴 你什么时候能这样关心下 我就好了 神雕闷闷不乐 还能因为什么 肯定是想家了呗 他在森林里生活了这么多年 对自己的窝有感情了 不舍得离开 神雕姑姑的 算是同意了尹志平这番话语 小龙女给尹志平一个大大的白眼 不理会他 而是看着神雕说道 你想家了 可以随时回来 我们就住在这处山脉的边缘 主要是先把你头上的毒瘤治好 以后 你可不要再乱吃带毒的东西了 神雕姑姑的指点头 表示听话 小龙女只夸赞他好棒 尹志平当然不会说什么 给他治毒瘤也不是什么麻烦事 已经采到的草药绰绰有余 至于毒孤剑种 反正已经拐跑了 早晚剑种里埋的宝剑都是自已的 五天后 众人顺着之前留下的标记回到谷口 却不知为何 来到尹志平面前将离谷之前的安排说了一遍 尹志平听罢摇头失笑 庞统领 咱们这一行人最低的都是一流高手 可以说横推武林各派都轻而易举 怕个什么 我倒要瞧瞧 是谁吃了雄心爆胆 趁我不在 占我地盘 庞充本意是想先把蛇胆藏好 再去挥挥敌人 听到尹志平的话 想了想 确实是这样 自己正好不清楚 自己在江湖中是什么实力 这下可以好好称量一下 于是命中人拿出武器 排好军阵 跟随在前方俩人一雕身后 缓缓走进山谷 很快 众人穿过入口处的裂缝 来到谷内 看到山谷内主殿仍然在建 可并不见君族把守 着实奇怪 接着就看到一群人从一处偏殿迎面来 为首的正式金轮法王 身侧站着两个徒弟 达尔巴和霍都 还有类似帆商 和尚以及湘西少数民族打扮的庶人 最旁边还有一个身穿宝兰段子 面貌英俊的中年帅哥 身后跟着一群弟子 再往旁边一看 嗯 杨过怎么在这 两方人马刚一照面 就听到对面传来两声急促的喊声 姑姑 柳妹 第43章 战法王 听到对面两声熟悉且急切的喊声 小龙女神情有些恍惚 再看对方面容 一个是救过自己公孙谷主 一个是自己打算永不相认的过 想要装作不认识杨过 但身边尹志平知道 自己就是小龙女 怎好说谎话 只能承认下来 口中对着二人说道 公孙谷主 救命之恩我会报答 但确实不能答应做你妻子 公孙谷主想要说些托词 却被小龙女后面的话语打断 故而 我已经许给引道长做道理 为避免误会 我们 我们还是不要再见了 对面的公孙只听完 神色黯淡 而杨过听到小龙女的话 一脸不敢置信 直接跳了出来 快不来到小龙女面前 想要抓住小龙女胳膊 却被小龙女躲开 杨过神情痛苦地说道 不 不可能 姑姑 为什么 接着像是想到什么 双目真挚地凝视着小龙女 姑姑 我答应你 一生一世都不出古墓 一直陪着你 我们一起回古墓吧 好吗 见小龙女眼中似有泪光闪烁 杨过心中一酸 眼泪不由自主地掉落下来 若是过儿做了什么错事 姑姑打我 骂我 便是杀了我 我也甘心 姑姑 你不能不要我啊 小龙女眼含泪水 见杨过脸上愁苦万分 又神情至极 心中的坚守已经动摇 想要和杨过离去 可又看到身旁影之瓶 一切因你意思的目光 心中难受至极 可不在今日斩断和过儿的这段孽缘 即使他终身恨我 以过儿的品性样貌 和仇日后吴家人倾慕 以后生活美满 而自已呢 伤心一事就伤心 想到此处 脑海里突然浮现 最近和尹志平在一起的日子 秩序相投 相处融洽 其实尹志平更适合自已不是吗 过儿少年英侠 总想要做出一番大事 尹道长反而更贴近生活 和自已一样 喜欢过日子 自已应该也不会伤心一事了 可再看杨过深情的双眼 胸口总是止不住的心痛 一时陷入两难 就在这时 对面人群后方 突然跑出来一个士兵 旁冲连忙迎上 那士兵神色慌张 言说皇帝突然重病 甲四道又官复原职 不知怎对 弄来欲止 撤了此处驻地 留他一人再次等候 庞统领归来后 令其速回临安城 尹志平听到这 有些心累 这帮乱臣贼子 自已好不容易把李宗忽悠症了 这帮玩意又把他带沟里去了 这大宋看来是从上到下烂透了 到了要刮骨疗毒的地步 见杨过还要纠缠 直接上前挡在了小龙女面前 杨过 私事一会单独在聊 我们 尹志平话未说完 就被杨过一声大吼打断 那杨过见姑姑左右为难 已经伤透了心 看到这个罪魁祸首 神情激愤 直接骂道 臭到事 我还没找你算账 你若我姑姑在先 现在不知怎的花言巧语 骗了我姑姑 我定不饶你 说完含恨一掌向尹志平胸口打来 但这一掌并非武爵这等绝顶高手打出 自己还针不出 直接动也不动 任由杨过手掌打在胸口 小龙女在旁边想要阻止 已经来不及 眼睁睁看着杨过 寒怒一掌印在尹志平胸口 接着 杨过如断了的风筝一样 直接被尹志平的先天护体真气震飞出去 倒在地上 他神色恶然 就算当日在英雄大会上 就被他轻易打败 他也只以为是刚吃完蛇胆 还未稳住修为 这段时间 他埋头苦练 甚至可以和金轮法王过上几百招不落下风 此时心中落差极大 又想到 这人污了姑姑身子 又要抢娶姑姑 心中气闷不已 胸口发疼 小龙女见杨过神色有些痛苦 以为是尹志平伤了杨过 心中责怪尹志平下手太重 当下也顾不得许多 跑去查看杨过伤势 那杨过何等聪慧 被小龙女扶起来后 就明白了过来 立即手舞胸口 内气上涌 逼出一口血水 从嘴角一出 装作受伤很重的样子 被小龙女搀扶着去了一处偏店 尹志平见此 心中不知要做什么 若是小龙女当真喜欢自已 自已肯定不会饶了杨过这耍滑头的小子 当场揭穿 但他自已心中不敢确定 甚至不敢相信 小龙女真的会喜欢上自已 他若不喜欢自已 自已何必强留呢 心不在这里 就算得到了身子 又能有什么用吗 在尹志平的印象里 小龙女和杨过 是一对历经坎坷曲折 终成眷属的情侣 自已要做他们俩人的某一道坎坷吗 尹志平做不到 不等尹志平神飘云外 对面金伦法王 已经从杨过被轻而易举击败的震惊中回过神来 这尹志平实力又进步了 压下心中的惊讶 摆足了李杰 双手合十微微躬身 尹真人武功盖世 不愧是天下第一 老那佩服 金伦法王的话 令尹志平回神 虽然不想鸟他们 但对方李杰十足 自已也不好服了面子 郑瑟道 法王不在猛军享福 怎到我这里 尹真人还记得答应我蒙古大汉蒙哥 前去王庭讲道吗 十日已久 大汉命我等再次相亲尹真人 尹志平瞧得明白 这金伦法王还算恭敬 但他身旁的那几位奇装异服的牛鬼蛇神 却是一脸贪婪的注视着 自己身后士兵们背负的蛇胆 恐怕他们这此前来请人只是他们的由头 真正目的是打此地蛇胆的主意 当即也不废话 法王 我的两个徒弟在何处 金伦法王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尹真人 贵徒被我蒙古三杰之一的尼摩星所情 打晕之后 关在房内 尼摩星 尹志平说着这个名字 眼神却看向那个身穿天竹特色衣服 又矮又黑的身影 尼摩星心中暗恨 这可耻的金伦法王 真是字牙必爆 之前故意尹自已出手对付那俩小道士 自已见那俩小道士武功低威 以为天下第一人是胡吹大气 可杨过的本事 他大致有些了解 今天见到尹志平连手都没动 任杨过打他 杨过反而被震飞了出去 当即知道这天下第一之名 恐怕是真的了 自已刚刚还在想 怎么补救自已的过错 就被金伦法王穿小鞋 心中又气又恨 可没办法 见到尹志平妄向自已 只能露出一副笑脸尹真人 我一时糊涂 绝没伤到您的弟子 我这就去放了他们 说着 就要往身后的偏殿里跑 尹志平瞬间闪身到尼摩星身边 像老朋友般拍了拍他肩膀 不必这么麻烦 我自行前去便可 话音落下 手掌已经拍到尼摩星肩膀上 尼摩星闪身想躲 却发现自己肩膀 想要硬往尹志平手掌上碰 只听碰的一声 尼摩星浑身一震 然后直接沉到了土里 只留一个头在外面 尼摩星立时运功 想要挣扎出去 却发现浑身没了知觉 只有脖子和脑袋还能活动 心下惊骇不已 神色恐慌 尹志平淡淡道 不必担心 三天后自动可解 金文法王想要借尹志平的手 除掉和他不对付的尼摩星 尼摩星本就站在金文法王一群人旁边 骤然看到尹志平发难 全都各失所长 迅速离开尹志平身边 摆出防御战斗状态 尹志平环顾一周 微微一笑 怎么 你们想要和我较量一番 围着尹志平四周的蒙古各路高手 看到尹志平脚下的地面上 只露个头的尼摩星 心中胆战心惊 他们可是知晓尼摩星的厉害 擅长瑜伽之术 只要被近身拿住 只有认输的份 又会一手蛇形鞭法 内功高深 一直想要与金文法王争个高低 这一照面 就被拍入土中动弹不得 不知用了什么手段 眼见尹志平脸上笑容即将淡去 纷纷收起武器 拱手善善一笑 尹真人天下第一 我等哪敢与您较量 是啊 是啊 今天才知道 原来天下间还有如此高手 尹真人消消气 我们是来请您的 一群人操着古怪的汉话腔调 七嘴八舌 全都笑脸相迎 尹志平有心 想要消灭这一股蒙古的武林高手 但线下还不是时候 强杀蒙古高手不可取 不说自以教派的地界已经被蒙古占领 杀了之后 自以后续计划可就没法进行了 只能先虚与尾仪 应付下这帮人 既然如此 请各位回去 禀告大汉 大宋官家病危 我略通医术 续往临安一趟 之后就去赛上皇庭 金伦法王心中佩服尹志平气度 但其苦修几十载 自是心高气傲 他不像郭靖可以喝舌血 小龙女可以睡寒玉床 杨国可以吃舌胆 他一身功力全都是自以苦熬几十年 一点一滴修炼出来的 赛上苦寒 哪有中原丰饶 他来中原武林实际上 一则是为了帮助蒙古去除大宋武林阻力 二则也是想一展自身所学 与中原武林群豪印证自来中原武林 就听到武爵之名 可谓曾一见 今日难得可以会一会 这个天下第一高手 看尹志平岁数 他这一身武功绝不可能是苦修而来 所以他心中不可抑制的 想要和尹志平比试一番 想要知晓两人之间的差距 他的精神全都达到顶峰 尹真人老那想要讨教一番 话音刚落 金伦法王身边一些人露出惊恶之色 也有暗自窃喜 也有满脸担忧 尹志平看金伦法王身上静气沸腾 升起一股冲天之气 心中赞叹 知道金伦法王不愧是天赋超绝之辈 武功修炼 越到高处 越重视精气神 若没有坚硬如铁般的意志 绝不可能成为一代宗师 虽然佩服其武道之心 但尹志平不会手软 古井无波的双眼 直视金伦法王冷冷地说道 向我讨教 败了 就要死 师父 金伦法王的两个徒弟急忙呼喊 师父 不要答应 国师 不要答应 几个蒙古高手也开口相劝 金伦法王迟疑一下 尹志平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金伦法王还未曾受过重大打击 所以才会为自己名声地位所类 这一迟疑 气势上已然先败 尹志平轻轻夺步 漫不经心地说道 听闻法王休息的龙象般若功 有龙象之力 奥妙无穷 若是与我一关 便可留下性命 金伦法王所修的龙象般若功 为密宗至高密点 虽然外界也有流传 但都是前一两层的功法 后续的功法是绝密中的绝密 自然不想给尹志平 但金伦法王抢先开口讨教 现在骑虎难下 要是自己改口不打 当缩头乌龟 这传道蒙古 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 自己身为国师 大汉也要跟着蒙修 迟疑片刻 依然决然地说道 那便如此吧 听到金伦法王确定要与尹志平大战 所有人都往后退 尹志平摇了摇头 既然鱼儿上钩 那也不必浪费时间了 当即身影一闪 一招直拳向金伦法王打去 金伦法王见尹志平身法快如闪电 自已已然来不及使出自已的五个轮子攻击 只能防御 龙象之力从丹田出发运到手上 同样一拳轰出 和尹志平来得硬碰硬 两拳相交 空气骤然发出炸响 无形的波动 从两个拳头之间轰然扩散 吹得地面草折叶碎 沙尘飞扬 金伦法王在与尹志平对上拳的那一刻 就脸色狂变 接着身子不受控制 急速后退 没踩一步 脚印就沉下一分 戴琪站稳身子后 一脸惊骇地说道你没用内力 尹志平后退两步 轻轻甩了甩有些疼痛的手腕 他当然没用内力 自从吃了那一花 自已的力气 自已也不清楚有多大 正好和以力气闻名的金伦法王比试一下 线下已经对自已的力气有所了解 骑马和炼成九层龙象般若公的尽力相仿 至于自已为何不像金伦法王那样狂退 是因为已经偷偷用内力稳住身形 当然 这是为了震慑 绝不是为了装逼 金伦法王见尹志平不达 心中自然不甘 只一招就认输 直接拿出自已看家本领 五支金伦用金 银 铜 铁 铅做成 金伦边缘有力尺相接 此时飞速旋转 简直如一个个圆形电锯 从四面八方一起攻向尹志平全身各大要害 尹志平见此 举起的双手猛然散发隐隐金光 竖起二指 手臂挥动 众人只见残影连闪 五支金伦似乎是被同时击中 五道金铁碰撞之声同时响起 接着五支金伦轰轰碎裂 落在地上后 只剩残片 接着尹志平如雄鹰掠空 一支大手从天而降 金伦法王只觉头顶大手如天塌地青 自已怎能抵挡 第44章 落定 金伦法王几十年的苦修 心底自有一股不屈之气 只见金伦法王双腿岔开 一声幕后 双拳轰向高天 做晴天状 暗中强行运起 自已还未修成的 龙象般若公第十层 运用未能修成的内功 何等严重 经脉当即重创 令金伦法王浑身刺痛 嘴角溢血 但眼神反而更加癫狂 他看到了更高一层的风景 只见金伦法王双拳之上 隐隐透出一龙一象的身影 这种内气化形之法 非将一门内力修炼到登峰造极之地步 根本无法施展 面对金伦法王的超常发挥 尹志平人在高天掌盖万物 调动四周天势 宏大无边 如高天压下 镇压一切 金伦法王一拳龙一拳像 猛然冲向上方尹志平的大手 飞出之际 隐隐有魂厚的龙吼相鸣之声 尹志平只觉大手下方 一股强大的劲力 想要冲破自己手掌中的高天 一龙一向交叉盘旋 源源不断提供力量 但面对天威 徒劳无功 两股化形的内气 紧紧顶住下落的大手 只半息时间就消散一空 空中的大手 也随之落在金伦法王双拳之上 只听碰的一声 法王脸色瞬间涨红 喷出一口溺血 撑地的双腿轰然入地 高举向上的胳膊 也瞬间拉拢下来 尹志平如蜻蜓点水般 一处就走 身体轻盈地飘回原地 微微拱手 承让了 金伦法王张了张口 就知道是知道金伦法王输了 尹志平再度看向达尔巴和霍都 扶法王先去寻一片殿休息 等明日再给密集也可 达尔巴和霍都连忙上前搀扶 可却发现师父肩膀拉拢着 已然没了知觉 达尔巴扭头对尹志平怒目而视 霍都则点头哈腰一笑 拽了拽达尔巴一起将金伦法王从土中抬出 送进一处无人的偏殿 蒙古其他各路高手见状 哪还敢再次停留 全都跟在金伦法王屁股后面 灰溜溜离去 旁边公孙子一行人看的是目瞪口呆 现在哪还敢待在这里 当即要告辞 尹志平看到公孙子 就跟看到那两把君子和淑女宝剑一样 但此时还不是取宝的时候 朗声道 公孙谷主俗话说有恩必报 既然你救了龙儿 这恩还是要报的 但你也看到 平道事务繁忙 你留下地址 我闲暇时定去拜访 公孙子只想当个透明人 没想到被盯上了 当即连连拱手 客气道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这是武林人士应有的品德 怎能索要酬劳 不必再提 不必再提 尹志平眼睛一眯 嗯 那公孙子 吓得心惊胆战 眼看尹志平越发危险的眼神 连忙向后招了招手 一嗡 快将地图拿给尹真人 一个身材矮小的长胡子老者 小步走到尹志平面前 恭恭敬敬地抵上一个白色卷布地图 尹志平接过一瞧 上面画着绝情古道这处蛇谷的具体路线 看来这家伙是听到了江湖风声 也惦记起蛇胆了 不过对方的碧气功不是近视犹新吗 那公孙子再度请求离去 尹志平也不为难 让其自行离去 他领着谷内弟子脚步匆匆 逃也是地离开山谷 现场再无外人 庞冲上前问道 国师大人 假象要我立即返回临安 这 尹志平淡淡道 官家病危 我岂能不管 你们在此休息一夜 明日我们一同启程 庞冲作为皇城司进军里的老油条子 心里自然门清 这假四道刚被撤职不久 皇帝就重病 再度官复原职 里面道道可太深了 这是让自己回去站队吧 又想到有国师和这一帮兄弟在 胜算应该很大 当即点头道 是 国师 接着转头 对着身后士兵吩咐道 今夜休息一晚 明日出发前往临安 是 庞冲带领士兵们扛着大包小包 去往主殿后方的皇城司片殿驻扎 尹志平独自一人来到东侧片殿 一进门就看到院内演武场上的神雕 在围着中间的水缸里的鲸鱼打转 好笑地摇了摇头 耳朵微动 听到正厅内两个心跳声 还有一侧厢房内的挣扎动静 看来徒弟被关在那里了 暂不理会着混乱的感情纠纷 尹志平来到厢房 推开房门 只见 两个徒弟 张清风和张青山被铁链捆在柱子上 俩人正在用内力扭断锁链 听到房门打开的声音 两人立即停下手中动作 在看到是师尊尹志平后 一脸兴奋 师尊 接着又低下头去 尹志平知晓俩人感受也不责备 走过去 双手随便一拉 困住俩徒弟的锁链根根断开 俩人起身后 纷纷告罪 师尊 徒儿无能 尹志平宽慰道 你们才多大 他们都是混迹江湖 成名已久的高手 不必挂怀 以后好好修炼便是 是 师尊 师娘呢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尹志平见俩人直冒冷汗 看来他们已经知道那两拨人来找小龙女的事情 不过也是该解决这件事情了 岔开话题问道 怎么主殿还要修 俩人常常舒口气 张青山说道 师尊 是古外县城来的富商 说朝廷无人管辖 师尊便是谷主 所以纷纷出资 说要把主殿继续修好了 给师尊住 尹志平点了点头 吩咐二人道 去皇城四片殿找庞统领要回为师的舍胆 药材 再要几片金色鳞片 将这些鳞片给古外村落的富商 一家发一片 两个徒弟听到舍胆 立马激动起来 连忙殷世 忍住开心 匆忙离去 尹志平转身出了厢房 神雕早就看到尹志平 见他出来 立即凑过来 他虽聪慧无比 但也理不清 小龙女和尹志平 还有那个男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所以 就蹭着尹志平 咕咕直叫 绑着木棍的翅膀 还往正厅那指 尹志平跟人都不知道怎么解释 难道跟一个雕 还能解释得清 听到神雕咕咕的声音 脑子居然胡思乱想起来 这神雕和杨过 不愧是一个组合 都喜欢咕咕的叫 但说起来 也是自已的问题 总以为和别人 有了肌肤之亲 对方就要 一定嫁给自已一样 想前是 多少男男女女相恋之后 最终不还是不了了之 从一而终 何其难也 再说了 也不是自已 和小龙女有肌肤之亲啊 是尹志平 又不是我 尹志平犯的错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这不是冤大头吗 我这在胡思乱想什么 尹志平摇头失笑 自已还要修仙呢 怎么还优柔寡断了起来 推开一旁 还在咕咕乱叫的神雕 大步向正厅走去 准备一绝后顾之忧 事情很单纯 复杂的是人 第45章 出发 尹志平来到正厅 一进门 正见杨过抱着小龙女 似乎在说着什么情话 内心立马有些不爽 就算尹志平和小龙女一个性子 感情上从不强求 但毕竟 这曾经是属于自已的东西 哪怕只是一段时间 又被别人得到 心里总是有些不舒服 咳咳咳 尹志平咳嗽一声 小龙女听到熟悉的咳嗽声 立马从杨过怀里挣脱 站立一旁 杨过又上前 再次拉住小龙女的手 小龙女并未挣扎 尹志平看到这 已经明白小龙女的选择 当即说道 恭喜两位误会解开 忠诚眷属 尹志平这话说得杨过都没脾气 也生不出气 小龙女反而一脸愧疚 尹 尹道长 我 听到小龙女结结巴巴的话 就知道她很难为情 当下爽朗一笑 龙姑娘不必挂怀 平道本就励志修行 不慎在意这些 上次龙姑娘问我为什么修道 我现在已然明白 我为的是长生 这次就当是我修仙第一节吧 度过此节 方能一心向道 杨过一脸看傻子的表情 看着尹志平 这年头 虽然神仙鬼怪之说不绝 但聪明人都知道 坐拥天下的皇帝 老儿寻仙都寻封了 到头来还不是种中枯骨 这是权力达到巅峰之人的一个妄想 成为了至高无上的皇帝 还会有什么追求呢 当然是成仙了 杨过自小就明白 修仙不过是一帮骗子 混弄人的鬼把戏 所以才看傻子一样看尹志平 小龙女虽然涉事未深 但也明白修仙恐怕不切实际 心中暗想 这话恐怕是尹志平 不想自已为难的托词 她总是这么体贴入微 我着实愧欠她良多 不知她以后怎么面对江湖上的风言风语 心中想到以后尹志平面对的场景 还有刚刚 自已在很多江湖人面前 说自已已经许给了尹志平 尹志平以后该如何自处 心中愧疚万分 突然觉得自已很讨厌 千言万语最终化作一句话 对不起 尹志平淡淡一笑 不必如此 没有谁对不起谁 二位有何打算 杨过和小龙女对视一眼 杨过现在已经基本放下了 对尹志平辱姑姑清白的恨意 但逾气未了 拱了拱手故意说道 自是与姑姑回古墓成青 从此隐居不出 不问世事 作为对神仙眷侣 恐怕不能请尹道长喝喜酒了 杨过话里的意思 尹志平明白 但既然放下 这些事情何必计较 想到后面二人在襄阳会再度劫难 杨过断臂 小龙女听到杨过与大小五的对话 再次不辞而别 可谓磨难诸多 于是好心劝诫道 二位最好直接回中南山 不要去襄阳 你管我们去不去 杨过看尹志平听完自已的话 脸色淡然 反而更来气 似乎想看到尹志平气急败坏的样子 故二 小龙女在一旁扯了扯杨过 尹志平没法明说 现在战事紧急 蒙古打子恐怕要强攻襄阳 才有此一说 小龙女拉住生气的杨过 双眼复杂的看了眼尹志平 内心五味杂沉 面对尹志平的淡然处之 心中隐隐有些失落 知晓这是别人的住处 所以轻轻行了一礼 拉着还想说话的杨过去找空余的房间去了 但尹志平不知道的是 若不是他这句话关心之语 可能杨过小龙女反而会避过援助的劫难 中南山属秦岭山系 在长安以南现已被蒙古占据 他们如今在襄阳与中南山之间 且此地离襄阳不远 两人本意是想直接返回中南山 过神仙日子 但杨过想起他来此地之前 黄荣度中的孩子好像就快要生了 听到尹志平的话 对此不仅有些担忧 黄荣他可以不管 但郭靖却是真心待他 拿他当亲儿子一样 他听到襄阳有威 怎能不管不顾 要是出个三长两短 以后如何安心至于危险 以他和姑姑两人武功哪里去不得 可人心险恶 如那绝情古那一行人 孽缘未了自有诛般恶果 命运弄人便是如此道理 俘获无门为人自诏 世上能看清自身命运的 又能有几人呢 此时 尹志平眼见二人成双入队走出门去 浑身反而一清 像是卸下一件担子 心中明雾 自己心灵上的枷锁又少一分 虽有丝丝遗憾 但花是花 树是树 放他们自行生长吧 很快 两个徒弟办完事 将三个冒着寒气的大包 和一个装满草药的大包抬进屋内 尹志平上前 将将装有大蛇蛇胆的包囊寒气消除 里面有八个拳头大小的蛇胆 还有一些金色鳞片 这一个蛇胆 起码能增加五六年内里 分与二人一人一半 吩咐二人回去好生修炼 俩人喜不自胜 公公敬敬拜谢后 急忙离去 尹志平看着剩下的两大包小蛇胆 心中暗叹 希望这些能为全真教提升点实力吧 也算自己尽了一份心意 自己不会长时间 待在重阳宫内 自己有自己的路要走 先路漫漫 唯有自寻 之后 拿出包囊内的草药 开始分类炮制 神雕这时戚戚爱爱的来到屋内 一脸委屈 尹志平没好气的说道 这不是再给你制药吗 以后你每隔七天来此吃一包药丸 这里我会安排好人 定时给你放好解毒药丸 不用担心 射雕依然继续咕咕的叫着 尹志平无语至极 哄骗道 小龙女还会回来的 以后你就会见到了 现在她有事需要出去一段时间 比如我 明天也要出去一段时间 等我回来会去找你的 听到尹志平这样解释 神雕才安静下来 翅膀拍了拍胸口处 绑着的木棍夹子 张开翅膀 直接像人一样 四仰八叉的躺在大厅里睡觉 尹志平看了看外面的天色 太阳正好刚刚落山 又看了一下地上躺着的神雕 脸上生起一丝微笑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 古内军马嘶吼 一行人或士兵或武将或武林高手 自然不需要乘坐马车 物资除了十大包舌胆 还有几包战利品 尹志平坐于军马上 两个徒弟在马下 他各背一个冒着寒气的大包战利 苦着脸 师尊 您真要我们俩人带着蛇党回重阳宫啊 那样子 就好像九头蛇对奔波爸说 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 奔波爸一脸的怀疑人生一样 尹志平见他俩脸上的样子 没好气的说 你们都算是一流高手了 怎么还畏首畏尾的 什么事都要为师储嘛 你们怎么成长 接着又叮嘱到记得走小路 不要和蒙古军队撞上了 碰见武林人士 能打过就打过 打不过报我名字 是 师尊 弟子谨尊教会 行了 赶进去吧 是 俩徒弟背着大包 慢慢向谷外走去 这时 达尔巴前来 双手合十 微微一躬身 谢谢真人 手下留情 说着 地上来一张白色卷布 上面油墨未干 看来是刚写完没多久 尹志平大致一看 内容晦涩难懂 幸亏自己在重阳宫大会越变三教典籍 就算这密宗和佛教稍有差别 但也能分辨出来真伪 点了点头道 回去跟法王说 不日 我会前去蒙古王庭 达尔巴微微再次一礼 然后退下 尹志平大手一挥 一行二十一骑 马蹄声如雷 飞奔出谷外 身后腾起一条长长的烟尘 一阵苍凉鼓座的凋鸣之声 从谷内响起 尹志平坐在及时的马背上 没有回头 在升起的红色朝阳下 大手向后挥了挥 以作告别 第四十六章 变化 日上高头 虽还未秋至 但前方一片肃杀之气 随着各路蒙古大军日益集结 焦灼的气氛 充斥整个襄阳城外 尹志平一行人 专门绕过蒙古大军驻扎之地 来到襄阳城外 战事吃紧 也不方便多做打扰 一行人来到襄阳城外 准备稍作休息 迅速通关 亮明身份后 城门缓缓打开 迎面的正是襄阳城守将 吕焕文还有郭靖郭大侠 吕焕文和郭靖先是拜见了国师 见尹志平不喜樊文礼节 就由尹焕文带旁冲前去城内补给一番 人吃马嚼 基本需要耗费一两个时辰 而国师尹志平就由其师兄郭靖招待 尹志平跟郭靖走着走着 却发现并不是去郭府的路 而是来到了一间高大的酒楼面前 不由好奇道 郭师兄 这是 郭靖示意上楼在说话 因蒙古达子已经兵临城外 襄阳城中人人自危 能跑的早跑了 没跑的都是跟军中有些关系的 或者最近各地来的武林人士 街道上个类店铺生意凋零 行人也是稀少 偶尔碰到零零星星一些人时 他们看到尹志平和郭靖 都瞪大了眼睛 双目炯炯有神 这种眼神让尹志平有种似曾相识之感 心中以为这都是因为 看到为国为民的郭大侠 所以也没在意 酒楼里冷冷清清 一楼没个人影 带上楼二楼包间 郭靖吩咐小二点了几个硬菜 便关上门解释道 尹师弟的事情 我也听丐帮的兄弟们说了 并非不愿意请你去府中 而是郭儿和龙姑娘 比你们前脚刚到府中 我怕你们碰见为难 尹志平从来不知道 江湖上八卦居然传得这么快 不由好奇道 郭师兄 江湖如何传闻 我最近一直在山谷之中 并未听到什么言语啊 郭靖有些为难 似乎难以启齿无碍 郭师兄不妨直说便是 尹志平一脸坦然 郭靖见尹志平坚持要听 便将最近丐帮打听上来的消息 逐一诉说 尹志平听着听着 是越听越来气 前世自己 还曾作为键盘侠大骂四方 尤其是那些 对自己粉丝下手的明星 现在总算体会被网爆的滋味 而且 古代因为信息无法实时传递 早就传的驴鼻子狗眼 真是黄泥巴掉裤裆 不是实也是实 反正附近几个城 已经都开始流传 说天下第一高手 被古墓派小龙女玩的团团传 尹志平为了美色 收下了和弟子 做出苟且之事的小龙女 竟然又被小龙女的弟子挖了墙角 可怜可叹 有说尹志平当上国师后 被名利迷了眼 当倒是不好好守清规戒律 非要破戒 找女人就找女人骂 还要找这种不知廉耻的女人 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也有说尹志平 别看她一脸道貌黯然 其实心里很变态 喜欢各种方式玩弄少妇 小龙女是受不了尹志平变态的折磨 才转回弟子的怀抱 更有的说尹志平还好这一口 小龙女解救出来 而作为两个男人中间的当事人小龙女 更是名声彻底抽大街 各种误会之词都往他身上用 杨过就更不用说了 听完郭靖的话 别说杨过和小龙女要去古墓隐世不出 就是他也想隐世不出了 最可恨的就是那个最先造谣的人 若没有故意带风向 绝不可能会传的这么恶毒 当时在场的 只有皇城司禁军 蒙古一方的武林人士 绝情古的一行人 还有字以一方的全真派 字以不可能传字以谣言 禁军更不可能 绝情古 尹志平连忙向郭靖问道 郭师兄 可有见到杨过和小龙女身边跟着有其他人 不曾来到郭府内的 仅有郭和小龙女两人 郭靖摇了摇头 尹志平听到这 反而越发相信自己的直觉 这种用舆论压迫的手段 除了公孙旨 没有其余人有这种动机 这公孙古只是因爱生恨 得不到就要毁灭吗 还是在憋着什么坏招 真是狗胆包天 摸了摸包囊内的绝情古地图 好啊好 等我稳住了南宋局面 必须要顺路去绝情古走一遭 赶在太岁头上动土 一个都跑不掉 郭靖说完也是一脸忧色 唉 我让丐帮弟子查看 是谁传的 但现在兵荒马乱 很难查清具体造谣者 只听说是一些生面孔 从昨天夜里开始 将你们的事情添油加醋 说完就跑得没影 尹志平恨恨的道 照我的谣言 我一定会让其付出代价 郭靖点了点头 居然赔起不是来 前段时间 我听说尹师弟和龙姑娘走到一起之时 本来心里还很高兴 想要留住滚 但那孽障宁死不从 非要去找他师父 我属于管教 让尹师弟为难了 郭师兄说的哪里话 这一切冥冥之中早已注定 无需自责 就在这时 外面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店里小二喊道 菜来了 接着七八道荤素菜肴 以此端上桌子 两碗甜咸羹汤 又加一壶老酒 菜上齐了 您二位请慢用 那店小二虽然低着个头 但尹志平凌爵何其敏锐 从其走出房间关门时的余光 就能看出他眼中的怪异之色 郭靖招呼尹志平吃菜 又到了两碗酒 和尹志平碰了一下 一饮而尽 开始说起正事 尹师弟 我江湖草莽 不懂得朝廷之事 但那前来援助的王猛将军 刚来没多久 官家患病 立马又调回临安 这里面恐怕是有蹊跷 尹师弟这次前去临安 是否有万全之策 尹志平淡然一笑 郭师兄放心 在真正的实力面前 任何伎俩都无用处 郭靖听懂了尹志平的话 不禁好奇道 我管尹师弟 气息越发平和 猛一看似不是练武的 而是因为有道真修 师弟如今到了何等境界 哈哈 这次略有所得 先天境界已经算是彻底稳固下来 郭靖有些感慨 恭喜师弟 可喜可贺啊 可惜我被战士缠身 无道恐再难有境境 世事无常 郭师兄 你和皇帮主一路走到现在 何其不易 不会一直困在这个城池的 我也有匡复大宋之心 如今我道心通明 已经可以加快后续的进度了 师兄留在襄阳 再坚持坚持 哈哈 有师弟这句话 我身上担子顿时一清 干 干 俩人推杯换盏 又说些少年一起时的趣事 一时间屋内笑声朗朗 第四十七章 埋伏 一个时生后 九足饭饱 在郭靖的送别下 尹志平带领一众进军快马加鞭 继续往临安城赶去 带行了一段长路 来到一渡口 尹志平勒住码头 只见河边石碑上面写的四个大字 风铃渡口 心中不禁想起 刚刚郭靖谈论他未出生的孩子 若是男孩叫郭破鲁 若是女孩则叫郭湘 时光轮转 心生的总是要取代老去的 尹志平不禁想起未来的张三丰 过几年也将会出生 有了自己的影响 他还能像《以天屠龙记》中记载的那样 成为武学大师吗 尹志平不得而知 但他知道 他准备做的事 绝对比让汉人生活在蒙古人的统治下 要幸福很多 既然这样 那便坐吧 尹志平和庞冲等了一会 就见去了对面的平板大船 再慢慢返回 这种大船之所以叫平板船 主要是其作用是为了装货卸货而制作 船四周设有木围栏 船舱内铺的全是后木板 除了船头 一个小小的碧玉棚 便没有任何东西 若是漂流在大江大河里的这种船 两侧会专门设一个划船手专用的座槽 而尹志平和旁冲碰到的这个 只是用来运输大河两岸之间来往的人 货、处、车等 两岸之间距离能有多远? 也挣不上几个大子 所以再请划船的肯定入不敷出 于是他们在大河两岸 一边各固定上一根粗大的百结绳 或者一根锁链 靠着这个来拉船往返两岸 既省时又省力 等来到近前 只见这船颇为宽大 长有六米 宽有四米 船头的碧玉棚下面 居然还设有一个小四方桌 几个小木凳 上面小炭炉里 烧着一大壶热水 咕咕地冒着蒸汽 船上三个黑瘦的汉子 一个在船上将回石的绳子放进水中 另外两个在拉来前行方向的绳子 一边从水里拉起绳子 一边将拉起的绳子盘成一圈 船慢慢靠岸 旁冲对此轻车熟路 上前与船上的船主商议费用 以及拉货方式 21个人马 分三趟 人一趟 马两趟 旁冲和船主商量完毕 一声令下 17个士兵立即下马 将马背上用后部包着的背包背在身上 这些包囊里面大部分都是被冰冻住的舌胆 17个士兵和尹志平 旁冲全部上船 留两个士兵最后运输那两趟马匹 19个人一上来 船舱顿时显得有些拥挤 旁冲给了尹志平一个眼色 用脚尖指了指船舱木地板 尹志平微微摇了摇头 心中知晓 旁冲是发现了这船的不对劲 这平板船和船舱底部的空间 一般人都是放些烘干的砂石 以稳定船身 可这艘船底下却有七八道心跳声 而且船下方的水面下 虽有水流声遮挡 但仍然瞒不过尹志平的耳朵 水下也有十来道心跳声 船主有黑的脸庞露出爽朗的笑声 指着小棚子下方的桌子 对着尹志平和旁冲说道 军爷 道爷 我这里有些粗茶 要是不嫌弃的话 喝一杯 解解渴 尹志平和旁冲点点头 自去与棚下方的小桌子上坐下 旁冲提着手中的冒热气的水壶 往桌上的瓷碗里倒了两杯茶水 里面还飘着粗大的茶叶渣子 不一会 船已来到河中间 旁冲见尹志平毫无表示 端在手中的茶水 喝也不是不喝也不是 这便是有吴师尊教导的差距 如旁冲这般高手 只需要些内力运用的小技巧 就可以将吃下或喝下的东西 用内力包住以欺骗下毒者 尹志平见旁冲左右为难 就是不喝 直接问道 这茶水有毒 四周士兵顿时齐齐望了过来 有的手已经搭在腰间刀壩上 旁冲闪闪一笑 端着杯子硬是不敢喝 看了船主一眼 那黑瘦的船主 正从船尾往下放绳子 哈哈一笑 道爷开玩笑了 小人在这渡船十来年了 怎敢做出这种事 又与船头拉绳子的另外两人对视一眼 停下手中的活计 来到小桌前 端起尹志平身前放着茶碗 就要一口喝下 以证明无毒 那船主老汉正仰头喝水 他头上一拍 正喝茶水的船主脑袋瞬间炸碎 红白相间的脑浆混合着血液 洒了周围人一声 尹志平有先天护体真气 身上道袍鲜尘不染 一脸腻歪地 对着倒在船板上的无头尸体说道 真会气 喝谁的茶水不好 偏要喝我的 不说周围的士兵满脸 黏着红白的脑浆 一脸错愕地看着尹志平 仿佛第一次认识他 就连身旁离得最近 肩膀上还挂着那船老汉鼻子的旁冲 也一脸不敢置信 他中年发福的大脸看向手中的茶水碗 里面一小块白色脑子泡在红色的茶水里 这时 船头拉扯的两个有黑汉子 惊叫一声 快步跑来 蹲下抱住船主的无头尸体哭喊着 其中一个扭头对尹志平和旁冲哭嚎道 我们好心拉你们渡河 你们 你们为何无缘无故要杀我大哥 尹志平夺不上前 你没听到我说的话吗 他喝了我的茶水 就该死 你是听不懂人话 既然听不懂人话 还活着干嘛 说着一脚下去 那有黑汉子想要闪躲 但如何躲得过尹志平的脚 整个胸膛瞬间碎裂 两具尸体血液横流 顺着船板的缝隙滴滴答答 流向船底 最后一个汉子 惊恶之色一闪即逝 立即瞬间回过神 大喊一声 动手 可话音落下 毫无动静 那汉子眼尖被这么多人围着 一手猛锤船板 无力地喊道 动手 快动手 动手啊 船舱下面仍毫无动静 若是从半空中观看 就能看到船底 十几具黑衣尸体 在水中沉沉浮浮 顺着水流往下游飘去 原来尹志平这一脚 直接震碎了船舱底部 和水中埋伏的二十多人的心脏 士兵们撬开船板 只见下方砂石层上 躺着八道黑衣净装的身影 手中都握着一杆又长又尖的坠子 追头散发着幽蓝之色 一看就是进了剧毒 这要是一起猛斗往船板上一扎 船板上一无所知的人 脚背恐怕会瞬间被刺穿 加上在河中央 只能任人宰割 庞冲一把抓住紧盛的那个老汉 双手成爪状 对其身上连连击打 瞬间卸下全身骨骼 卸掉的下恶嘴里发出惨叫 身体如烂泥一般 扑倒在染红的船板上 皇城司禁军本就和明朝锦衣卫类似 虽然没有其残酷的手段 但也需要监察百官动向禀报皇帝 所以几个刑法下来 那汉子交代了全部 原来是一伙攀阳湖水匪 被假刺到许以重金 又以尹志平身上有江湖流传的 可以增加内宫的舍胆为诱饵 来此偷袭 这些陆林盗匪井底之蛙 见识短浅 连内宫都没练成 反而想要偷袭尹志平一群内宫高手 就算尹志平不出手 这些士兵杀他们 也如杀鸡一样简单国师大人 这人该如何处理 见水匪交代了一切 庞冲上前问询 人由自然万物供养 自要反补万物 把他扔进水里喂鱼 第四十八章 在遇袭 庞冲听到尹志平的话 挥了挥手 士兵们开始清理甲板和舱内的尸体 尹志平心知 林安恐怕出了很严重的状况 不然贾四道也不会阻挠自己前去林安 这大宋还是要保的 有能力去做某事 而不去做 心中免不了后悔自责 尹志平此时 心有体会 前世流传的那句话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自已看到蒙古士兵残杀中原百姓 自已能眼睁睁的看着吗 自已明明有这个能力 就眼看着无数百姓家破人亡 在以后元朝的统治下 做个最低等的四等人而不管不顾 自已躲在山中 独自逍遥自在 尹志平做不到 想起前世那些做了法官 律师的 好多年老退休 开始念经拜佛 自已要做这种人吗 自已绝对不会做这种人 且赞保大宋就是帮自已 可以借助皇朝力量探索整个世界 及整国之力 去寻一个长生修仙之路 这个路子 尹志平反而觉得机会更大些 片刻后 一行人收拾完毕 运来马匹 所有人神情严肃且激紧 对于尹志平突然表现的残暴手段 士兵们虽然心中知道 那是对待敌人 但仍旧坠坠不安 生怕冲撞了国师 队伍气氛一片凝重 两天后 一行人紧赶慢赶 总算快到临安城 再行几十里便能到达 太阳高照 所有士兵仍然不见疲惫 士兵们虽然都是内功有成的高手 坐下的军马 却不是什么异兽宝� 经不起这样的高强度急行军 一行人顶着烈日 不一会 看到大路边有一茶馆 中原历经近百年战乱 早就百里无人烟 也只有在南宋国内才有这些 这家茶馆 在关道路边外二三十米 几棵大树下 说是茶馆 其实就是一个路边搭的草棚 一般都是附近村民 在农闲时 来着烧些茶水 卖给醒脚的商人补贴家用 这家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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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关道路边外二三十米 一行人顶着烈日 不一会 看到大路边有一茶馆 中原历经近百年战乱 早就百里无人烟 也只有在南宋国内 才有这些 这家茶馆 在关道路边外二三十米 几棵大树下 说是茶馆 其实就是一个路边搭的草棚 一般都是附近村民 在农闲时 来着烧些茶水 卖给醒脚的商人补贴家用 此时队伍人吉马可 来茶馆歇歇脚 喝点茶水 是再好不过 来到茶棚前 只见是个三面透风的草棚 棚子上的立柱上 绑着一个长杆 长杆上面挂着一块灰色粗布 上面用黑线 绣着一个歪歪扭扭的茶字 随风飘荡 里面摆着五张简陋的木桌子 木板凳 坑坑哇哇一看 一个弯腰驼背的老农 带着一个八九岁的女孩 在里面忙活招呼一桌刑伤的小贩 那一桌小贩 见一对高头大马的进军 簇拥着一个中年道人而来 虽只有二十人左右 但各个气势如虹 凶悍破人 四个小饭剧都心惊胆战 站起来撒下两个铜板就走 影制品也不管他们 正好五张桌子 挤一挤刚好坐下 那小女孩见到这么多人 怯生生的不敢上前 只是守在土灶上一个香炉旁边 照看灶内的柴火 弯腰驼背的老农 头发花白 脸上皱纹纵横 一看就是常年跟田地打交道的人 颤颤巍巍的对着影制品一行人问道 各位军爷 小老 这里只有些凉水 开水 茶水 您要些什么 旁冲抬眼看了看影制品 建国师眉头轻皱 没有说话 自己也不敢多说 影制品轻皱眉头 是因为他发现这个弯腰驼背的老人 和小女孩心脏的跳动有问题 老人的心跳本该缓慢沉着 小孩的心跳本该迅速轻快 但这一老一哨的心跳 居然和正直壮年人的心跳一样 强健有力 指了指里面小女孩身旁香炉上 燃烧的红色香烛 这是什么香 老农和小女孩在听到自己问话时 心跳猛的跳动了一下 那老农似乎耳朵不好 慢吞吞的说道 道爷 这是供奉造神爷的 我们爷孙俩靠着吃饭 所以要实时上香以求保佑 影制品吃之以鼻 供奉神仙哪有只烧一根香的 就在这时 影制品听到百米外的官道上 接连响起四个倒地的声音 联想到刚刚喝了茶水的四个商饭 还有这根红色的香烛 嘴角裂开一丝笑容 你们是哪门哪派 这种下毒的老套路也拿出来对付我 哪门哪派 道爷不要说笑 小老儿一个农家汉 怎么可能是那些高来高去的大侠呢 老头极力否认 但急速的心跳已经将他出卖 影制品时间有限 根本懒得再理会 抬起手就要将其一掌毙命 但心中警铃大作 只听到前方突然传来厉笑之声 就见十来根粗如手臂的巨大弩箭 瞬间穿过茶棚的木柴墙朝众人袭来 当现一根穿过眼前的老人脖子 于是不剪 直刺影制品胸口 来不及多想 本来举起的手掌猛地抓住弩箭 巨大的力量将影制品往后推出鸡米远 剩余的弩箭也随之而来 影制品身后人影齐飞躲避射来的弩箭 可身下的马却遭了殃 21头黄标马直接被弩箭刺穿 扎在地上不停地扭动哀嚎 影制品听到土躁旁的小女孩口中 喊出男人粗嗓门的声音 师兄 接着整个棚子因为被弩箭射端柱子 上面的草棚正往下落 还未等影制品和旁朝反应过来 又是十来发弩箭再次射来 所有人或跳树上或躲在树干后面 但弩箭尽力强劲 躲在树干后的士兵直接被一同贯穿 其余人全都跳到树关上 旁冲喊道 是三弓闯弩 话音未落 紧接着的又是一波弩箭 众人脚下的三棵大树 尽数断裂倾倒也在跳上树关的那一刻 影制品看到弩箭发射的方位 近离此地有一千多米 心中惊叹着古代竟然有这种力气 可脚下反应不慢 随口说了一声 你们小心 我去去就来 当即身影连闪避过下一波弩箭 从侧方闪电般飞速奔跑 实习之后 影制品已经看到前面三十多架巨大的床弩 从外形来看 下方像是一张大木床 上面架着一个体型巨大的弩 且有三套弓壁通过滑轮共同发力 床弩旁边一个个士兵正往上放粗大的弩箭 后方负责拉弓的 居然需要十人共同搬动发射口 影制品看到床弩侧方 一对十来人的士兵围着一个正在指挥床弩发射的官兵 影制品身影丝毫不减 众多士兵只见眼前黑影一闪 那个被众人围在中间的指挥官头颅瞬间飞到空中 影制品飞到众人头顶半空 一声大喝 停下 声音从影制品口中发出 肉眼可见的波纹席卷向下方的士兵 操作闯弩的士兵捂着耳朵面色痛苦 东倒西歪直至晕厥 四周一看 没有其他发现便迅速返回 等来到茶馆 庞超已经抓住了那个七八岁的小女孩 死了三个进军士兵 其余人不少身上都带着擦伤的痕迹 马匹全军覆没 物资散落一地 这次可谓损失惨重 但一行进军都是训练有素的强兵 收拢完散落的物资 拖着被擒住的小女孩 众人迅速转移到一处草丛茂盛的低洼之地内 疗伤的疗伤 上药的上药 旁冲铁青着脸 一巴掌扇趴小女孩 说 谁指派你们呢 那小女孩身材娇小 脸色惨白 此时嘴角溢血 说出的话 却令人浑身鸡皮疙瘩 明明一副甜美的小女孩长相 嗓音却是一个大嗓门的操汉 第49章 林安诚 那操着一口操汉音的小女孩 因朝廷的背刺 恨透了假四道 一五一十地讲述完事情经过 尹志平听完 只想赶紧弄死这个不男不女的 但又好奇 这人嗓音如此奇怪 便问道 既然你是五毒教的弟子 你这身形和口音 那小女孩似乎早就知道 这一帮人会忍不住问 半边脸肿的老高 依然能看出其脸上的傲色 这乃是我教苦心研究多年的一项记忆 将活人头上的脸皮 头皮生生扒掉 放置在我教特制的药水中六个时辰 再披在自己的脸上 头上便可一甲乱针 若是你们答应放过我 我就将这门记忆传给你们 说着还怕尹志平一行人不信 双手伸到后脖梗处 摸索一会 用力一撕 众人只听到撕拉一声 如撕扯不匹的声音 那小女孩直接将皮从脖梗沿着后脑勺撕开 生生扯下一个半透明的人皮头套 上面眉毛 嘴唇 头发俱全 而人皮头套下 是一个眼歪嘴斜 满脸麻子的光头 众人从面相才知道 这是一个诸如尹志平 眼神冷了下来 这小女孩被扒皮时 要是死了呢 眼歪嘴斜的光头 看着手中撕下的人皮 双眼居然浮现爱惜之色 如看一个艺术品 死了 那可不成 没了活性 就做不出这么完美的面具了 说着 轻轻摸了摸手上人皮面具的脸 我在给她包皮时 她的哀嚎简直是最美的音乐 那稚嫩的求饶声 真令人迷醉 后面的声音戛然而止 尹志平不想再听下去 将其一场拍碎 看了看众人一脸恶心的表情 等回城后找人来收 去三宫闯弩娜 那里有些马匹 一行人施展轻功 不到片刻就赶到闯弩娜 看到如此多的城防利器 拿来射杀自己人 所有人怒火冲天 旁冲暗暗发誓 回城一定要好好彻查一番 只要有牵连的全部当诛 不理会闯弩旁昏迷的陈卫军 前行几十米 终于看到很多马匹和马车 被拴在一条小路的树林边上 众人当即上马 随着身后烟尘滚滚 一行人迅速离去 三个时辰后 林安城赫然在望 这是尹志平第二次来林安 此时的林安城 城门城墙重兵把守 挨个检查进城出城的百姓 城门一边的墙上贴着一张白色黄绑告示 上面写着陛下重兵 需要招募天下良衣 尹志平等人还没走到城墙边上 城门口的守卫顿时如临大敌 举着长枪迎敌 城门上两排弓箭手也都拉弓搭箭瞄准他们 城下百姓见状 一窝蜂的往四处跑 庞冲是林安城的老人 自然认得城墙上的副将 看到情况不对 隔着老远就高声喊道 李守正 你想干什么 没看到国师大人来了吗 那城门守将苦着脸说道 庞统领 丞相吩咐的 卑职也没办法啊 尹志平不想多说 晚一分 皇帝赵云就少一分活命的希望 双目幽光一闪 继续策马向城门冲去 后面的庞冲以及士兵健壮 咬了咬牙也一同跟上 但奇怪的是 等他们到了城门口 城门守将和城卫兵全都如重鞋般 站直了 立于两侧 刚刚还举枪迎敌的样子 这时成了立于道路两侧迎接的镖兵 这是尹志平 使用九阴真经里面的一招疑魂大法 尹志平本就精神力强大 加上先天高手境界 对付一群庄稼把势 还不是手到擒来 来到城门前 首长对着城墙上的告示一吸 招募告示瞬间飞来 被尹志平一把抓住 继续策马扬提直奔皇宫 临安城也就是前世的杭州 皇宫是由以前的行宫改建的 但城内本就拥挤 加上山石阻拦 实际上并没扩建多少 城内街道人来人往 尹志平一行人走大道 很快就来到皇宫前 皇宫南门为立正门 官员上朝 使臣觐见等全由此门进入此时 城门前 贾四道带领一众文武百官 站在城门前 看到尹志平策马而来 立即吩咐成卫军统领和晋军统领 带人上前阻拦 尹志平勒住码头停下 高辉手中的皇榜告示 对着藏在众多士兵身后的贾四道喊道 贾丞相 为何蓝平道去路 平道略通一礼 要去为陛下之病 贾四道 今日不再是锦衣绿袍 而是紫色方星圆领一品大圆服 头戴直角斧头乌纱帽 俗话说 人靠衣装马靠鞍 狗带铃铛跑得欢 贾四道穿上一品大圆的服装 站没站向坐没坐向 但那骨子威严硬是压过自己一身的 匹里匹外的气质 对着尹志平立声呵斥 妖道 上次你对陛下做了什么 自从你离去后 陛下整日无心朝政 更是吃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现在陛下因你身患重病 本相岂能再放你进宫 尹志平不想和这地痞纠缠 眼中亮起盈盈幽光 注视着远处的贾四道 贾丞相 陛下到底是因为什么才患病的 那贾四道 被尹志平使用一魂大法催眠 四喝醉了般 心中不忍 让我寻些宝物 我煞费苦心 不辞辛苦 才找到高宗先皇炼丹的湘南葫芦山 里面有一阵山之宝 我拿去敬献陛下 谁知陛下会一病不起啊 我姐姐现在天天以泪洗面 这不能怪我 我是好心的 一片苦心啊 贾四道周围的大臣 全都目瞪口呆 本来是被他忽悠的 都认为是尹志平对陛下做了什么 毕竟官家确实因为这个国师进攻后 才性情大变 就算不是这个国师干的 也脱不了干系 此时听到贾四道不知怎么的 居然开始哭诉 自己是罪魁祸首 听这意思 心中还挺愧疚 所有大臣一下子 全都离贾四道远远的 生怕被牵扯上 尹志平暗运内力 声若雷霆 贾四道谋害陛下 你们还不将其擒重 四周兵族全都看向自己首领 见皇城司进军首领犹豫不决 尹志平直接一掌隔空向其打去 身子顿时暴碎 见了周围士兵 和其身旁的皇城司首领一身 你也是吗 说着看向陈卫军的首领 那陈卫军首领颤颤巍巍 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水 立即挥了挥手 还不拿下 众多士兵连忙倾注贾四道 那贾四道似乎回过神来 想到刚刚自己不知怎的 就把心中的苦水说了出来 心中止不住的后怕 指着尹志平发疯般的喊道 妖道妖道 戴下去 是是是 卑职这就戴下去 随着尹志平向前 几百号城卫兵和进军全部后退 让开一条道路 第五十章 诡异数之 皇城门前 有的大臣想偷偷溜走 尹志平岂能让其跑了 对着在场的朝臣说到诸位大人 如此心忧陛下 实在难得 既如此便一同去看看陛下病情 皇城司禁军首领被尹志平打杀 旁冲顺势暂领禁军 一众大臣看着围过来禁军 只能乖乖听话 跟着尹志平进了皇宫 很快 众多禁军簇拥着尹志平 还有一众大臣来到皇帝赵云养病的寝宫 寧香阁 一路上 众多太监 小跑着向里面汇报 等众人走到寝宫前 里面出来一个雍容华贵的身影 三十岁上下 却端庄典雅 仪态庄严 只是双眼带着泪痕 哭得有些红肿 旁冲小声的在尹志平耳边告诉他 这是贾贵妃 尹志平微微拱手 平道尹志平 刻来给陛下看病 那衣着华贵的妇人 当即露出一丝笑容 原来是国师大人 我看朝臣齐聚 还以为是找陛下复议太子之事 国师能来 那太好了 快请进 说着脸色转为欺然 陛下的情况 哎 尹志平跟随贾贵妃进了殿内 外面的群臣自由进军看守 一进殿内 一股浓郁的药味扑鼻 四周门窗紧闭 密不透风 这一看就很没医学常识 带来到屏风后面 一个珠红色大床 上面青纱缭绕 随着走近 竟有些阴寒 能看到床上盖着好几层厚厚的棉被 等来到床边才看到 木床四周 居然放着五个炭火炉 床上 躺着一个满脸结满白霜的中年人 乍一看 还以为是冰天雪地里冻死的尸体 这正是南宋皇帝赵云 尹志平脸色一变 挥手让几个照看火炉的宫女退下 那些宫女看到贾贵妃轻轻点头 才缓步离去 贾贵妃御下手段了得 当当你说负义太子 尹志平并没有先去检查皇帝赵云 而是和贾贵妃说起话来 国师久不在朝堂 不知缘由 太子幼时被改人下毒 所以体弱多病 七岁才开口说话 智力衰弱 我弟弟常跟我说要重立太子 所以刚刚才有此疑问 贾贵妃进了屋内 反而一改刚刚的七处 但然若是不紧不慢地回尹志平的话 国师不给陛下浩浩卖吗 尹志平冷冷道 一个死人 把什么卖 你先前为何不说陛下已经驾崩了 国师是我大宋法力无边的广化真人 名声在外 我一个弱女子微弱蝼蚁 怎会在乎什么名声 只想求您见识 什么识 支持先皇的表执赵杰为新皇 尹志平本就不想踏足国家大势 更何况内宫皇储之事 忍住拍死他的冲动 问道 这世荣后在意 我听说陛下是被一件奇物害成这样 东西还在吗 在 我给你拿 贾贵妃走进殿内 一个小隔间 抱着一个漆黑的木盒过来 我弟弟不让我打开看 说是会沾染上误会 国师请便 说着 将木盒放在桌子上 转身走到外面的屏风处 是一点都不好奇 里面装了什么东西 似乎更希望尹志平打开这个木盒 尹志平心下狐疑 这贾贵妃如此不对劲 怎么回事 但心中对自己的实力信心十足 不幸这灵气消散的世界 还有什么能害得了自己 缓缓打开木盒 只见里面漆黑一片 尹志平能黑夜是雾 自然能看得一清二楚 木盒子里放着一截 带着几片漆黑叶子的树枝 尹志平还在想 这是什么树石 那木盒里面的树枝 好似醒了过来 一下睁开十几双大小不一的红色眼眸 尹志平身影 瞬间消失 直接跳上房梁 蹲了好一会 发觉没有什么问题 又摸了摸身上 也没什么问题 拍了拍急速跳动的心脏 才缓缓落下地面 见木盒里什么动静也没 再次慢慢走到盒子旁边 尹志平忍下心中的不适 仔细观瞧 才发现 那些大大小小红色的眼睛 是从这节树枝上浮现的 而红色眼睛四周 是一张张或痛苦或扭曲的鬼脸 随着尹志平靠近 那些红色眼睛浮现贪婪可求之色 似乎渴望尹志平一身浓厚的气血 但欣喜的尹志平发现 这节树枝是被人折断的 折断的口上 略微干枯的枝条表面 鬼脸已经没法变换表情 红色眼睛的光芒也越来越微弱 尹志平心中震惊难以言表 这节树枝是从一棵树上折下来的 那这棵树是 这是武侠世界应该有的东西 尹志平心中疯狂吐槽 但心中隐隐有些相信 只因上次自己能吸收人的气血 竟然要内气液化 说明气血之力可以使用 只要给某棵变异的树 一直喂养人类 那么很有可能 养成这种诡异的树母 尹志平不明白 这节树枝有什么危险 但旁边躺着的皇帝赵云 已经证明 这节树枝是多么诡异 所以尹志平没有去碰树枝 而是掀开棉被 去检查皇帝赵云的尸体 刚一上手 逼人的寒气侵入手掌 先天内力可自动护体 直接逼退这股寒气 但尹志平能感受到 这股寒气并非寒气 而是一种阴寒的力量 看着树枝上的鬼脸 尹志平暂时将它算作鬼气 小小鬼气也敢在屏道面前放肆 尹志平浑身先天真气沸腾 大手猛地按在皇帝赵云头上 用内力逼退寒气 从头开始 一次往下检查 待到小腹时 尹志平的内力 检查到一个皇帝赵云 肚子里有一节小东西 在源源不断的散发寒气 而这时 尹志平一抬头 突然发现 皇帝赵云解冻的脸上 在迅速变得衰老枯萎 当下不再试探 直接打破肚子 内力吸出一小块黑色的树枝碎块 上面一个满脸痛苦的鬼脸 睁着贪婪的血红色眼睛 看着尹志平 更让人惊骇的是 木块下突出的几根寸许长的根须 尹志平内力覆盖双手 不停地碾压消磨手中的树枝碎块 随着先天内力持续消耗 碎块上的鬼脸和红色眼睛 慢慢消失 直到变成一颗乌黑的树枝碎块 再一用力 碾成碎末 再也没有了丝毫奇异的特性 就算这样 尹志平仍然担心沾上诅咒 多拉些人挡着 总归是好些 带好皇帝赵云的被子 走到屏风处 粗鲁地推开挡路的贾贵妃 双手四处一拍 一闪闪窗户全被打开 屋内的空气总算清醒起来 一脚踹开大门 对着外面的群臣说道 都进来 一众文武大臣 依次进入大殿 待看到床上干枯老麦的皇帝赵云 差点吓得坐在地上 以为是闹了要挟 尹志平揪着贾贵妃 来到那个墓盒之前 那贾贵妃看到墓盒里的事物 再也不负雍容华贵之色 吓得嘶声尖叫 晕厥过去 仲臣连忙去看 待看到墓盒中的东西 均是吓得连连后退 就连那白发苍苍的老臣 都手脚麻里的往后钻 尹志平拍醒贾贵妃 抓着他脖子 将头往墓盒里按 贾贵妃吓得大声求救 眼见离那血红色的眼睛 越来越近 再次吓晕过去 等再次被尹志平拍醒 他手脚并用 趴在地上想要远离那个邪物 尹志平抓住头发 再次将其凑到盒子旁边 狠狠问道 你是怎么陷害陛下的 快说 贾贵妃早就吓破了胆 哭着说道 是我弟弟 说将这个献给陛下 吃上一块 可以增加修为 我不知道 我是被弟弟陷害的 尹志平双手亮起猛猛青光 一把抓出那诡异的树枝 将树枝狠狠插进贾贵妃胸膛 肉眼可见 贾贵妃哭哭哭的美丽容颜 快速苍老下来 直至成为一具干尸 正如躺在床上的皇帝赵云一样 吸完气血的诡异树枝 痛苦扭曲的鬼脸 竟然变得安详起来 唯有那些红色眼睛 滴溜溜直转 不怀好意地盯着所有人 这景象吓得群臣慌忙往墙脚挤 他们何曾见过这种诡异邪物 都惊啪不已 尹志平正要说话 突然旁冲从门外跑来 一进门看到尹志平身下一具干尸胸口上 插着的诡异树枝 也是吓得一下停住脚步 顿了顿 才来到尹志平身边 小声说道 不好了 是 旁冲拱手硬道 尹志平说完 将诡异树枝拔起 再度装进盒子 转身循着甲四道的气息 闪电般往城外飞速追去 第五十一章 幽律 临安城十里外 安乐村 甲四道 被三个身穿苗将服饰到 一身穿苗的汉子 捆在一间农房内 屋内饭桌上 趴着两个老人 一个身材滚圆的苗将胖子 抓起饭桌上一个窝窝头塞进嘴里 嚼了两口 一脸难看 扑刺一口 吐到两个老人身上他奶奶的龟孙子 做的什么玩意 一股子树脾胃 屋内土墙边上 正折磨甲四道的两个高瘦男人 不耐烦地说道 吴胖子 别他妈光想着吃 快点用你的事心骨过来招呼他 催什么催 差我这一口饱饭 麻师兄和为师兄去毒杀尹之平 现在都没个消息 恐怕凶多吉少 我们回去该怎么给圣女交代 吴胖子又端起一碗西粥 只见里面就几颗米星子 上头飘着几片绿菜叶 气得往地上一摔 啪的一声碎一地 那俩高瘦汉子再次扭头 蠢猪 小声点 我们赶紧把一万两银子拷问出来 回去交给圣女 破财免灾 麻干子 你他娘的 再叫我蠢猪 小心我是星骨往你身上招呼 虽然吴胖子嘴上硬 但还是缓步走到假四道面前蹲下 从袖口里掏出一个小瓷瓶 里面一条两寸长 绿油油的细长虫子 在里面翻滚爬行 吴胖子眯着小眼嘿嘿一笑 我的乖儿子 饿坏了吧 这就让你吃个饱 说着 将瓶子凑到假四道嘴边 看着背点了穴 说不出话 也不能动弹的假四道 嘿嘿一笑 另一手掰开假四道嘴巴 在其惊恐的眼神中 那条浑身绿油油细长的虫子 慢慢从瓶口爬进假四道嘴里 过了一会 随着吴胖子轻轻吹着口哨 假四道额头汗如雨下 浑身衣衫湿透 面目猙獰 似乎忍受着极大的痛苦 好了 好了 你要玩死他 一旁的高瘦汉子 打断吴胖子的口哨 伸手在假四道身上连点几下 假四道瞬间蜷缩在地上 如跟从水里刚捞出来一般 满脸的汗珠 嘶哑着喉咙 哼哼唧唧喘息了一会 才爬起来磕头如捣蒜 哭喊道 三位好汉 你们要银子 倒是直接说啊 你们不让我张口 我怎么说 高瘦汉子直截了当地说 银子在哪 假四道颤颤巍巍的道 我所有的钱财 全部在城里克莱营赌方后院的地窖内 别说银子 金子都无数 随你们拿 只求放我一条生路 三个苗疆人听得双眼放光 正要说话 突然外面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 紧接着一声正气凛然的声音传进屋内 开门 查水表 三个苗疆人一愣 对视一眼 因不熟悉这边风俗 听不懂这话 以为是县城小利找来 三人轻轻贴近房门 吴胖子粗着嗓音说 来了 三人配合默契 吴胖子直接打开门 身后两个高瘦的汉子手拿毒粉猛的 往来人脸上一撒 等毒粉落下 三人一愣 怎么是个道士 而且撒得毒粉一点没沾上 全掉地上了 心中引感不妙 就要关门屋内的贾四道 却突然高喊道 国师 快救我 三人脸上刚露出惊恐之色 便在一道见光中彻底凝固 那因失了主人控制的蛊虫 顿时开始闹腾起来 贾四道惨叫一声 双手捂着心口 在地上疼得翻来滚去 可疼痛越来越重 脸色赤红 大口喘息 最后疼得连动都不能动 双眼涣散地注视着 慢慢夺步而来的尹志平 口中喃喃自语 杀了我 杀了我 尹志平随手一挥 贾四道脖子断开 在一掌打碎其心脏里的蛊虫 撕开长袍 包住贾四道的头颅 双脚清点地面 身影瞬间破开屋顶 不见踪影 临安城皇宫 宁香阁 如今天色渐晚 城内城外 重兵把守 禁止禁出 此地更是三步一哨五步一港 宁香阁内空无一人 没人敢和那诡异的树枝 待在一个屋子里 尹志平身影如飞 在众多把守的君族眼中 只见黑影一闪 便看到 国师提着个不带子 来到宁香阁前 门前两列士兵立即行礼 尹志平摆摆手 进入殿内 此时 殿内除了空无一人 和刚刚离去时 并无两样 缓缓夺步 来到装有那个诡异树枝的盒子面前 树枝上再次睁开 十来双血红色的眼睛 尹志平顿了顿 从那衬衣兜里 拿出一个表面坑坑哇哇 整体是个圆球的珠子 正是蛇骨那座仙斧中的宝物 这诡异的树枝上 十来双血红色的眼睛 乍一见到尹志平手中的珠子 顿时如见了新的猫 浑身乍起 那些血红色的眼珠子 都瞪大了一分 鬼脸上全都浮现贪婪之色 树枝上黑色的叶子 都颤了颤 尹志平心中有些不明 所以 为什么自己想尽各种办法 都吸收不到珠子中一点力量 从那吞了这珠子的菩萨取舌来看 应该有修复血肉 或断肢重生的作用 为什么这个诡异的树枝 会对这东西这么渴求 尹志平实在搞不懂 这其中的原因 而最近 自以这一番行动 也只是为了让底层百姓过得好一些 略近薄力 近人事 听天命 令自以念头通达 可最主要的 还是研究长生之路 自以已经马上就快三十有二 想到来临安路上见到的 枫林渡口 郭湘 张三丰都即将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他们斥杀风云之时 自以以垂垂老矣 岁月催人老 自以还有多少年可以折腾呢 脑海里的那个 带自以穿越过来的破珠子 对自以又不管不顾 这个第五世界 连个灵气都修不出来 我拿什么长生 难道真要逼自以杀生正道 用天下所有人的气血来修炼 让自以一个人长生吗 尹志平不敢赌 带自以年华老去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身体 越发衰弱死亡降临 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看着自以一步步接近死亡 慢慢体弱无力 身体生出各种毛病 手不能动 脚不能行 喝口水都办不到 躺着床上静静等死 这种折磨无疑让人发疯 自以能忍住不干出 吸人血气的事情吗 邪念也是自以的邪念 就算上次自以散功重修 依然如影随形 它永远在自以心底的最深处 此时 天地彻底归于黑暗 宁香阁里漆黑一片 身手不见五指 唯有尹志平身边的盒子里 争着十几双血红色的眼眸 里面是疯狂 是渴望 第52章 大帝之姿 第二天一早 整个皇宫内的太监宫女天不亮 就已经开始忙碌 洒水扫地 天香家族 盖因今天是新皇登基之日 先皇李宗皇帝赵云武子 任职赵琪为干儿子 早几年立为太子 西家教导 然赵琪之母是一小妾 主母逼扶堕胎药 不想胎儿早产 又因堕胎药另加外毒 从小体弱多病 治理低下 皇宫明德殿后方一所偏殿 尹志平此时 正与李宗赵云的皇后谢氏 打理这个傻儿子 至于赵琪生母 生下孩子那一刻 等待他的 就只能是以死谢罪 赵琪今日起早 大哭不止 邂逅拿蜜糖 碎鹿笑脸 尹志平看着眼前的场面 无语凝噎 这不是地主家的傻儿子吗 穿个衣服 还要哄来哄去 不过念其身是可怜 一会尽快完事 好让他回来继续玩你吧 待朝阳升空 明德殿内群臣毕至 只要是林安成入了品的关 全部到场 就是生病卧床的 都被儿子扶着进大殿 只因国师放话 谁敢有小动作 灭九族 如今林安成两大军权 全部握在国师手上 一个贵妃说 弄死就弄死 更何况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臣子 事宜 看到尹志平走在前面 领着谢皇后和太子赵琪 走上高台龙椅 那些平时跳得最欢的御史大夫 没一个敢吭声的 新皇继位颇为麻烦 一共分为四个部分 悲痛先帝 诉说先帝的事迹 新皇批评前朝 最后就是表明 自己态度还有大致政策等等 一个傻皇帝做这些 不是让人笑话吗 尹志平挥手打断 太监瞻那念的上柄天地什么的话 拉着太子赵琪一屁股坐在龙椅上 那傻儿子 赵琪再傻 也知道这是自己父亲经常坐的位置 在宽大的龙椅上东倒西歪 一会瞧瞧这 一会摸摸那 闲不住 谢皇后也拿他没办法 尹志平同样不管他 看着下方乌泱泱低头站立的大臣 直接开口问道 庞冲 昨夜让你查封假四道 以及前丞相丁大全等反贼的家产可有查清 庞冲从两侧朝城后面站出 来到中间 叩拜回答道 回禀皇上 国师已查清两位大臣的家产 折合白银两亿四千万两 群臣中心里有底的 纷纷倒吸凉气 三年青之府 十万雪花银 更何况这两个丞相引志平再问 户部尚书何在 去年一年睡银几何 群臣前头走出一人 回禀皇上 国师去年国库收入七千零七十万两白银 这下殿内嘶嘶声不绝于耳 尹志平双手下压 群臣顿时净声 连年征战 苦名久矣 户部尚书李同志 协同皇城使旁冲 将赃款入国库 免农税三年 余税照旧 是 陛下 国师 群臣嘴角纷纷露出嘶嘶笑容 尹志平继续说道 皇帝年幼 少不更事 平道清修 不喜俗物 卓请淑密院士东宫少师注意 海军节度判官文天祥 御使大夫无间 左丞相李宗 国公唐元枕 票计大将军王猛 皇城使旁冲 共七位大臣 为内阁辅政大臣 任一人都无决策权力 每到政令需 至少五位内阁辅政大臣共同签署 方可下发 取缔皇城司 成卫军 组合成一个部门 镇国司 归内阁管理 总管天下武将选贤任能 保卫皇室 以及七位内阁辅政大臣 其余职责不便 尹志平不理会下方群臣一片惊呆的表情 从怀里拿出一册出诗表 交给皇帝赵琪 对着一脸惊怒的谢皇后说道 待陛下能背诵出诗表后 再清政吧 谢皇后敢怒不敢言 尹志平这番举动 无疑使得宋朝君主的权力旁落 但现在人为刀卒我为鱼肉 谢皇后只能忍着屈辱答应下来 尹志平无法一下子将整个封建王朝 改成君主立宪制那种政治体系 但可以全面削弱权力集中化 将权力平均分配给南宋各方势力 再有武力保卫和镇压 起码短时间内 这套政治体系能快速运转起来 自己可没时间盯着 尹志平说完之后 就让七位内阁大臣上前 开始解决新皇登基 以及先皇赵云的葬礼事宜 庞冲上前小声会报道 国师 这不好吧 这内阁大臣您最适合 我哪会是这块料 你家人孩子都在临安 为了他们 多向其余几位大臣学习学习就好了 平道坐镇临安半个月 足够你熟悉政武 看着一脸苦笑的旁冲 尹志平拍了拍他肩膀 转身离去 剩下热闹非凡的朝堂 当天下午 全城进行解除 整个临安掀起轩然大波 城中百姓本以为那国师准备监国 坐那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位子 没想到 居然没有任何贪恋 再加上免除百姓赋税 所有人不禁竖起大拇指 认为 这位是一位真正的有道真修 唯有几个被选上的内阁大臣 愁眉苦脸 愁的并不是处理政武 而是国师 他们可不会和百姓一样认为 国师不贪图权利 恰恰相反 国师现在已经都不是一人之下了 完全成了幕后皇帝 郑国司是其手下旁冲的 内阁也有旁冲 这公平吗 让其他人如何玩 一天后 临安城开始挂起白布 以哀悼李宗皇帝 随着政令出城 南宋百姓纷纷喜悸而泣 三年的免税 中瓜得瓜 中斗得斗 勤劳一点 过上温饱的日子还是可以的 而尹志平则身处皇宫秘库 以及藏书阁 刚一进大内秘库 中间摆放的 就是前段时间 送给李宗皇帝赵云的蛇骨 尹志平不知该说什么 如果没有自已 可能他还能潇洒的再活二十多年 或许这次自已再度深入插手南宋 会发生更大的变革 正好看看这方天地 是否有自已的意志 这间秘库 是当年北宋南渡时 剩下的一点家当 大多珍稀之物早就被盗 当年黄药师徒弟驱灵峰来此偷到甚多 最终被宫内禁军实验名打死 现在这里除了值钱的奇珍异宝 对武林人士需要的神兵戾气 却是基本没有 不会白费这么多心思 什么也得不到吧 尹志平转身又去大内藏书阁 从大宋众文清武就知道 这爵士武功就别想了 尹志平搜了半天 大多都是诸城里学存天理 灭人欲那一套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制造规则的总喜欢让别人遵从 而自已是个例外 将其扔在一旁 开始翻找武学秘籍 这一找 虽然绝学没有 但是乱七八糟的一流内功 和辅助类功法不少 甚至找到很多医书 这个好 一五不分家 接下来几天 尹志平再次开启沉浸式学习模式 至于外界 其实根本不需要尹志平坐镇 以旁冲现在绝顶高手的水平 加上从蛇骨带出来的十来个一流高手 现在又还有很多蛇胆 镇压任何武将世家 绰绰有余 尹志平精神强大 早就有过目不忘之能 金伦法王的龙象般若功 这是西藏密宗至高无上的护法神功 分十三层 练成之后 掌力霸道刚猛 每练成一层 就增翼龙一象之力 练到十层 有近千斤之重的力道 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费时间 练成的时间 每一层都比上一层的多出一倍 几何倍的增长 连练到死都练不成最后一层 上次尹志平仅凭肉身力量 就能和练成九层的金伦法王 硬碰硬不落下风 那要是自己修炼成了 第二层第三层 一直到第九层都畅通无阻 来到第十层时 几个十层后 还是没有练成 想来想去 上次金伦法王 好像强行使用了 第十层的龙象般若功 想起那脱手而出的龙影相身 尹志平复林心智 一下跃至藏书格外的院子里 一拳向上 一拳向下 再弯腰猛冲 尽力十足 这是尹志平用大内藏书格 翻到的霸天拳掌招式 几个回合后 暗运龙象般若功内力 直到一声龙影相名的轻银声响起 尹志平目光豁然大作 拳掌交错 瞬间龙影向身从拳掌飞出 攻击到不远处一座假山上 只听轰隆一声 假山立即碎裂尹志平链的兴起 却突然想到周伯通的左右互搏之术 想到就做 尹志平双手舞动 一龙影象的身影盘旋周身左右 脚下不停 几招铁脚弓施展 运起龙象般若功 再度腾起一龙异象 整个身体 被四条龙象尽力的虚影带飞到空中 如同神魔在世 气焰逃天 尹志平链的起劲飞出院外 耳边突然传来一声熟悉的惊呼音 国师异象加深 有大地之姿 尹志平当即一个猎浅 差点摔个头着地 龙冲连忙上去扶住尹志平 尹志平没好气地说 你胡说什么 真的 我看古书 人皇大帝战吃油时 不就是异象随身吗 龙冲苦着脸说道 尹志平甩开龙冲虚伏的手 站直身子 是最近有些消息 要跟国师汇报一下 消息 对 国师 一个是您师尊丘真人来信 说着 龙冲拿出一封信交给尹志平 还有一个是蒙古达子围攻襄阳 吕焕文来信 要咱们支援 以及那根诡异树枝的出处 已经找到 最后 吞吞吐吐干什么 有事直说 是 郑国司在襄阳那边传来武林情报 古墓派杨过和绝情古公孙绿厄大婚 古墓派小龙女和公孙谷主消失多日不见踪命 国师您看 第五十三章 黎皇城 我看 我坐着看 我躺着看 我瞪大眼睛看 旁冲见尹志平脸色不渝 连忙解释 国师 我不是有一茶龙姑娘的事 是因为那边有些国师您的流言蜚语 国师是大宋的脸面 怎能任人污蔑 下沉派人仔细探查 发现这些流言全是绝情古弟子在暗中造谣 所以您看怎么处理 尹志平面色稍缓 嗯 做得很好 至于处理 你不用管了 我会去走一早 说完又觉得 可能自己对待小龙女的行为在手下眼中有些怪异 还需要再解释一下 旁冲啊 你可曾听过一句话 毕竟几人真得路 不知终日梦为鱼 旁冲已听完一脸困惑 但多年的文化熏陶早就透进了他的骨子 虽说他家是一个没落勋贵 但少师进学也是和王爷 皇子一起学的所谓学坏容易 学好难当即一脸的敬仰 好诗 好诗 让人醍醐灌顶 有在世为人之感 国师才情天下无双 我对您的崇拜有如滔滔江水绵绵 行了 行了 尹志平连忙打断旁冲的话 果然屁股决定脑袋 这才刚坐上这个位置没多久 就开始自觉觉醒某些特性了 我待这里已经足够久了 朝廷运转稳定 我是时候离开了 旁冲立即惊慌道 可是下沉哪里做得不好 国师为何要走 别跟我来这一趟 你跟我这么长时间还不了解我 我只对修仙感兴趣 现在人人都喊你旁太师全力日益隆重 但我要告诉你 你现在的奢华生活 全都是建立在百姓苦难的基础之上 自己享福了 也别太吝啬 该给百姓一点甜头 还是要给的 尽量让百姓吃饱饭 知道了吗 事实是 国师的话旁冲铭记在心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储狗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储狗 在这个 你只要稍微对百姓好些 百姓反而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的年代 尹志平一人如何抵挡天下大势 只要能让百姓解决温饱 便是最大的善果 尹志平继续问道 嗯 军部的人收拢得怎么样了 回国师 军部本就示弱 现在国师宁有意提高军部地位 很多将军参事恨不得全部加入郑国司 对了 国师 吕焕文尚书说 郭靖骁勇善战 我给他封了个襄阳中郎将 你看可以吗 尹志平想了想 郭靖为了襄阳费心费力 这样也不错 便点头道 可以 至于襄阳球员解释一下难处 稍微知识一点 正好可以消磨一下武林势力 记住 一定要将全国军权牢牢握在手里 枪杆子底下出政权 多培养高手 武功秘笈 我从藏书阁找了一批 放在身后屋子里 但质量太刺 以后哪家门派饭室了 直接上去平了 抢来秘笈补充自身 是是是 嗯 我身后的小屋里 有一张蒸汽机图纸 上面写着如何制作 你这工部派能工巧匠 慢慢做 此事不及 要精益求精 没问题 一定办到 虽然庞冲一脸猛 不知蒸汽机为何物 但作为下属 要有下属的觉悟 那个诡异树枝什么情况 庞冲听到尹志平的话 连忙从口袋里 逃出一张白色颈布 国师 手下日夜拷打 从贾府之客那里 拷问出了一个 通往葫芦山的地图 尹志平接过 看了一眼 发现此地处于岭南十万大山深处 挥了挥手 让庞冲自行离去 从地图上看 这诡异树枝 是在十万大山 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发现的 地图上拷问的言辞描述 是其祖上进山采药时 偶然在一处 葫芦山的内部发现的 这葫芦山 是一处高宗时期废弃的炼丹之地 据说刚见之时 并无异常 全身漆黑亮泽 如同刚被折下来的一般 摸着四金如铁 祖上采药人大齐 见过无数奇花异草 山针灵药 也没见过这种奇怪的东西 但山间本就多怪异 有一节奇怪的树枝也没什么 带回家后 珍藏之 直至后被偶然之间 将自己血液洒在上面 这诡异树枝 竟然将血液吸收殆尽 接着便是谁碰谁死 死一人便多出一副鬼脸和鬼眼 杀戮越多越邪义 之后被祖上尘封在地窖之中 一代代传下这个秘密 直至甲四道重金悬赏 此物才重见天日 引致凭想到 深谷自已服用那一花时的剑文 无数巨蛇在那处深沟之中 抢食一花 之后踪迹不见 这大自然神奇无尽 人类岂能尽知 思量一会 又接着打开师尊寄来的书信 里面写着 让自己回去继任长教 其他老长一段篇幅 写得全是女色如狼似虎 瓦解人的意志 让自己不要碰 引致凭摇头一笑 五星向天再度开始 继续龙像般若公第十一层修行 一天之后 引致轻皱眉头 这第十一层龙像般若公 在自己身后的先天内力之下 只是如腹目一般 完全达不到秘籍上所说的任意自如 引致平心中烦闷 一个破武侠功法 自己修的就这么难 还修个屁仙 心中发狠 继续苦思冥想 各种实验 在苦修到第五天的时候 地主家的傻儿子 赵琪不知怎的 窜到了引致平藏书阁所在的地方 一来到就大声嚷嚷 我要看剑仙 我要看剑仙 原来却是对方前几日无意中 看到引致平在院内练剑 对此居然生出了兴趣 没事拿个树枝 学着引致平的招式 四处乱砍 这下御花园可遭了殃 好多谢太后养的心头肉 全部被这臭小子砍秃头 但这臭小子 现在又是皇帝 可不是以前的皇太子 谢太后根本打不得 只能少给些蜜糖吃 此时引致平看着眼前挥舞着手中的树枝 蹦来跳去的傻孩子 心中突然灵光一现 嘴里喃喃自语 剑仙 剑仙 说着说着 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为何达不到龙象般若公的第十一层 便在这里 第十层龙象般若公打出的龙象禁力 有去无回 而第十一层却能任意自如 这不就和修仙剑的法子一样吗 只有精神与剑交融 日夜祭练才能做到千里之外取人手机 此时 尹志平一扫先前的愁眉苦脸 整个人神采奕奕 看着身旁的傻孩子呆呆发愣 这时 谢太后拿捏恰好时间 从一旁的圆形拱门进入院子 人为道 生先出 华儿 华儿你在何处 等来到拱门 见到尹志平顿时一脸歉意 急忙道歉 华儿无状 惊扰了国师大人 还请无怪 尹志平知晓 这谢太后 作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女政治家 不可小虚 但仍然被对方润物细无声的行动扯上关系 一次次的慢慢接触 好让尹志平逐步接受这个地主家的傻儿子 有了这层关系 以后他们娘俩在面对庞太师时 也会让对方忌惮几分 这便是尹志平要走的原因 身在局中 谁能不沾因果 但冥冥中自有天定 看着眼前傻乎乎 流着口水的小孩 尹志平不禁想起其悲惨的身世 这小孩八字如此之应 要是放在修仙界 那海勒德 岂不是要一飞冲天 晚会之人大多内秀 此后未尝不能干出一番大事 加上其误打误撞 提点自己的情意 尹志平心中高兴 摆了摆手 微笑着说道 无碍 无碍 皇上对剑法感兴趣 那微臣便教他几招 看好 我只教一遍 谢太后激动得连道谢都来不及说 一脸开心地抱住傻儿子赵琪 看向院中央尹志平挥动手中铁剑 这剑法平平无奇 甚至让人看着 如同小孩在胡乱劈砍 可那傻孩子居然不在乱动 而是老老实实 眼睛一眨不眨地看完全程 尹志平最近变观藏书阁内的剑法 及其优点 创出的这套剑法 因为曾对敌 也不知威力 一套剑法演练完毕 见照其眼中一改痴呆之色 竟有会光闪现 不禁暗呼神奇 随后往屋内一招 只见一个黑漆漆的墓盒 从屋内飞来 落入尹志平手中 尹志平对着谢太后微微一礼 道了一声 平道去眼 说完也不带谢皇后相问 身上居然钻出 四条青色的龙像身影 一时之间 像明龙吼 震慑人心 四条青色身影 围绕尹志平周身 似是活物一般 尹志平手中的盒子 也被一条青像拖着飘在空中 接着尹志平双手背在身后 仰头微微望天 周身环绕龙像身影 整个人被龙像尽力抬起飞入高天 如神仙中人 御龙而行 看得谢太后和傻儿子召其 张口结舌 目瞪口呆 尹志平身无常物 像影着驮着盒子跟在身侧 周身缭绕龙像异象 飞在空中 往临安城外而去 一路上临安城百姓仰头看见 无不跪下叩拜 以为是仙神下凡 第五十四章 《绝情谷》 且说尹志平一路飞行 跨山过河 周身异象环绕 不时有龙吼相名之音 另一路的百姓 伤渴那头叩拜 如仙人行走人间 不是尹志平想显办 完全就是上头风大 越往高处飞 风越大 消耗先天真气的也就越多 毕竟要护身 吹得眼睛睁不开 看不到路 也不是个事 而让尹志平高兴的便是 第十一层龙像般若工化为异象的消耗 居然比真气护体消耗的还要少 此时尹志平才明白 先天高手 为何可以和练弃一层二层的修仙人士较量 除了5G还有速度便是这真气消耗 尹志平叠加精神力打出的龙像画形的净力 盘绕周身 任意自在 除非被人打散 否则在先天高手回气的速度下 这画形的净力可以一直开着 用半年都没事 当真是居家旅行的必备技能 比起起码 简直不要太爽 还可以让自己提前体验一下 以后修仙的生活 一举两得 走走停停 三日后 尹志平来到一处连绵起伏的山脉之间 整个人立身于半空之中 下方成片的竹海 青竹翠叶 风景雅致 从怀里拿出一个白色粗布地图 看着上面手绘的歪歪扭扭的地图 不禁暗暗吐槽 这樊一翁怎么回事 画个地图都像蚯蚓一样 看着地图又对照一下地形 瞧了瞧天边一个宝物笼罩的巨大山谷处 应该就是那里了 随即尹志平收起地图 飞速过去 带来到境前 见着绝情古草木繁茂 绿意盎然 小鹿成群 白兔紧急见人不惊 一片和谐景象 尹志平反而不着急了 站在半空之中 索性直接躺下 背部有龙象 尽力顶着 整个人如睡在半空中 一张透明的床上 天上薄雾渺渺 太阳也不刺眼 看着蓝天白云 听着身下鸟叫重鸣 吹着森林里清新自然的凉风 悠闲自在 如随水漂流的树叶 慢慢向目的地而去 小黑盒子被尹志平拿在手里 打开对着阳光 那些鬼脸血眸直接引没 尹志平总觉得奇怪 这鬼脸都是来自被吸干的人 那他们还有意识吗 居然会惧怕阳光 是否会像老虎嘴里的猖鬼一样吗 兜着山林间的小风 不一会 尹志平隐隐听到不少人说话的声音 接着就各种惊呼声 尹志平站起身来 看到侧下方 碧瓦朱颜 朱楼翠阁隐没在枝繁叶茂的古树之间 几个少女正在下方一片花圃之中 踢着小篮子采摘花瓣 几个少女从小在山谷长大 天真烂漫 此时全都张大嘴巴 一位遇到仙人 毕竟这人周身的异象太过惊人 没人认为这是一位武林人士 见尹志平身穿道袍 背负宝剑 灵须玉空 看着他们连忙白手喊道 仙长 仙长 见到这些少女如此热情 尹志平觉得 一会应该温柔点办事 不要太暴力 等落到花圃间 这四五个少女 反而怯声声的 不敢直视尹志平 就在这时 一个如夜酒豪桑般的声音 从身后响起 听我谷内弟子说 有仙人降临 不知可是仙长 尹志平转身 看到两个绝情古男弟子 抬着一个小轿子 轿子上面坐着一位 头顶毛发激进全秃 面容枯搞的老妇 虽然脸上带着笑意 但却让人看着高兴不起来 仙人不敢当 平道全真派尹志平 众弟子一听顿时打惊 后退两步 一脸的惊慌失措 那老妇脸色也是一变 自他被杨过从石窟之中救出 已经对江湖上的大小事情 尽数打听清楚 此时已然知道 这位是来找事的 但他曾经也是鼎鼎大名的铁掌莲花求千尺 虽自知理亏 但仍然不想主动承认 毕竟不是他做下的这种事情 竟是天下第一高手 尹真人到访 鼻鼓不胜荣幸 老婆子身子不变 礼数不周 还望真人海寒 尹志平知道 冤有头债有主 也不为难这求千尺 无碍 公孙谷主何在 平道有一桩事 需要找他了结一番 名人不说暗话 两人自视心知肚明 求千尺见尹志平无意为难自已 当即更加热情我绝情古酒不履俗事 但也不是如毛饮雪的山间野人 此地不是说话的地方 不如随我到正厅来喝一杯清茶 细细详说 尹志平见对方恭敬有加 正好也可以尝尝绝情古的特色 便点了点头 跟着求千尺路过曲折婉转的长厅 来到一间颇大的正厅内 分兵主落座后 几个容貌秀丽的绿衣少女 开始依次上些茶水点心 尹志平往桌上一瞧 茶室有 但这点心却变成了片片白色的花瓣 求千尺手筋脚筋被自已夫君公孙直挑断 所以现在生活起居须身边侍女服侍 依侍女拿起一片花瓣放入其嘴中 求千尺微微咀嚼 然后一脸笑意的对着尹志平说道 请 尹志平装作不明所以 看向身后势力的绿衣少女 尹志平这番举动就是要侮辱求千尺 一会好多了宝剑就走 但没想到求千尺居然并未生气 而是对着尹志平身后势力的绿衣少女 用眼神示意了一下 那绿衣少女稚气未脱 脸带小酒窝 甜甜一笑 对着尹志平微微欠了下身子 扶了一礼 才靠近尹志平身侧 微微攻下身子 顿时一股淡淡的香味闯入鼻尖 似乎比桌上的花瓣还诱人 绿衣少女伸出白嫩如葱的细长手指 轻轻捏起一片白色花朵 少女指尖的味道夹杂着花瓣的清香 香不醉人人自醉 尹志平微微抬头张嘴 少女恰好将花瓣送入尹志平嘴中 唇指轻触积分 花瓣入口微甜 微嚼四密 更难得的是 竟有丝丝香甜的酒气 顿时心神俱畅 求千尺见尹志平颇为满意 开始说出心中的目的 能让尹真人满意 是绝情谷的荣幸 老婆子听说尹真人和那少侠杨过有些过节 所以有个不情之请 还望尹真人答应 尹志平有些猛 他记得旁冲说杨过和公孙绿厄已经成婚了 怎么这还有需要自己帮忙的地方 求谷主误会了 平道和杨过并无过节 且是非黑白不明 竖平道不敢答应 求千尺做一脸愁苦壮 说起来也是家门不幸 前段时间小女绿鳄和少侠杨过洗劫连理 本是大喜之事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杨过那小贼竟然骗婚 只为骗取一枚解毒单才与小女结婚 实在荒唐 小女现在整天以泪洗面 向小女明节已失 以后还如何嫁人 老婆子 我又是身残之人 怎能斗得过武功高强的杨过 所以想请尹真人主持公道 尹志平心中无语 你给我面前装什么大尾巴狼 真当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 海洋过骗婚 恐怕是你以解药作为妖邪 逼婚才是 心中耐心已经耗尽 正要站起发难 突然屋外传来一句哀婉七侧的吟唱 问世间情味何物 直叫人生死相许 第五十五章 对李莫愁 七晚的吟唱声落下 只见大厅门口 落下一大一小两个道姑 当先一位正式赤练仙子李莫愁 只见他身着信黄道袍 手持浮沉 神态自若 美目流畔 陶塞带运 宽大的道袍下隐隐可以看出玲珑的身姿 而他身后跟着一个故作一脸严肃的小道姑 正是李莫愁的大徒弟 红麟波 俩人也未客气 落下门口 便跨步直接走进大厅 李莫愁王主为一瞧 见是一丑陋老妇 想必这就是求谷主 正要问话 美眸往旁边客座上一瞥 却猛的一惊 尹志平的大明 如今在武林中可谓如日中天 天下间除了武爵还未与之交手 其余的顶尖高手都自认不如 很多见过尹志平出手的江湖人士 更是信誓旦旦的说尹志平已经得了当年王重阳的真传 武爵恐怕已经不是他的对手 但尹志平并未如重阳真人一样名声高洁 而是污点重重 江湖上的小道消息 污言汇语不断 却从未见事件主人出来说句话 是以认为尹志平品行不端 修于解释 而李莫愁对小龙女芝芝甚深 自然知道 传言夸大其词 不可尽兴 他少年时也曾见过尹志平自然知晓其样貌 但今日一见 让他惊讶的却是 现在的尹志平相比自己 曾经印象中的尹志平 精神面貌大变 只能隐隐约约看出当年的一丝影子 李莫愁容貌俏丽 眉眼寒春 在侧眸乔向尹志平更显风情万种 眉眸看到尹志平时先是一惊 然后似有同病相怜之色 最后则是恨铁不成钢 他声音轻柔婉转 似是撒娇般轻哼了一声 才指示主作求千尺 凌凌声威 一百手中的浮沉 说道 我古墓派人丁稀少 我这一辈 只有师姐妹两人 却不能让人平白欺负了 公孙芝呢 我查到消息 公孙芝跟在我师妹身后 现在我师妹人呢 就是再好的脾气 也有发作的时候 更何况是自以恨之入骨的大仇人公孙芝 他做的孽势 怎么全都落到我的身上 求千尺脸色难看 本就如夜九豪桑的声音 更添几分阴森 怎么什么事 都要找我绝情谷的麻烦 公孙芝那杀千刀的恶贼做下的事 找他就是 他已不再是绝情谷谷主 现在和绝情谷一点关系都没有 李莫愁眼角寒煞 语气开始声音 有没有关系 你绝情谷弟子难道不知 求千尺见着道姑咄咄相逼 很想吐他来一口枣盒 但贵宾在侧 怎好露出丑恶嘴脸 强忍着胸中闷气 吩咐左右 喊凡一翁速来客厅 左边站立抬轿的弟子 应声领命 匆匆离去 李莫愁站在客厅中央 剑球千尺 不给自己看作 也不生气 直接走到尹志平对面的客座上坐下 身后红铃波立马蹲上 立于身后 看到对面尹志平凝视自己的目光 忍不住问道 尹真人也是来寻我师妹下落的 尹志平正欣赏着美人美景 满足了一下自己的好奇心 尹志平原先也见过李莫愁 都记不清李莫愁具体长相俗话说 只有起错的名字 没有喊错的外号 这赤练仙子 不愧是仙子之称 确实有一股子脱俗的气质 就是胯太大 显得妖过于纤细 听到李莫愁的问话 朗声答道 非也 是为公孙旨污蔑频道而来 李莫愁闻言 冷哼一声 复兴博情 尹志平当即一猛 自已和来复兴博情一说 李道长 恐是信了外界谣言 频道未曾付过龙姑娘 谣言 是不是你心里清楚得很 贪图我师妹美色 给到手了 杨国那小子一去 你就将我师妹拱手让人 尹志平这才明白 这是拐着弯骂我居心叵测 当即呵呵一笑 怎么 你唱了一两句情味和物 就觉得自己是个痴情人了 那唱的是你吗 李莫愁愤然起身 不是我 难不成还是你 尹志平可不惯他 当即对过去 直叫人生死相许 陆展元死的时候 你怎么不死 你是看何元军和陆展元 在你面前一同赴死 心生嫉妒 急恨 为了心中的恶念 滥杀无辜 被贪 撑 吃 淫 杀 盗 恶口 其余 两舌 妄言十恶扰乱身心 沉浸外缘 思维不凡 你这些年为了心中的恶念 你得到了什么 不过是盈盈狗狗 荒度时光 你敢不认 李莫愁双目喷火 气得鼓鼓囊囊的胸口 一上一下 恨声道 其他我认 但赢呢 我冰清玉洁 从未跟第二个男人有过亲密接触 怎么就赢了 说着 掀开宽大袖口 露出一截白生生的柔仪 手臂上赫然一点赤红色的朱砂 尹志平摇头失笑 我跟你争论什么 你又不是道士 只不过是穿了一身道士的衣服罢了 好急赢 你日思夜想 曾经和陆展元的耳并撕磨 难道不是想为了想更进一步 李莫愁被尹志平对得不知如何辩解 紧握浮沉的手 气得青筋直茂 脸色胀红 这也是尹志平拿圣年压里莫愁 试问只要是人就有七情六欲 摸了手 自然想要亲嘴 亲了嘴又想要全身痴缠 痴缠完又想共赴乌山 若是没有成为圣人 谁能心中无好 尹志平自已也是做不到这种境界 只是为了对人拿来就用 求千尺见俩人斗嘴都快要升级成动手了 刚刚心中的气闷竟烟消云散 心情一下舒畅起来 连忙暗运内里 巨大的声音响彻大听 两位都是贵客 何必为一言之词 动气伤身 坐下喝杯清茶 樊一翁马上到 求千尺话音刚落 就见外面进来一个身材矮小 胡须极长的老人 来到客厅先是对求千尺一领 然后才问道 谷主有何事找我 求千尺依然一脸笑意 但其丑陋面貌 让人无法和善意的微笑联系在一起 这两位都是来巡恶贼公孙芷的 你是他大弟子 大多时间都跟随左右 最后发现公孙芷时 在何处有何人 细细到来 第56章 得宝剑 樊一翁先是左右看了看两侧前来询问之人 一个是自己先前见过的天下第一高手影之瓶 一个却是没见过 根据其身着外貌特点 大致能猜测出来 当初自己就劝道师尊不要造影之瓶的谣 天下第一人并非没有脾气 可师尊为美色所获 什么都听不进去 唉 这不 郑主找上门了 樊一翁对着两侧宾客各行毅礼 然后说道 我见师尊最后一面时 他已准备好各种疗伤药物 想要前去帮助龙姑娘 地点就在襄阳城外往北三十里处 一个名叫罗家村的山村附近 李莫愁断贺道 你们是如何得知我师妹身在何处的 仙子 是师尊吩咐古内弟子乔装打扮成流明 四处分布眼线 才知道龙姑娘大致去处 公孙子为什么要派你们监视我师妹 师尊仰慕龙姑娘襄阳战乱频发 蒙古高手不时偷袭 唯恐龙姑娘遇到危险 所以才出此下策 李莫愁听完 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保护我师妹 公孙子和我师妹现在在哪 樊一翁一脸为难道 师尊吩咐他去找龙姑娘后不用再跟踪了 所以后面 求千尺黑黑冷笑一声 这老贼 怕是去做什么见不得光的事 不想让自己弟子发现吧 李莫愁眉头微皱看向对面的尹志平 见其一脸的平静无波 似乎对师妹的事情毫不关心 心中更是来气 翘脸上寒霜密布 我的话问完了 该某个薄亲人问了 尹志平看着对面那朵冷艳又带刺的玫瑰 心中也不生气 毕竟刚刚对他对得很爽淡淡的问道 公孙子为何要污蔑我 这师尊万万没有面临的意思 尹真人 本来谷主只是想要制造小龙女和杨过的谣言 是手下弟子不听劝阻 说是把您加入进去 这样传谣会更快 樊一翁一脸歉意的说完后又鞠了一躬 李莫愁见状哼了一声 求千尺冷冷一笑 尹翁 你师尊犯下的错事 你想自己担着 你担得起吗 其他谷内弟子会同意 樊一翁低下头 不再说话算是默认了下来 尹志平早就不想再次浪费时间 也没有蠢到问为什么公孙子 要捏造杨过和小龙女的谣言 自已过几天还要赶回全真教继任长教位子 在这多费口舌闲得慌 当即开口说道 污蔑是事实 我有两条路让你们选 第一条路 你们全部去死 第二条路 安排弟子去中原武林各大帮派门前 跪地一个时辰 忏悔过错 然后我在你们见识中挑选两件武器求谷主 给你三夕时间考虑 若是没有选好 求千尺混迹江湖多年 什么时候被人这样威胁过 看尹志平一脸淡然的说出灭绝满门的话 想要呵斥又不敢 心中憋屈至极 尹志平抬眼瞧了一下主位上的求千尺 伸手拿起身旁的配件 还有一些 这番是人命如草芥的做派 看得对面的李莫愁心中发冷 暗暗打算一会怎么跑路 此时听内气氛凝重 压得所有人一动不敢动 绝情谷的弟子 视力一旁的女弟子等等 全都额头渗出冷汗 就在尹志平手碰触剑柄的那一刻 求千尺立即喊道 我选第二条 尹志平一脸平静的点了点头 我希望尽快见到你们的行动 接着对身后视力的绿衣少女说道 带我去你们谷那件事 那娇小的绿衣少女 吓得花容失色 愣了愣神 才赶忙躬身 请尹志平跟随一起前去见识 而大厅这边 李莫愁同样想捞点好处 可对方并不买他账 加上对方说的滴水不漏 知道讨不到什么好处 还有一个危险人物 只想赶快离去 在尹志平离开后片刻后 对着求千尺拱了拱手 便起身离去 尹志平不知自己下得李莫愁匆匆离去 此时 他正跟着刚刚为自己 花瓣的绿衣少女 来到一处小阁楼门前 阁楼上方写着件事 尹志平记得 这绝情谷内 还有炼丹士 宝耀阁等等 里面也有些好东西 但自己对自己用处不大 而且一看这布局 就知道公孙侄祖上是一位能人 准备拿了君子和淑女两把宝剑就撤 那阁楼看守的弟子已经接到通知 见尹志平过来 打开紧锁的宝库大门 便让尹志平一个人进去挑选 进了室内 只见屋内摆放着无数架子 架子上面又放着剑剑兵刃 此阁楼名叫剑士 但也有零星一些大刀 长枪 手持的小型匕首等等 尹志平在里面走了一圈 专挑墙上的书画翻找 待找到第五幅时 才看到这幅画后方挂在墙上的两把宝剑 两手取下 只见这两把宝剑交叉的地方 并无任何束缚 却紧紧地吸附在一起 随后将两把宝剑束直并列在一起 两把宝剑立即吸附上 拔剑出鞘 只见剑身乌黑 没半点光泽 这剑既无尖头 又无剑锋 源头顿边 且寒气逼人 风锐异常 翻转剑身 只见上头刻着君子两字 又拔出另一把 上面刻着淑女两字 尹志平拿着手中两把宝剑 满意地点了点头 听说以天剑正是由这两把宝剑 加上玄铁铸造而成 对着一旁的大刀 随意一挥 那大刀顿时一分为二 切口齐整平滑 不愧是神兵 再将先天内力注入剑中 居然顺通无阻 源头的剑尖 直接喷出一丈长的剑芒 整个乌黑的剑身 引引有星星点点的星芒浮现 尹志平暗暗心惊 恐怕这黑剑的材质 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既然此行目的已经到达 尹志平归剑入鞘 背在身后 心满意足地走出剑室 以后自己终于可以摆脱 没有衬手兵器的窘迫了 来到剑室外 不想那绿衣少女仍在 见对方要请 自己再去客厅 尹志平摆摆手 扬过那破事 自己可不会去管 走到一处宽敞地方 抬头看了看天空 此时日头已经渐渐奚落 紧接着 尹志平身上传出龙音像名之声 四条龙像身影 从尹志平身上浮现出来 在绿衣少女和剑室守卫弟子的惊呼声中 尹志平冲天而去 尹志平身在半空 对着离此最近的一处城镇方向 在空中飞速及驰 也不在乎先天蒸汽防御强风的消耗 在群山之间肆意遨游 快栽不已 可飞着飞着 突见前方树冠之上 有两个杏黄道袍的身影 在踩着树顶之夜 施展轻弓往山外赶去 看其行走的方向 却是和尹志平一样 第57章 冲向高天 尹志平看向两人的方位 如一条肆意畅游的飞龙 从高天飞速落下 李莫愁和红灵波二人 在树冠上踏来跳去 也是急急忙忙的 想尽快赶到山外 此行的主要目的便是来捞点好处 但寻找小龙女也是真的 毕竟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妹 在生死面前能帮的还是要帮 心中打算回了襄阳 休整一番 再去那绝情古弟子所说的罗家村 找找线索 正想着事情 呼的听到身后高空传来一股力笑之声 俩人回头望去 君士大惊失色 红灵波更是拉的一声 脚下不稳 掉落到树林下方 尹志平急速飞行的身影在 快要接近李莫愁时 猛的停顿下来 随行而来的飓风吹得李莫愁身上道袍飞扬 俩人俱势身穿道袍 站在树冠上 宽大的道袍被裂风吹得哗哗作响 在斜阳昏黄的光芒映衬下 居然有了几分江湖诗意 尹志平身上龙象之影消失 站立于一个枝繁叶茂的树叉上 淡然一笑拱了拱手 李仙子 为何匆匆离去 那李莫愁眼中惊骇之色未退 心中更加紧张 但嘴上却不饶人 你管我为什么离去 当然管不着 只是有个不情之情 即使知道不情之情 还说出来 尹志平被噎了一下 有些无语 没想到李莫愁性子这么直爽 再次拱了拱手 直接说明自己的意思 并非多麻烦的事情 我记得仙子身上有一本五毒秘传 可否借我一关 你不要欺人太甚 李莫愁美目寒怒 更添几分娇称之意 并非欺人 毒精向来很有兴趣 并不会泄露仙子毒掌和毒针的解药 且我记得 李仙子的五毒秘传 是从欧阳峰身上偷来的吧 借来一关应该无伤大雅 李莫愁被说破隐秘 心下暗暗震惊 这尹志平为何会知道这些事情 刚刚在绝情谷说 陆展元与何元军一同死在自己面前时 他心中就有疑虑 当时在场的只有他 陆展元 何元军三人 为何这倒是会知道 这次又知晓 欧阳峰的毒工秘籍是被自己偷走 欧阳峰疯疯癫 根本认不出自己是谁 这尹志平是如何知晓的 心下一律丛生 当即问道 你如何知晓这些事情 若是说缘由 五毒秘传双手奉上 尹志平信口胡周 你以为我广化真人的名字 是白叫的 我天经地位无所不经 山川海兽无有不实 你这一点点事情 凭到掐指一算 了然在胸 笑话 你不想说便不说 何必拿这些由头来糊弄我 你不信 那好 尹志平说着 抬手到胸前 食指拇指中指连连相点 闭目沉思一会后 开口道 你被杨国抱过几次 而且你并不生气 我说的对不对 你无耻 李莫愁双甲豁然通红 突然间被叫破藏在心底的隐秘 且是羞于贱人的秘密 当即羞愤交加 说不出话来 狠狠瞪了一眼尹志平 手脚慌乱地 从怀中取出一本书籍扔给尹志平 匆匆下了树冠 斜着徒弟逃也式的离去 尹志平哈哈一笑 调戏李莫愁的感觉真不错呀 接着又笑着摇了摇头 将五毒秘传塞进怀里 既然诸事已罢 那就回权真教 打字已从权真交出来 遇到这么多事 有些是无意间碰到的 有些是自已主动去做的 毕竟 空怀修仙功法 没有灵气功自已修炼 一切都是徒劳 只能自已成全自已 掌控南宋这个天大的麻烦是 已经让尹志平心身俱疲 谁不想逍遥自在 无拘无束 但现实如此 不尝试完所有办法 自已永远也不会甘心 想到最初时 自已在脑海中 看到那颗玄黄色珠子 当时匆匆一瞥 里面似乎有强者超脱 站在世界浪潮之上怒吼 但仍被困在那颗珠子里 像是一个幻影徒劳无力 不知道这颗珠子 选定了多少人 尹志平能保证 自已就是最后一任吗 未经之际 尹志平只能做到极致 没有修仙的条件 也要创造修仙的条件 只有活着 才有无限可能 又想到那浪花之中 一个个世界被卷上浪头 跌落时被压成尘埃 世界瞬息生灭 自已百年生命又能如何 尹志平抬头望天 渐渐吸斜的太阳 沉入稀薄的晚霞之中 整片天地一片昏黄 似乎预示着他百般挣扎 也不过是穷途末路 尹志平心中 突然不可抑制的冒出一个想法 挥之不去 我要打破这天 我要看清这个事件 当即不再有任何保留 全身的先天真气 与外界清零之气交融 十二道龙像净粒豁然出现在四周 尹志平身影刹那间 直直地往高天飞去 巨大的风啸声震耳欲聋 远远传出李莫愁带着徒弟洪林波 已经跨过一个山头 听到啸声往高天看去 只见一个青色的椭圆形物体 如一道冲天起的炮弹 不过片刻便在头顶的天空中 化作一个黑点 师徒两人聚视一脸惊骇之色 难道这尹志平真是先人不成 不提李莫愁和其徒弟洪林波 心中如何惊叹 此时 高速飞向天空的尹志平 心中被前路的黑暗 激发出一个从未有过的想法 这个世界是圆的吗 或者这个世界 类似神话传说中的一个天原地方的小世界 很快 尹志平飞过一层薄薄的云层 昏黄的天地瞬间一变 像是突然闯入另一片世界 四周空旷开阔 一望无际 从云层的缝隙间 能看到下方昏黄的山脉 字椅正处于云层之上 头顶上方仍然白云密布 在侧身看向西方 落日正好和字椅一样 在云层上方大放光明 剧烈的狂风吹得尹志平衣服 烈烈作响 顶着狂风和四周浓郁的水气 尹志平越往上飞 发现速度越慢 身上似乎有千斤重 严寒加上水气 令尹志平浑身截起白霜 咬牙坚持 半个时辰后 忽然感觉周身一轻 没有了刚刚如线泥潭般的感觉 再次向大放光明的西方看去 字椅这个位置 好像已经高过西方的太阳 来到更高一层的高天之上 身下全被白雾笼罩 奇形怪状的云雾 变化多端 四周渺渺无人烟 整个人如同飞在天界一般 周围温暖相对 并没有刚刚那样寒冷透骨 但仍可比寒冬时节的温度 身上暖一回升 渐渐消除刚刚狂风水气的冰寒 尹志平透过头顶青色的真气防护罩 隐隐看到 上方似乎是一片无边无际的黑色海洋 而字椅如一粒微小的尘埃 正向海中落去 第58章 灵机 无边无际的黑暗笼罩头顶 似是一场一去不归的末路 浑身的先天真气已消耗过半 尹志平心中暗暗给字椅打气 咬牙坚持 只要能到达可以看清真相的位置 就算内力消耗一空 它也有技巧可以安全降落 自从出了水雾弥漫的空间 四周一清 速度居然提上不少 但随着时间推移 已经达到常人不能忍受的程度 尹志平身体素质强硬 再加上有先天真气护体 依然感觉浑身像快要被烧着了一般 被稀薄真气防护的鞋底正在叹化 眼看自身要被烤熟 尹志平不得不停下 再度向脚下看去 只见下方是一个圆弧形的巨大地面 有的地方被白云遮盖 有的地方露出黑色的植被森林 和白色的陵巡山脊 向东方望去 甚至能看到圆弧形的地面尽头 一片看不到边际的大海 西南方向更是有一条巍峨巨大的雪白银龙横卧大地 尹志平知道 那是前世所说的喜马拉雅山脉微微一瞥 见那西方的落日似乎快要落下弧形的弯曲地面 且那太阳的大小反而比在地面上看时小了很多 但照射到身上的光芒却更加炙热 头顶上黑暗的深渊中 已经能隐约看到蒙蒙亮起的星光 如一个个被吵醒的巨兽缓缓睁开眼睛 可再美的景色也没有命要紧 身后的太阳每照射一秒 尹志平的蒸汽都要消耗的加快一分四周无处不在的炙热 如同置身在一个巨大的烤炉之中 就算尹志平吃过一花 身体素质超绝又是先天高手 但面对天地之力也是浮游旱数 只能望而却步 这要是再多呆片刻 仅剩三分之一的蒸汽消耗完毕 就只有被烤熟命 不敢多呆 尹志平停下 身子调转直直往下坠去 俗话说 树有枯死日 人有利穷食 尹志平到底不是助机大修士 无法做到洞察周遭一切变化 他没有看到他背后如引火虫般的隐隐光点 那些光点似是从虚空之中平白浮现 聚拢在一起 争先恐后的融入尹志平被捕 而尹志平后面背着的 正是用粗布包裹的黑盒子 还有那生死人肉白骨的珠子 以及两把刚得来的宝剑 比起上天 落地就容易了很多 尹志平掉转身子后 也不用真气加速 在地球的引力之下 急速坠落 带回到白云飘渺的云层之上时 太阳彻底落下地平线 相比于下方深沉的黑暗来说 天上的群星大放光明 反而更让人向往 尹志平虽有夜眼 但却看穿不了云雾 当下通过云间缝隙 仔细辨认地形 他可不想等落到地面时 发现人又回到了临安 选定好中南山重阳宫的地形 尹志平挥手解开道袍扣子 真气腹到上面 在身侧化作一个扁平的翅膀 如前世玩极限运动的一装服一样 身影斜斜往重阳宫方向飞去 穿过重重云雾和细碎的冰林 尹志平慢慢飞到下云层之上 已能看清中南山以北 有座散发着光亮的巨大城池 正是已经被蒙古占据的古都长安城 尹志平略微调转方位 目标是群山之间一处 亮着微弱光芒的地方 那是自己熟悉的 不能再熟悉的重阳宫 此时尹志平先天真气已经回气大半 带落到重阳宫上方时 为避免影响同门师长便使出金燕宫 缓缓落在自己的小院子中 站在院内看着熟悉的易景一物 心中百感焦急 离去食材 刚入一流境界 回来时已经炼制先天 经历战乱 人祸 奇景 义务 仙缘 可谓诸多事情接连至 应接不暇进到屋内 整个人反而莫名的宁静下来 三点一线的生活 其实是多么安定幸福 剑尘射干净如心 知道是弟子勤快打扫 心中欣慰 也不枉自已 发给他们的舌弹 将身上东西 依次摆放在一旁货物柜和兵器架上 但总觉得两把剑似乎比刚拿到十重了一点 以为是自已珍弃 还未全部恢复造成的 也就没怎么在意 尹志平盘坐在熟悉的蒲团上 继续修炼长青诀 一夜无画 第二天一早 朝阳出生 尹志平睁开双目 眼中有些困惑 怎么先天珍弃又长了一小节 一夜之间能有这么大收获 又想到 昨夜可能是见到天地样貌 或者回来这个从小居住的房子 心有所悟 正想着呢 突然听到外面有一道细小的脚步声 接着房门吱压一声被推开 只见一个轻瘦的小道士 正一脸发懵的看向自己 手上还拿着一块抹布 但随即立马醒悟 公公静静行了一礼 口中喊道 尹志平 尹志平对这个徒弟的印象 还是穿越之前的记忆 只记得他是最小的徒弟 话不多 一个老实孩子 周清旭 这屋子一直是你在打扫 尹志平知道这弟子你不问 他就没话说 所以主动提问 周清旭神色恭敬地回答 回师尊 是的 不过前段时间师弟张清山回来 说要帮忙打扫 但收拾一个屋子 也不是多大的活 便没让他接这个事 清山和清风带回来的舍胆 你可有吃到 清风师兄对我们很好 比起其他弟子 还多给了我们一个 嗯 你过来 我看看你修为 尹志平站起身子 尹志平对着来到身前的弟子 一把抓住手腕 查探一番 发现顶多快到二流的样子 这也太底了点 当即先天真气浩浩荡荡 逐一打通周清旭几处大学 望着一脸冷汗倒在地上的徒弟 说了一句 以后多多修炼 夜里也要修炼内功 知道了吗 周清旭忙不迭地点头答应 尹志平转身出了房门 又突然退回来嘱咐道 货柜上的那个黑盒子不要打扫 是 师尊 尹志平走出院子 往做早科的大殿上走去 一路上遇见师弟 师职 他们全都如同周清旭一样 目瞪口呆 但他们都知晓 这位在外面做出了天大的事 得了国师之位不说 武功不知怎么的 他还成了天下第一 本就是首席大弟子 威望深重 此时更是不得了 所有同门见到 虽然都愣了一下 但立即开始恭恭敬敬行礼 尹志平到大殿的这一路 全是行礼的 还有更多的弟子听到了消息 要来看的 毕竟这位可是江湖上 流传甚广的主角之一 谁不想看看 等到了早科的大殿之内 几个听到消息的师弟们 立马上前见礼 他们可是知道 马上这位就要成长教了 而且 他们还成了尹志平的人情 吃了他弟子带回的舍胆 所以相当的热情 尹志平一一回应 不一会 见全真师尊 师伯都没到 心中有些奇怪 张志常看出尹志平的疑惑 连忙解释 师兄有所不知 马师伯前段时间已经先世了 师叔师伯们 都在为其念经呢 尹志平这才恍然大悟想起来 好像马玉确实是在英雄大会召开 不到一年之内就去世了 想到这 立即起身 去往马玉师伯住的院子 走到院门之时 已能听到里面阵阵念经之声 来到屋内 见几位师叔和师伯正盘坐在一口棺材四周诵经 悄无常众 孙伯二师姑 在未修道之前 和马玉是一对夫妻 琴笔金间 正在棺材前卫先世的马玉师伯焚香 尹志平上前依照弟子 祭奠师父的柯一安灵 祭拜 围在四周的几人 虽然惊讶尹志平突然归来 但仍等其做完祭拜柯一 以及各自送完 往生咒后 才与尹志平说话 全真妻子 现今只剩五人 且年事已高 头发花白 经历早大不如以前 看到这位门派之中突然崛起的顶梁柱 都老怀大卫 各自勉励几句 均不说尹志平做的糊涂事 邱处基见尹志平与几位师长交流完后 领着他来到一处观景台上 此处空无一人 在一块突出的山石之上 地面铺着小块石板 四周视野开阔 远处山腰云雾飘渺 令人心中开阔 邱处基站立在前 看着群山之间云雾盛景 辅了辅长须 也没回头 直接问道 天资灵秀 意气疏高洁 志平 你可知这是在说谁 尹志平恭敬答道 这是师父您曾经所作诗词里的一句 徒儿记得 是师尊看到古墓派小龙女后写出的 理应是指古墓派小龙女 邱处基似乎对尹志平的回答很满意 转身来到尹志平进前停下 从尹志平头上揪下一根青丝 第五十九章 吃鱼鱼 邱处基拿起手中的青丝举在两人之间 说道 志平 我派如是道具修 想必你也知道 三千烦恼丝 一丝剩一丝 如果这根头发是你的情丝 我将其揪下来 对你来说有什么影响 尹志平知道这是师尊在提点自已 所以老老实实回答 头发揪下 会有一瞬间的疼痛 是的 志平 人的情就好比这根头发 少了这根头发 你只有短暂的疼痛 可人要是没有了生命 那这根头发还能生长吗 是 师尊 我明白您的意思 是些爱情对一个人来说 并非什么天大的事情 我曾经贪恋那段爱情的美好 可最后才发现 爱只是你的爱 并不是你爱别人 别人就一定要爱你 我已放下 请师尊放心 邱出基辅着胡须笑了笑 志平 江湖上关于你和小龙女的 传言我略有耳闻 你能放下 为时很欣慰 但情非单单指爱情 喜 怒 悲恐 今都属于情 会见斩情思并不可取 情是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流露 要拿进去斩断人 自然而然流露出的真实感情 那不叫智慧之剑 应该说是残酷之剑 为时想要你斩断的 并非是情 是冲动 冲动滋生贪欲 贪欲滋生情 你得了国师之位 算是有名无实权 为时并不担心 可你为何 还牵扯进朝政权力之中 尹志平这才明白 师尊是怕自已沉迷权力之中 不可自拔 并非感情之事 当即表态 师尊 我已将权力尽数 转给皇城使旁冲 徒儿插手政权 也并非贪恋权力 而是希望能借来一点国力 助徒儿修行 修行 重阳宫经书万卷 不能修行吗 师尊 徒儿能快速修炼到先天境界 并非一点一滴积累下来的 如前段时间 徒儿弟子带回的舍胆 还有弟子一些其余的经历 才达到如今境界 可徒儿一个人 恐难以继续再往上走 所以需要和万万人之力 你说的是内功修为 你现在已经超过我师尊当年的修为 被天下人尊为武林第一人 为何还想要继续往上修炼 尹之平略带愁续 看了看师尊满头白发 师尊 徒儿在修炼到先天境界之后 心有所感 若是无天灾人祸 受尽三甲子 徒儿喜生俱死 所以才想尽办法 只要再次突破 邱处基听完尹之平所说 突然想起刚刚还在为死去的师兄诵经 自已也垂垂老矣 死之将至 受尽三甲子 那岂不是能活一百六十多年 足足是自已授数的两倍 腹中万般言语 也无话可吐 什么道德真经 持戒修行在生命面前都是虚无 心中感慨万分 只说了些近期事情 如师叔周伯通 一直在找你 最近可能会来 还有南帝会在你继任掌教大典之时 归还 先天宫等等 说完便匆匆离去 尹之平心中有些后悔 早知道说些善意的谎言好了 这下可好 真至于 此时朝阳缓缓升向高空 云雾渐散 天地一片通透 山风徐徐吹来 尹之平站立原地 看天高地远 静静思索后续入途 之后 回到自己的院子 见六位弟子十里左右 尹之平依次看了看几位弟子的武功修为 武功最高的是张清风与李青山 俩人已经成了一流高手 实力也在最近的练习下稳定下来 周清旭被自己打通几处大学 只要勤家练习 很快也能超过二流境界 至于另外三个徒弟 仍然是三流水准 崇阳公弟子众多 拿回来的舍胆 大多被用在三代弟子之中 起码多出了一个一流高手 七星见证 现在也能凑齐人了 至于四代弟子 只能一人分一个 聊胜于无 他们也不敢说什么 毕竟全真妻子 是一个舍胆也没服用 依次指点一下 六个徒弟的剑法不足之处 以及内功修行问题 日头已到中天 得知还有三天才是寄人大典 尹之平挥手让众弟子退下 虽然重温了一下早晨的白粥咸菜 但尹之平可不想吃中午的白菜豆腐 豆腐还行 白菜就算了 吃腻了 尤其是白菜帮子 正好也可以试验一下 自己带回的那个诡异的树枝 还有仙洞中得来的药猪 这猪子能生死人肉白骨 尹之平将其称之为药猪 至于实验 也是想到后山的重阳宫禁地 古墓派下方的寒玉床 只因着诡异树枝也能散发鬼气 那么说不定可以吸收寒玉床的寒气 毕竟这块寒玉床放这么久都不化 这其中的寒气肯定有些问题 尹之平用粗布将黑盒子绑好 背负在身后 又找到以前收集的调料 见还没坏 装了些 慢悠悠的来到后山 又拐弯向下 向山腰下一个水潭处走去 带来到水潭边 见秋风萧瑟 落叶堆积 水潭里沉了不少落叶 潭边 自已上次请小龙女吃烤鱼时 削好的石锅 石碗里也落满了斧叶 心中一时恍惚 站立原地 世事无常 又能有什么是永恒的呢 心中感慨万千 一时出神 看着这些烤鱼的厨具 尹之平决定 就吃烤鱼 正好自己吃 也不用分给别人 将背着的黑盒子 调味料等放下 走到一处角落 将之前使用的 已经腐朽的鱼竿 换了一个新的竹竿 给铁钩穿上蚯蚓 再度扔进水潭 转身去清理厨具 等清理完十碗 十碟 十锅 引燃柴火 先用高温消消毒 水潭里还是没有鱼上钩 心中隐隐有些后悔 暗骂自己是不是傻了 秋天鱼吃得浑身流油 准备过冬 一般都不怎么吃钩 但既然准备吃烤鱼 自己就是下水抓 也要抓一条上来 不然念头不通达 起身刚走到水潭边 却突然看见鱼飘子猛的动了动 尹志平精神一阵 连忙抓起鱼竿往上拉 谁知这鱼竟然力气颇大 鱼竿被自已 都快拉折了 这鱼仍然在水下翻滚不休 就是拉不上来 想那尹志平多大力气 这要多大的鱼才能有如此距离 尹志平手握竹竿 一松一紧 和那水下的鱼你来我往 拼起了力气 换了好几个方位 仍然拉不上来 尹志平心中已然觉得不对劲 当下不再保留 双脚踏地 微微躬身 浑身的先天真气喷涌而出 顺着鱼竿 通过井线 使足了力气 猛地往上一拉 水潭下顿时如滚开的沸水 翻滚个不停 但再大的力气 能由尹志平大僵持不到一吸 便直接被拉出水面 只见 随着鱼线往上升起 一头硕大的白肚皮青鱼 被拉出水面 而那有半米来长的鱼身上 赫然抓着两只人手 第六十章 周伯通 尹志平看到青鱼身上僵直的两只手 心中一惊 接着就看到青鱼下的水面上露出一个满头白发的人头 因为背对着尹志平的缘故 尹志平并未看到人头面容 尹志平继续用力哗啦一声 青鱼和抓着青鱼的人一起被拉到半空 然后划过一道弧线 砰的一声直接落到地上 尹志平上前查探 刚抓住这人肩膀 准备翻个面去看看是谁 哪只地上的人猛地松开抓住青鱼的双手 捂住自己的脸 扭头看向尹志平发出蛙的一声大叫 伸着舌头做出个鬼脸 尹志平配合地爆出粗口 一身卧槽连退三步 地上的白发老人顿时跳起来 指着尹志平哈哈哈哈大笑 吓到你了吧 吓到你了吧 师叔祖 你从哪学会的这一招 尹志平看着笑得前仰后合的周伯通 哭笑不得 怎么样 小牛鼻子 厉害吧 想学吗 周伯通得意地仰着头 似乎等着尹志平求他 尹志平看他这得意洋洋的表情 再夸他 还不上天 所以直接不理他 开始低头收拾地上的青鱼 那青鱼已经死得不能再死 身上还留着两个手掌印 鳞片一磨就碎 显然是在强大的内力冲击下 直接粉碎 摸了摸鱼肉 还行 可以吃 当即一掌拍出打在那鱼身上 顿时鳞片徐徐落下 鱼腹裂开 里面内脏等自动全部流出 只剩白生生的肉 而鱼头也裂开两半 鱼腮尽数自动掉落 一条干干净净的鱼顿时就处理好了 一旁的周伯通 依然仰着个脸等尹志平来求他 但看到尹志平如此神乎奇迹的手法 顿时级的眼珠子乱转 也不再矜持 舔着脸凑到尹志平身边 一副我吃亏的语气说道 小之孙 你真不想学我刚刚那一招 我吃点亏 可以拿你这个和我换 怎么样 换吧 换吧 尹志平心中无语 怎么感觉这周伯通跟那个神雕一样 像个孩子 不搭理周伯通 手上忙个不停 从身上水袋里倒点水 冲洗一下 开始拿到火堆的石锅旁准备做饭 那周伯通急的围着尹志平左右打转 小之孙 你怎么才能教我 要不咱们结拜吧 你做我大哥 大哥教小弟点东西 总是可以吧 尹志平内心吐槽 我还能跟郭靖一个待遇 直接成周伯通结拜兄弟了 师叔祖 要不这样 你把九阴真经交给我 我就交给你这个 怎么样 周伯通顿时把头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不成 不成 师兄说过 不准练九阴真经 你是全真交的 怎么能违背祖师呢 尹志平正加将骗练鱼油呢 文言不禁无奈到师叔祖 你难道不是全真门人 我记得你不是也练了吗 没有 没有 不要瞎说 我早就把九阴真经忘得一干二净 从来不用上面的武功 尹志平见此 也知道 这条路恐怕行不通 也不太在意 左右不过一门武功罢了 又不是什么仙法秘诀 再说里面对自己有用的一魂大法 一经断骨片 已经都学会了 眼看练出鱼油 尸锅中开闸 对着周伯通问道 听师尊说 您找我 周伯通听到这话 当即跳到尹志平身前 对对对 差点忘了 我兄弟郭靖说你武功不在我之下 我骗不信 我要和你决斗 尹志平哈哈大笑一声 你要和我决斗 刚刚怎么躲在谁里 谁躲了 我才不会躲 我是刚从古墓里出来 正好看到你在钓鱼 就想吓吓你 看看你是不是胆小鬼 尹志平有些奇怪地问道 你怎么会知道 这里可以通向古墓 这可没几人知道 周伯通显得很自豪 那当然 这个地下暗河水道 没人会想到可以通往古墓 是我好兄弟杨过带我进去的 好兄弟杨过 你和杨过结拜了 尹志平无语道 对啊 我想和谁结拜 就和谁结拜 你又不是我师兄 你管不着 尹志平好笑地摇了摇头 从背包里拿出各种调料 依次放进石锅 将麻椒 煮鱼香叶炸出香味 倒入清水 盖上石盖 静静等鱼肉入味 周伯通见尹志平忙完 上前拉住尹志平就要对打 尹志平淡淡一笑 身上龙鹰像鸣声突然大作 四条龙像静力从尹志平身上冲出 直接缠向周伯通 周伯通何曾见过这种打法 四条龙像静力一起围攻自已 尤其还爱往下三路招呼 简直跟地痞流氓一样 双拳敌不过四手 只能一边闪躲一边退 好不容易打散一条龙镜身影 尹志平那边又窜出两条 当即连连摆手 不打了 不打了 你这耍赖片 尹志平听着石锅内的沸水声 加了点野菜叶进去 心中突然生出一股恶趣味 对着周伯通说道 我这招你想学吗 我 尹志平立马打断周伯通后面的话 哦 你想学啊 你想学你说清楚啊 你要是想学的话 你就说话嘛 你不说 你想学我怎么知道 你是真的想学 虽然你很有诚意的望着我 不可能 你说 你想学我不教你 你说 你不想学我偏要教你 你不是真的想学 难道你真的想学 周伯通呆了呆 似乎是没反应过来 接着像是看到了洪水猛兽一样 一脸的惊恐 撒腿便跑 恨不得多长两条腿 一溜烟的没了人影 嘿嘿 出锅了 尹志平掀开石盖 撒了点野芹菜碎末 香味扑鼻 嗯 还是原来的味道 说自己吃一整条 就要吃一整条 必须下跑周伯通 尹志平心中暗暗为自己点个赞 拿起曾经的十碗 有些感慨没有拿大米 不然就更能重现当时吃烤鱼的味道了 夹起一块放进嘴中 软硬适宜 麻辣适中 很不错 当下放下五味杂陈的心思 专心丹饭 不一会 半条鱼进度 等尹志平准备将锅中的鱼翻身时 手中筷子突然一顿 对着潭水方向说道 看了半天了 不饿吗 声音从尹志平口中传出 化为有形的波纹 震得不远处的水潭表面 无数水珠皱起 腹又落下 紧接着一道身影从潭水中窜出 落到一块高大的石块上 居高临下地说道 这地方是我古墓派的 你为何在此? 尹志平脸色微冷 我不喜欢别人站在我头顶 跟我说话 站在石块上的 正是四处寻找小龙女的杨过 因为有球鱼人 也没有和尹志平应对 直接下了石块 拱了拱手问道 尹真人 我姑姑有在去找过你吗? 尹志平面无表情 没有 并未见过 杨过凝视尹志平 似乎想从尹志平脸上 找到说谎的痕迹 片刻后 又似乎想到了什么 再度问道 请问尹真人觉得我姑姑会去呢? 尹志平话语森冷 你要是再不走 那就不要走了 水潭周围 一股杀气弥漫 杨过感觉秋风吹在身上 似乎都寒冷了一分 肌肤隐隐有些刺痛 第六十一章 一遍 你 杨过怒不可遏 但看到尹志平越来越危险的眼神 心中警灵大作 似有大难随时临身 生死不由自已 阴云笼罩星间 一时如沉地狱 就在杨过拼命正脱笼罩在心间的阴霾 垂死挣扎 渐渐历劫之时 突厥得浑身一清 天地一片明亮 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 哈哈 小牛鼻子 看我把谁带来了 紧接着 一个白发白须的老人 瞬间来到身前 看着杨过满头大汗 神色违靡 一脸不高兴地说道 怎么? 这个小牛鼻子打你了? 我叫来了他师傅 看他师傅不打他屁股 咦? 好香啊 说完 立马跑到尹志平身前的石锅上 伸手就抓起半块鱼头大口啃咬 金黄的油脂顺着胡子直往下流 杨过如梦初醒 深呼一口气 然后就看到另一个长须白发的熟悉老人 也从后方跃来 正是尹志平的师傅邱处基 四周杀气森森的氛围 早已恢复正常 尹志平连忙起身拜见 师尊 邱处基看到尹志平身下 吃得还剩半条的烤鱼 闻着空气中的香味 又看到师叔周伯通正扎巴嘴 拼着鱼嘴 重重哼了一声 但他早已看到杨过 心中对他愧疚万分 又见到那一副熟悉的面容 内心更是百味杂陈 不知如何开口 沉默了一下 千言万语最终化作一句问话 杨少侠 怎么不在襄阳帮你伯父 杨过知晓 这位老道就是自己父亲的恩师 小时候自己刚入门时 就以熟知 对自己也好 若不是拜德恶师 想到此处 心中叹了口气 在李树州全行了一里回丘真人 襄阳有众多江湖豪杰相助 且朝廷大军已经来源 守城里应没问题 说完又瞥了一眼 视力在邱处基身旁的尹志平 心中去意一声 邱真人 你们忙 我还有事 先走一步 招呼了一下周伯通便施展轻功 匆匆离去 邱处基看着杨过离去的背影 久久不语 尹志平转头向旁边一看 好家伙 别说鱼了 鱼骨头都被吃完了 石锅里只剩点汤汁 周伯通正捏着旁边的野芹菜叶沾着吃 邱处基从缅怀中回过神来 见状又是冷哼一声 斥则道 在外面山珍海味吃惯了 重阳宫的粗茶淡饭难以下咽 师父有事 弟子扶其劳 尹志平知晓 师尊心中所想 连忙道 不是 不是 师尊 徒儿出门在外 经常露宿荒郊野外 慢慢练就一门烤鱼的技术 我这就再做一条 请师尊品鉴品鉴 邱处基肚子的蝉虫早就被香味勾起 见剩下半条烤鱼 师叔周伯通正吃着 自己也不好上去抢 才有此疑问 尹志平当即请师尊坐下 自己再度来到水潭边 这次时间紧迫 也就没有再甩鱼干 而是将手掌伸入潭水 水面立即微微晃动 接着就见尹志平手臂往上一条 水面乍响 一条长长的水柱从水面升起 底下裹夹着一条半米长的大青鱼 尹志平随手一招 水柱破裂 那大青鱼斜斜向尹志平手中飞去 来到手掌时 练练拍了几掌 煞时间 各种鳞片 内脏 鱼腮等一次掉落 一整条处理完毕 周伯通看着尹志平 提着处理好的鱼往这边走 刚刚那一套流程 行云流水 看得他是目瞪口呆 又跳过来 凑在尹志平身边央求教导 尹志平师尊再次也不好再恶搞他 只是推托 周伯通又摆起师长架势 让邱处基去找尹志平 邱处基心想 尹志平也知道师尊的为难 开口解释道 师叔祖不是志平不想教你 而是这需要练至先天境界 内力外放自如 尽力控制入微才能做到 老顽童脸色一垮 委屈巴巴的嘟囔道 仙天 仙天 我师兄为了进先天 命都搭上了 怎么进 邱处基和尹志平第一次听说这种隐秘 纷纷开口相问 老顽童只说是修炼先天功 需要以极为高深的内力方可休息 不然只会经脉丹田重创 死期不远 随后任两人如何询问 就是不答 没办法 尹志平只好继续烤鱼 虽然看尹志平做烤鱼令人赏心悦目 但那老顽童心性不定 注意力没一会就跑到别的地方了 揉腿挠头 跟个孙猴子一样 再四处张望 这才发现尹志平身后放着一个黑木盒子 看尹志平随身带着 这黑色木盒的质地又极其罕见 以为里面肯定放了什么宝贝当下 老顽童装作看天上的飞鸟 实际上脚步按挪移往黑盒子那走 不一会 已经来到尹志平身后 等俩人都不注意他时 他猛地抱起盒子一跳三丈远 嘴里黑黑一笑 跟得了什么好东西一样 手中动作不慢 一下打开盒子开关 伸头往里一瞧 顿时发出一声刺耳的惊叫 我的妈呀 有鬼 有鬼 老顽童将盒子往天上一抛 吓得连滚带爬的往秋处机身后钻 秋处机和尹志平往后一看 只见盒子已经掉落到地上的卵石上 摔成碎块 而破碎的黑盒子中央一根黑色的树枝赫然在望 秋处机一脸无奈地摇了摇头 扯了扯躲躲在自己身后的周伯通 师叔 师叔 没有鬼 你看错了吧 明明就是一个黑色树枝 你再看看 那躲在秋处机身后的老顽童不停地摇头 不敢看 说什么 有十几个小鬼瞪着通红的眼珠盯着他看 此时太阳高照 鬼脸早已隐蔽 所以看上去像一根普通的黑色树枝 但尹志平瞳孔一缩 心下猛的一惊 却见那树枝断裂处已经看不出断裂痕迹 且长出了三条根须扎进黑色的木盒底座 这要是扎进自己肉里 那还能有好 心中不禁为自己的大意 暗暗自责 这种诡异的东西 最好是做好一切安全措施才能接触 但又奇怪 好好的怎么会长根 想起当时那块黑色木块 在皇帝赵云身体丹田处生长出根须 按理说 一个带有内功的武林人士 根本不可能激发出这树枝长出根须 尹志平当时看到那个碎木块长出根须 还以为它是吸收了皇帝赵云的龙气 有特殊能量 所以才会长出根须 那这个树枝又是因为什么才长出的根须呢 尹志平仔细回忆最近发生的事情 心中引游所感 他抬头望向头顶碧蓝如洗的天空 那炙热的太阳正散发着滚滚热浪挂在刀天 第62章 顿悟 尹志平望着头顶的太阳 那里有功诡异树枝需要的能量 而地面上没有 这是因为什么呢 那是自己需要的灵气吗 为何自己没有感应到灵气 是因为呆的时间太短 还是另一种能量 尹志平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词 一个在经书里看到过的一个词 万法同源 又想起前世也有一种说法 能量不会凭空消失也不会凭空增加 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 风的动能可以转换为电能 电能可以转换为热能 太阳的热能也可以转换为电能 那是否意味着 某种能量可以转换为 这天地之间的清零之气 也就是人体可以吸收的生物能的一种 自己修炼的内力 不就从自身的生物能开始慢慢聚集增加 最后形成强劲的内力 直到现在 自己打通天地之桥 可以通过天地之中的清零之气 来补足自己消耗的先天真气 它感觉自己的先天真气使用的威力 比之前位入先天时的内力要大很多 这其中是否是因为能量等级的不同 导致自己现在使用同样的招式 而威力有所不同的表现呢 而且这种先天真气 可以使得自己身体素质直线上升 精神的敏锐 尽力的入微 一种能量转换增补寿命 生命能的一种呢 尹志平闭目静静思考 体内真气正和天地之间的清零之气交融 体内阴阳之力相互转换 只见尹志平身边一会寒风四起 地面结满白霜 甚至空气中的水分都开始凝结 下起霜花 又过了一会 地面冰霜消融 空气逐渐燥热 地面上枯黄的落叶开始干枯 然后燃烧 附近的卵石渐渐生出裂纹 最后因为炙热的高温 空气都开始剧烈抖动 紧接着高温缓缓消失 四周的空气似乎开始围绕尹志平转动 似乎空气中有某种东西 争先恐后的向尹志平身体里钻去 使得尹志平被旋转的强风抬到半空之中 这番寒暑集之间的变化 如呈仙升天般的场景 看得邱处基和老顽童目瞪口呆 尹志平实验心中所得 不知时间流逝 邱处基自觉地为尹志平护法 老顽童也不再害怕刚刚的树枝 现在看着只是一节黑漆漆的树枝 没有任何吓人的样子 以为自己看花了眼 俩人开始料理尹志平快要做好的烤鱼 不一会 邱处基和老顽童两人边吃边看 不知不觉将一整条鱼吃个精光 之后尹志平缓缓落地 虽然仍有风吹向尹志平 但没有了刚刚的狂躁场面 就这样 日头渐渐吸血 老顽童等的急不可耐 身上如生了狮子般 动个不停 邱处基生怕现在门派唯一的顶梁柱出了问题 拉住老顽童百般劝说 让其和自己共同为尹志平护法 老顽童执拗不过 干脆直接寻击把枝叶盖在头上 呼呼大睡去了 待日头彻底落下 天地一片黑暗 老顽童才推开头上的枝叶 打了个哈欠 伸开臂膀 揉了揉睡眼稀松的眼睛 突然发现失职秋处基 额头冷汗如雨般向下落 浑身直打摆子 一脸的惊恐 不禁推了推秋处基 牛鼻子老道 你怎么 生病了 秋处基嘴巴了的说不出话 眼睛直直地盯向前方 这般恐怖的模样 反而把老顽童吓了一跳 他照着秋处基注视的方向看去 见尹志平还是原来的样子 没有丝毫变化 心中突然多出一个猜测 他将头侧了侧 掠过尹志平的身影 看向尹志平身后的方向 只见十几双红彤彤的眼睛盯着二人 那眼神是如此的邪恶 里面全是疯狂 以及病态的渴望 加上身处黑漆漆的深山老林 这可把老顽童吓得那是汗毛直立 三魂出鞘 发出一声巨大的惊叫声 转身撒开脚丫子 疯狂往远处跑 也正是这一声惊叫声 终于吵醒了神有体内真气运行的尹志平 人体本就是阴阳五行 天生的灵体 内里藏珠般神奇 尹志平这次研究身体细微之处的宝藏 大有收获 增加了自身真气储存 浑身真气流转厚重无比 隐隐有结成液体的趋势 待其睁开双眼 在黑夜中 简直如一双昊月照亮天地 本就有夜眼的他 通过这次用天地清零之气改造双目 那可谓动若关火 明察秋毫 一眼就看到秋处姬冷汗直冒的额头 他正用手指着字椅 尹志平回头看向身后 发现是白天老顽童打碎的黑盒子 里面的诡异树叶已经露了出来 那十几双诡异的眼睛 正赤裸裸地盯着字椅 当即手中青光蒙蒙亮起 一招手 将地上掉落的诡异树枝吸了过来 水潭附近气温陡升 秋处姬看到这 也缓过神来 他一辈子经历过各种气温意识 但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诡异之物 所以才一时无法接受 在定眼向尹志平手中瞧去 只见赤红色的光芒极为刺目 周边温度也越来越高 通过刺目的光芒 他似乎看到 那诡异树枝上的鬼脸 正在痛苦的哀嚎 血红色的眼睛 也正忍受着无法言喻的疼痛 也许是片刻 也许是很久 尹志平手中的赤红色光芒 渐渐熄灭 那节诡异的树枝 一下子掉落到地上 只剩半尺长 上头似是被剪枝斑去掉一半 血红色眼睛还剩五双 本就稀少的黑色叶子 更是只剩两片 那诡异树枝本就没多长 被尹志平摧毁一截后 剩半尺长 也就十五厘米左右 看着树枝下的根须 反而更像个应该种在盆里的花卉 尹志平说做就做 招来一块不大不小的鹅卵石 手指一画 削出个头颅大小的石质花盆 捡起地上的半截诡异树枝放进去 嗯 还差了点土 正准备动手 想了想 似乎土有点配不上 这个凶神恶杀的诡异树枝 不知道敲点寒玉床的碎块可不可以 这样的话 它就不再是一个树枝了 该怎么称呼呢 吸人精穴 吸血树 吞人魂魄 吞魂树 感觉很low的样子 想了半天 那就叫它是魂树吧 这时 秋处基已经来到镜前 看到尹志平这一番操作 强忍着不看那五双血红色的目光 有些忐忑的问道 如此诡异之物 为何不彻底消灭 尹志平看到见怪不怪的师尊 心中暗暗赞叹 谁说古人接受能力弱 这还是可以的 当下解释到这件鬼物 我觉得 可能是上古仙人 或者魔头的遗留 现在灵机不存 不说仙神 就是修仙炼器之辈 也没有任何痕迹 这是 好不容易找到的 弟子需要研究研究 秋处基也没说什么大义凛然的话 只是嘱咐其小心反噬 别伤了自己 尹志平随即将这水坛 可直通古墓派的秘密说了出来 询问师尊要不要一起 秋处基刚遇到这种邪恶 加上年纪大了 就算知道下面就是古墓派 也不愿意下水去走一遭 叮嘱尹志平一切小心 便转身回了重阳宫 尹志平看着石盆里 还在睁着血红眼睛的试魂树 心中暗暗思索 这是魂树不计达 一点智慧的样子也没有 难道是吸的人太少了 摇了摇头 将这个想法摇出去 尹志平拿着石盆和试魂树一个跟头 扎进水坛中 向底下游去 第六十三章 继任 尹志平走在漆黑的木道中 一脸感慨 上次来古墓 还需要点着火把看路 防备机关 现在是黑夜如白昼 行动自如 兜兜转转 来到一间宽大的石室内 里面靠墙的一侧 赫然摆放着一张冒着寒气 呈半透明状的冰床 自己上次没怎么细看 一直以为这张床 是千年寒冰做成的 毕竟不管从触感还是模样 都很像 这次仔细观看 才发现是一种寒玉 不过 就算在极北之地 数百丈尖兵之下挖出来的 哪有用了这么多年 寒气依然不散的东西 这种寒气很古怪 没有消耗 或者消耗得很慢 那极北之地 能有这种好东西 说不定还有其他更多的好东西 极北之地寒玉 蛇谷里的仙斧 还有巨大的石蛇化石 湘南的葫芦山 高天之上的特殊能量 这个世界很奇妙 可能还有更多神秘值得探索 影之瓶边 想边端着石盆和试魂树 慢慢抚摸这张寒玉床 以它如今的先天境界 寒玉床的寒气 对它已经没有任何作用 围着寒玉床走了一圈 四四方方 很是奇整 作为有一点点强迫症的影之瓶 无奈之下 将石盆放在一边 蹲下身来 在寒玉床靠石墙的角落里 抓住一脚轻轻一掰 抓下来一块手掌大小的寒玉 走到一旁的石桌上 捏碎一小块寒玉放到石盆里 那试魂树的根须没有任何变化 小块寒玉也没有任何变化 看来是不行吗 不过这寒玉起码看着笔图好看 自己也能随时看到 试魂树根须的变化 所以将寒玉掰开许多小块 放进石碗里 又将试魂树履直摆正 石盆内丝丝寒气外貌 衬托的试魂树血红的眼珠 漆黑的树叶 树干 神秘无比 一看就知道是一件无上邪物 看着挺虎人 满意的点点头 暂时还不错 但有了寒玉土壤 石碗看着又很土 思来想去 一不做二不休 尹志平又来到寒玉床脚 凭着静力入微的真气 慢慢从寒玉床的侧方 挖出来一个人头大小的玉盆 又是一番收拾 这一看就好看多了 似仙药一般生长在淋浴框上 逼格拉满 心满意足 尹志平也不多留 顺了几瓶玉风蜂蜜 再次通过水潭下的暗河 出去回到崇阳宫 因为还有几日 才是正式继任掌教的大典 尹志平就独自在小院里 巩固这次顿悟所得 人体是最接近道体的一种体质 有九翘五脏十二节 乃阴阳柔和的一个整体 脏属阴 腐属阳 一阴一阳 一脏一腐 通过经脉互为洛鼠 构成阴阳转换 相互置换的关系 决定了身体生理功能上的密切联系 五脏之所以称之为神脏 皆是因为五脏的共同生理特点是 化身和铸藏精气 修道炼气 不就是炼金化神吗 再说五脏 其生理活动 因缘有九翘 可沟通天地 所以与体外自然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 也与人体内部的精神情质因素密切相关 这也是人体六病的根源 少阴少阳两经络 影之品早时 已经颇为熟悉 这次顿悟便是沟通五行脏腑 通过经脉 大幅增加自身真气属性 以以身影响 甚至改变外界环境 这便是人体之庙 有九翘作为桥梁 外界环境可以影响人的身体 人的身体反过来 也可以影响外界环境 之后 影之品又以内股五脏 来增大身体各种生理功能 不说 可比千里眼顺风耳这般神通 但也早已超越自然界各种生物的极限 影之品此时 可谓一朝悟到 心中欢喜无尽 只觉得自己探索的这条道路 前方一片光明坦途 只要勤加修炼 必然可以达到不可思议的境界 影之品沉浸在修炼之中 不可自拔 并未感觉时间流逝 直到弟子前来敲门 才恍然醒来 大徒弟张清风捧着一个木盒 李青山端着一摞衣物进来 那木盒正是影之品交代制作 装饰魂术的盒子 毕竟这种邪物 还是不要惊扰到太多的人为好 而李青山端着的 正是接任掌教典礼的衣物 张清风和李青山 不敢看高台上冒着寒气的诡异植物 生怕染上不知名的诅咒 低头恭敬地将木盒和衣物 放在桌子上 向影之品行了一礼 师尊 即使已到 诸位师祖和同门 以及众多宾客 正等师尊前去应礼 嗯 影之品轻轻应了一声 站起身来 两弟子为影之品 披上紫袍法衣 两袖宽大垂地 双臂展开 两袖和衣身合成四角形 上面均绣着金丝龙纹 再戴上混元冠 穿上十方鞋 正要走出房门 影之品却想到 宾客之中可能有不速之客 便向兵器架上招了招手 两把白色宝剑飞来 正是为出锹的君子淑女两把宝剑 两弟子连忙上前接住 跟在影之品身后 捧剑而行一出院门 便看到四位皇冠道人在门外等候 正是和自已相熟的师兄弟李志长 齐志成等人 四人一见影之品便躬身行礼 清禾真人 您终于出来了 大家一等候多时 请跟我们来 影之品道号名为清禾 曾被李宗皇帝赵云封为 清禾庙道广化真人 今日影之品即将继任掌教 所以 以后都要以真人道号相称 四人领着师徒二人 走侧门来到山下 山脚下已经到了诸多宾客 人声鼎沸 热闹非凡 排得有几百米远 几十名道士在此维持秩序 见影之品来到山脚 立即出列十六名道士吹声激庆 排在山道两侧迎接 接着 另有十六名道士站出 拿着木剑 铁拨等法器 一起向影之品攻身行礼 一行人前后护拥 向山上而去 后面众多宾客也紧随其后 这种仪式寓意为 登天梯 过天门的意思 一步一个脚印 这可比下山时使用轻弓慢了很多倍 待到日头升至中天 一行人才走至山门处 从重阳宫大殿 至山门外十余帐处 六百多名道士 依次排列在道路左右 只听得同中堂堂 屁股隆隆 几百名道士攻身诉厚 场面隆重庄严 影之品在十六名手持法器 以及另外十六名吹声激庆的道士 还有山门处数百名道士的簇拥下 从山门行至重阳宫内 一行人先到三清殿 叩拜玉清原始天尊 上清领宝天尊 太清道德天尊三清 之后再到后殿 叩拜祖师王重阳的一项 最后则来到全真妻子集休之所 此时全真无子 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影之品向几人依次叩拜 然后回到正殿三清殿 邱处基作为上任长教 拿出司警法旨宣读 影之品下拜听讯 最后上表天君圣前 任命影之品接任长教 影之品公身领命 接下法旨 大殿内外六百多名道士 齐声共败新任长教 第六十四章 震慑 任教仪式已罢 凭退各殿群道 主殿三清殿再次空旷下来 只可道士尽数在主殿外的广场上 来来往往摆放桌椅 接待本有待客店 但重阳宫外从山脚下到山门外 一路上几乎排满了前来祝贺的宾客 为了能尽快接待完 只好在外面的广场上举行 片刻后 外面安排妥当 尹志平领着全真无子 以及门下五名清传弟子 前往广场待客 尹志平坐于主位手座 全真无子分别坐于两侧 主位下方两边 是两排长长的客座 众多知客道士 穿插其中 倒水漆茶 忙碌不已 这时 外面一名知客道士 从院门口进入 朗声道 齐柄长教真人 贵客道了 尹志平微微点头 请客人进来 知客道士回身出去 尹进来一帮人 为首的居然是几位熟人 一个是曾在陆家庄英雄大会上 见过的蒙古八王爷拔绰 另一个跟在他身边的是 上次在蛇谷 有过一面之缘的萧香子 尹克希等蒙古高手 以及一名蒙古官员和随行等 八王爷拔绰走到近前 先是以蒙古礼节行了一礼 尹志平起身 回了一个起手 紧接着 八王爷拔绰挥了挥手 只见身后跟来的两个官员 其中一个 上前取出一卷黄断 展开后 直接宣读 赤丰全真教掌教为玄门掌教 文翠开旋红人广化大真人 掌蒙古诸禄道教 赐黄金白两 白银千两 身后几位蒙古随从 台上一大一小两个大箱子 那宣读的蒙古官员 见无人下跪 大声喊道 全真教掌教皆知 尹志平嘴角淡淡一笑 把义纸拿过来 那蒙古官员 似乎像是听到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 一时没反应过来 正想开口训斥 八王爷身后跟随的几个蒙古武林高手 却站出来一个满头卷发 蓝眼睛阴勾鼻的波斯人 他身形消瘦 个子却很高 操着一口声音的汉话 指着尹志平的鼻子骂道 大胆 你藐视大汉一指 该处死 还不跪下认罪 尹志平看着这个突然跳出来的汉子 微微一愣 多久没人敢这样跟自己说过话了 这个脑瘫人是谁的不暇 难道又是跟上次金轮法王 想要借自己手除掉模拟心一样 还是说蒙古任不清形式 见八王爷拔出眼神四处乱瞟 似乎不认识这个人一样 尹志平看了一眼徒弟 张清风立即捧着剑 来到来到尹志平身前 身侧孙伯二见状劝道 掌教 今日大喜之日 不宜见血 拉波斯高手见尹志平迟疑 以为是怕了自已 他仰头望天 拿鼻孔看尹志平 我是拜火教风使者 听人说你是中原武林天下第一 今日一见 怎么好像的缩头乌龟啊 全真无子立马站起来 对其怒目而视 正要说什么 却被尹志平打断 拜火教 你们教中是不是有一句 熊熊圣火 焚我身躯 那波斯拜火教风使者眼中 闪过一丝诧异 毕竟波斯教根本没来过中原 没想到 这人居然还知道 自已拜火教的圣言 这一下才低头 拿正眼瞧影之评 不错 是有这句 你怎么 他话还未说完 却突然停下 满脸血红 乍一看 似乎是中了毒 紧接着围观的众人只看到 这位波斯高手身上 突然冒出火星 诡异的是 火焰竟从内部往外燃烧 他一脸都无措 似乎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转身伸手 想要向八王爷一行人求救 可刚伸出手 整个人身上的火星猛然大作 火光一闪 整个人消失不见 只有一小堆骨灰落下 八王爷拔出一行人 吓得连连后退 尹志平微微抬手 地上的小堆骨灰 瞬间抛出重阳宫外 连带着燃烧的臭味 也一扫而空尹志平 对着身侧的孙伯二说道 师叔说得在理 大喜之日怎好见血 孙伯二还处在一脸震惊之中 连尹志平说的话都没反应过来 八王爷拔出此刻 求生欲满满 急忙向前鞠躬致歉 尹志平千万物怪本王 本王也不知道 他怎么突然就发起风来 此人原本就性格乖张 尹志平杀得好杀得好 说着 抢过那蒙古官员手中的黄断 恭敬地递给尹志平 尹志平 尹志平您看 尹志平轻轻拿到手中 淡淡地道 看在上次的一面之缘 暂且饶过你 若有下次 你们黄金家族就没必要存在了 这蒙古打下偌大的疆域 早就骄傲得不可一世 多番试探自已 要不是身后有师尊和全真教基业 还有需要对方的国力帮助自已 早就杀光成吉思汗一脉 让其内乱去 八王爷拔出身后的蒙古武林高手 看到自家主子被辱 坑都不敢坑一声 这是什么武功 他们从未见过 简直不似人间手段 心中军事认定尹志平是个妖道 拔出连连攻身 不敢 不敢 谢尹真人宽宏大量 听起口气就知道 还是没放在心上 那这次前去蒙古皇庭 就需要用点狠辣手段震慑一番 金伦法王呢 尹志平开口 如今蒙古也就皇庭的一众当权者 还有金伦法 值得尹志平关注 回尹真人 法王自上次寻您回来后 说有所感悟 回密宗修炼去了 嗯 今日事物繁忙 就不留你了 是 是 我这就走 这就走 刚走几步 又舔着脸问道 尹真人 我大哥问您 什么时候前去皇庭讲道 短则一月 长则两月 是是是 尹真人 小王告辞 邱处基眉头微皱 掌教 接了蒙古的赤风 后面恐怕不妥 尹志平挥手命之客倒是 将东西抬进库房 对着邱处基说道 师尊 上次凝聚劝成吉思汗指杀 这次 徒儿欲效仿师尊 劝其指歌 全真五子纷纷动容 正想说话 之客倒是又带进来一群人 也是尹志平熟悉的 是当初跟随他和庞冲 一起进入蛇谷的士兵之一 现在从其穿着上看 应该是升官了 成衣一个副将 此人领着一众力士 抬着大乡 小乡进入广场 看到尹志平时 立即快步走来叩拜 拜见国师 庞大人不好擅自离开林安城 加上这里属于蒙古侠内 特命我前来道谢 尹志平笑着点了点头 收下了庞冲送的礼物 林安城一切安好 回国师 现在林安稳如泰山 一些利民政策顺利实施 百姓全都念着您的好 哦 对了 这还有庞大人给您了一封信 尹志平接过信封 说道 嗯 我这也有一封 带回去交给庞冲 辛苦了 喝杯茶再走 那副将接过信封 公身领命 去到座尾 喝些清茶 顺便将手头的礼物 一一交给知客道士 看来 上次交给庞冲的蒸汽机图纸 有进展了 这是关系到以后 探索蛇谷的重要工具 蒸汽机说白了 就是热水壶原理 有蒸汽动力 炼铁为钢轻轻松松 这边完事 又来一大群人 当先两人 一个慈眉善目 白眉白须的和尚 正是中原舞爵之一的男弟 一灯大师 另一个行香轻渠 身材高瘦 头戴方巾 一副文饰模样的 正是另一位舞爵之一 黄药师 两人身后跟着慈恩 成英 郭福 耶律奇 陆家庄弟子 丐帮长老 以及其余门派长老 第65章 笔士 一群人到来 依次对尹志平恭贺一番 尹志平一一回礼 因大多都是师叔师伯的老相识 所以全真无子 各自带几个门派 在旁边客桌上序话 一灯大师和黄药师 留给尹志平招待 阿弥陀佛 亲和真人 老纳特来归还 先天功 一灯大师也没客套 直接从怀里 掏出一本秘笈 递给尹志平 现场所有人顿时一静 江湖人一直听说 华山论剑 争夺九阴真经的事迹 但作为当年夺得天下第一的王重阳 他练习的武功 恐怕不比九阴真经差 之所以这本秘笈 能安然到今天 自然是一灯大师的作用 可他为什么不练呢 尹志平也有这种好奇 但在这么多人面前 谈此隐秘 肯定不合适 当即压下心中的好奇 感谢道 感谢一灯大师 归还祖师的功法 大师仁义无双 以后有频道帮得上的 请一定不要客气 亲和真人客气了 此物在老纳已存放多年 如今物归原主 也是理所应当 一旁的黄老邪同为武爵 自然不甘心落于人后 主动说道 亲和真人 可要报当年一掌之仇 不日 咱们可比试一场 正好我与段兄很好奇 你的武功 是否真如当年重阳真人一样 全真武子顿时怒目而逝 就算尹志平 早就跟全真武子解释过 谈师叔并非黄药师所杀 但多年恩怨 已不是轻易能放得下 听到黄药师的话语 尹志平对这个记忆中 自己非常惧怕的武爵高手 心中居然有一点点 想要揍对方一顿的冲动 心中暗暗思索 难道原神尹志平 留给自己的记忆 还是会影响着自己吗 当即回应道 自我武功大成 确实未能与天下武爵高手 一较高低 今日宾客云集不合时宜 不如咱们 就定在明日比试吧 黄老邪听罢直接转身 尹志平倒是引着前往厢房 尹登大师则夸了一句 看此盛会 全真教大兴指日可待 我那老友 当真收了的好徒孙 实在令人羡慕 大师过奖了 请 尹志平将一登大师 交由之客道士 引到厢房休息 后面还有需要自己接待的 如中南山附近 经常来往的影视 修道之人 还有山下的一些富商香身等 普通农户也同样来上 三驻清香恭贺一番 附近蒙古官员 文风之雅役也来拜见 更甚者 南宋朝廷的大员 因为过不来这边 专门遣供奉门客 前来送上大礼 尹志平哭笑 不得前来祝贺的人太多 一下午不停的见人 饶是尹志平 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也差点看花眼 全镇无子 也是浑身疲惫 茶水都喝称了 可心中别提有多高兴了 这可比当年创派之初 还要气派 热闹 不说武林人士 就是豪商 普通的贩夫走卒 也都关心着尹志平的情况 自然是因为尹志平 即是南宋国师 又被蒙古当权者青睐 若是有尹志平从中牵线 两国约为兄弟之邦 停下战争 那是多大的善举 所以大多数人也是想来 探探尹志平的口风 尹志平当然不会否认 自已的想法 现在南宋因为旁冲还在 自已基本可以借助个几十年 肯定不能让蒙古灭了 蒙古自已也会争取 让其助自已 探索一些险地 还有收拢一些人才 但靠山山会倒 靠人人会跑 自已会吸纳一些人 专门组建一个 由内工高手和一些研究人员 来共同探索这个星球的神秘 和修仙的可能 而现在首要任务 便是指隔 才能更好的发展 接待宾客到天黑时分 才算终了 尹志平送几位师叔回去 召集各殿主事 以及分管管事 现今全真教总人数 已经接近四千人 而真正关了金的道士 总共也就六百多人 但人仍然太多了 原先的政策要变一变 不能再依仗人多 而是要走精英路线 吩咐完毕后 其余一切照旧 但最为根本的原因 还是避免世家关身的渗透 李丸所示 尹志平本想去一登大师 那问问先天公的事情 但看了先天公具体法门后 打消了这个念头 只因先天公入门太高 这本书 原来竟是根据 道家呼吸吐纳的 炼气之法改进的 天地灵机不存 道家三山祖脉 仍然继续修炼 传承的炼气法不知变通 而这本先天公 正是一名脱了山门的道士 结合内宫修炼之法 最终修改成的 就算是这样 入门也高得可怕 当先第一关 便是用身后到极致的内宫 加以辅助才能入门 之后勇猛精进 以自身内宫修成先天真气 消耗实在过大 若不是天赋异禀 恐怕命都要搭进去 修成之后 可以称得上先天境界 修炼者潜能意识 被激发到极致 武学自会步入 深不可测的境界 如刚入先天时的尹志平一样 但第一关就难住了 基本上所有人 好不容易修炼到 顶尖高手的内宫 怎能轻易舍下去 拿来修炼这个功法 万一后劲不足 修炼不成 只能白白丢了自家性命 尹志平又打开 旁冲寄来的信件 信中说朝廷运行稳定 让国师一切安心 最主要的是 国师给的图纸 工匠已经用黑铁 将前期的初步设备打造完成 正精炼钢铁 炼出金刚 最终组合成形第二天一早 尹志平专门招待一下 伊登大师还有黄耀师 三人用霸早饭 带领弟子去了后山顶峰处 顶尖高手对决 自是难得一见 三人众弟子 全部站在远处 围观这一圣景 山巅之上 尹志平 黄耀师 伊登大师 分别站立 三人立于山巅城三才阵势 均已调戏到最佳状态 山顶气息凝重 似黑云一般 压在远处重弟子心头 黄耀师和伊登大师 是尹志平的前辈 自不会当先出手 以大欺小 尹志平在林安藏书阁内 学了众多武技秘籍 攻击招式不缺 可看着山腰处的重阳宫屋顶 碧瓦金言 猛然记起 自已出入这个世界时的 一句玩笑话 心中一动 第六十六章 离去 如此奇幻的一幕 黄耀师和伊登大师两人 也只是在画本里听说过 乃成想今日居然亲眼见到 两人心中震惊无法言表 看着悬在尹志平身侧 游走不定的黑色宝剑 正正发愣 浑身圆满的威势 瞬间被迫 这还怎么打 这不是作弊吗 那黑色宝剑的锋芒 隔老远都能感受到 可想而知 宝剑的锋锐 肉体如何抵挡 但下面俩人弟子都在看着 总不能张口认输吧 作为武爵高手 既然决定 那必然做到 心中猛然升起一股少年时的勇气 剑先又何妨 如何战不得 俩人各使平生绝学 不再等尹志平进攻 而是率先进攻 一灯大师白须白眉 双手糟然收至胸前 再次闪电般击出时 食指 中指 蹦射出四道白色劲气 只打向尹志平身体各处 尹志平身侧一把黑剑 绽放点点心芒 身影瞬间不见 在白色一仰指劲气 还未凌身时 一一斩碎 而黄药师这边 也在一灯大师出手时 同样双手 捏住两颗石子 以弹指神通击向尹志平 尹志平另一侧的黑剑 也依次斩碎击射而来的飞食 两位舞爵高手 溥仪试探 就知对方深浅 当下再不留守 一灯大师和黄药师 双手闪电般挥动 无数指镜 石子 枝叶等如子弹般 全部射向尹志平 而尹志平身前 已经看不到宝剑 只有两道黑色的影子 在身前闪烁 面前响起无数炸裂之音 这番如神仙 斗法般的场面 看得远处三派弟子目眩神迷 慈恩合适的双手放下都不自觉 双眼一彩连连 四位这场无与伦比的对决贺彩 郭福和耶律奇 更是紧紧握住对方的手 继位 这精彩的对决震惊 又担心外公会不会受伤 李清风和李清山 还有周清旭等五位弟子 更是震惊的目瞪口袋 他们就算再怎么幻想 自家师尊武功如何厉害 也想不到 师尊还能有这一手剑仙般的打法 不提三派弟子心中的震惊 黄药师与易登大师拼尽全力 依然攻不破尹志平双剑的防守 那自然要一往无前 当即停下远攻 黄药师掏出玉霄 易登大师拿起缠杖 一个使用玉霄剑法 一个使用伏魔杖法 闪身冲向尹志平 就在两人攻击李尹志平 还有两杖远时 却猛然停下攻击的身形 直到一声玉石摔碎的翠响 远方众人才看到 两柄飞剑已经抵到黄药师 和易登大师的咽喉 而那声脆响 正是黄药师玉霄断裂 落到脚下山石上的声音 抵在两位舞爵咽喉的黑剑 又瞬间回到尹志平身侧 尹志平对着黄药师一个棋手 黄岛主 此前恩怨一笔勾销 黄药师不是蛮横不讲理之人 当年自己打了对方一掌 现在对方斩断自己的武器 已经很厚道了 当即同样还了一礼 黄某正有此意 那就一笔勾销 易登大师单手一礼 尹真人不愧是武林公认的天下第一 如此修为老那佩服 尹志平回了一礼 过奖了 易登大师生有一二道无牙 我的道也只是刚开始罢了 尹志平如此大的口气 易登大师也不在意 想武林几百年都未能出现一个 如尹志平这般修为的高手 如何还能更进一步 他反而更好奇 尹志平从何处修来的这般剑法 正好有归还密集的情面 当即问出 阿弥陀佛 老那心中有困惑 尹真人剑法简直如仙剑一般 不知是从何处学来 若是事关隐秘 便不必说 俗话说 昭文道惜死可以 不止易登大师如此情急 黄耀师更是眼神微动 显示出这个消息 对其也非常重要 大师不必如此 平道剑法并非什么隐秘 世家有言得精神明六通 这只是一点精神家真气的运用 待大师修到先天后期 便可如平道这般话繁为其 尹志平这话说的易登大师再无言语 想他先天境界还未修到 还想修到先天后期 当即和黄耀师一同与尹志平此行 尹志平亲自送二人到山门前 之后领着五位弟子返回崇阳宫 但尹志平不知道的是 这场新的天下第一高手 再度对战舞爵 已经成了最近江湖上最热门的话题 加上绝情谷前几天四处宣扬 以身过错 拨乱反正 压灭谣言 尹志平江湖外号 再度多了一个清和见先的名头 来中南山崇阳宫 想要修到的更是数不胜数 全都是为了那一点先缘 可无数人只能败幸而归 只因尹志平在接任掌教当晚 就下达了暂不收录新弟子的 道令外界风云激荡 如烈火烹游 蒙古强攻襄阳 面对郭靖带领的武林高手骚扰 加上朝廷正面增援 蒙古骑兵鱼与碰壁 杀鱼而归 武林 民间一派欣欣向荣 已有忠心之色 而尹志平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沉浸在道点 佛经六亿之中 偶尔休息时 教导一下几个徒弟 时光飞逝 很快一个多月过去 这天一早 尹志平的房门被敲响 大弟子张清风来报 说南宋庞太师 送来了师傅要的东西 尹志平知道是时候出发了 吩咐张清风和李青山收拾行囊 三人在全真无子的相送下 出了山门 来到山脚下 已能看到六架马车 还有两车粮草物资 赫然在望 等到了马车车队前 领头的是一个骑在马上的便服小将 一身江湖游侠打扮 他看到尹志平身影时 立即下马上前单膝跪地叩拜道 镇国司马良成 拜见国师大人 尹志平点了点头 将其扶起 以后在外不必行大礼 也不可如此称呼 含为尹真人便可 是 尹真人 那小将应该是兵部出身 坐视雷厉风行 干脆利落 当即改口 那些人呢 回尹真人 男人聚冷 都在马车里暴炉取暖 尹志平脸色不渝 都撵下来 是 尹真人 马良成立马挥手 马车旁边 五个随行护卫的汉子立即张开大手 对着马车的车窗狠拍 快 都下来 下来拜见国师 第67章 遭遇 在五个大汉的拍打下 马车里面全是骂声 不时能听到犹如斯文的话语 很快 一群二十个手拿探炉取暖的中年文士 慢悠悠地从马车上下来 待看到尹志平时 顿时横眉立眼 怒声大骂 你这妖道 祸乱朝纲 奸臣国贼 我等绝不可能帮你任何事 死了这条心吧 马良成猛然抽出佩刀 厉声呵斥 住嘴 国贼走狗 你不要嚣张 日后必遭天遣 这群文士反而更加来劲 尹志平摆了摆手 让马良成收回大刀 缓步顺着 这群人走了一圈 那些理学文士见状 大多数如一个个打了血的攻击 继续指着尹志平的鼻子骂 贼道你倒行逆施 遗臭万年 要道你暗害皇室 天理不容 早晚死于非命 狗贼 奸臣 要杀要寡 悉听尊便 尹志平还以为 自己耳朵听错了 怎么还混进来一个柯老爷子 正好也探查完了 这二十人里 有一位肺部组织增生 这个应该是活不久了 别浪费资源了 指了指这群人里面的 一位身材销瘦的文人说道 你 对 就是你 出来 那身材销瘦 个子也不高的文人 一脸害怕 但仍然色生力内 你想干什么 奸贼 我一身正气 绝不会与你狼狈为奸 尹志平听着眉头一皱 说的什么话 马良成颇有颜色 立即上前一把抓住这人的衣领 给拽到尹志平身前 来到尹志平身前时 尹志平让马良成松开抓住这人的手 给起理了李胸口褶皱的衣领 对着一边的马良成说道 怎可如此粗鲁地对待这些大学士 随即又一脸关心地 对着身前的文士 嘘寒问暖 看你拿个探炉 可是冷了 我这有一件宝物 可让人温暖如春 妖道 休要假人假意 尹志平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你不要 那就是不给我面子 马良成给我砍了他的四只胃狗 马良成上抽出长刀 抬手就要砍 那文人看到雪亮的长刀 心中胆怯 立马善善一笑 要 不就是一个宝物 不过我身在曹英心在汉 我绝不会屈服 尹志平这才露出一脸和煦的笑容 这就对了 识时误者为俊杰 你既然冷 那本国师就让你感受一下三福天的温暖 那文师正想说些什么 可咽喉像是被什么卡住 说不出话 脸色痛苦 捂着胸口一下栽倒在地 那群文人见此 再度狂骂尹志平 可渐渐骂声慢慢停了下来 所有的文人全都露出恐惧之色 只因那倒在地上的同伴 从头到脚 竟然在慢慢燃烧 化为灰尘 浓烈的胶臭味刺鼻 他们大气不敢喘 生怕被这腰到失了血法 片刻后 等最后的大腿燃烧殆尽 尹志平挥手招来一阵强风 将臭味驱除 站在众文人面前说道 诸位都是文坛上的理学大家 也有在朝的大学士是学妇武车 满腹经纶的先生 咱们此行目的便是去蒙古王庭 传扬诸圣礼学 这是刘芳百世的大好机会 相信诸位先生也希望蒙古遍布儒家弟子 但高原乃苦寒之地 诸位先生身体瘦弱 恐到不了王庭就一命呜呼 为了诸位先生着想 以后每天早晨 都要围着马车跑二十圈才可招十 听明白来了吗 就从今天开始 十九名礼学大家满脸的不情愿 没一个吭声的 更没一个人动 以沉默来表示抗议 尹志平对着身边的马良成吩咐道 吵家伙 谁要是不跑 直接砍了 马良成当即招呼伙伴 抽出长刀 往十几个礼学大家身后砍去 所有文人顿时跑了起来 尹志平笑着摇了摇头 这群古代版无良专家 就是死鸭子嘴硬 缓步走上前排第一辆宽大的马车 身后张清风 李青山跟上 带到了马车内 张清风如拿烫手的山芋一样 迅速将手中的大包行李 放在储物箱内 只因里面有一个诡异的怪数 李青山拿出包里早晨刚出锅的大饼 而马车中间的炭炉内 正稍着滚开的茶水 三人拉开窗帘 边吃边看几个大汉 拿刀追着前面 一群文人围着八辆马车 跑此行路途遥远 所以尹志平也没有骑马 而是选择乘马车 从中南山到蒙古王亭哈拉河林 有两千多公里的路程 就算是在前世 开车的话 每个几天几夜也到不了 尹志平做好了长期打算的准备 等自已回来了 估计旁冲应该已经做好了 自已需要的蒸汽设备 那就可以直接去舌骨之中探秘了 至于高天之上 尹志平可不敢再带试魂树上去 万一试魂树成长到 自已也震不住的地步 这不是自已玩自已吗 那上面温度齐高 根本不是肉体繁台能待的地方 以自已现在的蒸汽 也不过只能待上片刻 若是在网上 自已恐怕一息都坚持不住 又想起当时在高天之上 看到的那道壮阔无比的银龙山脉 喜马拉雅山顶峰 也不知道有没有那种特殊的能量 自已有机会再去一试吧 等三人早饭吃完 那些大学士也已经跑完二十圈 十九个大学士类的上气不接下气 有的再也顾不上颜面 直接瘫倒在地上休息 人吃马脚 休整完后 一行人顺着官道 直接往西北方向而去 五日后 几人来到长安附近县城 蒙古县官热情招待 尹志平当然也不拒绝 为其讲些道德真经便自行离去 就这样 一路穿行 一路招待 走走停停 倒也不怎么辛苦 西北与中部和南方迥异的风土人情 地形地貌 不禁令所有人眼前一亮 巨大粗广的地理警官 豪迈坦率的西北大汉 让人心胸顿时开阔起来 十九位理学大家也不在横眉冷眼 游览路边风景 信头来了 还做起诗词 也愈加大胆 因为他们发现 尹志平除了坐西和路程 其余基本不管他们 这是难得的自由 尹志平曾经也随师尊秋处记来过大漠 不过那时还不在王庭 而是草原上 别人的记忆如同电影一样进花水月 亲自体会一番 才有切身的体会 几人一路行走 两个月过去 已经走过了宁夏城 天空开始落下点点雪花 一行车队越过光秃秃的山脉 前方突然一片辽阔 再也见不到一点树影和高山 全是起起伏伏的草原 可与天高草地陷牛羊相去甚远 乌乌的狂风卷 带着铁沙般的雪栗子 疯狂往人脸上打 地面见不到一丝绿色 枯黄的草叶随风吹到半空 直往人眼里钻 马良成拽着想要逃跑的马匹 来到尹志平的马车前 大声喊道 尹真人 天气恶劣 马儿们都不愿前行 咱们该如何是好 狂风呼啸声中 马车里传来尹志平清晰的声音 莫急 且看我玄弓遮天 马良成听完不由一愣 遮天 怎么遮 随后 马良成突然感觉 手中牵马的缰绳一倾 接着四周狂风迅速变小 雪花凌凌惺惺落下 抬眼望去 只见整个车队方圆两丈之内 风停雪消 严寒的气温都有所回升 可车队两丈之外 仍然是风雪交加 狂风卷夜白草折 如此奇景 令马良成还有随行的五名大汉 愣在原地 片刻后 纷纷单膝叩拜 高呼 拜谢国师神通 其余马车上的十九名大学士 见此改天换日的手段 纷纷沉默下来 心中那早已固化的观念 轰然破碎 马良成和几位随从的大汉 再次来到车队前方 驱马领路前行 一路上 越来越多因恶劣环境流离失所的小动物 兔子 老鼠 飞鸟 羊羊等 全都跟随在车队左右 一同往风雪之中前行 第六十八章 误法 且说尹志平盘坐于马车之内 以自己全身真气化内景 用来影响外景 对抗天地之力 但个人的力量和天地之力相比 如引火和浩月 尹志平将内景通过周围的清零之气 荣和为一 化为外景 若是被暴风雪摧毁 必然身受牵连 先天修为毁于一旦 未顾内景 尹志平口中 缓缓送出道音 历天之道 宇宙合乎守 万化生乎生 幸有巧捉 可以服藏 九翘之邪 可以动静 朗朗道音 传遍传整个车队 并向周围昏暗的风雪之外 遥遥传去 两弟子手持宝剑 坐于两侧为施护法 整个车队如一夜孤舟 行走在狂风暴雪之中 任四周尖孝的风雪 或大或小 也进步的车队两丈之内 近来避难的小动物 不只有石草动物 渐渐也躲进来一些野狗 灰狼 狐狸等食肉动物 可这些本该露出獠牙的猎食者 却都温顺地伴随马车左右 这一奇景 不知是因为在天地之威下 众生平等的灵性 使得这些天敌无暇塌顾 还是因为四周鸟鸟到鹰 感化了这些绒毛饮血的野兽 随着时间的推移 似乎都在微微晃动 所有人暗暗祈祷 希望风雪早点退去 马良诚有心想要提醒国师 是否应该找一个低窝处暂闭 但张清风和李青山 两人提前被师父嘱咐过 称万万不可打扰 就这样 在所有人提心吊胆的担忧之下 不多久 外面暴风慢慢缓和下来 可尹志平的送经声仍然不断 依旧如故 原本跟随车队的众多小动物 在暴风渐渐停歇时 依次散去 唯有一个全身上下火红的狐狸 所以任由这只狐狸 握在车园上 身后的众多大学士 反而偶尔透过车窗 望向这只狐狸 小声探讨着 狐狸身上的赤色尾毛 做成的毛笔该如何顺滑 小狐狸似有所觉 对着身后的马车不识咫哑 不多时 外界风消雪亭 马良诚走出这片天地 来到节界外 顿时一个机灵 虽然外界已然风平浪静 但严寒依旧在看车队后方 一条偌大的灰色道路 插进满是白色积雪的草原上 随着车队不断前行 那灰色的道路 慢慢伸进白色的草原深处 怪不得感觉四周温暖如春 原来这内外的温度 相差甚远 一行人缓缓行走在 一望无际的白色雪地上 如天地一沙洲 又如沧海之一宿 在风雪彻底停歇之后 尹志平的倒音也随之消失 众人都以为他已经醒来 但其仍然闭目盘坐于马车之上 也没人敢打扰 众人吃饭休息照常 那火红的小狐狸 趁众人吃饭时 也会跳出去觅食 不管众人走快走慢 他总能跟上来 似乎赖上众人了 张清风见其颇通人性 时常递给他肉干 他也来者不拒 吃完继续爬在车员上假妹 五天后 众人远远地总算见到 几处斜坡的凹处 有一些土房子 还有灵星的蒙古包 看着应有几十户人家 阴影置评的原因 众人不敢进去 五名随行的护卫 从后面两辆物资马车上 拿了些茶叶 粗颜走进镇里 不一会 身后跟出来十几名蒙古汉子 各个抬着杀好的羚羊 准备帮忙给装上马车 十几个蒙古汉子 热情好客 非要请众人去镇上坐坐 驱除身上的风寒 带走到马车上跟前时 所有人顿时一惊 他们已经适应了冬日的严寒 猛然来到如此温暖的环境 赶出醉身 纷纷泽泽称奇 再了解到 这是因为一位宗门长教 造成这种奇景之时 顿时全都回到镇里 喊出男女老少 送肉的送肉 送奶的送奶 只求能让家人来此圣境 得些福报 五名随行的侍卫 安排蒙古人 依次轻声绕着马车行走一圈 在体验到这种神奇的圣境之后 所有人都开始在马车后面 恭敬叩拜 就这样 一路往王庭行走 路过大城 更是引来了蒙古高官 以及贵族相随 无数人目睹这种奇景 越传越旋 整片蒙古都在流传中原的长生天 降临凡尘 前来拜见大汉 王庭自不会如百姓之间流传的这般想法 全真教的长教来访 声势如此浩大 他们不得不安排骑兵前来接应 此时 车队的所有人都不再为物资发愁 各种蒙古的美食就没断过 但发愁的却是尹志平 这都半个多月了 还没有醒来的迹象 而且能明显地看出 整个人瘦了不少 生怕国师出了问题 马良成不止一次问过张清风和李青山二人 是否要叫醒尹志平 但这俩徒弟对师尊的修炼根本不懂 哪能知道该不该叫醒师尊 最后犹犹豫豫 还是决定听师尊的吩咐 不要打扰 就这样 一行人在半个月后终于来到了王庭 可因为尹志平还未醒来 众人只能停在城外 这造成了万人空向的壮观场面 无数平民百姓也好 达官贵人也罢 这种神奇的圣境 谁不想去里面多待几天 为避免尹志平被打扰 蒙哥大汉下令轻卫队封锁四周 尹志平终于醒来 尹志平缓缓睁开双眼 眼中既无神光也无欣喜 只有亘古的平静 抬起僵硬的手掌 整整一个多月滴水未尽 早已瘦成皮包骨头 肉体繁胎是一种束缚 若不能修成道体精深 终要腐朽 尹志平经过暴风雪 感悟天地之力 后又在经文触动之下 感受到天地之力 此时他早已明悟 自已所求的灵气 只是一种执念 既无灵气 自已修炼至今种种手段 与有灵气的修饰 除了威力与寿命的差异 又有何区别 就算清灵之气 是一种比灵气低一等级的能量 自已难道就不能靠这修炼 以达到更高境界吗 自已有修仙之法 何不根据仙法 创造出一种 可以将内功修炼到极致的功法呢 而尹志平这番所思所想的前提 正因为他的丹田之中 此时此刻凝聚了一滴青色的液体 这是尹志平全身的真气 交融天地清灵之气后 凝聚的第一滴液体真气 尹志平刚醒来 就受到所有人的关注 两个徒弟见皮包骨头的师尊 终于醒来 喜极而泣 拿出做好的牛羊肉 还有各种蔬菜水果 一直往尹志平马车里送 在各种食物的供养下 十日后 尹志平的脸上总算恢复血色 但整个人依然销售得不正常 这期间 尹志平也认识了 这个一身火红的小狐狸 听弟子说 是当时自己送金时钻进来的 一路跟随到现在 颇通人性 能听懂人言 看着眼前对自己作医的小狐狸 这让尹志平想起了蛇骨中的神雕 这俩货应该可以凑成一对 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 尹志平决定前去王亭 进见蒙哥 早点把事情了结 早点回去改造修仙之法 第69章 见蒙哥 尹志平出了马车 这才看到王亭的全貌 王亭坐落于地势较高的沙石岗上 占地颇大 南陵小溪流 北边是起伏的小山坡 东部是一望无际的大片森林 旁边有很多木屋帐篷和战马 依稀可见往来的蒙古士兵 西边地势较低的是耕地 现在这个时节 地里出了些耐寒的蔬菜 一片荒芜 小狐狸在身边左蹦右跳 很是活不好动 身后两个徒弟 一个背着两把宝剑 一个背着木盒子 在后面就是十九位理学大学士 马良成这时 已与护卫队首领说好 众人在大汉护卫队的护送下 慢慢往王亭走去 王亭城门 不像大宋那样高墙深柱 而是简单的石砖土墙 城内则颇为繁华 路边商店小贩一眼望不到头 许多食物商店 卖着各种风格迥异的东西 应该都是从西欧 罗刹国 南宋 大理等国抢来的东西 城中蒙古百姓 在旧桥首以待 街面上人挨人 拥挤不堪 好多人都爬到石头房顶上观看 众人跟随护卫队 穿过拥挤街道 来到一处宽大的石头城堡内 经过重重关卡 最后只有影志平一人 走到一个巨大的木制凉亭内 地面铺着石砖 几处不知名的花草 在几个角落任意绽放 而且一来进到院内 温度明显有所上升 木制凉亭宽大无比 似乎是一个宴客厅 凉亭顶上并无遮挡 上头冒着屡屡雾气 四周都围着白色纱布 依稀能看到十几个身影来回嬉闹 等走近些 能听到里面音音咽咽之声 可传到耳边的话 却是各种吉利呱啦的话语 除了大宋观话 尹志平依稀能听清几句话 却与前世的英语腔调有些不同 试者站在纱布前 公身汇报后 里面传来一个粗犷的声音 请大真人进来 试者掀开纱布 却不敢往里看 公身请尹志平进去 尹志平一走进去 顿时相风扑鼻 只见凉亭内 竟然有一处天然温泉 被人为的拓宽成一个椭圆的水池 温泉水面上 飘着不知名的红纺花瓣 而温泉里 则是十几名各种各样的少女 金发蓝眼 红发绿眸 或棕色皮肤黑色眼睛等等 甚至还有难送温婉可人的女子 这些各国家里 应该是蒙古征战亚 欧 非大陆各国 抢来的 尹志平不禁在心中暗暗痛骂 温泉内所有阴阴艳艳 围在中间一个威武健壮的大汗身边 见有人进来 十几名忙碌的少女瞥了眼 便继续忙活 那身材健瘦的壮汉 正是蒙古大汗蒙哥 抬眼瞥了尹志平一眼 没有开口说话 任由他们服侍 尹志平看着下方 温泉中环飞艳寿 全池肉灵 悟到的心境都差点被破 好在有小狐狸趴在肩头 用毛茸茸的尾巴扫着脸庞 才淡然自若 只是这娇奢淫逸的场面 清洗片刻后 又见蒙哥伸手搂住一位身材丰硕的 好似要准备现场直播 尹志平急忙开口 声音似雷鸣 正义凛然道 大汗何日有空 我们择日再见也可 那蒙哥仍然不理不睬 想要继续行那雨水之欢 尹志平双眼一寒 温泉中的所有人 突然感觉浑身立起一身鸡皮疙瘩 接着响起一阵阴阴厌厌的惊呼声 只见温泉之中 泉水突然变得寒冷无比 水面开始凝结成冰面 凝结的冰面在迅速朝蒙哥方向蔓延 这位蒙古大汉终于变色 哗啦一声 站起魁梧的身躯 也不管有无衣服 转身就一步跳上石台 而下方 争先恐后 想要爬出温泉的少女们 也再次发现 那蔓延的冰面停了下来 也就在这时 四周响起无数紧绷的拉弓之音 尹志平脸色古紧无波 小狐狸却浑身炸毛 虽不知小外面有多少神射手 但这些冷兵器 对自己已然毫无威胁 蒙哥见尹志平一脸的瓶颈淡然 狭长的毛子凝视了尹志平一会 冷冷哼了一声 四周再次响起收工之声 他随手拿过一张白色颈部围在腰间 便转身向石宝走去 空中传来一句声音的声音 我们一时听详谈 尹志平走过全池肉铃 在众少女的注视下 慢慢踱步跟蒙哥离去 转过一个石墙 尹志平跟随蒙哥 来到一个石制房屋内 里面木桌木椅 有欧美精致的优美雕纹 也有南宋质地通透的赤红金纹 无意不是精美的艺术品 蒙哥随意坐在主座上 门外立刻有试者 端来浓香的奶酒 这时 蒙哥的怒火已平息下来 脸上居然还带有爽朗的笑意 搓着嗓子说道 今日一见 大真人果然法力无边 快请坐 尹志平随便找了一个座位坐下 身旁的试者 立即提着黄金打造的醍醐 给尹志平面前的金边水晶杯 倒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奶酒 尹志平看到身后黄金脸盆内 冻成冰的水盆 再看守座蒙哥 仍然赤裸着上身 似乎不在意这零下十几度的严寒 心中已经有底 蒙哥端起冒着热气的奶酒 对着尹志平摇摇一静 请 然后一饮而尽 尹志平也不怕什么毒药 慢慢喝了一口 发现这奶酒味道还挺怪 酒的辛辣之味 夹带着奶香 也算是别有特色 尹蒙哥是个直性子 见尹志平喝了奶酒 便直接问道 大真人 本汉也不拐弯抹角了 如何增寿 尹志平端着水晶杯 慢慢品尝奶酒 回道 增寿平道是有些手段 可大汉如今打下偌大的疆域 要是怦然崩塌 大汉要长寿又有何用 早有文臣尚书说治理问题 难道大真人也想参与朝政 听闻大真人 罢了南宋皇帝的权 由自已掌了 若是大真人能给出增寿之法 我可以保证 永久霸占 蒙哥耐着性子说道 尹志平摇了摇头 平道并无干涉朝政之心 只是眼见大汉这偌大的疆域 即将烟消云散 心中觉得可惜 所以带来了19名南宋理学大家 交于大汉 若是分到四大韩国教化民众 可有一线生机 至于霸占 平道以为大汉 应该将北方燕云16周之内的地界 归还给大宋 之后平道自会线上增寿之法 蒙哥面无表情 思索了一会 才问道 古往今来 多少帝王将相追求长生 可有一个实现 大真人的增寿法 我如何信 请放我弟子张清风进来 他背的一样东西 可让大汉幸福 第70章 戏耍 蒙哥挥手 让侍从去门口领人 不一会 就见张清风背着一个包囊进来 恭恭敬敬 将包囊里的木盒子 放在尹志平面前的桌子上 尹志平挥手打开木盒 端出里面的试魂树 蒙哥顿时惊地连连后退 直接栽倒在地 身后的隔间里 立即窜出两个密宗的老喇嘛 呼在蒙哥左右 但两个喇嘛乍一看到 尹志平面前的试魂树 也是吓得一个机灵 喊了一声邪魔 便拉着蒙哥就要跑 蒙哥到底是见过世面的 甩开俩喇嘛的手 有些不敢看试魂树上 疯狂贪婪的鬼眼 气喘道 大真人说的证据 就是这个 这算什么证据 大汉身边两位大师 不就可以证实吗 尹志平回头安抚 已经被吓得 跳到房梁上的小狐狸 不管尹志平如何呼唤 那小狐狸在石梁上 呲牙咧嘴 蒙凶 蒙凶的 就是不下来 蒙哥看向身侧两个嘴里 念念不停的喇嘛 那两个喇嘛 似乎没有注意 以一种不敢置信的眼神 一直看着试魂树上的 鬼眼和鬼脸 护法大师 蒙哥一声大喝 惊醒了两位老喇嘛 两个老喇嘛 颤颤巍巍地说 摩伦斜眼 这是我教的死敌之一 没想到传说是真的 尹志平到这眼神一动 他为了这颗诡异的试魂树 可是查了不少书籍 一直查不出此数的来历 更不敢再乱动 上次飞天已经试个教训 现在有消息了 自然再好不过 急忙问道 请问两位大法师 从何处知晓此物的来历 实不相瞒 南宋李宗皇帝赵云 之所以突然暴毙 就是因为奸臣 假四道竞献此物 据我所查 是从之前高宗皇帝的 炼丹帝宫之内寻来的 两位大师可否解惑 蒙哥也一脸疑惑 看向两位大法师 两个喇嘛老的胡子 都快掉光了 但眼中仍然不时流露 丝丝惊光 这是内力炼至极身时 才有的现象 两个老喇嘛 示意影之瓶 将是浑树再次装进盒子 等看不到那些血红色的眼睛时 其中一个老喇嘛 露出回忆之色 片刻后才缓缓开口 记得那时 老那还是一个 刚刚被发现 有素晦的小沙迷 当时跟随任波切尊者 去昆仑祖庙修行 里面有一面石墙 详细记录了 我密宗大敌 其中一个便是这摩伦血眼 摩伦血眼 是一个流满黑血的巨大血树 枝叶四长年被血液浸泡 橙子黑色 可拖地行走 身上长有 几百双满是血丝的贪婪眼睛 时而疯狂 时而暴虐 因喜时转世灵童 而被我叫视为死敌 老那当时以为 这只是一个传说 没想到 今日竟真的见到这种邪物 尹志平暗呼不可思议 难道这就是 浑树的来历 可这名字 摩伦血眼 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呢 那老喇嘛继续说道 尹真人能沾染此邪物 难道尹真人 也是素晦之人吗 尹志平心中顿时一惊 难道是真的 自已这可不就算是素晦吗 毕竟是多了一世的记忆 虽然心中惊讶 但面上不动声色 平静说道 我并非是素晦之人 老喇嘛哀伤一叹 就算尹真人不是素晦之人 可邪魔就是邪魔 若是拿在身边久了 恐生不详啊 好在我教也流传 有一篇浮魔真经 须九位转世尊者 共同施展浮魔真功 方可彻底消灭这个邪魔 不如尹真人 先将此邪物 镇压在我撒家四弟弟 等老那召集其九位世尊 再将其消灭 你看可好 尹志平听完 总觉得不太对位 虽然说得很有条理 但怎么听怎么漏洞百出 怎么这妖巧 试魂术就是密宗的死敌 而对方正好就有镇压之法 再仔细回想一下 这俩老喇嘛 从自己一进屋到现身 然后倒看到试魂术 再倒和自己侃侃而谈 不对 他们俩再见到试魂术时的心跳不对 当即脸色一寒 那俩老喇嘛活得眼睫毛都是白的 自然第一时间就发现了尹志平的不对 当即一人抓住门哥的一边 起身就要往外逃跑 尹志平一声大吼 贼徒 俺敢戏我 话音未落 已经闪身到半空之中 想要逃走的三人身前 两双大手千斤重 任由那俩喇嘛拼进浑身内力 依然逃脱不得 三人被尹志平瞬间按在地上 中间的大汉门哥虽然身体无法动弹 但还能开口 当即大喊 来人 护驾 护驾 可喊了半天 外面没有一个人动弹 甚至门外站立的侍从也毫无所觉 在看身旁两位喇嘛 脸色痛苦 额头滚滚生疼屡屡白气 还未能细想 两个老喇嘛猛然喷出两口溺血 三人一下子跪在尹志平面前 萌哥从出生起 何曾受过如此屈辱 当即就要 呵斥尹志平 可没有两个喇嘛的护持 尹志平的尽力 瞬间传到尖头 萌哥感觉像是被大山撞到 就算他天生神力 又练过硬气功 也没有丝毫作用 如两个老喇嘛一样 喷出一口血后 软倒在地 萌志平缓步走到桌前 拿出被放在木盒里的试魂树 来到瘫倒在地的三人面前 魔伦斜眼 伏魔真惊 吐驴你很会啊 既然如此 那就成全你 给你伏魔的机会 说完 萌志平抓起老喇嘛的手臂 往放在地上的试魂树顶一摁 顿时伤口的鲜血 顺着漆黑的树干 往下方寒玉石碗里流 可还未流到根部 便直接溶进树干 紧接着 试魂树上的五双鬼眼 露出嗜血之色 老喇嘛一声痛呼 身体以肉眼可见的变得干瘪 不过一息时间 成了一个皮包骨头的干湿 吓得旁边的喇嘛和大寒门哥 手脚并用在地上往远处爬 只想远离这诡异的邪物 尹志平拿开干枯的手臂 端起试魂树仔细观桥 发现吸完老喇嘛之后 树身上本来痛苦的鬼眼 竟然露出享受之色 扭曲的鬼脸也变得安详 而试魂树顶端 隐隐多出一双细小的鬼眼 和一张模糊的鬼脸 这内功高手就是不一样 直接能催生出一双鬼脸鬼眼 再次将是魂树放进盒子 尹志平走到还活着的老喇嘛身边 一脚下去 踩碎老喇嘛的手臂 这老喇嘛不愧是苦修的高僧 看着自己粉碎的手臂 坑都不坑一声 尹志平淡淡地问道 你们祖庙在哪 老喇嘛自知贪心造下恶业 也不争论 忍着痛苦说道 尹真人 我叫并无祖庙 相信尹真人你能够明断真假 尹志平又看向摊在地上的大汉蒙哥 蒙哥再也没了丝毫帝王架子 说一切以尹真人所说照办 事情已经闹到今天这个地步 已经无法再正常解决 那便只能使用遗魂大法了 第71章 过年 遗魂大法妙用无穷 在尹志平感悟天地之时 已有更深的理解 虽本质上是心灵之力的感应 但像那杨过从未使用过 第一次使用 也能将达尔巴忽悠地 一直认为杨过是其过世的大师兄转世 九阴真经博大精深 便在于此 作为武学总纲 里面既包含各种武技 又涵盖内功 疗伤 提升潜力之法 甚至精神之法也有一门 便是这一魂大法 尹志平秉系宁神 暗运止观法门 宁神皈依 双眼闪烁着幽光 直视地上的断臂的老喇妈 口中缓缓说道 你师弟心高气要与我鄙视 被我打死 落个死无全尸 你愤怒之下要去营救 也被我打断手臂 一会醒来 你就会记起这些事情 现在睡吧 那老喇妈本就是转世灵童修炼而成 苦修几十年 精神岂可小须 就算尹志平精神无比强大 碰到这个铁钉子 也一时半会无法拿下 尹志平心中明了 一脚下去 再次踩碎老喇妈另一只手臂 在其痛苦分神的一瞬间 使用一魂大法 将刚刚的话又说一遍 老喇妈头一歪 沉沉睡去 尹志平对着另一边的干尸一挥手 干尸瞬间燃烧 直至烧成骨灰 大汉蒙哥目睹尹志平这一系列操作 神情骇然 心中万念俱灰 看到尹志平看向自己 不禁开口道 得见大真人玄宫 本汉已经明了 真人可增售的证据 大真人的要求我全答应 只求大真人能降下增售之法 尹志平并不应答 上前抓起蒙哥衣领 将其拽到主座上 不理会不断求饶的蒙哥 双眼幽光闪过 说出刚刚一段话 又让其接纳自己的意见 之后沉沉睡去 大弟子张清风 在旁边围观这一幕 隐隐觉得 刚刚那老喇嘛说的 有几分道理 自己从小就跟随师尊 但这一年 师尊的待人形式与以往 简直是天差地别 难道真是觉醒了素惠吗 愣着干什么 将盒子装回包囊 来喝点奶酒 这奶酒味道挺别致 尹志平的话 惊醒了呆呆发愣的张清风 张清风急忙收回和紫辈在身上 石梁上的小狐狸 见此才从梁上跳下来 重新爬上尹志平的肩头 尹志平摸了摸小狐狸的脑袋 调笑道你可真是个胆小鬼 小狐狸傲娇的扭头 不给尹志平摸 尹志平笑着摇了摇头 端起杯子凑到小狐狸嘴边 要不要尝尝 味道还不错 小狐狸挡不住诱惑 凑近杯子闻了闻 奶香四溢 然后伸出粉嫩的舌头 舔了两口 辛辣味入喉 立即吐了出去 生气的一扭头 再也不理尹志平了 尹志平哈哈一笑 看了看时辰 应该可以了 当即伸出手打了个响指 座位上的门哥 和地上的老喇嘛 顿时醒来 门哥一睁眼 就不自觉地喊道 素请萨满医师来 那老喇嘛 则对尹志平怒目而视 尹志平起身 对着大汉门哥一礼 大汉 以增授丹和守国策 以及十九名南宋理学大家 换取燕云十六周 至江南之地 既然事情已经说定 平道事物繁忙 便不打搅了 大汉门哥满脸喜悦 让人恭送大真人 嘴里感觉有着一股血腥味 浑身也有些难受 他眉头一皱 以为是上火之故 见医师萨满已到 安抚老喇嘛几句 便匆匆去温泉凉亭那 准备云语一番 且说 尹志平从石堡里出来 想着难得来一次蒙古都城 吩咐俩徒弟和马良城等侍卫 自行玩耍两天 再启程回去 俩徒弟纷纷表示 要跟着师尊 尹志平哪能不清楚 少年人的性情 你二人一路为我护法 颇为辛苦 这两天 你们自去玩耍 就这样定了 说完也不理会俩徒弟 用内力一容之法 稍稍改变了一点容貌 带着尖头的小狐狸 慢慢在城中溜达 这蒙古城的百姓 天性爽朗开放 不少腿粗屁股大的女子 还会上前找尹志平接种 尹志平断然拒绝 虽然自己长得也算英俊 可自己是清清白白的道士 怎能沉迷美色 但特色饭菜美食 分别买了一点 和小狐狸一起尝尝 接着居然还见到了 罗刹国的专型面包 还有罗马的千层面包 热乎乎刚出炉的水果派 特色烤肉 葡萄酒 以及各种奇怪的干果 最后居然还吃到了 最原始的意大利面 简直是吃货的天堂 也亏得尹志平真气深厚 根本不怕吃撑 走一路吃一路 在小狐狸满眼不可思议的眼神中 就没停过嘴 可小狐狸已经吃得肚子滚圆 再也吃不下任何东西了 只能眼睁睁望着尹志平胡吃海塞 暗自伤心 走出美食坊 来到各种小物品买卖地 里面更是琳琅满目 让人应接不暇 各种银艺制品精美无比 尹志平买了一些罗马风格的茶壶杯子等 回去送给师叔师伯们 又买了几瓶香水 在往里走 还有各种面具 礼帽等等 最让人惊讶的 竟然还有用鼠皮做的假眉毛 用爱人眼睛做成的胸针吊坠 诡异的干枯手指 蓝色的巫女水晶球 头骨酒杯等 令人大开眼界两天之后 基本算是游览完全成 几人在车队那集合 因为那十九名李宗大家 已经被安排到四大韩国 多余的马车就地贩卖 一行七人买了大包小包的东西 放进物资马车上 便由马良成领着 开始难归 一路上风雪无阻 有尹志平悬公护池 加上少了很多人 几人走得反而更快 众人都想在新年来临之前 赶回家里相聚守岁 一路上风尘仆仆 匆匆忙忙 等赶回去时 正好离过年还有几天 几人分别后 尹志平带着两个徒弟 一只小狐狸 再次回到中南山权真派 到了权真教材知晓 忽必烈已然受到 蒙古大汉的命令 但其以寒冬为由 只是暂时归还了 玉碗济州等地 但这也足以让南宋上下 欢呼声一片 踏踏实实过新年 为此 郭靖带着一家老小 专门来权真 交给几位师叔师伯拜年 这次 尹志平也见到了 黄蓉怀里的郭香小宝宝 这小闺女 一看就灵气十足 惹人喜爱 看到尹志平不停地 眨着忽善忽善的大眼睛 更不怕小狐狸 摸着小狐狸的尾巴 张嘴咯咯咯地直笑 出面主持了一下祭拜大典 其余的科宜 全都由各店主事操办 也不需要再麻烦尹志平 算是顺顺畅畅地 过完新年和上元节 这天 正在金书阁内 独独恶真惊的尹志平 被一封信打断平静的生活 南宋旁冲来信 需要国师出面 第72章 尚少林 信中主要说了 自己的蒸汽设备基本完成 已经有两台正准备拉到舌骨 等候国师启用 又委婉地说公布 需要这些设备 是否给可以让公布 自己再加工一些 留以自用 最后 则说了一件需要尹志平出面的事情 蒙古归还的疆域 关于农税问题 同样沿用尹志平发布的免三年农税 也就是地税和人头税免三年 可松山脚下有一阵村民 告到了临安府狱前 只因他们不想 再租少林寺的递交高额电租 想要开荒 少林寺武僧暴力制止 就上告狱前 说少林寺横行霸道 不给村民活络 经过郑国司一番调查 发现数百年来 少林寺通过战乱 兼并田地 霸占农民房产 松山几十里内的农民 都是他们的店户 若是大家都要交税 这些店户也不会说什么 但其余地方不用交 他们还要上交大部分粮食 剩余的连温宝都顾不住 加上连年征战 轻壮力失去其酒 已经快活不下去 驻帝郑国司指挥室前去调查 被少林寺以封山为由 拒绝调查 又说与朝中大臣有救 指挥室不敢妄动 上报临安总部 因郑国司主要力量在临安镇守 庞冲暗中亲自调查 却被五名老僧惊走 信中言明 是五位顶尖高手尹志平看罢信封 心中暗暗吐槽 真是官越大越惜命 想你一个绝顶高手 就算被五个顶尖高手围了 也能逃得了吧 真是越活越回去了 想到信中所述 怪不得历代当权者多次灭佛 这妥妥是一个百年的皇朝 千年的世家 加上蒸汽设备修好 算是给旁冲一个面子 前去处理一趟 正好自己也需要看些佛门内功 好完善自己以清灵之气 改造的修仙之法 当即写了回信 让驻帝指挥室听后命令 自已不日便道 这次 尹志平没有带任何人 身背双剑 尖头趴着一个小狐狸 便直飞高天 往松山而去 尹志平如今内力之变 化气为业 已然生出重重神庙来 飞在高天 青色护体真气足有三尺 总算有了仙人的风范 小狐狸趴在尹志平尖头 刚开始还很怕 不敢睁眼 可很快 在尹志平的安抚下 开始上蹿下跳 一会深找 想要捞身边飞过的刘雀 一会又直起身子 想要看得更高 尹志平抬头望天 上面云卷云书 浩大无比的深蓝的天空 神秘莫测 那里有什么呢 要不了多久了 只要我丹田内的真气全部液化 便可尽情探索 尹志平在心中暗暗地想 不过很快 被音音音的叫声打断思绪 往旁边一看 却是小狐狸也在学尹志平抬头望天 但阳光刺眼 两双小爪子捂着流泪的双眼 委屈巴巴地叫着 以为是尹志平故意使坏 尹志平摸了摸小狐狸的小脸颊 轻微的寒气涌动 让小狐狸双眼凉爽一些 这才哄好他 突然又想到 总不能一直叫他小狐狸吧 总要有个名字 于是歪头对小狐狸说道 给你起个名字 怎么样 小狐狸欢快地点了点了头 看你一身火红的毛发 调皮可爱 就叫你火娘子怎么样 小狐狸立即炸毛 疯狂地摆着小爪子 差点滑到尹志平的侧脸 这可难办 我起名费 让我好好想想 不一会 尹志平脑中灵光一闪 你毛色赤红 阴以红性 色泽艳丽如宝石 当取个音字 叫你红音如何 小狐狸双眼一闪 眯着眼睛 笑着点了点头 尹志平同样满意地点了点头 为自己暗暗竖起大拇指 钟南山离松山不远不近 尹志平飞了半个时辰 已经摇摇看到地上的五月松山 转了个弯 来到一处不大的县城 宣化县 刚来到城门口 便被一个守在城门口的 郑国司小丽看到 急忙上前叩拜 尹志平摆了摆手 免了俗里 直接跟随小丽来到镇国司驻扎点 到驻地时 驻地指挥使刘通达 已经在门口恭候 他先是义里 然后瞥了一眼大街上的行人 似乎怕被听见 伸手请尹志平进屋祥谈 尹志平直接说道 无序如此 少林寺的方丈 风山风九了 脑子都疯坏了 你喊上所有人 在叫上衙门的人 跟我前去少林寺 刘通达建国时发话 也不敢说什么 他只是地方的一个指挥使 根本没见识过尹志平的玄公 但心中想 能被尊为天下第一人 应该能压服少林寺 所以也不含糊 直接召集手下 不管有事的没事的 全都在大门口集合 不一会 从各处走来一个个身影 轻衣红纹 致世尽庄 街面上的百姓见此正事 一哄而散 又等了一会 刘通达建人来得差不多了 叫点一变后 来到尹志平面前 拱手一拜 国师大人 附近郡县的镇国四精兵 茶子全都到齐 共109人 请国师大人指示 尹志平淡淡地点了点头 你们速度太慢 我先行一步 咱们松杉杉脚下集合 说完 不等他们反应 脚下重重一踏 整个人直接飞入天空 转眼间只能看到 天空上一个黑点 留下一群惊恶的 郑国师士兵 刘通达愣愣出神伴响 口中才喃喃说道 尊 尊命 随即立马反应过来 露出狂喜之色 对着一群手下大喊道 去喊上县位 不快 我们立即出发 人群立刻一哄而散 骑马前去衙门通报 之后在县城门口会合 这边尹志平飞在半空 一时半刻便落到松山脚下 此时 中元节刚过去没多久 所以一路上香客并不多 只有零零散散一些 前来还愿的 尹志平挑个没人的地方 迅速落下 不一会来到主路 尹志平一身倒是打扮 肩头还趴着一个火红的狐狸 在少林四山下 煞事惹眼 一些个富商还前来问询 这小狐狸坐驾几何 这招来小狐狸红鹰的强烈反对 也要满下来 尹志平很是无语 双眼幽光一闪 让七哥半骑士 别再来烦扰 看看 红鹰啊 你这以后肯定是个红颜祸水 红鹰傲娇地扭过头去 不离尹志平的调笑 尹志平笑着摇了摇头 来到主路侧边 身后宝剑出窍 对着不远处的两棵大树一顿削 招了招手 被削成木板 木棍的树干快速来到身前 空气中尽力涌动 木棍和木板自动对接 尹志平随手摄入木丁 很快就建成了一个简易的小木亭子 亭子下面铺满了木板 闻了闻味道 蒸汽覆盖凉亭 很快木材变得干燥起来 小狐狸红鹰不懂尹志平要做什么 爬到一旁的小树上 一脸疑惑地看着 尹志平做完这些 对着小狐狸说道 你觉得这是干什么 到饭点了 当然是吃饭了 说着削了一个石盆 将刚刚从县城路上买的一袋子板栗 拿出倒进去 尹志平走进去盘坐下来 双手在这些板栗上慢慢扶过 石盆里的板栗自动翻滚 不一会 砰砰砰声不绝 板栗因高温裂开外壳 唇厚的香味顿时冒了出来 小狐狸红鹰闻着香味 一个起月 从树上跳过来 伸出爪子 就要从石盆里掏出一个板栗 尹志平连忙拍掉红鹰伸出的小爪 小吃货 急什么 这还没好 你再等等 说着 从兜里摸出一小包一糖 均匀地洒进去 再猛地提高温度 石盆里面的板栗 粘着一糖快速翻滚 很快 一股焦糖香 混合着板栗的唇香散发出来 闻着令人食欲一震 胃口大开 板栗各个闸开口 露出里面的板栗肉 红色的焦糖覆盖其上 鲜亮有质感 让人眼前一亮 小狐狸红鹰早就盯着了 见尹志平做好 当即就抓出一个 上嘴就咬 接着立马吐出来 烫得舌头直往外吐 尹志平看得哈哈直笑 虽然闻着香味 口水上涌 想先尝一个 但也知道 现在还不是时候 而且还不能使用蒸汽给它降温 要自然风吹凉 才能保证板栗的纯正口感 正好天气还是很冷 石盆内板栗自动滚动 很快温度降下来 看着小狐狸 红鹰流口水的样子 尹志平拿起一颗 剥开皮 将冒着香气的板栗肉 喂进红鹰嘴里 小狐狸立马双眼弯弯 幸福地细嚼慢咽 品尝着从未吃过的美味 尹志平又包一个 正想尝尝自己的手艺 小狐狸口中的板栗 刚好吃完 见此尹志平包好的板栗 阴阴阴地张开嘴 想让尹志平投胃 尹志平将手中板栗 往小狐狸嘴里做饰一头 回转手饰时 直接塞到自己口中 板栗刚一入口 一股焦甜之味涌入味蕾 再咬一下 软糯香甜 细腻的口感更是妙不可言 小狐狸张嘴吃了一口空气 气得瞪了尹志平一眼 气鼓鼓地自食其力 抓起一个板栗 学着尹志平的样子 小爪翻动 一下拨开了板栗的外壳 将包好的板栗塞进嘴里 再次眯起眼睛 嗯 自己包得更好吃 一人一壶 你来我往 一大十盆板栗 很快全部进度 尹志平提着水袋 小口小口地喝着 看到木板上小狐狸急了 才把水袋递过去 让他抱着自己喝去 这一人一壶明目张胆这样 但路过的行人 却是好像无人能见 端是奇妙 吃饱喝足 尹志平鞋靠着围栏吹着风 小气一会 慢慢进入梦乡 日上三竿 再到慢慢吸血 总算听到一阵人喉马斯之声 只见远处一阵烟尘 滚滚向此处奔来 带到了近处 尹志平撤了障眼法 刘通达突然看到 路边两亭里的尹志平 也是一惊 刚刚明明没有看到 这里有座亭子 但知晓国师的神奇 所以压下心中的异样 挥手停下队伍 迅速下马 来到尹志平身前 禀报到国师大人 附近县城衙门的县位 不快全叫来了 嗯 走吧 上少林寺 是 少林寺并非坐落在险峰之上 一路有缓坡可行 刘通达牵来一匹马 请国师骑程 尹志平也没客气 一马当先 领着二百多人 浩浩荡荡奔奔向少林寺 半个时辰后 一众人老远就闻到 少林寺的香烛味 等上了一个陡坡 少林寺的山门 赫然映入眼帘 山门前 人潮涌动 方丈志通大师 带领一众僧人前来迎接 四周还有一些香客在看热闹 原本应该是下马 将马牵制侧方的马场中 可尹志平直接领着大部队 冲到少林寺山门前 虽然尹志平需要少林寺的秘籍 可这些秘籍也不足以浪费他的时间 所以干脆直接了当的最好 来到方丈志通大师面前 不等少林寺方丈行礼 尹志平直接一抬手 身后的刘通达立即上前 拿起出圣旨 大声念起 奉天承运皇帝 找曰 松山少林寺 藏屋纳垢 恶行累累 抢买抢卖 祸害良民 治氏宣化 东华等地百姓皆为殿户 以仗朝廷恩惠 一回百姓田园 二妹国库税收 邵氏山减财之恶行 罪不容诛 念有善信善逝者众多 则少林寺即刻解散五僧 查朝五级秘书 刘文僧驻守山门 广传弘法 清词 少林寺方丈志通听完 面色惨白 所有僧人对尹志平怒目而视 眼中怒火汹汹 尹志平目不斜视 看着少林寺方丈志通朗声道 方丈可有话说 方丈志通满腔愤慨 尹真人 你这是公报私仇 接机打击佛教 我要去临安面圣 我与佛教并无私仇 但山下的百姓 却与贵寺仇恨颇深 我给你三夕时间 过了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你 你 志通手指着尹志平 气得说不出话来 山下那些肮脏事 他岂能不知 但兵荒马乱的 他只想自保而已 等天下稳定 再将到手的田地赠予官府 谁能不卖个好 乱世中 有梁有人 少林寺武力足以自保 谁知突然来了个郑国寺的要彻查 这下只包不住火 眼见官差人多势众 难道真要解散这几百年的传承 这贼道催得又紧 志通左右为难 一时难以抉择 尹志平坐在马上 竖起两根手指 二 眼见形势越发危急 咬了咬牙 只能先发制人 擒贼先擒王 再好言相劝 志通使了个眼色 身后几个少林寺老一辈高手 瞬间飞出 各师绝学 想要迅速拿住尹志平 第七十三章 镇压 修炼少林寺内功 虽然没有全真派内功进展缓慢 但相比于其他刚猛强劲的功法 仍然非常缓慢 只因想要将少林寺七十二绝技 修炼大成 无一不需要对应的佛法 修为五位老僧佛武同修 经营几十年 功力自然非同小可 身后的刘通达 不过一个二流高手 哪能见过五位顶尖高手 各师绝学功向一方 当即开口喊道 国师 小心 不说尹志平已经发现 就是小狐狸都跳到了一边 尹志平面对五位高手的围攻 心中毫无波澜 他们现在连自己的护体真气 恐怕都打不破 就如当年天龙八部里扫地僧一样 乔锋的降龙十八掌 都没能攻破扫地僧的护体真气 更何况自己的护体真气 当即动也不动 在身后众多郑国司精兵 查子 不快惊恐地注视下 五位顶尖高手 全都打在尹志平三尺护体真气上 随即五人如断了线的风筝 砸坏身后山门围墙 滚出去不知多远 尹志平老神在在地坐于黄标马上 看着一脸惊骇的方丈志通 淡淡地说道 方丈听过一招从天降的长法吗 那方丈志通还处在震惊之中 没听清楚 一脸疑惑 却见原本坐在马上的尹志平 突然冲天起 下方少林寺僧众 镇国司人马 围观的相克 全都目瞪口呆 仰头望向飞向高天的尹志平 蓝天白云上 很快成了一个黑点 但紧接着 所有人心中一沉 似乎有种天塌般的感觉 压在心头 一种死亡危机遍布全身 原本众人头顶的一小块云雾 突然逐渐开始 化成一个巨大的手掌 在成形的一刹那 猛然往下落去 地上的众人 只见头顶的白色手掌 在眼中越来越大 那难言的压抑感 更是越来越重 只让人忍不住想要跪斧下去 刘通达虽然知道 国师不可能伤自已人 可空气中的压抑气氛 让身下的马匹躁动不已 他是在南北战场摸爬滚打的老游子 不可能因为相信 就赌上生命 当即大手一挥 大声喊道 全都撤退 手中一拉缰绳 一马当先 领着一众手下 连同衙门的人 迅速退往下方斜坡处 围观的相克 也拖家带口 退入身后的山林之中 站立在山门口的方丈志通 还有一众武僧 已经顾不得惊骇 那死亡之危遍不周深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若是不立即脱身 必死无疑 志通年于古兮 早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 虽然这场灭四危机来得突然 此时心中已有伎俩 只要人在 少林寺就在 转身对着身后的众弟子喊道 众弟子听令 速速退至大殿 无数弟子快步退回大殿 现场却有六人未走 一个是少林方丈志通 另外五位是少林寺五位老僧 他们都是快要入土的人了 只希望以自己的死来激发众弟子 以后传承之心 许多五僧想要上去营救 但被方丈抬手制止 他盘坐在山门前 面对头顶越来越近的死亡巨长 一片坦然少林寺从来不是一座庙 一些武技 少林寺是我们心中的佛 你们解散后 要谨守往日长辈教会 练武修心不可懈怠 众多少林五僧悲声大喊 方丈 是左 弟子谨记 在众多少林弟子的哭喊中 六人连同山门 被一张巨大的白色手掌覆盖 众人只觉得 脚下山石猛的剧烈震动 山门处无形的冲击 随着白色水雾 向四周蹦射 飞沙走时 所有人全都低身躲避 山门处水雾缭绕 尹志平从巨长后方 轻轻落下 山风很快吹散水气 众人再次慢慢聚集到少林寺山门前 可已经看不到了 山门珠红色的阁楼 前方的地面上 只有一个巨大的手掌印 待在走近些 已经能看到地面上的手掌印 身有三尺 中间砖瓦凉木聚碎 掌印中间赫然有六滩血红色的肉泥 围观的众人集体失声 看向尹志平的眼神 似乎有种直视先佛的感觉 少林四五僧震惊着毁天灭地的力量 又为方丈 祖师之死 悲痛莫名 一时间呆呆发愣 刘通达稍一愣神 就反应过来 立即低头弯腰 来到尹志平面前 功声问道 国师大人 咱们 尹志平面无表情 说道 去寺庙搜出地气 分别散发给众衙们 免费公平分给山下百姓 记住 免费 要是我听到有人敢收一分钱 直接抄家灭族 是是是 一切暗国师大人的意思吧 刘通达立即低头哈腰地连连点头 还有 将少林四藏金阁的一切武功秘籍 打包好送至襄阳城外的蛇谷中 是是是 这就办 刘通达立马挥手 手下像绕过山门前的巨长印 气势昂扬如虎入羊群 直接进入少林四大殿 藏金阁等地 大殿前众多五僧怒目而逝 尹志平向远处树上的小狐狸招了招手 红鹰飞快连连跳跃再次趴在尹志平肩头 接着 尹志平闪身来到一众武僧面前 达摩唐手座上前怒声道 尹真人 你不怕佛祖降罪吗 尹志平淡淡道 你还有三夕时间 若是再不解散武僧 我就送你们全去面前佛祖 达摩唐手座满腔愤怒 但又不敢 满脸愤慨 转身对着众多武僧说道 少林四武僧就此解散 你们 你们各寻出路去吧 师叔 不可 师尊 我们和他拼了 我们人在四在 人亡四亡 众多武僧纷纷对尹志平露出仇恨的目光 二 尹志平再次竖起两根手指 达摩唐手座大喊道 你们想要方丈 祖师们白白死去吗 所有人全都下山 快 说着开始伸手驱赶众武僧 众僧随即慢慢散去 几人一组往山下走去 圣于文僧自然配合官差查处 搜出整箱的金银财宝 足有几十箱 依次排在大雄宝殿前 文僧们低头诵经 不敢有意 而尹志平慢慢夺步 游览少林四股叉 直到漫步至藏金阁外 藏金阁内隐隐传来一个僧人无奈的劝阻声 这是达摩祖师亲手书写的 龙家经 不是什么武功秘籍 你们想干什么 第七十四章 藏金阁 尹志平听到藏金阁内的争执声 跨过门走入屋内 藏金阁内顿时一静 正疯狂搜索的郑国司士兵 查子顿了一下 立即低头问安 尹志平知道这些本就生活在少林四影响下当差的 都清楚 这是一次大纪元 恨不得找到二十七绝技仔细翻看 死记硬被学上几招 也有不会武功 想捞点好处的 比如这龙家经 虽然没有武林秘籍 但也是孤本 世间独一无二的好东西 只要上头查到 就说拿错一本 最终这佛经 还不是落到他们兜里 到时候拿回去转手一脉 又是一项大收入 尹志平看向正在争执的藏金阁管理员和手下士兵 俩人中间一本深色古朴的旧书 一人抓着书的一边 看样子正在争夺 棱家经 尹志平走至俩人面前 伸手夺过两人手中的经书 快速翻阅一遍 里面大多都是梵文所写 只有夹缝处 有一些四世气息导运之法的句子 若是不细心看的 只以为是前辈在书旁边的注视 不会往内功心法上想 谁能想到 这是一本堪比九阴真经的绝世武功吗 虽然翻阅速度很快 不过这对于尹志平来说 想要记下不成问题 翻完之后 将经书帝给这个略带书生器的和尚手里 你叫什么名字 小僧绝远 天为藏金阁经书斋超僧 请国师高抬贵手 这些都是少林寺先贤的著作 绝无可能是武功秘籍啊 看着还很年轻的绝远 也不知道未来的张俊宝 还会不会来拜师 不过缘分谁能说得清呢 当即对着身后的一群搜查武功的手下吩咐道 实事求是 不可肆意妄为 都知道了吗 众手下大声喊道 是 谨尊国师大人吩咐 接下来 整个搜查文明许多 起码不会将佛典精义 胡乱扔在地上 踩来踩去 尹志平和绝远微微聊了几句 得知绝远竟然是个少年秀才 但战乱肆虐 如何能出得了头 更不用说继续往上考 家中仅剩的老母亲又病重在床 家中房屋田地卖了 也没治好老母的病 随后撒手人还 一个柔弱书生 义无是处 自已都养不活 偶然听说少林寺召些超书僧 便前去试试混口饭吃 他身无牵挂 反而正符合出家的心境 沉浸佛经之中 钻研甚深 家之学士不错 已经开始涉猎范文 寺中老僧对其赞誉有加 已经算是文僧中的中流砥柱 想来张俊宝 还有四五年就会出生 经书留在绝远这里 也算是留个原法 将书还给绝远 尹志平漫步走进藏经阁一楼的无数货架边 随手拿些旧书 翻开一看 全是些历书 甚至还有很多是范文书写 好在宋朝时行的楷书和历书相差不大 大多能认清 绝远刚刚未在山门外 看到尹志平的凶威 只收到长老的传话 对于武功密集他 自然不伤心 心疼的这些前嫌典籍 见这个带头的大官 手下叫他国师 地位非同一般 且对佛经很感兴趣 便主动将范文经书内容 一一翻译给尹志平听 过不一会 尹志平已根据绝远的翻译 尽数理解每个范文的含义 让绝远自去忙碌 自已在一楼翻阅 二楼是武功密集 上面脚步声不断 淡得火热朝天 这些郑国司的人看到 武功密集 比看到金子还开心 自然是因为上行下效 总部高手如云 想要向上爬 就要学好武功 这些武功博大精深 哪怕记得一段半句 也大有收获 尹志平不停翻阅 前嫌古本 获益匪浅 这些范文佛迹 并未经过后人曲解 含义反而更为深远 想起前世汉朝皇墓中出土的 《道德经》 和在世广为流传的版本相比 本质上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 董仲书霸出百家 独尊儒术 先秦时期 百家争名的金药 自然全都成了儒家的养分 独权专政 会使朝廷会腐败 学术搞独权 也会使得人们思想僵化腐朽 尹志平沉浸佛学 尖头的小狐狸红英 也学着尹志平看书 但其没有尹志平独特的 过目不忘技能 以及强大的精神力 自然看不懂 再看一会 那扭曲如蚯蚓爬行的符文 差点让整个胡声跟着扭曲 所以直接跳到一旁 去外面玩耍去了 一个时辰后 刘通达快步来到藏经阁 找到正看佛经尹志平 国师大人 武功秘籍全部打包好了 小的没找到 易经经和洗髓经 那方丈志通贼得很 除了他没人知道 经书藏在何处 死也不想让这两本阵 拍秘籍流露出去 尹志平和尚手中破旧的 心经放回原位 找不到就找不到 无非是两本经书 这两本经书想要修炼 限制重重 是为了佛子准备的 普通人学之无意 刘通达点头英式 想到国师这么喜欢佛经 于是小心翼翼开口问道 国师大人 要不晓得将这些佛经也带回去 现在武僧全都遣散了 还不是板上的鱼肉 任我们拿捏 尹志平岂能不知 刘通达心中所想 但自已又不是修佛的 是一个道士 虽然全真派对外乘士 如是道全修 但是本质上 还是以道学为根本 其余两派 只是作为修道士的考证 不必 佛本是道 还有 不可为难这些僧人 刘通达不知国师 是出了什么毛病 一会要杀人满门 一会又不让为难他们 但他心中这样想 嘴上可不敢这样说 仍然低头哈腰地 笑着说到国师大人 大雄宝殿前的 几十箱子经营 怎么处理 拿一箱分给跟来的 郑伯斯兄弟 再拿半箱分与 各县跟来的捕快 剩余的和秘籍 全部拉倒舌骨 记住 我眼里容不得任何杀子 一会 我先行一步 你记得要亲自护送 不可出了问题 大人当心 小的明白 多谢大人恩典 我替兄弟们 感谢国师大人 小的一定按国师您的吩咐 将东西完整送到舌骨 说完之后略显时宜 再次问道 大人 林安总部那边 小的该如何汇报 巨石汇报即可 是是是 小的明白 小的倒退 嗯 去吧 就这样 郑国师刘通达 因爬路上出了岔子 拉着一百来兄弟 觉得还不放心 又狐家虎威 寻了当地刚来驻守的将军 一起押送金银 和武功利吉 前往舌骨 而尹志平 则继续待在藏经阁翻阅经书 别看尹志平 在少林寺山门前 搞出浩大的声势 可那都是凭借高境界 以及自已 对天地的感悟 强行模仿如来神掌的效果 若是真论威力 恐怕比真正的如来神掌 要弱上半程 所以 尹志平在藏经阁看完经书后 便仔细思索自身所学 诸天万界 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阴阳共济 天下称皇 自已感悟天地 多次实验阴阳之力 威力颇大 在凡人看来 已经是先家手段 不知自已 又能从这两本 至阴至阳的秘籍中 领悟出什么 第75章 出关 九阴真经 为北宋文官皇常所著 其在教队到藏时 得误学要理 后被当权者派去倒灭乱贼 杀伤贼人众多 后被仇人寻上门 自已不敌 险死逃生 可家人尽数被杀 为雪仇 隐居四十余仔 苦思破解敌人武功 等炼成后 再出江湖寻仇 早年的仇人早已故去 唯有当年一少女还在 但已年迈将死 心中的仇恨 深藏多年 为此隐忍四十余年 苦练破解之法 等再次可以一雪仇恨时 仇人尽数化为黄土 四十余年的苦思 皆成空想 浪费这么多年的时光 最终毫无用武之地 有句话说得好 人总被少年不可得之物 困其一生 欲买桂花铜再酒 终不嗣 少年游 更有长生者说 熬到敌人老死 再将其挖出错骨扬灰 可真正的仇恨 这样做 你真能释怀吗 皇常由此幡然悔悟 自已所做的一切 最终得偿所愿了吗 一场贪嗔 皆是尘土 此后将毕生所学写于书上 不使自已心血失传 皇常的武功起于道藏 尊崇道家皇老之学 为报血仇 创出的自然是要多阴狠 就多阴狠 恨不得被杀之人 永世不得超生 只重以柔克纲 不及阴阳护迹 生生不息之妙 但在其幡然醒悟后 已经明目以身 遂在经书首页 加上九阴总纲 已达到阴阳护生的目的 尹志平并未阅读过九阴总纲 只是在古墓中 真内功打底 当下细思九阳真经里面的内容 呼吸九阳 报一韩元 打通几百道穴道 冲破十处玄关 才能真正练成 或者如张无忌那样 在乾坤仪器带中通过外力 将九阳神功练至大成 不然只会像绝远大师一样 练不到生生不息之境 只能立即而死 对于尹志平来说 先天顶峰的境界 自身经脉俱通 想要破玄关也轻而易举 可这些武功创造者 也未能达到自己的境界 自以观物天地的阴阳之力 岂能如人身体里的力量 一样温顺 两部经书炼至最高处 也不过是阴阳互转 生生不息 而自以正式需要借鉴其中互转之力 以达到自以先天真气化阴阳为一体 足以让自以的真气更加玄妙 最重要的是 自以修炼的仙法 长青诀 最侧重灵气的长青之意 可现在毫无灵气 那清灵之气 既然是低一等级的能量 里面自然也有稀少的长青因子 尹志平这次在藏经阁 主要目的不是练成某种绝世神功 绝世神功也不过是内力运用之法 自以以能沟通天地 拥有能够抵御天地之力的强大力量 称之为世界第一高手 都毫不为过 所以 主要目的还是长生 实不待我 尹志平初步的强大目标 既然已经实现 那第二目标便是探索 如何才能长生 第一步便是改造修仙功法 依照长青诀 尹志平暗思阴阳互转 生生不息的道理 试图通过体内那一滴青色真气 引动周身清灵之气的长青特性 通过仙法极具效应 却能流性 聚之丹田 少林寺藏经阁外 古松清脆 树皮如老龙鳞片 古朴苍静 可近来 少林寺中的杂氏僧人 却有些纳闷 只因藏经阁周围几颗古松 常年绿意盎然 这几天不知是出了什么事 松针泛黄 树皮掉落 隐隐有枯死之兆 杂氏僧人每隔三巡 以此为整座寺庙的树木施肥 所以未能发现 整座寺庙的绿植 以藏经阁为中心 枯黄之色 慢慢向外蔓延 半个月后 尹志平长身而起 本来日益威严的面容 竟隐隐带有几分少年之感 眉清目明 令人观之 眼前一亮 在此期间 尹志平大多时候 都在空旷的二楼进修 无人干扰 日常斋饭 也是绝远送至二楼的楼梯口处 小狐狸红鹰之小尹志平 手中活迹 连忙来到楼梯口处 待见到尹志平 不禁微微侧目 他心中除了佛经 并无外事挂在心头 此时看到尹志平 只是微微觉得有些不同 和第一次相见之时 似乎有些差别 像是更加精神了些 他也没在意 依然恭敬站立 单守一个佛礼 阿弥陀佛 恭喜尹真人出关 尹志平心情大好 虽然这种方法 太过耗费时间 但起码已经能看到浅显的效果 这种整个身体 都好似年轻几岁的感觉 让人神清气爽 心底里透着喜悦 当即微微一笑 和尚多日送饭 始终如一 心底不曾有丝毫怨言 实在难得 上次那本《棱家经》的夹缝之中 有些强身健体的呼吸法门 和尚记得每日练习 可保你身体强健 屈并消灾 绝远就是在一心向佛 不理外事 也能察觉到尹志平的喜悦之情 知晓尹真人是真心之言 当即连忙英史 跟绝远说完这句话后 尹志平慢慢踱步 走出藏经阁 外面天气晴朗 蓝天白云 冬日的严寒 似乎在悄然退去 春天的脚步正缓缓到来 尹志平心情大好 慢慢来到院内古松之下 却突然抬手伸出手掌 只见手掌间 静静落下几颗灰色的干枯松针 尹志平仰头观看面前的百年古松 正然出神 不知是站了多久 直到一身轻衣红文制服的 郑国司信使跪地禀报 才吵醒沉思的尹志平 国师大人 襄阳蛇谷来信 少林寺武僧余孽 和一些萧小之辈 建国师久不归舌骨 便铤而走险 要去盗走少林寺秘籍 和缴获的金银珠宝 刘通达指挥使 特地送来加急信件 尹志平被打断思绪 脱离了神游之祸 拿起信件打开 里面文字很少 毫无废话 显出流通达写信使的交集心情 原来尹志平只身镇压少林寺 迫使少林武僧解散 早就传遍天下 众多门派都敬若寒蝉 只要是朝廷办事 没有不老实的 但那些遣散的武僧 有别有用心的 在武林中散布谣言 说尹志平抄了少林寺 所获金银宝物 不计其数 更重要的是 少林所有武功秘籍 全都被镇国四一行人 押送到蛇谷 其中有天下最为神秘的 一金金和洗水金 所谓人未才死鸟未实亡 总有亡命之徒 忍不住贪婪之心前去偷盗 加上里面有个别武僧参与 和一头大雕相助 才稳住行事 且刘通达已派人去襄阳 请郭靖郭大侠 所以刘通达紧急送信给国师 请国师定夺 可尹志平闭关 谁敢打扰 所以郑国思信使 从绝远纳得知尹志平出关后 立即上前禀报 第76章 舌骨 尹志平看完信 随手扔出 信件还在半空未落 就化为灰烬 飘落在地 郑国思信使 虽不明白信中具体内容 但从刘通达连连几次催促 也能知道事情的紧急 所以单膝跪地 动也不敢动 尹志平没有理会他 稍微思索 便直接开口 红鹰 我们该走了 声音不高不低 如面对面说话 但却精准地 传到松山一处深谷中 片刻后 一个火红色的身影 从远处 跳过众多院内古树 一下子落在尹志平肩头 看得出小狐狸 红鹰玩得很欢乐 不断音音音地叫着 似乎在炫耀 自己在山中的大王生活 尹志平笑着硬合着 脚下轻轻一点 郑国司信使仰头观望着 仙神般出入的场景 一个时辰后 襄阳舌骨内 尹志平带着小狐狸红鹰 从天而降 里面驻扎的郑国司 指挥使刘通达 和随行的豫州驻将 以及郭敬郭大侠 上前拜见 刘通达此时心中忐忑不安 来时 国师就交代了 不能出问题 现在七十二绝技已丢了五本 哪能不负经请罪 苦着脸 当先一下 跪在尹志平面前 国师大人 属下有负所托 罪不容数 请大人责罚 尹志平不在意道 又不是在押韵期间出了问题 无罪 且你能守到现在 殊为不义 说着 伸手扶起刘通达 去挑选两门绝技抄路完 待手下尽快回松山 那边还需要你们监管 刘通达惊喜交加 连连谢恩 尹志平见刘通达身旁 一位身着戎装的守将 攻身行礼 虽不认识 也致视玉州守将 同样让其挑选一门绝技回去 这时 郭靖从大殿内院走上前来 微微拱手 见过国师 尹志平同样一拱手 郭师兄不必如此 早就说过 我们以师兄弟相称即可 这次还要多谢郭师兄前来相助 说着 挥手让刘通达与豫州守将退下 郭靖哈哈一笑 没帮上什么忙 在收到刘通达的信后 我立即快马加鞭赶来 正好碰见过师尊 小龙女 还有一个猛情大雕处理完毛贼 之后 小龙女和大雕便不知去向了 我刚刚看到 师弟 你是从天上飞来的 师弟的武功 难道练至仙神之境了吗 尹志平知晓 这是郭靖的谦虚之言 仍然再次致谢 同郭靖将先天境界解释一遍 尹志平如今身处武林巅峰 高处不胜寒 现在恐怕也只有郭靖 还有可能练到先天境界 郭靖想到书房内的众多武功秘籍 想说又好说 尹志平主动解释 一切都有国法可依 程序合规 俩人边说边走 往主殿走去 如今的主殿已改为国师府 经过半年多的修缮 已经完工 里面宽大敞量 郭靖带尹志平来到他平日驻守的书房 从少林寺拉来整箱的金银财宝 以及武功秘籍 已经摆放至书房的储物室和书架上 自古墓派小龙女和神雕走后 郭靖肩负其守护之责 就再也没有一本秘籍丢失 尹志平感谢郭靖相助 让其随便翻阅 郭靖却说 贪多嚼不烂 自身所学 足够受用一生 尹志平佩服郭靖的 便在这个点上 如今再无战事 其能从战争的漩涡中脱身而出 也不为养老婆孩子的生计奔波 若是激起 他的武道之心 一心修炼 是非常有可能炼制先天的小狐狸红英 在尹志平一落地时 就撒欢式地跑得没影 估计也想如在松山那样 在林中称王称霸 尹志平知晓他的本领 不去管他 之后 与郭靖在书房喝茶聊天 尹志平劝其在家照顾孩子 顺便勤修武道追赶自已 郭靖则称 很满足现在的生活 和黄蓉在家带着俩孩子 大女儿也有了中意的郎君 唯一烦恼的便是侄子杨过 杨过自从因襄阳战事 和郭靖化解开杀复心结后 就再无隔阂 现在满天下寻找小龙女 郭靖虽前几天刚见过小龙女 却不准备将小龙女的消息 告诉杨过 只因家中多了一位公孙绿鳄姑娘 住在杨过在郭府的院子 尹志平听得八卦之心大气 听了郭靖诉说 尹志平有些明白 恐怕这一切都是 绝情谷求千尺出的主意 他了解到二哥被一灯大师度化 成了慈恩 差人前去问候 对方已了却前尘 不会再与其相认 绝情谷偌大的家业 也唯有通过杨过 攀上郭靖的大腿 才能保得住女儿后半生无忧 尹志平听完之后 大为感慨 晚饭时又和郭靖喝了顿酒 硬拿几本秘籍送与郭靖待在身上 毕竟郭靖可能不在意 但是黄荣肯定在意 不然 只想平白使唤人 最终也只会落个里外不是人 尹志平趁着夜色 在书架旁 依次翻阅密集 翻到半上 突然停下脚步 嘴角露出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 紧接着 书房外 还在探查郭靖是否坐镇书房内的探子 只是看到书房内一缕幽光闪过 整个人一愣 然后很自然地落下屋檐 坦然自若地走进尹志平的书房 未过片刻 书房内火光一闪 便再次熄灭 舌骨外的半山妖处 茂盛的草木之中 藏着五个身影 五个黑衣人已经发觉探子的不对劲 正准备离开 却发现 后退的道路 无声无息 立着一个人影 几人都是武功过人的贼偷 还有两个僧人 但紧张之下 乍然见到 也是心中一突 几人当即想要四散逃跑 死到有不死平到 就看谁倒霉 却不想 刚升起这个念头 立着的人影面部 似乎泛着幽光 所有人正运轻弓的内息 顿时停下 接着 几人口中响起 木然的声音 半空中一道黑影 迅速飞入空中 下方闪着五道人形火光 两刻钟后 尹志平再度回到书房 手里拿着三本丢失的武功秘籍 还有两本下落不明 应该是其余的江湖人偷走的 尹志平并不放在心上 这些武技 本就是招式和内息运用之法 关键在于 要想练出精髓 不仅需要深厚的内力 更需要与之匹配的心境 如围托杖法 想要炼制出神入化的境界 就要心怀慈悲地使出 扶魔杖壳 可手持利刃 杀心自弃 想要做到 就要明白更深层次的佛理 最终练习者会不自觉地 越来越清净佛教 尹志平对这些武功 只是略作参考 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 只留创作功法者的思路诀窍 并不休息 就这样 一晚上过去 天色渐亮 尹志平正拿着一本颓法观看 可身后突然想起 可怜巴巴的音音声 尹志平转身看去 却见来者正是小狐狸红鹰 此时 他不似刚来时的意气风发 浑身毛发跟被鸡挠了一般 再不负火红柔顺 坑坑洼洼 这缺一块 那少一块 蓬松的大尾巴肩上 甚至都少了一小节 尹志平心中暗暗发笑 以为在松山七府山间野兽 他不知道 这次碰到铁板了吧 可这片山脉之中 谁能有这个本事呢 第77章 蒸汽设备 尹志平看着小狐狸 红鹰惨兮兮的样子 笑着摇了摇头 惹得红鹰非常不满 蹲在尹志平脚下 人力而起 使劲拉扯着长袍下摆晃悠 好像是在请求大人 做主的小孩子 好了 好了 是谁欺负的 我们这就打上门去 给你出戒 红鹰立着身子 前肢插腰 双眼喷火 满脸愤慨 呜呜地对着尹志平说了一通 说得尹志平一脸猛 字语又不通授语 这不是难为我吗 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声音 国师大人 路通前来禀报 小狐狸怎么说 也是体面狐 听到门外的声音 立马跳上房梁 不想自以狼狈的样子 被外人看到 尹志平见此 只好说道 进来 书房门口 灵甲摩擦碰撞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 一个身穿铠甲的壮汉 走了进来 见到尹志平 立马单膝下跪 抱拳行礼 尹志平上前虚扶 原来这是上年 跟随尹志平 前去蛇谷深处探险的 那二十位亲公好手之一 看穿着 这是升职了 快快请解 路通现在 已被升为 镇国司十二副统领之一 听闻国师的话 也不矫情 直接起身 恭敬立于一旁 开始禀报 国师 庞大人让属下 押运两台蒸汽设备送来 顺便问问 是否需要属下 带人驻守蛇谷 尹志平想着 这里也不好安排 全真派的弟子前来守卫 村里的人又不会武功 缺少守卫 也缺些办事的人 当下问道 你要想清楚 守在这里 是个轻苦活 国师 属下已经想清楚 庞大人在临行前 就分别问了各副统领 属下了无牵挂 正好还可以在国师 拧着听后教会 嗯 既然如此 便在谷内找个院子住下来 这里有些秘籍 你可随意翻阅 也可凭借功勋 将其传给手下 谢国师恩典 属下一定好好守卫蛇谷 路通再次攻身行礼 尹志平听到守卫蛇谷这句话 上前走了几步 嘴里喃喃自语道 蛇谷 蛇谷 这名字可不符合自己的风格 要不叫长青谷 不太好听 自己最大的野望是什么 自然是青春不老 与世同存 想起前世的一个名叫 不老长春谷的地方 挺有名气 尹志平灵机一动 对路通吩咐道 蛇谷这名字不合适 去在山谷外立个三丈高的石碑 上写长春谷 前面大殿的国师府也换了 改成尹志平顿了一下 就改成不老殿吧 是 国师 属下这就去办 别慌去办 先带我去看看押运过来的设备 是 尹志平给房梁上的小狐狸红鹰 一个眼神示意一下 让其稍安勿躁 一会带他去报拔毛之仇 不一会 尹志平和路通出了山谷 兜兜转转 来到外面的急镇 原先三处精卫分明的村庄 现在基本已经连在一起 人数更是多了不少 主干道上的房屋也变成了店铺 俨然成了一个小镇 而在小镇外的一处山路旁边 立着两个庞然大雾 外面被麻布包裹 四处不时有孩童 对其指指点点 好奇为观 小镇上人多了 反而大多都不认识尹志平 唯有以前李家村的村民 见到尹志平时 立即行礼 尹志平也笑着点头回应 带来到两个庞然大雾附近 才看到下方的车架 以及车轮 竟全是金铁所致 车轮猛一看似一个粗糙的齿轮 但上面的池子 却是并非三角形的样子 而是一个个钝角的圆锥 路通献保释地说道 这是为了走山路 简阵准备的 但也着实费劲 光是拉动这一架铁车 便需要二十四头牛 说完这些 身后的一个郑国司士兵 领着两个短打衣服的工匠 来到身前 再见到尹志平时 顿时下摆 见过国师大人 尹志平转身看到 两个短絮白虎的老人 请起 这是你们根据我画的图纸做的 我留言 让你们自行修复细枝末节 可有问题 两个半白老工匠 由于常年动手劳作 身子骨还算硬朗 闻言力所起身 满脸激动到 这是非同一般的想象 国师大人才智举世无双 我等望尘莫及 有了这个 可大大节省人力 造福天下百姓 就是祖师爷在世 也会甘拜下风 真是了不起的 尹志平见俩人说个没完 连忙咳嗽两声 那俩老工匠 也不是木头人 历时会议 画风一转 这两辆轮挖和矿车 全部按照国师大人的图纸制作 为了能兼顾耐用 小的做了一些细微的调整 对使用毫无影响 尹志平又问 可做了试用 用了 可正常使用 内阁七名辅政大臣全都看过 纷纷惊叹 公布侍郎更是说 可以将其用在海船上 那样就再也不用担心 季风的影响 嗯 尹志平画的图纸 只是一个最简易的 蒸汽机工作原理图 还有一个轮挖和板车的 动力齿轮 传导等等 不要求太高 只要能用就行 但他却不知道 这对当代的人 是多么震惊的一项发现 虽然乡下 有通过水流 获取动力 拉磨 垂倒等方便生活的势力 但却没有人能将水流的动力 放在任何地方使用 水流的力量太过局限 而这个蒸汽机 填补了水流 不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的缺陷 利用水蒸汽的动力 获得了远超人力的力量 这是一种跨时代的发明 可以很大程度上 让人摆脱繁重的体力劳作 提高人的生存力 尹志平只想赶紧试一试 毕竟他虽然知道原理 但也没亲眼见过实物 陆统领 可找到去往上次那处深谷的最佳路径 回国师话 属下已经做好去往深谷的路线图 而且 路上树木山石皆有符号 国师请看 符号从这开始 顺着山澳走 便可一直通向山脉深处的山谷 陆统指向两架车侧方的树干上 一个带有箭头的指向标石刻在树干侧面 很好 尹志平满意地点了点头 挥手道 那便直接开始 工匠和郑国师士兵立马转身召集人手 很快 一行精兵和一帮短衣壮汉 足有五十多人 手拿长铁铲 以及大扳手 水桶 推着大大的工具箱 拎着陈年菜籽油 还有几大车煤快等等 来到两架庞然大雾面前 剑影志平点头 路通挥挥手 立即有四个会携轻弓的郑国师精兵 抽出长刀 跃上铁车 迅速切断铁车周围系着的粗大麻绳 接着 两人各自抓住麻布一头 举上头顶 脚下连踩 飞速往庞然大雾上面跑 拉起一张宽大的麻布 露出麻布下面盖着的漆黑轮挖 以及矿车 第七十八章 新的实验 众人只见两辆巨大的铁车上 随着宽大的麻布掀开 赫然出现两尊钢铁巨兽 漆黑的钢铁泛泛着冷光 两尊钢铁巨兽在朝阳下 如两个沉睡的巨兽 四周小镇村民听到动静后 全都站在远处围观 这两尊钢铁巨兽 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有着大大的头部 头顶上有个烟炉式的铁烟筒 头部四周包着钢板 留有两个铁门 正前方还有一个类似天窗的缺口 里面有一排木制座椅 木椅前方是两个手拉的铁拉环 还有一个地彩开关 整个头部成一个椭圆形 尾部则是一个厚实的四方铁盒子 底部除了铁板 还铺着后木板 最下面和前面的铁板车一样 都有两个钢制 相满圆锥的巨大轮子 另一个则是有着一个大大的尾部 和另一尊钢铁巨兽的头部类似 但没有操作室 只有一个门 四周被铁板围绕 头部则有一个像是 圆形大碗式的操作室 里面六个拉环 一个地彩和宽大的天窗 天窗前面 有着一条长长的钢铁手臂 手臂分为三个肢结 最末端则是一个像弯曲的手掌一样的铲子 似乎可以挖东西 影制平看坝 不禁为古代的工匠泽泽称奇 这两辆蒸汽设备 虽然过于笨拙且巨大 但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暂时无法做出精密的方向盘 或者轻巧的操作感 现在只能使用最原始的方式 拉杆式操作 这种操作类似于影制平前世的 手拉式柴油拖拉机 算是汽车最早的雏形 这也是因为想到骑马时 需要拉江绳改变方向 才想出的法子 随着路通和两个老工匠指挥 五十来人像一个个小矮人一样 围在巨大的钢铁巨兽身边 从顶部加水 所有煤块倒在铁板上 然后通过小铁门 往里铲煤块 拿着陈年菜籽油的匠人 用猪毛刷钻在底盘下方 对里面的齿轮进行润滑 对钢铁手臂的关节进行润滑 还有人在检修各处受力点 不一会 所有人忙活完毕 只留拿着铲子 往门内铲煤块的匠人 和操作势力拉 牵引钢绳的匠人 其余人全都撤出 在外待命 随后 路通看向尹志平 警示是否开始点火 尹志平大手一挥 大声道 点火 小铁门内准备的细小木条 立即被工匠引燃 这时 铁门口又跃上来两个镇国司士兵 掌引如飞 掌气吹动火焰呼呼作响 旁边的煤块很快被点燃 巨大的热能 灼烧上部的巨大水炉 铁制烟炉里开始冒起白烟 很快越来越多 随着工匠压下阀门 一声巨大的气笛声 震耳欲聋 两尊钢铁巨兽 喷出浓郁的白雾 吓得围观的百姓乱成一团 四散逃回家去 紧着着 轮挖操作室里 三名工匠其中一位 拉起一个拉环 那长长的钢铁手臂 竟然缓缓从铁板上抬起 接着又拉起另一拉环 长且大的钢铁手臂缓缓移动 直接撞断了附近一棵大树 随着其余拉环的拉动 手臂身躯自如 检测好手臂没问题后 最后一名工匠 再次拉起一个拉环 随着白气持续性冒出 轮挖的巨大轮子 突然动了一下 陆通大吼道 放衬板 几名郑国司士兵 抬起厚重的钢板 携放于拉轮挖的板车后方 坐好的卡槽处 轮挖的车轮 正好通过表面凹凸不平的钢板下到地上 另一个矿车同样如此 随着陆通指挥操作室的工匠 辨识标识 轮挖在前 将前路的大树草木扫平 遇到斜坡 挖出多余的碎石 倒在后方的矿车里 装满后 再填进后方的深沟 两辆巨兽在气鸣声中 轰轰而行 不多时 已经慢慢深入到森林中去 尹志平看着这两台依稀熟悉的机器 不禁生起亲切之感 对着身旁的陆通 吩咐到这点煤炭奶能够用 去将山西几个煤矿 全都化到国师府名下 另外上报朝廷 继续制作轮挖和矿车 最后 解除匠人户籍 朝廷雇佣匠人 须抚岳奉 陆通急忙英史 一侧的两个匠人 更是直接跪倒在地 行三败九寇的大礼 多谢国师大恩大德 这对我等见机来说 无异于再生之恩 我们定会召集群匠 为国师立长生牌位 日夜供奉 两位老匠人热泪盈眶 也不再说什么鳄鱼奉承的话 直接拿出行动 尹志平摆了摆手 扶起两位老人 平道是修道之人 不必如此 只要你们能帮我挖通 这段山脉深处的一个谷底 便算还了恩情 俩人站起身来 开始对尹志平歌功颂德 尹志平摆了摆手 命几人再次坚守 自已独自返回山谷 并不是尹志平 非要搞这些 与修行无关紧要的事物 而是到现在 尹志平仍然没有 寻到正确的严寿之法 目前他实验成功的 全是写法 一个是吸人血气 另一个便是不久前 在少林寺改造的炼气法门 就第一条来说 要是能如遮天之中的 晚年大地 该有多好 可自已道横还未修成 无法不沾因果 肉体繁胎 神魂更无从弹起 无休止的吸人血气 只会坠入魔道 最终沦为没有意识的血魔 这无异于自寻死路 第二个说起来 是吸收清灵之气中的 长生因子 可天地间的清灵之气 圆润无缺 并非自已一个炼气 都为入门的菜鸟 能够剥离出来的 在看到藏经格外的古松后 尹志平就明白 这是一条和吸收 生灵血气一样的法子 只是对象变成了植物 自已确定 能一直吸收植物的生命气息吗 那自已最终会变成什么 自已还需要寻找 寻找正确的长生之法 脑海中的下头珠 自从给了自已一篇仙法 便再没了动静 加上自已查到这个世界 是一颗星辰 并非一个未免 那自已的灵魂 真能去下一个世界吗 自已敢赌吗 如今这个星球上 自已也才涉足亚洲 光是中原地区 便能寻到蛇谷 这种神奇的地方 还有十万大山的葫芦山 那其余地方呢 自已能有多少个年头 一个一个地去探索 所以才去借助身外之力 齐头并尽 高天之上 自已无法长时间立足 还未能实验完毕 只能等自已真气全部液化 再去一时 是浑树所在的葫芦山 也要去 而刚刚两个老将人说的长生牌位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这让尹志平 想到了一个新的验证 长生的方法 掌控一个王国 建众多寺庙 庙中的神灵师自已 让全天下的人祈求叩拜 会发生什么呢 第79章 见小龙女 尹志平边走边思索后续道路 总觉得这也是一条不归路 为什么所有道路都指向邪路 难道是因为先路一断 没有康庄大道 只能走歪门邪道吗 这几条路为什么是邪路 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们才是正路 自已以为的正道 是否是别人强加给自已的观念 尹志平并不清楚 可他知道 自已仅仅只是一个微小的生命 有趋利避害的本能 只希望 不会走到最后那一步吧 来到书房内 小狐狸红鹰立即跳到肩头 此时的红鹰稍微好了一些 凌乱的毛发全都理顺 除了尾巴上少一件毛发 其他地方倒是看不出什么不好 红鹰抓着自已光秃秃的尾巴肩 依然愤愤不平 催促尹志平快去帮自已报仇 尹志平摇头失笑 带着小狐狸慢慢飘出山谷 来到山脉深处的丛林上 通过小狐狸红鹰指路 在山林上拐来拐去 这条到所经之处 是尹志平从未涉足过的地方 行至几刻钟后 尹志平耳聪目明 隐隐听到远方传来神雕的声音 心中不禁感慨 自已多次寻找独孤剑种而不得 没想到 不需要剑种的武器时 反而很轻易地来到此处 对小龙女的事情 尹志平也能推断出大致事项 唯一的变数就是神雕了 想当初他吃舌胆吃的走不动路 实力估计起码增长了将近一倍 对付公孙芷应该不在话下 但具体情况 恐怕也只有当事人才清楚 又飘行了一会 肩上的红鹰 突然激动了一只爪子 拽着影制平衣服 另一只只向前方一个高大的峭壁位置 那峭壁下方郁郁葱葱 而峭壁却光秃秃的寸草不生 且颇为险峻 像是一把巨大的石剑冲天起 峭壁下方离地二十多丈高的地方 突出一块三四丈大小的石头平台 带来到镜前 却见上面刻个两个大字 剑种 关两字弯钩折条的痕迹 隐隐有种风味之感 这是将剑法练到极深处才有的表现 行走坐卧 一笔一画 都带有自身武功造诣 再看大字旁边 有两行小时刻 是独孤求败 因天下再无对手 常见空力 所以才将佩剑埋在此地 以作祭奠 这时 红英已经跳到石台上 指着旁边的几个石队音音叫着 献保式的妖功 影制平没想到 红英竟是为了自已 心中不禁升起几分暖意 眼神柔和 摸了摸红英的脑袋 温生说 下次不要这样了 我并不缺武器 以后遇到危险 记得马上跑 红英点了点头 仍然指着石队 影制平微微挥手 四分种一样的石队 慢慢移到一边 露出里面三柄长剑 还有一块长条石片 四剑武器并排 放于一块大青石板上 从右边开始 第一柄剑经过这么多年 依旧清光闪闪 算是一剑难得利刃 第二柄是一个长条石片 应该是那把被扔在 深谷之中的紫微软剑 用石片代替 第三柄是一剑黑油油的大剑 将近有一人长短 两掌宽 剑锋和剑剑都为开刃 影制平蹲下身 抓起剑柄往上一台 轻而易举地拿起 估摸着有八九十斤重 以自己的力量 用着也仍显轻巧 随手放下 剑身摩擦轻石闪出道的火花 第四柄是一把木质长剑 年身日久 早已腐烂 影制平没有去碰 这时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巨大的刁鸣 转身看去 只见峭壁上方 落下一道巨大的黑影 向自己袭来 可在影制平转身后 又瞬间缩回袭来的力爪 两双巨大的羽翼一盏 身影历时停下 稳稳落在石台上 红英在听到刁鸣声后 就已经跳上影制平肩头 看着近在咫尺的大仇人 立即呜呜地低吼 坐视欲扑 此时的神雕 全身呈黑褐色 羽翼丰满 色泽似铁 相比之前大了三分之一 上嘴勾去 身下两足如有黑的钢爪 轻易划开石面 阴眼威严无比 此时看着影制平 满脸的孤傲 眼中似有挑衅之意 伸着翅膀 做邀请状 影制平嘴角勾起一丝微笑 这是实力暴涨 胆气足了 真是不知天有多高 地有多厚 小狐狸红鹰 更是气得 对神雕大声吼叫 也不再准备扑上去 转而为影制平加油骨气 那神雕虽然实力颠生 可面对影制平 仍然浑身紧绷 做好大战一场的准备 却不想影制平身影突然消失 在看到时 已经来到身侧 刚要伸嘴去啄 顿时一股大力从侧腹袭来 啄下的嘴落了个空 眼睁睁看着 自己斜上高天 越飞越高 直到看不见剑种上的人影 神雕才恢复身上的知觉 身侧有一排大雁扑扇着翅膀 伸着长脖子 准备返回即将温暖的北方 看到队伍一侧 突然多出一个巨大的山雕 且不张开翅膀 也比他们飞得快 纷纷好奇地伸长脖子 看着这怪异的一幕 神雕感觉到了精神上的羞辱 一瞪凶狠的阴眼 张嘴吼出一声气势害人的刁鸣声 让一群大雁心惊胆战 好好的一字形 顿时乱作一团 四散而飞 解了一口恶气 神雕张开宽大的翅膀 一个回旋 迅速返回剑种 此刻 小狐狸红云一爪插腰 一爪指着遥远天空中狼狈的神雕 张开嘴 乐得嘴角都撵到腮帮子上 见神雕附幼回归 连忙揪动尹志平的衣服提醒 尹志平对气摇了摇头 很快 神雕再度落下 却是没有任何攻击 而是咕咕地叫着什么 知道了 知道了 你刚刚是想试试自己的身手 神雕顿时点点头 红云反而比之前更为气愤 一下子跳到一人一雕中间 双爪一边指着一个 又交叉旋转 嘴里叫声不断 似乎再问 你们以前就认识 当然认识 红云 你干了什么 神雕可不会无缘无故地去欺负别人 尹志平直指要害 对红云问道 红云顿时语色 双手背在身后 不言不语 那神雕也认出了这个小贼 但咕咕地一通说 尹志平反而一句话都没听懂 正在此时 一个清冷的声音 从峭壁下方传来 神雕 你在和谁说话 紧接着 一袭白色的身影 沿着下方峭壁向上 轻轻落在石台上 第八十章 得见 小龙女缓缓落下石台 身上白色长裙随风飘荡 轻力绝伦 身上那股不识人间烟火的仙气 更甚往昔 但在见到神雕对面的身影时 瞬间落入凡尘 那段时间 江湖上的流言蜚语 令小龙女每天都活在愧疚之中 想起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 之后又突然反悔 让尹志平遭受恶言侮辱 越想越觉得 自己的行为是多么恶劣 虽有顾尔的安慰 好受很多 但很快就发现 顾尔身边总为着几位红颜之蚁 顾尔居然也不介意 甚至还当着自己的面 喊一位跛脚的姑娘叫媳妇 自己以为是顾尔爱玩闹才这样 后来又亲耳听到顾尔 对大小五说 已经准备娶姑父为妻的事 外面人都说 男人可以三妻四妾 难道这是顾尔在试探自己吗 这一桩桩 一件件 再加上外界的流言压力 唯有一走了之 再不相见 这段时间 小龙女在深谷中与神雕为伴 再次回到了以前的日子 心中渐渐平静甜淡 一次外出急阵采买时 听到蛇谷中尔智平的武功秘籍 被江湖盗贼偷盗 为了平息心中的愧疚 才带着神雕前去帮忙 此时乍然见到尔智平 心中止不住地再次生出愧疚之情 双眸低垂 不知该如何言语 尔智平看着这个美丽的身影 心中恍惚 自已曾经甘愿为能拥有这种美 而放弃一些东西 明知没有结果 仍愿沉迷其中 不能醒觉 直到这种美自行离开 尔智平才幡然醒悟 花是花 数是数 它们只属于它们自己 并非你的所有物 我们来识两手空空 去识两手空空 这一生 有什么东西是属于你的呢 人们总以为 那些真挚的感情 是真实存在的 然而失去便代表消失 就如前世有句话说得好 爱时说的话 只有在相爱时才算数 你上一刻拥有的幸福 下一刻怎么可能 还会拥有上一刻的幸福呢 尔智平如今只想长生 因为唯有永恒 才最接近天理 所以再次见到小龙女 一瞬间的恍惚后 便迅速回神 承蒙她前几日的帮助 打了一个棋手 感谢道 没想到能在此处 见到龙姑娘 前些日子 龙姑娘带着神雕 前往蛇谷驱贼 评道甚是感谢 小龙女听闻这熟悉的声音 喊出龙姑娘三个字后 一时间不知如何作答 自己再也不能如上次一样 哼一声 扭头不理她 只因这三个字 和上次虽然同样 可含义已经千差万别 心中五味杂陈 抬眸看了看 这位浑身透着一股 淡然洒脱之意的 回到眉 没什么 尹 尹道长 这是我应该做的 尹志平看到小龙女 一副柔弱可怜的样子 不禁有些无语 怎么有种前女友的既视感 心中不想再次多待 想着赶紧赶谢完走人 瞥见旁边的小狐狸 心中顿时一动 自已在蒙古王庭集市上 买的香水 正好作为谢礼了却这段因果 虽然这瓶香水只剩半瓶 但也足以抵消 这半瓶香水 是尹志平 平日里给小狐狸红鹰用的 一直戴在身上 当下取出 递给小龙女 小龙女不自觉地接住 见尹志平递来的东西 是一个透明水晶 做的椭圆形瓶子 里面还有半瓶橙色的液体 不明所以 尹志平看到肩膀上的小狐狸牙 都快要咬碎 伸手给了她一个脑瓜崩 还不是为了赔偿你犯的错事 小狐狸一听这话 顿时泄气 生气地扭过头 不离尹志平 小龙女连忙说道 不是 不是什么大事 她只是偷了点玉蜂蜜 没什么的 尹志平打了得哈哈 不止这些 还有上次你帮忙的谢礼 收下吧 这是采集花朵提炼的花香精华 可以做熏香使用 天色不早 频道还有事情要处理 咱们就此别过 说完 抓住快要爆发的小狐狸 一个闪身向长春谷飞去 小龙女呆呆地看着 飞上高天的尹志平 脑海中浮现 曾经自己和她一同在雨中 山林的云雾之中 携手飞行的画面 又低头看了看阳光下 手中灿灿生辉的礼物 心中怅然若失 神雕同样双眼呆呆地 看着天空中的太阳 这里落日还早吧 是自己理解人类的文字 出问题了 但她最关心的还是 尹志平没有翅膀 是如何飞行的 想到刚刚自己 被打飞在半空中 好像也没张开翅膀 难道是这个原因 神雕陷入沉思 且说尹志平抱着小狐狸红鹰 飞速飞到长春谷 见她还在怒气 拿出一瓶新的香水 才把她哄好 红鹰为了自己的香水 尹志平笑着摇了摇头 去了谷外工匠食堂 尝尝饭菜如何 好家伙 全卖馍馍吃着直拉嗓子眼 青菜硬邦邦 也是难以下咽 唯一算好的 就是一盆小葱拌豆腐 尹志平想到 自己家里成箱子的金银财宝 立马喊来路通 吩咐每日额外加一道荤菜 禽肉从附近村镇 现成购买 不消费 如何拉动经济 反正都是少林寺百年积蓄 花得不心疼 饭后 尹志平照常看书 心中却有了想法 待夜晚降临 让红鹰独自睡去 尹志平飞出布老殿 一路前行 顺着昔日的记忆路线 往山脉深处飞去 这是尹志平第三次 前往真正的蛇骨 第一次是在一处悬崖峭壁之下 得到奇异花朵 还见到了无数菩萨曲蛇 以及发现弟弟暗和 第二次是和小龙女 以及旁冲前去猎杀菩萨曲蛇 之后遇到仙府 获得生死人肉白骨的药猪 发现了骇人的巨蛇化石 等等这第三次 尹志平决定再去探查一遍 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最主要的便是那处弟弟暗和 无数菩萨曲蛇 不可能突然消失的无影无踪 他们一定在什么地方 尹志平飞在空中 脑中思索着翻阅的 众多各类壁器工秘籍 准备找一个最好用的 不一会 身在半空中的尹志平突然向下 却是来到上次 自己挖巨蛇化石的半山坡处 第81章 入地 当初自己顺着山坡往下挖 加上二十位青工高手搬运石块 挖了将近一天一夜 也未能挖到石蛇的脊椎骨 现在想起 依旧可怕 再次来到当时挖掘的洞口 只见圆圆的洞内 已经挤满了雨水 如翼翁清泉 水质清澈 隐隐能看到 垂直在洞中央 立着一个略微带有弧度的白色巨柱 这根巨柱 便是石蛇的一根肋骨 看样子 应该没有什么变化 尹志平再度冲天而去 不大会功夫 来到那处仙家洞府的深谷中 当时深谷涌出泉水 慢慢淹没整个山谷 成了一片小湖泊 尹志平辨别方向 远远地看到小湖泊 带来到近处 湖泊里的水位 明显下降了不少 尹志没有犹豫 一个跟头 扑通一声 钻进湖水中 如今还是初春 水温寒冷刺骨 却丝毫无法影响到尹志平 甚至护体蒸汽 都没自动防御 尹志平如一条鱿鱼一样 再次来到当初 自己挖出的隧道里 里面居然藏了 不少小鱼小虾 除此 和之前没有任何变化 再来到当初 顺着泉沿往下挖的隧道 发现里面沉淀了 不少淤泥烂液 无从观察 看来这两个地方 已经彻底归于平凡 也不知那仙浮 引入什么地方了 尹志平见没有什么异常 当即直接飞出湖面 真气流转 白雾生腾 身体瞬间干爽 一甩下摆 左腿微抬 整个人再次向右侧方向飞去 过了好一会 尹志平来到当初 寻到一花的那处悬崖峭壁之下 最下方的深谷里 一条黑漆漆的小河 在团团流动 尹志平迅速落到 当初采摘一花的陡峭斜坡上 当初自己挖掘的痕迹 仍然还在 抬头再度看向天空 明月高悬 可唯独不见 山坡上满是银白的花朵 尹志平缓缓抬起右脚 青色的龙象 身影浮现 随着重重踩下 地面顿时一阵 旁边的小河 瞬间冲出两丈高的水花 紧接着脚下山石 发出巨大的断裂之声 河水上涌 脚下方圆三丈的岩石 正缓缓下沉 尹志平就这样 悬在涌出的河面上 稍等了一会 猛然扎进水中 往下游去 很快 尹志平就发现了 往下沉的岩石 它盘坐在岩石上 下方的黑暗 就算以它目立 也只能看清十来明远 但没有任何作用 因为地下四周 是越来越暗的河水 抬头看向上方 因为尹志平 踩它的三丈大小的岩层 明月照耀下 如一盏头光灯 于漆黑的夜色下 照射到盘坐在岩石上的 尹志平身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束光越来越弱 直至向上看时 只有一个白点 像快要熄灭的烛光 尹志平盘坐于岩石上 静心凝神 尽量保存真气消耗 随着重于千斤的岩石 快速下落 就这样 大约过了五个时辰 外界的天空恐怕已经大亮 下方仍然是无尽的深渊 尹志平此时护体真气 附在皮肤上 先天真气正在加速消耗 四周无孔不入的巨大压力 就是钢铁也能折弯 屁股下的岩石 已经只剩一大块石心的岩层 其余的尽数在半途中相继断裂 尹志平仍然在继续 往深不见底的地下降落 头顶已经和下方没了区别 一样都是看不透的黑暗 若是转个方向 尹志平都分不清是往上 还是往下 视线被压缩到无名以内 这种无穷无尽的估计环境 足以让人发疯 这种环境 死亡反而是一种解脱 尹志平甚至在想 自己是活够了吗 想要寻死 体内的先天真气 已经消耗完毕 只剩那一滴先天真源 在支撑着尹志平 但这已经让尹志平开始动摇 若是先天真源也消耗完毕 等待自己的只能是死亡 这真的值得吗 尹志平不禁扪心自问 也就在这时 尹志平脚下岩石 似乎撞到什么东西 轰然碎裂 他轻轻跃起 往下看去 原来岩石落在了一个岩缝之中 下方是一道一丈宽的裂缝 深处似乎还是没有尽头的暗河 尹志平艰难地挥动手臂 慢慢游向一侧岩壁 手摸在光滑的岩壁上 竟然有些烫手 尹志平不敢乱动 生怕岩石里面包裹的是 炙热的岩浆 他心情低落 这一趟费时费力 除了受折磨 根本没有任何发现 体内仙天真元 已经在微微缩小 尹志平不敢再耽搁 脚下出现两条小小的龙象身影 他们互相旋转 拖着尹志平 顺着岩壁往上游去 但刚上升四五米远 尹志平身影猛然一顿 停了下来 他此时虽然目力不佳 可也能隐约能看清三四米远的距离 却发现这些光滑的岩壁 似乎是一个半圆 叠着一个半圆 他心中隐隐露出一丝不安 尹志平慢慢摸索 心头越来越沉重 这让他想起了 刚刚去探查半山坡那处巨蛇化石 那裸露出来的十字鳞片 和这个一模一样 每块鳞片近四米大小 看着脚下已经迷糊不清的裂缝 尹志平心底 突然冒出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 这是一条近万米的巨蛇 他在挣脱地底的约束 是想要飞出这颗星球吗 尹志平被心中的猜想吓了一大跳 这无疑是不合常理的 既然想要飞出 为什么上面会有仙斧 仙斧不应早随那个散仙 一起前往星空了吗 还是说 其实他并不是前往星空 而是想钻进地底 信息太少 尹志平无从得知真实的情况 这样乱想反而有害 当下还是先出去 要紧着上下左右 除了石壁 便是看不透的黑暗 尹志平不敢大意 更不敢乱动身子 生怕走错方向 南辕北辙 脚下再度浮现旋转的龙象身影 尹志平沿着石壁 迅速往上窜去 一路上顺着石质鳞片 尹志平心中越发惊骇 这石质蛇身蜿蜒起伏 却有规律的岩石 四个石身后 漫长的无尽黑暗侵蚀 让尹志平心中微微有些烦躁 就算自己上升的速度 比下落石的小 现在也应该上升到一半距离了 稍微有些把握 便再度抚摸面前的石质鳞片 炙热消失 微微有些温热 尹志平略一思索 抽出背后的宝剑 黑色的剑身 彻底融入着暗黑的河水中 手握剑柄 往鳞片里一插 如刀切豆腐 顺利插入 可什么都没发生 顺手一脚 切出一个圆块掏出 河水涌进去 瞬间被热量烫出很多气泡 尹志平却发现 那些烫出水泡的地方 似乎是一条曲线 心下颇为好奇 怎么热度还不均匀 当下手中连续挥动 君子剑翻飞 无数石块落入下方 无尽的黑暗深渊 而尹志平面前 是一片凹进去的石面 上面呲呲呲的冒着水泡 那蜿蜒曲折的气泡线路 如树根斑印在石面上 如经脉一般 尹志平隐隐觉得 自己发现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可若是再下到地底 丹田内的真元 已经不足以坚持到 自己返回地面 思量片刻 身影顺着石至蛇身 继续向上游去 第82章 蛇巢 四周昏沉黑暗 寂静无声 尹志平看不到上方的光亮 也看不到四周任何异常 唯有黑暗伴随周身 真元已经消耗了一半 仍然没有看到任何希望 心中不禁有些后悔 若是直接向上 现在起码应该能看到 头顶的光亮 现在顺着蛇身方向走 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出口 头顶万一是无边无际的岩层 自己岂不是要憋死在里面 尹志平开始加快速度 只要尽快闯出这片 巨大的水压区域 不再消耗护体真气 以自己的真元 再闭起一天一夜 理应无碍 当即猛地加快速度 飞速向上游去 两个时辰后 尹志平突然感觉浑身一松 护体真气自动消失 心中的大石落下 这快一天一夜 都没呼吸一口空气 尹志平肺部有些难受 经过刚刚石壁上的高温 灼烧出气泡 尹志平突发奇想 自己是不是可以将水加热 释放出里面的气体分子 供自己呼吸 那自己岂不是可以 在水里想待多久 就待多久 现在真气用一点少一点 何不试验一下 到时候 不仅能解决呼吸问题 还可以找个地方打坐 恢复真气 说做就做 尹志平又再次从石质蛇林上 挖出一个稍长的大洞 里面已经没有了炙热的经脉 全是冷冰冰的石头 钻进去后 尹志平被对洞口盘膝而坐 慢慢地 洞穴最里面的水开始沸腾 分解的许多小气泡 争先恐后地升到洞顶 然后沿着洞穴顶部 向洞外跑 紧接着一层青色的水墓 拦住了这些气泡 而坐在水墓外面的尹志平 伸手在水墓上画了两个圆 洞外冰冷的水流进去 替换掉洞内炙热的水 也就是分解完气体分子的水 然后再度加热冰冷的河水 从而分解出一连串的水泡 就这样 形成一个循环 不一会的功夫 只见青色水墓里的洞穴顶部 聚集着越来越多的空气 肉眼可见 水墓里的洞穴 从顶部开始 水面缓缓下降 直到整个洞穴 有三分之二全是气体 尹志平抬手吸出洞穴底部的河水 里面成了一个全是空气的洞穴 但里面温度过高 再次运转因属性蒸气 洞内温度很快降下来 尹志平缓缓穿过水墓 走至充满空气的洞穴内 张口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又再度深深吸入一口 美美的一口深呼吸 让尹志平脸上露出喜悦之色 可真是不容易啊 一天一夜没呼吸 真是太难了 看着这层水墓 外面是无边无际黑暗的河水 这让尹志平想到 前世看的西游记 当时自己也很好奇 龙宫内他们是怎么呼吸的 龙宫内怎么没有水 这下去全明白了 阵法 自己这个虽是有点漏 也没有日光珠照明 不过能用就可以 咱不是讲究人 这一洞穴空气 省着点用 使用半个钟头不在话下 当即盘歇而坐 开始迅速运转内功 恢复真气 一股清凉之气 从头顶百会穴 慢慢进入体内 经由大小周天 各处血脉 最终汇聚到丹田之中 丹田之中 先天真气再次缓缓充盈 可那消耗了一半的先天真元 却没个反应 想当初 草原之上 自已悟到之时 融合天地 持续修炼一个多月 才凝结出这么一滴先天真元 足可见此真元 很难凝练 毕竟 真气和真元的能量 等级相差一个层次 不过这也可以了 有了这次成功的实验 再也不惧身在地下暗河的危机 有心再去最下方炙热的区域探查探查 又瞬间在脑海中 消去这个想法 抢着送死 阎王爷不收都不好意思 只能等以后真元灌满全身之后 才可再次探索 洞内空气氧气即将耗尽 尹志平先走到洞口 继续往上飞去 下方水墓立即消失 河水涌进 无数大大小小的气泡 从洞中涌出 向上而去 尹志平看着身体周围的无数气泡 却突然想起 刚刚洞穴内的景象 水泡会自动往水压小的地方跑 那岂不是跟着水泡 就能浮出水面 当下心情大好 脚下直接浮现四条龙像身影 化为两个旋轮 尹志平追着上方的水泡 迅速上升 半个时辰后 跟随水泡上升的尹志平 突然飞出水面 头顶一下撞到上方的岩壁 修炼到尹志平这个境界 除了神兵利器 很难能有破得了防的 可由于速度过快 护体真气瞬间覆盖头颅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 回荡在溶洞之中 被头颅撞到的岩石 碎裂一大块 再度掉进河水里 因为反阵之力 尹志平落入水中 又迅速飞起 浑身热气生腾 整个人干爽起来 打眼一瞧 却见这四周是一个小型溶洞 上端还有一条小溪 发出吞吞之声 原来是一个地下溶洞 当下 飞身顺着水流前往走 路过大大小小的溶洞 又穿过几片水域 路途中中乳石 水晶等瑰丽景色 美不胜收 但尹志平却没有丝毫心情欣赏 因为大半天过去了 除了溶洞还是溶洞 洞连洞 根本走不出去 着急也不是办法 尹志平每到一处 有交叉口的溶洞 便尽力片刻 感受洞内气流 慢慢地 不知过了多久 尹志平再次来到一个 布满紫色结晶体的溶洞内 悬在洞中央 却突然闻到丝丝腥味 当下神情一动 尹志平缓缓顺着空气中的腥味飞行 越过一道又一道洞穴 方向居然是往下 很快 前方隐隐传来亮光 带来到近处 却发现 下方突然光亮大作 一个巨大的地下世界 呈现在眼前 整个地下世界天原地方 天上是圆弧形的岩石 上面有不少洞窟 而尹志平正在其中一个里面 下方正中心 有一个巨大的透明圆形浴石 在散发着温热的白色光芒 光芒四周握着成片的菩斯曲蛇 有大有小 最小的有二十来米 最大的甚至有五十余米 各种花纹的菩斯曲蛇相互交错 鳞片在白色光芒下闪着寒光 它们姿势诡异 就算扭曲着身子 头颅也全都朝向中间的 那个巨大的光源浴石 似乎在朝拜 原来上次尹志平看到的 无数菩斯曲蛇 全都在这里握着休眠 它现在一高人胆大 自然不怕 轻轻向下方的浴石飘去 不是块浴石 外形更像一颗心脏 里面有一道长条形的东西 在散发着炙热的光芒 带来到镜前 离地面几丈高 尹志平甚至能看到 下方菩斯曲蛇录在外面的的蛇性子 扭头再去看中间 那个散发着炙热光芒的浴石 此刻他已确定 这并不什么浴石 而真是一颗心脏 那血管中流淌着炙热的透明液体 一吸一吐间 透明的心脏正微微起伏 也终于看清 那个长条形的东西 那是一条散发着炙热光芒的白色小蛇 尹志平迎着刺目的光芒 正细瞧 那白色小蛇长什么样时 那小蛇却猛地 睁开一双金色的树桶 第83章 修为 那金色树桶冰冷无情 似乎再看一个爬到脚下的蚂蚁 一种莫大的恐慌 瞬间充斥心肩 尹志平知道要糟 也就在这一刹那 地上无数的巨蛇 猛然抬起头颅 全都看向尹志平 鼓着大嘴 似有东西要喷出尹志平浑身大放清光 这是生死存亡之客 身后两把宝剑冲天起 化作两柄黑色的飞剑 在众多蛇群中来回横切竖消 周边巨大的蛇头 在丰锐的宝剑下 如泥捏一般 一碰即落 蛇血如水浪般喷出 但巨蛇太多了 已然来不及 后方众多菩斯取蛇 喷出一团团各色毒物 瞬间笼罩整个天地 岩石被腐蚀的呲呲作响 两道黑光 在众多毒物中仍然不断穿插 收割生命 与此同时 尹志平周身炙热无比 毒物被炙热烧得不断冒出娇烟 尹志平平住呼吸 右手微抬 一个巨大的金色般若掌 轰然从身前浮现 轰向白色小蛇方向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 隐隐有三十碎裂 但绝不是那如玉石般的心脏碎裂声音 四周毒物笼罩 根本辨别不清方向 尹志平精神力 也不敢融入带有毒物的虚空中 留有一把宝剑攻击咬过来的菩斯曲蛇 另一把在四周飞速旋转 能多杀一点是一点 但很快 那些巨蛇在毒物中开始闪避 尹志平精神力无法探出体外 无可奈何 深知此地不可久待 两把宝剑回到身边防卫 整个人猛然往上飞去 他要先脱离毒物 再图后事 四周的巨蛇似乎知道他的想法 无数獠牙巨口 从四面八方向尹志平撕咬 也有毒蛇继续向尹志平喷吐毒物 两把黑剑化作黑色的屏幕 将攻击来的巨蛇尽数消售 一时间 随着尹志平上升 四周不断地掉落蛇尸 就在尹志平就要冲到顶部的洞窟之时 一声女子的冷哼 突然在脑海中响起 尹志平当即眼前一黑 周身真气停滞 身影一下落入下方无边的毒物 毒物近身 只是微微挡了片刻 尹志平的皮肤便开始缓缓消融 衣服也尽数腐蚀成漆黑的断絮 温身血红 皮肤已然被全部腐蚀 双眼隐隐作痛 恐怕再过一时片刻 双眼就要瞎了 急忙蒸汽护体 暂时抵挡毒气 可落下的身子 再不断地向外流血 若是摔落在地 恐怕当场生死 睁开被腐蚀的血红眼皮 血液顿时流入眼眸 眼前一片血红之色 但尹志平已顾不得那么多 衣服被腐蚀殆尽 身上带的东西也全部没了 唯有两把宝剑 还有跟随自己下落的那颗药株 当即翻转身子 一把抓住身旁的药株 向口中塞去 药株入嘴 似乎变得柔软起来 顺着喉咙进入肚中丹田位置停下 紧接着 尹志平只觉得丹田 突然散发出阵阵清凉 周身刺痛的皮肤 立马凉爽起来 内力流转 抹去双眼的血液 却看到自己距离地上的无数蛇尸 近在咫尺 心中一动 也不使用武功 直接摔在一块切开的蛇肉里面 降到低不可闻 此时 外面除了无数灵甲妈撒的声音 再无其他 血红的蛇肉中 尹志平浑身清凉舒爽 但很快便如被蚂蚁撕咬般 痛痒难耐 摸了摸双手 已然不再流血 且结了一层软软的皮膜 看来很快就能恢复 过了好一会 巨蛇攀爬的声音渐渐消失 尹志平浑身已长好细嫩的心皮 微微扒开血肉 露出一丝细缝 外面的毒物居然在快速吸薄 化作一缕缕 向中间心脏处流去 尹志平感应一下丹田之中的真气 那半滴真气还在 可那药猪却感应不到 用手摸了摸 却能明显感觉到 有一颗异物在丹田腹中 稍微静静调吸了一会 尹志平慢慢扒开血肉 露出一颗光头来 却看到四周剩余的几十条巨蛇 正在吞吃死去的蛇尸 转头看向周围 毒物早已消散一空 地上血水厚厚一层 向某一个方向流去 尹志平不自觉地顺着血水 流入的方向瞥了一眼 却正是中间那颗玉石般的心脏 此时这颗心脏不再是透明的 而是一片血红之色 这样一看 反而更像一颗真正的心脏 地上无数血水 正沿着心脏下方 树根般的经脉注入里面 也就是这一瞥 脑海中再度传来一个女子声音 声音似小龙女那般冷清 但却包含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威严 你似乎有些不同 尹志平心想 既然不直接动手 那就是可以谈了 而且他也想了解一下 这里的种种隐秘 当下大大方方地走出血肉 周围几十条巨蛇 顿时飞速围了过来 但有好似 收到什么命令 立马收起攻击 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尹志平 尹志平踩着小腿伸的血水 摸索了一下 终于找到两把落下的宝剑 宝剑拿出血水 有黑的光泽滴血不沾 但象牙剑柄却被腐蚀一空 只剩一个光秃秃的剑胎 真气运转 两把宝剑自动飞在身侧 尹志平一边往白蛇那走 一边说道 多谢前辈手下留情 请问可有晚辈能帮得上的事情 那血红色的心脏里面 红色液体渐渐流动 变化成一个血色的王座 小白蛇慵懒地躺在上面 金色的树桐似乎能看透人心 将你腹中的珠子 和身侧的两把剑留下 便饶你一命 尹志平走到心脏下方 正在吸水鲜血的脉络前 停下脚步 嘴角微微一笑 前辈说笑了 我这些东西都是一些俗物 前辈若是想要 晚辈双手奉上 但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 尹志平不着片履 身上全是红色的斑斑血迹 脸上却露出难言的郑重 继续说道 前辈可是上古修仙者 采地心能量维持一身 放肆 这也是你能问的 一只蝼蚁妄想亏天 死罢 那王座上的白蛇 一下坐直身子 金色瞳孔竖起 发出的精神波动 冰冷无比 第84章 死结 此字还未落下 尹志平身侧双剑已经化作残影 直刺白蛇 这一招 尹志平不惜血本 直接消耗完仅剩的半滴真元 双剑快若闪电 视若奔雷 在双剑快要刺到预制心脏时 肉眼可见的波动 从白蛇身上迸发 一圈犹如实质的精神保护层 覆盖在心脏上 双剑犹如刺入一个透明的金石之中 剑尖不断崩碎 前方实质化的精神力阻碍 刺耳的支压声 让人汗毛树立 也就在这时 剩余几十头巨蛇张开血盆大口 向尹志平撕咬过来 獠牙铃声 尹志平突然撤回双剑 两把黑色宝剑闪电般交叉 穿过剩余几十头巨蛇的脑袋 身影迅速向后飞去 可刚起身 便听到白蛇一声叱咤之音 死 尹志平脑袋猛的一阵刺痛 眼前发黑 似乎要就此涌迹 但丹田内的珠子 立即散发阵阵清凉之意 当即精神一阵 这便是尹志平敢于先下手为强的原因 刚刚在蛇肉中 他就已经发现 原来这药猪不仅可以活死人肉白骨 更可以修复精神损伤 睁开双眼 迎面却是几根经脉 触手直往嘴里捅 根本来不及躲闪 尹志平把心一横 张口狠狠一咬 炙热的汁液喷了一嘴 汁液的温度足以比你岩浆 嘴里当即冒出痴痴的血污 那咬掉的经脉 触手在血口中如动 还想往喉咙里爬 尹志平用先天蒸汽包囊 一口连血带触手一起喷到半空 身影同时迅速后退 撞在身后一个半米粗的蛇尸身上 滚了一个大跟头 那白蛇难得露出惊讶之色 怎么可能 你精神力不可能恢复这么快 尹志平又吐出一口焦黑的血液 舌头已经烧掉一半 腮帮子都只剩一层皮 根本说不出话来 尹嘴里的疼痛 额头冷汗如雨般掉落 白蛇健壮 觉得是一时大意 再度重重叱咤一声 尹志平当即歪倒在地上大腿伸的血水中 血腥味加上脑海中翻僵倒海般的血韵刺痛 让尹志平口腔肺部 灌了几大口蛇血 扶着旁边的蛇尸 尹志平大口干咳 连连吐出几大口鲜血 也不知是自己的血还是蛇血 那白蛇气急败坏 连续不断的叱咤声在尹志平脑海响起 尹志平只觉得脑袋快要裂开 可丹田之中的清凉之意却在不断修复 撕裂与修复之中 尹志平精神力竟然在缓缓增强 这种颇为耗费精神力的方法 白蛇也用不多久 更何况 他本就是一缕残魂 苟延残喘之辈 根本后继无力 喊了一小会 便精神违靡 开始吸收心脏内的热流和红色的血气 补足消耗 尹志平双眼困乏 只想就此紧闭 哪怕是休息一小会也好 但他知道 现在是你死我活的时候 容不得睡去 咬了咬早已没有牙龈的半截牙齿 刺痛让尹志平脸部痛地扭曲 他轻轻挥动剑指 两把血水中插着的黑色宝剑猛地飞入空中 旋转一周后 以北斗七星阵中的天书为起点 经过重重转折威力叠加 最终抵达开阳 遥光两柄黑色宝剑 经由此阵 剑身隐隐射出点点星芒 如两道星辰坠落 一前一后攻向下方的白蛇 再次面对两柄剑的攻击 白蛇已经不会如刚刚一般那么傻 将整个心脏都包围起来 这人类根本就是个厨 不会先到剑阵 所以 直接将所有精神力 化作一个厚厚的圆盾 挡住袭来的宝剑 可宝剑刚一碰触精神圆盾 白蛇猛然觉得有些不对 这威力不对 心中起疑 直接要记起圆盾 抵挡第二柄宝剑 可第二柄宝剑已然微微转头 时机稍纵即逝 就算圆盾已经移动位置 仍然被第二柄宝剑 斜斜穿透圆盾的一边 刺向玉智心脏 那白蛇怒喝一声 第二柄宝剑前 再次出现一层精神力屏障 远处的尹志平 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他双手剑直往前猛地一送 那第二柄宝剑 顿时跟着插进去几寸 犹如实质的精神力屏障 发出刺耳的嘎吱声 屏障缓缓被钻透 这一切只在眨眼之间 等白蛇想要挪用 另一边巨大的精神力来源时 已然来不及 漆黑的剑尖 猛然刺破精神屏障 剑尖一下插入白玉般的心脏 但再难寸进 任尹志平双手如何使劲 真气肆意而出 远方的宝剑仍然毫无反应 失败了 自己是一个被戏耍的猴子 那白蛇要看着自己徒劳挣扎吗 尹志平趴在蛇尸上 直直地看向玉石心脏 他已经预想到对方刺耳的嘲笑声 可等了一会 没有什么嘲笑声 对方眼中如死灰般济然 尹志平正想怎么回事 却猛然感觉心头一沉 紧接着身体像是被压上一座大山 腰不自觉地弯了下来 只想赶紧趴斧在地 好似这样才能减轻重量 再看向白蛇 却见他蛇脸上竟然露出你人话的表情 怒火冲天的眼眸 紧紧盯着插入玉智心脏的剑尖 接着猛然扭头 看向尹志平 一个凡人竟敢回我倒击 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说完 那白蛇身前的玉智心脏猛然动开 里面炙热的白色热流 化作一个白色的大蛇 飞在空中 张嘴就喷出一口白色火焰 尹志平连忙翻滚躲闪 仍然躲避不及 身下扶着的半米粗蛇狮 瞬间被烧得血肉消散 地面近半米的血泊也立即焚干 此次声不断 尹志平痛呼一声 歪倒在身后的血泊中 抬脚一看 半只脚因为没及时撤走 已经烧得只剩骨头 那空中的炙热巨蛇 扬起头颅还要再喷 地面上的尹志平剑指一台 两柄宝剑 一柄刺向心脏洞开出的白蛇 另一柄挣脱心脏 回旋而来 冲向半空中的炙热巨蛇 那半空中的巨蛇 根本不理睬身后的黑剑 正要再度喷出火焰 可身子却猛地一沉 尹志平的两柄宝剑 更是直接跌落在地 刚刚上方那股沉重的威压 似乎再次重重压下白蛇 似乎非常焦急 炙热的白色巨蛇 奋出一条长长的小蛇卷向尹志平 大蛇再次回到心脏之中 化作滚滚流动的液体包围白蛇 似乎在保护它 尹志平现在已经游进灯窟 根本躲不开那条细长的小蛇 他直接钻入血泊之中 顿时生腾起大片令人作呕的焦糊气体 紧接着 身子蜿蜒盘旋 缠绕住血泊中的尹志平 炙热的小蛇刚一碰触尹志平 钻心的疼痛立马冲进心头 随着缠绕几圈 尹志平刚刚生出的皮肤再次焦糊 胳膊 肩膀 腰部 大腿等血肉 也煞时间被烧成一道道焦炭 露出森森白骨 但这白骨好像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尹志平没想到 自已会这样死去 在探索中死去 也算死得其所 就是师尊 几个徒弟 还有小狐狸他们 他心中放不下 心中隐隐不甘 那预知心脏处的白蛇 并未分神 看向这个快要死去的蝼蚁 他树桐望向头顶 似乎觉得周身的防护还不够 瞥了一眼尹志平 准备召回这一条小蛇 可就是这一瞥 就再也没能移开 他看向影志平被烧焦的腹部 焦黑的血肉中露出半块要珠 他树桐中 充满震惊和不可思议 张了张嘴 巨大的洞穴内 回荡着一个名字 他画天珠 第85章 梦境 洞中回荡的声音 似乎触及了某种禁忌 原本头顶的重压 顿时如天崩海啸般落下 一道紫色的雷霆河流 直接洞穿层层岩石 瞬间劈到白蛇头顶 预知的心脏阵眼跟纸壶一般 刹那间碎裂 白蛇身子微缩 四周炙热的溶流 全部吸进小小的身体 然后张口一吐 一道刺目的光芒 从口中飞出迎向落下的雷霆 但这道极致的炙热白光 也只是挡住了片刻 后方重重雷霆席卷 瞬间覆盖住白蛇 砸入地底 巨大的洞中 一切全都安静下来 地上半米深的血泊 缓缓流入中间 被雷霆击打出的声洞中 渐渐露出地上影志平的身体 此刻他身上有数道 深可见骨的伤痕 如被烧红的锁链 从头到脚缠绕十来圈 肚子里 内脏肠子基本全被烧焦 这样的伤势别说旧 完全可以直接埋了 但此刻 影志平被蛇血染红的肋骨下 隐隐可见 一个干瘪的心脏 在微微跳动 时间飞逝 这几天 春雨连绵不绝 山林之中 草木青翠玉滴 大树下 小溪团团往山林低洼处流去 其中一道小溪流 顺着半山腰流动时 下方却突兀地多出一个大洞 往下看去 有黑一片 深不见底 小溪流当人不让 直接顺着大洞上侧流入洞中 朦朦朦朦朦中 影志平做了一个梦 自己睡在沙发上午休 居然不知怎的 穿越到了武侠小说中 而且还成了人人喊打的影志平 可能是同名同姓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缘故吧 影志平也没在意 既来之则安之 没想到 因为当初在西藏戈壁上 捡到的一颗珠子 得了一片仙金 之后更是去寻普斯取舌 冒险获得齐花 功力大增 借着郭靖的英雄大会 大出风头 最终间接掌权大宋 驱除蒙古铁骑 乐趣味般将封建礼法传播到蒙古 当了长教 但又不想管事 只想逍遥自在去修仙 但在第五世界修仙根本没有可能 所以 再去当初齐花那里寻找机缘 可却碰到一个疑似要求的存在 自已疏死一搏 最终被对方的蛇形烈焰 活生生烧死 剧烈的疼痛 让尹志平猛地睁开双眼 摸了摸胸口 隐隐有些疼痛 他气愤不已 站起身来 准备换个衣服 找女朋友寻求安慰 可还没穿戴整齐 外面就响起了敲门声 打开门一看 居然是自己的女朋友 可不应该啊 韩宝部长这个模样 看着对方甜美的笑容 他总觉得有些诡异 为什么这张脸这么熟悉 但他怎么就记不清了呢 他站在门口 看着笑容满面的女朋友 陷入疑惑 呆了一下 可对方脸上的笑容 竟渐渐僵硬 甚至有种扭曲之感 他隐隐想起 自己似乎在梦中 得到过一棵诡异的树 树上有一张张鬼脸 就长这样 那棵树叫什么来着 怎么记不清了 他皱起眉头 苦思冥想 可对方僵硬的笑容 越发扭曲 似乎快要到了爆发的边缘 尹志平不敢耽搁 连忙主动搭话 韩宝 你怎么来了 对方听到尹志平的声音 似乎一下子恢复了正常 但脸上却如橡皮泥一样蠕动 最终居然真变成了韩宝的模样 但是他口中清冷的话语 却是一句 尹志平在梦中熟悉到 不能再熟悉的话 尹道长 你叫我什么 声音响起的一刹那 尹志平猛然记起 这是小龙女的声音 脑中顿时如一道闪电划过 尹志平神色震怒 伸手一掌扇向对方 口中高鹤 妖魔鬼怪 也敢装我女友模样 找死 出手之际 手掌尽量起光芒 一巴掌将身前的妖魔扇 飞到楼梯下方 尹志平连忙关上防盗门 转身第一眼 就是看向沙发上面的物品架 上方一个格子中 空无一物 那原本应该是那颗 玄黄色珠子摆放的位置 万般思绪在脑中转过 身后却又传来铁皮开裂的声音 几道漆黑的树枝 穿透防盗门 像几只鬼手一样猙獰 想要插进尹志平的身体 尽情吸水 尹志平双腿摆开 微微一弯 整个人猛地向窗户冲去 咔嚓一声 窗户瞬间破碎 尹志平撞破玻璃 飞身从五楼月下 落在楼下的广场上 脚下地板如蜘蛛网般 层层开裂蔓延 可原本应该是老人孩子玩乐的广场 却空无一人 天空大亮 身下居然没有影子 尹志平往上抬头一看 心中顿时一惊 一颗长满蠕动的血肉丝丝的巨大圆球 正在头顶上方大放光明 那些蠕动的肉丝 如无数根触手在空中扭动 似乎在捕捉什么 慢慢下落 想要接近尹志平 尹志平此时恍然大悟 已然记起这两个妖魔 一个是试魂术 一个是那咬珠 当即盘膝而坐 宁心守神 道音从口中缓缓送出 天地自然 晦气分散 洞中玄虚 黄朗太圆 尹志平不再管周身事物 一心沉浸在 镜天地神咒中 道音不觉 朗朗上天 整个人身体缓缓发出轻芒 漆黑的树枝隐匿 巨大的血肉珠子升空 周遭一切事物渐渐消融 无尽的黑暗中 只有尹志平散发着点点轻芒 就这样 时间流逝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尹志平耳边 隐隐传来滴答滴答的水声 那声音如在耳侧 紧接着 鼻尖呼吸的气息 脸颊的清风 下身的微凉 四周像是一下活了过来 尹志平缓缓睁开双眼 发丝遮盖眼帘 才发觉 自己斜躺在地上 地上是一片血红的干涸血痂 撑起虚弱的身子 尹志平缓缓站起 才发现自己四周 堆积着如山般的蛇尸 而自己前方正中央地面上 似乎有一个圆润的洞穴 抬头向上看去 同样大小的一个洞 洞中散发着微弱的光芒 照耀着下方的大地 小鼓流水从上方的洞中落下 那滴答声 正从高高的穹顶岩层上 落下发出的声音 尹志平不知后来发生了什么 但梦中的记忆 他心中不禁有些冰凉 但此刻不是关心这个的时候 微微闭目感应一下 发现丹田只有一丝微弱的真气 他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 只能捡起地面上被血痂覆盖的宝剑 来到一条蛇尸的腹部 轻轻一滑 蛇鳞蛇肉瞬间裂开 里面是干瘪瘪的蛇肉 说明时间已经不短 第86章 回谷 尹志平也好奇 这蛇肉放这么久 理应发臭才对 但看这样子 还有化成肉干的趋势 加上地上干硬的血痂 尹志平双脚踩了踩微微烫脚的地面 又看向中间那被雷霆劈成的圆洞 里面还冒着屡屡雾气 已经明白 那心脏没了之后 下方的地热上涌 恐怕是这些巨蛇血肉未复的原因 但是什么杀了那白蛇呢 尹志平想起头顶上沉重的威压 心中隐隐有所猜测 想到这种能量转换的阵法 尹志平手上动作又快了几分 不一会就挖到蛇腹下的蛇胆 胆汁大多已经干涸 只剩半个人头大小 尹志平拿起凑近鼻子下闻了闻 好像没臭 心下一横便直接啃咬 没想到居然还挺有嚼劲 正好腹中早就饥饿难耐 胡伦吞早般炫完 顾不得地上的血痂个屁股 盘膝坐下 稍稍运转全真心法小周天 却只恢复了一成真气 看来这些蛇胆大多能量已经流失了 不过这也比修炼来得快 当下化身挖胆狂魔 手起见落 挖完就吃 一个时辰后 丹田之中的真气 总算充盈起来 看到还有很多蛇胆未挖 想了想 又挖出两个最大的 打包带回去给小狐狸吃 两柄宝剑悬在身侧 尹志平用一片大大的蛇皮 做了一件长毯 围住赤裸的身体 又搁一小块 做个简易的包袱 背着两个蛇胆 来到中央圆洞穴处 不知是不是错觉 他总觉得 这两把宝剑 似乎诱重了一点 有黑的剑身上 内部多出了一些星星点点 但不管如何 有变化就是好事 经脉触手 已经化成硬邦邦的石头 洞口处圆润自然 似乎是被巨大的热量 融化而成 下方积了不少水 但从蒸腾的热气看 应该接近沸腾 尹志平蹲下身子 将手放于洞口处 尽力脱体而出 缓缓沿着洞壁向下 越往下探 尹志平越吃惊 这洞穴竟然足足有几十米深 他的尽力 最多能延伸到五十米左右 在下方还是干涸的血子 尹志平不知道 下方还有多深 经过这次生死 尹志平只想尽快回去 下方的炙热 也不是自己能承受的 以后再来探索吧 可惜了这地热转换之法 要是自己能够得到 也就不再怕缺少能量 仰头看向头顶 一点微光照射进来 看不到天空的颜色 说明此洞非常深邃 也不再耽搁 蒸气叠加尽力外放 整个人飞山起 冲向高空的圆洞 一米多宽的洞穴刚好 随着持续上升 护体蒸气释放 阻挡引头的雨水沙石 一路向上飞去 半个时辰后 尹志平冲过下落的水墓 直飞上天 才发现此时天上 阴雨绵绵 乌云密布 尹志平辨别一下方向 低空飞行 于山林间飞纵 走着走着 突然听到前方有人声 待在接近些 却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来到近前 确实是的 正是徒弟李青山和周清旭 尹志平的突然现身 同样让两人大吃一惊 随后露出满脸的欢喜之色 看到尹志平身上的皮质衣服 也没敢多问 出了碧雨的石洞 急忙躬身行礼 师尊 可算找到您了 怎么了 可是出了什么事 两个徒弟躬身解释 陆统领来信说 师尊没有留信 已经一个月没见到您 秋祖师派我们前来寻找 根据小狐狸的指认 说师尊您的气息 是在这片山林里消失的 大师兄和陆统领坐镇谷中 对外宣称 师尊闭关 令我们前来寻找 嗯 现在是几月几日 尹志平想要知晓 自己在地底待了多长时间 回师尊 今日是三月二十日有时 尹志平心中微微一宽 又问了小狐狸的去处 吩咐两人回去报平安 身形一转 迅速转身 去往小狐狸红鹰方向 不一会 尹志平来到一片森林 还未等喊话 小雨中的丛林里 钻出一个湿淋淋的红色身影 正是小狐狸 她一下扑到尹志平怀里 尾部缺少的毛发 已经重新长出 浑身湿淋淋的 在胸口舌皮上磨蹭 然后站起身来 配合着急速的双手 嘴里阴阴阴说个不停 眼里全是担忧之色 尹志平轻轻抚了抚红鹰的头 热气蒸腾 湿漉漉的毛发重新干燥 真气震荡 雨水进步的周身三尺 尹志平温声说道 你说的我都懂 这次让红鹰担心了 安心 以后一定带着你 来 快看看 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 说着 取出背后的两颗硕大的舌胆 小狐狸略微稀稀鼻子 有一股浓重的血腥味 但能感觉到 吃了这两个东西 对自己有很大好处 就如小时候 自己看到那颗会发光的草一样 当即也不客气 直接开吃 尹志平抱着小口 啃食舌胆的红鹰 在云雾山林间 慢慢前行 等到了居所 才发现两个徒弟 还没自己快 索性直接来到书房 门口守卫的两个士兵 看到从天而降的尹志平一愣 接着立马行礼 尹志平点了点头 推门而入 很快 书房门在被敲响 陆通和大弟子张清风 前来问安 你们做得不错 不要透露我归来的消息 对外继续宣称闭关 还有 陆通 给我找一个两米长 半米深的石槽搬到这里 尹志平对着身前的陆通吩咐道 陆通领命前去 尹志平问了些全真派的琐事 还有个弟子的修为 见一切进展正常 也就不再插手 距离间冲洗一下身子 又换了一身衣服 正好陆通已经带人 抬着石槽来到书房 又让人加了半槽水 此时天色渐晚 匆匆吃把晚饭 独留三个徒弟 与小狐狸在书房正厅 厅内烛火通明 尹志平坐于守卫 对着张青山说道 青山 维师记得 你有一把匕首 拿来给维师用 李青山立即从宽大的道袍一侧 抽出一柄寒光闪闪的金铁匕首 公身递给尹志平 尹志平接过匕首 走到正厅中央摆放的石槽旁 解开长服 掀开礼衣 手掌摸了摸腹部 对着肚子就是一刀 师尊 应应应 三个弟子大惊失色 连忙上前 小狐狸更是直接从房梁上 跳到尹志平肩膀 尹志平另一只手伸到半空 让几人稍安勿躁 他低头看着腹部 血液顺着匕首缓缓流出 那刀口周围的血肉 似乎在慢慢蠕动 想要修复着破损的伤口 第87章 另一个字节 正厅水槽旁 尹志平手持匕首插入腹中 另一只手摸了摸腹部某个位置后 再度向上一拉 切开一道手掌大小的口子 鲜血哗哗地往下流 落到石草里面 再将手伸入腹中 一阵摸索滑腻的肠道 还有剧烈的疼痛 让尹志平额头冷汗直流 旁边三个徒弟和狐狸红鹰 更是看得心惊胆战 摸索一会 终于碰触到一个圆圆的珠子 尹志平捏住圆珠 感受到圆珠表面的律动 咬了咬牙 一把掐断连在肠子上的药珠 掏了出来 再同时用蒸汽包囊住肠子 和腹部的伤口 避免伤口感染 和血液流失 再看手中血红色的药珠 上面钉满了自己的血肉细丝 如同一个活物一样蠕动 周围三人一兽 何曾见过这种东西 全都傻愣愣地呆在原地 尹志平将手中的药珠 扔进深下的水槽中 里面的血液 已经将槽内的清水 染成淡淡的红色 一颗蠕动的药珠沉在槽底 将匕首递给双手 颤颤巍巍的李青山 尹志平吩咐道 我在里间养伤 书房这几日 严禁任何外人进出 你们三人要每日观察 水槽内的动静 有变化要立即报给我 都明白了吗 三人见到如此诡异的事物 心都跳到嗓子眼了 哪敢怠慢 纷纷应事 小狐狸则阴阴地问 自己需要干什么 你辅助他们三人即可 就这样吧 我要立即疗伤 说吧 尹志平返回书房里间 留下正厅内的几人 大眼瞪小眼 接着 三人搬来一个蒲团 小狐狸红鹰则趴在房梁 准备日夜守候 第一日 张清风来报 水槽里的血液被那珠子吸收 变得清澈见底 第二日 李青山来报 水槽里的珠子结了一层肉膜 看不清楚 第三日 周清旭来报 水槽里珠子的肉膜浮出了水面 在慢慢长大 第四日 张清风携红鹰来报 那肉膜长满了水槽表面 问是否揭开看看 尹志平另几人不要妄动 继续观察便可 后面便是颇为枯燥的日子 那肉膜一天天没有任何变化 小狐狸忍不住枯燥的蹲守 早已跑得没影 三个弟子开始轮番指手 直到这一天早晨 大弟子张清风一脸惊恐 跌跌撞撞跑进里间 嘴里结结巴巴地指着外面的水槽 想要说什么 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尹尹尊那那 尹志平此时内外伤势已基本去痊愈 见着老城持重的大弟子如此惊慌 那必然是有天大的事情发生 当即顾不得什么 一个闪身瞬间来到正厅 只见石槽内 池水清澈见底 但水中却沉着一具赤身裸体的男人躯体 而这男人的面貌竟和尹志平一模一样 虽然心里早有猜想 可亲眼见到尹志平也是浑身发毛 一种阴霾笼罩心头 他在仔细观看 却发现这沉在水底的男人 眼皮下面的眼珠似乎在滚动 像是陷入沉睡一般 尹志平脸色难看至极 手掌清光耀眼 当即就要一掌打下那水槽中的尹志平 似乎感觉到了危险 眼珠转动得更为迅速 紧接着似乎像是做了一个噩梦 猛地从水中起身 大口喘气 他头发湿零零 满脸水珠 双手扶着水槽两侧 睁开的第一眼 正好看到水槽外的尹志平 正局长打来 他显得无比震惊 你还活着 第88章 抉择 正听当中 水槽内的尹志平震惊之余 才下意识脱口而出这句话 此时还想要说什么 但整个人已被青色的剧长拍中 水槽碎裂 中间的尹志平也化为一滩肉泥 血肉掺杂着池水 流了一地 这时 李坚缓过神来的张清风来到正厅 就看到正厅地板上几块血红的肉泥 陆续燃烧成灰 半空中水汽缭绕 血肉的浇湖未密布 而自已师尊尹志平盘坐在地 手中正拿着一颗珠子关桥 张清风见此 心中更是惊骇 这盘坐的是 刚刚那水池中的师傅 还是李坚疗伤的师傅 心中惶惶 不敢出声 尹志平没有转头 仍然能感觉到 身后大弟子紧张的心跳声 当即一抬手 剩余的肉泥碎石 还有地上的血水 全部焚烧成灰尘和蒸汽 在灰几下 正厅门窗洞开 一阵强风吹过 将正厅清理得一干二净 清风 不必害怕 协议已经被我铲除 我在重阳宫留的是魂术还在吗 张清风听闻师尊熟悉的话音 心中缓和下来 连忙回答 在 在的 师尊 还在您的卧室内放着 尹志平摸着手中的圆珠 心中思绪分杂 这颗珠子 居然这么神奇吗 他在临死之际 瞥见那白蛇露出惊恶之色 那这颗珠子的来历必然不小 但自己那时已经意识全无 根本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 后来他整个人痊愈醒来 心中反而对此珠更加戒备 那梦中的场景 绝不是一场普通的梦 自已修炼至今 精神早已精炼无比 不可能会有这种杂念 所以回来后 第一时间从腹中取出药珠 上面蠕动的血肉 和自已在梦中所见基本一致 才有这次试验 结果也如自已所想 这颗珠子 不仅能生死人肉白骨 以及修复精神损伤 更是可以将死人重新复活 他对自已熟悉的不能再熟悉 从刚刚水槽内 醒来的影制品眼中 他已经明白了 对方的所思所想 也知道 对方似乎多出了一段记忆 可惜这颗珠子 不能让人恢复年轻 目前看 只能修复到死前的阶段 但谁能保证复活的那个 是真正的自已呢 这颗珠子如此诡异 那自已的肉身呢 被修复的血肉 是否会受着珠子的影响 影制品心头沉重 站起身来 也没回头 我去重阳宫一趟 你们功课不可懈怠 是 师尊 张清风功身领命 抬头时 影制品的身影已经飞入高天 他心中很是羡慕 这种陆地神仙的手段 什么时候自已才能学会啊 且说影制品在空中风驰电掣 不久后 人已落到自已院落里 打开门后 储物柜上的木盒仍在 剑寒玉石碗中的试魂术 那些扭曲的鬼脸 似乎困在里面疼痛难耐 影制品不禁又想到了梦中的场景 原本这两件邪物理应随着时间流逝 渐渐化为凡尘俗物 是自已找到他们的 还是说他们找上自已的呢 影制品心中 隐隐有些担忧 这些极有可能是以前修仙大能 不甘消亡 遗留下来的鬼物 自已已经沾染甚深 现在唯有努力提高修为 才可避免落入险境 沉思片刻 影制品将盒子装起 准备带走 这时 门外有道童禀报的声音响起 掌教真人 邱师祖有请 影制品背上包囊 路过数个大殿 来到崇阳宫后面一个小院子内 这里正是邱处基的居所 听说之前是王崇阳的住处 来到院内 道童躬身退走 带进了院子 和记忆中并无两样 古百清脆 严林悦耳 院内一个白发苍苍的老道 正盘坐在一棵鼓松下 影制品上前见礼 师尊安好 邱处基缓缓睁开双眼 你这掌教当得可真好 一点事物也不过问 全凭下面的人做主 老师尊您费心了 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邱处基伸了身手 示意影制品坐下 开口道 不是什么大事 少林那些武僧 自从被遣散后 大多都去了南少林 多有为难我教弟子 正好掌教你在 可有法子 影制品再次一礼 这是徒儿惹下的事 自当有徒儿解决 我会修书一封给朝廷 让其对南少林多加管制 嗯 你知道就好 毁人传承 不是一代两代就能了亲的 当做好打算才是 是 师尊 邱处基看了眼影制品 身后背着的盒子 再次开口道 全真教数大招风 如今有掌教在自然美式 可掌教若是闭关苦修 门中弟子大多修为 又上不了台面 不知掌教有何解决办法 影制品点了点头 想到蛇骨字衣已经探索完毕 为避免那些菩司驱蛇绝种 何不搞一个养殖基地 正好可以作为 全真教的一份抵御 师尊 有方法 我如今所在的谷中 相信您也有听说了 有一种蛇 名叫菩斯驱蛇 蛇胆吃了 可增加内气修为 师尊可带一部分门人 前去管理饲养 邱处基淡淡地点了点头 算是同意了影制品的办法 之后 邱处基又给影制品 说了些教宗事物 还有宋朝谢太后 多次差人送信说 想要来三清殿朝拜 可每次都被旁冲阻拦 影制品左耳朵近 右耳朵出 神游天外 邱处基见此也是无奈 冷哼一声 让其自行离去 影制品匆匆回到长春谷 刚到书房 就见房梁上跳下一个身影 一脸委屈的对影制品诉苦 原来是红鹰吃了蛇胆后 感觉本事大涨 想要一雪前耻 又去找神雕练手去了 下场嘛 自然仍就被按在地上摩擦 看着小狐狸身上少的毛 影制品摇了摇头 玩耳一笑 小狐狸红鹰健壮 立马再次跳上房梁 接着扔下来一个玉瓶子 影制品打开一看 原来是玉蜂蜜啊 这小东西 都会贿赂人了 影制品缓缓升起 带到与房梁平齐 才发现 宽大的梁木上 放着五六瓶玉蜂蜜 还有一瓶香水 红鹰正拦在玉蜂蜜前面 不让影制品看 影制品不由得哈哈一笑 笑着道 还去找人家出什么气 你偷了这几瓶 别人把你挤搓毛 算是抵消了 红鹰文言 将瓶口放在影制品鼻子下方 让影制品闻了闻 然后对着自己的嘴 仰头咕嘟咕嘟 直接一口喝完 又拿空瓶给影制品看 影制品心情好了不少 逗弄道 我有一个办法 你将喝完的瓶子偷偷放回去 小龙女和神雕 可能以为是自己喝完的 还会往里装 那时候 你再去偷过来 神不知鬼不觉 这个方法好吧 小狐狸被转移注意力 当即双眼发光 很是赞同 影制品逗完小狐狸 来到书房里间 拿出药猪和试魂树 放在桌子上 暗暗沉思 那白蛇吸收地热之法 确实非凡 只怪自己实力不足 无法获得地热转换之法 反而差点生死 可见实力是多么重要 这试魂树 回想当初的模样 似乎是断掉的树枝 那它的本体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是要引人过去 还是自身将死 留下一个种子 以待将来 影制品不得而知 但这种诡异的地方 必然意味着致命的危险 它不可能每次都要使用药猪 若是自已全身都是要诛生成的血肉 那 它不敢想象 想起梦中的场景 若当时的自已是一团精神力 是否意味着是魂树和这个珠子 都在抢着想要吸收我的灵魂呢 愁愁良久 影制品心中下了一个决定 实力最重要 若是丹田和经脉 全部布满真元 那自已定然会有难以想象的好处 也有足够的能力 再去探索一番 想吧 带着这两个东西 回到自已卧室内 蹲下伸手贴在地面一块石砖上 尽力透地而入 再往上一抽 一个两米高的方形土珠升起 影制品挥手削去下部一小节 将视魂树还有药珠放进去 再将土珠放下 手掌微震 下方严丝合缝 视魂树和药珠 就先埋在这里吧 影制品拍了拍手 叫人喊路通去书房相见 不一会 身上粘着石屑的路通进到书房 影制品让其坐于桌子一旁 如今工匠们驱迟轮挖走到何处了 路通一脸愧疚 回国师 前几日阴雨连绵 加上山中水势无常 数大时间 目前仅挖掘有十公里 影制品点了点头 此事不急 你上次描绘的前进路线 可带在身上 有 属下带着呢 路通说着 从胸口外衣内 取出一个白布地图 影制品接过 问询了几个地点 拿起一旁的毛笔 顺着地图画了一个圈 又标注几个地点 那句蛇画石 我已尽数知晓 现在需要做的 便是用那些蒸汽设备 顺着我画的这个线路 真人会来和你共同处理 以后这里面的蛇胆 你们自行分配 石杖 那可是比一般城墙都高 路通有些折舌 无碍 有这些机械 不成问题 是 大人 影制品吩咐完其余一些事情后 说自己要闭关修炼 便带着小狐狸红鹰 飞向山谷后方的无尽森林 第89章 闭关 影制品携带一些简单的行李 小狐狸红鹰也背着了小包 里面全是他的瓶瓶罐罐 一人一兽飞在丛林之中 落日西斜为群山万鹤披上一层金色的衣纱 很快 影制品带着小狐狸来到一处如利剑般的险峰下 此处正式建筑 独孤求败 为其宝剑巡的藏地 位置自然极佳 站在石台上 下方郁郁葱葱 山林草木颇为茂盛 正前方是开阔起伏的山栏地脉 四周视野开阔 坐西朝东是一个绝佳位置 但此地是有主的 影制品与红鹰在空中转了个弯 跨过一个山头 来到一处半山腰的巨大洞窟前 山洞门口 已被小龙女用长木做了一个简易的宽大木门 上面爬着一圈绿植 隐隐能看到花孤朵 一些御风从门口来来往往 里面空间颇大 上头又有悬窗 再走近些洞西侧平坦处 一张四周开满鲜花的藤床赫然在望 真如神仙洞府一般 只是洞内无人 也无神雕 只有一排排御风 飞向高处 一块石台上 那里有几个风向 主人不在家 也不好擅自闯入 尹志平迈进几步 见没人 便又回转到洞口处静静等待 小狐狸红鹰对这里倒是很熟 正想下去 就听见山林里小龙女同神雕的对话声 转眼间 一人一雕的身影 出现在尹志平和小狐狸红鹰面前 再次相见 小龙女神情微微一顿 似乎没想到尹志平会主动找来 但很快反应过来 恢复了以往冷冷清清的模样 直接开口问道 尹真人可是有事 尹志平一个起手 龙姑娘 我需要再剑种那闭关一阵子 所以特来向寻 小龙女看向神雕 毕竟那剑种是神雕看护的地方 神雕看了看尹志平 又歪头看了看小龙女 哪能不明白两人意思 想到那也不是主人的坟种 只是一些放兵器的地方 当即咕咕地叫了几声 算是同意了 尹志平再次谢过 对着神雕和小龙女说到 我每七日最后一天 朝夕时会在剑种上讲解道经 你们和红鹰可一同前来听讲 小狐狸一脸凶相 对着神雕呲牙咧嘴 不愿意和神雕同听 但他不知道 他身后的背包上 已经盯了五六只玉蜂 那是他喝玉蜂蜜 瓶塞没盖紧 留出来的点点玉蜂蜜 眼见玉蜂越为越多 尹志平可不想被抓个现行 那不丢人丢大了 于是不理会小狐狸的不满 急匆匆回到石台上 对着小狐狸一通解释 才勉勉强强将其哄好 此时天色已黑 尹志平在剑种最下方 挖出一个两人大小的石洞 将行李武器等东西放在里面 同时也算给红银一个居所 平日里 他可以尽情在山林间玩耍 每日去一趟长春谷便可 以防外界有急事 寻不到自已 就这样 尹志平也不歇息 趁着月色盘坐在石台之上 仔细思索自身道路 和后续修炼 自已虽修有先法 但是只能为内功修炼提供帮助 现在修炼的 还是全真内功 以及先天功 自已最强的 便是从龙象般若宫中领悟的 可转换为飞行之法 在中南山水潭悟道 领悟极阴极阳之法 后在草原上对抗天地之力 更是领悟了精神领域 使自已种种手段 在武林人士看来 如陆地神仙一般 但悟道炼至先天顶峰之后 已经不是功法秘籍能够推动的了 更多的 要悟出自己的悟道 尹志平如今已领悟精神领域 可以说 只要化真气为真元 就可以自然而然的身为大宗师 一举一动 可携带天地之力 俗话说 巧妇难坐五米之吹 整个天下 都没有入先天的高手 可想而知 天地之间 武道使用的清灵之气 稀薄到什么程度 难不成等未来张三丰到了先天 自已再去与其论道 共谋后路 上次悟道 神容天地 两个月才凝结一滴真元 如今自已日常修炼 也不知多久才能凝结一滴 先试试吧 只有提高了实力 才有机会探索更多可能 当下 尹志平摒弃宁神 在缓缓散入空中 使自已精神与天地相合 暗暗运转先天宫 吸纳天地清灵之气 剑种平台上 微微刮起轻微的小风 如旋风一般 围绕尹志平 明月高悬 山林间崇明寿后 一派原始风光 第二日清晨 尹志平仍然纹丝不动 小狐狸得了尹志平吩咐 不去打扰 按时自去长春谷一趟 其余时间都是在山林中称王称霸 有时也与神雕周旋一阵 待到第七日清晨 尹志平除了微微消瘦些 并未有什么变化 浑身清洁如星 小狐狸和神雕 还有小龙女 在平台下围观 准备听听尹志平讲什么道 尹志平正对朝阳 金色的大日照的浑身泛起光芒 尹志平精神扩展到最大 最远处足有五十多米远 正好可以覆盖到石台下方的 两寿一人身上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 冤熙四万物宗 独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待 静修六日 此时开口 字字沉重 如同中大鼓响彻心田 一壶一雕 沉迷其中的韵律 不知听没听懂 小龙女眼中 反而不时有灵光闪过 尹志平讲完 闭目细思自然大道 与别人讲 和字以悟不同 与人讲 会讲字以所知而录无知 字以悟 悟到多少便是多少 不知全貌 这次讲完 尹志平 引有更深层次的收获 心中愉悦 也不觉得枯作六日烦闷 当即起身 亦飞冲天 留下方 一人二寿继续领悟 第九十章 第七日闭关 且说尹志平飞入高天 深如闪电 急速来到前段时间 九死一生之地 那处地下蛇窟之中 通过一米多宽的隧道 尹志平身影 急速向下 等再次来到地底 巨大的洞穴中 温度已恢复常温 尹志平看着中央 被积水灌满的地洞 心中百感焦急 此时他已经隐隐明雾 当时那股威压 恐怕唯有天威 才能如此宏大 也唯有天雷 才能杀死这种妖兽 可这不是快要到末法时代了吗 想起白蛇的厉害 也不知道死没死透 而自已那两把宝剑并未带来 站立宁市一会 最终转头去探查旁边的蛇肉 早间蛇肉已经被地热熏成肉干 现在温度恢复 恐怕要不了多久 这些蛇尸就会被细菌分解腐烂 尹志平挑挑拣拣 找了两条稍微直溜完整的干蛇 一米粗细 足有五十米长 抓起舌头起身飞入空中 这两条干蛇族有近二十吨重 压得尹志平身子都微微一沉 沉阴片刻 为了一劳永逸 耗费就耗费吧 尹志平用蛇皮将两个干蛇记住 抓住蛇嘴外露的两个长长的獠牙 举在头顶 六日闭关得来 那一缕浓厚的先天真气放出 整个人从巨大的洞穴底部猛然窜起 远处看 如一头地龙拔地而起 飞入穹顶的圆洞之中 两个时辰后 尹志平气喘吁吁 以自以力气拉动这两条蛇 当然没问题 但现在是飞在空中 真气消耗颇大 两条干蛇直溜溜地垂在空中 尹志平抓着蛇牙飞在最上方 这般场景吓得底下森林中 鸟飞受散 一路热闹非凡 来到剑种 尹志平真气已所剩无几 将直条条的干蛇横放在剑种平台下方 尹志平急忙盘坐在石台上运功回气 待到赏午饭时 神雕 小狐狸 以及小龙女 才来到剑种 瞧瞧尹尹志平回来没 准备一起吃饭 乍然见到剑种下方多了两条巨蛇 一条金灿灿 一条黑漆漆 灵甲森然 体型如远古巨兽 令人望而生畏 神雕当即就要展翅高飞 却被细心的小龙女白手制止 只因那两条巨蛇身体僵硬 腹部萎缩 似乎是条干尸 加上巨蛇头颅上有两个利刃缺口 理应是两具死去多时的尸体 浑身炸毛的小狐狸也发现了这点 就这样也是绕着两具尸体 快速跑上石台 小狐狸红鹰手舞足蹈 盈盈盈指着下方两具尸体 似乎是吓到了 尹之平摸了摸小狐狸毛茸茸的头 不要怕 他们已死去多时 我将他们带来 是拿来吃的 小狐狸红鹰听完 立即将住身子 他傻愣愣地看着下方 那身子都比他要大个几倍的巨蛇 是拿来吃的 一时间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尹之平见此 抱起小狐狸落到下方 对着神雕和小龙女说道 正好我也饿了 咱们一起吃如何 说完指了指身后的两条庞然大物 小龙女和神雕待了一待 接着很快反应过来 小龙女看了一眼神雕 之后一人一雕轻轻汗手 既然如此 我去料理蛇肉 你们寻些野书 也果当作配菜怎么样 小狐狸和神雕对视一眼 似乎想到了什么 立即散去 小龙女则转身去了居所 那里有她种的蔬菜 现场只剩下尹之平 她也没闲着 来到一个巨石的高处 闭目凝神 两把宝剑飞来 紧接着 尹之平微微升起 精神领域覆盖周身五丈之地 四周黑色剑影纷飞 一块块巨石化作石板 石柱 石梁飞在半空 石板自动组合排列在地 四根石柱立于四角 石梁浮起落在石柱卡槽处 秩序井然 石片从两团剑影处不断飞出 排列到梁上方的石船上 很快一个宽大的石亭坐好 接着 一柄宝剑继续穿插于石头间 销出一个巨大的石桌 还有石碗 石锅等用具 另一柄宝剑 飞入不远处的森林 两棵大树倒下 一根根干燥的木条 木片飘来 组合对接成树把 大被靠椅和躺椅 刚刚结束 正好小龙女提着菜篮子 来到镜前 见到 只是拿菜的功夫 一做食物就建好 且里面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各种餐具不说 有靠椅板凳 巨大桌子 还有一种长椅可躺 简直看得小龙女 好奇心大起 她也是喜欢做些木屋花园的 所以对尹志平的这种本领 颇为羡慕 想着以后定要请教一番 尹志平做完这一切 见小龙女提着一个竹腾篮子 做得很是精致美观 上面放着刚采摘的青色蔬菜 对小龙女招了招手 让其跟随自己 带着小龙女来到石厅侧下方 一处带有湿润的石缝旁边 尹志平伸手摸了摸湿润的石缝 想必 这里应该有盐层渗透水 当下两柄宝剑飞来 化作飞速旋转的剑轮 不宜会挖出一个 五米深一米宽的石井 下方正向上渗出清澈的泉水 指着石井 对小龙女示意了一下 以小龙女的功力 吸出井水不在话下 小龙女洗菜时 尹志平已经来到两条巨蛇旁 看了看太阳 按周一五行分析 列阳当空 此处又被西向东 目在西南方向 水在西北 今当在东南 正和石亭的位置 分析完毕 尹志平来到金色巨蛇旁边 掐指一算 今日是4月27日 也是自以第七日闭关 当顺七大位 顺着舌头往下七丈 中指与食指并拢 捏了一个剑指 对准脊椎骨处缓缓滑下 身旁悬浮的宝剑 紧跟剑指 滑开蛇鳞 露出里面熏干的蛇肉 上下各滑七寸 连连滑出七块 这是流进了血水的蛇肉 白质晶莹 犹如玉化 七大块肉掏出 锯出上方七寸 只留紧贴脊椎骨处的肉 正好得到七块七寸的正方形脊椎肉 这种肉 正是做肉松的最佳部位 七块脊椎肉 跟在尹志平身后 来到石亭 尹志平站立在七块脊椎肉中间 只见七块脊椎肉旁 浮现七对龙象身影 紧接着 龙象尽力迅速覆盖七块脊椎肉 化作旋转的末盘 对着脊椎肉疯狂碾压 带揉压出肉丝 下方石井处 飞来一道水流 汇聚在空中 与七团肉丝相混合 接着 七团肉丝合而为一 尹志平身后 随着温度升高 香味与蛇肉相融 这时洗完蔬菜的小龙女 也来到石桌前 一脸好奇地 看着半空中 这种新奇的烹饪方法 正要问时 两人对面的丛林中 枝叶剧烈晃动 如海浪一般席卷而来 第九十一章 岁月 那如波浪般的大潮 很快冲到森林边缘 只见绿色的森林中 当先露出的是神雕 还有小狐狸红鹰 紧接着 身后跟出来一大群猴子 众猴或手持苹果 橘子 桃子 或手捧葡萄 香果 更甚者 最后面还有抬着西瓜的 尹志平和小龙女 看得面面相去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小狐狸和神雕 已经跑到二人进前 那些大大小小的猴子 却猛然停在凉亭下方 不敢上前 个个露出惊恐之色 就算小狐狸红鹰 和神雕驱赶 也没办法 毕竟这种巨兽 给动物的冲击力很大 估计今天晚上 他们都要做噩梦 梦见自己 被蛇吞吃 尹志平已经明白过来 这神雕 也跟红鹰学坏了 都知道压榨别的动物了 神雕 红鹰 让它们 放下手中的果子便可 神雕和红鹰 见下方混乱的场面 也知道不好解决 当即站出 对着猴群里 大声吼了几声 很快 那些猴子中 有一个体型较大的苍原 蚊声 跳到一个大石头上 对着猴群吼叫几句 下方的众多猴子 立马放下手中的水果 逃也试地跑了 见如此多不同种类的水果 想必这些水果 是一直存放在地下石窖之中 才能保存到现在 那苍原也是一只异兽 不知和上次那个拿狼牙棒的白猿 是否是一家子 他极为聪明 不似其余猴子般 被表象吓住 双手端着一串略微新鲜的葡萄 来到石亭下 对尹志平和小龙女攻身行礼 高举着葡萄尹志平见词 知晓这苍原 应该大致能懂人言 便朗声道 多谢赠果 一同用些午饭吧 苍原看了看身后地上散落的水果 有些不知所措 尹志平淡淡一笑 无碍 且上来 说吧 只见苍原身后地上 众多水果全都自动飞到亭子下方的石井边 井水自动升起 开始在半空中清洗排好队的水果 洗好的水果 又一次落入石桌上的石盆内 那苍原何曾见过这种手段 以为是遇到了仙人 对着尹志平连连下败后 小心翼翼地走上石亭 功力一侧 待水果洗完 尹志平头顶上煮的肉也已熟透 那水团一会大一会小 是尹志平根据高压锅原理 为了能使肉更入味软烂 想到的办法 此时那一大团卤肉 被蒸汽包个严严实实 戳破一个口后 里面的巨压蒸汽 响起一阵敌音 热气喷涌 散到石亭周围 香味弥漫 令人口水暗流 但此时还不是时候 只见那一大团 冒着热气的卤肉 飘到亭子角落一个石桶前 随着尹志平轻轻挥手 里面的卤水 如一道流淌的水柱 落入下方的石桶里 这卤水并非要扔掉 懂厨艺的都知道 卤水越卤越香 越酒越香 所以才有百年卤水的说法 待卤水流尽 再对那一团卤肉猛然加热 加上龙象尽力揉压 很快蓬松起来 由于猪与果的颜色 本来白如玉的肉丝 变成了鲜红色的绒状肉松 做好的肉松 落入石桌上的石盆内 整个大石桌 加上水果蔬菜 摆得满满当当 尹志平挥挥手 石井飞出一道水流 落入桌边的石盆内 尹志平洗完手后 伸手对着众人说道 请 苍元健壮 立马乖乖地学着尹志平 伸手放在石盆里 清洗手上的灰尘 岁夜 小狐狸红鹰健壮 本也想去洗手 见里面浑浊的老水 立马对着苍元吼叫表达不满 苍元一脸不好意思 尹志平示意无碍 挥了挥手 脏水扔到树林 又来一盆清水 小狐狸顿时满意地点了点头 学着尹志平的模样 一脸老成 慢吞吞地将双爪伸进水盆里 仔细清洗 见到这小孩庄大人的一幕 所有人和异兽 都不禁玩耳一笑 尹志平此举并非故意卖弄 一些前世的做法 能让其记得自己是谁 自己是什么人 就是什么人 难道穿越了 你就真是一介人了吗 之后 尹志平伸手给众人示范一下 拿起小龙女洗好的青菜叶 包起盆中一小撮鲜红色的肉松 再塞入口中 嗯 麻辣的口感 加上青菜的爽口 还有肉松的唇香 不干不燥 嚼上一嚼 松软有劲道 食奶佳品 再配合各种水果 简直不要太好吃 神雕看得直张嘴 但它体型庞大 又没有双爪可用 只能对面前食盆内的肉松 直接生吞小龙女吃了几个 便不再吃 它仍然不喜辛辣之味 开始投喂神雕 另外两个就不用管了 双爪极为灵活 吃得飞快 一顿午饭 吃得各个肚子圆滚滚 小龙女还在细嚼蔓延地吃水果 虽然此处山脉冬日也很少见血 但也不会有接什么水果 她已经很久没吃过这么多种水果了 但水果存放不易 尹志平想了想 便用这些剩下的水果 掺些小龙女的玉蜂蜜 做出一些干果片 还有果酱 这果然很符合小龙女的口味 走时还带了几罐 在主妇苍原 每七日讲一次道后 在其一一不舍中将她送走 现场只剩下小狐狸和尹志平 尹志平摸了摸肚子滚圆 仍然还在甜果酱吃的小狐狸 再次飞上剑肿石台 继续修炼 六天修炼出的真气 这一下就用没了 还能怎么办 继续苦修吧 就这样 每七日 尹志平讲完道 为身体补充一番 在活动活动 便继续修炼 周而复始 很快 酷暑来临 尹志平坐于烈日下继续修炼 不曾懈怠 小狐狸懒洋扬地 卧在食亭内的躺椅上 大多时间都是呼呼大睡 时间如缩 下去秋来 这大概是小狐狸最喜欢的季节 每日都能品尝到 苍原给期待的各种水果 尹志平也增添了水果的摄入 还有水果的储藏 毕竟秋收冬藏 可持续之道 不知不觉 秋日的凉意散去 迎来的是冬日的严寒 但此地算是南北交界之处 冬日不如北方那般寒冷 小狐狸随着入冬 浑身毛发越发厚实 就这样 日子一天天飞速流逝 很快即将年底 这一天 随着小狐狸的身影 剑种下来了一人 正是尹志平的大弟子 张清风 张清风身着薄衫道袍 他内功已有不小的成就 不惧寒暑 此时见到剑种下两具庞然巨兽 惊得面色骇然 他看得清楚 那一惊一黑的巨蛇 虽只剩半条身子的血肉 但正是他们饲养的菩斯曲蛇 可哪有如此大的巨蛇 这种巨兽 谁又能击杀的了 在看到巨大蛇头上的剑洞时 他心中震惊不已 神色越发恭敬 师尊贵安 弟子有要事汇报 说 高台上 尹志平紧闭双眼 声音古井无波 师尊 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郭靖郭大侠送来邀请函 说是上年因战事 未能给两个孩子举办庆生宴 想着今年补上 来邀请师尊参加 第二件是朝廷庞太师的长孙出生 过几日要举办庆生宴 发来邀请函 请师尊参加 第三件是菩斯曲蛇饲养场的高墙已建好 请问师尊是否需要过目下 第九十二章 山中无岁月 张清风说完三件事 便低头等候师尊是下 伴上之后 剑种石台上传来影之瓶飘渺的声音 类似之事 日后不必再来 话音落下 石亭中的张清风已然明了 想要再问师尊过年是否回重阳宫 可看师尊不动如山 无思无念 似乎世间任何事情都不怪在心头 恐怕得到的还是一样的回应 躬身毅力 又和躺在长椅上的小狐狸告别后 脚下青彩石砖 整个人如大雁一般 穿梭在密林之间返回长春谷向秋师族禀报 不一会的功夫 张清风的身影迎着朝阳 渐渐消失在群山之中 影之瓶微微睁开双眼 正对面是辉红的大日 在冉冉升起 弟子所说的事情 郭靖应该是念在多年相识的朋友之情 庞冲恐怕不会这么单纯 至高的权力拿久了 谁愿意轻易放下 那些小型的菩斯曲蛇 对自己已毫无用处 既然交给师尊 还有路通达理 便不会再过问 时间流逝 所有人 所有事似乎都在被推着往前走 想到自已 自已也有收获 丹田内第二滴先天真元 即将凝结出来 照这个速度 恐怕要苦修几十年 才能将先天真元填满丹田 为此 影之瓶心中时常忧虑 现在唯一能让影之瓶烦恼的 也就是自已的修炼 自来到这个世界 自已多番作为 已经割舍了心中的诸多因果 等过几年 全真派有能顶起来的人物 自已便放下长教之位 那么 从此自已就再也没了约束 诸般思绪一闪而过 影之瓶再度继续沉浸在道经庙宜中 缓缓吸纳天地清零之气 日月轮转 不知过了几个春秋 如今 小狐狸和苍原 以及神雕 成为了要好的朋友 在影之瓶每七日的讲道下 三寿智慧大增 已能沟通自如 平日里也会切磋玩乐 整片山脉 如今是三寿共持 小龙女本就习惯深山生活 为平息心中忧思 重新拾起古墓派 少喜少忧的法门 再加上影之瓶的讲道 已然渐渐恢复了 未出古墓前的状态 就这样 影之瓶沉浸苦修 不知光阴流逝 山中猿猴奉上的真果 已吃了一十四遍 十四年过去 影之瓶和小龙女 容貌未减一分 仍如当年模样 小狐狸和苍原 以及神雕 也一如既往 整日嬉戏于山林之间 好不自在 时间似乎在他们身上停下脚步 这一日 秋高气爽 红日从天际缓缓升起 影之瓶神思清明 道体通透 十几年苦修 内外圆润无漏 已不再忧虑 自身被试魂术 还有要诛侵蚀的后遗症 丹田之中 虽只有一半真缘 但也使得影之瓶 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强大 一举一动 似乎都隐隐携带周天之势 若是魂身真气 彻底化为真缘 那不就是前世所说的 五者掌碎大山 刀断虎海 这便是高五吗 虽实力日益强大 让影之瓶心中喜悦 可心底仍然有一缕 挥之不去的忧虑 修到高五又能如何 数百年后仍然是一批黄土 正思虑间 只见远方的大日之下 飘来一个中年道人 张清风时隔十四年后 再度来到师尊修炼的道场 环顾一周 两具巨兽海骨 盘踞践践行山峰下方 上方的石台上 端坐着一位青山道人 看到师尊丝毫未变的容颜 还有周遭依稀相似的场景 心中不禁百感焦急 字疑已经比师父老了 口中的话语一时难以开口 张清风现今人道中年 已然叙虚 看起来反而更像是师父 尹志平见石亭下的大弟子 神情恍然 开口淡淡问道 清风 此来何事 张清风听到剑种高台上 师尊的甜蛋之音 立马清醒过来 功身一礼之后 才开口回道 师尊 弟子有要事相报 邱师祖近年来身体不佳 一直想要见师尊一面 而朝廷旁首府传来急报 说一年前蒙古大汉蒙哥暴病而亡 如今新任大汉忽必烈正立兵墨马 在边境集结大军 特来请师尊拿主意 尹志平听罢 站起身来 两庭内的小狐狸立即跳上高台 爬上尹志平的肩膀 红英这是伙食太好了 体型长大了一半有余 摸了摸红英毛茸茸的头顶 对着师庭内的张清风责怪道 师尊身体欠佳 为何不早点来报 是师祖怕耽误师尊修行 特意叮嘱 张清风攻身解释 尹志平肩头趴着红英 缓缓飘向张清风 身后的洞穴中 跟着飞来包袱武器 走 带我前去拜见师尊 张清风领命 跟在尹志平半步之后 两人飞在山林之上 张清风内攻大城 轻轻一点竖冠之头 身形便能飞出二十丈远 这是金燕公修炼到顶尖 才能达到的程度 尹志平不禁问道 我留在长春谷内的少林秘籍 你们没学 只有一部分门人学了 丘师祖说 自家攻法并不比少林攻法弱 不可朝三暮四 不然到头来 终是一场空 张清风紧随尹志平身后半步 解释道 尹志平点了点头 又瞧大徒弟 神丸弃足 眼中金光湛然生辉 想必是内攻大城 教内门人弟子武功修为 如何了 回师尊 教中绝顶高手三位 有李志长师叔 还有周师叔祖 以及弟子 顶尖高手四位 小师弟李青山位列其一 一流高手十来位 二流高手百十位 三流高手数百位 嗯 不错 这才有天下低教的实力 还要多亏师尊规划的 菩萨驱蛇养殖地 才有如今的局面 第九十三章 师尊 一路上 师徒二人聊了很多 十几年来 外界风起云涌 各路英雄 你方唱罢我登场 朝堂上 旁冲旁首辅 抓住两位内阁首辅大臣的把柄 直接抄家灭族 又提拔兴富上位 朝堂权力日益集中 但百姓反而越过越好 只因大宋如今 靠着蒸汽轮船 沿着马六甲海峡 占领诸多岛国 海运回报日益封后 武林中 武林禅宗少林寺 自十四年前 被天下第一人 强势解散武僧势力后 便沉寂无声 从此 全真派被天下武林人士 公认为天下第一大教 加上全真教是宋朝国教 在朝廷的影响下 身为御龙全真教掌教尹之平 虽十多年未曾路过一面 但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 天下唯一的先天高手 以及非天仙法等 是武林人士追逐的目标 如今天下武爵只剩其二 南帝和东邪公开承认 与尹真人较量过 见识了其先见之威 自认远远不及 尹志平被人们尊称为全真剑仙 之后 又因少林四前的遮天剧长 又多了个遮天神长的外号 现今江湖上 老一辈武林高手基本隐退 就连正直壮年的郭大侠 也退出了武林盟主之位 一代新人换救人 现在江湖上声名确起的是 许多江湖新秀 有全真教掌教 大弟子张清风张真人 被人称为北侠的杨过阳大侠 改帮新任帮主耶律齐 万寿山庄史家五兄弟 转伦王张一芒等等 但其中有一位颇具争议 便是人称活颜旺的赵真宗赵大侠 他嫉恶如仇 专杀贪官污吏 令朝堂群臣心中惶惶 尹志平听完觉得有些奇怪 他可不记得这个人的名字 赵真宗 郑国寺没有动静 张清风抬眼瞧了一下师尊后 才说迟疑地回道 听路通说 赵真宗就是当今陛下赵旗 江湖传言 师尊宁教了他一套剑法 再加上身份尊贵 郑国寺各大统领不敢得罪 美美为九 只抓不伤 多次让其逃跑 所以才闯出偌大的名声 他实力怎么样 尹志平来了兴趣 实力 弟子曾试过 一流高手水准 且剑法神妙非凡 在他这个年纪 已经算是天才了 尹志平听完这句话 哪还不知道 这徒弟言外之意 世上武功秘籍千百种 但修炼到大成的 又能有几人 全真剑法 不在我传给他的那套剑法之下 想要将一门功夫 练到登峰造极 这需要个人天赋 与功法密集相契合才行 是 师尊教诲的是 尹志平听出 大弟子语气微酸 心中无奈 我这一身本事 你还惦记上了 当下猛然抓住张清风肩膀 魂后的先天真气 只是微微一冲 便将张清风经脉中的内力 驱逐到丹田 再将飞天的尽力运转之法 尽数在其经脉之中 运转一周 对其说道 这便是为师飞天法门 你试试 张清风面上一脸告罪模样 心中却乐开了花 当即将内力 沿着刚刚经脉全力运转 脚下内气化为 尽力疯狂飞出 但只让身体升高了三四尺 便后继无力 迅速落回树冠 让师尊见效了 不入先天 这套法门不可能练成 等你接任掌教后 试试先天功 若是机缘足够 会有一线希望 接任掌教 师尊您正值壮年 我怎能接任 张清风第一反应 不是功法问题 而是掌教未知 尹志平暗暗摇头 怕是与先天无缘了 先天可并非光吃蛇胆 就能练成 此事 日后再说 不多时 二人已经来到 长春谷秋处妓院内 张清风微微躬身告退 小狐狸自去他那房梁老窝 尹志平独自来到门前 师尊 弟子前来问安 屋内很快传来一声 苍老的声音 是志平吗 进来吧 尹志平推门而入 来到里间 却见屋内床上 躺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道 形容枯稿 显然是大线将至 尹志平正要细看 却被床上的秋处机阻止 老道我精通药理 治病救人无数 还能不知自身体状况 这是天人武衰 要是无医 就别白费力气了 尹志平神色难过 他有一门可吸收植物生机 补足自身的血法 是根据长清觉改变的一种法门 但一种真气 如何能救得了 反而会加快师尊的死亡 练的话 更不可能 师尊这一口气 全靠自身浑厚的内力撑着 若是散工重修 估计立刻就要生死当场 秋处机见尹志平神色哀伤 不由得微微可喘 长笑几声 我早年争强好胜 落下暗急 没想到 居然比几位师弟师妹先走一步 但这没什么可伤心的 志平 这世上谁人不死 天理循环而已 怎么你还看不透 尹志平勉强笑了笑 师尊可有未了的心愿 弟子当尽力做到 你做得很好 我可以坦然去见师尊了 和马师兄 还有师尊藏鱼一处 好好 师尊 我们这就出发 尹志平手掌 悬在师尊胸口上方 浑厚的先天真气 为师尊疏力缓解 可传症状 接着 整个床连带着秋处机 一同扶到空中 出了门后 小狐狸已经来到院内 再次跳到自己肩头 同时 陆通也赶到 抱拳问道 国师 可需要属下做些什么 尹志平看向年长不少的陆通 心中忽然多出一丝孤独质感 定了定神 说道 传书长安镇国司副统领 明日将蒙古大军集结地图 和忽必烈王庭居所 送到全真教 是 国师 属下这就去办 陆通说完在抬头时 尹志平带着床上的秋处机 已经飞到天边 高天上 精神领域与先天真气 化作巨大的椭圆形保护层 秋处机第一次离高天如此之近 艰难的扭头 看向四周奇形怪状 不断变化的云雾 远处壮阔的云海奇观 让其精神一震 喘了口粗气 秋处机平躺在床榻 看向正上方碧蓝如洗的天空 口中不禁问道 志平 你有此手段 可曾上天看看 那里有穷楼玉宇吗 第九十四章 杀上王庭 尹志平见师尊正正望着天空 眼中净是西际之色 心中左右为难 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他真相 伴想之后 才认真地回应道 师尊 再往上飞 便是极寒区域 弟子采用取巧之法 先是将T外裹上一层寒冰 避免冻伤 闯过了极寒层 再往上 温度越来越高 是一片极热层 这个取巧的办法便没用了 只能返回 所以最上面有什么 弟子也不知道 秋处机听罢 似乎有片刻的出神 想要去到仙剑 何其难也 历来哪个成仙之人 不是经过诸多劫难才飞升的 我教五祖之一的旅动兵祖师便是如此 徒儿不必气馁 日后修为大成 定可闯过重重难关 升到仙剑 是 师尊 定不负恩师期望 秋处机被尹志平 也有了力气 你赵师兄当年被人一见封猴 生死也灵 我追寻多年 未能寻到丝毫消息 徒儿不可放松警惕 要留意我叫暗中之敌 尹志平沉默了一下 弟子记下了 随后 秋处机陆陆续续说了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经不住困意 便沉沉睡去 而小狐狸早就跳到师尊秋处机床上 身上背着个小龙女 做的绣花双肩包 扭着脑袋 解开绳扣 不知再烦找些什么东西 尹志平也不去管 不多久 下方依稀可见 已到中南山地界 缓缓下落 来到重阳宫 宫中众门人早已发现 半空中的长教真人 簇拥上来 尹志平提前用千里传音之术吩咐好 落下后 势力的弟子便急忙赶来照顾 尹志平也没回自己小院 将师尊安排到他卧室后 便召集各店店主以及各堂主室 了解一番教内情况后 最终决定卸任长教之位 交由大弟子张清风接任 以尹志平如今的威望 群道想要挽留也不敢多说 更别说对接任之人有什么意见 之后 尹志平便下达任命文书 匆匆回到师尊小院内 建院内石桌上 坐着四个满头银发的老道 正是仅剩的全真妻子里的四位师叔 尹志平一一拜见后 四位师叔惊讶于长教十来年 容颜未变 想要询问 但碍于师兄重病 尹志平又急匆匆去室内救治 便没能说出口 卧室内 尹志平缓缓释放先天真气 沿着师尊秋处鸡各路经脉疏离通顺 又略微滋养五脏肺腑 这种细道极致的真气运行 足足花了一整夜时间 秋处鸡现在面色已然有了生的样子 回到住处 小狐狸立即跑来 指了指桌子上 重阳宫的早饭 白粥咸菜 以及一个山里 尹志平坐到凳子上 伸手挖一勺百米粥 轻轻放入嘴中 寡淡无味 负责烧饭的点造房 看来是一脉相传 熬的粥 寡淡无味 甚是难喝 但尹志平却不紧不慢 加了些咸菜 配着再次送入口中 邵氏的味道充满味蕾 照着少年时的样子 慢调思理地用完早饭 尝尝舒口气 这人啊 发达后顿顿山珍海味 也觉得不如当年那一个窝窝头 一碗西米粥来的香甜 用完早饭 一个知客道士 领着一位身着华服的中年书生 来到院内 对方攻身下拜后 递上两张地图尹志平看罢后 心中却思虑重重 南宋的宋礼宗因为自己的干涉 早死二十多年 大汉蒙哥因为的干涉 早死三年 自己本想让蒙古守住巨大的疆域 可人算不如天算 忽必列称汉后 偌大的蒙古国 依然会走向分崩离析的地步 这便是大事不可改吗 但南宋的大事 我尹志平改定了 汉人作为元朝最低等的四等人 活得出生都不如 人口从宋朝的九千多万 杀到仅剩八百多万 近乎灭族 活着的汉人更是受尽屈辱 新娘子初夜要交给蒙古保长 出生的汉人没有名字 以出生年月为编号命名 武器更不用想 菜刀都要几家共用一把 各种欺压蹂躏 数不胜数 忽必列光在北方就屠杀了一千八百万汉人 自已念着前世的的情分 没有对蒙古赶尽杀绝 这忽必列竟然还想侵占中原 这是自作孽不可活 想到此处 尹志平豁然起身 四下桌椅板凳 尽数化为粉尘 长安镇国司统领和支克僧 被尹志平强大的气静吹出房屋 跌倒在院子中 红鹰 你先在这待一会 我去去就来 尹志平对着房梁上吓愣的红鹰说了一句 身影便闪电般消失 整个人消失在天际 长安镇国司统领见此 立即飞速下了重阳宫 骑上快马将此消息 快速报至朝廷 且说尹志平身在数千米高空 双手持剑直指西北方向 快速飞行 但到底不是遇见之术 无法踩着双剑飞行 不过速度不遑多让 两千多里路程 两个时辰后 蒙古王庭已然遥遥在望 尹志平在云层中飞速旋转 将王庭上空成片的云朵 牵引成一道道圆弧形的云雾 最终呈现出一个遮住王庭的圆形喇叭 这番巨大的异象 引得王庭百姓全都走出家门观看 紧接着 云层上方传出一个巨大声音 半个时辰后 王庭将灭 平民百姓速速离去 宏大的声音 清晰地传至每一个人的耳边 又不懂汉语的 整个王庭炸开了锅 如此浩大的场面以及神音 这些信奉长生天的民众 全都收拾细软四散而逃 但四周城门已被重兵把守 禁止任何人出入 原来是王庭皇家城堡内 有人识的这个声音 这声音正是上次面见蒙哥时 全真叫引真人的声音 忽必烈当即紧急召集谋士共伤办法 有说干脆兵分几路 大汉身在其中一路 好逃的城去 有谋士说 去城中高台做个说客 游说这倒是放下屠刀 也有的谋士说 这是糊弄人的障眼法 不必理会 最终忽必烈看向 自己最信任的汉人谋臣 刘炳忠 他愁眉苦思 一愁莫展 见大汉看过来 心中有些无奈 自己去年一直劝劫大王 不要恭送 但这攻打多年的宋朝 已经成了忽必烈心中的一根刺 就算自己地位再高 也决定不了忽必烈的选择 最终还是发兵齐连山这下可好 该如之奈何呀 眼间看着自己 脸色越发阴沉的忽必烈 思来想去 只能说道 大汉 我有两计 对方言语中 有意避免伤及平民 又是一个出家道士 我们可以紧闭四方城门 邪民众已自持 第二计 便是派人前去游说 许以众筹 看对方是否有意 我们再行定夺 第95章 图录 忽必烈听罢刘炳忠的意见 心头愁绪仍然未解 但他深知 以刘炳忠的才能 断不会只有这么两个无能的主意 见刘炳忠暗中实眼色 忽必烈吩咐众人 依照这两点 各行其职 待众人离去 刘炳忠坐于忽必烈身侧 小声说道 大汉 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替身可以用了 我们要尽快出城 忽必烈脸上闪现不甘之色 那妖道 就算本事再大 还能一人 图尽百万人不成 望月森林驻扎的弓箭手 准备好了没 刘炳忠回答道 安排好了 只要对方现身 十万骑射手会立即攻击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 我们还是要撤出城去 十四年前 属下得到消息 那妖道在嵩山少林寺上空 使出遮天巨掌 少林寺山门化为尘土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 对方实力无人可知 忽必烈也不是优柔寡断的性子 当即转身回到里间 换上士兵衣服 不大一会 王庭城门外 夺出六对士兵 有的去往一望无际的草原 有的奔向城外 不远处的望月森林 城中一处高台上 那个出逐意游说的谋士 望着天空 口若悬河 滔滔不绝 身在高空中的尹志平 自然听不到 他正仔细观察 手中有黑的宝剑 当年连那不知活了多少年的 妖羞白蛇 都对其起了贪念 必然有其不凡之处 仔细观看 健身上的星星点点 这是刚取得宝剑时所没有的 随着自己的使用 健身上的星星点点越来越多 尹志平心中一动 想起自己以前使用的经历 随即催动真元注入健身 随着真元的不断注入 健身上光芒大放 漆黑的健身上 尹志平再度注入大鼓真元 有黑的剑身 完全被星光淹没 尹志平手持长剑 猛然向下 那剑身上 突然浮现一个不断扩大的黑色剑影 直至巨大剑影 刺破下方一圈圈的云雾 一柄数百米长 几十米宽的巨大漆黑剑剑 浮现在高空中 随着最高处持剑的尹志平 向下落去 整个漆黑的剑影内部 渐渐浮现星辰般耀眼的光芒 仔细看去 那些星辰排列的方位 似乎和夜间天上的银河一样 巨大的剑影 随着星芒变得更加漆黑幽暗 如一柄真正的垂天巨剑一般 缓缓穿过圆形的云雾中心 向下方王庭的城堡落去 这正式影制平想的办法 本来想要用遮天剑长 引爆城堡温泉下方的火山 但用这把剑似乎更好 在巨大黑色剑间露出云朵后 高台上游说的谋士 顿时张口结舌 满脸不可思议 愣在当场 城中的民众也看到了 这种神话中的场景 人们一时呆立原地 紧接着 所有人都开始疯狂 围堵在城门口的民众 更是挤散守卫大门的士兵 拉开大门上插着的方铁插销 向城外逃去 士兵们也被头顶的天罚巨剑 吓破了胆 跟着城中百姓一起奔逃 巨大的漆黑巨剑 缓缓落向城堡中的那处温泉 随着落到城市上方 还没来得及走的人 只觉得浑身刺痛 皮肤像被针扎了一般 很快 便是一阵剧烈的震动 和刺耳的摩擦声 石头房屋在巨剑下垮塌破碎 然后脚下地面好似 突然向上微微拱起 满是裂纹 但又迅速落下 随着地面落下 众人听到一声海水喷涌而出的 巨大声音 紧接着眼前出现一道 冲天起的赤红色柱子 火红而炙热 如刚出炉的铁水一般 所有人开始大声吼叫 四散躲避 炙热的岩浆四散落下 城中瞬间烟火遍地 哭喊声不断 满目苍疑 但随之而来的 是无数流动的岩浆 蔓延到王庭内部 顺着街道 巷子往城门口流去 尹志平站在云端往下看 这处 建在斜坡处的王庭 半个城池 慢慢被溢出的岩浆覆盖 黑烟缭绕 鼻尖似乎都传来烧胡的焦臭味 尹志平没有多流 身影转动 往齐连山的蒙古大军方向飞去 不多久 尹志平来到宋猛交界处齐连山 一处平坦的山岸口 此地是行军的必游之路 地势开阔平坦 尽头是一座石砖气气的城墙 上面站着众多警戒的大宋士兵 而远处山岸口外 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但此时大草原上 却是惊奇避空 刀枪弓箭如灵 无数蒙古军队汇集于此 一眼望去 无边无言 士兵们磨刀霍霍 准备再次蹂躏这片土地 尹志平从高空落下 身旁两柄有黑的宝剑悬于身侧 立于山岸口的中央 后方的守将 还未收到朝廷的飞鸽传书 但其中有几名 当初加入大圣关抗蒙的武林人士 此时都以任军中要职 这些人自然认识容貌未变的尹志平 不自觉地喊道 快看 是国师尹真人 国师出关了 这下有救了 越传越多 城墙上所有士兵都议论纷纷 激动不已 城下正制作守城攻势的士兵 以为是打子打来了 纷纷高呼 问怎么回事 一传十 十传百 城内守兵全都群情激愤 挤上城门 想要瞻仰这传说中的国师大人 那边蒙古大军 也同样发现了山岸口中间飘着的人影 这种妖人 自然要乱箭射死 蒙古将军挥了挥手 一迎弓箭手出裂 拉弓搭箭 整齐滑一发射 嗡的一声 数百只利剑垫射向高空 撕裂空气的利效之音 在身后城墙上 众多士兵的惊呼声中 那片箭雨碰触到影志平身前时 像是被万人切割 箭身直接粉碎飘飘洒洒 箭头如雨点般落下 那将军见状 神色一变 扭头正要有所吩咐 身边的几个副将 却一脸惊骇 指着影志平方向 却是影志平手持宝剑 但那宝剑在迅速变大 直至化为一把晴天巨剑 那黑猶猶的箭身 已经伸到蒙古军队上方 随着影志平挥动 锋芒四射 无数蒙古士兵 连人带马拳被拦腰斩断 秋风萧瑟 血液染红了地面上 单枯的镜草 无边无际的蒙古大军 像是一块白色的粗布 被染红了一大块区域 随着影志平手持巨剑 再度向前挥舞推进 又是一块块血色染红草原 后面的蒙古士兵 见这般毁天灭地的巨剑 如海浪般疯狂四散而逃 但马匹的速度 怎及那巨剑 成片成片的血红 蔓延向草原深处 第九十六章 试魂吸血 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 寒冷的秋风 越过无数尸体 吹到麒莲山关岸 城墙上的士兵 都是从尸山血海中爬出来的 但此时也一个个 用袖口捂住鼻子 浓郁的血袖味 直冲脑门 全都眯着眼睛 看向远处无尽的血色荒原 无边的血色战场 将天地都映成红色 众人如身处 一个血海的世界门口 呆呆发愣 直到一群群死亡使者到来 才让所有人回过神来 天空浮现无数的突鹫 它们盘旋在空中 似乎也被如此盛大的喜艳吓到 直到有一只恶红了眼的突鹫 落到一个断了一半的蒙古士兵头上 低头一啄 一颗连金带血的眼球 被掏了出来 仰头张嘴 胡伦吞下 天上的众多突鹫尺 确定下方再无危险 纷纷落下 准备享用这丰盛的美味 平原四周 无数野狼 老鹰 草地下的老鼠 全都来到巨大的宴席上 准备奋一杯羹 就在众多动物享用震撼时 却突然感觉到 一阵惊悚之感 一股诡异的威胁 似乎降临到身上 所有动物全都停下进食的动作 原来是尹志平杀完蒙古士兵后 见浓厚的血气 缭绕天地之间 想起自己当初吸收血气的作用 他心中突然想到 自己似乎有一棵树 便急速飞回长春谷 取回嗜魂树与药猪 十几年不见 那些血红的眼睛 和扭曲的鬼脸 如彩色的纹路一样 刻在漆黑的树干上 重新来到血色战场上后 四周竟是大块朵鱼的秃鹫 尹志平感知了一下 字以还剩三分之一的真元 由于片刻 还是将是魂树拔出寒玉碗 放到一具砍断的马 是血肉上字以 这次消耗如此之大 必须要弥补一番 正好可以借此 实验一下 是魂树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这些蒙古士兵 已经全部死去 那这树上的鬼脸和血眼 理应不会增加 心头正思考间 却见是魂树上 两片漆黑的叶子猛的一颤 紧接着平平无奇的 是魂树 似乎一下子苏醒过来 四周鸟兽惊飞 成片的突旧 老鹰盘旋在空中不敢下来 而下方那半匹马 身子已经变为干湿 因为天空阴云笼罩 是魂树上固化的血眼和鬼脸 似乎正在颤动 一副将要睁开的样子 之后 四周刮起微微细风 一股股淡淡的血色气雾 慢慢围像是魂树 尹志平挑了挑手指 周围断裂的人马尸体 慢慢落在是魂树周围 那些尸体缓缓变得干枯 之后 尹志平飘荡在战场上 四下无数尸体 被抛飞到是魂树身边 齐连山关爱手将 见到这种场景 直到国师又回来了 当下喊上手下人马 打开城门 前往战场上 准备拜见国师 但来到血色的战场边上 胯下的战马刃鞭子抽打 却怎么也不肯进入 这片血色的平原 尹志平在远处发现他们后 用千里传音之法说道 暂不要过来 此地杀戮过重 生有邪恶 待平到驱除之后 你们再来 守城将领功身领命 带着重将士回归城池 想起国师大人所说 随即令手下点燃火油 照射四方 以避免邪恶的侵扰 半个时辰后 随着尸体越堆越多 中间的弑魂树 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长大 生出枝鸭 叶子 一颗两人高的漆黑大树 缓缓长成 树叶如漆黑的墨水 树干六张鬼脸 瞪着六双满是贪婪的血红色眼睛 露出一脸享受之色 尹志平见此 食指中指并拢 微微在身前一滑 身侧的宝剑刹那间飞去 直接斩断一截 长满漆黑树叶的大段树枝 漆黑的树干断裂处 顿时流出黑色的血水 试魂树受此攻击 六双鬼眼全都满脸杀意的 看向尹志平 真是一个蠢货 分不清大小王 宝剑再次围着试魂树纷飞 砍下诸多小枝 小叶 这些掉落的枝叶 飞向尹志平 炙热高温覆盖其上 诸多树枝 树叶被烧得渐渐通红 随后直接破碎成灰 尹志平一脸冷漠地说道 我给你提供这么多血肉 是因为你是一棵树 试树就会结果子 要是你不会 那就给我死吧 那试魂树扭曲的鬼脸 瞪着疯狂的血色眼睛 直视尹志平 最后不情不愿 在漆黑的树干上 生出两颗花孤朵 紫黑色的花朵 缓缓绽开 露出一个鬼脸花蕊 待花蕊凋谢 结出个紫色的 椭圆形小果子 再缓慢地长大 尹志平嘴角 扯出一丝冷笑 听家乡老农说 这果树 你不给他修剪枝条 他就不会老老实实 结果子 只有剪到他以为 自己要死了 才会结出累累硕果 留作后代 尹志平说着 身侧长剑 再度进入漆黑的树关 剑影闪动 两人高的试魂树 被剪成一人高 你要是再长枝叶 不结果 我还留你做什么 那试魂树六双扭曲的鬼脸 带着满腔的恨你 狠狠地瞪着尹志平 你还不服气 宝剑再次顺着 主树干的环绕滑切 树干顿时流出黑色血水 六个鬼脸 都被划得稀巴烂 我记得家乡的枣树 你不给他刮刮皮 切几刀口子 他也不会结果子 你觉得我给你划成这样 够不够 要不要再来点 那是魂树浑身流血 鬼脸被划得稀巴烂 鬼眼也被宝剑切烂两个 浑身的树枝气地发抖 但最终还是妥协 树枝上再次开出十来的花孤朵 尹志平剑词满意地点点头 转身去远方收集尸体 继续往这边堆 路上 尹志平仔细打量手中的长剑 两把宝剑 剑身漆黑 但此时已然有所不同 一把有黑 浑身无风 剑身有细小的星星点点 而另一把被自己多次灌入真元的宝剑 虽然剑身仍然有黑 但剑刃却更加锋 剑身上刻着的君子 二字也越发模糊不清 最关键的是 有黑的剑身上 现在居然浮现出一片银河 尹志平绝不会看错 这片银河 和夜晚天空中的异模一样 他不禁越发好奇 这两把剑到底有何来历 据公孙芷所说 他祖上是从唐代搬入绝情谷的 这里面的隐秘 恐怕只有公孙芷才知道 现在他被神雕所杀 自已该如何探寻此剑来历呢 有机会 还要去绝情谷一趟 查查有没有只言片语留下 这两把剑有此变化 已然不能再叫君子剑和淑女剑 尹志平抬头看向天色渐暗的天空 又看了看剑身上的星河 脑海中不禁浮现一句诗 飞流直下三千尺 一世银河落九天 那便叫他们 九天星辰剑 第九十七章 是魂树果子 梁炳宝剑命完明 尹志平继续不断在血色的平原上 收拢尸体 扔到试魂树附近 之后 因为尸体太多 尹志平不得不将试魂树不断抬高 又为了避免此树被守成的冰疆发现 便做成一个像火山一样的巨大尸堆 是魂树种在尸山最高处的尸山口里 随着夜色降临 血色平原上的人马尸体 终于全部清理完 落成一座近百米高 四五百米宽的巨大尸山 尹志平立于空中 双眼睁睁望着这个 自已一手作下的杀孽 一百多万蒙古兵马 这都快赶上战国杀神白起了 又想到王庭的百万人 恐怕已经超过 此时 尹志平浑身煞气弥漫 一种无形的气场射人无比 也正因此 刚刚才能让试魂树乖乖听话 如此大规模杀戮 以及逆转世界原本的走向 尹志平不知道 自已会不会生出什么祸端 但是已至此 只能面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 缓缓向尸山高处的山口飞去 入木处是成堆的尸体 如砖块般被挤压成一块块烂肉 尹志平心中不禁有些后悔 这真是自已应该做的吗 或者自已怎么会突然发了疯 用什么手段不好 非要造下无边杀念 为何自已会这样 自已也没走火入魔 到底是什么原因 心中不断的质问 使得半空中的身子微微晃动 似要掉落下去 尹志平急忙收射心神 将万千杂念全部斩去 多思则神代 多念则致散 尹志平强行压住心底 不断涌起的杂念 他升到山口并未下去 而是继续上升 直到能俯视这座庞大的尸山时 尹志平的身影才停下来 尹志平一直记得 自已第一次杀人 自已坐在赵志静 逐渐冰冷的尸体旁边 静静看着他 他脖梗流出的血液 缓缓渗入自已脚下的泥土中 那红色的湿润 是多么刺目 如今自已盘坐在空中 俯视着这座自已杀出的尸山 就这样低头静静地看着他 尸山山口出的试魂树 摇摇看到斜上方一动不动 盯着自己的尹志平 原本心掌的枝鸭 顿时小心翼翼地缩起来 尸头上 十九枚紫色的小果子 也长得快了许多 头顶阴云密布 天地一片漆黑 也只有祁连山关爱处的城墙上 点着大大小小的火堆 守将是一位年逾半百的将军 他借着身边燃烧的大火 隐隐可见 远处一座骇人的巨大尸山 他总觉得国师大人好像搞错了 这哪里是驱邪 看上去更像是养邪才对 城墙上直守的士兵 更是大气都不敢喘 他们不懂那么多 国师既然说驱邪 这样做肯定有其道理 或许是为了引那邪物出来 北京寒冷的秋风吹的人 不自觉紧了井身上薄薄的白碟子棉衣 除了呼啸的秋风 便没有任何动静 远处那座尸山 似乎变成了一座真正的山峰 微然不动 带到远方的天空微微亮起 盘坐于半空中的影制屏 迅速来到尸山山口 而此时的尸山 已经不再有丝毫血腥味 四处全是干枯的尸体 如干柴般层层叠叠叠 而山口中间 是一株一人高的士魂树 枝头上硕果雷雷 十九枚拳头大小的紫色果子 散发着深邃的光芒 尹志平来到士魂树面前 伸手摘下一颗 仔细感应 里面似乎蕴含着庞大的能量 好像没什么危险 但谁知道 这种魔术会不会暗中留下种子 吃了这果子 被寄生或者吸成人干 思虑再三 尹志平还是将十九枚紫色果子摘下 从下方一匹马尸背上 取下一个布袋 将里面东西倒出 依次放进十九枚紫色果实 做完这些 看到一人高的士魂树 尹志平为难道 你生的丑陋 有没有什么法子变小 好遮挡起来 省得吓到别人 那是魂树血红色的鬼眼 露出愤慨之色 血光大放 似乎在抗议尹志平的歧视 也可能在骂他 有眼无珠 你瞪什么瞪 我耐心是有限的 你要是没办法 极箭只是魂树 人为刀族 我为鱼肉 是魂树就算再不敢 现在被人所致 也只能屈服 树叶干枯凋零 树枝也紧随其后 鬼脸鬼眼隐没 不一会 树干也紧跟着干枯下来 失去光泽 最后只听个树干底部一声脆响 裂开一道裂缝 接着一人高的树干倒地 露出底下一颗一尺高的漆黑小树 但此树和之前又有不同 随是小树 树干上却生着有黑的灵循树皮 层层叠叠 犹如鳞片 一股远古苍净之感 扑面而来 鬼脸鬼眼则突出树干 如一个真人在挣扎着 想要逃出树干一样 血红的眼睛 起伏的扭曲脸庞 不再如之前一样 是一个平面 更有立体之感 枝干犹如老龙盘扎 扭曲向上 分出三个小枝头 枝头上各顶一片漆黑的叶子 看着大便模样的试魂树 影之平心中嘖嘖称奇 但嘴上却不饶人 看来 你这次得了天大的好处 我还是太仁慈了 不过时间有限 我后面再料理你 说吧 伸出覆盖真气的大手 抓住树干 再次塞进寒玉碗 放进木盒 对着试魂树干枯的树干一挥手 上面火焰炖起 不一会 火焰蔓延到四周干枯的骨骸上 秋风吹起 火焰渐渐变大 远处看去 真如一个火火山一样 在网上冒着浓烟 影之平飞身升上山口 看向下方的火焰 这一点火 要烧到什么时候 当下真气透体而出 下方整个山头 随着温度的升高 猛然冒出一片巨大的火焰 整个火山口迅速燃烧 并向下方蔓延 龙玉的焦臭味 伴随着黑色浓烟 随着秋风 正好飘到东南方向的 麒莲山关矮处 城内无数士兵 被熏得睁不开眼 也就在这时 一个清兵 用尸布捂着鼻子 走到守城将军面前 将军 襄阳守备郭将军 带着一大帮江湖人士来了 守将听后 连忙回身去城门口迎接 见面后 诸多武林高手 也不是喜凡文入节之人 碰上一面 所有人出了前门 越过黑臭的浓烟 往石山方向赶去 等出了浓烟 郭靖连同一众武林高手 才看到远处的平原上 一座大山在熊熊燃烧 火焰上方 一股巨大的黑色烟雾 随风吹向这边 众人四周缭绕着薄雾 一脸不明所以 一位白胡子脱地的矮小老者 不禁惊讶道 我看这附近也无什么山林 怎能搭成如山大的火堆 身旁一关爱将领 脸色发白 哪是什么木柴搭成 这大山全是蒙古达子的尸体 什么 郭靖立即勒住江绳亭下 一脸不可置信 齐连山守将 随即将尹志平 昨日的所作所为一一道出 那什么 国师大人手持晴天俱剑 杀蒙古达子如割稻草 加上眼前的尸山 所有人都被惊得瞪目结舌 心中军掀起惊涛骇浪等 众人再走近些 四周烟雾消散了很多 才看青山脚下的尸体 层层叠叠 数不胜数 可昨天刚死的尸体 今天怎么就成干尸了 众人不禁心生惶恐 就在这时 众人耳边响起一道疑惑声 郭师兄 你怎么来了 郭靖还沉浸在眼前 熊熊燃烧的巨大尸山中 神情恍然 没能及时反应过来 但他身后却传出一道朗朗之声 先帝创业未伴中道崩俗 今天下三分 一周 第九十八章 赵琪 在这尸山火海面前 清朗的宋独声传遍四方 众人向宋独之人看去 见此人一边背书 一边取下脸上戴着的面具 面具接下 只见这人面如满月 风姿俊雅 一表飞俗 顾盼之间 气度斐然 所有人看着这个物字朗诵 出诗表的人都摸不着头脑 一路上只知此人 一直戴着个面具 跟在郭大侠身侧 从不以真面目示人 虽热情有理 但却有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质 尹志平背着一个大包袱 从众人头顶缓缓落下 见郭靖不言不语 似乎要等此人背完 心中一叹 天地君轻尸 郭靖从小形成的思想 仍然没法改变 这是 要相助南宋皇室再度掌权吗 其余人见尹志平落下身来 本想上前拜见 但见尹真人和郭大侠 都目不转睛盯着这位少年 便按下心中的疑惑 静静等候 噼里啪啦的大火声中 尹志平在脑海中 一字一句 对照此人背诵的出诗表 一字不错 心中不禁感慨 不愧是主母 怎么独都独不死的天下公主 小时候留着哈喇子 一脸傻子样 如今长得貌比攀安 身手了得 逃得皇城牢笼 闯荡出不小的名声 赵琪其实见到落下的尹志平时 语气就微微变了变 只因时间好似没有在国师身上留下痕迹 他当年初开智慧 自然记得一清二楚 稳定心神将出诗表一字不落地背诵完后 赵琪当即对着尹志平下跪叩拜道 师尊 弟子已经背诵完出诗表 评道并未收下你 不必行此大礼 尹志平轻轻抬手 赵琪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 然后躬身道 国师传授大恩 我当执弟子里 郭靖在旁边也跟着说道 授业大恩 不可忘却 当年若没有马真人远赴大漠教导于我 也不会有我郭靖惊天 尹志平对着郭靖轻轻点头 又再度看向赵琪 你既然已经背诵完出诗表 评道当兑现承诺 你现在仍想掌权吗 国师闭关日久 有所不知 那国贼旁冲已不是当年的旁冲 国师宁当年定下的内阁决策制度 被旁冲替换上自以仁后 如今的内阁 已经成了他旁冲的一言堂 贪官污吏如雨后春笋 斩之不绝 这和国师宁当初的本意 恐怕相去甚远 众人听到这才明白过来 此人恐怕就是江湖号称活颜旺 专杀贪官的赵真宗 赵大侠 可他们也是 今日才知道 赵真宗竟是当今皇帝赵琪 不禁都放缓呼吸 仔细聆听 尹志平对旁冲所作所为 早有耳闻 只觉得 自己之前所作所为 似乎都在白费力气 这片土地上 自大宇立国号为夏后 一直到今天的大宋 原本的公天下 自此一去不复返 掌握权力之后 自己不想松手也就罢了 还总想将手中的权力 转交给儿孙 似乎不这样做 便是大逆不道 对不起祖宗 骑着驴螺丝骏马 官居宰相望王侯 可欲望的膨胀 总会带来毁灭 这家天下的大事 唯有那位赶交日月换星天的 红色伟人 才能打破 这烂倒骨子里的毒瘤 自以修仙为重 既不可为 便听之认之吧 又念及当初旁冲辛苦跟随 也为百姓做了不少时事 尹志平面无表情地说道 就算将权力交给你 和如今的旁冲 又有什么不同 不过天下人只认 自己是你赵家的人 平道不便多管 以后当权了 切记不要为难旁冲及其后人 怎么说 他也让百姓吃了几年饱饭 郭敬听到这 脸色复杂 齐连山守将 以及重将士 全都带住 武林人士面面相去 赵琪则洗上眉头 再次败谢 多谢国师恩典 但弟子出皇城时 九死一生 诸多人人致死身死当场 那旁冲武力高强 手下高手更是多不胜数 弟子实力低微 恐怕一轮暗杀都挡不住 如何才能坐稳皇位 尹志平不由地皱起眉头 思虑片刻 突然想到 自己背着的是魂束果子 自己不是正发愁如何试验吗 心中一动 有些为难道 平道是有一个办法 说着 从背包拿出一颗拳头大小 浑身紫色的椭圆形果子 此果的天地造化 服缘不足者服用 可能当场惨死 德性身后者 可一步登天 得大造化 你想服用吗 一旁的郭敬立即制止 陛下 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 陛下还年轻 天资一禀 早晚可以匡扶皇室 何必急于一朝一夕 齐连山守将 以及重将士 也纷纷出生制止 但赵琪在皇城被监视多年 如座牢笼 想起谢太后经常对天叹气 愁眉不展 为自己能逃出城 面见国师 更是费尽心力 好尽所能 自已如何能眼睁睁 看着这个从小将自己养大 待自已如亲儿子一样的谢太后 困在皇城遭受煎熬 郁郁而终 自已却在外面无可奈何 想到此处 心中如被点燃一团怒火 对着尹志平躬身一拜 口中喊道弟子愿服用 第99章 全真见仙 赵琪话音刚落 郭靖以及守城将士们 再度劝说不要拿生命冒险 可常年累月的苦难 哪是一句劝说 一个道理能停息的 伸手接过国师尹志平递来的果子 上面紫色的光泽闪耀 他从来没有见过 这种模样的果实 摸上去微软 但外皮很是有韧性 有种金属光泽 国师 请问弟子该如何服用 尹志平心中暗暗吐槽 我也想知道怎么服用 树上接的果子 还能怎么服用 直接啃不就行了 于是随便说道 灵果 可恋成丹药服用 也可直接服用 你从果梗处小口咬下便可 赵琪听后 找到果梗处 上面是一个通红的小圆点 也不犹豫 张口就咬 结果 一口咬下去 却没了动静 众人全都好奇 吃了灵果会怎么样 看到赵琪咬下去 却动你不动 不由地露出探究之色 别看影制品表面不在意 实则注视的比谁都仔细 郭靖健壮 试探问道 陛下 可是出了什么事 却原来是赵琪从小被教导的吃饭一态作怪 平日里 别人不认识他也就罢了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此时臣子 国师都在 吃饭自要保持姿态气度 岂能学那恶狗 滋牙狠咬 赵琪张口咬住果子 却发现果皮韧性非常 难以咬开 暗暗运转内力 也是无用 见众人看来 赵琪无法 只能松开口中的果子 一脸惭愧的地向影制品看 那深紫色的果皮上 有一排牙印 足以说明 赵琪是用了劲的 影制品想了想 挥挥手 身侧悬浮的星辰剑 缓缓飘向赵琪 视频道考虑不周 天地灵果 凡俗齿牙 如何能咬动 这把剑可切开灵果 赵琪接过 这奇怪的有黑宝剑 剑柄和剑身一体 无任何装饰 入手时 上面的风锐 镜刺的手掌微痛 他是使剑的好手 自然明白 这是一把绝世好剑 当下握住剑柄 对着手中的灵果 微微横切 剑刃刚破果皮 一抹烟红便缓缓一出 四周观看的众人鼻尖 突然嗅到一种 前所未有的异香 这种异香 光是闻上一口 浑身的内力 居然隐隐有些躁动 赵琪离的最近 自然也发现了这种状况 当下挪开星辰剑 却见有黑的剑刃上 光洁如星 一点红色都没沾染 顾不上好奇 张嘴就对着果子吸水 众人见官家 对着果子吸了一口 一向俊雅的面容 进入出狂喜之状 闻着空中的一香 所有人嘴里的口水 不自觉地往肚里咽 咕嘟咕嘟 一口接着一口 果皮内的果肉 很快吸完 影制品有些搞不懂 这怎么跟 吸洗之狼果冻一样 搞得自已都想来一个 赵琪转瞬吸完 脸色却是一变 也顾不得下面的血色草地 直接盘膝坐下 开始打坐 众人围在四周护持 等了约有两个时辰 四周居然有微微细风 围绕赵琪盘旋 又等一会 盘坐在地的赵琪 猛地睁开双眼 金光四射而出 令人瞠目结舌 赵琪激动地一下站起 身子却升了五尺多高 所有人不禁骇然 落地之后 赵琪哈哈大笑一声 立即走到影制品身前 躬身下拜 多谢国师赏赐灵果 弟子再无忧意 可是打通了天地之桥 影制品淡淡问道 是的 国师 影制品上前一下 抓住赵琪的手腕 不要抵抗 我来检查一下 是否有什么隐患 那赵琪本能的要缩手躲闪 但他岂能在精神领域内 夺过影制品的擒拿 手腕如自动送入对方手中 瞬间抓住 害得赵琪心中一惊 再不敢乱动 影制品先天真元之威 浩浩荡荡 先是顺着赵琪的经脉流过一遍 细细检查可有异常 赵琪不过刚入一流 内功只算小成 经脉纤细 天地之桥 被这视魂束果的能量强行打通 不少经脉受损 日后还需静养一段时间 方可稳住修为 经脉丹田检查完毕后 没有异常 影制品又再度将精神蔓延到赵琪体内 细细检查身上每一处地方 用十之九 竟然超过赵琪的修炼时间 赵琪只觉得浑身上下 似乎被看个精光 想要运功抵抗 但却发现 自己的真气 好像和对方那种探查的能量不是一类 再看了看不远处燃烧正旺的尸山 只好任影制品在自己身上尸围 众人围在四周竿等一天 但谁也不敢有丝毫怨言 等天色见黑 影制品才松开赵琪的手腕 恭喜道 恭喜陛下 修成先天境界 但底子薄弱了些 日后还需养好根基 稳固修为才好 赵琪活动一下僵硬的身体 再次感谢道 多谢国师教诲 嗯 诸事已罢 我不便多待 频道去也 在众人还未反应过来时 影制品闪身冲向高天 众人摇摇看向非在天际的影制品 有惊有喜 不易而足 不远处的尸山 也已基本燃烧殆尽 原本近百米高的尸山 如今烧成了三十多米高 不时有白色的骨灰 随着秋风吹拂 散落远方 在尸山于燕的映照下 所有人簇拥着赵琪 返回麒怜山关爱 影制品不知道的是 随着此处武林人士回归中原 以及蒙古王廷逃回的奴隶 大肆宣扬下 全真教掌教 以一剑灭一城的壮举 让所有人感到震撼 又不可思议 又听闻其手持擎天巨剑 扫灭边境蒙古百万兵马 全都哗然 纵论古今 还从未有过 这种个人武力 可以覆灭一个国家的高手 不论是在大宋 还是蒙古 几个蜀国境内 影制品成为所有人讨论的话题 甚至连九岁孩童 都在拿着木剑 比划模仿影制品 九楼的说声先生 更是口若悬河 将传回的只言片语 讲得会声会色 威名流传五湖四海 因其仙神般的剑法 天下人尊称 清和真人影制品 为全真剑仙 这些影制品还不知道 只因此刻 他还在哄着小狐狸红英 本来说好去去就回 结果这一去 就是将近三天 但红英很快就闻到 影制品身上 有一股若有若无的异香 翻找一圈后 才发现 竟是一个吃完了的果皮 红英伤心无比 以为是影制品吃毒时 转身给影制品一个后脑勺 虽然赵琪吃完后 看着没问题 但影制品可不会相信 如此诡异之物 接触的果实 会只有好处 没坏处 再还不确定 此果到底有没有隐患时 哪敢给红英吃 正想要寻些好吃的哄哄他 门外却传来弟子李青山的声音 师尊 师尊回来了吗 影制品走出房门 见李青山满脸的焦急 不由地问道 青山 出了什么事 师尊 你可算回来了 邱师祖 邱师祖他嫁和生仙去了 李青山带着哭腔 什么 影制品一脸惊怒 他记得走时 给师尊调理了一夜 这些生机 理应足够 再活半月有余 怎么才三天就没了 第100章 单道 拼徒弟说 师尊先是 影制品不敢相信 当即身影几个闪现 来到秋处鸡院内 此时 院中站满了人 见到影制品后 全都攻身行礼 影制品对众人点了点头 快步走进卧室 屋内全真四字聚在 顾不得见礼 影制品急忙坐到师尊床前 伸手握住手腕 师尊身体已经凉了 可总要查明缘由 当下 精神力笼罩 四处探查后 才知这天人武衰 就算有生机注入 也如竹篮打水 生机很快就会流出 有生那么就会有死 这一天 早晚也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自己又该如何应对呢 杀了百万人马 自己为了避免 一时入魔沉沦 不直接吸收血气 由视魂术吸取转化 反而是一种 最为稳妥的办法 虽然照其服用之后 勇猛精进 从一个一流高手 一跃成为先天高手 但尹之平仍然不相信 那是魂术 没有留有后手 卧室内 全真四子叙叙叨叨地 说着他们的往事 尹之平不禁想起 自己从小受师尊教诲 照顾 虽未能亲身经历 但亦有同感 师尊就此离去 心中不禁感伤 助力床边两久 细细想来 以后 自己恐怕还要为几个徒弟送终 修仙长生 斩断因果 便是为了这样吗 不多时 门下弟子抬进棺果 众人一起将秋处鸡抬进去后 再送至科医灵堂安放 古时 师父若父母 尹之平穿上校服 在师尊临前首页 白日里接待前来祭奠的客人 七天后 台官为师尊下葬 一套流程下来 张法有度 前来祭奠的宾客 大多也都是尹之平以前相识的人 见尹之平容貌依然如故 自已等人却华发一生病脚 不免相寻 是否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 天地灵物等等 尹之平推托说是修炼之故 这些都是自已少年时 在钟南山结识的好友 有一些是尹士 他们无上下之教 尊卑之分 有什么便问什么 因此 少年时是不错的玩伴 见他们如此相问 尹之平脑海里 反而冒出一个主意来 想那修仙界中 炼之丹药 大多能驱除部分灵药毒性 而武侠世界 也有能炼之提升内力的丹药 以小见大 这里面应该有些门道 试魂术的果子 是采集百万人马的血肉接触的 绝不会可能只会有纯净的能量 而没有任何害处 自已不敢直接服用 而这个炼丹之术 说不定可以帮助自已 全真教有自身道统 却是以修炼内丹为主 并不擅长外丹 尹之平随即拉着几位 研究外丹之法的钟南山同道 一同去带客厅内详聊 三位修炼外丹的道士 比自己大个四五岁 如今头发花白 皱纹横沉 他们也想知道 尹之平容颜不老的秘密 所以一拍即合 四人分兵主落座 知客道士上了茶水后 尹之平遥遥端起 请 三位老道也不客气 全都自真自饮 洒脱自在 喝完之后 一位最年长的道士 当先问道 清和真人 我们自幼相识 如今你风华正茂 而我等巨都老矣 所以贸然相问 还望误怪 清和真人可是炼成了那单 尹之平淡然一笑 摇头道 您道友 说笑了 百年前紫阳真人张伯端 说过一句话 一粒金丹吞入腹 使之我命不由天 可他受九十有八 便化合西去 显然并未练成真正的那单 平道日思夜想 最后根据我派福气 行器 导引 胎息等存经法门 结合五者搬弃内状之法 如今略有所成 不过也只是多延些寿命罢了 近日家师先去 平道感慨良多 也在为后路发愁 所以想要研究一下外单之法 准备尝试内外兼修是否可行 三位老道告罪一声 其中一人说道 五者搬弃内状之法 我等也有 但见效甚微 须常年累月修持 反而不如外单的精液 反单之法有见效 可使人神轻踢轻 性顾命间 尹志平一听这 就头大 这不是吃了毒单才有的症状吗 单药里面还加有精液 也就是黄金融化的液体 再炼成单 你们可真好啊 看来 这几位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是炼单道士的先驱者 便和三位老道 互相聊了聊内单外内的戏之末节 在问清了外单祖坛 单顶派的驻地后 又聊几句 便借口离开 听三位少使伙伴所说 原来这单顶派驻地 在襄阳西南方向的 一座高阳山上 离长春谷有一段距离 正好顺便去学习一下 收拾完东西 在连哄呆片的 带着小狐狸红鹰飞天去不久 尹志平背着个大包袱 怀里抱着身背双肩包的小狐狸 摇摇看到下方一座低矮的山丘上 绿树成林 几座青砖绿瓦的大殿 落坐山顶 尹志平从空中飞来 自然引起罐中道人的注意 带落到一片八卦广场前 仰头看去 十梯之上 赫然有一座青石建成的古朴道观 门扁上三个大字 阁仙关 此时朱红大门已经打开 里面二十来个道士 簇拥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道 走出门来 一路下到八卦广场 对着尹志平当即一个棋手 可是全真派掌教清和子真人 尹志平也回忆礼 正是 平道路经此地 突然扶林心智 来此一关外丹之庙 那头发花白的罐主 随即邀请尹志平进殿内相续 落座之后 俩人举杯相请 尹志平从包里 拿出两本重阳宫收藏的秘籍 说道 这两本分别是罗汉拳和金刚掌 可谓贵贯增加护道之术 请不要推辞 说完将两本秘籍 放于身侧桌子上 那罐主名叫葛元 他们葛先官 不是隐居深山不问世事之辈 自然知晓 这位全真掌教的地位 对方给足了面子 自以哪能说个不字 于是转身进了后殿 不一会 带出一本薄薄的古旧册子 秦和真人 这便是祖师葛红先翁留下的外单秘书 真人看罢 又不懂之处 可以随时相问 尹志平道谢后 接过秘书 仔细翻看 里面字数虽少 但无虚华之言 都是有意有据 实用之法 喝完三盏茶后 尹志平才和尚秘书 一脸感慨 抱仆子真人 不愧是丹道大家 里面真知灼见 令人恍然 不过如今炼制的外单 达到书中所说了吗 灌主葛红连连摇头 难难难 根据观中数百年的经验 万物相生相克 许多物质 可以消除我们体内有害物质的影响 最终可以使身体恢复到婴儿的纯净状态 但想要汲取那些物质的精华 非常困难 最开始 我们认为 黄金是一种不朽物质 根据祖师记载的法子 灌内改良无数道程序 花费无数年 仍然提炼不出其中不朽的精华 后来 这种东西毒性无法驱除 服用后虽然能短时间让人精神焕发 但服用过量 其中的毒性物质叠加 严重者可令人丧命 仍然不成功 再后来 我们根据祖师的记载 发现了另一种容易萃取的精华 哪一种 尹志平不禁好奇问道 第101章 回肠春谷 葛仙关主葛元缓缓说出答案 是草本药物和军类 说来也是一种巧合 今夜 迎完 即便是王公贵族 也承担不起今年累月的消耗 但君王例外 先辈祖师们当年被高宗以性命相挟持 不得不苦思冥想 试图提炼出各种精华 用过千年不符的尸体 雷姬木的心牙 陨石 太岁 退科的金蝉 有情人的泪水 传说的虫童等等 也用过胎盘 羊水 幼阴 更甚者 还有同男同女的肺腑心脏 以期望炼成增补脏腑的丹药 可一步怎能登天 折腾许久 也没炼出仙丹 最终仙辈们发现 一向被视为辅助炼丹的药材 才是最容易提取到精华的物质 随后便寻珍稀灵药 提取炼制 成效显著增高 却因草木菌类巨势繁物 只得一时之效 不能长久 我等炼丹之辈 也只能四处寻访天地奇珍 以期炼制出真正的仙丹 影之平听闻葛源这一大段话 心中暗自震惊 绝不能小看任何一个文明 自已以为是从现代穿越过来的 对这些老古董 是一种碾压 但实际上 万事万物都是在变动的 存在的每一刻 就意味着这个文明正在发展 或快或慢罢了 前世的世界 能将太阳的光能转化为电能 但生物能转化为内力 却显然做不到 既然如此 说明这个世界 必然研究出过 转换能量的方法 蛇骨中的那条白蛇 借助石化的身体 将地下熔岩 转化为自已需要的能量 这不就生物能转化为 内力的另一种方式吗 但现在最重要的却不是这些 因为影之平 听到一个熟悉的字眼 高宗 葛官主 你刚刚说高宗 是宋高宗吗 对 就是宋高宗 影之平语气稍显极切 冠主可听说过 高宗皇帝炼丹的葫芦山 葛元看向远方 在脑海中寻找葫芦山的字眼 想了一会 才说道 恐怕没有 当年去给高宗皇帝炼丹的先辈们 无一人活着回来 中间寄过几封书信 但没说在什么葫芦山 影之平心中暗叹 这当权者生怕自己的丑事 被世人发现 灭口灭的真是干净 是葫芦树还是一个采药人 偶然入了葫芦山捡到的 听着葛元所说 恐怕那葫芦山里面 也有着非同一般的过往 而这世葫芦树 是否是炼丹道士们 寻找的一件异物之一呢 字眼既然已经得到炼丹之术 便回去尽快处理了世葫芦树果 用来增添实力 他可不想如蛇骨一样 再来一次九死一生 毕竟阎王收人千千万 作死狠人占一半 字眼能苟着最好 于是尹志平起身 准备告辞 准备回去炼丹 想起炼丹 字眼好像没有丹顶 于是再次后延道 桂冠可有闲置的炼丹炉 葛元一脸为难 只因罐中没顶丹炉 要么是自已炼制的 要么是师父留给弟子的 全是有主的 尹志平见状 再度说道 长春谷有几件奇珍 手掌大小的金色蛇铃两片 刀枪不入 凡俗难清 增加五载内力的蛇胆一颗 食骨削肉的蛇毒一瓶 这三样可否换一顶炉 葛元脸色当即一变 换 换 老道的丹炉多年未用 正好换给真人 看着葛元满是皱纹的脸上 笑得跟一朵菊花一样 尹志平忍不住心中一寒 赶紧催促葛元去了丹炉处 主殿后方 一间单独的炼丹房内 里面货架成牌 上面放着各种稀奇古怪 如矿石似的块状物 草药 残枝 干硬的尸体 还有盛开的秋菊 不知名爪子 骨头等等 地上摆放着几箱木炭 中间是一座半人膏 三足两耳 熏得黑漆漆的大顶 掀开上面的铜盖子 一股药香扑鼻 大顶内壁上刻着 许多鬼话符般的甲骨纹 葛元在旁边急忙介绍 这丹炉是祖师葛先翁 当年使用的丹炉之一 听说是祖师的师尊 佐慈仙人赐下的 妙用无穷 尹志平和尚铜盖 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如此贵重 灌主舍得换给我 真人说笑了 对我背之人来说 丹炉只是死物 最缺的是天地奇物 尹志平点了点头 伸手抬了抬 丹炉从地上升起 飘在空中 那白发苍苍 一脸皱纹的葛元剑齿 反而露出痴迷之色 摸着扶起的丹炉 使劲往下压 又在丹炉与尹志平中间 快步摸抓蹦跳 没有一点灌主的样子 满脸都是好奇之色 嘴里不住的喃喃自语 这是什么原理 不可能啊 尹志平无奈地摇了摇头 对外喊了一声 红鹰 很快 一个火红色的身影 跑来 尹志平一把抱住 身后飘着半人高的大顶 对葛元毅里 便迅速飞入高空 来到长春谷后 路通递来朝廷旁冲的密信 尹志平在宋猛边境齐连山 答应赵齐掌权的事情 已经传遍了整个朝堂 高兴者有之 愤恨者有之 事不关仪者同样不少 打开密信 里面是旁冲满篇的哭诉之言 什么为国为民 为国师 鞠躬尽脆死而后矣 又说什么赵齐心狠手辣 在外面已经杀了 自己几个数出的孙子 等到赵齐掌权 肯定落个人死足灭的下场 自已不说 功劳也有苦劳 请国师做主等等 尹志平看完 随手将密信化为灰烬 这旁冲以为还有机会吗 满篇都是哭诉之言 只字不提自己的后路 或者是在试探自己的态度 想和赵齐拼一拼 第102章 炼丹 不管旁冲如何想 怎么做 自已做自已 该做的事情便是 他的命运 由他自已选择吧 吩咐路通 让人给葛仙官送去蛇林 蛇胆 蛇毒 随后又带着路通 来到长春谷库房 普斯取蛇养殖 十多年的经营 又靠近深山大川 怎么说 也是有点家底的 看守库房的士兵 也都是当年随旁冲 一起来的手下 如今各个武艺非凡 邪家带口 已经定居在谷外的村镇里 外面的镇子也愈发兴旺 打开库房大门 里面摆放的 珍奇家务品种很多 但大多数 还是一些草木药材 和虫蛇药材 毕竟靠山吃山 尹志平 根据葛红炼丹秘书里面的记载 挑了些草药 准备先试着炼炼 万一自己有炼丹天赋呢 那还不直接起飞 路通在身旁提议 国师 咱们谷中 药材单一 要不要去皇家内库拿点 尹志平放下手中的死茂姑 沉默了片刻 见路通额头冒出冷汗 才缓缓问道 你和庞冲多久联系一次 路通立即躬身下拜 不敢瞒国师 属下和庞守府 大多是公务上的来往 他念国师 您的恩德 不时送些南洋来的新鲜玩意 全都在另一间的宝库中放着 尹志平挥手 将货架上选好的药物取出 来到外面 令人分类装好 对着路通说道 走 去宝库中看看 庞冲都送了些什么 路通低头英势 嘴角却扬起一丝笑意 躬身领路 两人走出谷中屋设建筑 来到一处石壁前 门口有两间小屋 四五人在里面指守 几人见到首领 和多年未见到过的国师 立马上前拜见 快打开宝库 路通从怀中取出一把三菱形钥匙 递给指守的士兵 催促道 几个守卫躬身领命接过 又取出一把同样的钥匙 两把合一 插进石壁上一个孔洞 随着拧动钥匙 石壁发出摩擦之音 露出一条幽深的石道 一个守卫点燃一只火把 路通接过拿在手中 对尹志平伸手道 国师 请跟属下来 尹志平跟随路通 一路通过石道 来到最里面的一处巨大的洞穴内 引燃墙壁上的火把后 四周一片明亮 只见洞内中央 摆放着一尊漆黑的鬼脸邪符 四周散落着干枯的肢体 头骨 手臂 胳膊 耳朵 眼睛 牙齿 还有封存的瓶瓶罐罐的 路通小心地介绍道 国师 此佛出自一个名叫仙罗国的地方 据说里面 是一座以白骨 牛角 血石建成的寺庙 里面供奉的 正是这一尊邪佛 寺庙的和尚 每日都会从邪佛头顶倒入鲜血 顺着九孔缓缓一出 日积月累下 成了漆黑之色 信徒参拜后 可献上身体的一部分 用邪佛咒杀仇人 尹志平有些无语的点点头 这旁冲对自己还真是了解 当年见自己对巨大的蛇画师感兴趣 这就送来了众多稀奇古怪的东西 路通又引着尹志平 来到洞穴四壁上的木架前 指着眼前盒子里 如蚂蚁般大小的小颗粒 这是当地一种名叫酱头术的使用原料 据那酱头师说 这是虫卵 埋入人的皮肤下 或者放入饭中让人吃下 一个月后 服用者必然浑身长穿肚烂 脏腹被啃食一空 在极致的痛苦中死去 尹志平不禁想到 看来东南亚详头术 便是从南疆古术中学来的 路通继续向前走 指着一个干瘪的婴儿尸体 这是宜舟得来一件鬼物 在婴儿三生时 将其用父母的室油烤肝 再用自己的心头血喂养 四十四天后 若是自己没死 那么就可以养出一个鬼婴 想杀谁杀谁 尹志平听罢 暗自为召气可惜 就算他有了先天修为 想要轻松拿捏旁冲 只怕不易 又看到前方一个修长的白色鱼尾 但尾巴上部 却是一个干枯的半截人参 不禁好奇道 这是 这个 哦 是从某一海岛勇士呢 我们船队用一匹丝绸买了下来 据说这位勇士 摆脱了海妖的诱惑 一刀砍断其半个身子 那海妖扎入水中逃命 遗留下这半具尸体 尹志平伸手拿起 见鱼尾鳞片冰凉干硬 上面半截人参 虽然已经干枯 但干硬的皮肤上 很是细腻光滑 可以想象活着的时候 那皮肤该有多么柔软 难道真有美人鱼吗 这个世界 肯定还有更多的神秘与未知 尹志平突然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 路通继续介绍着其他东西 有金色的头骨 不似人手的干枯手掌 长得像人一样的小树 粗如大腿的有黑力爪 拳头大小的紫色眼珠 四五米的蜘蛛腿 长有翅膀的海鱼 四人脸的大头鱼 盘根错节 长着历次的诡异尸体等等 从这些奇异的物品 可以看出 这些只是这个世界中 无尽神秘里的一角 尹志平今天开了眼 这旁冲也算尽心尽力 路通去给旁冲捎个信 若是不敌 可来长春谷安详晚年 庇护老小 路通顿时面露喜色 拱手抱拳道 是 国师 两人走出宝库后 各分东西 尹志平想到刚刚看到的种种 心中不禁生出感慨 这世界在美妙玄奇 如果没有强大的力量 和无尽的寿源 那么这些东西 便没了任何意义 尹志平带着药顶和众多药材 找了一处偏僻的房屋 见小狐狸红鹰还没回来 恐怕是和山里的小伙伴去玩耍了 随即命令所有人不得打扰 准备开炉炼丹 所谓烈火炼真经 是认为人想要长生 必然要服用不朽之物 而不朽之物 必然能经受烈火焚烧 以这一原理来炼制金丹 尹志平不敢断言 此炼制方法对不对 毕竟 时过境迁 一切都在改变 书中记载的五蛋炼除丹 谁又能知道 那五蛋在他们那个年代 是不是带有灵气的石头呢 但现在还按照经书中记载的 炼法去炼制 显然也不合时宜 尹志平并未使用炭火 自以先天蒸气是最好的火焰 可以细致入微的控制温度 尹志平先是将丹炉加热 放些宝库中拿出的药材 黄金 人参 一亩草 土鳖虫 肉葱绒 兔丝子等等 照着丹方 依次加入丹炉中熔炼 用药勺不停搅拌 一个时辰后 再加入熬制的蜜辣 搓合成团 拿起一粒 闻了闻 药香浓郁 嗯 自以这算不算 盖特到了寒跑跑的拿手绝活 徒手搓丹尹志平一高人胆大 随即往嘴里丢了一颗 仔细感应 不一会 只觉得小腹有些燥热 急忙默念清净精 第103章 新的发现 默念清净精时 浑厚的真气迅速搬运 排出药力 尹志平满意的点点头 头一回炼丹 居然就这么炼成了 多少缺了点成就感 接下来 尹志平清除丹炉内的药渣 然后放入颇有韧性的 试魂束果的果皮 这果皮 正是照其当初吃完果肉剩下的 丹炉温度在尹志平的控制下 不断升高 丹炉底部隐隐发红 可见此时丹炉内温度已经高到顶峰 寻常药材早就应该成灰了 这果皮还没有变化 但尹志平不敢再加热 生怕炉子底部一不小心被烧穿 也怕这果皮在高温下 直接烧成灰 所谓炼就是熬炼 慢慢地熬出药性 尹志平维持着这个温度 两个时辰后 丹炉内的果皮居然渐渐软化 直至熬成一团粘稠的黑色高叶 一股一香从丹炉中散出 令人精神一清 为了试验试魂束果的隐患 尹志平根据经书中所说的 药物相克 相容的道理 挑了些大剂 磷脂粉 玄身 徐掌清等粮血药物 中和果皮的热性 等炉火温度 渐渐降至繁俗药材 可以接受的温度 依次放入 慢慢将其融为一体 之后 搓成拇指大小的药丸 一共得12枚黑漆漆的丹药 虽然药香扑鼻 闻着让人觉得神清气爽 但这脉相实属有些糟糕 放到修仙界中 不知道的 估计都会认为这是一枚魔丹 此时 天色早已黑下来 小狐狸红鹰还没回来 真是完野了 吩咐路通 找来两只小白兔后 便是静静地等待 盘膝打坐 吸纳天地间的清零之气 自恋到先天境界 这长青诀的那气速度 已然跟不上自己回气的速度 所以 平日里 除非是闭关 不然很少修炼长青诀 简直是一块鸡肋 食之无味 弃之可惜 仔细感应了一下 本来满满半个丹田的真元 如今仅仅只剩十来滴 若是这些试魂数果没法吃 自己这次可就亏大了 待到夜间紫时 秋风吹过 微微有些寒冷 尹志平从铁笼里 掏出两只小白兔 自大肚瓷瓶内 倒出一颗黑漆漆的丹药 塞进一只小白兔嘴里 小白兔闻着一箱 咪着双筋 嘴里不停地咀嚼 尹志平挥手 招来一颗完整的试魂数果 伸出剑指 屠戮寸许剑芒轻轻划开 将里面的红色浆叶挤出 喂给另一只小白兔 这只小白兔 喝完浆叶后 双眼红得可怕 精神异常兴奋 蹦来蹦去 停不下来 尹志平可不管这两只兔子如何兴奋 背上星辰剑 将兔子塞进狭小的铁笼 再用铁丝挂在身上 走出门外 想了想 又对屋内招了招手 飞来一颗试魂数果 将果子装进背包 尹志平仰头看向上方 昊月当空 万里乌云银白色的月光照在枝叶上 如下了一层白霜 尹志平护体真气释放 瞬间飞上高天 想起上一次 自已鲁莽地飞上高天 现在心中还有些后怕 太阳未落山 就敢飞到热层 万一太阳辐射突然增加 自已只有被烧成灰的命 而现在正是好时候 太阳的辐射被星球挡住 热层的辐射 基本处于平稳状态 至于地磁活动的影响 只能硬扛了 只要继续往上飞 脱离了热层底层 越往上飞 上面大气愈发稀薄 就不用担心高温问题 银白色的月光下 一颗轻蒙蒙的椭圆形光球 直直飞向月亮 但来到对流层时 尹志平才知道 自已有些想当然 今夜晴空万里 根本无云 水气很少 尹志平的身影 开始横向转圈 用冰寒的真气层捕捉水气 凝结成一个保护层 随着渐渐凝结成一个椭圆形冰球 尹志平不再吸收水气 直接继续往上飞 而空心的冰球内部 空间也没有多大 随着尹志平继续向上飞 两只兔子在疯狂地撞击铁龙 狭小的空间氧气越来越少 严重的血运感 让它们意识到 自己快要死了 两只兔子 就算刚补充了 非同一般的能量 但面对缺氧 仍然是垂死挣扎 渐渐没了声息 一个时辰后 尹志平四周一片黑暗 地面反射着 昏昏灼灼灼清冷的光芒 透过头顶透明的冰层 上方的月亮 似乎更大了 它已经隐隐能看到 月亮后面无尽的璀璨星空 而此时 它已经飞过了 最为寒冷的平流层 中间层 四周的温度 明显在逐渐升高 但相比上一次 已经低了很多 随着蒸汽不断地加速消耗 半个时辰后 尹志平突然觉得 高温在缓缓下降 但尹志平仍然不敢打开 且蒸汽输出 并未因为高温退去而减缓 仍然在持续性消耗 并且越来越快 就在尹志平想要停下时 突然如被一阵急语 砸中头部一样 尽管这些雨点没有形体 且肉眼不可见 但冰球最外层 仍然瞬间碎裂成渣 并在高能粒子 和宇宙射线作用下 急速爆炸成一团炙热的气团 将尹志平推向下方 尹志平心中惊骇不已 这还是夜间 若是白天 在太阳风 紫外线 短波辐射下 恐怕会瞬间爆掉尹志平的真气罩 自由下落的尹志平 看着头顶薄薄一层的冰层 心中测算 是否能撑得住 此时外部的大气稀薄 冰球内部的气压浑厚 巨大的压力差下 冰球内部浓稠的空气 无时无刻 不再想要冲出束缚 尹志平先天真元 早在冲出高温层时 就开始消耗 如今还剩下九滴真元 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融 他不敢再等 这里情况瞬息万变 万一再出现状况 不说被冻死 自以血肉之躯 被无数高速运动的粒子击中 细胞核都要被击穿 就算基因不突变 大面积细胞也会迅速死亡 摸出背着的两把飞剑 试魂树果 以及两个铁龙的兔子 却见面前一小股灵星的 银银光点 正如流水般 融入有黑的星辰剑里 在银光点点的映衬下 尹志平欣喜若狂 顾不得许多 一边用先天公稳顾冰球 一边暗暗运转长青绝 可不管尹志平如何运转 甚至手插入面前流动的银光中 仍然没有任何效果 这不是灵气吗 时间紧迫 争分夺秒 真元的快速消耗 让尹志平立即掐断长青绝的修炼 仔细辨别 却发现这荧光点点 本就有自已的流向 却因为星辰剑的吸收 拐了一个弯 尹志平此时投向下 正往地面落去 看着这些荧光点点原本的流向 从南方流向北方 他对着这些光点的流向 看了看下方星球的极南和极北之地 心中隐隐有些明雾 第104章 尹幻 此时真元不断消融 生死存亡之客 尹志平不敢浪费 哪怕一秒 大手握住两只异常冰冷的白兔尸体 微微探查 血肉之中毫无异样 再握住漂浮在空中的试魂树果 似乎也并无异常 尹志平心中暗暗放下心来 猛地加速 直奔地面 剧烈的炙热再度来袭 似乎比刚刚上来时要热上半程 尹志平不敢吝啬 丹田之中仅剩的6滴真元飞速消耗 因为每多待一会 此地的温度就要上升一层 只要闯过这片区域 便再无危险 尹志平迅速下落 直至丹田之中 还剩两滴真元石 终于闯过大气热层底部区域 再经过严寒之地 终于缓缓落至地面 此时 黎天明还有一个时辰 明月奚落 炼丹十月内 两把黑剑 两只白兔 一颗黑色果子 漂浮在尹志平周围 尹志平闭目凝神 深深一个呼吸 消化此行种种遭遇 片刻后 尹志平抬头看向 看了一眼 渐渐隐没在天际的明月 头顶上方的天空 再度重归黑暗 模糊的星光 似乎从黑暗中 像是要睁开眼眸 谁能想到 这些璀璨的星光 对人类来说 竟是致命的 若没有大气层的保护 人类活不过一息 尹志平想起了水中的鱼儿 脱离了赖以生存的环境 就真的要死吗 那些遨游宇宙星空的圣人 是超脱了自己生命的本质吗 尹志平抬手 抓住半空中的试魂束果 圣人可以 那我也一定可以 当下 尹志平转身回到炼丹室 将两只白兔分割拆解成块 仔细探查 确定没有任何问题后 摸出大肚瓷瓶 倒出一颗黑漆漆的丹药 犹豫了一瞬 还是一口吞下 盘膝坐于丹炉旁 仔细感应丹药入腹后的药力流向 有一小部分化为真气 大部分却流向周身经脉 血肉之中滋补血气 原来这果皮可作为疗伤丹药 又拿起放在桌子上的试魂束果 想起上次上天之时 那试魂束竟然长出根须 若是在合适的环境 这试魂束果 没理由什么动静也没有 但为了保险起见 尹志平仍然准备 将果皮和果肉分开服用 切开手中试魂束果的外皮 尹志平把心一横 直接将血红的僵状果肉吃下 盘膝而坐 迅速运转先天弓 巨大的能量从腹中轰然扩散 随着经脉蒸气的运转 这些能量随着真气 在经脉中运行大周天 最终汇聚在丹田之中 缓缓化作一滴滴真元 随后 一股红色的清凉之气冲入脑海 让人精神一震 精神力微微有一些提升 但字已不是提前将人杀了吗 怎么还有提升精神力的药效 尹志平心中有些不解 也只以为死去的士兵 灵魂还未彻底散尽 被那试魂束吸取了一部分 一颗试魂束果吸纳完毕 尹志平有些不爽 这定是那试魂束偷偷藏丝了 一颗果子才得五滴真元 现在还剩十六颗果子 加起来总共得八十五滴真元 虽然自已闭关四个月 才能修成一滴 这十七枚试魂束果 就可以抵得上 自己近三十年苦修 可这是百万人马呀 百万人成就自己三十年 怎么算都很离谱 事已至此 尹志平化身前世的火龙果狂魔 吃得嘴角红色枝叶齐流 又迅速伸出舌头舔镜 不浪费一滴 吃两颗试魂束果 炼化一次 就这样连续不断 循环不休 待到日头高升 十七枚果子全部炼化完毕 尹志平长生而起 他从未有过这种强大的感觉 一举一动 好像天地都在跟随自己一般 似乎自己有了待天刑罚之权 且精神力同样大增 尹志平全力感知远方 精神力化作滚滚河流 直奔远方而去 但眼眸深处 却有一抹隐晦的红色 一闪即逝 再看精神感知区域 原本可以覆盖五十米的精神领域 现在已经达到一百米之多 就是不知何时才能炼成神石 周身功力大增 随之而来的 就是全身素质的整体提升 耳青木鸣不在话下 先毫必现尽在眼前 这时 尹志平耳朵微微移动 听到骨口一些争吵打斗声 那喝斥声虽然成熟很多 但自己依然很是熟悉 尹志平身子微微移动 整个人如闪现般 出现院中 紧接着院中的残影消失 山谷中央出现了尹志平的身影 身影再次一闪 已经来到山谷入口处 山谷入口前 两个身影正在半空中 你来我往 缠斗不休 周围分为两拨人 观看中央两人的打斗 谁也没看清 只觉得眼前一花 战场上突然就多出了一个身影 带有江湖人士 看清这人面貌 口中纷纷惊呼 剑仙 是全真剑仙 什么 真是剑仙前辈 真的 真是剑仙 终于见到剑仙前辈了 也有些江湖上的少年少女侠客 从未见过尹志平 听到身边人的惊呼 纷纷望向场中出现的身影 双眼放光 神情兴奋 有的甚至发出惊叫声 尹志平的出现 引起现场一片骚动 只因尹志平不知 他的所作所为 早已被传唱到大江南北 灭奸臣 扶大宋 以一人之力 换取长江以北的半壁江山 面对敌国的侵犯 一见灭亡亭 又见扫百万蒙古大军 可谓是武林少侠们 最为崇拜的武林前辈 试问 谁不想成为这种 力挽狂澜的大英雄 现场的愈演愈烈的骚动 以及两人战场下的身影 让正对战正撼的两人 全都一惊 瞬间把手落下 陆通一落地 急忙拱手道 国师大人 您出关了 尹志平淡淡问道 这是出了什么事 怎么和他打起来了 第105章 断情 听到尹志平的问话 陆通立即抬手指向杨过 这次 在您闭关期间 每隔两年就来一趟 最近听说国师您出关了 又找了过来 您昨日吩咐不要打扰 属下上前阻拦 才打在一起 嗯 尹志平平静地点了点头 随后看向杨过 杨过看到尹志平 古井无波的双眼望来 顿时惊醒 十多年没见 尹志平面容丝毫未变 自已小时候 他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仍然是 所以刚刚才一时出神 此刻 杨过清醒后 立马攻身叩拜 行了一个大礼 尹真人 我找了姑姑15年 一直未能找到 但从未放弃过 请您念在 国面上告知我姑姑的下落 说完 又再次行了一礼 杨过后方跟来的武林人士 双眼顿时一亮 有八卦 当年古墓派小龙女 据说是武林第一美人 惹得这两个风头正盛的大侠 争风吃醋 最后这位北侠抱得美人归 但不知因何缘由 他突然娶了绝情古谷主之女 那小龙女 自此不知所踪 杨过玉树临风 自容俊秀 很招江湖女侠们喜欢 但其行为却令人诟病 家里有个美娇娘 却为寻另一女子 常年不归家 初时 无数人对其指指点点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杨过坚持不懈地寻找 越来越多的人 反而为其精神所打动 而尹志平这边 与其生意 邱祖师 师尊去世时 怎未见你前去平调 前段日子 我被困在十万大山之中 未能及时得到消息 后续定当去邱祖师杯前祭奠 请尹真人告知我姑姑下落 尹志平知晓 杨过对全真教导是 没一点好感 怎么可能承认 邱处基是其祖师 且他骨子里一向傲气冲天 今日居然两次低头 你为何认为平道会知道 你姑姑的下落 尹真人 这天下茫茫人海 我寻找了十六年 大江南北 山林野居 全都有我的足迹 不可能寻不到姑姑 但若是尹真人出手 那便能说通了 尹志平怜悯地看了杨过一眼 微微抬头看天 与其平静无波 这件事并非平道所做 平道也不屑于做此恶事 龙姑娘的武功不在你之下 你难道不清楚吗 他想躲着你 你就算找遍天涯海角 也找不到他 不用再次纠缠了 回去吧 杨过似乎不敢相信 这个他深深藏在心底的答案 被别人平静说出 他寻找小龙女十多年 早已成了执念 不敢面对现实 只有寻找借口 所以才没两年 都要来长春谷找尹志平 甚至他都不希望尹志平出关 可今天 尹志平一语道破 他心中埋藏多年的秘密 他浑身发抖 有癫狂之状 嘴里不断喃喃道 不可能 不可能 不是这样的 姑姑最疼棍了 姑姑不可能不要棍 你在骗我 臭道士 你骗我 说啊 快说啊 你骗我 杨过双眼落下热泪 满脸悲痛 说着 说着 居然伸出双手 抓向尹志平肩膀 陆通想要上前阻拦 可以到清光闪现 杨过被尹志平的护体 真气弹飞 摔落在地上 他趴在地上 嘴里仍然在念叨个不停 似乎陷入魔障 尹志平看着杨过如此模样 心中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 他前世的影子 亦或者是被杨过的痴情所打动 心中一软 正要说话 却见人群中 一个带着哭腔的小姑娘 快步跑来 蹲下身 扶着倒在地上的杨过 杨哥哥 杨哥哥 你没事吧 但杨过充耳不闻 物资泪流不止 那小姑娘也跟着哭 满脸泪花 让人看着心疼 他回头看向尹志平 带着哭腔说道 尹叔说 杨哥哥他是怎么了 他没事吧 尹志平见着小姑娘 依稀有几分黄龙的影子 便知道 这就是郭靖和黄龙的闺女郭襄了 便开口道 没事 你且让开 我有一法 小郭襄似乎有些不舍 但很快 被人群中窜出的郭福拉住胳膊 先对着尹志平微微毅力 迅速拉着自己妹妹退回人群 尹志平双手紧扣 食指伸出相接 腹腔自存一口先天气 截毒骨印 手印截完 对着地上的杨过张口大喝 零 一声巨响如春雷炸开 惊得围观的人群 不自觉后退三步 而地上杨过的身子猛的一顿 停下了口中念念不断的旗语 似乎在直愣愣地发呆 人群寂静无声 全都睁大眼睛 看着这一幕 片刻后 地上的杨过扶着地面 缓缓站立起来 他眼中神采不在 似乎一下子苍老了很多 他没有对尹志平有任何表示 只是木然地转身 向外走去 人群立即分开一个道路 小郭襄硬拽着郭福和耶律齐上前 走在杨过身侧 以及想要拜师的少年少女 尹志平闪身回到炼丹室 古井无波的心不禁生出波澜 久久未能平复 如此珍贵的感情 我为什么要去横插一脚 只是因为 当初自己心中的一丝欲念吗 自己真的喜欢小龙女吗 美丽的东西 我们都想拥有 可我们真的需要吗 我们真正需要的 又是什么呢 尹志平盘坐在炼丹炉前 正正发愣 不知过了多久 一个红色的身影映入眼帘 尹志平瞬间回神 想要藏起桌子上一落果皮 却已然来不及 小狐狸红鹰急急忙忙 从外面越过门槛 身影飞快 眨眼间窜到尹志平面前 看到尹志平身侧矮桌上一落果皮 瞬间想起了上次重阳宫 尹志平吃毒食 这次更过分 竟然一下吃了十来个 他双眼喷火 完全忘了自己的任务 一手插腰 一手指着桌子上的果皮 阴阴阴的胡乱一通急吼 不停控诉 似乎要尹志平给他一个说法 尹志平正愁如何分说 却突然看到矮桌旁的大肚瓷瓶 当即从蒲团上起身 抓起瓷瓶 就来到小狐狸身边 小狐狸仰着头一扭 给尹志平一个大大的后脑勺 尹志平指着房间中央硕大的炼丹炉 解释道 不要误会 我怎么可能吃毒食 这不是在炼丹吗 快来看 说着打开瓷瓶 导出一粒黑漆漆的丹药 来 你闻闻 是不是这个味 我保证没吃毒食 只是把果肉都炼成丹药了 第106章 再起斜面 小狐狸红鹰将性将疑 吸了吸鼻子 傲娇的小脸蛋慢慢扭过来 红色的嘴巴一闪 阿呜一口 尹志平手中的丹药 瞬间进了红鹰的嘴里 他轻轻咬一口 立即弯着笑眯眯的狐媚眼 开心地吃起来 尹志平见状有些猛 丹药不是直接吞吗 怎么还能小口咬着吃的 他吃一片刻 拿出一颗放进嘴里咬一口 轻微的苦涩夹杂着甜蜜的鱼味 再配上令人迷醉的一箱 这种鱼味悠长的感觉 令人想要沉醉其中 尹志平从来不知道 丹药还能这样吃 他记得孙悟空吃金丹 是怎么吃的来着 往喉咙里倒 可惜了 葫芦吞枣 不明其味 搞得自己也不知道 太上老君的金丹是什么味 有机会要一颗尝尝 小狐狸细嚼慢咽 吃完一颗 见尹志平正在品味 以为尹志平 真是用那香香的果子炼制的丹药 开心之余 这才想起自以来的任务 当即殷殷殷的脸比戴华 一通的诉说 尹志平和红莺相处久了 现在已经大致能明白 他想表达的意思 你是说 让我跟你一起去救人 红莺立马点点头 见此 尹志平心中有些好奇 难道山里的神雕和白猿出事了 又突然想到 刚刚杨过的事情 他心底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会不会是小龙女 越想越觉得有可能 毕竟小龙女内功已然不俗 能让小龙女受伤的 只会是他重新拾起的诗门功法被破 玉女功法有十二少 十二多的正反要绝 十多年来 小龙女重拾诗门功法 又每隔七日 听讲尹志平讲解道典 佛经渐渐心如止水 万物不应于怀 如今渐阳过目然离去 心若死灰 想必是搅乱了小龙女的内心运转 导致气血淤质 经络受损 尹志平不敢耽搁 根据小狐狸红莺的指路 迅速往山谷后方的群山之中飞去 不一会 只见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溪旁 神雕围着一块光滑的巨石 在四周焦急地来回走动 而巨石上 躺着一位身穿白衣的女子 正是小龙女 神雕看到小狐狸带来了尹志平 顿时扇着翅膀 高声鸣叫 让尹志平给小龙女智商 尹志平落到巨石上 放下小狐狸 急忙将手指搭在小龙女的柔衣上 稍加查探 确实如自己料想的一般 内心错乱 经脉受伤波及脏腑 经脉逐一理顺契机 调理经脉损伤 半个时生后 小龙女悠然转醒 她不负清冷之气 反而有种柔弱之感 眉眼间带着思思哀伤 为何要救我 如何能见死不救 小龙女沉默下来 她看向远方白云朵朵的天空 片刻后 缓缓开口问道 过儿没两年都会来山里寻我 她在外面闯出偌大的名头 是个人人尊敬的大英雄 我出去 不仅会害了她 还会害了她的妻子 我对不起过 尹志平刚刚见过心灰意冷的杨过 现在又看到生有死至的小龙女 心中不禁有些黯然 是我对不起你 小龙女微微摇了摇头 你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 总之 是我命苦罢了 你曾讲过 生死本是自然之理 就这样离去 不是很好吗 尹志平看了一眼天边 蓝天白云 四周郁郁葱葱 风景不好 神雕很挂念你的安危 神雕早就看出不对 听到尹志平的话 在巨石下 张开宽大的翅膀 猛点雕头 咕咕咕地叫着 蹦了几下 小龙女看着神雕脸上 慢慢浮现笑容 转而又问道 尹道长 你有挂念的人吗 尹志平回想过去种种 自己挂念的 除了小狐狸 其余的 恐怕都是前世的人 但他不好明说 是红鹰 小狐狸正与神雕 激励咕噜说话 听到尹志平的言语 立即蹦上巨石 开心地眯着眼睛 想要抱抱尹志平 但尹志平正在给小龙女 运功疗伤 只好手舞足蹈地连连点头 小龙女见状 玩耳一笑 突然猛咳一声 吐出一口淤血 身子向后倒去 眼见小龙女的头 要摔在自己腿上 尹志平只好伸出手臂 还住小龙女背部 扶住小龙女 让其缓缓躺下 小龙女白嫩的脸上 不禁浮起淡淡红润 尹志平如此近距离 接触小龙女 还是刚穿越过来的那一夜 含羞的双眼 粉色的红唇 小巧精致的下巴 圆润的锁骨 衣领下的白润 在自己面前的样子 更甚者 原生的记忆 也一一浮现 看着近在咫尺的红唇 闻着对方轻微的喘息 嘴唇间再度涌现 当出那柔软的触感 尹志平喘息渐粗 内心挣扎不休 似乎一个声音在告诉自己 放开自己 不要被陈规旧举绑着 做别人认为的你 你要做真实的自己 你想清一下那柔软的粉唇 为何不清 你为何要压抑自己 清上去 做你想做的 这才是真实的你 你已经有了天下无敌的实力 甚至是黄龙和郭湘这对母女花 你难道不想吗 你一定很想吧 只需要动动手指 这一切你都能得到 母女花 小萝莉 少傅 这武林所有美人 任你于取于求 轻下去 轻下去 想想那柔软的触感 酥酥麻麻的交缠 尽情的吸水 尹志平双眼深处的红色 似乎越来越大 脑中发猛 闻着下方的体香 和湿热的喘息 本能地慢慢靠近小龙女的红唇 小龙女眼见尹志平 趁着自己行动不便 又想轻薄自已 双眼浮现无限哀伤 似乎任命般地闭上双眼 眼角留下一滴晶莹的泪水 第107章 雷音 就在尹志平即将倾倒小龙女嘴唇时 一声微弱的音音声 隐隐在脑海中响起 那声音是如此焦急 尹志平想要清醒过来 看看红莹出了什么事 却发现意识越来越沉 无边的困顿涌入脑海 想要把它拖进无尽的黑暗深渊 那种深沉的黑暗 似乎要将尹志平的意识吞没 生死存亡之下 尹志平激起前所未有的求生之心 心中谨守一点清明不灭 慢慢攻城掠地 直至阴云静散 豁然开朗 尹志平终于再度重新掌握身体 入目处 却见一双紧闭的双眼 颤颤而动 流动着若隐若现的泪花 他能闻到小龙女鼻间的呼吸 以及一股独特的香味 嘴唇只差毫厘之间就要碰到 尹志平双目猛地睁圆 抬起头来 整个人刹那间飞入半空中 仰天一声长笑 空中涌出一股股有形的波动冲向四周 瞬间 方圆百米内的参天古树炸裂 一种无形的冲击波 将更远处的山石树木 吹得树倒石散 鸟兽竞相奔逃 小狐狸和神雕躲在巨石边上 双眼惊恐地盯着这毁天灭地的景象 小龙女也呆呆地 看着头顶半空中 那个如神似魔的身影 半空中的尹志平双眼喷火 腹中似有无尽的烈焰要喷出 整个人煞气惊人 他没有看小龙女 而是背对着小龙女朗声道 龙姑娘 我误吃邪物 刚刚一时不察 被邪念入侵 多有冒犯 实在不敢 待我料理了那魔头 便来向龙姑娘赔罪 说完 尹志平脚下出现一层波纹 身影煞时间消失 在出现时 已经到了远处的山巅 接着就没了踪影 小狐狸和神雕 望着四周一片废墟 面面相去 小龙女 只是望着尹志平远去的身影 摸了摸嘴唇 正正出神 且说尹志平怒火冲天 如一道流星直冲向长春谷 要找那试魂术算账 但这是试魂术 也没想到的事情 毕竟也没哪个舞者 能一下子将果子全部吃完 这果子 是有百万死人血肉里 得来的能量结成的果子 试魂术经过转化 剔除所有杂志 但自己的影响 却没法驱除 每一颗果子 含有一部分红色的欲念 可以放大人内心中最大的欲望 若是只吃一颗 品行高尚者 不会有什么影响 但尹志平一下子吃了17颗 层层加码下 内心的欲望被放置最大 和小龙女贴的太近 引发这具身体中的欲念 所以才有刚刚尹志平 被欲念反控的现象 但尹志平不知其中缘由 如一道从天而降的流星 经得谷内守卫 慌忙跑出屋外 一脸惊讶地看着国师 怒气冲天的落入谷中 尹志平大步来到卧室 伸手吸出地砖 试魂树突出的扭曲鬼脸 让那鬼眼在手中 炙热的真气中慢慢湮灭 整个试魂树烧穿一半 漆黑如墨的树干上 是被烧焦的黑血 你敢骗我 那果子吃完后 为何我走火入魔 说着 不理那因痛苦扭曲的树枝 再度抓起两个树叉 手中火光爆发 直接粉碎成炸 有没有方法解决 给你三夕时间 若是没有 那你就可以去死了 试魂树上 仅剩的五双鬼眼 居然不再流露出 邪义的贪婪 而是愤慨之色 但眼见影之瓶 双眼血红 似乎就要下手 那试魂树为了狗活 只能认命 断裂的枝压处 浇糊的伤口破裂 挤出一滴绿色液体 而在挤出液体后 试魂树突出的 立体鬼眼和鬼眼 也再度回到原来的样子 成了一个树干上的 平面痕迹 且枝干上 仅剩的一片黑色叶子 也渐渐干枯 化作粉尘 落入寒玉碗中 影之瓶伸手一吸 绿色液体飞速来到面前 满脸狐疑地 看着试魂树 若是再出问题 我不会给你一次机会 说完之后 再度将试魂树放入地底 传音路通送来一个小白兔 奋出一缕绿色液体 送入兔子嘴中 庞大的精神力 蔓延进兔子身体中 一点一点地 看着绿色液体的 化成一股能量 涌入兔子的脑海中 之后便没了任何动静 撤出精神力 发现着兔子眼中放光 平平无奇的小白兔 似乎越发显得有灵性 影之瓶由于片刻 想起脑海中的那颗下头珠 有它震慑 自己总不会死吧 用真元 小心翼地 包裹住剩余的绿色液体 吞入腹中 真元裂开一丝小口 渗出一缕液体 那液体散作一股凉意 直冲脑门紧接着 影之瓶跟大夏天 喝了一杯冰热可一般 浑身透着清凉 脑门也似被冰水洗过 变得神清目明 镇定自若 脑海中一切事物 分得是一清二白 更无任何灰暗 甚至连怒火都彻底消失了 这效果有些太好了吧 影之瓶慢慢释放腹中绿色液体 阵阵清凉洗涤脑海 一种事后圣人模式的闲者时间 充斥全身 还没来得及吐槽 眼中的世界 却有了不同的变化 空气中的尘埃 远处地上蚂蚁头上 舞动的两根触角 一切都变得不同了 似乎世界更加清晰了起来 影之瓶的精神力在急速增长 身在屋内 他已经可以感知到 谷外的一草一木 这 他看向地上 双眼闪着灵光的兔子 心中突然止不住 想要将它炖了吃 好吸收里面的精华 那兔子似乎感受了影之瓶的恶意 急忙往屋外跑去 影之瓶挥手将其吸到手中 居然能看到小白兔眼中恐惧之意 这是兔子不应该具备的情绪 想着试着痒痒看 将兔子扔到外面的草丛里 整个人化作一道流光 迅速飞到出屋外 此刻 影之瓶头脑清明 已经明白自身所求 打算跟小龙女陪最后 继续走自一路 实力的增强 让其充满信心 带来到刚刚跟小龙女疗伤之地 方圆百米 竟是断枝岁叶 一片狼藉 那块巨石上 小龙女闺女静静盘坐调息 已然恢复了清冷之气 巨石下 小狐狸和神雕正为其护法 见影之瓶到来 神雕眼中明显还带有一丝巨意 小狐狸则一下 蹬到影之瓶怀里 拿头蹭着影之瓶胸膛 影之瓶见小龙女正在打坐 也不打扰 抱着小狐狸 看向面前的小溪 溪水中不时飘过 翻着白肚皮的死鱼 下游又游来不少小鱼 在水面网上飞跃 一路向上 等了几刻钟 小龙女调息完毕 站起身来 影之瓶回身 恭身致歉 说道 抱歉 龙姑娘 刚刚食非平到本意 幸好未酿成大错 还望龙姑娘见谅 影之瓶满目清明 与其真挚 侃侃而谈 是真的清醒过来 小龙女却没有他这般洒脱 毕竟上次就是被此人轻薄 这次又是差点在被轻薄 面对影之瓶 心中总有些不适 看在多年相处的份上 此事便罢了 多谢 影之瓶再次回了一个其手礼 龙姑娘若是无碍 平道就此道辞 小龙女见她形色匆匆 似被事物缠身 想起刚刚她毁天灭地的功力 不禁想起当年二人火堆旁的对话 影道长 你如今的功力 恐怕举世难寻 还未能自由吗 第108章 问心 这是小龙女第二次问影之瓶这个问题 自由 什么是自由呢 影之瓶看向小溪中漂浮的死鱼 它们身边不时有其他小鱼 窜出水面的身影 只为能争相游到更高处 龙姑娘 你看这些小鱼 你知道 它们为何不惧生死地向上游 为何 小龙女从来没有想过 鱼为何往上游 只觉得 它们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影之瓶回头看向小龙女 定定地道 为了生存和繁衍 一个地方的食物 是不可能长久支撑这些鱼食用 它们需要去寻找食物 另一方面 流动的水 往往意味着 上游有清澈的水质 以及更少的天敌 可以让子孙后代更好的成长 这和自由有什么关系 这世间万事万物 都是一个整体 我们和这些鱼 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不懂 小龙女法更加疑惑 这是鱼的天性 也是我们的天性 自由需要超突出肉体 给予你的限制 但我们能摆脱吗 可有句话说 鲤鱼跃龙门 化为龙 这不就是已经摆脱了鱼的限制吗 影之瓶轻轻一笑 摇了摇头 对于那些未能越过龙门的鱼而言 这条化龙的鱼 是摆脱了群体和自身的束缚 但对于这条刚化为龙的鱼而言 仍然要面对周围群龙 和自身龙体的束缚 它仍然需要争夺 为何会这样 超脱之后 还要继续超脱 这岂不是个死循环 没有尽头 影之瓶抬头望天 头顶上蓝天白云 微风吹拂 鲜活明亮 一切都是那么的生机勃勃 但谁能想到 它们后面是无尽的黑暗 和零星点点的星辰 那些星辰在无尽的黑暗中沉浮 闪烁着微弱光芒 如一颗颗挣扎燃烧的火苗 似乎下一刻就要熄灭 陷入永恒的死寂 这是天地在争夺 在超脱 我们身为其中的一分子 逃不了 也躲不掉 小龙女也同样仰头望天 神雕和小狐狸红鹰 也有学有样 扮上之后 小龙女似乎明误了一些 点了点头 但从其表情上就明白 她并不认同这番话 影之瓶不由地问道 龙姑娘为什么活着呢 小龙女恬惊自然 认真说道 我小时候整日生活在古墓中 并未感觉困扰 也不觉得 需要为什么而活 自出了古墓 心中的烦扰反而越来越多 我现在觉得活着便是活着 做些自己喜欢的事 养养风 种种花便是开心的 为什么要去想为何而活呢 影之瓶刚说出的结论 立即被小龙女啪啪打脸 但她也不觉得脸疼 若是她没有得到 那篇仙法 长青诀 恐怕也会如小龙女一样 过好当下的美食美客 种花养鱼 做做美食 溜鸡斗狗 行侠仗义 笑傲江湖 做个惬意潇洒 无拘无束的江湖侠客 自然不惧生死 可你看见了那座山 你便不会罢休 你总有一天都要翻过去看看 山那边到底是什么 影之瓶抱起小狐狸 准备要告辞 看着小溪边孤寂冷清 只有神雕为伴的小龙女 心中不仅有些愧疚 或许小龙女一个人 也能生活得很好 但有爱人在身边 会不会更好呢 她忍不住问道 龙姑娘 你真的爱阳过吗 小龙女震了一震 深深地看了一眼影之瓶 随后又看向流动的溪水 不言不语 影之瓶见此 微微打了一个起手 后退两步 转身飞向无尽的森林 不久 影之瓶怀抱着小狐狸红鹰 回到长春谷 落下后 心中居然生出几分失落 有些异性阑珊 让小狐狸自去玩耍 小狐狸就屁颠屁颠地 小跑到矮桌上 去舔桌子上那些 果皮里残留的枝叶 影之瓶连忙拦住 这个可不能吃 有毒 小狐狸红鹰 有些狐疑地看了看影之瓶 似乎在分辨她 有没有说谎 看了一会 见没问题 并又要吃大肚瓷瓶内的丹药 影之瓶想着 这些炼制过的 应该没什么问题 就又给了红鹰一粒 小狐狸接过丹药 跑回书房 她的房梁老巢慢慢品尝 影之瓶见此笑着摇了摇头 看向矮桌上的果皮 还能怎么着 继续炼呗 这种丹药对现在的她来说都有作用 弑魂术虽然被繁俗泯然 但仍然有自己的特性 能够维持不灭 这何尝不是一种另类的长生 而且 这是魂术居然能吸收地瓷原力 又是谁将它置于深山之中的呢 影之瓶不知道 这棵树到底有什么来历 但她做好了准备 以现在的实力 已经不必惧怕什么 可以一探究竟 当下 将果皮一咕噜 全扔进丹炉 起锅烧油 不对 是蒸汽加热熬炼 之后依次加入各种草药 一个时辰后 出来了一大堆丹药 心中暗暗得意 果然那 老话说得好 要是同源 做饭做得好 那炼丹 必定跑不了 正想传引陆通多拿一些瓷瓶进来 却正好感知到 陆通来到门外 似乎再犹豫 要不要敲门 第109章 朝堂 长春谷 炼丹坊外 陆通正犹豫 要不要敲门时 屋内传出国师 影之瓶淡淡的声音 陆通 有何事 进来说 陆通连忙开门进去 来到屋内后 功身一礼 国师 朝廷传来消息 陛下回宫亲政后 第一件事情 便是恢复了左右丞相之职 朝廷奏折 以及政令全京左右 城乡交于各部 内阁形同虚设 已被彻底架空 且 且 且什么 且庞首府敌长孙 被贼人暗中下毒 要是无一 庞首府 祈求国师帮忙医治 派重兵护送 现已至谷口 陆通说完后 抬眼瞧了瞧影之瓶 赵琪 影之瓶沉吟一声 赵琪也是吃了那是魂束果的 修为以至先天出气 看样子 对方现在好像并未被 是魂束果的副作用影响 没想到他居然想用 温水煮青蛙的方式 来对付旁冲 这样更解恨吗 但他是不是 对我同样心存记恨 影之瓶最终还是要走的 这反俗武林 他没法永远待下去 可全真教因为他 已经和朝廷牵扯甚深 若是不管不顾 以后免不了走到覆灭的那一步 思来想去 看样子 还需要留一个后手 陆通 将旁冲敌长孙领过来 我看看是否有救 顺便送信至重阳宫 命李青山过来见我 陆通脸色一洗 立即拱手后退 急匆匆离去 很快 外面传来众多脚步声 众多身披蛇灵甲的 郑国斯高手 满身的血迹未干 灵甲撕裂 刀枪剑斧劈砍的痕迹 犹在 看样子 是经过了很多次战斗 二十来个郑国斯士兵 于炼丹房外停下脚步 由陆通拎着四位高手 抬着他们护卫在中间的少年 进入屋内 众士兵裂开一道路 四个高手抬着一副担架 上面白色的粗麻布 染得血红 里面躺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 满脸漆黑 蜷缩着身子 不时抽搐一下 众人抬着担架 穿过院子 假山后面一只小白兔 往众人方向闻了闻 一脸嫌弃 立即钻回了自己刚打出的土洞中 郑国斯高手 由陆通带领来到炼丹房中 四位高手曾经在皇城也见过国师 当然认得 手中担架未放 直接攻身一礼 拜见国师 国师福寿无疆 尹志平嘴角一扯 失笑道 这旁冲怎么还会整这些虚头巴脑的事了 说着微微抬手 担架上的少年 立即扶起 飘至尹志平面前 尹志平强大的精神力 扫视少年骨骼脏腑 眉头微皱 闻了闻其周身散发的毒气 又伸出手搭在其皮包骨头的手腕上 脏腑内有六重啃食 心脏也有一颗 剧毒千基子 已毒入骨髓 下手如此之狠 让尹志平想起了 当年自己去林安城捉拿假四道时 碰到的几个用古毒的武毒教弟子 尹志平看了看这少年 气弱犹斯 恐怕撑不过一碗了 但能及时送到我这 算是你福大命大 正好练完丹药 可以治疗这么重的伤势 看完之后 对着陆通 还有四位郑国司高手说道 你们去休息吧 能治 下方五人大喜 拱手失礼后退下 尹志平静静静看着悬浮在自己面前的少年 精神力巨拢 慢慢渗入脏腑 那些蛊虫似乎有特别的感应 知道危险降临 急忙窜动 想要逃命 但怎能敌过精神碾压 七条虫子全部碾碎 扯出体外 那满脸漆黑的少年 受此医治 猛地在空中 卷曲翻滚着身子 痛苦至极 张口喷出一口污血 然后脑袋一歪 一下子没了动静 尹志平急忙用真气 堵住少年脏腑的伤口 见其心脏已然停下 也不慌张 精神力化作一双大手 轻轻握住少年心脏 那心脏随着尹志平握动松开 一张一池 心跳竟然随之慢慢又跳动起来 少年张口猛地长呼一口气 又晕厥过去 尹志平从丹炉内招来一颗丹药 和茶水融为一条药液 自动顺着少年口中流入胃中 一时片刻后 丹药的药力 已然初步修复了受损的脏腑 少年气息逐渐平稳 尹志平看向丹炉内 一如漆黑的丹药 果然只要沾染上超凡之物 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东西 这果皮炼的丹药 都有去腐化生 生机补原之效 取个什么名字呢 想到丹药疗效 那便取名生化丹吧 至于少年体内的毒 九阴真经里有疗伤片 这少年也练了一些内力 应该可行 当即传音炼丹坊外面守候的路通 和几个郑国司高手进来 将九阴真经疗伤片传授下去 让他们将这少年抬走 几位郑国司高手 见那少年气息平稳 已然摆脱了生死之威 顿时叩拜 多谢国师大人救治公子 尹志平摆了摆手 令众人退下 从几人称这少年 为公子就能知道 旁冲果然将朝堂 化作了自己的一言堂 怪不得 他不敢来见自己 就这一罢 尹志平令人寻来 众多大度词评 将丹炉里的丹药 一一装入 一瓶装五个 正好装八瓶 尹志平精神力延伸至院内 却发现 甲山后面一个偷偷摸摸的白兔 在咬着一大把青草 往甲山下的兔子洞里钻 想捉过来瞅瞅 但精神力已经能感知得很清楚 虽然不如神识一般洞察秋毫 但能感知到大致画面 这兔子好似也就聪明了点 想了想还是作罢 便又看向书房方向 宽大的木梁上 小狐狸躺在梁木上的一块软榻上 流着一缕口水 正呼呼大睡 尹志平笑着摇了摇头 居然还挺会享受 直到睡软榻上 也不知道从哪里睡来的 真是吃饱就睡得住 随即闭目调息 静静修炼 或实验精神力的用法 三天后 那少年醒来 已能够下地行走 不等手下 要给他用九阴真经疗伤骗驱毒 他第一件事 就是来到尹志平的炼丹房外求见 得到尹志平应允后 进了屋内 直接一个叩拜大礼 拜见国师 国师福寿无疆 小子谢过大人的救命之恩 尹志平嘴角一脸 怎么都学这一套 你重伤未愈 起来吧 是 国师 尹志平看着这个不卑不亢的少年 身中剧毒 还能坦然自若 心性不错 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回国师话 爷爷希望我忧国爱民 所以给我取名庞爱民 忧国爱民 尹志平沉吟了一下 庞爱民这名字 怎么听 怎么有种前世八十年代的熟悉感 这是真把后代当掌权人养了 准备学三国司马懿 代位立进 庞爱民见状 生怕再说错话 惹尹志平不高兴 从怀中掏出一封染血的信件 双手高举道 国师大人 我爷爷有一封信 让我亲手交给你 尹志平回过神来 将信封射到手中 上面的血迹 已经尽透整个信封 第110章 前夕 尹志平拆开手中的信封 里面只有一张血红色的信纸 上面黑字红底 看着令人心头沉重 大致浏览一番 里面诉说 赵琪形势如何狠辣 残暴 杀自己妻妾子孙 以及众多大臣 希望国师给予调解 说自己准备不日退出朝堂 想到在齐连山见到的赵琪 从其面相看 不像是杀之人 看来是魂数果 对其还是有了一些影响 又看到旁冲书信 字里行间中 透着一股销索之意 影致平心头不仅有些唏嘘 朝廷本就有很多死忠派 等着赵氏皇帝掌权 如今赵琪笼络旧臣 又有以郭敬为首的武将 以及武林人士相助 实力自然不可小虚 加上赵琪使用堂堂正正的阳谋 明正言顺 坐镇皇宫清政 杀一批贪官 又笼络一批 那些官望的势力 自然大多都会倒向皇帝 若不是 旁冲沙为了私欲杀害 当年自已任命的首辅大臣 文天祥以及将军王莽 想要独裁专政 再度复辟加天下的王朝 自已也不会坐视不管 福祸无门 为人自赵 但这赵琪是有些过了 需要警告一番 挥手令旁爱民退下疗伤 影致平静静思索 该怎么行动 这时 门外路通来报 说荆州太守郭敬大人来访 好家伙 郭敬这是从龙之臣 又升官了 影致平起身前去迎接 来到门外 已经看到一脸憔悴的郭敬 郭师兄高升 想必不久便可封王败相了 郭敬一脸苦涩 师弟取笑了 那临安前些日子 腥风血雨 令人身心俱疲 现在局势渐渐明朗 我随即向陛下提出此行 告老还乡 影致平诧异地看了一眼郭敬 都说男人四十一只花 加上郭敬内功身后 年近五十 仍不显丝毫老太 何来告老还乡之说 师兄何故如此 常言道 急流永退 现在 恐怕还不到急流之时吧 郭敬难掩失弱之意 此事说来话长 走 我们进去吃酒 稀奇到来 影致平拍了拍郭敬的肩膀 然后对一旁的路通吩咐道 去杯些酒菜 我要去郭师兄喝几杯 路通躬身退下 前去准备饭菜 随后 影致平带着郭敬行支部老殿 俩人落座之后 侍者送上两坛烈酒 影致平为郭敬倒上一碗 问道 师兄何故突然告老还乡 郭敬喝端起酒碗一口干下 苦闷道 初见陛下时 其风采轩昂 颇有狭义仁爱之心 有志光复颂世 我虽相助一臂之力 近日跟随陛下去了临安 才知道 这世间并没有什么是非黑白 我虽并未枉造杀戮 但仍然有老弱妇孺 无辜之人因我人头滚滚 实非我之本意 容而见我烦恼 便出了个瘦创装病 还向养老之策 我才得以脱身 影致平淡淡点了点头 与郭敬干了一碗 权力之争 自古以来都是流血飘鲁 不知多少人为此丧命 还是荣儿及时令我警醒 实乃万幸 来 再干一杯 郭敬一脸感慨 喝完酒后又问道 对了 师弟 我听到消息 小女郭湘曾来过长春谷 可有见到 见到了 小姑娘机灵可爱 资质也不错 以后大有可为 郭敬摇头带着丝丝愁绪 我那女儿被荣儿惯坏了 自小条皮捣蛋 后来更是跟着郭儿 天南地北四处乱跑 说起郭儿 郭敬立即意识到什么 不说她了 而孙字有儿孙福 来 咱们干 哈哈 师兄能想太最好 儿女有儿女的路要走 勉强不来 师弟未成家 居然由此真知灼见 师兄佩服 若是夏儿能拜你为师 那真是他的福分 郭敬志平急忙打个哈哈 正好 此时饭菜陆续上来 郭敬志平差过话题 介绍起蛇谷的特色菜肴 有金龙汤 龙虎凤慧 清蒸红烧等等蛇肉做法 如今 菩斯驱蛇胆炼丹 入药 驱体自然成了美食 除此钻研各种做法 如今也算谷中一大特色 俩人喝酒吃肉 又讲些江湖一文 朝堂局势等等 郭敬连连大碗喝酒 许是此行对他固有的观念 造成非同一般的冲击 都不用尹志平劝酒 连续喝了十来坛烈酒 便醉熏熏的不省人士 尹志平命逝者扶郭敬去客房休息 自已则缓步行走在谷内散心 周围巡逻的守卫不时对其问好 无奈之下 尹志平转身回到书房 准备看看小狐狸醒没醒 来到书房 抬头一看 就见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 吹在房梁下 尹志平久一上涌 便想到一个坏主意 慢慢浮上房梁 掉转身子 对着小狐狸正流口水的嘴巴 猛地吹一口酒气 熟睡的小狐狸一个机灵 条件反射般蹦得老高 砰的一声 差点撞坏屋顶 等在落下 连连干渴呕吐 见到是尹志平这个坏蛋干的 顿时一脸怒火 嫌弃地用小爪子 扇着周围酒气熏天的空气 抖抖身子 似乎身上沾了不干净的东西 给尹志平翻了个白眼 几个跳跃 迅速跃出房外 清洗身子去了 尹志平哈哈一笑 坐于书桌上 随手翻开上面一本半开的法华经 心中却突然想起了一件事还没干 随即传音陆通前来 陆通来到屋内 见尹志平正在看佛经 没有出声 躬身一礼后 立于下方 尹志平健壮 开口道 坐 陆通本就是爽快人 便直接坐下 陆通 你当初因何来此 陆通想了想 功生到属下当年截然一身 了无牵挂 所以才来此听候国师教会 守卫长春谷 嗯 现在有牵挂了吗 回博师 有 如今属下家业已成 妻妻儿女俱全 两个儿女正在镇上学堂中读书十字 尹志平点了点头 可怜天下父母心 父母总是为孩子未来着想 陆通有些不明所以 只能点头称事 尹志平说道 旁冲来信 他恐怕要退出朝堂了 什么 前几天不是来信 说行事大好 陆通惊讶道 我叫你来此 便是让你去问问谷中的兄弟 是否有愿意跟随庞冲离去的 他手中握着最精锐的海军 任皇帝如何逼迫也不放手 通过蒸汽轮船 前些年发现了一片新大陆 据说在安南和大越南方 一片足有大半中原面积的陆地 上面只生活着一些如毛银血的土著 庞冲说要在那里建国 第111章 计划 陆通听闻尹志平所说 虽然心中对庞冲的计划惊骇万分 但身子想都想没 直接单膝跪地 拱手道 国师大人 属下以及众兄弟的跟在这里 怎会离去 秦大人放心 尹志平起身扶起路通 你能十多年如一日 守卫长春谷 我都清楚 但有一个消息 需要和你说一下 秦大人试下 尹志平慢慢踱步 口中说道 国师兄刚刚透露消息 陛下为了增强自身实力 打倒庞冲 陛下暗中收了以前的少林武僧余孽 我们谷中有诸多少林秘籍 你和谷中 众弟兄不可懈怠 当秦家练习才是 是 国师 咱们谷中如今顶尖高手三位 一流高手十来位 属下会继续独促他们 秦练武功 嗯 以你们的实力 我并不担心 但不可无危机意识 是 有件事 需要你去打听一下 大人请说 去打听打听 黑龙谈在哪 路通领命而去 独留尹志平在屋内 夺步沉思后续谋划 皆因 自他丹田内充满真元后 便没有一丝一毫的增长 用一分少一分 或许是真元的浓度 远比外界的清灵之气要高 若是想要更上一层 周围细薄的清灵之气 根本供养不了 如今的尹志平 只敢使用经脉中残存的真气 丹田之中的真元 是分毫不敢乱动 所以才安排好众多后世 他如今 近三分之一的寿命已过 时光如缩 转眼就要老去 他需要寻找其余的出路 天黑时分 浑身香喷喷的红鹰 再度来到书房 他浑身赤红的毛发 似火焰流动 人力而起 甩动着毛茸茸的蓬松尾巴 若无其事般站立在书桌上 小爪上捧着一个水晶香水瓶 在尹志平面前走来走去 尹志平怎能不明白他的小心思 那装香水的水晶瓶内 空空如也 小狐狸红鹰 见尹志平不为所动 于是放下水晶瓶子 蹲在书桌上 对着面前的一本书快速翻动 不断发出噪音 尹志平不理不睬 转个身 继续拿着手中的书观看 小狐狸眼见如此 抓着空空如也的水晶瓶 低头渲染玉涕 但不时偷偷瞄一眼尹志平 看他的反应 见尹志平仍然专注看书 小狐狸眼睛一转 又是一技 他使劲揉了揉眼睛 硬是挤出一点泪水 抱着水晶瓶 一下跳到尹志平腿上 双爪举到尹志平面前 眼含泪水 可怜巴巴地望着尹志平 尹志平将手中书本放下 拿起小狐狸递过来的水晶瓶 摊摊手 无奈的 不是我不想给你 上次买香水的地方 已经被火山毁灭了 没地方买香水 小狐狸听得一呆 然后一下扑倒在尹志平腿上 阴阴阴的小声哭啼 眼泪都浸湿了尹志平的道袍 尹志平没想到 红鹰还真酷 随即抱起小狐狸 哄道 不哭 不哭 这里面的香水我会做 但现在快入冬了 没剪花朵还在盛开 暂时做不成香水 等春天到了 我给你做一瓶 小狐狸闻言 才抽抽搭搭地 用小爪子抹了抹眼泪 抱着自己心爱的香水瓶 郑重地存放在房梁上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 尹志平正与小狐狸用饭 门外响起一声熟悉的声音 师尊 弟子李青山拜见 尹志平朗声道 进来 李青山进到屋内 看见尹志平后 立即一拜 师尊 弟子前几日正在追杀 他逃至西域的邪道迎僧 收到信件时 快马加鞭 没能及时赶来 还望师尊恕罪 嗯 不妨是 来 来 快坐 你还没用早饭吗 来尝尝为师的手艺 是 师尊 李青山应声坐下 又对小狐狸点点头 算是打个招呼 小狐狸嘴里正续着一块葱油饼 不舍得放下 双爪捧着嘴边的葱油饼 同样对李青山点点头 这时 尹志平已经端着一碗洒汤 递到李青山面前 李青山连忙站起功身谢过 却见面前白瓷碗中 冲着飘散的鸡蛋花 里面放着煮透的鸡肉丝 白生生的虾米 清脆解腻的香菜 纯香的芝麻油 老母鸡汤的肉香味 配合着香菜的清爽 令人口水直流 李青山暗暗稳住心神 咽了口口水 又见师尊招了招手 远处的炉灶上 一个大铁盘子里 飞出一块煎的两面金黄的葱油饼 饼味道 香味已经传来 闻得李青山两眼微微放光 他可是听大师兄说过师尊的厨艺 没想到 今天居然能吃上师尊亲手做的 葱油饼刚落桌上 就被小狐狸抓过去一大块 李青山看去 发现他嘴里的都还没吃完 尹志平对着小狐狸 头上就是一个脑瓜崩 吃完重新拿 又没人跟你抢 怎么还学会懒食了 小狐狸红鹰也不吭声 狠狠咬着嘴里的喷香的葱油饼 手上不停 用勺子沿着嘴缝到一勺子撒汤润润 继续狂炫这番模样 看得李青山择舌不已 等他拿起一个葱油饼 配上撒汤吃上一口后 只觉得山珍海味 恐怕也比不上这个味道 外焦里嫩的葱油饼 正好被浓郁喷香的肉汤浸透 各种美妙的味道一同会合 如一场盛宴在嘴中绽放 于是 李青山也加入抢食大军中 一顿早饭 吃得各个肚子滚圆 俗话说 饭后百步走 活到九十九 饭后 尹志平领着李青山 慢慢夺步行至不老殿内 青山 你愿意留在这个山谷吗 师尊 您 李青山满脸诧异 随后又回答道 自然愿意 我虽有兄弟在家中奉养双亲 但若是能离得近些 照顾一些 总是好的 嗯 那你就留在此地吧 你大师兄事务繁忙 需要坐镇全镇教 但此地更是我教的抵御 所以 你来此坐镇最好不过 李青山不知所措 再次问道 那师父您 我需要外出游历 寻求成道之路 所以想着留下你来 你来守住这份家业 但你功力还不够强 需要再提升一个层次 李青山心中不解 自己怎么说 也是顶尖高手了 武林中能打过他的屈指可数 正要问怎么提升 尹志平又说道 你去吧 调息两日 恢复到最佳状态 我再给你提升修为 还有一件事 师叔祖周伯通 如今在何方 我有事要办 第112章 再见周伯通 李青山将周伯通 在百花谷的地址 跟尹志平说后 自去调息 尹志平则四处寻找小狐狸 精神力蔓延整个谷内 却不见小狐狸的踪影 仔细辨别红鹰气息 似跑到了山谷后的群山之中 寻着气味 尹志平很快找到红鹰 却见一雕 一圆 一狐狸 正在一个大石上 分吃一大块葱油饼 尹志平不禁摇头失笑 红鹰 我说 你为什么要我再见一块 原来拿给朋友分享来了 小狐狸毛发一炸 转身看向空中 如做做了事的孩子 站立在大石上 一雕一圆 也似偷偷干坏事 被抓个正着的样子 尹志平缓缓落下 笑着说道 红鹰和朋友分享美食 这是一种好事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三寿这才纷纷放松下来 苍元更是连连失礼 尹志平 见着苍元原本灰色的毛发 隐隐有些灰白 老太已显 不禁想起了一个 从神雕时期 活到以天时期的白猿 那猿猴 似乎原本也只是一只 普通的猴子 但在昆仑山吃了里面的盘桃 居然活了一百多年 想到这 今后同辈之人全部失去 若是有这些通灵的异兽相伴 相必会好很多 当下对苍元说道 苍元 此地往西一千二百里 有一座昆仑山 山中有一盘桃灵树 盘桃灵国可助你百寿无灾 神雕飞行也不过数个时辰 便可来回一趟 你们若是有意 可去寻找 小狐狸当即跳到尹志平怀里 爪子指着西方 似乎在说 我们现在就去 尹志平摇头道 等他们寻来盘桃 苍元还能不分给你几个吗 我们还有别的事 要带你去见一个你的同类 小狐狸一脸疑惑 这时 苍元和神雕 已经理解了这番话的意思 对着尹志平施礼拜谢 尹志平轻轻点头 如此造化 希望你们能坚持久一些吧 随即抱着小狐狸 飞入空中 往百花谷方向飞去 百花谷位于河东 在中南山东北方向 离得并不远 一个半时深后 尹志平根据指引 已经来到山脉入口处 此地屡梁山脉和太行山脉并行 下方群山万鹤 望之不尽 挨挨白雪覆盖山顶 小狐狸本就生活在塞北 不惧严寒 尹志平撤掉真气防护罩 任小狐狸挥爪去揭落下的鹅毛大雪 不多时 又翻过两个山奥 眼前顿时一亮 只见一座青青翠骨 立于鹅毛大雪之间 山谷中黄 白 红 此各种鲜花与雪中盎然绽放 不时有蜂蜜 停在花蕊上采� 一座小木屋赫然在望 屋顶吹烟鸟鸟 似乎在做饭 带走进山谷 脚下大小山花遍地 天空中的雪花落在花瓣上 片刻间化为水珠 腹又落入清脆的枝叶中 小狐狸见此美景 早已按捺不住 跑至群花之中 四亿玩闹 尹志平缓步走至茅草屋前 只听到里面歌谣声不断 夹杂着柴火燃烧的琵琶声 一股香甜的味道 从屋内阵阵传出 随着尹志平的接近 歌谣声戛然而止 从里面钻出来一个 头发胡子半黑半白的老人来 这老顽童上次见识 满头白发并没如银 没想到此时 居然有反老顽童之想 尹志平立即行礼 师叔祖 弟子有事来找您 老顽童却哈哈一笑 要来坐鱼吃吗 小牛鼻子 那考虑我想念的景 快随我进来 说着一把抓向尹志平 尹志平淡淡一笑 微微侧身躲过 老顽童这一找顿时落空 听在尹志平身侧 微微一正 不禁呕气道 怎么你武功越练越高 不好玩 不好玩 原来老顽童这一找 显出了极为高深的功夫 手指静气笼罩方圆一丈之地 除了硬碰硬方能拆解 不可能任何润物戏无声的 就这般轻松闪避 尹志平知晓 这老顽童好玩 所以才直接了当 精神领域直接屏蔽掉 对方的静气 省得又要交手打斗一番 正要说出此行目的 却见厨房内 闪过一道红色的身影 老顽童见到尹志平的眼神 正要仰头 自夸他做的饭时 却听到屋内掀锅盖的声音 他心中纳闷 往里一看 却见一个火红色的狐狸 一找掀开石木锅盖 另一只爪子 从锅中勾起一块热腾腾的 大块黄金 见俩人望来 红鹰顿时将住身子 老顽童火气大冒 哪来的小偷 竟然偷到我这里来了 看我不抓住你 那红鹰急忙再次翻窗跑开 老顽童如影随形 等追着小狐狸出了窗外 却发现又来到厨房门前 那小狐狸正被尹志平抱着 好啊 原来是你养的小偷 今天不给我做几条烤鱼 可不准你走 尹志平佐料都没带 怎么做鱼 说道 师叔祖误会了 红鹰只是帮师叔祖看看 黄金熟没熟 没有偷的意思 说着对着小狐狸问道 我说的对吧 满脸不好意思的小狐狸一正 好似突然懂了 猛的点头 老顽童颇为惊讶地 看了小狐狸一眼 这小狐狸哪寻来的 好有灵性 它的名字叫红鹰 在塞北时 它找到我的 师叔祖也想要一只吗 老顽童一个人生活在谷中 本就孤单 一听这话 顿时忘了偷吃的事情 对着小狐狸问道 你家里还有姐妹吗 介绍给我老顽童 保准给他们吃香的喝辣的 小狐狸红鹰翻个白眼 扭头不看他 这反而激起了老顽童的性子 红鹰往哪扭 老顽童就跟向哪 只盼着小狐狸答应 尹志平笑呵呵的说道 我知道离此地一百多里 有一个沼泽地 里面有一对浑身雪白的九尾灵狐 师叔祖肯定会喜欢 老顽童扭头问道 真的 你可不要骗我 要不然 我就跑到重阳宫说你不尊长辈 哈哈 我怎么会骗师叔祖 跟我来 那九尾灵狐 很是好看 保你满意 可我锅里还煮着宝贝呢 不用管它 咱们一时半刻就能回来 尹志平说着 一把抓住老顽童的胳膊 直接飞向空中 第113章 鹰箍 周伯通被尹志平一把抓住 飞入空中 吓得嘶声大叫 一只手捂住双眼 不敢往下看 但很快 他就感觉到脚下踩着一层东西 微微分开手指缝 又是大叫一声 紧紧闭上眼 过了一会 感觉好像没什么危险 再次分开手指 却看到那个偷东西的小狐狸 蹲在自己脚下 但自己和他脚下空空如也 只有一层浅青色的圆魔 看着脚下小狐狸鄙视的眼神 他不禁气地 猛地松开手 看着四方空空 吓得一蹦 又被尹志平使劲拉回原地 这下 老顽童终于看清 一个青色的椭圆形透明罩子 笼罩着他们 四周大雪弥漫 青色罩子撞破一层层雪木 飞速往一个方向而去 老顽童伸手摸了摸周围的能量罩 不禁玩心大起 甩开尹志平抓着的手 脸贴在青色罩子上 使劲往外钻 又是躺下 又是翻滚 拳打脚踢 直呼好完 最后甚至要含力一掌 打在真气罩上 尹志平连忙拉住老顽童 这是精神领域 和真气共同作用出来的防护罩 可经不住他用内力打一个鸡蛋 从外面不好打烂 但从里面则是轻而易举的事 这是什么招数 小牛鼻子 快点教教我 我拜你为师 说着竟直接跪下要磕头 尹志平师父 弟子周伯通磕头 尹志平连忙拉起老顽童 师叔祖 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我便教给你怎么样 不要说一件 十件 八件都可以 快教教我 我也想飞 老顽童满口答应 哈哈 好 我有一个朋友 想和你一同隐居在百花谷 师叔祖可不要反悔 老顽童周伯通 虽然是小孩心性 但却不傻 他已经隐隐猜到尹志平的来意 这世上 除了大理段皇爷和他贵妃因姑 不管你朋友是谁 都可以来百花谷隐居 师叔祖 你的事情 我有所了解 因为愧对易登大师 你一辈子退避三社 避而不见 但你可知 你更亏对你的孩子 老顽童听罢 神情一呆 数十年来 他从来不曾听闻 自己还有个孩子 连忙问道 什么我的孩子 我有孩子 尹志平沉声道 对 你和英姑的孩子 可惜了 可惜什么 我孩子呢 在哪 尹志平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一脸可惜之色 你别摇头啊 到底怎么了 出了什么事 对了 英姑 我们去找英姑 师叔祖 相比你的孩子 英姑恐怕更可怜 他因为师叔祖 一辈子都很苦 刚出生不久的孩子 被囚签认打伤 并领死亡 要求段皇爷救治 但段皇爷因爱生恨 拒不救治 导致英姑眼睁睁 看着自己的孩子 痛苦死去 段皇爷事后心中悔恨不已 才出家为僧 并非你偷了别人贵妃 后来英姑去中原寻你 得知你在桃花岛 更是差点被困死在桃花岛 为了救你出岛 苦思阵法术算之到几十年 可你见他就跑 连个分说的机会也不给 他仇人打不过 爱人寻不到 瓢泼江湖 孤苦伶仃 你真忍心 他一辈子在悔恨中死去吗 老顽童一直以为是自以原因 段皇爷才出家 英姑经常追着自以 可他从来不知道 其中居然有如此曲折的过程 也不知道 英姑居然给他生了一个孩子 此时听闻这些消息 宛若五雷轰顶 又想到英姑数十年 为他所做的一切 心中不禁愧疚无比 脸色黯然 不负顽童之色 尹志平见此 知晓正是此刻 当即屈身向下 来到一片泥沼的黑龙潭中 下方 方圆石里 竟是黑色的沼泽 无下角之地 两人一壶轻飘 飘落在中央的一片岛屿上 岛上四周种着十几棵大树 围着中间几座茅草屋 老顽童心中愧疚 愁愁不前 不知如何言语 尹志平朗声道 前辈 全真教尹志平拜访 屋内寂静无言 很快从门缝中 钻出两个白色的狐狸头来 两只狐狸刚钻出门缝 看向外面时 顿时一愣 小狐狸也突然看到 两只同类的脑袋 也是一惊 三只狐狸远远对视 似乎在端向对方 而屋内仍然了无声息 过了好一会 一道隐隐带有力气的声音传来 天下第一人尹志平 老夫隐居荒僻之地 也和尹长叫毫无瓜葛 没什么可见的 你们自行离去吧 此时的周伯通 周伯通在无顽童之下 曾经温言玩语的英姑 如今话语力气乖张 就知道这些年一定吃了许多苦 心中愈发愧疚 开口道 英姑 是我 话音刚落 屋子里传来一阵东西落地的声音 大门轰然大开 英姑从屋内走出 脸上悲喜交加 急忙往外看去 见两人一壶立于门外 其中那一脸愧涩的 不正是周伯通吗 英姑一颗心扑腾扑腾乱跳 惊喜之色异于眼表 满腔想说的话 却一字也说不出来 眼中泪水缓缓落下 周伯通上前低头道 英姑 英姑上前猛地抓住周伯通双手 泪珠滚滚而下 声音嘶哑哭道 你终于肯见我了 说着猛地抱住周伯通 放声大哭起来 似乎要把这些年的委屈 全部哭出来 周伯通缓缓拍着英姑的后背 不住地安慰 两只雪白的灵狐 见不是敌人 便开始好奇地缓缓走过来 围着影志平怀里的红鹰打圈 小狐狸左看右看 一下子从影志平怀里蹦下去 两只灵狐狸立即散开 白狐试探着 英英叫了几声 红鹰摆足了谱 不时回应几声 三只狐狸慢慢开始熟悉起来 英英声不绝 等了好一会 影志平见周伯通半边身子 都被英姑泪水尽湿 想着英姑一腔委屈 应该发泄完了 上前祝贺道 恭喜英姑前辈和师叔祖解开心结 重归于好 英姑抱着老顽童 满眼红肿 还挂着泪水 私声感谢 多谢尹真人相助 老妇感激不尽 定会报答 周伯通扶起英姑 吞吞吐吐吐道 英姑 我 我们 孩子 英姑听到孩子两次 又要落下泪来 周通连忙说道 求千任这恶贼 你可置在何处 我定要抓住他 为我们的孩报仇 我们的孩子 你都知道了 周伯通恨恨地点点头 是的 这个恶贼 我要是捉住他 先把他泡在茅房里几天几夜 英姑抹了抹眼泪 上次华山论剑 我要杀他 被你阻拦 之后 江湖上 就再也没听过这贼人的任何消息 你又不肯见我 所以我才来这里聊此残生 周伯通满脸尴尬 不知道说什么好 尹志平见此 说道 师叔祖 看来我这朋友 隐居百花谷之势已然成功 我答应教你飞天之术 现在可以传授了 第114章 老顽童他成了 老顽童听到尹志平要教他飞天之术 罕见的没有马上答应 转身 被尹志平正责道 孙师侄对我等的事情知之甚深 因故闻言柳梅道树 同样看向尹志平 尹志平看着瞬间送小孩变成大人的周伯通 似乎有思思陌生 顿了一下 说道 我是知道 但需要等师叔祖练成飞天之术后再告知 师叔祖 你既然敢于承担自己孩子的责任 不知道全真教的责任 师叔祖能不能承担 周伯通为难道 我不喜轻规戒律 不想一直待在全真教 无需如此 往后三十年 若有大敌来犯 还请师叔祖出手 这天下 还有谁是你的敌手 老顽童一脸疑惑 又突然想起了什么 脱口道 你要生仙了 尹志平一脸无语 也不知老顽童这是在骂他 还是祝贺他 师叔祖 我修为遇到瓶颈 需要出去历练 恐怕短时间顾不上全真教 周伯通说着说着 又开始恢复小孩子心性 现在全真教一帮牛鼻子厉害着呢 哪还需要我这个老家伙帮忙 不过他们要是找到我这 祖辈帮助孙辈 不是应该的吗 真有事情 我会出手 尹志平点了点头 从怀中拿出一本秘籍 递向老顽童 这是师祖修炼的 仙天宫 师叔祖先看完后 我再助师叔祖 打通天地之桥 仙天宫 我很多年前就看过 只不过没练 师兄说 若是没有足够的内力 万万不能练 不然只会气急而亡 尹志平收回秘籍 说道 学过就好 这是一本直达仙天的秘籍 内力不足 我这里有很多 咱们一脉相承 内力属性相容 可以助祖师打通玄关 真的 我可以成为师兄那样的高手了 他好了 他好了 这一会 周伯通完全恢复了平日状态 拍着手叫好 尹志平看了看周围环境 对两人说道 此处瘴气滋生 不适合沟通天地清零之气 我们去师叔祖的百花谷如何 老顽童这才想起 自家主的宝贝 好好 我们回百花谷 我主的宝贝该凉了 因姑自然也没意见 回屋简单收拾一下 喊上两个九尾灵狐 一起飞往百花谷 路上 老顽童还专门逗弄两只九尾灵狐 希望它们如同红鹰一样聪明 可惜 九尾灵狐虽然血脉非凡 但灵智还未大开 只能略懂人言 老顽童又开始向尹志平请教 如何给狐狸开制 尹志平迎着渐渐停下的小雪 回头说道 我十来年间 不时给红鹰说经讲道 他的灵智才迅速提升到今天这个地步 老顽童顿时气馁 他根本不喜欢这一套 等来到百花谷 老顽童不提修炼之事 嚷嚷着吃饱饭再说 然后 老顽童从大铁锅中 捞出一块熟透的茯苓 留着浓稠的红色枝叶 药香肆意再往锅里一看 有手屋 茯苓 黄金 熟地 山药 灵芝 人参等大补之物 闻着气味 还加了很多百花蜜 怪不得老顽童会返老顽童 他本身内力深厚 在经常采释这些补原之物 须发反黑也是常理 毕竟很多老人 有些也能在老齿脱落后 重新长出 或越老 筋骨越加强健 尹之平 夹起一块身黄的纪念老餐 咬上一口 不仅毫无苦涩之味 反而有着一种甘甜软糯的味道 吓到腹中 暖意上升 这东西 对自已居然也有效果 尹之平心中微微有些惊讶 又见长袍下摆一阵晃动 才看到桌下 小狐狸红鹰正流着口水看向自已 不禁玩耳一笑 见鹰姑身边的九尾灵狐也是如此 跟鹰姑和周伯通说了一声 便让三只狐狸上了简易的木桌 给他们一壶盛了一碗 便他们自行吃去 饭饱之后 尹之平浑身暖洋洋 好不舒服 这一桌 就他吃得最多 看得老顽童心疼不已 饭饱思困意 几人休息片刻 尹之平和老顽童去了茅草屋正厅 鹰姑和三只小狐狸互卫 尹之平盘坐于老顽童身后 士书祖 你运起先天宫 不要排斥我的真气 以你的内力裹挟我的真气 助你迅速迫近 尹之平现在修的就是先天宫 对其自然很是熟悉 先天宫入门便是先天境界 可惜要想入门 没有足够深厚的内宫修为 根本不可能 所以才有王重阳强运先天宫 战败四绝后 后继无力 才知生死 以如惊天地间西伯的清灵之气 万物都在逐渐归于凡尘 武者自身补给不足 如何能使用自身孱弱的内力 打破玄关 架起天地之桥 修出先天真气 老顽童兴奋不已 快来 快来 尹之平伸出双掌贴在老顽童背后 浑厚的真气如大海般 顺着掌心传导至老顽童体内 裹挟着滚滚内力 按先天宫上的经脉路线 一一打通 一时半刻后 老顽童已经脸色胀红 满头汗水 谨守心神 带着我的真气 专注破关 尹之平在老顽童身后喝道 老顽童就算功力精湛 但毕竟已年近百岁高龄 精神头大不如从前 随着尹之平一次次的输送真气 老顽童的内力附着其上 裹挟着尹之平的真气 冲上头顶百慧穴 此关便是打通天地之桥的关键 可人的脑部脆弱无比 尹之平也不敢擅自动用自己的真气 帮别人冲开玄关 万一用力不当 只会忍死到消 所以 能不能成 最终还是要看老顽童自以的意志 他引导尹之平的真气和自以的内力 慢慢冲击玄关 精神损耗极大 好在有刚刚一顿大补之物补充 才坚持到现在 随着时间流逝 老顽童的脑海中一清 阵阵清凉之意 从头顶直接蔓延至全身 一种无比通透之感 让精神舒畅自然 这种美妙的感觉 无与伦比尹之平见此 便收回真气 任其自行沟通天地清零之气 补充自身 几个时辰后 已至半夜 老顽童常常吐出一口气 睁开双眼时 神光湛然 在观须发 已然全黑 恭喜 恭喜 师叔祖寿 可在增半夹子 尹之平在身后拱手祝贺 老顽摸摸胡须 揪揪头发 脸上的笑容就没断过 又蹦又跳 尹之平见此 干脆将尽力运用之法 直接交给他 正是尹之平当初 在皇宫通过 龙象般若宫第十一层悟出的 趋近法门 交给周伯通 老顽童兴致高昂 不想再练 想要出去玩耍 但尹之平时间不多 岂能再次浪费 扯住硬要走的老顽童 一股脑将法门如何使用 全部说清 此法门博大精深 非悟性和精神力绝佳者 不可能学的 老顽童向来痴迷武功 听完法门 顿觉奥妙无穷 想着如何才能让自己的空明拳 化作体外延绵不绝的劲气 盘坐蒲团上 苦苦思索 愁眉不展 带到清晨冬日的阳光升起 照射进来 老顽童紧闭的双眼突然睁开 露出狂喜之色 站起身来 七十二路空明拳 一一施展 带到最后一招时 他却站立不动 两只打出的拳头上 冒出两个半透明的真气拳头来 绕着身子四周飞舞 老顽童微微一跳 两个半透明的拳头 紧随其后 飞到脚下 就这样 老顽童哈哈大笑一声 踩着拳头 从屋内飞出 斜斜歪歪 慢慢升空 嘴里大喊着 成了 老顽童我成了 第一百一十五章 离开 老顽童哈哈大笑 越飞越兴奋 看着朝阳高升 心中豪情万丈 想学尹志平 飞入云霄 可他出入先天 真气孱弱 如何能飞得持久 还没飞到百花谷四周 山峰班高 便支撑不住 空明权化作的虚影 迅速淡化 老顽童在空中 四仰八叉 哇哇乱叫 大喊孙师直救他 尹志平本想出手 但看到门外的 英姑跃跃欲试 想到英姑 本就以轻功见长 便膝下心思 在老顽童落下的瞬间 英姑飞身而上 一把抱住周伯通 在空中缓缓落下 跌入百花中 接着 又听得英姑一声惊呼声 你头发 你头发怎么全变黑了 老顽童斜靠在英姑怀里 也不觉得有什么 反而对这个问题 比较感兴趣 得意洋洋地说道 嘿嘿 进了先天境界 当然越来越小了 英姑听罢 低头看向 自己尖头雪白的银丝 神色黯然 老顽童见英姑 没有投来羡慕的眼神 而且神色愈加哀伤 顿时知道是自己说错话 当即安慰道 英姑 我寻了好多宝贝 都给你吃 过不多久 你也会变得和我一样小 听到周伯通孩子气的话语 英姑心中的伤感 顿时消解 心头如吃了蜜一般甜 两个近百岁的老人 一位在花海中 相视一笑 尹志平看到这里 实在不想再待下去 对着身后三只玩闹的狐狸说道 红鹰 我们走 红鹰恋恋恋不舍地 和两只灵狐一一告别 再度跳入尹志平怀中 随即 尹志平冲天起 老顽童见到天空中 尹志平离去的身影 顿时蹦起来 回一首大喊 孙诗直 孙诗直 你别走啊 英姑也问道 他怎么形色匆匆的 出了什么事 老顽童生气道 他没事 是我没有事 他还没跟我们说 求千人在哪 对 他还没跟我们说 英姑怒道 又看到周伯通一副虚弱的模样 不过你稀微不稳 等几天吧 我们再去找他 也只能这样了 不说百花谷中 周伯通与那英姑如何相处 却说尹志平抱着小狐狸 再次回到长春谷 小徒弟李青山 已经调戏完毕 尹志平依旧拿出 先天宫给李青山 让他当场翻阅参悟 有什么不懂的 再一一指导 一天之后 一切准备妥当 尹志平如法炮制 要强行给李青山提升境界 但这次和周伯通那次不同 李青山虽然内力强大 但并未真挚绝顶高手那种境界 也未明目以身武道 尹志平足足耗费五弟真元 又经历七天七夜 才助李青山打通玄关 搭接天地之桥 随后嘱咐李青山 非常春谷生死存亡 不要暴露武功 全真派自有人管 接着 将手中的一封信 递给李青山 青山 待你修为稳固 便将此信送至你大师兄那 等周师叔祖去时 将这封信给周师叔祖便可 李青山双手伸出 郑重结果 是 师尊 我一定送到 嗯 青山 为师就要远行 你们好自为之 若是有特殊变故 切记 保全自身为重 师尊 您要去哪里 弟子愿同行侍奉左右 不必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路要走 我还会回来的 说吧 琉璃青山稳固修为 自已则来到卧室 伸手吸出脚下地砖 地底下的方形身洞内 世事浑术和药株 望着洞内那一脸贪婪之色的血红鬼眼 尹志平心中仍有思思忌惮 从自已给他提供百万血肉 他成长起来 似乎觉醒了一些浅层意识 知道委屈求全 鬼眼也有了些其他情绪 可现在 又回到了原本一成不变的样子 他似乎一点都不着急 他这么肯定 自已最终会用到他吗 尹志平心中也不知晓 若是此行没有收获 他会不会再次用上试魂术 但起码现在不会 一切看天意吧 通过试魂术 尹志平隐隐觉得 那葫芦山中 似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秘密 他如今实力还未质变 只能说 可以使用的真元增加了 但威力并未提到多少 谁知道这试魂术老巢 到底有什么危险 尹志平打算 先去看起来 似乎更安全点的地方先探探 再决定去不去葫芦山 尹志平伸手吸出药珠 放入怀中 背上双剑 整理好包袱 斜胯在身上 行至书房 见红英正在房梁上 整理他的瓶瓶罐罐 尹志平喊道 红英 快下来 我有话跟你说 红英甩了甩毛茸茸的 红色大尾巴 不情不愿地跳下书桌 尹志平摸了摸红英的脑袋 红英 我即将远行 恐怕要很久才能回来 你想跟我一同去呢 还是在山中跟苍原 还有神雕玩耍 红英皱眉思考了一下 阴阴地叫了几声 尹志平说道 你想问我去呢 小狐狸顿时点点头 我去极北之地 那里很冷 红英听罢 开心极了 瞪着圆圆的大眼睛 满是喜悦的点点头 红英不会是以为 要去他老家吧 不过 好像也会路过 于是 让红英收拾一下 背起他的双肩包 一人一壶 一路向北飞去 如今临近深冬腊月 越往北走 风雪越大 寒冷刺骨 尹志平于群山之中飞着飞着 就觉得 自己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北风呼啸 如一个倔牛 似乎不把尹志平吹下来 不罢休 吹得真气在加速消耗 怪不得前世的飞机 全飞到平流层里 这下面实在太则疼人了 很容易出事 但上面 温度过低 空气稀薄 做个真原冰罩 小狐狸也没法呼吸 所以尹志平 才带红英于群山间慢慢飞行 今日风雪过大 尹志平压下真气罩子 钻进一处雪白的山坳之中 此处原本应该是个河滩 四周林木稀疏 地上已经落了一层厚厚的白雪 小狐狸从尹志平怀中跃下 猛地扑到地上 整个身子没入雪中 又迅速钻出 扑腾起大片雪花 浑身火红的毛发 在白雪的硬衬下 更加耀眼 尹志平任他玩闹 精神力涌动 将河滩周围的白雪 全部压实堆成一座雪屋 今晚就在这睡了 尹志平躺在松软的雪床上 还没多久 就听到小狐狸在雪屋外面 隐隐隐地呼喊自已 第116章 吉北之地 听到小狐狸的呼喊声 尹志平急忙起身出去 却见雪屋外面 一个一人高的雪人立在门前 浑身雪白 正对大门 面部跟尹志平一模一样 淡然若是 俯视着天下云云众生 有一种漠视冰冷的模样 一般人看雪人 因为全是白色 无色彩的对比 很难看清雪人脸上细微的表情 尹志平双眼 早就已经达到人体功能的顶峰 自然能明察秋毫 看着这副自己的面容 他不禁有些不懂 自己在小狐狸眼中 是这个模样 小狐狸站在雪人脚下 养着脑袋 一脸傲然 似乎快说夸夸我 尹志平哈哈一笑 红莹真棒 不过这雪人好像并不完整 红莹文言看向雪人 一脸疑惑 不太明白 尹志平夺走向雪人 紧随脚步而动的是一缕缕白雪 从四周汇聚 最终会置雪人肩膀 不用动手 无形之力 促使一缕缕白雪 据称一个白色的狐狸 她在雪人肩膀上 雪狐狸头微微上扬 一脸傲娇模样 跟刚刚红莹的表情如出一辙 但却让地上的红莹 捂着肚子 哈哈嘲笑一志平 只因这白雪狐狸身上 毛发清晰可见 狐狸嘴巴 耳朵 甚至睫毛 都跟真实的红莹一模一样 唯一的缺点便是这眼睛 眼睛竟然沾了半个脸一样大 尹志平看小狐狸红莹 嘲笑得没完 暗自吐槽 真是没评论 Q版的小狐狸 多可爱 转身回屋 自去睡觉 第二天 风雪仍然未停 尹志平只好继续低空飞行 一路上 尽管走的都是荒山野路 也被不少猎人 江湖散人看到 猎人们跪地叩拜 口呼上仙 江湖散人就算没见过 但也听说过 天下第一人大致模样 还有一些特别之处 比如身背双剑 抱着个狐狸等等 尹志平遇见认出自已的 随意点点头 也不落下 继续往北方飞 这一路逆着北风行走 越过蒙古 又行至罗刹国 小狐狸此事已经发现不对 居然没有去自己老家 但很快 被尹志平做的各种荒野美食所吸引 忘记怒气 尹志平劝说回城时再去 才让红莹重新喜笑颜开 可红莹并不知道 狐狸受命在无病无灾的情况下 也就十年左右 如今再回去 当初他认识的伙伴 恐怕早已不见 再回去 物是人非 徒增伤感罢了 这也是尹志平的一个隐忧 虽然不知红莹撤什么灵药 造成现在这个样子 仍不显老 但万事万物都在向前 红莹也有寿命将至的那一天 不说是红莹 自己也会有面对寿命将近的那一天 所以尹志平才去往北方一探究竟 摸了摸身后的两把星辰剑 这是希望所在 尹志平希望这次能有所收获 罗刹国地广人稀 跨过很长一段挨挨冰雪 才找到一个村镇 初时 语言不通 只能用手语 随着观察这些老毛子们生活对话 知道水 草 树 衣服 吃饭等等 用罗刹国的语言怎么说 尹志平凭借过目不忘 以及强大的精神力 没多久交流起来 便畅通无碍 这也是红莹 神雕他们这些异兽 学习人类语言的基本方法 罗刹国身处 很难见的汉人 这些老老少少的毛子 对尹志平和小狐狸非常热情 一是希望向尹志平打听一国踏事 二是喜欢小狐狸 大多冰原地带 狐狸是一种常见的动物 白狐和赤狐 当地人认为 他们聪明善良 会给猎人带来好运 而黑狐狸 则被认为是厄运的象征 所以来到大城里 小狐狸通人言 又机灵 常常被贵族毛子 许以重金抢满 但尹志平眼中幽光闪过 这些人便忘了所有 落得狐才两空 一路上 尹志平都会挑人少的地方起飞 饿了 便下来尝尝这里的特色 大猎疤 砖头包 土豆煎蛋 肉肠 甜菜汤 酸奶油等等 随着尹志平带着小狐狸 越往北方行走 人机愈发稀少 山脉被厚厚的白雪覆盖 松树成林 有时需要跨过几处山脉 才能见到一个村镇集会处 他们的语言和罗刹国 已经有所区别 大多数都是靠山吃山 以打猎为生 或圈养驯鹿 他们以生饮驯鹿的热血 作为一种驱除病痛 瘟疫的方式 对尹志平这个 和他们迥异的人类 有的抱有好奇 热情好客 拉着尹志平 询问山外的种种事情 对山外的世界 充满无边的憧憬 尹志平常常会教导对方 一些简单的草药知识 这让所有人对其愈发尊重 部落里有猎人想要护送 被尹志平婉拒 不少部落的少女 更是想要寻求一夕之欢 希望留下人种 当然也有抱有私心 想要强行留下尹志平 或者想要抢他的宝剑 狐狸等等 但都被遗魂大法驱逐 这些人 其实跟野人并无多大差别 大多还保留着 如毛饮血的习惯 没有女人 拿母训入当做女人的 也有不少 一路上的异国风景 从文明到野蛮 又从野蛮到野兽 若不是人类的大脑较为发达 有记忆会思考 恐怕和野兽并无二致 尹志平继续向北 路上红鹰最为开心 此地有很多狐狸 他制服了很多 都愿意认他为王 所以一路上吃的 从来都没缺过 山间奇景无数 每到一处 都有每一处的独特景致 尹志平和小狐狸流连忘返 兴致昂扬 可很快 越往北走 白日就越加短暂 太阳原本从冬面升起 也越来越向南方倾斜 直至太阳不再升起 天地一片黑暗 小狐狸初次遇见这种情况 隔一段时间 就会向南方看看 想要确认 太阳会不会升起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似乎能意识到 好像再也见不到太阳了 所有的动物都陷入冬眠 黑暗中 严寒刺骨 小狐狸为此都换了 一身厚厚的绒毛 看起来一下子胖了很多 尹志平仍然一身道袍 如今头顶上的天空 只有无数星辰 在周而复始地围着他们转动 森林里再也找不到 任何人类的痕迹 四周黑暗估计 使得小狐狸总是找尹志平聊天 直到这一天 他们穿过一座高峰 前方豁然开朗 是一片高低起伏的白色山巒 在远处 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白雪平原 乐无生机 尹志平抬起头看向上方 一片片紫色的彩霞 挂在头顶的天空 如燃烧的彩色火焰一般 灿灿生辉 第117章 抵达极地 此刻的北极之地 正处于极夜之中 海洋全被冰面覆盖 极致的严寒 随着呼啸而来的狂风 冷入骨髓 小狐狸洞的眼睛都没办法睁开 零下五六十度的地方 只有一丁点水 都会被结成寒冰 尹志平身体素质再强 也扛不住这种寒冷 身上护体真气自动弹出 尹志平连忙退后 落下山头 躲避迎面的寒风 看了看后方的半扇路肉 想了想 应该快到下至了 等太阳出来 再行动 恐怕会更好些 尹志平撑起真气罩 笼罩住红鹰 这才使得红鹰缓过境 当即对着尹志平一通控诉 见此情形 尹志平带着红鹰 后撤十几里 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山谷内栖息 极夜之下 森林中 除了厚厚的雪地下方 活动着一些白柚 铝鼠等齿类动物 外界活动着白色北极湖 白色雪狼等等 其余动物 基本全都陷入冬眠之中 可此处山谷内 了无生气 尹志平猜测 他们恐怕在极夜来临前 都往内陆迁徙了 尹志平为了节省护体真气 顺着山谷峭壁 挖了一个十多米长 弯弯绕绕的石洞 留好通风口 又砍了几棵大松树 拖进洞中 砍树的时候 居然发现树洞内 有两只冬眠的松树 它们浑身冰冷 甚至超过零度 让尹志平不禁嘖嘖称奇 身体的奇妙 穷尽一辈子都无法尽得 谁能想到 为了适应严寒 身体居然能将体温 调节到零下来 避免冻伤 但最大的收获 便是那两堆各类坚果 大多都是松子 巷子还有一些 不知名的坚果 植物根莖等等 作为感谢 尹志平只取了一半坚果后 将松树树洞再度放回原地 并修好防寒的树皮绒草等等 回到洞内 开始生火烤肉 取坚果炒制 等做好烤肉 坚果 却不见小狐狸红鹰来吃 心下好奇 这个吃货改性子了 侧身一看 却发现小狐狸正昏昏欲睡 尹志平上前一摸红鹰 惊讶不已 按理来说 狐狸不可能冬眠 这是什么原因 摇了摇红鹰 它却越摇睡得越沉 在摸摸麦息 好像心跳开始放缓 尹志平暗道不好 这不会是被两只松鼠传染了吧 但他又不敢强行打断红鹰的冬眠 又想到 或许等等说不定会好转 随即找些干枯的草叶 铺成一团 给红鹰当个卧店 让他好好休眠 待尹志平吃完饭后 见红鹰仍然熟睡 且呼吸都快要停下 连忙再次查看 发现红鹰身体机能 已经趋近停滞 和那些松鼠一样 这让尹志平不禁有些担忧 随后的几天里 尹志平打坐静修 已渡极夜 这天 鹿若和坚果终于吃完 尹志平来到外界 却发现外面一片大亮 抬头看向天空 头顶除了旋转的满天繁星 还有一颗圆圆的月亮 那月亮若石墨大小 远比在中原地区看到的要大 尹志平望向北方 凌厉的山峰 不知疲倦 如厉鬼在咆哮 这让他心中隐隐有种冲动 何不在此时一探究竟 少了太阳风的干扰 这是一个好机会 可红鹰的状态 又让他放不下 思来想去 最终尹志平在山洞内 留下一行刺激 等我回来 这是想起 小狐狸偶尔翻过书本 这么简单的字 应该能认识吧 随后 尹志平拿起双剑 削了一块大石片 堵住洞门 以红鹰的利爪 掏出石片 理应没问题 又想到似乎没有食物 尹志平不得不再去松鼠家 借点余粮 一切安排妥当 尹志平飞身而起 不再吝啬真元 真气罩卷珠风雪 固化成一个流线型圆锥体 化作残影 迅速向北极极点飞去 一路上 除了狂风和沙子般 扑面来的雪莉 便没有任何东西 不一会 尹志平已经来到北冰洋深处 海面上全是厚厚的尖兵 但冰面下方 却散发着大量的蓝绿色光芒 隐隐生辉 那些光芒 似乎有生命般在蠕动 这应该是深海中的生物发光体 尹志平没有好奇下去一探究竟 只低头欣赏 这沿途中难得一见的美景 又过了一会 路上还能看到成群的企鹅 在冰山的山谷内 他们一排排围成一个硕大的圆形 里面和外面的企鹅 不停地迈着小碎步 内外轮换着位置 抵御寒风 抱团取暖 这让尹志平神色一动 他记得从来没听说过 北极有企鹅呀 这是怎么回事 但这种事情 不可能让尹志平停下脚步 他继续一路向北 四个时辰后 尹志平穿过北冰洋 和无边的北极冰山 他不知道北极极点之地在哪 但飞入高空 能大致辨认地出来 瞄准中心地点 尹志平飞速落下 落下之后 才发现此处并无任何异常之处 周围是一望无际起伏不定的冰原 寒风吹动着雪莉 在冰面上滚动 平平无奇 尹志平又拿出星辰剑 剑身上好似也没有发生什么奇异之处 难道这次要白跑一趟 尹志平立于原地 埋头苦思 又四处走走 全无异常 气得尹志平双剑出鞘 化作钻头 伸入地下 挖出几十米后 地底下除了一层层的尖冰 没有任何东西 尹志平不禁有些气馁 到底该如何办才好 抬头望向洞穴上方的明月 尹志平突然神色一动 前世 前世 对 前世的地理书说过 地球的极点并非地磁的极点 尹志平欣喜若狂 迅速跳出冰洞 身侧跟着两把剑 一路向南飞去 十几公里后 尹志平正在扭头四处寻找 身上的护体真气 却突然大放清光 似乎有什么危险铃声 尹志平连忙后退 待退回一段距离后 身上的清光放缓 他伸出手掌 向半空中慢慢靠近 青色的护体真气再度亮起 尹志平又迅速缩回 接着他从上到下 左左右全是一变 确定了眼前有一个 不规则圆弧形的危险区域 再次升至半空 顺着这个圆弧形的界限 飞行一圈 不久后 尹志平缓缓落下 他探查到这个 地磁极点战地 有十公里方圆大小 若是生命在不知情下 走入这个区域 体内很有可能长出 肿瘤或畸形的身体组织 所以 自己的护体真气才会预警 这是生命的禁区 也正是这些强大磁场 屏蔽了宇宙中的 高能粒子和致命射线 才保护了地球生命的 繁衍生息 尹志平抬头望向 头顶无尽的星空 我们生活在一块 球形的磁铁上吗 还是说 这宇宙中有无数大号磁铁 那银河系也有 类似的磁场吗 第118章 星辰剑 尹志平仰望星空 脑海里出现无数遐想 那修仙呢 修什么仙 这是修仙吗 知道的越多越觉得自已无知 尹志平心中疑问不断冒出 又觉得自已愈加孤独 一阵夹着雪丽的狂风吹来 那冰冷的寒风 似乎能渗进护体真气 尹志平只觉得浑身冰凉 心头四压着一块万年寒冰 有着上次蛇骨地底的生死教训 尹志不敢轻举妄动 解下深厚的星辰剑 剑身有黑如无边的黑暗宇宙 其中浮现众多星辰光点 一条如天上的银河 璀璨繁多 另一柄使用较少的剑身上 只有隐约的星星点点 还未显露全貌 两柄剑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多 它们相互吸引的磁力也愈加强大 看着眼前空无一物的区域 尹志平能想象到 这里面有无数的离子 射线被高天之上永不停歇的磁场捕捉 随着磁力的作用 宇宙星空中射向整个星球的高能粒子 全都顺着磁力场缓缓向两极流入 而流入最多的自然是北极 这种宏大的力量 非人力所能想象 所能抵挡 地球的北极点是地磁的南枝点 磁力由地磁北极 流向地磁南极 也就是说磁力从地球的南极 流向地磁的北极 尹志平思前想后 干脆将两柄剑合在一起 随后拿起双剑 将剑尖缓缓伸进地磁区域的边缘 剑尖似乎像是 被什么无形的东西击中一样 居然微微倾斜一下 随着剑身逐渐往里伸 尹志平已经能看到 稀少的盈盈光点在渗入剑体 由于上次在大气热层 未能长时间修炼 所以尹志平当即撑起护体真气 进入磁区 尝试修炼 尝清绝 这一修炼 便是五天过去 可惜并未修炼到炼气一层 反而真气增加了不少 似乎这里的清零之气 要比外界多很多 尹志平腹中饥饿 他看向刺激中心 那里肯定会有更多清零之气 说不准还有灵气 拿起星辰剑 只见两柄剑紧紧贴合 如同一柄后剑 剑身星光点点 随着周围的有形磁力渗入 似乎隐隐闪烁着光芒 尹志平当即飞身 迅速往外飞去 他记得 有一群企鹅在几十公里外 来到圆形的企鹅群前 随手设来两只肥大的企鹅 再次返回帝次集点 作为世界级保护动物 尹志平前世可没曾吃过 这下可以想想口服了 但此地过于寒冷 恐怕刚杀死企鹅 尸体就会立即 冻成硬邦邦的冰块 所以尹志平 只是将其打晕过去 摸着企鹅扁平的嘴巴 既然叫企鹅 那里鹰和家养的大鹅一样 毕竟都带着个鹅子 来到帝次区域边缘 尹志平挖出一个冰冻保暖 直接宰杀一只包皮去精 蒸汽和精神力领域涌动 化作一口大锅 直接开煮 加入随身带着的调料 一锅热气腾腾的红烧企鹅做好 汤汁浓稠 上面飘着一层厚厚的金色油脂 这是保暖的关键 尹志平美美地大吃一顿 只觉得浑身暖洋洋的 寒冷不在 吃完后 剩余半锅企鹅肉 已经被冻成冰块 接着尹志平将半锅企鹅肉 放在另一个只鹅身边 钻出洞穴 缓缓向地磁中心走去 随着月王里走 手中星辰剑的光芒月盛 而尹志平的护体 真气上方 如下雨般 撞击声不断 直至离地磁中心 还有一公里时 路上随着接近地磁极点 头顶的小雨 已经转变为大雨 现在更是如子弹风暴一样 射向尹志平的护体真气 看着头顶上的护体 真气忽明忽暗 尹志平犹豫 要不要撤回 而自己手中的星辰剑 此时整柄剑都散发着星光 如拿着一把激光剑一样 尹志平思前想后 又看向自己丹田内 还有大把真元 所谓富贵险中求 不拼一把 如何能成大事 尹志平当即战力 汹涌的精神领域张开 结合真元 一股厚重的青色真元光照护住全身 头顶的子弹风暴 如水滴石板 再也没有丝毫威胁 尹志平眼见丹田内的真元 在以肉眼可见般的速度消耗 自然奋起狂奔 手中星辰剑的光芒越发璀璨 在极夜的星光下 如一个手持光剑的侠客 于风雪中飞顿 随着不断深入 星辰剑上 竟然散发着烈焰般的极光 身前的彩色极光 为尹志平照亮前路 头顶不断飞剑的粒子 也散发着波光灵灵的色彩 真元的迅速消耗 让尹志平心中焦急不已 且他手中的星辰剑 也似乎越来越重 斜斜地指向地磁极点 一种无形的力量 在牵引着星辰剑 飞入地磁极点 尹志平随着这股牵引之力 几个大步迈入地磁极点 瞬间 恐怖妖艳的彩色光芒充斥天地 一团亮眼的光芒 如一堆炸弹一样 轰然散向四方 尹志平处于光芒的核心 只觉得眼前除了五彩斑斓的色彩 便看不见任何东西 还没来得及对冲头顶恐怖的压力 手中的星辰剑 便如活了一般 一股巨大的力量 让尹志平不由自主地 被剑拽着 刺向地面的寒冰 寒冰在星辰剑下 如豆腐般碎裂 尹志平手握剑身 自然一把连手带胳膊 瞬间插入地底 头颅更是将地面的寒冰 撞出一个大洞 就这样 手中光芒无尽的星辰剑 还要继续往下钻 而上方的粒子风暴 也一下子 砸在尹志平的护体真元上 蹦射出更多彩色波纹 尹志平脑中一阵刺痛 真元像是流水般消耗 巨大的危机感 让尹志平奋力握紧星辰剑 剑随手势 缓缓旋转 越来越快 下方的寒冰 巨多化为冰屑 涌出洞穴 而尹志平 就这样顺着地底巨大的牵引力 一路向下 钻入地底第119章 阵法 随着尹志平不断下行 伸入地底 上方落下的高能粒子逐渐减少 威力也慢慢降低 这使得尹志平有了喘息之机 但护体真元照仍然没有散去 而是缓缓改成先天真气照 这里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 能牵引星辰剑 那么 自己体内的铁元素 也同样会被牵引 带高能粒子的攻击彻底消失 尹志平停下休息片刻 他握着愈加璀璨的星辰剑 缓缓抬起 四周的冰屑 被护体真气挤压的咔吱作响 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以尹志平的力量 目前还能控制星辰剑 但此时的星辰剑 却让尹志平有些心惊 两柄剑 好似彻底融为一体 变得宽大扁平 剑身更加有黑 如同黑玉 剑身一面是一挂银河 另一面同样是闪耀的群星 但星河排列模样 却从未见过 无穷的盈盈光点 不断被黑剑吸入 这把剑 愈发显得不凡 尹志平如今身在地下 不知几百米的冰层中 除了手中这把 散发着荧光的剑 四周一片黑暗 如被冰封在无尽的寒冰中 但尹志平如今一高人胆大 这种冰山之内 困不死他 夹只体内真元还有一半 便顺着星辰剑的牵引 挥舞锋锐的星辰剑 继续下行 不知过了多久 尹志平手臂累的都不听使唤 只是惯性地绕着圈 挥舞星辰剑下钻 直到某一刻 一道明显不同于 寒冰碎裂的声音响起 抬头一看 却见剑身插进山石内 借着剑身上的光芒 尹志平四处瞧去 原来他已经挖穿了 北极的冰山 来到最下方的地层上 看这里四周地形 似乎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山脉 此时 尹志平正位于极点的中心 这里 除了手中继续吸收 雌园里的星辰剑 散发着闪烁的荧光 其他的地方 没有发现任何奇异之处 尹志平心中 不仅有些灰心丧气 到头来 终是一场空骂 他手持星辰剑主地 常常一叹 却不成想 星辰剑太过锋利 且有地磁牵引 星辰剑如刀入豆腐一般 瞬间插进山石身处 尹志平紧握星辰剑 护体真气 挤压周身的碎冰 整个人被带着撞到地面山石上 虽然有真气照隔绝 但脸贴石块 总是不好 他费力地抽出星辰剑 直起腰 却不经意间发现 下方似乎有光芒闪烁 低头下看 却见刚刚星辰剑插入的剑口中 闪着金色的光芒 他心中不经意骑 握住沉重的星辰剑 随意一切 山石割裂 里面仍然是灰扑扑的石头 没有光啊 但这种现象 反而让尹志平心中大喜 他心中隐隐有种猜测 当即双手持剑 狠狠插入地下 又顺着周围切割一圈 一圈切完之后 尹志平只觉得脚下一倾 整个人连人带山石 以及冰屑全往下落 不过两膝便落到洞底 尹志平侧身挪移 避开上方不断下落的冰屑抬头一看 却见周围是一个圆形山洞 洞内石壁上刻满鬼话符般的文字 以及图案 洞顶上镶嵌着几颗拳头大小的夜明珠照亮 地面上一片金光闪闪 上面刻画着无数扭曲不规则的沟槽 仔细看去 只觉得头晕目眩 沟槽内流动着银白色的液体 眼见石洞上方的冰屑不断落下 尹志平只好飞身上去 将冰屑融化在冷却 堵住缺口 这才转身去看山洞四周 洞内圆润无门 不知怎么进出 尹志平不敢细看地面上 让人看之欲昏的沟槽线路 而是仔细抚摸查探材质 发现这似乎是掺杂了黄金所致 而那些沟槽内的液体 竟然紧贴槽内缓缓流动 无波无澜 若不是尹志平精神力强大 用肉眼看 还以为是一条条白色的玉石袋 尹志平紧闭呼吸 生怕染上不知名的东西 而这时他也发现了奇怪的地方 他手中持有的星辰剑 已然不再受磁力牵扯 也不再有荧光散发 他心中不明所以 准备先看看石壁上刻了什么 四周石壁上总共有五幅石刻图 第一幅石刻 全是鬼画幅般的甲骨纹 尹志平根本看不懂 要往后面看 上面似乎是一次介绍洞内 石刻的使用方法 尹志平一个一个地观看 大致明白 上面描述槽内液体 竟由几种方式收集完后 方可打开槽内一个开关 然后阵法便会启动 尹志平依照石刻上所述 来到开关所在的地方 正是洞中心所在 上面被落下的大石头压着 尹志平围着这一堆冰屑石头 打量一周 发现这白玉般的液体 似乎和这些东西 不在一个世界 那些冰屑和碎石 根本影响不了液体的流动 尹志平暗呼神奇 仔细挪移冰屑和碎石 将它们放于阵法外围 尹志平这时 才看清沟槽中央真有一个开关 但那开关怎么按下去了 他看了看阵法中心 那流动的液体 脸色突然大变 因为那阵法中央 原本应该空无一物的原槽内 此刻却充满银白色的液体 原来此阵法沟槽全部相连 唯有中心一侧的沟槽内 有一个空空如也的原槽 里面没有丝毫液体 但只要按下那个阻拦在 原槽侧面的金色槽板 其余液体自然会流动到 这个空缺的原槽内 此时阵法便可发动 但尹志平踩着洞顶的石壁落下 洞顶中央一颗硕大的夜明珠 正好砸在这处槽板上 金色槽板已经被夜明珠压到槽底 等尹志平清除碎石 石块以及冰屑 这银白色的液体 已然全部流满原槽 银白色液体流满原槽这一刹那 阵法翁的一声 散发出阵阵光芒 尹志平浑身一领 真元不要命地挥洒 身影闪烁一下 就要离去 却被阵法周围升起的光幕挡下 直接被撞得摔倒在阵法中央 紧接着 尹志平就看到无数荧光大放光明 最后形成一条圆圆的隧道 出现在身下巨大的牵引力再度浮现 这下 不仅是星辰剑 尹志平也感受到了 这股天渊之别的力量 自已如同一个微尘 在印汗大山 尹志平不由自主掉入身下的隧道 直入地底 隧道四周先是无边的黑色 接着是炙热的光亮 让人不敢睁眼直视 在隧道内飞行半个时辰后 尹志平感觉像是 穿过一层朦胧的阵法薄膜 随之而来的就是 牵引力强大了几倍 下落的速度急速巅升 接着在下落的三个时辰内 尹志平连续穿过六层朦胧的阵法 每次穿过阵法 速度都会增加原先的一倍 经过这种几何式的叠加增长 它的速度已经到了不可言说的地步 隧道周围已经看不清任何颜色 有的只是混沌 尹志平扭头向隧道后方看去 一颗硕大的蓝色星球 一闪即逝 而那蓝色星球的中央 是一座被白色冰雪覆盖的冰原 四周是无边无际的蓝色海洋 那正是星球的南极 第120章 新世界 尹志平千猜万想 也没能想到 自己会以这种方式离去 那一抹蓝色星辰一闪而逝 让他心中空空落落 这是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站 也是他熟悉的世界 未来他要去往何方 离愁之情遍布全身 心中失弱至极 但前方的隧道向内侧弯曲 他看不到隧道前方有什么 心中苦闷不已 只能紧紧地盯着前方 也就在这时 他看到 前方隧道多出一个小小的岔口 再一眨眼 已经来到近前 侧头看去 一个巨大的土黄色星球 赫然在望 上面分布着灵星的几座湖泊 稀薄的白云缭绕星球表面 正中央 几道褐色的沙尘风暴 肆虐在巨大的土黄色星球上 而沙尘暴中心的独眼 正死死盯着尹志平 那眼睛居然浮现出丝丝邪意 尹志平只是看了一眼 便控制不住 自己想要扭头钻进这个岔道 幸亏尹志平 如今精神领域已成 稍抵挡了一两膝 人便迅速掠过这个小岔口 继续往前 尹志平拍了拍胸口 大松一口气 太可怕了 差点被一头钻进那个岔道 想想那颗星球 沙尘暴都生出灵智 上面要多疯狂 尹志平心中警惕之心大起 精神领域立即外放 生怕再遇到什么诡异的事情 刚刚释放精神领域 前方隧道又出现一个岔口 尹志平这次不敢大意 谨守星神 带来到近前 尹志平一动双眼往里一瞧 却是一个绿意盎然的星球 上面白云朵朵 湖泊树木遍地 整个星球弥漫着一股生机盎然的意境 尹志平觉得这个就是他想要的地方 这颗星球给人一种新生的勃勃生机 必然生有各种造化 可尹志平心中闪过一丝迟疑 他内心浮现出 当初自己在山洞内留下的几个字 等我回来 就是这片刻的迟疑 这颗新生气的星球 与尹志平擦肩而过尹志平 看着前方弧形的无尽隧道 他心中怅然若失 可他还有很多放不下的牵挂 红音也在等他回去 经过这一会 他已经有些逐渐明白 根据洞内的时刻图 他这座传送阵法是在收集磁力 在借助星球之力 层层增幅将速度达到最快 那阵法可以拿虚密为界子 这样便能让人类跨星际传送 而磁力向来都是从磁北极 流向磁南极 看着隧道的弧度 他隐隐觉得自己可以再次回去 刚想着 前方又到了一个隧道岔口 尹志平如今定下星后 心神安顾 不惧青石 把这趟传送当作了一场观光 来到岔口 往里一瞥 只见一个巨大的蓝色墙壁 堵住圆圆的岔道口 上面云雾飘渺 绿色的森林草原 无边无际 尹志平心中不禁一愣 然后大惊 这不是墙壁 是星球的表面 难以想象 这颗星球有多大 也就在这时 岔道口内传出一声疑惑的声音 咦 那声音魅意透人骨髓 却带有三分威严 又如天音贯耳 让人不可自拔 紧接着 岔道内的空间似乎在扭曲 像是有什么东西要进来 北极洞内的那副阵法图形 再次于隧道内浮现 随后 尹志平后方的隧道 像是被生生截断 化作一片黑暗 就这样 那道娇媚的声音 依然从隧道后方 无尽的暗黑深渊中传出 小家伙 这么急着要走 尹志平张着嘴 就要回应 但脑海突然警铃大作 似乎只要张口回话 他便会发生大恐怖的事情 这时 后方的黑暗已经消失不见 唯有混沌的隧道 但隐隐有一道银铃般的笑声 在身后的隧道内响起 嘻嘻嘻 胆小的家伙 你的气息 本座记住了 尹志平只觉汗毛倒数 他从来不知道 外面居然有这种大恐怖 还是末法时代好啊 正胡思乱想间 却突然发现 整个隧道似乎在晃动 像是能量不足 尹志平心中暗骂 刚刚那个娇媚声音的主人 周围的隧道 可不管他的想法 隧道隐隐变得透明 内壁上闪烁着明灭不定的阵法 尹志平隐约看到 一道刺目的光芒 差点灼伤他的眼睛 下方是一道正在缓缓旋转的星系 很像前世星系中的仙女座星系 灼伤他眼睛的 正是仙女座星系中心处的刺目光芒 紧接着 尹志平像是画指尺为天涯 他身影轮转 似乎跨过众多星系 在定身时 已经来到熟悉的银河系内 眼前正是刚刚离去的 那个熟悉的蓝色星球 尹志平此刻身在一个半透明的立场内 正在北半球上空 往星球北极方向落去 应和了磁力的路线 由南向北形成一个闭环 但尹志平不知道他浪费了 什么样的天大机缘 那阵法中的磁力原液 是几千年来积攒下来的 如今错失这次机缘 想要再来一次 恐怕比登天还难而此时 尹志平正转身仰头 看向斜上方一个熊熊燃烧的大火球 那正是太阳 相比刚刚仙女座星系 中心处的炙热白色射线 太阳射来的光芒 竟是那么温柔 尹志平心底居然升起了 乱七八糟的想法 可突然 他双眼猛地睁大 因为他发现 熊熊燃烧的太阳上 竟然对他吐出几道长长的火蛇 紧接着 还没等尹志平多想 周围的立场瞬间脱离轨道 尹志平被一股炙热的巨大力量 直直推向北半球 坚持不到几刻钟 半透明的磁力场 被太阳的炙热和猛烈的冲击崩碎 尹志平真元照如被 无数加特林机枪扫中 噼里啪啦声不绝于耳 砸得尹志平恼人生疼 也幸好太阳风暴 被星球的磁力场挡住 不然 他恐怕要当场化为灰烬 如今 他已经来到星球大气的易散区 体内真元疯狂地消耗下 他眼皮狂跳 直直往下狂奔 是一点也不敢停歇 带尹志平来到大气对流层 体内的真元已经一无所有 靠着经脉中的那一点真气 苦苦支撑 寻了个熟悉的地形 他一头扎下 丹凤县李家庄 今日天气大好 正是夏天的好日子 众多老农正于麦田间除草劳作 却见天空斜斜落下一道黑影 紧接着直接砸在农田里的蓄水坑中 激起大片水花 众百姓以为天降奇物 巨都前去争抢 但却见水坑之内 是一位身着破烂道袍的道人 以为是仙人下凡 当即跪地磕头不止 那水坑里的道人 盘山跨步 爬出水坑 见众人围观 遂打了个骑手 问道 诸位老伯 请问如今是何年月 此处又是何方地界 平道遨游仙界归来 迷了路途 第121章 寻找 周围一圈老农 听闻影制屏的问话 全看向人群中 一位衣服 还算齐整的长胡子老汉 那老汉 借着手持宽大黑剑的糟蹋道人 浑身泥泞 但却不敢小看 只因着糟蹋道人四周 屡屡细风旋转着吹向道人 脚下被风压倒的杂草 在不断晃动 于是上前拱手又是一败 不敢先掌这样称呼 叫一声老汉便是 此处乃是大宋丹奉献李家庄 如今是真宗76年春 尹志平自语道 奉献李家庄 真宗76年 看来还是召齐当政 真宗是召齐当年登基时的年号 可尹志平心中仍然不敢相信 自己只是飞出蓝星几分钟而已 怎么就60年过去了 他想起前世 爱因斯坦的一句话 时间的流速是相对的 时间可以拉长至无限长 也可以压缩成一个点 但有一点无法改变 就是不能倒流 是自己的时间相对蓝星的时间 我都被拉长了吗 但时间的感慨暂且压下 让尹志平毛骨悚然的 反而是一个村庄的名字 丹奉献李家庄 这是自己穿越之后 刚下山时碰到的村庄 可现在呢 自己为什么会再次碰到 这是一个轮回吗 尹志平看着这个 依稀有点眼熟的老人 这让他想起了几十年前 他在这处田间 请那老农喝酒的画面 嘴里情不自禁地问出 当年同样的问题 老人家 现今世道如何 那老人想了想 坦言道 我儿时最为富足 那是朝廷宽人 我等百姓生活不愁吃穿 且有盈余 如今只能算勉强雇住温饱 村里的青壮立权 被朝廷召去打仗了 留下我等妇孺老人照顾孩子 说着指了指远处村头的 一大群孩子 尹志平好奇 如今还有什么仗可打的 朝廷在打谁 要集全国的青壮一起 那老人似乎有些不太确定 摸了摸胡子说道 老汉听县城里的本家说 好像去什么新大陆 于是单手一礼 在这些百姓跪拜下 飞往天空中快速离去 但他并非去长春谷 或者全真教 而是一路北上 六十年过去 他要先去看看 小狐狸还在不在 虽然真缘全无 但刚刚真气 已经恢复了些许 一路飞行 加上不断吸收真气 争取早日赶到北极那处山谷 一路上 还是当年那个路线 路过重重大河山脉 荒野草原 森林沼泽 半个月后 尹志平望向前方 绿一点点的山脉 当年藏小狐狸的那个山谷 就在这处山脉中 如今已快到夏至 此地黑夜越来越少 急昼即将来临 尹志平顺着记忆中的路线 来到当年那处山谷 此时山间冰雪 渐渐消融 冬眠的动物正陆续苏醒 尹志平缓缓走进山谷 却发现一路上 无数北极雪湖 都在往这里汇聚 等到了山谷 已经看到成群的雪湖 围在山谷一面峭壁前 而那峭壁下 有一个方形大石块 正是当年尹志平挖出的洞穴 自己走时 小狐狸也在其中冬眠 此时尹志平身容天地 先天境界下 这些北极雪湖 并未注意到尹志平这个僧人 而是如朝拜一样 等着狐王出关 尹志平原本想着直接进洞 但看样子 小狐狸即将出来 索性打坐回气 经过好一会 日头边绕地面旋转 便缓缓上升 带升到南方半空时 山谷内的峭壁下 终于有了动静 一声声爪子挠石壁地 琐琐声响起 山谷内的雪狐们 开始躁动起来 等堵住洞穴大门的石壁 被挖出一个大洞 一身赤红色的小狐狸 瞬间从里面跃出 众多白狐狸马上前 趴扶在地上 叩拜狐王 小狐狸红鹰扫射着周围的子民 大气凛然 但身子随即一僵 紧接着 狐媚眼中 逗大的泪珠落下 小狐狸在众多白狐 疑惑地注视下 飞奔向山谷南方的一片森林里 而尹志平也与此同时 从森林中献出身形 同样飞速迎上小狐狸 一把抱住跳过来的小狐狸 小狐狸红鹰 使劲地用脑袋 蹭着尹志平的胸膛 接着又阴阴阴地哭体 尹志平轻轻抚摸红鹰的脑袋 小狐狸红鹰的嘴角边上 赤红色的毛发 已经有了点点白毛 这是衰老的症状 心中黯然 轻声哄道 这不是回来了吗 我被困在一个地方 一出来 就紧赶慢赶地跑来寻你 以后不会再扔下 红鹰不管了 我保证 虽然尹志平曾经对红鹰 说过这种承诺 这次也没办到 红鹰却没怪他 而是紧紧地抱着他 下方众多北极白狐 不禁有些疑惑 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 为何大王要跳到 这个东西怀里 于是纷纷围在尹志平脚下 尹志平只觉得 才半个月没见 但小狐狸却是60年 未见尹志平 所以拥抱良久 小狐狸才放下钱币 仰头低声询问尹志平 被困在什么地方 尹志平指了指北方 那个最严寒的地带 是那里 不小心被困 幸好及时出来了 小狐狸指了指北方 又比划一阵 尹志平心中了然 小狐狸是在说 他去那里找过尹志平 但那里什么都没有 非常冷 摸了摸小狐狸的耳朵 尹志平道 在那冰层最下方 有一个阵法 说着又问出 眼下要面临的问题 现在 你需要有一个抉择 小狐狸一脸疑惑地 抬头看向尹志平 尹志平指了指身边 四周的白狐 沉生说道 他们呢 你现在想要继续留在这里 做狐王 还是帮我走 小狐狸沉默一下 看了看山谷内 大大小小注视着 自己的白狐 他们还未意识到 他们的大王 身陷两难之境 看到大王看过来 都立起身子 吼叫欢呼大王苏醒 这些白狐可以说 都是红鹰看着长大的 六十年过去 他们早已是去几代 唯有小狐狸红鹰 仍然还在 但恐怕也不久远了 红鹰生有灵性 能感知到自身寿命 在慢慢耗尽 他早就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本想就此彻底沉眠 在某个极业之中 没想到 居然能等到尹志平 再次回来 此时他考虑再三 最终跳下尹志平的怀里 站在一块大石头上 大声吼叫一阵 声音越传越远 众多白狐 纷纷音音的吼叫不休 但红鹰再度跃入尹志平的怀里 一人一壶飞在空中 再次向北极点赶去 下方无数白狐 不断急切地吼叫 跟在尹志平和红鹰身后狂追 距离却越来越远 直至再也看不到 众多白狐追逐的身影 尹志平用手轻轻抚摸 心情低落的小狐狸 小狐狸歪着头 紧紧靠在尹志平怀里 不声不响 不久 一人一壶再次翻越群山 来到北冰羊上 虽然北冰羊在化冰为海 但温度仍然在零下十来度左右 不过这已经对尹志平和小狐狸 造不成什么影响 且他们看到半戎化的海面上 居然有着一艘大船 上面很多人影来来往往 似乎在忙碌着什么 第12章 回归途中 看样子 好像是欧洲人 尹志平也没在意 抱着红鹰继续飞行 那一船人离得很远时 就发现了空中尹志平的身影 纷纷停下手中的活迹仰头观望 随后在部分人的带领下 以为是神明降临 纷纷下跪 尹志平于高空中看到这艘大船 上面渔网 刀枪不少 可能是捕鱼的渔民 顺便兼职一下海盗 不理会下方磕头祈求声 尹志平的身影 飞速越过大船 两个时辰后 尹志平来到当初的地磁区域 落下冰层 正好是当初吃企鹅肉的冰冻上面 60年过去 洞内的企鹅 已然被冻成冷硬的尸体 背后的星辰剑飞出 很快掘出洞湿的冰层 一个冻在寒冰中的企鹅 他还是被活活饿死 小狐狸见尹志平 心情似乎有些不好 指着企鹅不断比划 尹志平勉强点点头 是的 他的肉很好吃 你吃的时候没有煮吧 以后有机会给你做个熟企鹅肉 说完 又从洞中取出当时放在里面的包袱 自己衣衫破烂 正好换一身 蒸干之后 里面有些东西 香料 盐巴已经不能再用 抖了抖翻出的衣服 还能穿 披上之后 尹志平握住星辰剑 再度向当初的地磁区域走去 可渐渐什么反应也没有 尹志平又往前走了几步 还是没什么反应 看着小狐狸疑惑的眼神 尹志平收回星辰剑 尴尬一笑 可能是地磁点长腿跑了 说完 再次向西南方向飞去 找了好一会 才在西侧四十公里的位置 找到地磁几点 渐渐深入 仍如当初一样 看得小狐狸惊奇不已 也想进去试一试 尹志平急忙拉住 这地方最好不进去 但下方兵层有几百米 自己的精神力很难探到 不知道那个洞穴 有没有跟着词点移动 这件事情必须弄清 想要单独下去 小狐狸又不让 尹志平最后 只能带小狐狸一起下去 好在这次并不着急 尹志平带着小狐狸 从地磁词点外围往下挖 几个时辰后 终于挖到底 辨认一下方向 开始横向往此几点中心挖 随着挖掘前进 星辰剑再度亮起隐影光芒 这让红音很是好奇 直到来到一处 闪着金光的地方 透过厚厚的寒冰 隐隐能看到 下方洞穴内的阵法 尹志平伸手吸出寒冰 带着小狐狸一同跳下去 小狐狸只是往阵法的纹路上 随意一瞥 便左摇右晃 直甩脑袋 似乎喝醉了一般 尹志平连忙上去抱住 红音 别看这些金色的线路沟槽 会让人变傻 红音唯米不振 趴在尹志平怀里休息 尹志平则忍着头痛 看向阵法 那金色纹路沟槽内 下岸的开关已经重新升起 而那银白色的瓷力 只有六滴 尹志平看得心绪不宁 自已这是错失了什么 六十年才凝结六滴 若是瓷力全部灌满阵法 恐怕要几千年 自已哪能活这么久 但事已至此 尹志平按下心中的杂念 开始认真看向洞壁上的时刻 这五幅时刻 第一幅必定记载着 留下阵法的信息 还有部分当时修行世界的信息 可这些全是鬼话符般的甲骨文 现在这个世界恐怕还没有专门研究甲骨文的 甲骨文是到清朝末年才被人们发现 自已只能死记硬背 先将时刻记得一清二楚 回去再好好研究 一刻钟后 尹志平将五幅时刻图全部印在脑海中 又再次探查一遍洞内 见实在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将当初切下的洞顶石块再次填进缺口 和小狐狸一起钻上了冰面 天空仍然是大晴天 太阳永不停歇地悬在半空中绕着大地转圈 尹志平对着小狐狸说道 咱们回长春谷吧 红鹰轻轻点头 为了避免小狐狸红鹰触景生情 尹志平特意往另一个方向飞去 准备绕一段路 不经过那处山谷 摸了摸红鹰的肚子 别别的 看来是饿了 毕竟冬眠了一整个几夜 不一会 一人一壶飞到冰原边缘 远处是波澜壮酷的海平面 里面大大小小的冰块不断消融 也就在这时 近来时撞见的那艘大船再度出现 上面水手的吆喝声遍布 气氛热烈 似乎是一场大丰收 满载而归 尹志平身在半空 远远都能闻到一股血腥味 待大船来到镜前 从半空中看去 只见船板上 装满了成堆的企鹅尸体 肚皮下的白毛 已经全被染成红色 还有一箱箱拳头大小的企鹅蛋 落在一侧 许多水手 正坐在成堆的企鹅尸体周围 喝着葡萄酒 还有新烤的企鹅肉 在大块朵移 企鹅翅膀短小 无法飞翔 就连走路也笨拙缓慢 是最容易捕捉的猎物 只需直接走过去 捏住他们的脖子 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猎物 他们肉味鲜美 但比鸡蛋大三倍 且更有营养 身上的羽毛紧密保暖 可以做成最柔软舒适的枕头 但最为重要的一点 长期食用可以养成耐寒体质 这对北极的人们来说 是不可多得宝物 可当地的尼安德特人 并不会做出赶尽杀绝的事情 造成北极企鹅灭绝的是 这一群欧洲的殖民掠夺者 尹志平想起 因为自已而饿死的企鹅 那就出一份力吧 未来 你们能不能生存下来 只能看你们的命运了 尹志平举起星辰剑 无数剑光挥洒 将下方仰头观望的众多水手 全部动穿 鲜血满地流淌到甲板上 又汇聚一起 化作一条流动的红色溪流 飞上船中央的帆布 灰白色的帆布上 用拉丁文写着一行大字 捕杀大海鹊者 死 接着 无数欧洲掠夺者死尸扶起 挂在船头 船尾以及围杆上 随风飘荡 希望这艘血腥恐怖的大船 能让掠夺者停下脚步 尹志平带走几桶葡萄酒 和一些烤好的企鹅肉 给红鹰吃 一路上 迎来地面无数人的口拜 第123章 长春谷 且说尹志平抱着小狐狸红鹰 一路走走停停 跨山过海 直接达长春谷谷内注射污垫 隐约间还有当年的模样 飞临半空之时 暗处突然钻出几位老道 手持浮沉 贺问道 何人擅闯长谷春 话音刚落 谷中突然骤然闪现一个 虚发揭白的道士 那虚发揭白的老道只是一瞥 眼中闪过一抹难以置信之色 又迅速掩去 对左右呵斥道 不可无礼 这是祖师 说完立马攻身下拜 弟子见过师尊 您可算回来了 其余几名老道也迅速失礼 尊称祖师 但心中却是翻江倒海 他们入门较晚 只是曾经在秋祖师祭殿时 匆匆见过一面 哪里能想到 一个人竟然一甲子不改容颜 尹志平轻轻嗚了一声 随我来 说完 直接落入当初自己的院子中 这间院子干净整洁 一阴摆设 未动分厚 尹志平静止步入屋内 小狐狸红鹰对这里既熟悉又陌生 瞪着大眼睛四处乱瞟 而院子外面 须发揭白的李青山 压下心中的惊讶 吩咐几人继续指手 看了一眼大殿外面聚荣的人群 也没说话 转身去了尹志平的小院 谷内众多大小道士 以及做客的江湖散人等 见此 剧都议论纷纷 有惊奇者 也有朝圣者 更有探究者 不翼而足 他们全都兴奋地谈论着 这位江湖传说居然再次出事 且看样子 没有任何变化 和流传的国师画像没有区别 匆匆和同伴说了几句 全都四散而去 想要将这个劲爆的消息 传回门派或家族中 此时 尹志平正坐在室内主位上 李青山位于下手 坐吧 别站着了 我正好有些事要问你 是 师尊 李青山一脸激动 拱手坐下 红英这时 却想到了独孤剑种那里的两个伙伴 对着尹志平叫了几声 尹志平岂能不明白 去吧 去吧 他们应该还在 李青山虽已老迈 但眼力却还在 他能看出小狐狸嘴角的白毛 以及年老的岁月气息 所以他心中才更加震撼 时间似乎没有在师尊身上留下痕迹 尹志平英俊脱俗 满头长发乌黑 见这位当初追随自已至大圣观的坚毅少年 现在已成为冒蝶老人 他那个采药的老爹李光耀 恐怕也早已作骨 心中不胜唏嘘 李青山终于缓过神来 对着师尊哭诉道 师尊您此行一走便是六十载 让我等弟子好生忧心啊 若是再过几年 师尊恐怕连我也看不到了 尹志平稳了吻心神 烂科奇缘 为师被困于一仙阵中 虚余的功夫 不知时间居然已过几十载 你几个师兄都不在了吗 李青山老眼微微湿润 哀叹一声 大师兄于七年前现世 其余几个师兄也都相继离世 如今只有弟子一人了 尹志平垂目叹息一声 唉 沧海桑田 周师叔祖 郭敬师兄也都不在了吗 李青山摇了摇头 尹志平心中一叹 又问道 如今天下局势如何 李青山想了想 说道 朝堂上 真宗陛下自执政后到现在 已经杀了四任太子 现在的太子是黄长孙 陛下于二十年前 领军战败周围各国 现在五湖四海 周边小国巨都称臣 现今唯有当年 庞冲一脉占据的南善步周 借着海军之力在与之周旋 如今可谓天下皈依 南善步周 这是庞冲为了能攻回中原起的地名 嗯 既然是万国来朝 可谓师看中原百姓过的 似乎并不富足 尹志平淡淡道 回师尊 陛下穷兵独武 暴虐无常 为了搜刮天下各种奇物 国力消耗过重 所以致使百姓颇有怨言 他如今和你相比 武功修为如何 多年前 陛下曾偷偷来过一次师尊这里 似乎在找什么东西 被我惊走 看齐武功 当年已不在弟子之下 如今武功恐怕会更高 尹志平点了点头 那江湖上呢 江湖上近年来 可谓百花齐放 郭敬郭大侠的小闺女郭湘 创立了峨眉派 赢得了好大的声威 北侠杨过之子 在中南山 广开山门 重建了古墓派 也是江湖上响当当的存在 因为西域众多小国臣服 也来了好多高手 如昆仑三圣合族道 百笋道人 以及如今刚上任的 名教教主杨鼎天 另外还有金刚寺 密宗喇嘛的一些人 也经常来中原讨教 而风头最盛的 当属少林企图张俊宝 修为以至绝顶高手 现在隐居在武当山 尹志平陈应道 少林企图 回师尊 是的 当年少林武僧余孽 见师尊久久未归 便想要暗中取回少林绝技 一一被我杀了 后来不知怎爹 陛下应允他们 以文僧的身份回归少林 金书阁的张俊宝 不久后便被逐出少林寺 那我们全真教呢 我教此时 仍然是天下第一大教 教内高手众多 执天下牛耳 名义上还是朝廷的国教 师尊 要不要通知现任长教 来此拜见您 尹志平摇了摇头 不需要 对了 陆通呢 陆通领于四年前离世 塔尔孙接下守卫 长春谷之职 嗯 那就好 尹志平微微一叹 李青山这时却突然一拜 请罪道 师尊 当年少林余孽反扑 众多师兄弟受伤 未经师尊允许 用了宁丹房内的丹药 请师尊责罚 尹志平摆了摆手 本就是给门人弟子用的 责罚什么 俩人又聊了聊一些琐事 李青山便告退离去 尹志平正要去里间 挖出是魂树 身子一顿 看向门外 紧接着 门外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 国师大人 陆达求见 尹志平想了想 让其进来 来人是一位短戌中年汉子 他抬眼看了一下尹志平的面容 脸上闪过一丝金融 随即躬身扣拜属下 扣见国师大人 嗯 我知道你 小时候 我见过两面 能被国师大人记得 是属下的荣幸 现在谷内守卫 还和郑国司有联络吗 陆达立马拱手 断然道 大人 长春谷守卫 早已和郑国司断得一干二净 早年 朝廷郑国司有意联系 也被属下婉拒 现在守卫队 只属于国师大人手下 那还叫什么国师 是是 是属下的错 谷主 尹志平轻轻嗚了一声 顿了顿又说道 我不喜俗误 谷中大小事情 还是由青山做主 是 谷主 正说间 却见红英从院外飞跃进来 对着尹志平连指带话 一通诉说 第124章 小龙女的轻步长经 尹志平见红英一脸焦急 便挥手 让路达退下 对着红英说 慢慢说 是谁需要我救 红英人力而起 前肢贴在身体两侧 嘟着嘴 歪着步子 走了一圈 尹志平看得一脸猛 没办法 直接抱住红英 飞出屋外 顺着红英的指路 不一会 来到独孤见种后方的洞窟前 只见 此地红蓝绿子 一片繁花似锦 如梦如幻 如同世外仙境 一座茅草屋搭在花海中间 成群的御风来来往往 忙碌彩蜜 茅草屋前面一个花枝编织的藤床旁 立着一位毛发雪白的老园 旁边是一白衣如雪的身影 满头银丝如一脸瀑布垂在腰间 正往藤床上插花 而花床上 则躺着一个通体灰色的神雕 已经了无声息 小龙女和白园抬头 见飞来的是尹志平 观其容貌未改 剧都闪过一丝金融 哪怕小龙女 如今无思无念无想 也同样吃惊不小 而白园 尹志平自然认得 正是当年的苍原 如今毛发全白了 小龙女的容颜 反而让尹志平微微有些惊讶 她满头银丝垂直腰间 一束白色丝巾随意扎在背后 容貌依稀如从前般 不显老态 且气质更加飘渺若先 似不是凡奸之人 白园见到尹志平 顿时认出 激动地上前攻身见礼 小龙女则淡淡地说了一句 你回来了 是的 我回来了 尹志平轻轻点头 看着小龙女脱俗绝尘的气质 有片刻恍然 红英跃至花床上 对尹志平指着动也不动的神雕 白园也同样露出恳求之色 小龙女平静如水 尹志平走至花床前 伸出一只手放于神雕上方 精神力如同流水 缓缓渗透神雕全身 片刻后 尹志平将手收回 神色黯然 摇了摇头 白园低声啜泣 红英立于花床前 低头不语 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之后 尹志平参加了神雕的葬礼 在独孤求败的衣冠种旁边 小龙女已经挖好一座石棺 挥手扔出白色绣带 将花床吊起 慢慢放进石棺内 众人瞻仰一言 静静助力一会 便挥手盖上石棺盖子 浇上松江桃胶蜜蜂 随后便是往石棺上落粉种 尹志平 白园 红英 和小龙女巨都上前 一起为神雕立种 最后竖起一块石碑 上书 独孤求败好友 神雕之木 众人缅怀一阵 心情沉重 来到洞窟中 阵阵香味弥漫其中 四周不知名小花遍地 左侧洞口 有一套青绿的藤蔓桌椅 上面缠绕着绿植 小花朵朵绽放 小龙女情影之瓶 白园 以及小狐狸红英坐下 倒了几杯御风浆 招待一人二手 向来喜欢喝御风蜜的红英 虽然已经有六十年未碰过 但此时却毫无胃口 白园从一旁的地上 领出一个包袱 从里面掏出几个硕大的盘桃 百里透红 香味扑鼻 这是白园不远千里 据为神雕踩来的 自从神雕身体状况急转直下 再也飞去不了昆仑山桃骨 白园心中有感 急忙为其去往昆仑山采摘盘桃 希望能挽留一下好友性命 却不想归来时 已然迟了 众人看到盘桃 再度黯然 过了好一会 尹志平轻轻拿起一个盘桃 擦去桃毛 咬上一口 汁水四溢 红鹰也拿一个盘桃吃下 吃完之后 心情得以缓解不少 白园和红鹰在辽静先年各自状况 尹志平健壮 看向淡然自若 平静如水的小龙女 龙姑娘未来有何打算 小龙女没有丝毫波澜 静静说道 继续养风采蜜 栽花种菜 待大献之日 回古墓石棺中就此安眠 听说杨过之子杨不悔 在古墓之上重建山门 如今做得热火朝天 小龙女听闻杨过之子 名叫杨不悔 平静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波动 片刻后才说道 过儿有心了 尹志平不知该如何谈下去 这小龙女心中无牵无挂 生死都不放在心头 如今神雕不在 以后若有个闪失 深山之中根本无人知晓 便说了一句 可否随我去长春谷 带几对性格过来 以后你有什么事情 也好捎个信 小龙女轻轻摇头 不必如此 我不会有什么事 眼见无话可说 尹志平准备起身告辞 旁边红英还在和白元聊个不停 尹志平正想要走 那白元却跪下叩拜 想要追随尹志平左右 这白元天长日久 林志早已如同成年之人 见尹志平数十年容颜未改 知其是有大法力的先家 所以想要侍奉左右 也好过在山间等死 尹志平看了看红英 想到当初认识的人 恐怕会陆续死去 只会让红英徒增伤感 有一个老朋友白元在身边 理应不会那么孤独 沉思一会 上前扶起白元 不用这么多理说 你以后随我一起便是 那白元仍然理数周到 恭敬立于尹志平身后 如今白元也跟随尹志平离去 小龙女这里 就只剩她孤身一人 随着两人来到洞窟外面 微风吹过 阵阵花香扑面 大大小小的花朵 于微风中摇曳生姿 美不胜收 两人缓步走过花海间 静谜无声 小龙女侧脸 看向四周亲手栽种的一草一幕 突然看到尹志平头上的发迹 她似乎想起了什么 停下脚步 尹志平回头看向小龙女 小龙女思索一会 接着说道 尹道长 稍等一下 有件东西要归还于你 说完转身回了洞中 尹志平不明所以 小龙女会有自已什么东西 不一会 小龙女从洞中出来 漫步穿过叉紫烟红的花海 如一个梦幻中 纯白的精灵飘然而至 伸手递给尹志平一个 绣着紫色花朵的小布包 然后转身离去 尹志平低头打开手中的布包 一抹青色映入眼帘 掏出一看 是一条束发的青布长巾 尹志平记得清楚 这条长巾正是自己刚穿越时 小龙女眼上蒙着的那条青布长巾 第125章 试验 往事已已 尹志平于花海中静静注视着 那若隐若现的身影渐渐远离 直至消失不见 这块青布长巾 是前身尹志平蒙上去的 尹志平不想再争辩什么 也不知道小龙女 为什么要一直留着她 更不知道 她为何在今日还给自己 最近一段时间 她已经感受到 岁月的无情 以及人力的渺小 一切尘归尘土归土 尹志平摇了摇头 看着绣花小包上精美的紫色花朵 最终将方巾放回绣花包 塞入怀中 转身离去 远处洞门前 微风袭袭 寂静无声 小龙女就这样 站在洞门前 注视着尹志平离去的方向 助力良久 直至日头奚落 才转身返回洞中 且说尹志平带着白猿和红鹰 回到长春谷 让路达给白猿安排好住处 便独自一人来到卧室 这下面放着的试魂树 六十年过去 不知道它又有何变化 一掌贴在地砖上 抬手一吸 厚厚的方形泥土再度吸出 下方黑漆漆一片 但并不影响尹志平的视线 韩玉碗中 一棵漆黑的小树在于其中 对着下方招了招手 韩玉碗和试魂树一同飞上来 再度将地砖复原 尹志平手捧韩玉碗放在桌子上 仔细观看试魂树 现在的试魂树 贪婪的鬼眼和扭曲的鬼脸 全都消失不见 不明白的 还以为是一节陈年樱幕 漆黑带有光泽 尹志平直接掰断那毒杆上 仅剩的一片叶子 叶梗断裂处 除了黑的有些不正常 跟寻常植物似乎没什么不同 随后 传音陆达送来几只小白兔 不一会 踢着笼子的小白兔 就被陆达送来 谷主 您要的白兔 嗯 放大就行 对了 我记得单房院子内有一只特殊的白兔 还在吗 家父以为是谷主专门留的 所以不曾杀害 于四十多年前老死在单房院内 尹志点点头 也不必拙陆达 直接将漆黑的试魂树叶子撕碎 给五只小兔 按不同分量 一人一口 陆达见尹志平 没有让自己退下的意思 心中暗喜 更加恭敬 正想要上前帮忙 却见几只兔子 本来还好好的 突然就倒在地上 接着一股寒气 蔓延兔子全身 这股寒气来得突然 且与正常寒气不太一样 寒冷中夹杂着阴冷的气息 陆达也是武学高手 对佛家功法支支甚深 一眼就分辨出 这寒气有骨子邪性 当下也不敢声张 静静观看 尹志平精神力已经看得出来 这些试魂树岁叶 已在兔子腹中扎下根 跟当年南宋李宗皇帝一样 全身寒气密布 当初自以为 这是试魂树 想要发芽长出一颗心的 但事后想来 理应不该如此 所以才有此一事 吩咐陆达找人 做一个网格密布的巨大钢笼 意思不言而喻 陆达急忙下去安排 很快第二天下午 陆达就带着一众护卫 抬着足有房子大小的钢笼 来到谷中 这是连小徒弟李青山都惊动 跑过来 问需不需效劳 尹志平摆了摆手 事已没事 抱着小狐狸 慢慢走向笼子 身后飘着五只冰冻的兔子 还有试魂树 看着眼前只有手指粗细的钢网 尹志平对着陆达满意的点点头 挥手打开钢笼 等二天抱着小狐狸的尹志平再去看 韩玉碗照常冒着寒气 是魂树没什么反应 五只冰冻的兔子也没反应 接下来几天 尹志平每日都会去仔细探查一遍 等到第五天时 李青山来抱 师尊 陛下到了 想要要来拜见师尊 让他进来便是 李青山躬身应是退下 不一会 领进来一位身着战甲的赵琪 龙形虎步踏步而来 哪怕他蛇鳞战甲擦的赠量 但一身血腥味依旧刺鼻不已 浑身煞气迎天 也不知道是杀了多少人 赵琪满头白发 须发如针 早已没了当年的俊雅 反而如一个狂野的老汉 顾盼之间 目中无人 眼中带着一股嚣张跋扈的暴虐神色 来到尹志平身后站立 凌甲齐鸣 攻身一拜 郑正一听说尹师傅先由归来 便马不停蹄赶回来 好早日得见 尹志平对赵琪有授业之恩 所以赵琪仍然持弟子礼 尹志平听到声响 缓缓转身 看向赵琪 陛下找平道合适 赵琪抬眼观桥 见尹志平仍如当年模样 外界谣传当真所言不虚 而且尹志平怀里的狐狸 他也是知道的 什么狐狸能活七十多年 这必定和尹志平有关系 眼中闪过三分羡慕 三分贪婪 四分不甘 待看到尹志平注视过来 又迅速引去 功声道 求道无止境 尹师傅攻参造化 正想要继续聆听国师教会 尹志平呵呵一笑 平道没什么可教陛下的了 先天已是这个世界 能练到的最高修为 往上再难前进一步 赵琪压抑住内心的狂躁 浑身的骨头都在发痒 但他咬住钢牙 死死忍住 闷声道 尹师傅 当年朕还是个娃娃时 您就是这个模样 如今 朕土都埋到脖子上了 尹师傅还是风华正茂 求尹师傅教我 朕愿献上一切 陛下说笑了 怎么可能土埋脖子 先天高手 足有两甲子寿元 陛下还有四十年大好时光 已经不少了 至于平道年华永驻的原因 尹志平沉映了一下 赵琪一脸急切 甚至徒弟李青山 也竖起耳朵 尹志平掉足了俩人胃口 才说道 非是平道自身之力 而是借助了外物 俩人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尹师傅可还有奇物 正搜寻天下 他便五湖四海 如今又杀向一片新大陆 得来的奇珍一宝无数 可全都赠予国师 赵琪急促道 尹志平抬手制止赵琪想要继续说下去的话 评道能容颜不改 那奇物自然已经消耗完毕 如今平道正另寻奇物 陛下何不耐心多等几日 带有试验完毕 即我们三个先天高手之力 让那奇物必定首到擒来 第126章 结果 尹志平一番解释 赵琪与李青山欣然向往 这是他们目前最渴望的 哀无声之虚予于 献长将之无穷 年轻人感触不深 但等年华老去 死亡和病痛一步步压在你心头 自然明白 之后 赵琪带领的众多强兵驻扎在山谷外 赵琪本人被李青山安排长春谷内住宿 几天过去 仍然没有丝毫眉头 赵琪因试魂朔果影响 欲念横生 心性不足 在书房内看了几天武功秘籍 便忍不住来到长春谷广场上 找尹志平 这里是放刚龙的地方 尹志平每日都会来几次 赵琪来到刚龙前 轻轻一礼 指着刚龙问道 尹师傅 我们要等的就是这东西吗 尹志平一脸平静道 陛下有所不知 你父皇便是因他而死 你能突破仙天也是因为他 我吃的那个果子是他结的 赵琪因父皇的死 一脸震怒 看向刚龙中五个兔子尸体中间的毒干小树 怎么看 这棵小树除了黑点 用的花盆非常金贵 其余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 又想起当初尹志平杀死蒙古百万大军 背着一个圆鼓鼓的包囊 他还暗中来过长春谷搜寻 却偶然发现 另一个仙天高手 已经有两位仙天 所以才时不时派少林的余孽去试探全真教 最终也没探出结果 他不知全真教深浅 所以才隐忍不发 现在他已然明白 自己吃的那颗果子的来源 正是蒙古那百万人马 心中更有些恨意 以他的聪明 怎么可能想不到 当初尹志平无非是拿自己做饰演 和这刚龙里的兔子 没什么区别心中的恨意滋生 他只能拼命压抑 尹志平瞥了他一眼 忍得很辛苦吧 赵琪顿时心中一惊 杂念尽消 拱手解释道 不知怎跌 朕越是晚年 越是控制不住内心的冲动 所以有些急躁 还请尹师傅误怪 尹志平点点头 接受了他这个解释 这是平道的错 这是魂术国有副作用 放大了人的欲望 当初并未弄清 就给你服用 实在不该 是平道大意了 赵琪没想到尹志平居然认错 将话挑明了说 虽然他内心恨意滔滔 根本止不住 但表面依然装作很是体谅地回答道 尹师傅说的哪里话 若不是那颗果子 朕可能早就郁郁而终了 对尹师傅 朕心中只有感激 但不知道 尹师傅对此可有解决办法 尹志平嘴角扯出一丝笑容 他修炼到如今 这个地步 怎会感知不到 别人对自己的恶意 就算这赵琪掩饰得再好 也逃不过自己的感应 有办法 平道也曾被这种隐患缠身 俗话说 解铃还虚系凌人 陛下耐心等待便是 面对尹志平说一半留一半的话 赵琪恨不得直接动手 但他清楚 自己不是尹志平的对手 所以强壮一副惊喜的样子 多谢尹师傅 以后还需要您多费费心 朕事务繁忙 先行告退 等赵琪走后 一个身影走来 白发苍苍的李青山 行至尹志平身后 躬声道 师尊 为何要与那赵琪联手 他性情乖张 在师尊面前才有所收敛 以后恐生事端 尹志平只是刚龙内被冰冻的白兔 那冰寒之意已经有所消融 淡淡道 无碍 看看最终结果再说 正从门外面进来 看到尹志平就是一通诉苦 说那书房内的赵琪 没事就骚扰他 现在只能搬家 听着包袱内 瓶瓶罐罐的碰撞声 尹志平会心一笑 摸了摸红英的头 给他去屋内找了一个软榻 当作住所 红英深找从包袱里 掏出一个瓷瓶 递给尹志平 打开一看 一股甜蜜的香味扑面 适于蜂蜜 尹志平一正 红英健壮 笔划着 说是小龙女给的 绝不是他偷的 尹志平心中一探 岁月流转 如今往事已已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吧 随即让红英 不识去小龙女那串串门子 吃了别人的玉蜂蜜 不能对别人不管不顾 红英理所当然地点点头 同意了尹志平的说法 正好又可以经常吃到蜂蜜了 时间一闪而逝 十天过去 刚龙内总算有了动静 尹志平 李青山 赵琪来到广场刚龙面前 只见刚龙内 原本被冰冻的白兔 如今全都好好的 蹦蹦跳跳在笼中 四处寻找食物 但兔子的眼睛不对 如蒙上了一层白灰 像是死了好久的眼睛 李青山和赵琪 隐隐觉得不对 而尹志平的精神力 已经透过兔子的皮肤 察觉到他们体内 骨头内脏中 已经被细小的黑色树根附着起上 就在李青山和赵琪 要问尹志平时 被尹志平传音的 陆达提着几个笼子 来到广场 狐主 嗯 将这些兔子扔进去 是 陆达公生英士 接着打开铁门 迅速将带来的五只白兔放进去 这些刚进来的白兔 似乎察觉到 龙中兔子不对劲 不敢靠近 但那些死而复生的兔子 可不会客气 见到这些同类 似乎像是 嗅到血腥味的鲨鱼 猛地扑向这些刚进来的小白兔 大大的门牙当作利齿 一口咬住脖子 接着鲜血四溅 几只刚进来的小白兔 当场丧命 这五只白兔 咬死同类后 便拖着死去的尸体 送到钢龙中间的嗜魂树根部 兔血顺着脖梗的伤口 流入寒玉盆中 那嗜魂树的根须 刚一接触碗底的血液 便微微一颤 紧接着 整个树好像活了一样 盆底的血液 迅速被嗜魂树根吸收 旁边的兔子尸体 也在缓缓变得干枯 但五只兔子 血液似乎不够 嗜魂树的鬼眼和鬼脸 最终没有显现出来 接着 那些眼睛灰白的兔子 像是收到什么指示 疯狂地撞向钢龙的铁门 拼命撕咬钢龙 撞得头上皮毛不存 露出挨挨白骨 却不见任何血迹 兔牙被钢铁崩断 仍不罢休 最后只剩光秃秃的头骨 和灰白色的眼睛 死死盯着钢龙外的几人 第127章 葫芦山 照其 李青山还有陆达 在江湖上都是武功顶尖的高手 但见到这种妖异的场景 全都心中一凉 这并非害怕几只兔子 而是那股默然 诡异的行动 让人产生不适感 人类的恐惧 源于未知 就是尹志平 由两视为人 心中也微微一领 他对试魂术稍有了解 当年逼迫试魂术结果子时 试魂术已经稍微有点自主意识 但沉眠之后 本能的反应便释放出来 这试魂术 本质上就是邪义 尹志平微微挥手 一只白兔升到钢龙中间 紧接着 尹志平手指挑动 笼子中间的白兔 兔子身上的毛皮 如拉链般解开 露出里面如动的树根 那些树根 正蚕食着白兔 剩余不多的肌肉 内脏 尹志平继续勾动手指 肌肉散开落下 无数细小的树根 依附在兔子骨骼上 正缓缓蚕食兔子的骨骼 并取而代之 直至雪白的骨骼 被全部替换成 浓密细小的树根 变成了一个 由树根组成的白兔 这种场景 看得在场之人 全都眉头紧皱 尹志平等其转换完毕 再度勾起手指 那些细小的根须 被一点点扯出 逐渐绕成一圈圈 布满笼子上空的 细小树根 而下方其余四个兔子 已经成了皮包骨头的模样 眼睛 嘴巴都成了黑漆漆的坑洞 隐隐看到 里面树根在蠕动 紧接着笼子上空飘着的根须 慢慢从笼子手指 大小的空洞中钻出 尹志平手中清光大圣 直接抓住 使劲一扯 崩的一声 树根扯断发出的声音 如牛精被崩断一样 尹志平仔细看那断裂处 一滴黑血渗出 接着断裂的地方缓缓恢复 陆达 再取五只白兔过来 陆达提着笼子 迅速飞去侧垫 很快再次带着兔子返回 尹志平将扯断的一节树根 放在一只白兔身上 树根立马活了过来 像一条活蹦乱跳的虫子一样 在白兔惨叫声中 迅速钻进白兔皮毛之下 不多时 这只白兔再次化为一个 皮包骨头的干点白兔 尹志平轻轻挥手 兔子皮毛外露 里面全部成了树根 这只树根组成的兔子 正撞击笼子 想要去攻击其余兔子 吓得其余同类 紧紧缩在自己的笼子里 李青山看得一脸惊骇 赵琪皱眉不止 尹志平拽着半空中 细小的树根说道 你们都看到了 试想 以这种诡异的传染速度 我们人族怎么可能 安稳地存在数千年 赵琪心有余悸地问道 尹师父 这种诡异之物 跟长生有什么关系 尹志平断然道 大有关系 因为这些鬼物能长生 而我们想要长生 便需要取其长生之机 那如何才能取其长生之机 尹志平意味深长地说道 陛下不是靠这东西 接的果子突破先天之境了吗 那果子里面的能量 非凡俗果子所能比拟 这便是非凡之处 赵琪了然道 这鬼物吸血成长 但现在四方江山巨都归降 如今唯一的战场 是在一片新大陆上 上面有无数昆仑奴 可供此处吸食 尹志平没想到 这赵琪的兵马 都打到非洲了 不过 不到万不得已 总不好滥杀无辜 我们还没到那一步 这件鬼物 是从高宗炼丹之地的 湘南葫芦山中所得 我们何不一同去探探虚实 阵线再就去背马 赵琪急匆匆要出去安排 尹志平伸手阻止道 马匹速度太慢 耽误时称 一会随平到飞去即可 李青山在一侧 指了指几只被侵蚀的兔子 师尊 这些如何处置 尹志平伸手打了个响指 顿时 几只被侵蚀的兔子 燃起熊熊大火 不一会化作一缕灰烬 笼子上空一圈圈散开的树根 也被烧得一干二净 你们先去收行李 一刻钟后 这里集合 李青山和赵琪 立即转身 各自回去收拾行李 陆达问道 谷主 我 尹志平摇了摇头 此行可能会有危险 你修为位置先天 还是留在谷中吧 随后 尹志平取出试魂术 回到卧室 吸出地砖 将试魂术再度深埋在地底 又取出药株 以防万一 他本不想去探秘试魂术 但如今这颗星球超凡渐渐绝技 自已已经没了退路 背上星辰剑 喊上小狐狸 便直接出门来到广场 李青山和赵琪 已经早早到了 看到尹志平还带着狐狸 心头军是微微一松 又看向其后背的有黑宽剑 材质如同黑玉 上面星星点点 煞是好看 想必这定是一剑一宝 尹志平见人已到齐 脚下蔓延出一个精神领域平台 让两人站上 尽力流转 三人一胡 直接斜斜飞入高空 李青山和赵琪 能认出脚下这个青色透明平台 其中一部分是先天真气外放 另一部分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一路上 俩人暗中仔细研究 仍然毫无所获 这时 三人已经来到湘南十万大山深处 尹志平根据当初 郑国司拷问出来的地质分析 应该就在这条大河的西南方向 第六座山里 当下调转方向 往西南而去 不多时 前方一处山巅 云霞聚拢 宁而不散 似有什么东西 在吞吐着漫天采霞 白道镜前 只见下方有一座 不大不小的山峰树立 圆滚的底座 深埋地下山石中 上方微微收窄 接着又有一截硕大圆滚的山体 立于最上方 顶着一道尖峰 行似一个埋入半截身子的葫芦 几人立于高空 隐隐看到这山峰最顶上 也就是葫芦嘴上 有一个小小的圆形深坑 半空中的彩霞 不时停留在葫芦嘴口 尹志平带着几人缓缓落下 只见这深坑 是一个直径 有三米的深洞 直通地底 四周峭壁上 生长着各种奇花异草 三人对视一眼 均没意见 尹志平继续下落 越往下 阴沉的寒意越重 带落到最下方 几人才发现 四处望去 居然是一片片亭台楼阁 宣泄廊坊 坐落在这山底巨大的洞穴内 看建筑风格 大气庄重 很像汉朝时的建筑 踢开最近的 一座制药大殿的红色大门 里面摆着各种各样的制药工具 药碾内 甚至还有未碾完的草药 第128章 试魂树根源 李青山伸手摸了摸 导药的铜冲和炎波 一层厚厚的灰尘 转身说道 师尊 这里恐怕已经很久 没人来过了 尹志平点了点头 然后闭上眼睛 精神力涌出 静静探查整个洞穴 一片死寂 不说老鼠 甚至蚊虫蛇蚁都没有 按理来说 这葫芦山中间的天井 直通顶峰 谁乃万物之源 不可能没有生物聚集于此 有些蹊跷 片刻后 尹志平睁开双眼 这边 随后向东方快速奔去 赵琪和李青山紧随其后 一行人很快来到建筑群中央的宽大马路上 路面上散落着许多刀枪棍棒 还有空空如也的衣物 灰尘落了厚厚一层 尹志平顺着一路散落的衣服 向东方看去 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千金闸石门 石门前落了厚厚一层衣物 兵器 尹志平飞升过去 怀里的小狐狸指着千金闸门地凤处 低声吼叫挥了挥手 门前足有半米厚的衣物刀兵 自动挪一旁 露出门下缝隙 尹志平吩咐道 抬起石门 李青山立马上前 照其不渝之色一闪即逝 同样上前 两个先天高手鼓荡真气 使尽全力 石门缓缓抬升 这速度 尹志平有些无语 当即上前 单手伸出一台 足有万斤的巨大石门被抬起 大门两侧击瓜声不断 随着尹志平猛地往上移送 巨大的石门直接被推到门顶 石门停顿一瞬 又要落下 尹志平挥手招来数十个大殿前的石吨 落在石门下顶住下落的石门 众人这才看清石门外面的情况 地上草木繁茂 远处鸟语花香 一片惺惺向荣之色 但宽大的石门下方 如一个结界般 石门内是灰色石砖 石门外全是暗红色 李青山蹲下 一摸石砖 是一撮红色粉尘 向前走几步 于繁茂的草丛下抓一把 全是微微暗红的泥土 凑近鼻子闻了闻 李青山说道 师尊 这是血液染红的赤土 尹志平则在想 当初采药人 是不是在这里捡到的那节树枝 文言对着李青山说道 这里并无白骨 一无刀兵等等 这些血液 应该是从这石门内流出来的 说完 转身看向深厚的山洞 外界的阳光照射进去 整个地下宫殿 被蒙在一层厚厚的灰尘之下 这里似乎被掩盖了一段隐秘的过往 尹志平思绿片刻 轻点地面 整个人迅速向山洞中央的圆形水潭飞去 来到境前 将手伸进水潭中 冰冷的潭水寒彻透骨 水流从深洞一侧的大裂缝中涌出 又流入水潭下的深洞之中 水潭似乎非常深 下方一片黑暗 看到十来米后 下方还是无尽的水洞 尹志平对着跟过来的李青山和赵琪 轻声说道 此山行似葫芦 今年累月吸收日月精华 唯一的去处便是这口深潭 我们要怎么做 赵琪问道 自然是跳下去一探究竟 说完 也不带李青山和赵琪反应 护体蒸气打开 一个纵月直接跳进水潭 水潭边上 李青山和赵琪面面相去 只能跟着往下跳 俩人相继跳入潭水中 潭水下方的洞穴 跟上方山洞一样 足有三米宽 足够三人同行 俩人运转臂气弓 奋力直追 初时 水洞直上直下 过了十来米后 突然旋转弯延起来 游了百十米 俩人才看到尹志平 抱着狐狸的身影 停留在一处平滑的水洞区域 俩人来到尹志平身边 只见他正拿着一条腐烂的粗绳 若有所思 随后 尹志平挥了挥手 沿着绳子 继续向斜下方游去 李青山和赵琪 借着护体蒸气的光芒 看了看后方水洞中 无尽的黑暗 咬了咬牙 只能一条倒走倒黑 紧跟尹志平继续往下游 也幸亏此洞只有一条 不然没人敢深入到 地下一百米的深水洞中 又游了数十米 前方突然豁然开朗 水流迅急 俩人手上覆盖蒸气 俩人隐隐听到 前方传来瀑布之声 尹志平伸出三根手指 对着俩人示意一下 数完一二三 三人同时顺着水流跳出 跃出水面 只见身下是一道雪白的瀑布 在飞流直下 看最下方的水潭内泛白的浪花 这瀑布起码足有一百多米 再看前方 一片隐隐琢琢 漆黑一片 他们二人看不清 但尹志平的眼力 自然剩他们许多 在尹志平眼中 这是一个 有足球场大小的山洞 面前是一棵高大的树冠 枝繁叶茂 布满整个洞顶 可怕的是 十枝的树叶上 每片叶子 都有一个扭曲的鬼脸 瞪着贪婪疯狂的红色鬼眼 唯一让尹志平稍微安心的 便是这些鬼脸和鬼眼 全都如彩色的颜料一般 刻画在十枝树叶上 这让尹志平想起 自己那棵试魂树以前的样子 怀中的红鹰 浑身赤色的毛发力气 不停地跟尹志平说着什么 这时 所有人都落到最下方的深潭中 爬上地面 才发现脚下的石头地面 纵横交错 一道连着一道 全是深浅不一的水沟 深潭中涌出的潭水 顺着这些水沟 流向洞中央 一个硕大的黑影那里 尹志平开口道 都放松 一会看到什么 千万不要激动 记得 不要破坏脚下的沟槽 俩人连连称势 接着 尹志平的手掌青色光芒大盛 照亮半个洞穴 李青山和赵琪看向前方 又看向头顶 目瞪口呆 只见远处的洞穴中央 是一个足有石树人 环抱粗细的石质大树 树中央有一个 凸出来的老人脸 皱纹密布 充满了岁月的痕迹 双眼 鼻子 嘴巴 渗出丝丝黑色的液体 头顶高处的树冠更是吓人 在光芒的硬衬下 三人如被无数恶鬼笼罩 俩人别说激动 心脏都停了一排 这是神话事件吗 红鹰 将头埋在影制坪胸口 不敢直视这恐怖的场景 就在三人为眼前的景象 震惊发呆时 远处的树干上 那突出的巨大老人脸上 双眼突然冒出一股股黑色液体 第129章 星球之密 就在那树干上 人脸双眼流出黑血时 影制坪怀中的小狐狸 毛发蓬风乍起 小爪子使劲拉着影制坪胸前的衣服 与此同时 三人心间突然间蒙上一层阴影 一种死亡阴影降临到心头 似乎自己的生命不再属于自己 随时都会死去 那人脸早已实化 随着黑血流出 蔓延 渗入满是沟壑的皱纹里 面容竟然在缓缓如动 渐渐活络起来 那冒着黑血的枯稿长鼻 一阵耸动 似乎在吸什么气味 吞吃黑血的大嘴缓缓张开 露出里面紧密的利尺 一股无形的波动 从那张嘴里喷出 而三人一兽 竟然全能明白其中的意思啊 美妙 这味道 是生的气息 几万年了 几万年没有闻到过生命的气息了 天道带我不薄 在我临死之际 还能让我想用一顿美味 三人被巨大的精神波动 真的无法言语 紧接着 那满是黑血的口中 居然发出一声惊一声 你们身上有我的气息 无形的波动 吹向三人中间的赵琪和尹志平身上 巨大的波动 让赵琪连连后退 尹志平不动如山 赵琪和李长青 打死都没想到 尹志平说好的 带他们去寻长生之机 就是要面对这种恐怖之物 心中有无数草泥马在奔走 尹志平经历种种生死危机 艰难险阻 此时心神已迅速稳定 听出这树恐怕已是弥留之计 而且还有沟通的可能 便立即说出些让其感兴趣的话 前辈 我们吃过一棵紫色果子 那棵树与你有几分相似 那恐怖的人脸果然被勾起兴趣 成功逃出去了 好啊 好啊 这样 我大仇还有机会得报 尹志平继续说道 那逃出去的是前辈吗 已经被黑血染透的老人脸上 居然露出一丝惆怅 似乎在想些什么 没有说话 尹志平已经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继续问道 前辈有什么大仇 我们可以帮忙 哈哈 小小蝼蚁妄想亏天 你们身上的丁点力量 都是我们一散出去的 就你 还想为我报仇 当真可笑 可笑 听到这种隐秘 尹志平和赵琪 还有李长青突然觉得 像是揭开了世界的一层面纱 心中震惊不已 尹志平知晓不能再拖 必须再说出一个 让对方惊讶的事情 不然没法再次套话 我曾陷入这个星球 极北之地 那数千丈的冰层下方 有一阵法 我无意中触发 被传送至宇宙中 中间有数个星球 存在生命可以前往 不知前辈 可有再次离开 这个星球的办法 听完尹志平的话 巨大的试魂数 再次沉没下来 片刻后 那双不再流出黑血的眼睛 如两个深不见底的黑洞 直视着尹志平 声音低沉至极 所以 你哪个星球都没去 逛了一圈 又回来了 尹志平心里门清 继续煽风点火 一脸真诚地回道 是啊 我以为有危险 不敢跑出那安全的隧道 等看了几个 不知怎点 又回到了阵法上 啊 你这个低贱愚蠢的臭虫 线缘砸你头上 你都能甩掉 你 你 可恨的蠢货 啊 那皱纹密布的人脸上 横眉倒树 巨大的口中 喷出无穷的怒火 想要杀了这个碍眼的虫子 一股黑色能量 从血口中喷出 直击尹志平 那黑色能量被瞬间冲散 强烈的波动 吹得尹志平黑发纷飞 但尹志平依然和和气气 继续喊道 前辈 前辈陌生气啊 还有其他离开的方法吗 试魂术这口吐息 似乎耗费了他很大的能量 整个巨脸又微米几分 黑血隐隐有些干涸凝固之向 怒气勃发 离开 你还想再次离开 想都别想 这是灵机消散之地 是一座牢笼 除非是无上大能 可以横渡星空 不然只能跟着这颗星球一同泯灭 尹志平想起了蛇骨中的那条白蛇 那条白蛇也在苟延残喘嘛 但和试魂术好像又有些不同 而且对方说 此地是灵机消散之地 是一座牢笼 说起来像是一颗苦寒的星球 就如同清朝流放犯人的宁谷塔 也就在尹志平思考之际 那试魂术上苍老的人脸再次开口 小子 把你背着的那把剑拿出来 给牢祖我看看 怎么看着有点眼熟 尹志平被打断思维 反问道 为何说这颗星球是灵机消散之地 这颗星球什么时候泯面 试魂术上那沟壑纵横的老脸猛然大吼 放肆 竟敢跟老左讨价还价 说完张口送出一声赤鹤 炸 无形的波动蔓延向三人 可身上的护体真气毫无所觉 禁止被攻入 赵琪和李长青以及小狐狸 全都一脸痛苦地捂住脑袋 这是精神攻击法 那试魂术上的老脸 见尹志平居然没事 当即加大力量 无形的精神力一波接着一波碾压向三人一壶 可这试魂术的精神攻击法 相对那蛇骨下的白蛇来说 弱了不止一筹 除了让自己脑袋刺痛 什么都没影响 而且 怀中的药猪还在释放清凉之意 尹志平根本无惧 最终 赵琪和李长青晕倒在地 小狐狸红鹰昏倒在尹志平怀里 两人一壶昏迷不醒 尹志平仍然没事 试魂术似乎不敢相信 继续加大输出 直至地面上的阵法再起屡屡踩霞 吼叫才突然停下 不可能 这颗星球不可能出现这样凝实的灵魂 是魂术上的枯朽的黑血脸 有气无力地说道 尹志平风轻云淡 没什么是不可能的 前辈还没回答我 这颗星球为何是灵机消散之地 这颗星球又会什么时候泯灭 小子 你以为你是谁 要我回答 我便回答吗 尹志平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前辈 你也不想你逃出去的那一部分就此灭亡吧 你敢威胁我 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在宽我 那就不用说了 我这就回去毁了他 没人可以威胁老祖我 你要去便去 尹志平心中暗暗摇头 一大把年纪了怎么还这么倔 跟磕镇饿死的 想了想 好言劝道 前辈何必如此动气 我吃过前辈的果实 也算成了一份情 前辈告诉我这两个问题 我便告诉前辈 你逃出去的那部分 在外界的状况 如何 那树干上的苍老人脸 迟疑了一会后 缓缓说到小子 你竟然去了一趟星空 难道没有看到这颗星球 正处于银河系的平级区域 它被排挤出运灵区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 它总会流到星系外围 那时不就是万物泯灭吗 第130章 星系之秘 尹志平听到试魂术的诉说 心中掀起惊涛海浪 他前世之时 人类借助诸多仪器设备 上天入地 见空间站 登陆月球 甚至火星 又像宇宙中发射各种探测器 已经可以窥探到星球外的一部分景象 那时的地球正是末法时代 不要说清零之气 就是内功都无法修成 而且地球确实在银河系的外围 这与试魂术的说法不谋而合 细思极恐 难道人类想要开发火星 探索新家园 是受地球意志的影响吗 只是因为地球知道 自己快要走向死亡 所以 这些都是死亡前的回光反照 垂死挣扎吗 紧接着 尹志平心中又出现更大的疑问 这是魂术 如何知道银河系 它为什么不叫铜河系 自已所处的这个星球 和前世的地球 有什么关系吗 更关键的是 这些远古老怪 对宇宙星空的了解 肯定更胜前世的人类 那自已知道的知识 就不再有优势 而且 银河系内部区域 能量暴走 各种恒星射线和热量如此巨大 星球上怎么可能会存在生命 尹志平不禁像是魂术 问出心中的疑惑 那是魂术 呵呵一声冷笑 宇宙的浩瀚 其实你小小一只虫子能理解的 万物运行自有其规律 你去过极地 通过星磁力 已经体会过它的强大 你认为银河系核心区域的星球 它们就是软柿子吗 它们的磁力更为强大 可以屏蔽宇宙中的各种危害 但更重要的是灵机 灵机 尹志平难难道 是魂术闭口不言 不声不响 任尹志平再三相问 句不言语 不管怎么商量 许以利诱或威胁 一句话都不肯说 尹志平承认 字已被试魂术的话吊住了 但你动不动呵呵冷笑两声 张嘴闭口不离虫子两字 你以为你是三体人啊 你跟我祖国人对拼嘲讽 你有这个实力吗 当即嘲讽技能拉满 嘴斜眼歪 阴阳怪气道 老邦子 你快死了 试魂术勃然大怒 低贱的虫子 你找死 老邦子 你妈贵姓 小臭虫 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老邦子 人是人他妈生的 你是树他妈的生的 试魂术当即喷出一口黑血 疼的西伯彩霞挡住 离尹志平脚下只有半吃远 尹志平呵呵一笑 真是癞蛤蟆跳人脚面上 不咬人 恶心人 这次动静惊醒了其余两人一壶 看着狂怒的巨树人脸 都大惊失色 紧接着巨大人脸张嘴大吼 强大的精神风暴再度袭来 两人一壶又昏了过去 尹志平忍着脑瓜疼 精神扰动的强风吹得衣服烈烈作响 等风停歇了 用手嫌弃地扇了扇 呵呵冷笑一声 真是癞蛤蟆打哈欠 好大的口气 那是魂树上的巨大人脸 已经无法再有什么表情 渐渐凝固 只能张嘴喘着粗气 似得了哮喘的老人在长吼 尹志平不敢大意 见差不多了 便说道 老邦子 咱们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 你不说 无非是想要我帮你办事 说吧 你有什么事要我帮忙 是魂树传了口老气 愤愤道 老祖我有一点礼物 要交给外面那个分身 你要以天道起事 将老祖的礼物放在分身之上 我便和你想说灵机之事 尹志平装模作样 沉思片刻 竖起手掌说道 天道在上 是魂树将灵机之事详细与我解说 我尹志平便答应 将礼物放置他的分身上 若有为此诺 生死到消 是魂树 那句脸疑惑道 是我给你分身起的名字 什么糟蹋名字 我族乃是天地蕴养 而生的鬼野魔术 你不要投机取巧 以我的名字立誓 尹志平又以鬼野魔术 重新立了一遍誓言 鬼野魔术上 那已经彻底再次实化的巨脸 缓缓说道 灵机在宇宙中都是稀罕物 据说是由星系新生 或星系融合 才会随机诞生 灵机聚拢形成灵脉 可吸纳宇宙能量缓缓生长 从而散发灵气 供生灵使用 没了 对啊 这就是灵机 你想要什么解释 灵机解释 总要说从哪里来的吧 老祖我不是说了 由星系新生 或星系融合诞生的吗 那星系新生 或星系融合 为什么会诞生灵机 你问我 老祖我问谁去 我也是听大能者说的 你 你没解释清楚 这誓言作罢 我知道的都说了 这誓言成立 尹志平恨恨道 我亏大了 我还有个问题 我看到星系中心 散发着刺目的光芒 它好像在吞噬周围的星辰 星系中心有什么 试魂术本不想回答 但见尹志平咬牙切齿的模样 不好惹恼了 不然使绊子 把自己的委托无限拉长 到时候 真是黄花菜都凉了 解释道 那是一团能量 无穷大的能量 即是毁灭 又是星生 天道之下一切皆有可循 你也是天道的一部分 你想想你 为什么会呼吸 自然是为了活命 是啊 星系也是为了活命 你呼出的气体 对其他事物来说 何尝不是它们生存所需的 尹志平不禁想起了 前世所说的 吸进氧气 呼出二氧化碳的说法 一时间正正出神 好一会 尹志平才问道 按你的意思 那星系有吸 自然还有吐的时候了 是的 土的时候 意味着一个新的星系诞生 第131章 试探 随着鬼野魔术的不断诉说 尹志平对这个世界 渐渐有了更深的了解 他讲了尹志平所处的 银河系恒星构成 以及银河系中 那几颗生命星球 这是最为宝贵的信息 就算这鬼野魔术 三分真七分假 也足以让尹志平 对未来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等鬼野魔术讲完后 尹志平有一种直觉 一件事情 需要自己办 这是内心映照天道的束缚 天道至高无上 给自己设下的约束 誓言是以你为中心 自已给自己设下的砍 若是办不到 因果自然落到 未来的自已身上 尹志平神思良久 不禁升起一道疑问 那些无上大能 是否可以吸收 星系中心的能量 传说宇宙远古之初 有这样的大神通者 但你要知道 烤火时 适当的距离 可以让人感觉温暖 但离得太近 只会玩火自焚 原来如此 那星系中心处的强光是 那是恒星 以及行星临死前 爆发的璀璨光芒 鬼眼魔术与其平和 缓缓到来 看到尹志平 似乎神游在无尽的想象之中 带着一种善意的亲和力 温声说道 来我这里 我把送给分身的礼物交给你 尹志平似乎没有察觉 慢慢踱步 走向鬼眼魔术 带走近些时 尹志平浑身突然间 清光大放 一道剑影划过 还未等鬼眼魔术反应 已经穿透近20米粗的树干 黑血瞬间 从树干上的剑孔内喷出 接着便是一道苍老的痛呼声 鬼眼魔术双眼中的黑血再度流出 染满黑血的大嘴一张一合 恐怖的声波从口中飞出 小子 你欺人太甚 为何突然攻击 若说不出个好歹来 我拼了这条老命 也要是杀辱 尹志平没想到 闹个大乌龙 他以为这纪念老怪 故意装作温和模样 降低自己防备 好暗中趁机偷袭 没想到 居然没有对自己出手的想法 这时 他瞄到斜上方聚脸的眼角处 皱纹密布 似乎在抽动 连忙停下心中的想法 解释并转移话题 前辈勿怪 这是我本能反映 前辈巍峨的身躯太有威慑力 身后的宝剑忍不住自动出窍 实在对不住 对了 前辈 你有如此大法力 是谁把你关在这里的 鬼眼魔术冷哼一声 居然默认了尹志平这个敷衍的借口 搓着嗓音说道 算了 不跟你一般计较 我仇人的是 不可说 他就算在几个星期外也能听到 快过来 隐之平眼力极好 但有时候也是一项缺点 虽然此时鬼眼魔术已经石化 但看到这么粗的树干 如晴天之柱 顶着的天上 是如群星般的赤红鬼眼 遮天闭幕的赤红色鬼眼 虎视眈眈的注视着自已 让人如身处九幽地狱 在景点 老祖如今身躯已经石化 动不得玄弓 礼物只能凑近点拿 将手贴在树干上 隐之平一步一步 再度接近鬼眼魔术的树干 站在如一面石壁般的大树干下 心中的震撼可想而知 这就在影之平停下脚步时 背后见光再现 又是一剑穿透了底部的树干 剑孔内流出的黑血 竟然隐隐泛着紫色光滑 而这时 鬼眼魔术已经被眼前 这个多疑的人类耗尽了耐心 满是历齿的血盆大口中 喷下一股黑血 卷向最下方的影之平 影之平迅速飞身后退 浑身散发出炙热的光芒 那如油龙般的黑血 紧随其后 眨眼间就卷起半空中的影之平 黑血和炙热的真气照刚一接触 顿时冒出滚滚黑烟 影之平的真气急速消耗 也幸好 与此同时 下方的阵法再度喷出稀薄的彩霞 冲散了围绕缠住影之平的黑血 影之平落下后 眼见鬼眼魔术又要张口喷血 急忙解释道 前辈 前辈 误会 一场误会 刚刚前辈不是要看我身后的剑吗 我剑法不熟 用错了 用错了 鬼眼魔术呕出一口黑血 顺着树干流向底部 黑血里面似乎包囊着一个圆珠 那沟壳遍布的巨大的人脸 似乎一下子衰老到极致 对着影之平恨恨地道 小子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你要是再耍花样 礼物就别拿了 等着你的誓言应验吧 影之平连到不敢 小步跑到树干底部 这里刚刚匆匆而过 没有察觉 现在才发现 地面上沟壳中的水流 全都顺着大树底部 无数个被洞穿伤口流进流出 似乎那生腾的彩霞能量 有一部分来自鬼眼魔术本身 黑血包裹的圆珠 那圆珠上的黑血慢慢蠕动 露出黑血中包着的一颗 活灵活现的鬼脸圆珠 赤红色的鬼眼 还有扭曲的鬼脸 和外界是魂术上的如出一辙 黑血继续蠕动 化成一个底座 小子 拿了赶紧走 别在这爱劳做我的法眼 影之平缓缓伸手抓住圆珠 也就在抓住圆珠的一刹那 黑血底座瞬间化作血色利刃 插向影之平 青色的护体真气暴闪 只听得一声刺耳的摩擦声 黑血利刃的尖头 已经穿透护体真气 紧接着 那穿透进来的部分 瞬间拉长成一个细小的尖刺 插向影之平的心口 影之平一声大喝 精神领域化作实质 挡在心口 也就在这时 树干上的众多黑血利刃穿插进来 心口的利刃虽然挡住 可周围的利刃却无法全部遮挡 身上立即溅出极朵血花 伤口附近瞬间干瘪 像是血液被吸食殆尽 影之平精神力领域瞬间大开 弹出伤口内 还在吸血的利刃 想要转身后撤 但在树干底部 自己用星辰剑穿透的剑孔炸开 喷出一道紫色血液 直接包裹住自己 而这时 阵法溢出的霞光 不断消磨紫色的血液 诞生在紫色血液包围圈中的影之平 更加艰难海量的精神力 在不断被消耗 恐怕只能再坚持三息 精神领域就要溃散 影之平面临这种生死的危机 心中反而异常宁静 这鬼眼魔术 刚刚注意到 自己身后背着的星辰剑 显然这把剑绝飞一般 当下 直接拔出背后宝剑 往上一挥 紫色血液瞬间被锋锐的剑芒 撕开一道口子 影之平飞升而起 下方紫色的血液 不断如复古之躯 紧随其后 而身前巨大的树干 猛然炸开一道长长的裂缝 里面涌出无数黑血 第132章 逃出生天 上方看不到尽头的树干炸裂 里面涌出无数黑血 鬼眼魔术拼了命 不顾地面阵法散发的彩霞 冲散黑血 也不顾树根部位 不断加大力度 吸取自己生命力的阵法 他只想逃离这里 几万年来 他每日身处黑暗之中 看着自己的生命 被阵法一点点剥夺 这种被一口一口蚕食的痛苦 加上无尽的估计 慢慢走向死亡 一般人早就自断生机 避免遭受无尽的痛苦 若不是他意志坚定如铁 坚持等待希望到来 根本撑不到这个时候 上天似乎感受到他的坚韧意志 上次有几条绳子从瀑布中垂下 像是有外界生物发现了这里 他拼尽苦苦维持的本源 将一截心芽送出去 只为自己种族延续 本以为就此安心等死 没想到相隔几百年 居然又有人类下来 这次 恐怕是自己 唯一逃出生天的机会 鬼眼魔术自然不会放过 仅剩的残余力量 全部爆发 铺天盖地的黑血 被彩霞冲散 仍有一大片黑血 裹夹着一团血红色的光团 冲向影志平 树干炸裂 升阵石洞 但巨大的波动 只是冲到阵法边界 却突然消逆无踪 这巨大的声响 已经将昏倒在地的赵琪 李青山和小狐狸阵醒 他们揉着头痛欲裂的脑袋 缓缓睁开双眼 想发出声音之地看去 在无数彩霞的映衬下 巨大的地底洞穴 清晰可见 他们看到铺天盖地的黑血 砸向半空中的影志平 他脚下也有一团紫黑色液体 卷向上身 这样必死的处境 让两人一兽 全都心神接阵 正要大喊提醒影志平 却见半空中的影志平 手持星辰剑 剑身星光 骤然乍起 如一片星空 于黑暗中诞生 一道闪烁着无数星光的巨大星河 从被黑血包围的影志平 手中升起 那道星河璀璨无比 如牵一颗恒星同时转动 带着一往无前的碾压大势 斩碎影志平身下的紫色黑血 又挥手上辽 切开头顶无穷的黑色血盒 影志平的身影 从切开的缝隙中 就要逃出生天 但黑血中的一团血红光芒 裹带着一股黑血 直冲影志平额头 影志平飞天之势不变 反手横斩 巨大的星河长剑 粉碎这股黑血 那最前方的血红光芒 被斩灭一大半 可仍有一小团红光 贴近了影志平 引墨镜影志平的额头远处的二人一兽 发出一声惊呼 这时 升腾的彩霞 卷起剩余的黑血 消散一空 而半空中的影志平 像是突然僵住 手中星辰剑的星光瞬间熄灭 在渐渐熄灭的彩霞中 向地面落去 因为鬼眼魔术躯干炸碎 顶部无数石化的树枝 树叶没了支撑 也同时从上方落下 眼见影志平要 落个乱石碾压的下场 白发苍苍的李青山 对着身旁的赵琪大喊一声 拦住小狐猎 接着 整个人亮起护体蒸气 闪电般冲向落下的影志平 赵琪微微一愣后 几个快步 一把捉住正往前跑的小狐狸 抬头看了一眼 上方黑压压 沉甸甸 如天他下来一般的十字竖冠 又看了看四周 好像那雪白的小型瀑布后方 似乎有一片凹进去的空间 赵琪撑起护体蒸气 抱着小狐狸奔向瀑布下方 且说李青山全力施展轻弓 飞身奔向落地的影志平 在影志平快要摔到地上时 飞扑上去 双臂接住 只觉得似乎接住了一块寒冰 打眼一瞧 影志平面容布满冰霜 手里正死死攥着宝剑 顾不上这些异常 李青山抬头看向上方 十字竖冠 还有十来米就要砸到头顶 李青山撑开护体蒸气 护住影志平 单手持剑 浑身须发结张 磅礴的蒸气灌满周身 手中的长剑 剑芒激荡 脚下重重一踏 使出全真剑法中的一招 一叶偏周 这招主张一往无前 裹挟着影志平 另一只手持剑芒四射的长剑 借着脚下的虫踏 整个人跃向高空 手中的剑芒 化作耀眼的剑花 不断绞碎上方的石头 而这时的赵琪 正抱着不断挣扎的小狐狸 不识出掌 震碎飞溅进瀑布里的碎石 地面被落下的树棺砸的一阵 接着乱石穿空 不一会 万类接近 赵琪还着小狐狸 一掌震碎前方堆叠的碎石 飞出瀑布 白光的李青山 正在坡顶上探查碎石地上的影志平 赵琪和小狐狸急忙赶来 驱散四周的烟尘 正要说话 却听见头顶处 一道巨大的山石裂开之音 往上望去 只见上方的瀑布已经不再流淌 黑暗的洞穴顶部 军裂声密布 赵琪一声大喊 快走 先上去再说 不然我们都要被埋在这地底 李青山也醒悟过来 虽没有影志平的飞天之术 但俩人都是先天舞蹈高手 轻功超绝 赵琪一马当先 双脚覆盖真气 堪比神兵利刃 插进石壁 飞速向上奔跑 如履平地 李青山虽然带着一人一壶 速度却不比赵琪慢 全真派 金燕公 最适合这种峭壁上行走 一脚就是挤杖高 不一会就赶上赵琪招呼一声 便超越过去 直向瀑布口飞奔而去 下方的赵琪 将牙一咬 不再留守 真气全力爆发 速度当即又提了半程 就这样 俩人拖着影志平 来到瀑布口 此时 只有浅浅的一层水流 顺着水洞底部流下 像是山体军裂 堵住了出水口 洞中足有三米宽 虽然上面密布列纹 李青山却不敢有丝毫耽搁 没有犹豫一秒 直接窜进 沿着滑溺的洞壁 身影如飞 等赵琪来到瀑布口时 转身后瞧 这处巨大的地底暗洞顶部 已经开始不断落下大石 谁能想到 这片地底竟有如此离奇之地 眼见山体断裂声 如雷声隆隆 赵琪不敢多呆 当即转身 冲向来时的水洞内 湘南域 十万大山深处 葫芦山 此时 葫芦山的山体底部 隆隆作响 似乎下方有一条地龙在翻身 镇的山顶 鸟飞兽走 生灵惊慌 四散奔逃 而葫芦山底部 中间一处深潭内 潭水干涸不见 只留一个深不见底的隧道 突然 一个抱着一人遗兽的身影 从潭中隧道内跳出 不一会 又有一道身影跳出 这两人遗兽 正是赵琪和李青山 以及小狐狸红鹰 二人见葫芦山 摇摇晃晃 想起地底下的巨大空间 更不敢多待一分 生怕再度陷入地底 转头望见东方石门出口 随着山体晃动 似乎也摇摇欲裂 随即提气向石门处飞奔 等飞出石门 一声巨大的闷雷 在地底响起 整个山体 竟然在晃动间 缓缓下沉 而赵琪和李青山 依然不断往外飞奔 山顶的石块不时砸落 俩人不停地挥掌 出拳 打碎从天而降的大石块 等俩人带着影制瓶和小狐狸 离开葫芦山的山体范围 头顶的山石终于不再落下 俩人回头望去 只见本来形似葫芦的山体 已经沉入三分之一 此时看去 山体圆滚滚 上戏 下粗 不像的葫芦 反倒像的瓶子 俩人虽是先天舞蹈高手 可哪曾经历过 如此惊险离奇的冒险 这种命悬一线的感觉 不知多少年都没经历过了 此时 俩人对视一眼 不禁都生出劫后余生之感 而这时 俩人听到脚下狐狸的吼叫声 才发现地上的狐狸 正抓着影制瓶的衣领晃动 想要叫醒影制瓶 照其第一眼就看向影制瓶 右手紧握的黑玉宽剑 他可是见过此剑的威力 那种星河暴射的锋芒 足以斩杀先天高手 可略一下桥 又见影制瓶左手握着一颗紫色的圆珠 这似乎是从那神末般的剧术中得来的 他眼珠一转 看着蹲下身皱着眉头的李青山 缓缓踱步 来到影制瓶身边 一脸关心地说道 李师兄 影师父怎么样了 李青山原本对赵琪充满戒心 但经历过这场出生入死的弟弟之行后 他的所作所为 似乎并没有谣传中的不堪 心底算是认同了这个师弟 加上此时心忧师父安慰 所以 没有注意到赵琪别有异味的眼神 低头检查师尊伤势 无暇他顾 而赵琪站在李青山身侧 眼中渐渐浮起凶光 第133章 神魂空间 且说影制瓶在动底时 鬼眼魔术的血色神魂 没入影制瓶额头那一刻 他的精神力立即回到脑海 抵挡鬼眼魔术 对精神使海的侵蚀 虽然鬼眼魔术 被影制瓶用星辰剑削去一大半 但逃出去的这一小团 其凝炼程度远远大于影制瓶 几十年修炼的精神力 所以 尽管影制瓶占据主场优势 仍然被打得节节败退 显向还生 影制瓶脑海 神魂空间内 一个血红色的小型鬼眼魔术 正不断挥舞着树根 追逐前方的青色小人 随着影制瓶不断后退 大片精神空间 被血色小树掌控 泛着淡淡的红光 若是这片神魂空间 全被鬼眼魔术占据 那么影制瓶的身体 将请客一主 鬼眼魔术于神魂空间中 闲庭漫步 姿态优雅 不急不缓 毕竟对付一个连修为 都没入门的人 就跟老爹打儿子一样轻松 此时 鬼眼魔术心情很是愉悦 虽然这个人类神魂强度 好似有些异常 但此时大局已定 一切挣扎都是徒劳的 只不过费些功夫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不时劝影制瓶放弃抵抗 小子 乖乖过来受死 若是惹劳足我不快 等我接受了你的肉身 将你身边亲人朋友 全部杀光 影制平心中则暗暗叫苦 他两世为人 早就知道这些老魔头 谁身上还能没几个夺射之法 而对付这些神魂攻击 他的底牌便是星辰剑 自他上次去集地结束后 两把星辰剑融为一体 且吸收了大量的星球磁力 似乎变得更加非凡了 他研究时 将精神力带着真气输入剑身 没想到 居然可以劈开自己的精神领域 伤害到魂力 所以 他这次看到 看到行将旧墓的鬼眼魔术 便动了心思 可这老魔并非刚出山的愣头青 那星辰剑斩灭了大团神魂是不错 但鬼眼魔术感知到危险 也不抵挡 只求速战 在单个一秒钟 地上的阵法便会攻击他的神魂 所以他才以伤患速度 丢掉大半神魂 剩余的一小团 直接飞进这小子的泥丸宫 准备夺射 此时大局已定 鬼眼魔术不慌不忙 追了足足一盏茶的功夫 还没追上 心中隐隐觉得有些奇怪 只能继续劝道 小子 不要浪费老祖的时间 外面你的一个同伴 想对你图谋不轨 老祖我可不想收一个残废身子 尹志平也能感知到身体外的部分情况 见身体内外都危在旦夕 不禁暗骂自已 应该多向寒天尊学学 下次可不能在这样永了同时 心里暗暗吐槽 那个带自己穿越过来的下头珠 怎么还不现身 尹志平虽然来过神魂空间 也就是尼湾宫 但仅仅只有数次 好多次还是为了找那个下头珠 根本摸不清神魂空间的大小 所以此时只能不断往一侧逃 若是下头珠不救场 恐怕自已这次铁定玩玩 尹志平心中担忧 但嘴伤不停 想要继续套些话 前辈刚刚见到我的剑了 可认出来了吗 鬼野魔术上的苍老人脸 听得眉头一皱 看着小子临危不乱 还有心情问自已那把剑的名字 难道还有后手 鬼野魔术纵横心语几百万年 纵然现在的魂力百不存一 但冥冥中也有一丝神意 他越想越觉得心头沉重 似乎要有不好的大事发生 想到这 速度又加快一倍 并继续劝倒 那是一把传说中的武器 消失了无尽岁月 和你这把有几分相似 名叫葬星剑 小子 你别跑了 过来 老祖好好给你解身 老祖我只是暂时借用一下你的身子 最终还要返回我分身 只要你乖乖配合 我答应不会灭了你生魂 尹志平见着老魔嘴上说得好 但追赶的速度 居然提升了一倍有余 这不是忽悠我吗 眼间距离又拉近了不少 只能再度奋力狂飞 这时 鬼眼魔术已然察觉到不对劲 一个半只脚踏入修行的人 本不该有如此强悍的精神力 神魂空间更不可能如此广阔无边才对 这简直可以比你他成名时期的神魂空间 他心头一律从生 只觉得处处透着诡异 正想要不要消耗魂力 撤出此人意识海 去夺射外界两个老头 前方跑得比兔子还快的人类 又问出一句 前辈听说过他画天珠吗 尹志平不想错失这难得的机会 他想起了上次在蛇谷地底 自已意识昏迷前隐约听见的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一直是他的一个心结 为何当初那个实力滔天的白蛇会如此震惊 又为何说出这个名字后 不知怎变 天雷落下 劈死了白蛇 所以 此时他见着老魔 是个活了很久的老家伙 才有此疑问 飞速追赶尹志平的鬼眼魔术 听到这四个字 浑身一抖 当即猛地停下身子 立声贺问道 你是谁 是哪位老友 居然这样戏耍老祖 尹志平没想到鬼眼魔术居然真知道 而且看样子 反应这么大 那必然是了不得的东西 索性装作对方老友的样子 也停下脚步 朗声道 道友 怎么 被关太久了 老眼昏花 认不出来我了 鬼眼魔术虽然只有一小团 但那血红之色 刺目无比 树冠上的鬼眼鬼脸 纷纷流动到树干的人脸上 那人脸在一层层的鬼脸 和鬼眼的叠加下 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看着恐怖无比 那双重和了无数鬼眼的血红双眸 射出两道血光 看向尹志平的神魂 嘴里不禁疑惑自语道 真是夺赦之人 可这本相 我怎么不记得是谁 尹志平眼见有戏 再度问道 老友 他画天珠 有什么用 鬼眼魔术身子再度一抖 吼道 不要再提这个名字 他是禁忌 不可说 说完后 脑中思绪流转 已经明白始末 自己怎么可能记不清 此人是谁 除非自己根本不认识 就算他是夺赦重生之人 也应该是自以不认识的高手 第134章 隐忧 鬼眼魔术认识到是有蹊跷 当即准备回转身形 收回青石影志平神魂空间内的魂力 可这一收 却发现空空如也 且自身的魂力 也在不知不觉中缓缓流逝 刚刚一直释放魂力 接收神魂空间 魂力持续流出 所以毫无所觉 此刻魂力一停 却突然发现 释放出去的魂力 再也收不回 鬼眼魔术闲情意志的姿态 直接使出夺赦秘术 想要先占领 自己掌控的神魂空间 查清魂力 无缘无故流失的缘由 可刺目的血色魂力 出去多少便少多少 根本在神魂空间 打不上自己印记 鬼眼魔术果断扭头就跑 但后退多少 原本被血色魂力占据的空间 又缓缓变为青色 这让鬼眼魔术再度骇然 他想要直接逃离 但施展的秘术 魂力结成印 还没成形 便迅速消失 此刻 他哪还有心思 顾得上身后恢复的青色空间 只想赶紧顺着来时的路出去 尹志平在这老魔身后 也发现了这一奇怪的现象 知晓神魂空间暂时无碍 又稍一感知外界情况 发现赵琪已经举掌下落 偷袭自己小徒弟 当即退出神魂空间 在赵琪首掌 打到李青山天灵盖的前一刻 手中紧握的星辰剑 转弯上次 后发先制 赵琪打出这一掌 只为偷袭 要一击重伤李青山这个同层次高手 所以有进无退 避无可避 根本来不及一位 直接拍在风锐的星辰剑上 手掌当即被宽大的剑身 沿着直骨缝隙 竖像切开 鲜血洒了李青山一头 尹志平这突然的变故 让李青山和小狐狸愣了一下 而赵琪另一只手 捂住鲜血横流的手掌 立即施展轻弓逃跑 身子刚飞半仗高 就被一只手掌搭住肩膀按了下来 尹志平此时站立在赵琪身后 全身冰霜进退 一只手搭在赵琪的肩膀上 认赵琪如何运功抵挡 也动弹不得 好似有一股区别真气的无形之力 禁锢全身 身后传来尹志平淡漠的问话 刚刚评到使出的剑法 你还认得吗 赵琪正脱不开 心中急躁 听到尹志平淡漠的语气 更是按道 我命休矣 但蝼蚁尚且偷生 更何况人呢 连忙求饶 认得 认得 是当年尹师傅教导弟子的剑法 弟子一时糊涂 尹志平淡无波 似乎再说一件平平常常的事 得到也意味着失去 你得到了强大的力量 失去些理智 算不得什么 平道没亏欠你什么 若你没做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 平道自不会管到你头上 但你对平道起了杀心 平道便不能不管 赵琪继续悲声求饶 别杀我 尹师傅 大宋还需要 赵琪求饶之语还未说完 便被一道星光削断脖子 脖子里喷出几尺高的热血 身躯轰然倒地 小狐狸这时跑来 揪着尹志平的长一下板 阴阴阴地询问是否有爱 尹志平将红阴抱起 轻声说道 没事 放心吧 这时 李青山已然清理干净 苍白头发上的血迹 说道 多谢师尊搭救 是弟子粗心大意 差点酿成大错 多亏师尊及时出手 尹志平白手道 不用为师搭救 你也能躲开 不用客套了 李青山善善一笑 指着赵琪的尸体 问道 师尊 长春谷外还铸扎着不少朝廷的强将 我们该如何解释 解释什么 就说他意外死了 让太子继位就可 可是 可是什么 婆婆妈妈的 他们敢闹腾 直接杀 尹志平抱着红阴准备走 可突然想起了什么 挥挥手 赵琪的尸体燃起大火 不一会化为白灰 做完之后 尹志平才背起星辰剑 抱着小狐狸 带着李青山飞速赶回长春谷 长春谷 尹志平一到 就直接去了卧室 他神魂空间内 还不知那鬼眼数魔的神魂怎么样了 这才是需要尽快处理的事 吩咐 让李青山无重要事情不得打扰 便回到卧室 盘膝而坐 心神回到尼丸宫 再次回到神魂空间 只见上下左右 据是无边无际的青涩空间 没有鬼眼魔术 也没有其他任何异常之处 尹志平大声喊叫几句 没有任何回应 四处飞行 不着边际 像是这神魂空间 根本没有尽头 自尹志平的精神领域炼成 便可于尼丸宫中来去自如 可这次那鬼眼魔术的神魂 待在自以尼丸宫内 怎么说也是一个隐患 所以他这次不辞辛苦 花费很长时间 在里面选定一个方向 一路即飞 神魂空间内没有时间的概念 尹志平不知道 自已飞了多久 好似几十年 又好似片刻间 但这次他可不会放弃 经过不知疲倦的飞行 这一天 尹志平突然看到 远处似乎有一点红光 尹志平精神一阵 一脸期待地飞过去 离得越近 他青色的神魂 不仅疲惫全消 而且有种愈加强大之感 这是魂力增长 带来到近前 才发现那一团血光 好似一个半透明的鬼眼魔术 被困在一个透明的圆球内 那鬼眼魔术 正在慢慢变得暗淡 而尹志平神魂愈发强大 浑身散发着青色的光辉 那奄奄一息的鬼眼魔术魂体 瞧了一眼尹志平 露出一个讥讽的笑容 接着便消散一空 彻底死去 那透明的圆球 也就此散去 别啊 怎么什么都没了 不是说恋话别人的神魂 可以看到对方的记忆片段吗 怎么回事 尹志平在漫无边际的青色空间内 大声呼喊 又大骂下投珠 可仍然没有任何回应 他早就明白 灵魂对所处的神魂空间 有绝对的控制力 但自己这个 显然是自己的魂魄太过弱小 根本控制不了这么大的空间 造成这个结果的 唯有那个盘踞在此的下投珠 尹志平对其无可奈何 又痛骂下投珠一阵后 直接离开 从怀中掏出鬼眼魔术给的那个礼物 尹志平暗呼 这次真是亏大发了 白白走一遭 什么都没得到 小狐狸如何延长寿命 自已如何去往 有灵气的星球 没有一点头绪 也就在这时 他发现院门外一个身影正来回走动 似乎有事找自已 第135章 郭湘来访 尹志平精神力蔓延至门外 赶之一下 就明白 是长春谷守卫统领陆达 陆达 有什么事 进来吧 院门外的陆达 听到尹志平的传音 连忙进到屋内 功声禀报道 谷主 峨眉派掌门郭女侠来了 说找您有事 在谷内等了好多天 尹志平以为这郭湘碰到了什么事 便站起身说道 带路 陆达 功声音是 在一侧领路 很快 俩人来到一处会客厅内 一身僧衣满头银发的郭湘 正在里面静坐调膝 身后站着一位年静中旬的师太 郭湘听到外面的脚步声 缓缓睁开双眼 一眼就看见 当先艺人 正是六十年未见过的尹叔叔 虽早就听说了江湖传闻 但所谓眼见为实 这一看之下 心中震惊万分 这位尹叔叔 好似长春不老的仙人一般 真是丝毫未变 尽管心中惊讶 可动作上不慢 不带路达引剑 便起身向前拱手拜剑道 郭湘见过尹叔叔 尹志平微微虚伏 伸手道 郭侄女不必客气 请坐 路达见状 自动退下 郭湘如今已经七十多岁 他内功虽然伯仲家之长 武功修为精湛 但到底没有修炼到武绝的高度 当年于长春谷外扶杨过离开的怀春少女 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出家尼姑 虽未曾削发 但身着朴素的僧衣 又以叔叔相称 看来并非什么公式 郭湘先是让身后的师太上前见礼 尹志平微微汗手 经郭湘介绍 原来是他收的关门弟子 名叫封林师太 尹志平不禁暗暗感叹 历史的修正力果然强大 他仍然在枫林渡口遇到了杨过 也正是因此 一路跟杨过来到长春谷 那时 也是杨过断情之时 尹志平并未说破 微笑着勉力晚辈几句 两人落座后 郭湘缓缓说明来意 尹叔叔 郭湘这次是为父母遗愿而来 尹志平有些好奇 遗愿 郭师兄和黄帮主 有什么遗愿未了吗 尹叔叔有所不知 我爹生前一直说 尹叔叔是其之一好友 但等到先世之时 仍不见尹叔叔归来的消息 颇为遗憾 所以吩咐我们 若是尹叔叔归来 便请去我爹娘坟前见上一面 好让二老宽心 尹志平心中暗想 只能是郭靖做出来的事 恐怕又是黄蓉那个鬼精灵 想出的主意 这是想法子 让自己庇护他们的后人吗 郭师兄和黄帮主 葬在襄阳吗 襄阳墓中 是处衣冠种 由小弟破鲁照料 我爹娘真身葬于桃花岛上 不知尹叔叔什么时候有空 或传信于我 上岛一趟 尹志平说道 生死大事 未能一见 视为汉事 既如此 也不必郭执女引路 给我画张地图 七日后 平道自会赶制桃花岛 好 郭湘在桃花岛 恭迎尹叔叔大驾 郭湘随后命徒弟风铃师太 取出卷步 将桃花岛上的路线 详细画好 交给尹志平 郭湘向来是真性情 他自见到尹志平容颜依旧 想起自己白发苍苍 已然老矣 心中暗自神伤 埋在心中的话 还是问出了口 当年 我斗寇年华之时 尹叔叔就是这般模样 现在我垂垂老矣 尹叔叔仍然风华正茂 不知可有返老还童之法 貌昧相问 还望尹叔叔勿怪 尹志平被人问过几次这种问题 当即仍旧说道 六十年前一别 平道之后 偶入一处仙境 烂科奇缘 在里面只待了半炷香的时间 再出来 已然岁月流转 不知年月 郭湘拱手祝贺尹志平得欲先缘 又说了些家长离短 便起身告辞离去 尹志平反身 准备回之卧室 解决与鬼野魔术的誓言问题 却见谷外进来一个白猿 正是前去昆仑山 还有蛇谷 安排后背群后的白猿归来 他背着个大袋子 看到尹志平后 顿时一脸欣喜 急忙前来见礼 尹志平扶起白猿 都说了 不必多礼 白猿起身 打开袋子 顿时一股股浓郁的桃香味传来 连笔带话 解释摘了桃子 请尹志平和小狐狸吃 尹志平微微一笑 有心了 你去吧 我去喊红鹰 白猿碎回自己院内 安排盘桃宴 尹志平来到卧室 小狐狸正趴在软榻上呼呼大睡 口水直流 还扒击嘴 想来是梦见好吃的 这红鹰 多少年了 还是这样 尹志平不禁玩耳一笑 走上前 一只手握住红鹰嘴巴 另一只手捏住鼻子 让其不能呼吸 红鹰立马被憋醒 看到是尹志平在搞怪 气得眼睛喷火 双爪推丧 费劲正脱开来 落在软榻上 单手插腰 开始数落尹志平的罪行 尹志平坍坍坍手 我是来带你去吃盘桃的 见你不行 所以才叫醒你 怎么狗咬屡动兵 不使好人心啊 小狐狸一听有盘桃 顿时两眼放光 也不在意尹志平言外之意 跳着问盘桃在哪 尹志平指了指 白元所在的院子方向 红鹰嗖的一声 不见了踪影 尹志平随后命路达 送点各种水果 一同带去 总不能只吃盘桃 来到白元院内 只见并排三个十岸上 各摆着几个硕大的盘桃 小狐狸张大口开炫 吃得桃之横飞 白元见到尹志平进来 连忙起身相迎 尹志平点了点头 将身后漂浮的水果 一一放在三个十岸上 这下总算有点盘桃宴的样子了 见红鹰和白元吃得欢 尹志平也不禁胃口大开 拿起一个红透了的大盘桃 正要咬一口 却看到红鹰嘴边的白毛 想到这盘桃可增加寿源 虽将盘桃放下 又将自己的五个盘桃 全都放在红鹰的十岸上 小狐狸吃得正欢 见尹志平将自己的盘桃 全都放到他的十岸上 有些疑惑 尹志平拿起一个苹果咬了一口 缓声道 我不洗桃子 这些给你 小狐狸的狐媚眼顿时眯起 如两个弯弯的月牙 笑嘻嘻地继续大口吃盘桃 尹志平则吃起其余水果 宴会后 白元背着个小包 又说要去给龙姑娘送些 小狐狸也凑热闹 一同前去 尹志平正好转回卧室 解决鬼眼魔术的誓言 第136章 新出路 尹志平独自来到卧室内 从怀中掏出鬼眼魔术 给他分身的礼物 一颗黑色珠子 上面的鬼眼和鬼脸 和试魂树上的一模一样 尹志平精神力无法渗透进去 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 但肯定不能随了鬼眼魔术的意 可是试魂树是自己最后一张 迫不得已的底牌 若是一直找不到 去往新世界的办法 试魂树反而是一个救命稻草 想来想去 尹志平决定还是试一试 先把天道誓言解决了再说 当即走到卧室中央 伸手吸出地砖 露出下方的试魂树 此时的试魂树 鬼脸鬼眼隐秘 如一棵普普通通的黑色的小树一样 一根毒枝 尹志平感觉自身好像摆脱了一个枷锁 浑身轻松 这是誓言完成了 还没来得及细细体验这种感觉 桌上的诡异树枝再度发生变化 竟然泛着血红光滑急速升起 似乎要逃之夭夭誓言完成 尹志平可不会惯着他 手中星辰剑浮起星光 将本就不长的诡异树枝一箭斩灭一半 诡异树枝血色光滑 顿时消停 落回桌面 尹志平双手覆盖浓厚的青色蒸汽 一把抓住树枝 滚滚精神力顺着想要渗透进去 可那诡异树枝上的鬼脸鬼眼 眼冒凶光满眼恨意癫狂 紧紧盯着尹志平 还不老实 尹志平运起汹涌的精神力 不停冲刷鬼脸和鬼眼 这是尹志平第一次用精神力对付试魂术 效果很慢 但诡异树枝上的鬼脸更加痛苦扭曲 鬼眼里满是怨毒之色 投铁是吧 尹志平卯足尽 不停地化精神力为刀 一点点瓦解树枝上的魂力 不久 那鬼脸中发出一阵喷怒的波动 小子 所谓送佛送到夕 你这样赶尽杀绝 小心我足强者找你清算 尹志平露出一丝冷笑 看来这部分魂力并不知道他本体做的事 锁头乌龟 你终于肯露面了 你以为我是吓大的吗 说着 再度加厉攻击鬼眼魔术的魂力 鬼脸更加痛苦 鬼眼则怒火冲天 满是怨毒地盯着尹志平 鬼眼魔术这部分灵魂 大多都是从本体复制出的记忆 只有一点灵石本源 想着隐匿在分身之中 量那臭小子也找不到 谁知这小子如此谨慎多疑 此时命悬一线 一点灵石虽然坚韧 但也经不住无休止的炖刀子割肉 大丈夫能屈能伸 这活了不知多少年的老魔 岂会不知 求饶道 你杀了我 又能得到什么 我脑海里是几万年的修行知识 孰轻孰众 还分不清吗 留着我 对你只有好处 一番劝说有理有据 让人无法拒绝 尹志平犹豫一会 便说道 好 你先说出离开这颗星球的方法 我暂且饶你一命 树枝上的鬼野魔术 分魂连忙说道 有 有 主魂给我一个山脉图形 说实力稳定后 要去往这里 尹志平胡一道 就这一个办法 不敢骗你 主魂只给了我这条路 你将我贴在你的额头前 我把山脉图形传给你 嗯 贴在我额头前 你想夺舍我 鬼野魔术分魂叫苦道 不敢 不敢 我这魂体 魂力薄弱 远不及你 怎敢夺舍 尹志平想了想 这是如今唯一能获取离开的路 虽然不知真假 但绝不能错过 思考片刻 这分身魂力如此弱小 想来理应无事 又想到鬼野魔术主魂 在自已神魂世界内莫名消融 又对这个分魂多次告诫后 拿起诡异树枝 将鬼脸贴近额头 快 山脉地形图呢 传过来 鬼野魔术的分魂嘴上说着 这就传 这就传 鬼眼里却冒着恶毒的光芒 主魂早就有多番准备 隐藏在别人脑海里 慢慢蚕食对方的魂力 在将地形图传进 尹志平脑海中后 趁着尹志平明神观看的一刹那 那鬼眼鬼脸化作血光 瞬间飞进尹志平尼丸宫 尹志平知道 尼丸宫里住着一尊大神 但也怕大神今天休息 所以 匆匆记下山脉地形图 迅速来到神魂空间 可已经晚了 那鬼野魔术分魂本就弱小 虽然凝炼 但架不住量太小 眼见就要从透明状态 分解为虚无 急忙上前问道 我该如何救你出去 鬼野魔术分魂 露出一丝讥讽的笑容 瞬间化作虚无 尹志平简直想再打死 这个鬼野魔术一次 无论是分身还是主体 死的时候 居然还要讥讽自已一下 说好的 将死之人其言也善哪 但尹志平转念一想 也可能是自已想错了 鬼野魔术或许是在提醒自已 这个神魂空间 有更深层次的阴谋 尹志平本就是死过一次的人 能再重生为人 已经是妖天之性 何必自寻烦恼 做了自已该做得便好 不管有何隐患 目前起码前路已经有了方向 得到了一个新的 离开这颗星球的路子 等自已强大了 自然一切都能搞清楚 尹志平兴致勃勃地研究鬼野魔术 传给自已的山脉地形图 不管是否真假 自已当去验证一番 神魂回到外界 尹志平看向桌子上的 半截式魂术的树枝 上面已然没有了鬼脸和鬼眼 和之前没什么两样 但尹志平还是上手抓住 直到在手心化为灰烬 随后 将士魂术 还有这次历险未能用到的 他化天珠放进卧室地底 尹志平自去书房中 查询中原山脉地形的信息 两天后 所有地图全都分析对比完 仍然没有找到一样的 或许要去皇宫内找一找 那里地形图最全 正好也快到了去桃花岛的日子 尹志平喊上小狐狸红鹰 还有白猿一同前去 一人二兽 正飞在群山万鹤间 尹志平随意一瞥 却突然看到一处熟悉的山谷 第137章 再临绝情谷 山谷深处 那隐藏在参天谷树间的亭台楼阁 青砖绿瓦 正是绝情谷 谷内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数十年过去 也并未有多大改变 这让尹志平想起 当初来此山谷品尝到的特色菜 少女贴身喂花瓣 又想起一位摇曳生姿的赤脸仙子 可惜啊 可惜 一朝春静红颜老 花落人亡两不知 任你风华绝代 也抵不住英雄驰木 美人白头 这更加让尹志平有种急迫感 前世自已为了几两岁赢 将自己的大好青春 浪费在一成不变的工作中 虚度光阴 如今再世为人 当砥砺前行 争出个万古长青 尹志平心中感慨万分 停下脚步 却不是为了缅怀过去 他想起身后背着的宝剑 鬼野魔术说 他可能是远古传说中的葬星剑 尹志平对远古之事 两眼一抹黑 哪懂得什么葬星剑 一听就很不祥 还是星辰剑更加直白好听 此见正是从绝情谷中所得 正好路过 来此查询一下 说不定可以查出些端倪 当即按下先天真气照 落下绝情谷 谷中似乎也有五道高手 在尹志平快要落地之时 就有两道人影飞出 何人擅闯绝情谷 只见谷内跃出的两道身影 从行为举止看 似乎是一对中年夫妇 女的端庄典雅 男的续着三缕长须 文质彬彬 夫妇二人见尹志平从天而降 怀里抱有一只火红色的狐狸 身后立着个高大的白元 一身道袍飘飘洒洒 风姿飘逸四仙 心中不禁暗赞 好一个得到高人 想起江湖传言 顿时知道这是最近江湖上最热门的人物 武林神话 全真剑仙尹尹志平 当即上前功身剑礼 绝情谷求一光 杨连龙拜见剑仙前辈 尹志平听得二人名字眉头一皱 问道 你们是何人之后 那三缕长须的中年人拱手道 回前辈 家母求千尺 又伸手介绍身侧之人 这是那人杨连龙 北侠杨过 与公孙绿厄之女 尹志平有些疑惑道 求千尺之子 中年人解释道 我本是郭儿 信得家母求千尺收养 尹志平点了点头 算是理解 又听到杨过还有个女儿 叫杨连龙 心中不是滋味 嘴上不听 我数十年前 曾在此鼓寻得两把有黑宝剑 名叫君子剑和淑女剑 不知古中对这两柄剑可有记载 夫妇二人言辞恳切 前辈 古中祠堂内 有宗圈记录公孙家 列祖列宗的书籍事迹 还请入那一关 尹志平轻轻恩了一声 由夫妇二人亲自领着前去祠堂 一路上 树荫花草以及房间内 不时有许多绝情古弟子 向尹志平这边张望 等尹志平一走 三五人一群 巨都兴奋不已 议论纷纷 尹志平跟随二人来到祠堂 位于绝情古后山中 百年古树遮盖 颇为隐蔽 是一座两进院子的祠堂 里面虽然巫舍俱全 但大门上的童锁 已然秀迹斑斑 看样子 这公孙家到公孙芷这一带 算是结束了 囚一光生怕怠慢了这位前辈 看着秀童锁 估计是忘了钥匙放于何处 掩饰住尴尬 伸手暗韵内里 声声扯断 开门后院内荒草丛生 见先前辈勿怪 可否稍等片刻 我带人打扫打扫 再请前辈进去 尹志平不想那么麻烦 自已又不是爱摆谱的人 摆了摆手 世已无碍 然后 在囚一光夫妇林尹志平 来到一处散发着 美味的卷宗房间内后 便让夫妇二人退下 小狐狸和白猿不喜这里环境 和尹志平说了一声 自去谷中玩耍 房间内 尘埃落满了一层 无人打扫 好在里面的卷宗 都放在木盒子里 未被鼠堪已住 尹志平随手翻阅 记载的都是些谷主大致生平 对谷内做了什么贡献 与外界联络等等 尹志平一目十行 与星辰剑无关的 全都迅速掠过 找了一个时辰 终于在一卷书内 看到关于星辰剑的支言片语 来如雷霆收震怒 霸如江海宁清光 原来这公孙旨 竟是唐代公孙大娘的后人 这两把有黑宝剑 为草圣张旭赠宇 为公孙大娘做护身之用 因其观看了 公孙大娘的剑气之舞 而后毛色顿开 成就了比走龙蛇的绝世书法 所以才送此宝 公孙大娘觉得 这两柄剑虽然无风 但更胜开了风的神兵利刃 剑气力而伤人 所以才从不识人 藏于乡底 后来安始之乱 晚唐战乱不休 公孙是一家 才来此深山隐居不出 尹志平看后 眉头皱起 草圣张旭 这两把剑 估计也是张旭 不知从哪里买的 很难查清始末 也罢 只要不是主 管他有何来历 尹志平和尚卷宗 走出门去 门外求一光静静等候 见到尹志平出来 连忙请尹志平至大殿休息 尹志平到大殿之时 白猿和红阴已经吃饱喝足 正在吃些雪白的花瓣 作为饭后甜点 白猿和红阴健壮 急忙跑来 指着桌案上的美食佳肴 表达好吃的意思 尹志平暗暗摇头 这俩吃货 求一光立即命人安排一桌 更为丰盛的菜肴 山珍野味花样繁多 老妖家平点缀期间 现在绝情谷中已不戒婚心 尹志平也不客气 敞开吃喝 饭后 求一光拉着一位少年 要尹志平看看 尹志平怎能不知他的意思 推托自己早已不收徒弟 让其带着自己的意思 去中南山拜师 求一光家学渊源 自不会认为比不上全真正宗 见尹志平不收儿子为徒 仍然客气相送 吃饱喝足 在求一光的相送下 尹志平带着白猿和红阴飞天而去 继续赶往东海桃花岛 不及赶路 日落时分 东海已经遥遥在望 不过 东海沿岸无日落 尹志平也不想耽搁 不多时 照着郭湘画的地图 已经看到无尽海水中的一座岛屿 来到岛屿上空 下方桃花岛上的侍者 已经看到天上的尹志平 随着尹志平落下 这些看守桃花岛的侍者上前询问 因来者若神人天降 不敢造次 客气问道 所来何事 第138章 普陀山 尹志平听到桃花岛侍从问询 不仅有些无语 字已不会是来早了吧 随即与几个侍从 将郭湘邀请之事说了一遍 这些守卫桃花岛的守卫侍从 并未收到郭湘的消息 但见此人能够飞天而行 一身道袍飘然洒脱 白猿 灵狐相随 如神仙降临人士 不敢怠慢 随即尹志平前去客舍歇歇歇 他们派人前去中原 向岛主禀报 天色已晚 尹志平休息一夜 第二天一早 天还未亮 尹志平便起身叫醒呼呼大睡的小狐狸红鹰 又去了隔壁 喊上白猿 一人二兽 摸黑前行 来到桃花岛东面海滩这时 天色已经微微亮起 微风吹过 海平面掀起微微波澜 小狐狸和白猿不明白 尹志平为何大早晨来到海边 尹志平也不解释 让红鹰和白猿看向明亮的东方 只见极远处的东方海平面上 出现一抹红光 似有什么东西正要出来 越来越亮 直到一点亮光升起 整个天地一片大亮 随着那亮光越来越大 一整个硕大的金红色太阳越出水面 金红色的太阳就那样 悬在远处的海面上 一尺来高 万道金光挥洒 海面如同一片金色的海洋 白猿和红鹰都是山中异寿 何曾见过如此如此盛景 不禁都看呆了 尹志平虽然见过日出 却没见过在如此平静的海平面上升起的大人 那太阳一点点升高 金色的光芒也愈加炙热 天地一片透亮 白猿和红鹰见此太阳出生 巨多兴奋地连蹦带跳 为日出而高兴 欢呼 似乎这是一种生命的本能反应 尹志平同样不可避免 内心滋生喜悦之情 索性一挥手 脚下升起青色的精神屏障 白猿和红鹰也都跳上 一人二兽迎着红日飞向远方 金色的海平面波光零零 不时有余月出水面 似乎也要欣赏一下这绝美的风光 亦或许是学纳月出水面的太阳 期望能跳出不一样的世界 直到大日红色退去 炽热的白色光芒刺目 一人二兽才准备返程 但远处的海面上 一声巨大的气笛声响起 扭头看去 一艘巨大的钢铁 与硬木箱结合的怪异轮船出现 轮船上方两个高高的烟炉 冒着滚滚黑烟 原来是一艘大宋的军船 目前 大宋除了旁冲占领的那座大陆 还未攻下 现在东南 东北诸多岛屿 已经全部被大宋攻破 甚至部分海军先锋 已经在非洲站住了脚跟 尹志平眼力极好 远远看到 那军船似乎并不是战争 或者运送士兵 甲板上面有很多衣着华丽的女眷 尹志平心中好奇之下 飘在海面上 远远跟着 不多时 一座海岛映入眼帘 海岛领海的一侧 半山腰处 一座堪比山高的巨大佛像 赫然坐落于古墓绿叶之间 尹志平细看之下 才发现 原来自已来到了观音道场 普陀山 当下也不再跟随军船 迅速绕了一个方向 潜入岛中 普陀山植被风貌 绿树成林 山上和尚信徒不少 不时就能看到成群结队的人流 来来往往 尹志平一身道袍 身后又跟着一只白猿 一只灵狐 几乎所有看到尹志平的人 都会对其露出诧异的目光 不少随行主家的舞者 眼神闪烁 若有所思 似乎想起了什么 但也不好贸然拜见 不一会 穿过成片的紫色竹林 尹志平顺着石阶 来到那处巨大的观音像前 浓郁的百香味扑面来 观音像高大无比 足有数十米高 需要抬头仰望 神像前方 从海岸之山坡 有三层宽阔的广场 三层广场上 人流如之 三座巨大的铜炉置于中央 里面火焰不绝 浓浓的香烟从中冒出 香炉前是一座高大的白玉石岸 与人等高 宽大无比 上面落着一层层信徒 送的各种水果糕点 仅愁高粮 一排排信徒 争先恐后的跪倒 在玉石岸前的蒲团上 不断磕头 望着巨大的观音神像 脸上净是痴迷之色 这种群体疯狂效应下 贪吃的小狐狸 也不禁频频看向头顶的神像 似乎那里有着 让他畏惧的力量 尹志平心神激荡 似乎若有所思 抬头看向那金灿灿的观音 观音低垂的眼眸 也看向自己 满是怜悯之意 让人忍不住 袒露心中的软弱 升起祈求的欲望 当年自己也曾想过 以香火言寿 或者休闲 如今看来 这条路走不通 也就在这时 远处的山道上 出现很多和尚的身影 簇拥着一个老僧 往这个方向而来 尹志平不想担得 自己的时间 便喊上白猿 抱着红鹰 凭空升起 斜斜往桃花岛方向离去 三座广场上 无数观音信徒 向着尹志平离去的方向 不断磕头叩拜 满脸痴狂 以为遇见了先圣神佛 飞在碧蓝的海面上 过了好一会 白猿和红鹰才缓过神 接着 肚子开始咕咕乱叫 尹志平玩耳一笑 提升速度 不多时 桃花岛已经遥遥在望 等落到客舍前 立即有侍从前来相请 说是岛主郭湘已经到了 正在岛上寻找尹志平 尹志平听罢 千里传音 覆盖整座桃花岛 静等片刻 就见一个白发尼姑 带着弟子 从桃树林中飞跃而来 劳烦尹叔久等 咱们先用些早饭 再去我爹娘坟钱如何 尹志平自然无不应允 岛上物资匮乏 除了海产 大多都是从内陆运来 随意吃了些早饭 郭湘便带着尹志平 穿过一处桃林 来到一座石亭附近 不远处立着几个坟头 墓碑上刻着墓主人的名字 后排是黄药师 以及他的妻子 前排则是郭靖和黄荣的墓碑 除了墓碑上的字迹 一切平平淡淡 如同坟边的野花野草 郭湘上前 各点了几株香 低声说道 爹爹 梁七 你们可以安心了 我带尹叔叔来看你们了 触景生情 尹志平心中不禁感慨 郭靖的一生 是传奇的一生 但再怎么精彩 最终也是一赔黄土 人死了 便什么都没了 第139章 风水阵法 尹志平心中不胜唏嘘 人死如灯灭 不外如是 同郭湘一样 尹志平分别上了几株香 告慰王林 想要说什么 但好像什么都不合适 最终开口说道 郭师兄 黄帮主 数十年不见 别来无恙 这边一切都好 你们在下面大可放心 随后 郭湘开始叙叙叨叨 在坟前说了很多后辈子孙情况 丐帮发展等等尹志平助力一旁 也同样静静倾听 说了好久 郭湘才像是想起什么 转身对尹志平一脸歉意地说道 年纪大了 犯上了爱劳道的毛病 尹叔叔不要见怪 无爱 在这里静静站着 好似能感受到 郭师兄和黄帮主就在身前 郭湘脸上满是缅怀之色 又看了一眼爹娘外公外婆的坟墓 沉吟道 我外公情妻书画 一土花戏无一不小 无一不惊 皆因得了某位前辈的遗则 外公曾想将那位前辈遗留的造诣传给我 但那时 我少年慕爱 无心钻研 爹娘为了不让诸多记忆失传 便让我将这些遗则交给尹叔叔 就在外公地下密室内放着 交给我 对 我爹爹说 尹叔叔学究天人 里面的东西 或许对尹叔叔有用 郭湘说着 伸手邀请 尹叔叔请随我来 尹志平缓步跟上 好奇道 不知这位前辈可留下姓名 郭湘面露回忆之色 听名字 好像是一位女子 名叫李沧海 尹志平听得心中一动 这不是无涯子的小师妹 李沧海吗 他记得原著中 只交代了李沧海不知去向 没想到 居然隐居在桃花岛上 心中想起黄药师的阵法造诣 不禁心生向往 但为何没什么逍遥派武功留下 尹志平一路上暗暗思索 不一会 便来到一座较大的巫舍之中 郭湘转动客厅角落 一个不起眼的花瓶 就听到客厅暗桌下 响起激阔之音 不一会 地面露出一个两人大小的小台阶 郭湘当先一步下到地下石室内 尹志平紧随其后 指尖下方有两间房子大小 桌椅板凳 笔墨指砚样样俱全 其余则是无数木制书架 上面摆放着许多发黄的掉皮的书籍 这时 郭湘已经点上蜡烛 转身道 尹叔叔 我会安排人守在四周 若是尹叔叔什么时候看好了 让他们知会我一声便是 尹志平伸手翻开一本陈旧发黄的书 上面讲的是情义 对着郭湘点点头 便沉浸在书海之中 之后 尹志平饿了就出去用饭 吃完后立即返回密室 一看就是一整天 白猿和红鹰则漫山遍野乱跑 在海边捉鱼豆虾 好不快活 半个月后 尹志平坐于密室椅子上 常常舒了一口气 缓缓放下手中的古书 整个密室 他已关遍所有书籍 里面大多都是各种记忆 武功非常少 也没有逍遥派任何武功遗留 但仍然让他受益匪浅 最重要的两点 便是药学和阵法 他本身就看过葛仙翁的炼丹密传 加之此次逍遥派的医学药理 让他对药性相容相克 去杂炼精 有了更为深层次的认识 而阵法 则让他大开眼界 尹志平本身是个不均逆于形式的人 所以 学习阵法 反而非常迅速 阵法 只有简单的迷阵 困阵 守阵等等 是一些运用周围事物 在根据数算排列之术 摆设的阵法 不过 其中有一个阵法 让尹志平颇为在意 说是阵法 其实更类似于 风水先生的点学之术 变动周围树木 河流 地形等事物 将某一地化为伏地 这不禁让尹志平 想到了修真界的聚灵阵 一通百通 风起于微末之间 那些毁天灭地的阵法 又何尝不是从细微的小阵法 继而演变成遮天之阵 尹志平只觉得 此行大有收获 心情喜悦 来到屋外 让人通知郭湘 不多时 郭湘从满是粉色的 桃花林中走来 见尹志平心情喜悦 脸上也是一笑 恭喜尹叔叔 这些记忆杂书 能帮到尹叔叔 那是再好不过了 哈哈 略有所得 随后 郭湘撤了首位 再次关上密室 请尹志平客厅相续 两人落座 郭湘问道 尹叔叔公餐造化 以后有何打算 尹志平淡然道 心中已有去处 不过需要花费功法寻找一番 之后尹居深山 不问世事 郭湘闻言说道 若是有尹叔叔这般通天修为 天下哪里去不得 可惜 郭家后辈子孙不孝 没能保住父辈荣光 尹志平自然知晓 正题来了 所谓拿人手短 吃人嘴软 自已也确实有所得 黄荣这一招 只好接下 问道 如何保不住父辈荣光 你创立了峨眉派 开宗立派 这是多大的基业 郭湘露出一丝苦笑 尹叔叔 你就别挖苦我了 我额没派人丁洗手 一共也不顾五指之术 乃来的开宗立派 你小弟不是借了郭师兄的爵位 在襄阳算是薰贵之家 负责绵延子孙后代 如何不好 郭湘一脸黯然 尹叔叔 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想我爹爹也曾是武林盟主 根基便在武林之中 可到了孙辈这一代 却没一个能拿得出手的 我出家为你 没有子嗣 大姐和耶律奇的孩子 武功平平 不堪造就 小弟破鲁 资质愚钝 更加教导不好子孙 事已常常觉得 愧对九泉之下的爹爹和娘亲 尹志平心中已经了然 原来是后辈除了郭湘 没有一个能成才的 郭湘这般诉苦 闻情声而知雅意 自已也不好再装 直接问道 破鲁如今有几个孩子 郭湘尴尬道 小弟几个孩子 如今都年过半百 聚在朝廷为官 也对 平道差点忘了年岁 不知破鲁孙辈 可有适龄的孩子 平道隐居期间 可代为教导几年 也算圆了郭师兄的遗愿 呃 直系的士林子孙 大约有五十八个 尹叔叔 您看 尹志平神情一致 好玄美下道 好一个富贵人家 真是 妻妾成群曲 子孙遍地任不全啊 尹志平也能看出郭湘的尴尬 说道 这样也好 海里淘真金 你要愿意习武的娃娃 都去襄阳集合 平道还有一事要办 十天半月后 再去襄阳挑选孩子 第140章 再致临安 尹志平与郭湘定好时间 便带着白猿与红鹰 飞天而去 这时 郭湘身后的风铃师太 走上前来 问道 师尊 为何不要谢严寿之法 您的身子 郭湘没有说话 只是摇了摇头 看向西北古墓派方向 苍老的眼神中 闪过一丝安详 这辈子你最爱的人 就是上辈子最爱你的人 情之一字 谁又能说得清吗 且说尹志平如今有了后路 虽然现在还未找到 但鬼野魔术 给的山脉地形图 早晚有一天 自己也能查到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 可以说 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 这也才有了闲心 来到桃花岛一趟 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鹰 尹志平满载而归 心中充满欢喜 遨游在蓝天白云间 直入临安城 这天 临安城门口 一阵骚乱 紧接着是山呼海啸之声 原来正是尹志平 带着白猿和小狐狸红鹰 从城门前飞过 如今 临安城作为统治诸多地域的 超级大国的都城 已经不负当年的小家子气 城池一直往外扩 挖山填湖 再建城墙 变化巨大 已经不是当年模样 城内人口极多 各国商人异计 人流涌动 原本尹志平还想着 从城门口走进去 但城门外面 一路上能看到 不少身穿道袍 背着有黑铁剑的少年 有的还互相攀比争执 炫耀谁比谁 更像剑仙前辈 为了避免少侠粉门的干扰 尹志平只能继续高调下去 从城门上飞入临安城 就这样 下方无数眼尖的 都已经认出了 这位全真剑仙 纷纷大声喊叫 想要引起尹志平的注意 尹志平对着这些 怀揣江湖侠客梦的少年们 轻轻汗手 尹德这群少侠欢呼不已 城门口 原本拉弓的弓箭手 以及操作城防大炮的点炮手 全被守城将领呵斥 也不管尹志平能不能看得见 只管弓身摇拜 大喊拜见国师 尹志平高调入都城 不仅引起了江湖中人的热议 朝堂更刮过一阵无形的旋风 诸多不满先皇赵琪的老臣不再掩饰 放肆大笑 赵琪独断专政 性格残暴施杀 在位期间 死了足足有三轮大臣 能从当年赵琪掌权之日 活到寿终正寝的 不足实质之术 朝臣惶惶不可终日 对其早已不满 皇室宗卿更是恨得牙痒痒 他自已立的太子都杀了四个 正所谓虎独不食子 其余皇亲国妻更别提了 人头滚滚 而天下百姓同样摇曳繁重 多年征战 强壮劳动力持续消耗 剩些老弱妇孺 在田间勿农 也幸好在不断的战争中 巧取豪夺 补给国内空虚 才使得百姓没有造反 前些日子 皇帝赵琪因为国师突然暴毙 竟无人替其名不平 可见人心早已散尽如今 国师又降临皇城 必有大事发生 董先皇历史的大臣都知道 当年国师来临安城做了什么 那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 赵琪的皇长孙 也就是如今的皇帝 更清楚当年的隐秘 已经派人去寻来 出诗表 拿到手中 再温习温习 生怕被错了字 被卸下黄泉 而此时 尹之平已经寻了两个斗笠 待在字椅和白元头上 出现在城中最大的酒楼里 直音 临安城小吃闻名侠儿 有春卷 小笼包 汤团 八宝饭 板栗高等等小吃 且临安名菜也有不少 西湖醋鱼 叫化铜鸡 东坡肉 龙井虾仁 西湖牛肉羹等等 最让尹之平喜欢的 就是小笼包 前世的杭州小笼包 是尹之平最喜欢的早餐之一 刚出炉 热腾腾的鲜肉包 沾上油辣子 吃上一口 那叫一个舒坦 现在虽然没有辣椒 但可以吃麻油蒜泥的 也算回味一下前世的感觉 其余的 要属西湖醋鱼 和西湖牛肉羹最为好吃 尹之平要了一个包间 让小二将店里的名菜 全部上个遍 又打赏几定银子 让其去城中 寻些老字号小吃 一一端上 小狐狸还好 白云哪吃过这种美味佳肴 用着不熟练的筷子 胡吃海塞 一顿饭吃了足足一个时辰 等吃饱喝足 白到门外 包厢外面 已经站满了郑国司的人 见尹之平出来 一身黑衣的郑国司指挥使 拱手来到近前师里道 属下拜见国师 陛下请您前去明堂殿一会 尹之平来临安城 只是想去公布查查 全国地脉地形 这皇帝邀请自已 那就去打个招呼 看在对方没影响 自己吃饭份上 应该是个懂礼数的孩子 当即轻轻汗手 说道 带路 是 大人 请跟属下来 这个一脸落腮虎的指挥使 挥了挥手 众多 郑国司士兵纷纷下楼 等尹之平来到酒楼下面 门外已经有一架 高大的马车停在门前 尹之平 白元 红英 一同坐于马车内 也不显拥挤 车轮转动 一路上 周围热闹非凡 城中百姓一传十十传百 都知道国师在里面 全都想瞻仰仙严 毕竟对他们来说 这可是跟他们太爷爷太奶奶同辈的人 是长生不老的活神仙 不多时 热闹渐渐消散 马车已经来到内城 又行一会 才到皇宫内 皇宫原本禁止马车行走 但谁让这里面做的是一言 可定天下大权的国师呢 一路放行 很快马车来到明堂殿前 尹之平嘱咐小狐狸和白元 就在此处玩耍 不要乱跑 明堂殿是朝会的地方 比上次尹之平来时 可谓宽大 华丽了很多 里面跑出一个小太监 快步来到尹之平身前 低身攻声道 拜见国师大人 陛下正在后殿等候国师 请随小的来 尹之平跟着小太监 穿过几重走廊 来到大殿最后方一个偏殿内 还未入内 就闻到胭脂水粉的香味 带进到偏殿内 却见主座上摆着两个席案 两侧站着十来个侍女 一扇半裸 露出大片丰润 半透的沙衣 跟没穿一样 粉红色半透明度 都围在胸前 朦朦胧胧胧 须尽通幽 让人遐想连连 下身也无短裤遮挡 太过荒淫了 再看面容 有江南温柔适水的少女 也有金发蓝眼 皮肤白质的异国女子 更有棕色皮肤 大眼高鼻梁的婆罗多女子等等 这让尹之平想到了 当年去蒙古王庭 见大汗蒙哥的记忆 第141章 昆仑山 集诸国美女享乐 这是封建社会当权者 一个微不足道的福利而已 不过相对来说 这个皇帝给这些女子 裹上了一层沙衣 比起野蛮的蒙哥 赤身裸体 当众轩迎 要好上那么一点点 尹之平看着店内 站着的各色美女嘉丽 正疑惑皇帝在哪时 门外对面走廊上 快步走来一群人 当先的一位 一身黄袍 相貌堂堂 嘴上续着短续的中年人 被好些的太监宫女簇拥着 急匆匆来到门外 见到尹之平 就是义礼 见过尹师傅 尹之平其道 平道何时收陛下为徒了 皇帝恭敬回答道 尹师傅是我爷爷的师傅 当为帝师 自然也就是朕的师傅 尹之平心中暗暗吐槽 这关系也能辣 不过他并不想浪费时间 自己还有要事 平道此次前来 只是要去公布查阅地形山脉图 查阅完便走 皇帝听罢 内心狂喜 但面上却不露声色 依然满脸恭敬之色 尹师傅多年不曾来皇城 朕也从未听过国师教会 就让朕设宴款待国师一番 静静涂地的本分 款待就不必了 平道已用过饭时 若是陛下真想听平道教会 那平道送陛下四个字 休养生息 是 是 是 谨遵国师教会 尹之平在皇帝恭送下 转身出了走廊 一路返回明堂殿 见白元和小狐狸 在大殿前围着几坛 花卉转悠 摘花纠草 没一刻闲的 喊了一声 带着他们坐上马车 直奔皇宫外的公布衙门 林安城是有他的国师府 但自己从来都没去住过 思来想去 白元和红英住客栈 恐怕会生事端 查阅地形图 也需要一段时间 还是让他们去国师府住吧 等马车来到公布衙门后 便吩咐护送的镇国司士兵 将白元还有红英送至国师府 叮嘱白元看好红英 也可以去城中转转 然后尹之平在公布上书的香营下 来到一间单独的暗毒房 水果茶点不断送上 又从门外来了几个小吏 供尹之平使唤 就这样 尹之平一边翻阅大宋的地理地形 对比鬼眼魔术给的图形 一边不忘修炼 凝结真气 时间过得飞快 刚开始 白元和红英 还每天来看尹之平一次 后来干脆不来了 整日在城中游玩 也没人敢管他们 吃啥用啥 随手就拿 自有身后跟着的国师府管家 结账十天一会儿过 一个随尹之平帮忙的小吏 已经换了两波 实在是精力跟不上这位剑仙 一整天都在不停地搬书台画卷 此时 暗读房内 尹之平苦思冥想 眉头紧皱 来来往往的小吏 谁也不敢大声喧哗 生怕惹怒了这位国师 尹之平心中烦闷 公布库房内的地形资料 基本快要翻完了 可没有丝毫线索 三三五月 也基本都已看完 没有一个能对得上的 三天后 尹之平已经放弃 拿着桌上字以画的地形图 翻来覆去 也看不出个究竟 中原没有这种地脉 只能去其他地狱寻找了 字以就是一个一个山头排查 也要把这个地方找出来 想起还答应郭湘 去襄阳城选孩子的事情 便准备离开 这时 一身黑袍 身背长剑 头上戴着个斗笠 走路一颠一颠的身影 来到门外 后面还跟着一个 同样穿着的小癌子 正是如今 完全融入人类城市生活的 白猿和小狐狸 白猿扮演的还像些 但小狐狸完全遮不住嘴巴 和身后蓬松的大尾巴 这些日子 两人可谓是脱了江的野马 玩得不亦乐乎 这不 今天又整出一个新造型 来尹志平这炫耀 尹志平看到红英这人不像人 胡不像胡 不伦不类的样子 差点笑出声 憋着笑 对着一圆一胡 昧着良心 大声称赞 他们立马得意洋洋 学着江湖侠客的样子 豪迈奔放 龙行虎步 可惜脚下不稳 感觉更像个猥琐的小偷 四周事后的小力 全都拼命忍着 专业素养过硬 尹志平跟他们不一样 可没经过专业训练 忍了片刻 不禁哈哈哈哈大笑起来 两兽不明所以 看着四周的人也在笑 还以为是在夸他们 更加得意 昂首阔步 在屋内溜达 所有人笑声更大了 白云昂阳脉步 溜达到尹志平身侧 不经意一瞥 却看到一个有些熟悉的图画 右定眼看着桌子上 尹志平画的地形图 看了又看 有些不确定 也就没在意 准备继续扮演侠客 可尹志平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周身大小失误 没有能逃得了他双眼的 当然看到 白云眼中的异样 立即拿起桌子上的地图 来到白云面前 你见过这里的地形 白云见尹志平肃目的脸色 不敢说出确定的话 笔划着表示 见过相似的地方 尹志平想了想 又问道 是在何处见过 跟着纸上一样的地形 白云不敢肯定一不一样 当初他也只是大致看了一眼 因那地方 是一处生命禁地 所以才多年未忘 指着地图 比划着吃桃子的动作 又一顿喊叫 尹志平渐渐听明白 你说 是在上次 我让你去寻找盘桃的地方 白云顿时点点头 然后又摇摇头 一只手比划着盘桃山谷 一手比划着禁地 意思离得很远 尹志平大喜过望 他已经听明白了 这块地形就在昆仑山内 当真是一饮一拙 莫非天定 自已当年离开长春谷时 见着苍原老麦 才多嘴一句 让其去昆仑山寻找盘桃 可严寿百灾 没想到 他竟然真寻到了 那必然在昆仑山寻找了好久 才找到盘桃山谷所在 能找到这个地形图上的山脉 也不足为奇 昆仑山广阔无边 要是自已寻找 每个一年半载 也很难探查完 自已寻找了很久的地形图 没想到就在身边 尹志平不禁感叹 原之一字 妙不可言 白云又再次比划解释 尹志平问道 你说那里很危险 白云立马点头 第142章 襄阳郭府 尹志平思量一番 打算等去襄阳选好孩子 立即动身 先略微探查一下 再回来修炼提高修为 若自身实力不足 恐怕会落入不可知的险境 对着白云说道 既然已经有消息 暂且不急 等回长春谷 咱们再去一探究竟 那地方按白云所说 很危险 这次不能再像愣头青一样 往上冲浪 必须有足够的实力后再进去 谁知道那里面会有什么危险 随后 尹志平喊来公布上书 在公布众人的欢送下 回到国师府 这还是尹志平第一次来到国师府 国师府位于熏贵云集的大同方 离皇宫不远 朱虹大门 两座大师狮子列于两侧 门口家丁护院应有尽有 马车刚停下来 里面就迎出来一个 一身紧袍头戴纱帽的大管家 身后跟着管室 以及丫鬟婆子 足有五十来个 由大管家带领 还不带尹志平出马车 立马跪下其身请安 老爷万福尽安 尹志平先开马车 连步走出来 见外面跪了一大片 朗声道 起来吧 众人闻声而起 大管家急忙上前阴窃道 老爷劳累许久 快进屋歇歇吧 尹志平身后的白猿 似乎似乎也认识对方 挥手打了打招呼 尹志平见状 说道 歇气就罢了 去客厅坐坐 还有我身后白猿和红英 你安排人给他们收拾行列 大管家不敢多问 连连称事 挥手让二管市 带着几个使唤的丫鬟婆子 跟在白猿和红英身后 在弓身立于尹志平侧后方 伸手请尹志平入府 老爷 请 客厅就在前面不远处 尹志平迈过一尺多高的门槛 过了叼着花草鱼虫的罩壁 前方是一个宽大的广场 又跨过一道阁门 一个跃动门 才来到一处大殿内 尹志平坐于主座 见大管家 以及身后几个管市 聚都站着 说道 坐吧 平道不会久待 你们可有事情 几个管市互相看看 不敢言语 更不敢坐下 大管市躬身说道 老爷数十年不曾回府 每年俸禄 以及当初各位大臣送的厚礼 减去府中用堵 如今还剩五十万两白银 请老爷试下 好家伙 只要我活得久 就可以熬成百万富翁吗 黄白之物 尹志平并不缺 光长春谷的菩斯曲舌养殖场 每年都有海量的经营入账 这管家还算机灵 知道吃多少 吐多少 本想先放在这里 不过想到马上就要养过境的层孙子 这是自己的工资 不拿白不拿 嗯 将这五十万两白银 送到长春谷 是 老爷 尹志平借着管家胡子花白 似乎比自己还老 便问道 你是从何时进府的 会老爷的话 小的身家清白 祖上都是国师府的下人 自打小的会走时 就来府中了 尹志平心中无语 合着拿国师府当自己家了 不过 他也知道 下人的孩子一般都会继续到主家做活 也不想管这些老石子是 这时 几个美币带着一身香风涌进来 分别端着茶水 糕点 灵嘴 水盆 毛巾 檀香炉等等服饰用的东西 进到屋内 先是上了一杯香气盎然的春茶 又端上各种糕点灵嘴小吃等等 点上檀香 一个面色清冷婢女 略带不识人间烟火的仙气 食指如葱 将雪白的颈部放进温水里 凝干水后 轻声说道 老爷 奴婢帮您进手 想自己浑身遍布先天真气 双手比你手里的白毛巾都要干净 进个什么手 而且这些下人从哪里听来的小道消息 知道自己的喜好 选这个侍女来服侍自己 钻银奉承有些过了 当即挥手道 这里不用服侍 你们退下吧 众婢女放好手中的东西 扶了扶身 缓缓退去 看各房管事仍然站着待命 继续挥手道 你们也退下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是 老爷 众人躬身领命 各自散去 尹志平喝着香茶 品着糕点 不禁感慨 若是没有 常情绝 恐怕自已也会好好享受下 封建社会的腐朽生活 娇妻美妾 倜躺风流 牵狗遛猫猫 大街上任性四义 调戏调戏良家妇女 勾搭勾搭带字归中的小姐 生活美无边啊 可惜 一入修仙身四海 人间极乐自此离 尹志平暗自神游 不多时 白元和小狐狸红英 各背着一个大大的包囊进来 红英的包袱 足有他身子两个大小 亏得他身为异兽 身强力壮 不然 恐怕背都背不动 二管事与众丫鬟婆子 跟在他们身后 躬身势力 尹志平起身 带着白元和红英走出客厅 来到院子 毫不留恋 飞天起 府中下人纷纷恭送 尹志平扭头看去 国师府大门前 似乎挤满了来送礼的大臣豪商 大红礼箱已经排到两里外 追名逐利几时休 不过一场大梦罢了 迎风逐日 自在逍遥 朝有北月 木苍吾 引路石器 同天地寿 这才是生命的大自在 大喜悦引志平 心智如铁 头也不回 向襄阳城飞去 几个时辰后 襄阳城已经遥遥在望 如今襄阳城早已退去战争的伤疤 繁盛无比 城中最大的一户人家 要蜀国公府郭府 但最近 城中百姓发现 郭府人来人往 拖家带口 落大的国公府已经住不下 甚至附近的客栈都被包了 仔细打听 郭府的人聚都守口如瓶 一字不漏 只知道郭府近些时日 在外的宗亲全都陆续回来 似乎有什么大事要办 百姓全都议论纷纷 准备看着热闹 自古以来 老百姓就有看热闹的传统 只因看热闹 一来消反解闷 二来便是群居性人类的本能 趋利避害 郭府外大门外 车水马龙 外来的宗亲不时进进出出 有新来的 也有每日问安的 似乎里面来了一位了不得的人物 众多街坊邻居无不好奇 也就在这时 众人见天上有两道人影飞在天上 以为是仙人降临 愣了一下 连忙叩拜 尹志平带着白猿和小狐狸 不顾下方百姓惊讶的眼神 落在郭府大门前 这时 郭府内无数脚步声 蹬蹬而响 满头银发的郭湘 领着黑压压一群人 走出正门 迎接尹志平 第143章 收图 郭府外 原本宽阔的街道 随着众人的营出 顿时拥挤起来 郭湘虽已年迈 但精神抖擞 没有丝毫衰老之气 满脸笑意 领着众人给尹志平见领 尹叔叔 一路辛苦 快进屋内谢谢 身后的众多郭家后辈 大声喊道 拜见太叔祖 尹志平可不想扔这么多亲戚 连忙说道 我与郭师兄是师兄弟 当不起如此称呼 咱们进屋详谈 郭湘脸上笑意不变 伸手 邀请尹志平先行 众人很快来到会客厅 请尹志平坐至主位 茶果点心随即奉上 尹志平喝了口茶 吃了些果 问道 士林孩童都到了吗 回尹叔叔 六至十二岁孩童都已到齐 共计五十九人 嗯 安排这些孩童去五场集合 平到一会前去挑选 郭湘听完 连忙吩咐府中子职前去安排 留在客厅陪着尹志平 白元和红英早将包袱放下 拿着郭府下人端来水果 点心狂炫 尹志平瞥了一眼 心中无奈 刚吃完大餐 也才几个时辰 这么快 又见客厅内 陪坐的几人聚都是生面孔 不禁问道 破鲁呢 身侧端坐的郭湘黯然道 小弟三年前病逝了 尹志平点点头 生死乃天地之离也 看郭府如今人丁兴旺 想必你爹爹看到 也会宽怀欣慰 尹叔叔说的是 小弟虽然武道资质不怎么样 但在治理施政上 却天赋一禀 如今见起偌大的家族基业 很是难得 随后 尹志平又与郭湘问了些江湖上的事情 比如如今朝廷有意引导分化江湖势力 使得江湖纷争不断 又聊起如今江湖上名声雀起的新秀 尹志平淡淡一笑 一代新人圣旧人 想起鬼野魔术所说的 这个世界舞者的根源 天地间的能量是 他们这些老怪物 溢散出去的能量 按历史发展 往后几百年 舞者修炼 越来越弱 难道这些被囚禁的老怪 在慢慢消亡吗 可又是谁 用这么大的手笔 将这些老怪物 囚禁在这个星球上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但也有可能是鬼野魔术在撒谎 这一切的真相 只能等自己走出这颗星球 接触到外面的世界 才能搞清楚 思索间 门外进来一个中年壮汉 声音粗糙 铿锵有力 一看就是外公过硬的练武之人 走至屋内 先是向主座的尹志平和郭湘抱拳一礼 姑奶奶 见先前辈 外面都安排好了 郭湘点了点头 请尹志平前去选人 尹志平留下两个吃货 在这里继续干饭 同郭湘 还有一众郭府祖老来到宽大的练武场上 只见五十多个孩童 从低到高 依次排练 站得笔直 不愧是武将出身的家族 很势力了 练武场上 所有孩童全都看向尹志平 有的自信 有的迷茫 有的好奇 有的坚定 有的自卑 不易而足 尹志平不想耽搁时间 在郭湘的带领下 坐到高台上的一把太师以上 众多孩童立于下方 对着身侧的郭湘示意一下后 尹志平闭目凝神 精神力化作滚滚海浪 冲向下方站立的孩童 下方有孩童愚钝的 一脸不明 所以 说要拜剑仙前辈为师 可为何 这位前辈要闭上眼睛 难道是睡着了 也有先天无感敏锐的 能感受到 似乎有什么东西 要钻进自己的身体 但他们这些微弱的抵抗 犹如躺帝当车 请客间便崩溃瓦解 接着几声惊叫 从队伍中响起 六男五女十一个孩童 突然生至众多孩童头顶 有的神色惶恐 不敢乱动 有的因为害怕 跳了下来 现场微微有些混乱 但很快 在周围郭家长辈的呵斥下 重新恢复平静 半空中 现在只剩下四个孩童 三男一女 尹志平突然睁开双眼 眼中幽光闪烁 这四个孩子一看之下 似乎呆住 愣愣出神 不一会 有的表情凶狠 有的一脸坚强 而那女童 则淡然若水 尹志平心中不禁轻疑一声 这么好的苗子 可不多见 不一会 只见半空中的两个男童 似乎受到了什么刺激 扭动间掉落下来 仅剩半空中的 一男一女两个孩童在坚持 尹志平眼中幽光熄灭 挥了挥手 两个渐渐回神的孩童 直接飞上高台 尹志平说道 我早已不收入是弟子 今日便收你们 做个俗家弟子吧 那小女孩穿着朴素 一身粗布麻衣 想必家境不好 虽然七八岁 但很是精明 听完尹志平的话 立马跪下 公公静静磕了三个响头 脆声声道 郭九妹拜见师尊 尹志平面带笑容 微微汗手郭九妹 这名字 郭九妹立即说道 师尊 弟子在家排行老酒 婢女所生 爹爹不肯给我起名 大家都叫我九妹 时间长了 郭九妹便是我的名字了 无场外围 有一锦衣中年男子 面色难看 张口要斥责郭九妹 却被郭香伶俐的双眼逼退回去 尹志平微微沉默 说道 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纵然万般不愿 也只能接受 你父亲能给你机会 参加这个选拔 说明心底还是爱你的 大多数人的行为 并非任由他们主观行事 外界的陈规旧局 也是他们的一部分 他们沉在泥潭 身不由矣 你就不要责怪 你父亲了 郭九妹听得懵懵懂懂 没有听懂 但觉得有些道理 往人群外的一角看去 她的父亲 似乎在愣愣出神 眼中有些湿润 而郭九妹身旁的男孩 一身锦衣 十岁左右的样子 反应似乎有些迟钝 郭九妹拜完诗后 与尹志平的一段对话 让她满脸问好 在郭襄的提醒下 才反应过来 双膝落地 直接跪倒 砰砰砰 三个响头刻下 在抬起头时 额头已然见血 声音铿锵有力 郭浩拜见师尊 尹志平见其额头血流不止 微微一笑 汗手硬下 一只手伸向高台旁 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另一只手 轻轻抚过郭浩不断流血的额头 随着尹志平的手扶过 竟然立即愈合 而且 那颗烂的皮肤 也已重新长出新皮肤 郭襄心中震惊无比 似乎想要看得更轻 逃出手帕 擦掉郭浩额头上的鲜血 只见整个额头光洁如星 除了有点发绿 已经完全恢复 台上众人想到绿色 在看尹志平刚刚用手 指向的那棵大树 原本满树翠绿的树叶 已经掉落三分之一 落叶呈现干枯灰白之色 如此神仙般的手段 看得在场之人愣愣出神 第144章 昆仑山禁地 不管在场围观的众人 如何震惊 尹志平对着郭浩开口说道 你为师兄 以后当保护好师妹 郭浩一脸认真 看了看身侧的郭九妹 重重地点点头 是 谨遵师妹 郭九妹刚刚也看完了 尹志平治疗的全过程 她心思灵巧 眼中闪过金光 虽然心中不愤 自己当师妹 但仍然笑意盈盈地 对着这位师兄说道 以后还要多谢师兄照顾 郭浩连忙说 应该的 尹志平见此 起身传音 白元和红英过来 又对郭湘说道 收徒已毙 频道该告辞了 郭湘此时已经压下心中的震惊 连忙挽留 尹叔叔怎么急着要走 留下来吃个拜试宴 再走也不迟 尹志平推托 自己有急事要办 带着赶来的白元 红英 以及新收的两个小徒弟 飞天而去 且说尹志平带着白元 红英 以及两个徒弟 飞于高空 白元和红英早已习惯 自然不怕 但两个徒弟 却是头一次飞在高天之上 俩人 就算一个心智坚定 一个心神敏捷 说起来也是十岁左右的孩子 自然害怕 红英指着两个因为害怕 捂着脸不敢看的小孩 咧嘴直笑 不时揪揪两人的裤腿 吓得两人 大声惊呼 又迅速捂住眼睛 动也不敢动 生怕不小心掉下去 尹志平的声音 带着一种沉稳之意 开口道 低头走路虽然重要 但不要忘了抬头看天 师尊沉稳的声音 稍稍心安 双手捂着眼睛 仰起头 慢慢松开一个手指缝 见眼前有一层淡淡的青光阻挡 顶山蓝天白云 好像触手可及 在四下扫尸 白雾渺渺 快速流动 却进不来丝毫急风 几人如同驾着云雾而行 当真是逍遥自在先 两人还未来得及细看 脚下失重感传来 又发出长长的惊叫声 紧抓着尹志平的道袍一摆 闭上眼睛 不停尖叫 尹志平安抚道 只抬头看天 不低头看路 方向虽已变明 可脚下却要栽大跟头了 俩人听后 慢慢睁开紧闭的双眼 看着脚下 大树像小草 关道上的人和蚂蚁一样大小 不禁心中大骑 但双腿止不住地颤抖 脚下除了一层透明的青光 便一无所有 这种生死毫离之间的感觉 非心智坚定之辈 没有不惧怕的 襄阳离长春谷并不远 尹志平顺带 教导一下两个徒弟 就压下真气罩 往长春谷落去 很快 几人落到长春谷中 陆达连忙带人过来迎接 尹志平吩咐道 这两个孩子 是平道收的俗家弟子 帮他们安排个住处 顺便熟悉一下谷内环境 陆达应声领命 带着两个惊魂未定的孩子 去找住处 尹志平则拉住白元 让其好生想想 去往禁地的路线 今日休息一夜 尹志平准备明日先去辨认一下 看看到底是不是鬼野魔术 说的那个地方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 郭昊和郭九妹一大早来请安 尹志平盘坐于蒲团上 缓缓睁开双眼 你们吃住可还习惯 两人躬身回答道 回师尊 习惯 尹志平轻声道 我这里没那么多繁文礼节 不需每日问安 每七日来一次便可 我一会有事要办 先教你们全真内功 学会之后 日夜修行不可懈怠 我会安排你们 与谷内孩童 一起继续学文识字 学习时也不可忘了运功 明白了吗 是 师尊 弟子明白了 你们且记好 尹志平精神散发融入整个房屋 全真大道哥 娓娓道来 历年成够开魔镜 偏体灵明要太虚 全真大道哥 在精神力的渗透下 如刀刻腐劈 字字刻在两个孩童的脑海中 宋读完后 尹志平说了些运功时的注意事项 吩咐二人练出气感后 去找陆达 安排去谷内的道学司书上 学习等两个徒弟离去 尹志平则抱起软踏上 呼呼大睡的小狐狸 来到白园院内 白园早已准备好 尹志平也不多说 是以白园指路 一人两寿 直入高天之上 昆仑山 又称昆仑须 为万山之祖 人们也称其为龙脉之祖 此地山高是魂 今年银庄素果 山林河谷间 云雾缭绕 神秘无尽 尹志平依照着白园的指认 一路上走走停停 弯弯转转 待日头西斜 才堪堪抵达昆山脚下 夜间对尹志平没有丝毫影响 但白园不行 他虽然神异 但还未能视黑夜为白昼 当即落下山头 星辰剑出鞘 掏出一个偌大的石洞 准备休息 又见百米外的山剑中 有一群藏羚羊气息 尹志平不声不响 束缚住一头羚羊飞来 宰沙包皮 点燃白园捡来的干柴 撒些盐巴 直接烧烤 吃一顿原汁原味的烤藏羚 吃完后 由着红鹰和白园出外玩闹 尹志平静静打坐 吸收天地清灵之气 这昆仑山果然不凡 尹志平曾经与其他山脉修行 清灵之气均相差无几 如今来到昆仑 却察觉天地间的清灵之气 竟然浓郁很多 原本四个月才能凝聚一滴真元 如今在昆仑山 恐怕只需要三个月 但越是这样 尹志平心中越发不安 根据鬼野魔术所说 这天地之间的清灵之气 据是他们一散出去的 那这昆仑山中必然有大恐怖 这里若是困着一位老怪 必然有无上大神通 自已要是贸然过去 恐怕只能任人宰割 这不禁让尹志平犹豫起来 鬼野魔术给的地形图 会不会是一个坑 那里或许不是离开这个星球的地方 而是一座更大的魔窟 可既然来了 没有不堪言的道理 尹志平只能暗暗提醒自已 一切都要小心再小心 第二天一早 又吃了些剩下的烤肉 以及昨夜白园和红阴寻来的野果 一人两兽再度出发 此处山势齐高 冰雹大雪不时落下 虚余间又雪过天晴 寒暑转换 让人摸不着头脑 待到傍晚时分 终于找到 尹志平飞在半空中 遥望白云手指的位置 只见那里是一片狭长的宽阔山谷 东西较长 南北很短 位于昆仑山逐己一侧 下方又被麒麟山包围 南面是连连不绝的昆仑山群峰 北边又被无边的雪山阻隔 由于周围山势较高 谷内反而水草丰美 湖泊相连 那些大小不一的湖泊 如一颗颗红宝石般 点缀在赤红色的大地上 然而 在这些绿草沟壑下 森白的骨骼零零散散 马尸牛角铺满地面 升级与死亡共存 形成一幅具有强烈反差的绝美画面 尹志平带着白猿和红鹰 缓缓落在山谷外围的山峰上 仔细将山谷地形地貌 与脑海中的地形图对比片刻后 尹志平确定就是这里 鬼野魔术化的地形图中 入口就在死亡谷中间 一个湖泊的中心 尹志平前世就听说 此地颇为诡异 一直都未能解开其中之谜 而数百年前的今天 又会是个什么样呢 尹志平不敢直接飞入空中 去往死亡谷中心 而是下了山峰 踩着红色的岩石沙地 绿草 白骨 一路缓缓往里走 白猿与红鹰刚落到谷底 巨都茅发稻树 扭头四处探查 似乎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在暗中盯着他们 远方 落日的余辉为 整片峡谷蒙上了一层血色的薄纱 行了半个时辰 地形图的入口处 已经不足百米 白猿突然指着尹志平背后 不断低吼 白猿的举动 让尹志平吓一跳 精神力瞬间扫失身后 心中顿时松口气 虚惊异常 原来是身后背着的星辰剑 剑身上不时射出点点心芒 能让星辰剑起反应 这说明 此地的磁场肯定异常浓郁 才会导致星辰剑生出异象 这里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呢 尹志平安抚白猿 指了指小狐狸 白猿见小狐狸 对发出星芒的宝剑 视若平常 知道没有危险 放下心来 又往前走了一会 星辰剑的光芒 由稀稀拉拉的点点荧光 渐渐涌现得越来越多 尹志平拿起星辰剑看了又看 自已护体真气 没什么反应 说明这地方仍然有大气层保护 这里的磁力 也还未到危及生命的程度 又前行一会 除了湖泊旁边 绿草风貌 其余地方 裸露着红色沙土 以及动物的白骨皮毛 红鹰和白猿 自来到此地 一直提心吊胆 这般漫长的行走 不禁有些急躁 动作快了一分 突然 尹志平汗毛树立 似乎有莫大的危险铃声 只听得一声晴天霹雳 一道红色闪电如凭空出现 直批向尹志平 以及白猿和红鹰 尹志平在危险降临时 就一撑起青色真气罩 可真气罩也只是撑住一息 就瞬间破灭 剩余的小谷红色闪电 就要批在一人二兽身上 这一息 也为尹志平争取了足够的时间 双手持星辰剑 挥剑迎上红色闪电 没想到那闪电 竟然真的被冒着星光的星辰剑批散 但批散的雷电也不可小觑 一人二兽被淹没在红色电网中 霹雳啪啦一顿雷击 尹志平只觉得浑身刺痛麻木 汗毛烧焦 头发弯曲炸开 似乎冒着烟 手中握着的星辰剑 也使不上力气 要脱手落下 幸好这一切 只发生在一瞬间 尹志平被劈的斜斜歪倒 手中长剑本能的被当作拐杖称帝 但星辰剑何等锋利 跟没撑一个样 失落感侧鞋 一下摔倒在沙地上 白猿和红鹰 可没有尹志平经脉中残存的真气护体 以及龙象剥热弓十二层的肉身力量 白猿原本浑身白毛 全电成焦黑之色 红鹰同样如此 红色的皮毛全部变黑 还不停地冒着黑烟 一圆一壶全成了黑色 躺在地上 除了胸腔微微起伏 一动不动 尹志平同样好不到哪里去 真气照那一夕的坚持 已将丹田内的真气清空 现在歪着身子 侧倒在地 精神力消耗严重 且恼人生疼 这是精神受损之状 尹志平不敢大意 也不做起 直接躺在地上 修炼内功回气 随着时间的流逝 太阳彻底落山 黑暗笼罩大地 星光璀璨照耀在死亡谷中 被插在沙石中的星辰剑 剑柄处也同样泛着星光 尹志平常常吐出一口浊气 扶着地面 坐直身子 顶着爆炸头 看向身侧满身躯黑的白猿和红鹰 两兽已经能微微活动四肢 白猿的情况要更好些 还可以爬动 白猿见尹志平醒来 嘶哑着嗓音低吼挥手 想要赶紧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眼见他四肢着地 想要快速爬向谷外 别动 尹志平连忙大声呼喝 他真气恢复 虽然嗓音有些哑 但声震如雷 吓得白猿动作一僵 停了下来 白猿不知道 尹志平可是很清楚 死亡谷内 因为墙地磁 以及山谷上方气流集团 导致地表大气电厂增强 可以说 山谷中心部位 布满了炸药 只要有什么东西乱跑 就会引起连带效应 直接劈死会动的任何东西 甚至高一点的树木 也会因为树木底部 和树顶的上下电荷压力 带动高压电流 烧焦树木 所以 此地才只有绿草生长 无高大的灌木 白猿要是再跑 自己都救不了他 可刚刚 自己跟白猿 还有红鹰的速度 并不快啊 难道是因为 越往中心靠近 那里电厂越强 所以 速度需要更慢些 尹志平心中有所猜测 操着嘶哑的嗓音 对白猿说道 沉住气 爬行的速度一定要慢 不然还会有闪电袭击我们 白猿僵直着身子 用力地点点头 落下一层烧焦的黑毛 尹志平抱起可怜巴巴的小狐狸红鹰 背上星辰剑 也不敢站着身子 猫着腰和白猿 缓缓往谷外退去 等月上高天 尹志平和白猿 才走到谷外 身心俱疲之下 尹志平强撑着 挖了一个石洞 堵上洞口 再也坚持不下去 沉沉睡去 第二天 下午时分 尹志平才醒来 浑身带静 精神舒畅 已然全部恢复 抬眼一瞧 地上有很多青黄不接的水果 正好饥饿 也不客气 不管酸甜生色之味 先甜甜肚子再说 吃完后 看到一身黑漆漆的狐狸躺在身侧 尹志平伸手一摸 一层黑灰 红鹰似有所觉 翻了个身 继续沉沉睡去 尹志平用精神力慢慢查探一番 眉头微皱 红鹰毕竟已经年老 身体恢复的机能 大不如年轻之时 里面被雷电损伤的经脉和组织 还在缓慢修复 心中不禁暗自愧疚 他前世虽然去过新疆捡狱石 马脑 陨石等等 但还未去过死亡谷 看探险博主和旅友发布的视频图片 以为只要不奔跑 就不会出事 谁知道这次怎么了 突然就有雷劈过来 看红鹰这伤势 想要好转 恐怕还需要一段时日 尹志平正思索寻些什么山中草药 来炼制补气增援的丹药 洞外进来一只浑身漆黑的猴子 在一起瞧 正是白猿 他拎着一小布袋 不知名的江国走进来 见尹志平醒来 咧嘴一笑 昏暗的洞穴内 半空中突然出现一口雪白的獠牙 第146章 疗伤 看着黑暗中一口雪白的獠牙 尹志平不禁想起 前世看的一个搞笑视频 脸上也露出笑容 但不吃肉 如何快速恢复 见白猿腿脚行走无力 想必是没法捕猎 只能采摘些江国冲击 尹志平伸手从白猿递过来的江国中抓了一把 说了一句 你们再次不要走动 我去打一头溜过来 说吧 纵身而去 出了石洞 且说尹志平来到洞外 却并未直接奔向死亡谷外的草原上打猎 而是直冲高天 不一会 人已经来到云层之下 尹志平想起在桃花岛看的诸多阵法 仔细打量下方地形地貌 只见下方山势 巍峨磅礴绵绵成片 浩大壮阔 就算立于上空 也能感受到一股冲天之势 直插云霄 观之让人不禁神魂激荡 生出自身渺小如微臣之感 尹志平对照书中描述 静静观看 昆仑山逐脊位于南侧 高崇入云 连绵不绝 挡住了山外的云海 死亡谷北侧 是海拔较高的麒连山冰川 如犬崖交错 溶解了冰冷刺骨的西伯利亚寒流 可惜东西方向无遮无拦 加上南侧昆仑逐脊脊过高 水气无法吹进谷内 让这本该是桃源浮地的地方毁于一旦 夏季还好 就如同现在一样 通过山顶融化的雪水流下 大小湖泊聚集 水草丰美 但冬日 西风吹拂而过 此地将会再度沦为一片荒芜 按风水阵法上来说 此地是浮原外露之地 谁乃万物之源 也是生气 若是凿开南侧昆仑逐脊脊 引生气注入谷中 再堵住西方缺口 大日自东而起 当是一处朝阳东升 万物化生的绝佳之地 可惜啊 可惜 想要凿开昆仑逐脊 填上西方缺漏 非人力所能办到 不过此地磁场异常 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引之平皱眉思索 突然想起什么 身影在向上升 又聚集对流层的水汽 凝结成一层冰罩 直至声道风消污散的对流层 接着横向前飞 来到死亡谷中央 再取下身后的星辰剑 只有微弱的荧光钻进星辰剑 这里虽然没有大气热层 以及地磁极点的磁力强大 但已经非同小可 引之平抬头望天 一片深蓝之色 而那蓝色的天空后面 是无尽的黑暗深渊 既然天上没有 那产生磁场的缘由 应该就在这下方的山脉之中 引之平对准中心处 缓缓下降 等身影降到对流层时 南侧的昆仑山主挤群峰 正好与自已平齐 头顶是急速流动的空气 下方平静无波 强大的挫插 加上磁场的扭曲 让下方聚集无数负电荷 形成低电位场 任何移动的导电物体 都会成为雷电攻击的对象 但引之平不相信 这里会如此简单 红色的雷电 而且中心区域磁场如此之强 那里必然有着什么东西 才会促成这种现象 鬼眼魔术说要来这里 可这里除了一片眼 能望到头的山谷 并没有什么入口 引之平看向中心处的湖泊 难道是湖泊之下 可引之平身在对流层 不敢再往下落 雷电作为大自然最暴力的力量 并不是现在肉体繁胎的引之平 能接下的 强大的雷电 可以使空气瞬间升到 一万到两万度 是太阳表面温度的三到五倍 这谁能扛得住 引之平想起当年 在蛇谷内看到的仙人洞府 自已还从那里得到了他化天珠 而洞府的主人 就是一位散仙 渡过了天风 天水 天火 天雷 悬阴五重天节 可惜死在了悬阳节上 千年道行一朝散尽 若是能渡过十重天节 便可修成仙人果位 也就是地仙 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天难葬 地难灭 成就逍遥大自在 可那座洞府的主人 为什么没有使用他化天珠呢 引之平心头 盈盈有些担忧 但自已并未使用复制体 而是用其作为疗伤之用 希望没什么获适吧 此地难以细细探查 一不小心就要生死盗销 引之平随即掉转身子 前去谷外草原上打猎 一路向西飞行 不一会就见到一群牦牛群 在青青草原上闲停信步 悠哉悠哉地吃草 引之平从高空滑下 掠过牦牛群上方时 伸手抓住一个 躺着吃草的懒货 飞天而去 上方盘旋的猎鹰 纷纷四散而逃 高空中 引之平拽住这只牦牛的后腿 见其扑腾挣扎 一掌下去 震碎脑浆 一会的功夫 人已飞到洞门外 落地之后 熟练地切割石盆 倒出牛血 这个一会给小狐狸喝 补补元气 之后 扒皮去脏腑 蒸气烧烤 撒些盐巴 便和白猿分而食之 此时在看白猿 焦黑的皮肤已经慢慢掉落 露出里面新生的皮肤 但白毛还未长出 吃完之后 叫醒小狐狸 给他喂点牛血 小狐狸只是吃了几口 便吃不下去 白猿不禁有些担忧 在一旁走来走去 引之平皱了皱眉 还要用那个血法吗 思来想去 若是等小狐狸慢慢好转 不知要用掉多少兽元 再破例用一次吧 随后 招呼白猿 带上未吃完的牦牛肉 抱着浑身漆黑的红鹰 飞出洞外 去往山谷外的一处山坳深处 那里林木茂盛 小溪潺潺 是一处生机旺盛之地 闻着水生 飞入山坳溪水边 寻了一棵大树 在白猿不明 所以的注视下 引之平再度运起 吸收植物生命力的血法 一只手贴在一棵 直径树米粗的大树上 另一只手搭在小狐狸身上 随着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流逝 枝繁叶茂的大树 开始露出衰老枯死之状 部分树皮开裂 树冠上 树叶速速而落 而小狐狸身上 绿意盎然 死皮渐渐脱落 露出一抹绿色的皮肤 见此状况 引之平不敢再给小狐狸 输送植物的生命力 立即停下 这时 小狐狸已能睁开双筋 缓慢爬行 引之平又从白猿背着的 毛牛肉上抓下一块 微微用力 粉碎成牛肉绒 慢慢喂点红鹰吃下 吃完之后 小狐狸精神了一些 但引之平却有些担忧 红鹰原本是蓝色的眼睛 如今却变成了绿色 这是吸收植物生命力的后遗症吗 第147章 昆仑山盘桃 见白猿和红鹰伤势严重 行动不便 引之平想了想 昆仑山不是有盘桃吗 盘桃肯定可以快速恢复的元气 于是引之平对着白猿说道 白猿 给平道指路 我们去摘些盘桃吃 应该可以疗伤 随后 引之平抱着浑身发绿的红鹰 顺着白猿的指引 翻山越岭 不断变换路线 一天后 终于从一望无际的群山峻岭中 寻找到盘桃树 盘桃树位于一处高耸路云的火山口中 顶峰白雪纷飞 天寒地冻 火山口内宽大无比 足有三个足球场大 深陷山体内部 里面郁郁葱葱 四周悬崖峭壁上 长着诸多奇花异草 白猿满脸黑炭 看不清面容 露着一口大白牙 呲牙咧嘴 兴奋地指着底部 一片郁郁葱葱的桃铃 还未落入桃铃 桃子香甜味 便迎面扑来 闻之让人精神一振 带来到近前 才发现这片桃铃成圆形 如一个绿色的大伞 最中间的是一株 远比周围桃树要高很多的遮天大树 这株巨大的桃树 枝叶盖天 枝干上 暗褐色的树皮 纵横交错 遍布裂纹 如一片片灵甲覆盖其上 一股岁月的气息弥漫四周 显然这是一株 不知活了多少年的古老桃树 此地想来 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影之瓶 竟直落入最中间的巨大桃树中 树关内 肥大的绿叶如玛瑙般翠绿 和桃林周围生长的桃树叶 形成鲜明的对比 几十个大大小小的盘桃挂在枝头 绿叶间 居然还有粉红的桃花绽放 这株盘桃树 已经摆脱了按时节开花结果的本能 果然不愧是能够增补寿源的灵珠 落到桃树之下 地面是一层黑色火山泥 落满了桃核 还有一些已经落下腐烂的果子 但奇怪的是 并无蚊虫滋生 桃核和烂果上面 覆盖着一层翠绿的苔藓 抬头上望 绿叶红花间 不时露出一颗颗硕大的桃子 树关遮天蔽日 身在树下 心中一股安宁之意顿生 这时 白原已经爬上粗壮的树干 从绿叶间摘下一颗红透了的桃子 递给下方的饮制瓶饮制瓶结果 只见桃子鲜红肥大 足有拳头大小 桃香中带着一股甜香 似乎连果子里面的甘甜都能闻到 浑身发绿的红荫 已经闻到香味 深找要吃 尹志平缓缓将红荫放在树干下 让其自己拿着吃 树上的白原又扔下来一颗 尹志平接过 擦了擦微不可见的桃毛 一口咬下 甜美多汁 内心在这股甘甜鲜美甜充下 喜悦无限 桃之中的新生能量 源源不断渗入四肢百骸 让人体态通达 精神抖擞 漫步走出这株巨大的桃树外 外面仍然是一株株桃树 但看起来 应该是原本的桃核落下长出的 虽然相比于外界的桃树显得茁壮 但上面挂着的 全是青色的果子 并无花朵 走出桃林 四周全是低矮的灌木 往上看去 四周峭壁耸立 足有百丈高 风顶飘落的雪花 不时被风吹下 快落下时 化作点点雨滴 滋润着底部的万物 怪不得 这里一直都未被外界发现 也无豺狼虎豹 这种地形 一般扇攀爬的猴子都下不来 更上不去 也只有白猿这种伸手矫健的异兽才能发现 不知道当初白猿为了寻找盘桃 花了多长时间 影之平将吃完的桃核 扔向远处的灌木丛 轻轻弯腰蹲下 手掌触摸温暖的地面 精神力爆发 透入地底 由于有泥土阻挡 只能有个大概感觉 渗透到一百米时 再也下滩不了 一百米以内都无言容 看来这里是一座休眠的死火山 非天经地洞 此地里应不会出任何问题 但这里能长出这种灵雾 不可能紧靠火山口 肥沃的土壤 影之平盘膝坐下 暗暗运工 不多时 影之平睁开双眼 露出一抹惊疑之色 此地的清灵之气 竟然比昆仑山死亡谷附近更加浓郁 原本四个月才能凝结一滴的真元 根据刚刚的聚气速度 恐怕两个月就能凝聚一滴 但这种伏地 并没有让影之平高兴 心中反而生出惊惧之意 这里清灵之气如此浓郁 那下方 影之平不敢细想 此地非久留之地 或许下方有什么恐怖存在 拿这颗灵果再等于而上钩 正想摘些果子就走 白猿却跑来招呼影之平过去 影之平按下心中的惊疑 再次来到古老的桃树下 小狐狸已经振奋许多 趴在地上狂炫盘桃 身上部分老皮开裂 露出里面红润的心皮 又看向树上的白猿 正扒开浓密的枝叶 眼睛顿时一亮 只见枝叶中藏着一颗淡红色的桃子 那桃子足有半个人头大小 白猿一脸喜意 指着桃子对着影之平咧嘴大笑 似乎在炫耀地说 快看啊 看他发现了什么好东西 影之平笑着点了点头 肯定了他的功劳 说道 这颗桃子定然不同凡响 不过看样子还是半熟 等过一段时间我们再来 白猿点了点头 又去寻找这株古老的桃树 树棺足有方圆数十米 枝叶层叠叠 用肉眼找 一时半会可找不全 影之平精神力散发 笼罩四周 如一张大网 缓缓往外蔓延 不一会 已经发现五个大一号的盘桃 对着树上的白猿喊了一声 白猿 下来吧 我已经将树上的盘桃全找完了 那白猿纵身从高大的树棺上跳下 手里拿着两颗鲜红的小盘桃 快步走来 将两个全分给还在抱着盘桃大块朵一的红鹰 树上最大的五个盘桃 有三个透着粉红 估计过不多久 就可以采摘 剩余两个泛着青色 影之平正要收回精神力 却突然一顿 他的精神力 好似看到一个人为切割的长条石板 来不及招呼白猿和小狐狸 影之平闪身来到盘桃树 靠向峭壁的边缘处 却见树棺边缘的地上 鼓着一个小包 影之平挥挥手 苔藓被无形的力量掀开 又扒开下方腐烂的桃和树叶 里面显露出一座半米高的青色石板 上面刻着一个类似甲骨纹的象形文字 影之平不认识 但他有一种感觉 他能读懂 接着他将精神力小心翼翼地 贴在这个象形文字内 那铁钩银滑的痕迹中 一股冥冥中的信息传递至影之平的脑海 蕴含着焦急和悔恨 套 第148章 回谷准备 影之平在看明白石刻意思时 悚然一惊 脸色一变 精神力瞬间收回 温暖如春的火山口内 他只觉得后脑勺透着阵阵凉气 那悔恨焦急之意 似乎从远古传来 在他脑海中回荡 不知过了多少岁月 石板上的字体 神异依然存在 足以说明 这是一个实力通天的人物 可他在警示谁 是让后来者逃走 还是他的朋友 影之平想起昆仑传说 希望母居昆仑遥迟圣地 长长生不老药 开盘桃圣会 宴请众仙 这是赋宴的仙人留下的字迹吗 影之平不敢再想下去 上古时期 似乎笼罩着层层迷雾 或许现在流传下来的历史传说 也不过是冰山一角 这时 白元和小狐狸奔跑过来 看着被挖出的石板 大眼瞪小眼 不明所以 影之平豁然惊醒 断然道 走 咱们马上走 这里有未知的危险 白元有些不懂 他和神雕来过这里很多次 但也没碰到过什么危险 不过反正 他已经摘了很多盘桃 可以走了 回去吃也一样 影之平说完后 立马撑开蒸汽罩 带上白元和红鹰 缓缓升空 想了想 又再次对着下方的古老桃树一挥大手 几十个红透的盘桃从枝叶中飞出 被影之平吸到防护罩内 然后 飞天而去 回城的路上 影之平脸色凝重 他早该想到 鬼眼魔术 说这世界的清零之气 只不过是他们这些老怪物 一散出去的 那他们本身主要的灵力去哪了 活了几万年的老怪物 可以说 他们一滴血 就足以毁灭一颗星辰 想起鬼眼魔术石化的躯体 还有蛇骨内通天彻地的巨蛇化石 他们为何会变成化石 影之平越想越觉得这里面 藏着一个惊天之谜 那个北极传颂镇到底是谁建的 为何自已传颂 没有传颂到最近的银河系里面 反而传颂到仙女座星系 这里面肯定有某种原因 影之平不敢想下去 随着接触的越多 他越发认识到 这颗星球 似乎并不是自然而然演化生成 幕后好像有一只黑手在推动 而自已泥完宫内 那颗带自已 穿越过来的珠子 又是什么 自已怎么穿越过来的 这一切的一切 都被掩盖在层层迷雾中 不多时 飞在高天之上的影之平 已经来到昆仑山脚下 看着急阵上 人来人往 如一个个蚂蚁一样 再往来奔波 前世那句话说得很对 有时候 无知是一种幸福 随着思考的越多 他对走出这个星球 去往其他行星 反而没有了以前那种期待 这样一个平级之地 都有诸多谋划 那星系那层的碰撞 要有多剧烈 影之平一脸沉重 升到平流层 速度开到最大 下午时分 已到长春谷 落到谷中 影之平没有言语 将几十个桃子 分一半给白元还有红鹰 让他们自行疗伤 他们烧焦的皮肤 还未能完全退去 新皮换旧皮 需要静养 影之平 则回到自己卧室 取出试魂术 还有他化天珠 想到未来 一筹莫展 就这样 足足看了三天 信息太少 无法一观全貌 若是乱闯乱碰 可能死得更快 未来的路 该如何走 做自己能做的吧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不去亲自看看 自己永远不会甘心 第二天一早 影之平的进修 被敲门声打断 精神力微微一扫 原来是两个新收的徒弟 来问安 影之平温声道 你们进来吧 郭九妹 郭浩推开房门 一同进屋 向影之平施礼道 师尊贵安 影之平轻轻汗手 好 一切都好 你们呢 全真内功修炼如何了 郭浩作为师兄 先回答道 徒儿本身就有打坐基础 如今转修全真内功 以打通任脉 充脉 进行小周天 影之平微笑着赞许道 很不错 齐精八脉 还剩五条精脉 只要勤练不错 后面再有 菩斯驱蛇的蛇胆辅助 几年后 定能融会贯通 打通大周天 郭九妹在一旁 听得直撇嘴 这个臭师兄 不就是仗着 自己爹妈娇的早吗 有什么可神气的 见影之平看向自已 撅着嘴 一脸不服气地说道 回禀师尊 徒儿之前一点功夫都没学过 现在已经打通充脉了 影之平见他愤愤不平的样子 心中不禁好笑 夸道 嗯 进步很大 一个从未接触过内功的人 七天就能打通一条经脉 九妹天资非凡 但不可骄傲自大 当戒骄戒躁 一心修行才是 郭九妹顿时巧笑奄奄 满脸神气地瞪了郭浩一眼 郭浩则跟没看见一样 目不斜视 让郭九妹哼了一声 影之平说道 好了 俗话说 练功不练拳 犹如无舵船 练拳不练功 到老一场空 全真剑法还未交给你们 你们跟我来 说吧 当先起身来到院外 两个小徒弟紧随其后 三人相对站立在院内 看着眼前的这个师兄妹 影之平不禁有些感慨 一被人退下舞台 自有一被人站出 随后收敛心神 走至院内一处石台上 我指炼一遍 你们看仔细 是 师尊 影之平向室内招了招手 星辰剑瞬间飞来 看得两个徒弟眼中一彩连连 随后 影之平从第一招剑法张翻举召开始 逐一缓缓使出全真剑法 之后的日子 便是每七日 检查一遍两个小徒弟的剑法 内功修为给他们解惑 而自身 便做自己能做的 日夜吸纳天地间的清零之气 凝结足够的真元 再去寻找长生之路 影之平又喊来路达 吩咐让其收集虫胶 树枝 铁木等绝缘材料 等于一切准备妥当 先去死亡谷再试一次 如是可行 就靠这个保护 自己进到死亡谷中心 若是不行 那只能去亚马逊森林 寻找像椒树了 雷电之威 不是现在自己能抗得下的 经过半个月的静养 黑猿重新恢复成白猿 但红鹰则有些麻烦 眼睛里还是带点绿 就连毛发也半红半绿 修得红鹰都不敢出去见人 影之平也没办法 只能让其继续吃剩下的 那一半采摘来的盘桃 所幸两个月后 小狐狸红鹰终于恢复了 他火红的毛发 和深蓝色的眼睛 同白猿不时去山中玩耍 影之平三点一线 修炼真元 教导弟子 给红鹰还有白猿讲道 日子一天天过去 不知不觉间 两年过去 襄阳郭府来信 说郭湘先是 请影之平前去晚联 影之平便派两个小徒弟 带师前去平调 时光如梭 江湖上 风云诡诀 争风不断 朝堂上 尔虞我诈 你下台来 我登场 郭湘去世第二年 江湖上发生一件大事 原本闻名侠耳的江湖高手张俊宝 与武当山误导 出家修道 道号三丰 又开山立派 创建武当一脉 广收门徒 要问张三丰 为何在郭湘死去 才出家修道 创建武当派 这里面没有一点关系 恐怕也没人会信 第149章 旧治小龙女 据说张俊宝 修出一身通天彻地的神功 打败诸多前辈高手 被人称为天下第二 在武当山 大兴土木 建造公冠 不过尹治平毫不关心 长春谷中 静坐蒋黄亭 时间像是长了翅膀 又是一年过去 如今两个徒弟 已经成为江湖上 声名雀起的少年英侠 正常来练全真内功 恐怕要到30岁 才有二流高手的实力 但普斯取舌这个补义 解决了全真内功 凝聚真气缓慢的缺点 所以 如今全真教 作为天下第一大派 门派中武道高手众多 执天下武林有二 两个徒弟刚入一流境界 便被尹治平 赶出古外历练 他也不怕他们夭折 这天底下 还流传着他的名 不管是江湖素老 还是个门派长老 都要给一份薄面 不会太过为难他们 五年过去 世人都知道 全真见仙 已有112岁高龄 在这个人生 七十古来西的社会 112岁的尹治平 已经算是一位活神仙了 但实际上 去掉那60年弹指一刹 尹治平只有52岁 对于拥有三甲子寿命的尹治平来说 现在正是他的青年时期 最近一段时间 尹治平已经亲手 做好了绝缘装置 一个油刷了生漆的铁木 做成的大圆球 中间还加了两层厚厚的胶质 绝缘隔层 这次去昆仑山死亡谷 定可以万无一失 丹田内15滴先天真元 是他这五年来的修炼成果 这一次 也一定可以安全无忧 尹治平收拾一番 就准备去叫上红英和白元一起过去 为自己在山谷外把关 可白元和红英没找到 满脸皱纹 白发苍苍的李青山 反而找了过来 自从上次 他和皇帝一同跟自己探险鬼眼魔术后 就言说一直在闭关 上次去死亡谷 他都没露面 说的两个小徒弟 这位师兄和他们见面次数 也是屈指可数 前两年 自他从白元那套来一个盘套后 就再度燃起了 和师父一起冒险的心 毕竟岁月催人老 他也就还有二十多年的寿命 眼瞅着快要见底 当然能拼一把是一把 尹治平想到 死亡谷未知的危险 似乎有这位弟子 跟着做个后援 更保险些 正想要答应 却见白元一脸焦急的 从谷外飞奔过来 等来到尹治平面前 不停地指着 独孤见种的方向 焦急地说着什么 尹治平问道 你说是小龙女出事了 白元猛地点头 想让尹治平去看看 尹治平又问道 红英还在小龙女吗 白元再次点头 尹治平了然地点了点头 自从上次死亡谷之行后 虽然伤势恢复 但红英似乎没有以前精神了 若是以前 都是他最先跑来寻自己 尹治平心中忍不住一探 至于小龙女 白元都来求救了 也不能不管 于是对着李长青说道 这次悉行 等我去办个事 回来 咱们再一同前往 是 师尊 李长青抱拳 躬身退下 接着 尹治平立马带着白元 飞向独孤见种方向 不一会 已来到小龙女住的山窟内 只见洞内除了鲜花更多了 其余摆设如同从未变过 小狐狸正在洞内 高抬的花床上走来走去 不时贴耳听听小龙女的心跳 看到尹治平被白元请回来了 立马举着爪子 大声喊叫 尹治平也不耽搁 快步过去 却见花床上躺着的小龙女 满头银丝披散在身后 脸上蒙着一块纱布 但紧接着 尹治平发现 小龙女额头上的点点皱纹 玉女心惊 虽然有助言之效 但若是内功失去了 容颜也会缓缓变老 尹治平伸手搭在小龙女冰凉的浩腕上 蒸汽刚一进入小龙女的经脉 便被她经脉中残留的蒸汽围攻 小龙女经脉中的内力暴躁 显然已经失去控制 一碰到尹治平的一种蒸汽 当即想要将其排挤出去 不过这些内力 在尹治平的蒸汽面前 根本不够看 尹治平的蒸汽厚重灵食 其实这些低一级的内力 所能阻挡的 仗着强大的蒸汽 尹治平直接理顺小龙女经脉中 散乱一团的内力 将这些内力再度倒向丹田中 随着对经脉的检查 尹治平已经知晓 小龙女受伤的原因 强行冲击先天境界 尹后气不足 导致经脉腻乱 不受控制 伤着了脏腑 可惜这下 小龙女原本就不多的寿命 恐怕要走到尽头了 随后 尹治平将小龙女扶起 双手贴在小龙女背部 强大的蒸汽 滚滚进入小龙女身体内 不一会 小龙女受损的经脉脏腑 稍有恢复 睁开了双眼 小龙女轻声道 小龙女可以说是尹治平为数不多 还活在这个世上的朋友 且曾经自己也为其倾心过 可惜他最终还是跟着杨过走了 虽然后来小龙女断然离开杨过 但自己已经彻底放下 此时此刻 往事一役 白元和小狐狸 见小龙女已有向死之心 不停地在旁边开导劝慰 他们不想为数不多的朋友 就此离去 小龙女柔声道 白元 你们不必伤感 我们在下面还会再次相逢的 我先早去些时日 还可以见个住处 等你们来了 也能有个歇脚的地方 不过红英像是突然想起来什么 对着白元一阵嘀咕 经过红英的提醒 白元也想起了什么 一呼一圆 开始对着为小龙女疗伤的尹治平 不断抢着说话 尹治平自然明白 你们想清楚了 那昆仑山的盘桃 你们要把自己的让给龙姑娘 白元和红英 剧都重重地点头 表示愿意 原来 这五年间 每年他们都会去昆仑山盘桃树那一趟 摘些普通盘桃回来分吃 但要说白元和红英 要给小龙女的盘桃 却是那盘桃树上最为神异的果子 当年尹治平看到盘桃树上 半个人头大小的五个盘桃 有三个微红 但这五年间 每一年 盘桃上面只长出一小片红润 五年后的今天 那三个盘桃上鲜红的地方 已经布满了一半区域 另外两个青色的桃子 仍然还是青色的模样 所以 白元和红英 每年都会留意 这三个盘桃的生长情况 想着等三个盘桃成熟了 正好一人一个第150章 定人选 尹治平见白元和红英情真一切 自己也没有拒绝的理由 便说道 既然你们执意如此 那就这样吧 我们去昆仑山 小龙女也经常吃过那桃子 知晓有轻微严寿的功效 但自己大限将至 何必浪费 一直推托 不愿接受 尹治平向小龙女解释 这盘桃的非凡缘由 听完之后 小龙女更不愿去 在白元和红英的一再请求下 尹治平收回自己的真气 还助小龙女轻柔的腰枝 架起先天真气 直往昆仑山飞去 待日头稀落时分 一行人已经赶到 盘桃树所在的火山口内 小龙女也是第一次 看到如此巨大的桃树 平静如水的眼中 露出丝丝惊讶 随后脸色微红 想要离开尹治平的手臂 但却没能挣脱 不由得脸色更红 性的脸上有面纱者等 外人无法看到 尹治平感觉到小龙女的挣扎 解释道 此地大有古怪 或有未知的危险 不可再次久留 我们每次摘完桃都会立即离去 说完 尹治平遍布树冠的精神力 已经寻到那三颗硕大的盘桃 一半红润 一半微黄 只能算半熟 尹治平选了一个 看起来最红的 对着头顶树冠上 跳来跳去的白猿和红鹰喊道 别摘了 天色已晚 我们该走了 花音刚落 浓密的枝叶中 窜出两个身影 分别背着一个布包 显然摘了不少盘桃 至此 尹治平飘出树冠范围 带着小龙女 白猿 红鹰 翻过火山口 来到山外的峡谷中 这里是他们的临时暂居点 在离地九尺高的峭壁上 挖了一个硕大的山洞 里面一鹰加湿俱全 来到洞中的床榻上 尹治平放开 还住小龙女的胳膊 让其盘坐在床上 招来那颗神异的盘桃 递给小龙女 小龙女从未见过如此大的盘桃 虽然还未熟透 但桃香味 闻着都让人神清气爽 在白猿和红鹰的劝说下 抬手接过 但却不肯摘下面纱 尹治平正了一下 随后了然 转身出了洞外 留下一句 我在外面为你护法 有事喊我即可 出了山洞的尹治平也没闲着 顺着峡谷 抓到一头山羊回到洞外 在峡谷内的小河中清洗干净 开始准备今天的晚餐 此时已是深夜 但对尹治平来说 如同白昼 一番收拾 烤好了肉香四溢的羊腿 也没见白猿和红鹰出来 尹治平笑着摇了摇头 这两个家伙 关键时刻 居然还挺靠谱 这一等就是一夜 待日升高天时 山洞内总算传来动静 只见小龙女已经去掉面纱 虽然满头白发 但面容已经恢复到了 无瑕的年轻面貌 尹治平又细细一看 察觉到小龙女的气息不对 当即恭喜道 恭喜龙姑娘 入得先天境界 小龙女在满头银发的映衬下 更为清冷 但此时却微微一笑 如云霄雾散 大地回春看了看身侧两旁的白猿和小狐狸 柔声说道 这还要多谢白猿和红鹰 当然 还多亏尹道长的帮助 才能顺利静静 尹治平笑道 客气了 不如用完饭后 咱们再回去 随即 小龙女和白猿 红鹰落下 来到火堆旁 剩余的大半只山羊 全被尹治平烤了 此时正在火堆架子上自动翻滚 冒着黄油 一滴滴落在下方正燃烧的干柴上 只听得呲呲声不绝 冒起油烟 烤肉的焦香味 弥漫在四周 随后 尹治平将两个前腿分白猿和红鹰 半扇肋骨分给小龙女 小龙女结果 轻轻咬一口羊排 居然是咸香味 不由问道 我记得尹道长喜欢辛辣之味 尹治平从小狐狸背包里 拿出一个盘桃 大口啃下 软糯香甜的口感 让人心情舒畅 文言回道 少时曾许凌云志 当许世间第一流 最后才发现 平平淡淡才是真 尹治平的话 让小龙女想起了 当年在蛇谷 猎杀菩斯取蛇时 尹治平也是坐在火堆前 说着她的名字 治平 治平 平淡归真 正适合她 但小龙女能感觉到 尹治平是有平淡一生的想法 可她内心深处 绝不会干于平淡 也不和尹治平降嘴 只是点了点头 小口咬着手里的羊排 对于多年不吃肉的小龙女来说 吃肉最多的时候 就是跟尹治平在一起的时候 尹治平啃着盘桃 想到弟子李青山 以后要跟着自已一起探索死亡谷 对于李青山 尹治平当然是信得过的 但上次在葫芦山地底 他奋不顾身就自已 这样感情用事 在危险之地 有时候反而会让处境更加糟糕 看着小龙女 现今已入先天 人多力量大 一起去死亡谷探险 组个铁三角的团队 说不定可以增加增加气域 于是问道 龙姑娘 以后有何打算 自然是回独孤见证 小龙女淡淡地回道 我比你入先天至境 要早几十年 你看我 如今还在先天徘徊 五道前路一断 龙姑娘 何不随我一同去探索前路 也好过枉费时光了 小龙女本就不在意生死 但这次尹治平帮了大忙 就回性命 入了先天 能夺活一二十载 既然尹治平需要自己帮忙 便花几年时间帮帮她 也算还了今天的恩情 于是认真回道 可以 等我回去稳定修为后 再与你同去 尹治平一脸笑意 当然 当然 我来跟你说说 先天之后的种种妙用 趁着吃饭的时间 尹治平将先天境界的使用之法 细细说于小龙女 这可以省却很多时间摸索 饭后 尹治平带着小龙女 白猿以及红鹰 直接返回 等尹治平来到长春古时 李青山连忙迎过来 师尊 尹治平分了些盘套给李青山 挥手道去好好准备准备 十天半月左右 咱们立即出发 第151章 集合 接下来的日子 尹治平除了继续加宽 加大绝缘箱子 剩余的时间 不时教导教导两个徒弟 如今俩徒弟十四五岁 正是叛逆的时候 在江湖上 仗着尹治平的威望 没人敢不给面子 俩人自视甚高 已经有点嚣张跋扈了 俗话说 人叫人 教不会 是教人 一次会 尹治平将精神领域 凝结在书信上 用丰锐的精神力 驱动狼嚎 写了一封信 这还是从昆仑山 盘桃下方的石板上 那个桃子中参悟来的 可以将精神中的意志 保存一段时间 之后 喊来陆达 让其亲手交给西域邪道人物 百笋道人 随后 转营给两个弟子来见 不一会 郭九妹和郭浩 一同来到长春古书房 拜见尹治平 师尊 尹治平淡淡地点了点头 你们修为已有小成 但存在很大的隐患 因为服用舍胆 内功不够精炼圆润 剑法虚浮 缺少历练 近日 为师听说西域的百笋道人 杀人营野 桑尽天良 他的弟子也同样恶贯满盈 交给你们一个任务 去杀光百笋道人的弟子 去骑爪牙 替天行道 郭九妹和郭浩 最近经常被尹治平唠叨 早就憋不住 想出去玩耍 这还是师父交给他们的第一次任务 自信心满满 一口同声说道 是 师尊 保证杀光这些邪魔歪道 尹治平挥了挥手 去吧 完成任务后 依照功劳大小 为师自有奖励 郭九妹和郭浩 更是如打了鸡血一般 轰然英势 熊啾啾气昂昂 回屋收拾行李 准备出发 因为有尹治平的影响 九阳神功并未丢失 仍在少林四经书内 根据江湖传言 尹治平已经可以肯定 张三丰学完了九阳神功 要想克制玄冥神长的寒毒 除了深厚的内力 便是这九阳神功 尹治平随后留下书信 言说要去云游 不知何时归来 带上是魂术 他画天珠 绝缘木香 喊上李青山 一同去了独孤见证 等来到小龙女住处 就看到小龙女和白猿 以及红鹰正在大块朵衣 桌子上摆满了瓜果 李青山见到小龙女也是一惊 他一眼就认出 这个白发女子 正是当年和自己师尊 谣言废天的女主角 见其头发虽白 但面容竟不曾衰老 心中羡慕无比 随即一上前见李 小龙女同样回了一礼 尹治平说道 这里并无外人 无需这些繁文入节 说完一点也不客气 直接坐到凳子上 随手抓起一个脆柿子便吃 李青山从小受到的教导 早已深入骨髓 就算尹治平多次提醒 也没用 后来也就任期发展 李青山又和白猿 还有红鹰打了个招呼 白猿心善 主动递给李青山一个甜离 尹治平直解了当 龙姑娘 修为稳固了吗 小龙女轻轻汗手已经稳妥 事件尹道长 似乎还在制作木箱 便没有打扰 好 我拿木箱也做好 尹治平说着 指了指洞外的巨大木箱 跟前世半个集装箱一样大小 占几个人不成问题 李长青一直不明白 师尊为什么这么金贵这个箱子 好奇问道 师尊 我们怎么用这个箱子 尹治平淡淡道 箱子 当然是用来装东西的 这个箱子 就是用来装我的 装你 小龙女发出疑问 白猿和红鹰也停下吃水果的动作 看向尹治平 当然 那地方雷霆时常落下 披杀山谷内的任何生命 而有了这个房子 便可以躲过雷电 李长青立即说道 那我们呢 你们先替我把关 里面危险异常 我不一定照顾得到你们 红鹰立马扔下手中的水果 跳到尹治平身前 双爪不停地摆动 意思是 不能再像上次一样 丢下他一个人 尹治平明白他的意思 想了一会后 说道 那就带你一起 旁边的白猿听了 也要跟着一起 李青山更是一脸正责 表态要与师尊共患难 尹治平无奈道 咱们到地方了再说 吃饱喝足 尹治平带着个大木箱 加上多了几个人 飞行速度慢了很多 一路走走停停 两天后 众人才感到死亡谷 此时 正值深秋 死亡谷内湖泊干涸 草木灰白 一片消色之景 呜呜的寒风 从西方的谷道中吹来 寒冷彻骨 谷内被西风卷起的草团 随风滚动 不时有震耳欲聋的 红色雷电劈下 草团瞬间成灰 随着大风呼啸 草团滚动 一道道红色闪电 噼里啪啦 不时在空中炸响 看着山顶上的李青山 小龙女一脸凝重 白猿和小狐狸 面露恐惧 山顶上 几人一昧飘飘 如同飞仙之人 尹志平对着几人说道 谷内危机遍布 一步小心 五雷轰顶 神仙难救 说着 看了看身后雪地上的绝缘箱子 先拿这个箱子试一试 我们再决定下不下去 随后 尹志平挥手 箱子自动飞起 贴着谷底 直冲死亡谷中心 虽然箱子是绝缘的 但尹志平的真气 却非绝缘 箱子刚行到一半 红色的闪电便瞬间凭空闪现 在滚滚炸雷声中 尹志平拖在箱子底部的真气 被劈得一散而空 绝缘箱子当即落下 好在贴地而行 并未摔烂 可尹志平仍然眉头微皱 恼人刺痛 尹志平的飞行之术 并非只靠真气旋转的动力 为了能如臂灰指 还加入了自己部分精神力相助 雷电之下 众生平等 尹志平的精神 当然也不例外 接着尹志平仔细给几人示范了一下 如何才能不被雷劈 他再度挥出一道先天真气 飞向绝缘箱子 但这道真气的速度 越靠近箱子越慢 而且还是贴在地上 往前接近箱子 尹志平解释道 此地的雷电隐藏在虚空中 唯有缓慢行走 才能不惊动雷电在伏地身子 最好贴在地上 好避免被雷电发现 随后 李青山 小龙女 以及一元一胡 见到尹志平的青色真气 缓慢缠住箱子 贴着地面 缓慢返回 都以一脸恍然大悟的表情 心中多了几分信心 第152章 是浑树苏醒 看他们似乎有了些信心 但畏畏缩缩 顾虑重重的模样 尹志平又将绝缘箱子侧翻 给几人观看 看这里 这是我做的 可以避免被雷电发现的隐身箱子 说着 用手摸了摸箱子底部 上面用虫胶 还有生气覆盖 刚刚被雷电击打 遍布漆黑的雷纹 如同树根般 遍布箱底 抹掉漆黑的纹路 见箱子无碍 李青山和小龙女都怂口气 唯有白猿和小狐狸 知晓雷电的恐怖 放松不下 上次的教训可以说 让他们毕生难忘 尹志平继续说道 你们谁愿意跟我前去一探 两人两兽都表示 要跟随尹志平 可不能都去 这里还要留两个作为后援 这里需要留下两个 万一里面情况危急 还需要他们的救援 说着 从箱子底部打开一个圆门 从箱子内 掏出几圈粗大的麻绳 放到地上 这是救援用的绳子 你们谁想留下 没人应声 尹志平示意红莹留下 毕竟他身体可经不起 再次被雷劈 但红莹坚决不同意 哭着执意要跟尹志平一起去 尹志平想起上次北极之行 让他独自等了六十年 也就没再说什么 将其抱在怀里 揉了揉脑袋 小龙女在一旁注视着 没有言语 现在只能让白猿留下 尹志平接着看向李青山和小龙女 李青山急忙说道 师父有事 弟子扶其劳 我愿跟随师父同去 尹志平正要点头答应 却见小龙女轻声说道 不可 我出入先天 对真气使用并不纯熟 不一定能用绳子贴着地面 拴住山谷中心的箱子 还是我去吧 见李青山还想说什么 小龙女再度说道 我的命是尹道长旧的 若不还上 心中难安 尹志平听到这 立马解释 那只是举手之劳 龙姑娘何必冒死相随 一会能救我们出了山谷 便算换了恩情 小龙女听完也不反驳 只是一脸执拗地 注视着远方的哀哀雪山 尹志平无奈 只好答应 就这样 白猿和李青山留下 作为后援 尹志平 小龙女 小狐狸红英 前去死亡谷中心 分好工后 尹志平打开原门 走进绝缘木箱 小龙女和红英紧随其后 进了木箱的尹志平 从箱子里面 寻出一个密封的胶织 这是他选了众多粘性材料 经过熬制一年时间 才最终炼成 随后 尹志平将胶织刷在 原门的嵌缝处 抹了厚厚一层 跟李青山和白猿挥了挥手后 尹志平缓缓关上 这唯一的出口 原木门木箱内 一片黑暗 小狐狸已经跳到尹志平怀里 尹志平真气缓缓透过木箱 将木箱翻了一个面 木门的一面翻到底部 随后 又从包囊内取出试魂术 解下背负的星辰剑 将他画天珠藏在那衣兜里 黑暗中 小龙女看着尹志平 掏出一个栽着不知名植物的 玉制花盆 眉头一挑 小龙女从小就生活在 黑暗的古墓中 黑暗中也能看清事物 所以 看着尹志平拿出的 那个冒着寒气的玉制花盆 她有些熟悉 和她从小睡的寒玉床的材质 好像正想发问 却见尹志平盘膝而坐 先行说道 龙姑娘 请使出碧气宫 这箱子里如今逆不透风 一箱空气 足够红阴使用 小龙女轻轻嗚了一声 想了想寒玉床 尹道长应该不是那种人 于是 也盘坐于一旁 接着 外界的李青山和白元 就见眼前硕大的木箱 冒着青光 缓缓升空 向天空飞去 然后 箱子在高空中 横一飞向死亡谷中心 待到中心点 箱子上的青光隐秘 箱子随之往下直直坠落 随着箱子 快要砸落到死亡谷中心处的干涸湖底 箱子底部青光大放 迅速落下的箱子 瞬间停止半空 紧接着 是一阵刺目至极的红色光芒 箱子底部充满无穷的雷电 雷霆的炸裂声 震耳欲聋 好在雷电消散得很快 箱子喷的一声 稳稳落到湖泊的河床上 里面柔软的沙土 让箱子安然无恙 山外的李青山和白元忧心不已 虽然箱子无碍 但侧面已经遍布焦黑的雷击痕迹 也不知道 里面情况如何了 而死亡谷中心的绝缘木箱内 小狐狸已经跳到箱子角落里 对着影制瓶身边 吸收着点点荧光的漆黑树枝 呲牙低吼 小龙女一脸惊奇地看着影制瓶身边 两个吸收荧光的东西 正是刚刚影制瓶拿出的一盆漆黑植物 以及放在一旁的有黑宝剑 此时不大的绝缘木箱 被这两个东西照得通亮 影制瓶沉声说道 龙姑娘 这柄剑不用在意 但小心这树是浑树 她一会就要苏醒 话音刚落 寒玉碗中的试魂树 在不断吸收点点荧光下 不断颤动 好似要活过来 树干上 漠然亮起四双血色的鬼眼 鬼脸 鬼脸沐浴在荧光内 一脸享受之色 而鬼眼则滴溜溜乱转 贪婪地盯着木箱内的两人 影制瓶对着试魂树 笑道 鬼眼魔术 不必装了 你将地形图位置交给我 不是已经预料到 我会将你带过来了吗 影制瓶话音落下 那试魂树却毫无动静 鬼眼魔术的分魂珠子放在上面 后面鬼眼魔术有了这个载体 还想夺射影制瓶 却在影制瓶泥弯宫内被分解掉 但这试魂树 并未受到鬼眼魔术分魂的影响 不过那鬼眼魔术狡诈异常 谁知道 他有没有法子 通过那截试魂树枝 隐藏到试魂树上 影制瓶还是要有备无患 炸上一炸 等了好一会 试魂树依然如故 寂静的箱子内 气氛有些尴尬 影制瓶哈哈一笑 缓解一下尴尬 手中轻光绽放 想要握住试魂树 准备言行逼供 第153章 试魂树说话 影制瓶手冒轻光 突然猛地抓住试魂树 剧烈的呲呲声 不断在影制瓶手中响起 随着一股股黑烟冒出 很快 试魂树又短了一截 顺带还少了一双鬼眼 鬼脸 试魂树上剩余的三双鬼眼 狠狠地瞪着影制瓶 那模样 恨不得生吞活泼了影制瓶 但影制瓶仍然老神在在 不说话是吗 随后 影制瓶又伸手抓住 一截试魂树之干 原本独干的试魂树 这下 只剩树根处的三分之一 龙玉的清光再次出现 随着轻微的碎裂声 和缕缕黑烟 试魂树之干 又少了三分之一 如今 试魂树上只剩一双鬼脸 瞪着微微恐惧的鬼眼 看向影制瓶 小龙女很少见到 如此冷酷无情的影制瓶 若是换一株花草 他可能会制止 但这株诡异的黑树 实在让人喜欢不来 影制瓶双手清光不散 对着 还剩最后一节的试魂树说道 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再不说话 自此 你就要从这世间消失 这时的试魂树 不停地吸收半空中的荧光 努力修复受损的伤口 而那双鬼眼 似乎多了些不同的情绪 不多时 一股稚嫩的精神波动 从试魂树中传出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声音纯洁 显得很是无辜 影制瓶痴笑一声 你终于肯说话了 别装得跟小孩一样 你吸收了这么多人的灵魂 怎么可能是一个小孩 试魂树沉没了一会 随着点点荧光涌入树干 上面的伤口已经愈合 尖尖的枝头从断裂处伸出 似乎要长出叶子 你有什么目点 试魂树再次开口 仍然是稚嫩的童生 影制瓶眼神闪烁一下 频道听闻 天地灵根都有传承记忆 看到你长辈里的地形图 但不知如何进入 你看看 脑海里有没有相关记忆 说着 从怀中拿出手绘的死亡谷地形图 正是鬼眼魔术 当年在长春谷中传给影制瓶的 是魂树上血红色鬼眼 转向影制瓶伸开的地图 看了好一会 直到影制瓶快不耐烦的时候 才说道 我的传承记忆里 没有此地的印象 恐怕帮不了你 但这套地形 似乎很像某种古老的传送阵 影制瓶心中一喜 却面不改色道 传送阵 可有打开之法 这是一种借助雷电能量的天然传送阵 相传这一脉是最古老的修行者 观天地自然成道 也借助山川大地之士 攻伐杀敌 传送也是其中一类小道 我是在问你 传送阵打开的办法 不是让你解释 这是什么传送阵 是魂树稚嫩的声音 丹巴巴回答道 传承记忆 除了自己一脉的攻法 其余一些知识 只是剑文 并无使用炼制之法 影制瓶思虑片刻后 再度问道 那你记忆传承里 这些阵法师 是如何杀法敌人的 自然是打开此阵的开关 只要改动阵法里某一角阵势 其余相连的是 自然就会起连续反应 直到威力斩先涂射 你说说 这雷阵 如何才能知道开关 雷法传送阵 自然要打雷 才能收集能量 启动传送阵 你可以想想 怎么让阵法中的雷霆全部唤醒 影制瓶听到这 心中一动 自己直接在鼓中 安插众多导电的铁棍 那不就相当于 全面开启传送阵了吗 可这并不现实 铁棍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就要被雷电劈的融化成铁水 失去了引雷的作用 影制瓶站起身来 围着氏魂树来回走动 吓得氏魂树上的鬼眼 也跟着影制瓶的身影移动 就在这时 小龙女在一旁说道 影道长 看刚刚你送进谷中的箱子 好像越往中心 越容易触发雷击 何不在这里想想办法 影制瓶听闻 看了看散发着 荧光的氏魂树和星辰剑 灵光一现 有了主意 随即将木箱缓慢 移出中心十五丈 翻转箱子 以箱子的圆门 对准死亡谷中心 随后影制瓶打开圆木门 刺目的阳光 顿时照射进来 影制瓶对着小龙女说道 龙姑娘说得对 这是一个好办法 咱们验证一下 说完 招手捏住飞来的星辰剑 影制瓶手中清光大圣 猛地往外移至 星辰剑化作一道黑色的光芒 飞向死亡谷中心 煞世间 无数红色雷电 顺着星辰剑飞过的路线 轮番轰炸 等星辰剑落入死亡谷中心时 就像滚烫的油锅里 落入一碗水 整个天地瞬间布满红色的雷霆 全都轰向中心处的星辰剑 星辰剑被无尽的雷电淹没 炙热刺目的红色雷霆光芒 让人不敢直视 雷霆的轰鸣令 更人双耳一时失聪 眼看半空中的雷霆呼闪 有一些小股雷电 好像注意到了木箱中的活物 要蔓延进木箱中 尹志平立即关闭木门 可就在这时 尹志平身后 响起红音的惨叫声 却见是魂书化作无数根须 形成一个牢笼 罩住了小狐狸 小龙女正拔剑欲斩 红音的惨叫声再度响起 紧接着一道稚嫩的精神波动 从根须内部一双鬼眼中传出 再动一下 她就死 小龙女立即停下攻击 尹志平冷声道 她死了 你也要死 试魂束包囊住红音 立身于荧光之中 冷冷一笑 我观察了你很久 你最在乎的就是这个狐狸 我不相信你敢于死网破 有本事 你动一下试试 说完 红音的惨叫声再度传出 尹志平在黑暗中的脸色难看至极 你想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 你难道不知道吗 想想你是如何带我的 又是如何带这只狐狸的 我只想离开你 在你身边 我永远只能是这种半死不活的样子 尹志平一脸不信 说道 你是一个魔物 居然讲感情 你以为我会信 人是人他妈生的 我难道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吗 你心有偏失 对万事万物 都是从私心出发 只因我是魔物 便百般折磨我 枉为修道者 第154章 小龙女生仙 尹志平听到试魂束的巧言令色 呵斥道 住嘴 魔就是魔 魔性难改 若你没有包藏窝心 为什么苏醒灵之后 不坦诚相见 而是暗中观察我 说吧 你要如何才能放了红鹰 试魂束不再辩解 只要你打开木门 等我出去 便将这狐狸还给你 尹志平想了想 认真说道 你最好按你说的做 不然 今天你必死 说着 重新打开原木门 推到小龙女身边 试魂束见状 斜着小狐狸红鹰 下方无数细小的树根摆动 慢慢走向木门 此时 木门外 无数雷电凭空声出 交织在一起 从高空中落下 如同一个旋转的雷电风暴 在星辰剑上方 化为一道炙热的雷江 不停地攻击中心处的星辰剑 星辰剑在巨大的雷江 河流的攻击下 依然耸立 下方的砂石表层 都已化作流动的熔岩 有黑的剑身 在炙热的雷电下 化为透明状 里面闪耀着点点刺目的星芒 竟眼不下于雷电的炙热红光 但最为不可思议的却是 那无数雷霆汇聚的中心 似乎有一种力量在牵扯 从雷暴中心的雷江里 引导出无数线状雷霆能量 按着某种路线 再快速交汇流动 尹志平这时总算知道 原来 这山谷内的磁力 才是引导阵法 启动的关键因素 可此时 并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那是魂术 似乎也觉察到了远方的变化 并未出木门 尹志平呵斥道 还不放了红鹰 赶紧走 是魂术伸出几缕黑色树根 来到木门外 发现毫发无损 也无雷电劈来 似乎此刻山谷内 所有的雷电能量 全部聚集到一起 不再伤人 那是魂术 当即整个身子都跳出木箱外 同时将小狐狸红鹰 扔进木箱内 尹志平双手接过抛来的 冒着寒气的红鹰 一看之下 心头一沉 只见小狐狸身上冒着寒气 半个身子内 都镶嵌着细小的士魂术根须 内脏里也有 很难清除 幸好这些根须 还处在萌芽状态 不过就算这样 小狐狸红鹰 已经可以说活不成了 尹志平心中压抑的愤怒 火焰滔天 但还有办法 还有办法 还有救活的可能 察觉到小龙女 要出去追杀士魂术 尹志平开口阻止到别处去 你不是他的对手 在这里放我照看一下红鹰吧 说完 从怀中掏出最后的底牌 他化天珠 伸手覆盖到满是寒气的 小狐狸身上 尹志平强大的精神力 瞬间渗透进小狐狸体内 察觉到这些视魂树根 已经开始生长蠕动 尹志平不敢再耽搁 精神力瞬间同时 抓住诸多细小的树根 往外猛的一扯 红鹰身上皮毛进退 露出矮矮白骨 身体里面全是快要干涸的血肉 还有已经被树根啃食一半的内脏 小龙女露出不忍之色 想要劝慰尹志平一句 却见尹志平从怀中 拿出一颗灰白色的珠子 按进小狐狸 已经没有干硬的肠道内 尹志平做完之后 立即起身 帮我照看一下红鹰 无论发生什么 不要动它便可 说着 尹志平挥手坟进地上 蠕动的树根 飞升出了木箱 向死亡谷中心奔去 而此时 死亡谷中心处的阵法 已经成形 无数刺目的雷电力量 顺着阵法轨迹 已经不再披打星辰剑 而是全被星辰剑上方 凝结成形的阵法吞噬 化作方圆一丈大小的赤红色圆台 随着雷浆从圆台中心落下 圆台越来越亮 上面纹路密布 红玉圆台一般 此时 试魂树重新回到小树状态 树根撑在圆台上 停留在圆台上方一侧 似乎在避免被阵法中心 也就是圆台中心处 下落的炙热雷浆碰触到 尹志平飞升而起 单手伸向试魂树 一道青色的真气手掌飞出 闪电般抓向试魂树 试魂树下的根须 围着圆盘中央的雷浆柱子 飞快游走闪躲 避开抓来的青色大手 尹志平建议时 竟拿不下它 当即闪身飞上红色的能量圆盘 上面复杂曲折的纹路 只是随便看一眼 脑海立即传来血运感 尹志平不敢再看 直接伸手抓向试魂树 这一招出看慢吞吞 却让试魂树根本躲避不开 精神领域压制下 试魂树只能硬扛 当即射出数条黑色树根 当即被尹志平抓得粉碎 大手压下一把抓住试魂树 手中的炙热涌起 直接要将试魂树化作飞灰 试魂树的鬼眼瞪元 满是疯狂仇恨地盯着尹志平 在快要焚烧殆尽时 只见树根部位 瞬间射出一条树根 突破尹志平的精神领域屏障 插进阵法中央的雷电僵液之中 尹志平发现时 已然来不及 雷电蔓延的速度何等了得 手掌瞬间被试魂树传来的雷浆引动 直接叹化 剩余的雷浆继续往通过叹化的手掌 要向手臂蔓延 尹志平浑身麻木 已经控制不了身体后退 也就在这时 一道白色沙裙的身影撞上来 将尹志平撞飞出去 脱离了雷浆的侵蚀 尹志平被撞飞在空中 回头看时 只看到一个白色的身影 横沉在红色的能量圆台上 不知生死 试魂树已经在雷浆下化作飞灰 而刚刚试魂树的那一举动 似乎触发了什么 一丈方圆的红色能量圆台 如同有了生命 微微塌陷 然后猛地一个深吞 上空巨大的雷暴刹那间 被吞得一干二净 这时 红色的镇法圆台上 突然冒起点点微光 紧接着是冲天的红光植入云霄 尹志平想要起身 可浑身麻痹 精神力被雷电侵蚀 早就头疼欲裂 强忍着疼痛 带着身体飞向死亡谷中心时 那里的光芒已经消散一空 连带着小龙女的身影 也不见踪迹 尹志平望向天空 云层被刚刚纳到光芒 冲出一个大洞 这时 李青山来到尹志平身边 扶起地上的尹志平 同样看向天空那个圆形大洞 嘴里喃喃道 龙姑娘 这是飞声成仙了 但脚下的鞋子 呲呲地冒着火光 又怕天上可能再出现雷霆 让李青山不敢多想 连忙背起不能动弹的尹志平 想要先脱离这个是非之地 走了两步 脚下的千层鞋 已经快要被地热烧穿 看到地上插着师尊的配件 看见身上并无热气 随手拿起想要带走 却不想 呲的一声 手掌上的肉瞬间被烫熟了一半 李青山闷哼一声 强忍着痛苦 不再管星辰剑 飞速来到木箱内 里面的白猿已经赶出来迎接 但一眼惊涩 指着木箱内的小狐狸 哇哇一通喊叫 第155章 休养 李青山大致能听懂白猿的意思 但也顾不得小狐狸的问题 斜着尹志平飞跃进木箱 不等检查自己受伤的右手 左手松开尹志平后 便盘膝而坐 使出全身真气 为尹志平疗伤 白猿也见到了尹志平的惨状 一只烧成黑炭的手 随着刚刚的晃动 黑色的灰渣不断掉落 眼见手掌已经快掉霉了 随着李青山的不断输送真气 尹志平全身很快恢复了一些知觉 丹田内的15滴真元 早在抵抗雷江侵蚀时 消耗一空 现在靠着李青山的真气 尹志平迅速运转大周天 快速回气 片刻后 尹志平睁开双眼 缓缓说道 青山 停下吧 你需要尽快疗伤 李青山手掌属于外伤 虽然握住星辰剑的那一瞬间 立马松开了 但剑柄上的炙热 已伤到手掌骨骼 需要生机活骨的保药才能治疗 白猿拿出自已珍藏的两个盘桃 给李青山还有尹志平 尹志平将给自己的盘桃 推给了李青山 尽快吃下 稳住伤势 李青山同样将自己的盘桃 推给尹志平 说道 还是师尊吃吧 我只是伤了一只手 回去好生不痒 应该可以痊愈 尹志平斥责道 我这伤势吃再多盘桃 也长不出手来 快点拿着吃了 可是 别可是了 为师的话都不听了吗 李青山见尹志平态度强硬 只能点点头 接下尹志平的盘桃白猿 分完盘桃 尹志平再次说道 白猿 此地虽已没有雷霆之威 但也不是九流之地 你用绳子拉着木箱 推到山谷边缘 再打来一头猎物 为我们补充食物 白猿重重点头 见尹志平转身去看小狐狸伤势 顺速出了木屋 往山谷外围的山下 缓步飞奔 去拿绳子 飞奔途中 死亡谷中果然没有了那种 大难临头的危机感 白猿随即加快步伐 快速来到山脚下去声 而木箱内 尹志平强忍着脑海中的刺痛 来到红鹰身边 但此时的红鹰 躺在木板上 已经成了一个灰扑扑的肉球 这是他化天珠 在修复宿主的肉身 尹志平在细细聆听 肩肉球内心跳平稳 便放下心来 盘坐在地 全身的麻痹退去 开始迅速感觉到 肩膀上钻心的疼痛 尹志平撩起手臂上破烂的衣袖 只见从叹化的手腕处 一直到肩膀上 已经没了知觉 皮肤遍布雷纹 皮开肉绽 一点血迹都没有 精神力渗入手臂 果然 血肉坏死 经脉不存 胳膊彻底废了 胳膊上的肌肉组织 已经全部坏死 没有了复原的可能 随后 连点胸口处的几处大穴 指住血液往涌入肩膀 举起手掌一盏 胳膊硬生掉落 伤口处的粘稠污血流出 旁边的李青山听到动静 连忙跑来 拿出上好的生机粉 世尊 你 尹志平快速说道 为师无碍 以后自有办法 这样 你留着自已用 说完 再也坚持不住 尼王公精神的刺痛 加上胳膊的断裂 让尹志平沉沉睡去 不知过了多久 尹志平朦朦胧胧中 似乎感觉到红英的呼唤声 手指动了动 接着全身都有了知觉 肩膀处仍然是火辣辣的疼痛 又透着阵阵清凉 尹志平缓缓睁开生死的双眼 只见毫发无伤的红英 正站在自己身边 低声吼叫 红英见到尹志平醒来 摇着尾巴 开心的音音鸣叫 尹志平也微微一笑 这时 箱子外钻来两个身影 正是白元和李青山 李青山此时 手掌包着厚厚的白布 白元拿着一个烤好的羊腿进来 见到尹志平醒来 军事大喜 尹志平揉了揉隐隐作痛的脑袋 坐起 靠在木箱墙上 问道 我睡了几天 李青山恭声道 师尊 您睡了足足十天 说着 拿出身后的水袋递给尹志平 尹志平挤大口下去 喝了一半 白元又抵来烤熟的羊腿 尹志平活动活动 僵硬的手腕 对白元点了点头谢过 结果羊腿 开始快速大口撕药 一人两兽都静静等待 吃完羊腿后 尹志平有了些精神 李青山问道 师尊 我们现在要回去吗 尹志平有些默然 这次探险可谓损失惨重 若不是小龙女 及时将自己撞开 自己恐怕要不纳是浑术的后尘 跟着一起化为飞灰 想到小龙女 她心中一沉 小龙女只是撞了自己一下 但那恐怖的雷电 肯定已经蔓延到她身上 以她的真气 恐怕难以抵挡 也不知是死是生 而且 她又被传送到了哪里 沉默了一会 尹志平说道 喂 我们需要休养 外面山谷中怎么样了 李青山说道 雷电基本消散 师尊的宝剑还插在山谷中央 每天都有三道雷霆 打在剑身上 尹志平微微汗手 这是个好消息 我们有了退路 这里每天都在汇聚雷霆之力 等个数十年 或许我们也可以跟龙姑娘一样 离开这里 李青山垂头不语 似乎这次探险 对其又是一次重大打击 尹志平勉励道 长生本就是一件逆天改命的事 一点点风霜罢了 以后的路还很长 还有很多风景等着我们 李青山已快到百岁高陵 早已没了雄心 也看不到前路 若不是师尊在前 他都不敢相信人可以长生 这次再跟师尊出来 也是生命的流逝 让其恐惧 想要寻找些方法 但这次的凶险 完全不亚于上次的 湘南葫芦山之行 想到师尊每次都顶在前方 手臂都没了 仍然可以淡然若是 不禁也升起坚韧之心 是 师尊 弟子明白了 尹志平笑着说道 你们简单地收拾一下行李 我精神力还未恢复 恐怕无法带你们飞行 不重要的东西可以先放这里 我们先去盘桃山谷里 好好吃上一顿 文言 一人两兽都开心不已 随后尹志平跨过木箱的 原门来到外面 打眼一望 山谷中心处还插着星辰剑 尹志平取过一捆绳索 来到星辰剑步远处 单手用力抛出绳子 套住剑柄 将星辰剑拉了回来 摸着剑身 仍然微微烫手 尹志平将其用不包住 背在身后 对着身侧的小狐狸说道 一会到盘桃山谷内 先给你疗伤 小狐狸的记忆 还停留在自己被是浑树 抓住吸食血肉的那一刻 并不知道自己体内的珠子 所以一脸疑惑地看着尹志平 第156章 静待 面对小狐狸红鹰的疑惑 尹志平微微一笑 也没解释 等李青山还有白人收拾好行李 几人随后退出死亡谷 尹志平回头相望 死亡谷内 除了呜呜吹过的寒风 一片死寂 我还会回来的 接着 众人翻过一座座雪山高峰 往盘桃之地赶去 李青山受伤的手掌 包着厚厚的麻布 但丝毫不影响其奔走的速度 尹志平胳膊断掉 速度同样不慢 带着红鹰 仍然是队伍中速度最快的 白猿虽微易瘦 扇攀爬跳跃 反而没有两人速度快 一路上 风雪雷雨不断 一行人走走停停 将近半个月 才来到盘桃所处的 那个火山口下方的峡谷内 此地有一座山洞 是早就建好的 里面家是齐全 俩人再次休息 这些日子 由白猿去爬上高崇入云的雪山 去山顶火山口内采摘盘桃 宫里青山和尹志平恢复元气 不过小狐狸肚子内的 他画天珠 不可怠慢 这珠子 莱莉似乎有些吓人 尹志平可不想再生出事端 随后摸到小狐狸的肚子 在红鹰疑惑的注视下 尹志平真气微土 化作剑锋 割开红鹰的皮肉 伸手快速从其腹内 抓出一颗银灰色的珠子 又迅速给小狐狸缝上伤口 原本惊恶的红鹰 见此也愣了一下 知晓尹志平不是要害自已 所以没有生气 伤口的疼痛 很快被尹志平敷上一层 酥酥麻麻的草药止住 尹志平单手拿起地上带血的珠子 凹凸不平的珠子表面 还有很多肉芽在蠕动 见李青山一脸惊讶 尹志平说道 还记得当年为师 让你们在长春谷的书房内 查探水槽中的义务吗 记得 师尊 难道当年 师尊您从腹中挖出的珠子 也是这个 尹志平轻轻汗手 不错 就是这个 但你应该知道 当年水槽内生出一个什么 那并不是虚假的 而是另一个我 说吧 又看了看红鹰 以红鹰的伤势 恐怕早已死去 但这颗珠子 将其附生到死亡的前一刻 所以此珠诡异无比 李青山想起当年大师兄说的 水槽内的景象 又看看小狐狸红鹰 不禁后背发凉 小狐狸则一脸不明所以 抱着盘桃 大口继续大口啃咬 补充元气 之后 尹志平将珠子上的血迹 和如冻的肉牙震碎 又放置在炙热的蒸汽中 烘烤一天 放凉之后 埋在自己断臂之下的伤口处 一个月后 尹志平的胳膊已经重新长出 照本宣科 取出血肉下的他化天珠 此时 尹志平的精神力 在每日山中珍惜宝药的滋养下 也已恢复 李青山的手掌血迦掉落 长出心肉 且在山中整日服用盘桃宝药 满头的白发 竟然生出了屡屡黑发 让其大喜不已 甚至生出 要一直留在此地的想法 尹志平劝道 青山 受有定数 这些外物 只能补足十数年寿命 后面就再无效果 就这样 李青山仍然不时回头 尹志平摇头笑道 等回谷后 诸事交代好 我们便都来此居住吧 李青山大喜过望 拱手道 是 师尊 随后 在尹志平的带领下 一行人回到长春谷中 可此时 刚从长春谷离去的郭九妹 和郭浩的状况 可谓是凄惨至极 当初奉施命 前去西域诛杀白笋盗人的徒弟 没想到刚杀数个 便被武当派掌门张三丰 追杀的白笋盗人抓住 之后 由于张三丰的紧追不舍 白笋盗人只是一人给了一掌 便急匆匆离去师兄妹二人急忙逃走 顶着 每日一发作的寒毒 历经磨难 回到长春谷中 想要求师尊搭救 却不想 陆达拿出师尊的刘信 俩人巨都心丧弱死 再也顶不住 寒毒已经深入骨髓 随后 俩人去了重阳宫求救 在众多绝顶高手的镇压下 也只是将寒毒延期了几个月 俩人巨都绝望 随后听重阳宫高手说 白笋盗人的对头张三丰 其一身武功 治刚治阳 曾经救过身中寒毒的江湖民宿 俩人喜忧参半 在西域时 他们就知道 张三丰在追杀白笋盗人 也不知道现在回没回来 但他俩人的寒毒 根本拖不到再去西域 只能回了长春谷 拿出谷中的信武 往武当山求救 希望张三丰能早日回来 尹志平等人一回到山谷 刘达便将这些事情一一诉说 谷主 要不要属下派人通知两人回来 尹志平摆了白手 平道这次云游 受了些伤 需要闭关修炼 我一会写一封信 你将其送至武当派 他们自会解救两人 李青山在一旁听得暗暗泽舌 幸亏当初自己跟随大师兄学习 比较老成稳重 不然 当初自己恐怕也要受一番磨练 之后 李青山将其谷中事物一一交接 尹志平也大致收拾收拾行李 没想到 红阴和白元 居然将神雕剑种的御风王带了回来 这样也好 以后不缺蜂蜜吃了 随后 尹志平和李青山 将云游隐居的地点告诉刘达 让齐飞发生重大事情 不可将消息透露出去 若是张三丰来找 可基于隐居地点 就这样 尹志平和李青山 以及白元小狐狸 再度返回盘桃峡谷 休养生息 每隔一月 尹志平就去死亡谷一趟 用星辰剑测试半年 得出死亡谷内的雷电 要想达到当初的雷电能量 恐怕需要六十年才能挤满 自己可以等 也不知道小狐狸和白元 以及李青山能不能等 只期望盘桃内 仅剩的四颗异果盘桃 尽快成熟 时光匆匆 山中不知寒暑 一晃十五年过去 这一日 峡谷中来了一位 白发苍苍的老人 第157章 大军压境 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于崇山峻岭间 剑步如飞 一步之下 仍已去了三丈远 脸部红气不喘 气息悠长 可见是位内宫身后的 武林绝顶高手 此人正是长春谷 护卫统领陆达 当年尹志平 将隐居地点交给他 吩咐非大事发生 不可打扰 尹志平的精神力 随着上次的死亡骨之行 恢复之后又有所增长 远远就发现有人靠近 见陆达白发苍苍 心中感慨 如今自已六十有七 在世人眼中 自已是127岁的活神仙 乌发披肩 容貌不曾衰老 若是现身江湖 必然引起轩然大波 想起弟子李青山 白发转黑 尹志平心中静静思量 前年 火山口内剩余四颗神异盘桃 其中原本半熟的已经红透 一箱阵阵 另外两颗 也已见起红润之色 两颗熟透的 一颗给了徒弟李青山 他已经快要到寿终之时 服用完盘桃 白发进退 黑发滋生 起码平天四十年寿命 另外一颗 因为当初 他们将自己的让给了小龙女一颗 这一颗便由白猿和小狐狸红鹰平分 各自都有增兽 四量片刻 尹志平便传鹰 让其继续修炼 不必来此 省得让路达见了 平生事端 不一会 远处山腰上奔行的路达 根据地图上的指引 已经看到 一座高耸入云 直插天际的巨大山峰下 有缕缕青烟 从深深的峡谷内冒出 路达心想 谷主应该就在此处 正准备运弓飞去 耳边立即响起一道熟悉的传音 路达 你所来何事 路达神色微精 对着远处的峡谷摇摇失礼 谷主 长春谷出大事了 人已来到峡谷内 只见古树绿莹间 一座两镜的简易墓房 立于陡峭的山壁之下 乌设前方 是一条清澈见底的山泉小溪 溪水上有一宽大四方石亭 微风吹动石亭周围的白色帘布 依稀能看到影制屏 以及一圆一壶的身影 路达急忙上前 见谷主屏躺在一个摇椅上 轻微晃荡 一旁的石桌上摆着瓜果甜点 猛一看 不似个修道高人 倒像个富家公子哥 再看容貌 仍如当年 丝毫未变 不禁暗暗心惊 但路达也是见过世面的 立即压下惊讶 面不改色 单膝拜见 谷主 属下有要紧之事 不得已 前来汇报 影制屏也未起身 淡淡道 坐吧 有何要紧之事 白元去长春古时 也是路达接待的 此时多年未见 欣喜之情 异于言表 当即走上前 请路达落座 拿些水果放其面前 请路达享用 路达连忙谢过白元 又和小狐狸红英 迅速打过招呼 连忙汇报道 谷主 大事不妙 当今陛下率二百万禁军 说是要巡视天下 但目标直指我长春古 目前大军 驻扎在襄阳城外 陛下送了拜帖 说想见谷主 影制屏终于坐起身来 小狐狸也从影制屏怀中跳出 落到石桌上 抓起一粒通红的山枣吃 坐起的影制屏 脸色微微有些疑惑 宋太祖赵匡应 虽然是黄袍加身当上皇帝 并不是指灵冲纳时 禁军就有八十万 指的是大宋禁军最巅峰时期的人数 根据正式记载 人宗时期最多有八十二万六千人 两百万 这人吃马嚼 一天要花费多少粮草 所以影制屏才会很是惊讶 皇帝是谁 二百万禁军 怎么这么多 路达回道 先皇赵旗 征战天南地北 禁军是天下首屈一指的强兵 后来皇长孙赵下继任皇位 定下休养生息的国策 霸兵归田 但皇帝 照下应怕皇权旁落 便为削减禁军 影制屏轻轻汗手 目前古中是何情况 回谷主 目前全真教众多高修权度来到谷内助权 借着山形帝势 本不怕这么多大军 但禁军中有一营 名叫鸟枪营 全都是由二三流轻弓高手组成 众多士兵手持鸟枪打出钢弹 任武林决顶高手 也要亡命而逃 影制屏文言一正 鸟枪 是的 谷主 此物厉害非常 江湖中的唐门暗器由此开始没落 鸟枪原先并不叫鸟枪 而是叫竹杆火枪 是由高宗皇帝时期 名叫陈规的守将发明的 由竹杆田庄火药 点燃后喷射火焰烧人 后来又加入铅弹 远距离伤人 直到谷主的蒸汽机出现 由铁链钢 被工部匠人偶然研发 做出火冲 田庄火药钢珠 于钢管内射杀敌人 在几十年前 已经归于军用 又历经十来年 火冲操作太过麻烦 于战场作用并不大 被先皇召齐 连杀三任军期间的大臣 一任工部上书 最终研发出 可以单手点火发射的鸟枪 钢管细小很多 杀伤力更为惊人 飞鸟在灵 皆可射落 所以改名鸟枪 尹志平早就知晓 因为自己的影响 热武器必然会加快一个时代 所以 自己并没有给南宋提供黑火药的配方 但他哪能想到 战争就是武器的催化剂 既然有了基础 热武器必然会很快登陆历史舞台 不过 这些鸟枪暂时还威胁不到自己 随后问道 皇帝赵下 兴师动众 寻平道何事 陆达犹豫了一下 说道 陛下并未说明目的 但江湖传言 皇帝赵下年岁已高 近些年 在普天之下 疯狂地搜罗各种奇物 又寻了很多倒是佛徒炼丹制药 似乎想要严寿 尹志平感慨一句 严寿 难 难 难 随后 嘴角扯出一丝笑意 问道 这些朝廷的军械机密 你是如何知晓的 陆达脸色一变 立即跪下 谷主 属下与朝廷郑国司 绝无任何联系 这是前些年 郑国司借着遵循古法的由头 将一些朝廷信息送至谷中 属下见其并未提任何要求 谷主宁又在闭关 便收了下来 尹志平淡淡一笑 微微虚浮 一种无形的力量 让陆达直起身子 没有说你的意思 你做得很好 看来这皇帝照下早些年 就开始试探频道了 也罢 本不想与其一般见识 既然不识抬举 那就挥挥去了 第158章 降临长春谷 尹志平如今隐居 盘桃旁边的峡谷内 只想清静度日 积攒真元 等待昆仑山死亡谷 收集满雷电能量 自已也正好有了足够的实力 去往下一个世界 没想到 树域进而风不止 只要你身在红尘 总有人惦记着你 想要将你的东西夺过来 收尾以用尹志平也躲不掉 自古以来 人就被分为三六九等 一个村民来到京城里 那必然是要低上一等 等级的划分 让人不自觉地 拿低层次的人不当人看 就如某些领导 不会把你当人看 只是一个辅助他的工具 或者朝廷的当权者 也只不过把你当作 一个予取予求的家储 既不饿死你 也不让你吃饱 没事了 在你身上搁点肉吃 文明的差距 也会让人类分为两个物种 前世西方大航海 发现新大陆后 从来没将当地的土著 当作同类看待 农场主也从来不会 把黑奴当作同类 这仅仅是文明和等级的差距 若是生命层次的差距呢 小说中 修仙者视人类为蝼蚁 不过是一个个万魂翻的养料罢了 依照进化论来说 人是由鱼和园进化而来的 正如修仙者是通过不断的修炼 生命层次发生巨变 成为更高一层的生命体 人类从来不会把鱼和园当作同类 有些心善的人类 最多只会高呼 杀生不虐生 吃了糖醋鲤鱼 一样大呼 真香 尹志平不禁想起自已 自已若是修仙有成 会把人类当作同类看吗 时间可以消融一切共情 但尹志平希望自已能记住 自已是由人类演化而来 这是一切的起点 尹志平沉思结束 见陆达公立于一旁 便说道 无需浪费时间 速去速回 我们这边走吧 说完 出了石亭 挥手凝结出一个青色真气罩 陆达和白元 以及小狐狸立马跟上 几人冲天起 陆达来时急急忙忙 不敢停歇 花费了将近一周的时间 才来到尹志平这里 也不知道长春古如今怎么样了 心中很是着急 却不想跟随谷主 直入云空 看到脚下 白云万里 身后大日于 翻腾的云海中沉浮 又摸了摸身旁青色屏障上的寒冰 心中不禁声出 此生足以的感慨 两个时辰后 几人穿过层层云雾 再往下看时 已经能看到 下方一大圈被围起来的群山万鹤 那里正是菩斯取舌养殖基地 等再细看 养殖场的巨大围墙 已经落在身后 前方长春古已近在眼前 只见山谷内 人头耸动 大多都是带着道经的道士 也有很多江湖人士 山谷外惊奇密布 一百多口直径 足有一米粗的有黑大炮 隐藏在山谷外村镇的树林中 从村镇延伸到长春古 排满了手持鸟枪的士兵 再往外 森林中黑鸭鸭一片 寂静无声 是身穿黑甲的禁军大部队 尹志平看得不禁眉头一皱 如今是魂数已死 若是耗费多年积攒的真元杀人 实在是得不偿失 思来想去 心中突生一击 随即降低速度 随着精神力射入上方阴云密布的天空 灰色乌云像是 被人扒开一道缝隙 露出一束金黄色的霞光 照射在半空中尹志平等人身上 这道天上突然降下的金光 吸引了下方无数人的目光 全都仰头观望 只见金光下 远处的高空中立着几个人影 一人在前 几个身影立于人影后方 平须欲空 在金色的光辖照耀下 如同仙神灵凡一般 庄重肃穆 威严无尽 随着天空中的人影 缓缓靠近山谷 高天上的云雾连番滚动 那道金光如同有了生命一般 随着人影的靠近 金光也一点点挪动 始终照射在那些仙神身上 待半空中的仙神靠近 有些内功身后 或眼力见长的武者将军 已能看清半空中的仙神是何人 眼神痴迷 口中不自觉地惊呼道 那是清禾庙道 广化虫叫大真人 那是清禾真人 什么 是国师 是国师 是国师大真人 清禾真人影之平 对于南宋百姓来讲 可以说 是位在世的活神仙 不仅攻参造化 而且既是救难 仅凭一言 便让蒙古达子归还半壁江山 后来更是一间灭一城 一人灭一国 更重要的是其免除农税之举 至今朝廷仍然不敢更改 这让天下百姓感恩戴德 每年都会给清禾真人上乡供奉 感谢影之平的恩德 山谷下的道士 将军 士兵 以及武林人士 都是听着影之平的传说长大的 其画像早已流传全国各地 甚至海外藩国 没有不知晓 清禾真人长什么样的 此时 见到传说中的清禾真人灵凡 上天为其降下金色祥光 全都神色激动 满是崇拜之情 在重阳公义老道的带头跪拜下 无数道士 江湖人士 也都纷纷跪拜 情绪传染 诸多将领士兵也顺着一起跪拜 林甲生遍布 一传十 十传百 两百万进军全都知晓了 天空那道金光下的身影是谁 往山谷外看去 无数士兵满脸震惊和崇拜 成片的跪倒下去 这般场景 直接破了皇帝照下 积攒的肃杀之气 影之平身披金色霞光 飞到长春谷中央一处广场上 在众人的跪拜下 缓缓落下 落到广场上 唯一一个站着公身行礼的白发老者面前 这满头西疏白发 皱纹密布 老眼昏黄 一副行将旧墓的样子 正是当今皇帝照下 此时 他早已从身后的软榻上站起 颤颤巍巍的半躬着身子 见到身前落下一双 穿着十方鞋的双脚 不禁缓缓直起身子 看向身前之人 昏黄的老眼看人 已经模糊不清 但此时瞳孔皱缩 在金色的霞光照耀下 竟然一下能看清了 看到二十多年前 那个分毫未变的面容 不禁老眼含泪 当年临安皇城匆匆一面 没想到数十年后 他依然如故 这世上真有神仙 真有神仙啊 皇帝照下只觉得 十多年枉费心力 苦苦寻仙 却不想 神仙就在自己身边心中 百感交集 一声长啼 口中嘶喊道 尹师父 朕寻您寻的好苦啊 第159章 以天开端 皇帝照下百感交集 这种静在眼前的神迹 让其老泪纵横 身子随着私生利吼 变得不断抖动 身后 跟随事后的小太监 不得不起身过来搀扶 准备宣太医 在尹志平眼神深处 一抹隐晦的光芒下 皇帝照下 没能等到小太监 喊出宣太医几个字 便像是一口气没喘上来 直愣愣歪倒在两个 搀扶的小太监怀里 没了呼吸 吓得两个小太监 顿时六神无主 慌乱不堪 皇帝照下突然暴毙 自然是尹志平暗中做的手脚 狮子薄兔 易用权力 更何况 一个将死的皇帝 为了生命 他能做出任何疯狂的事情 所以 尹志平直接用精神力 使其心脏骤停 血液无法顺着心血管流动 顷刻间便昏死过去 剑小太监喊出宣愈医 尹志平站立不动 强大气场边压的周围 所有人心中一沉 似乎有种天塌下来的感觉 尹志平速声道 你们起来吧 带屏道看看 声音传遍山谷内外 周围人顿感浑身一清 君起身站立 不敢言语 尹志平轻轻挥手 皇帝照下便从小太监怀中飘起 落到身后的软榻上 伸手虚搭 脱手而出一个灵动的青色透明手掌 手指轻轻搭在软榻上的皇帝手腕上 过了好一会 尹志平察觉 皇帝照下身体内的血液 已经有固化的现象 便脸色一洗 站立在高天照射下的霞光之中 尹志平浑身金光璀璨 如同神佛之流 高鹤道 陛下得大喜约 大复原 龙玉冰天 可喜可贺 那些跟随来的武将 就算心中有疑问 但也不敢当面顶撞 此时身微正龙的国师大人 至于周围的道士和武林人士 更没有什么意义 所有人渐渐开始欢呼 恭送皇帝陛下 离开人间 生入仙界 尹志平随后在身后一群 白发苍苍的群道簇拥下 来到不老殿 落座之后 众多全真教群道站出一位 精神抖擞 鹤发童年的老者 躬身拜道 全真教第十七任长教 苗道一 拜见祖师 尹志平微微汗手 问道 教内一切安好否 回祖师 我等谨遵祖师教会 不设政 就苦难 结善员 未曾辜负历代祖师的期望 如今仍然是天下第一大派 尹志平微微一笑 嗯 不错 我们本就从百姓中来 自当为百姓谋福祉 池水不忘打井人 当广就识人于水火 我道 才能日益兴隆 苗道一连连称事 尹志平间殿内并无郭九妹 和郭浩两人 便问道 郭九妹与郭浩两人 如今何在 苗道一顿了顿 并报道 郭浩已成为襄阳郭府的国公 郭九妹当年在武当山疗伤 与武当派二弟子玉莲州相恋 如今已成婚生子 现在二人正倾武当派掌门三封真人 前来长春谷 尹志平心中知晓 这两位弟子是俗家弟子 总要离开的 所以也没多感慨 两人能念授业之恩 在长春谷生死存亡之际 竭力相助 已经很是不错 见此 尹志平知道该回去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凡尘俗事和他的距离 早已越来越远 当即问道 可有疑惑 没有的话 平道也是该离去了 活神仙十几年才现实一次 这种好机会 怎能错过 苗道一立即攻身问道 师祖 敢问这世上可有仙 尹志平看着老太 净显的全真教掌教 知晓他心中所想 看了看头顶的屋檐 似乎能看到仙界一般 缓缓说道 有 这个世界就有 不过可惜 他们已行将旧目 殿内众多高修面面相去 心中的疑惑 似乎更加多了 苗道一不再弯弯绕绕 直接问出心中最想问的 请述徒孙冒犯 师祖可有成仙之法 尹志平眼神微动 沉默片刻 最终说道 有 但火无柴不能燃 修仙功法 也需要先灵之气 才可修成 此方世界早已断绝 回答完后 情分已尽 尹志平准备动身回去 这时 外面却走来一个中年道士 对着苗道一而语几句 苗道一满脸纠结 似乎很是为难 尹志平起身准备离去 见此问道 有何是吞吞吐吐的 直说便是 苗道一脸为难道 师祖 峨眉派 武当派 丐帮 空同等门人 得知古内遭遇大变 所以都派人前来相助 如今在外面想要求建祖师 尹志平起道 峨眉派和武当派 以及丐帮来帮忙说得过去 空同派怎么来了 苗道一解释道 师祖 空同派掌门 与全真教上代掌教相交莫逆 所以才来相助 峨眉派和武当派 是谁来了 回祖师 由武当七侠中排名第四的 张松熙张少侠 以及峨眉派的大弟子女尼靖璇 尹志平想起自己的蝴蝶效应 不知当今的武林 和倚天中的剧情一不一样 不由地问道 武当七侠里的张翠山 如今何在 张少侠 自两年前被名叫的 金毛世王谢迅所情 如今不知去向 尹志平听罢 心中暗道 看来历史浩浩荡荡 大势不可改 倚天的主角 恐怕已经出生了 他们为了争夺什么东西 回师祖 是的 他们争夺的 据说是一部失传已久的 绝世神宫 炼成可问鼎天下第一 哦 那绝世神宫叫什么名字 那绝世神宫 是师祖那个时代 最炙手可热 有天下五道总纲之称的 九阴真经 尹志平摇头一笑 这恐怕是黄荣或者郭湘 给后辈弟子埋下的坑 当下不再多问 说道 拜见就不必了 你接待一下便是 平道去也 身后的白猿和狐狸 立即跟上前来 路达公身一礼 退至一旁 尹志平就这样 在群道的恭送之下 飞升上天 直入昆仑山而去 山中无岁月 寒静不知年 岁月悠悠而过 转眼又是八年过去 这天 尹志平隐居的峡谷外 来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道 怀里抱着一个脸色苍白 不见血色的孩子 第160章 张三丰求救 尹志平虽然已经发现 峡谷外的张三丰 但仍然只专注于 眼前曲折蜿蜒的水道 这是尹志平 根据自己脑海中 寄来的部分阵法复原的 当初去寻鬼眼魔术时 在地底看到的水道阵法 可惜只能记住一脚 以自己的精神力 根本看不得那阵法全貌 尹志平在小溪一处平坦之地 挖钩碎石 将他一脚水道阵法 完全一笔一复原出来 只是此阵是一套完整的阵法 牵一发而动全身 根本没有什么奇异的效果 顶多会聚溶水气 升腾起点点云雾 这点作用只能当个远景来看 连鸡类都不如 至于其余阵法 极地的磁力阵法 死亡谷的雷霆阵法 都无法复刻 但多年的研究 还是让尹志平获益匪浅 迷阵 困阵 聚气阵随手可步 受制于大环境 聚气阵也只能说聊胜于无 凝聚真源的速度 微微加快一点 又由于材料限制 它不可能以一座座山峰来布阵 若无日常维修 出现任何动荡 只能是白费功夫 所以 只是花了点时间 在峡谷内布置了一套聚气阵 事已 峡谷内常年四季如春 鲜花遍地 御风采的蜜 几人吃都吃不完 尹志平也偶尔取点白源和李青山 在山中采摘的珍稀药物 练练丹药 每七日照常为白源和红莹讲道 以避免其灵质退化 日子可以说闲事安逸 毕竟有了退路 尹志平反而不怎么着急了 虽不知道雷霆传送阵的目的在何方 又是什么世界 但总比在这里看不到希望要强 此刻 峡谷外的张三丰 抱着怀里气弱游四的孩子 顺着长春谷 新任守卫统领路远 提供的地图来到昆仑山深处 远处 瞧见此地千颜静秀 云星峡位 繁华四景 草木葱龙 时乃一处人间仙境 对比地图后 确认就是这里 刚一踏入峡谷内 顿觉浓厚的清零之气扑面 多年未见一丝增长的先天真气 居然微微躁动 让其心惊不已 随即于峡谷边缘停下脚步 高声道 武当派张三丰 求见清和真人 话音刚落 就见郁郁葱葱的山林中 走出一头雪白的猿猴 肩膀上坐着一只火红色的狐狸 两个多年未见生人的灵兽 被影志平安排来接待拜访的客人 白元打了一个到鸡丹手里 张三丰虽生性洒脱不羁 不喜俗里 但也抱着昏迷的孩童 微微回了一里 随后 白元是以张三丰跟上 带着大眼灵动的小狐狸 窜入密林中去 张三丰速度丝毫不慢 紧随其后不一会 张三丰跟着白元和红鹰 就来到峡谷下的小溪旁 此地平整开阔 似乎是被人为的平整出来 地面上纵横交错 曲折蜿蜒 流水缠缠 微微细看 似乎蕴含着天地之命 云雾从阵法中升腾而起 缥缈四溢 让人心中惊奇 再看阵法前 一块巨石上盘坐的青年盗人 张三丰更是吃了一惊 那闭目盘坐的盗人似有似无 若不是他看到盗人身后盘坐的 一位白发老盗 根本发现不了 巨石上盘坐的青年盗人 此人 周身时时刻刻与天地交融一体 这是天人合一 物道之境 再看面容 与江湖流传的画像 竟一模一样 想他自已晚生 清和真人三十几载 自已面容苍老 对方却长春依旧 令人不得不拜服 此时尹志平实际已有77岁高龄 但在世人眼中 却是137岁的活神仙 张三丰前几日百岁寿宴时 因为九阴真经的下落 被几大名门正派 逼死了徒弟张翠山 怀中的徒孙张无忌 更是被当年 自已仇敌百损盗人的徒子徒孙偷袭 中了玄冥神掌 以及是新寒谷 自已强大的纯阳真气 也只能驱散徒孙张无忌体内的寒气 但心脏处的是新寒谷 却无可奈何 稍有差池 便会心脏破裂而死 张三丰于江湖上寻了很多神医 都无治疗方法 眼见是新寒谷越长越大 徒孙每日受到重视心脏的痛苦 也越来越重 他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幸得于莲州的妻子郭九妹 当年乃是尹志平的俗家弟子 自然知晓几分师尊的神医 所以带着张三丰来到长春谷 准备寻找传说中的清和真人 长春谷的首位统领陆达 已经去世几年 新任首位统领陆远 知晓爷爷传给自己的地图 以及谷主传下的话 所以在张三丰找来时 便将地图交于对方 并交代 只许张真人和这孩子 前去面见谷主 此时 张三丰见白远尹他行至小夕旁后 立于一侧 以为清和真人正陷入悟道之中 又看到怀中脸无血色的张无忌 不禁有些焦急 谁知那清和真人 竟然不曾退出悟道之境 直接睁开双目看向自己 双眼之中 金光四射 似乎能将自己看得一清二楚 随后 尹志平又看向张三丰怀中抱着的孩子 张三丰见此 立即微微一礼 说道 老道武当派张三丰 拜见清和真人 来此 求前辈就我徒孙一命 尹志平此时 真缘已经聚满丹田 举手投足 多有天地之力相随 加之精神领域 威力深不可测 自然能看出 这张三丰居然不靠外物 凭自己领悟的阳极声音 化为太极 生生突破天地玄关 达到先天之境 这可比自己靠吃一花 突破先天来的扎实 听到张三丰的话 又看向他怀中的孩子 口中问道 这孩子 可是叫张无忌 正是张无忌 是老道徒弟张翠山 与英素素之子 尹志平细细一看 微微一笑 说道 张真人的世界 平道有所耳闻 你我年岁相差不大 以道有相论即可 这孩子好痴 说完又对着 立于一侧的白元吩咐道 去取三颗盘桃过来 白元应声领命而去 小狐狸又跳上巨石 在尹志平身侧卧下 似乎也想看尹志平 如何医治这个孩子 尹志平轻轻抬手 张无忌便从张三丰怀中生起 飘至尹志平面前 那时心寒谷颇有灵性 似乎知晓即将大难临头 开始疯狂啃食张无忌的心脏 并挥发寒毒 想要鱼死网破 张无忌当即脸色发黑 嘴角溢血 浑身冒出阵阵寒气 尹志平见此 声若红中 孽畜 在平道面前 还敢放肆 死了 第161章 张无忌拜见 尹志平道音隆隆 声震云霄 张无忌体内的是心寒谷 立即被无形的力量定住 紧接着 在张无忌心脏中 被震碎成一团溶液 由一团无形之力包裹住 似一道墨绿色的细长溪流 从心脏顺着血管 流至手臂经脉中 尹志平微微勾动手指 那道行走在张无忌手臂经脉中的 墨绿色溪流便破皮而出 落在地下的鹅卵石上 顿时将石头洞的断裂声 震震均裂开来 尹志平身后的李青山 看得扎舌不已 用这种珍贵之物 去对付一个小孩子 多少有些大才小用了 随着尹志平再一次挥手 张无忌浑身的寒气进退 脸色终于有了些红润 这一招 张三丰看得明明白白 似曾相识 眼中闪过若有所思之意 此时 白元正好拿来盘桃三颗 尹志平伸手一招 一颗盘桃在飞来的途中 已经自动解体化作江叶 流向昏迷中 张着大嘴的张无忌口中 这道盘桃江叶 如同乳燕回巢 自动钻进张无忌位里 片刻间 张无忌肉眼可见的气色大好 尹志平挥手 将张无忌归还给张三丰 顺便示意白元 将剩余的盘桃送上 这还有两颗盘桃 张道友每七日 给其服用一颗 十四日后 当暗伤进去 张三丰也是听着尹志平的传说长大的 自已一身武功 也可以说是 成了尹志平的情 就算他生性洒脱 也不好 直接以道友相称呼 败谢道 多谢尹真人救治 老道无以为报 若有差遣 老道当尽力而为 尹志平笑着点了点头 峡谷内休息几日便渴 你我论到交流一番 哈哈 正有此意 随后 李青山领着张三丰 去了峡谷中的客房 尹志平闭上双目 继续沉浸在下方 曲折蜿蜒的水道内 里面似乎蕴含着 数不尽的道鱼里 不过几日 那张无忌便醒了过来 偶有心痛 俯兄低头 眉头紧皱 但不发一眼 张无忌前段时间 刚刚目睹父母 被众多自欲为名门正派的人 活生生逼死 自已又因为不肯说出 异父谢训的下落 以至于被歹人暗算折磨 每日承受寒毒和视心之痛 可谓愁比海深 恨比天高 但张无忌性格温温吞吞 犹豫不决 看谁都像好人 这段仇恨随着年龄的增长 早已与自已和解 可他娘告诉他的人生真谛 都抛之脑后 这就大不应该 被周芷若骗得凄惨无比 也是他自已活该 周芷若杀了他表妹 张无忌想的不是血债血肠 而是认为周芷若有难言之隐 忍痛杀害表妹 心中的痛苦 并不比死去的表妹少 这是什么逻辑 穷阿姨转世 你失去的只是一条腿 可她失去的是爱情啊 反正这种圣母心 尹志平并不是非常认同 但现实中 大家谁又不想有这样的朋友呢 张无忌虽然圣母 但为人忠厚宽人 等伤势烧好 这边要拜谢救命恩人 当时正值大雨倾盆而下 但唯独尹志平盘坐的大青石 以及青石下面平坦的一片水道 滴雨未沾 小溪水涨 也绕路而走 颇为神意 张无忌顶着大雨 以为尹志平在修炼 不敢打扰 浑身湿透 跪拜磕了几个头 便心痛难耐 做西子捧心壮 随后 被张三丰炙热的九阳真气 蒸干寒冷的雨水才好些 之后几天 张无忌虽然已经没了性命之忧 但张三丰仍然每日 为其运功疗伤 修复脏腹器官受到的损伤 加之此地清零之气浓厚 他的真气竟然小幅增长 让张三丰都想尝住于此 这天 云霄雨季 溪水已经淹没到尹志平头顶 但似乎有股无形之力 隔开了奔流的溪水 不知什么时候 尹志平的身影 突然升至半空 溪水发出宏大的撞击声 立即淹没青石与河底的水道 张三丰随即带着张无忌走来 张无忌见到尹志平 又是一个大理 口中喊道 多谢剑仙救命之恩 小子扣谢 尹志平已经好久没听到剑仙的称呼了 文言不禁玩耳一笑 问道 剑仙 你从何处听来 张无忌乖巧道 自是爹爹娘亲 从小就跟我讲全真剑仙的故事 说完像是想到了自己死去的父母 神色低落起来 无忌才知晓 您是天上的剑仙 下凡拯救天下百姓的活神仙 尹志平面带笑容 微微汗手 又问道 你父母的遭遇 频道略有耳闻 你想报仇吗 张无忌断然道 想 那些逼死爹爹娘亲的恶人 可恶至极 无忌想杀了他们 紧接着 张无忌顿了顿 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但我爹爹曾经教我 江湖你杀我 我杀你 冤冤相报 不知何时能了 最终只会害了自己 尹志平不经一证 这话语好熟悉 他记得曾经在大圣观英雄大会上 自己就是这样 对杨过这样说的 可最终也没个定论 难道自己的性格 也和张无忌 很像马尹志平心中暗暗摇了摇头 口中说道 嗯 个人有个人的见解 按自己想得来 便是最好的人生 接着看向张三丰 张道友 今日天清气朗 我们何不在这溪水边论道一番 张三丰似乎也迫不及待 连声道好 随后 张三丰在白原地来的蒲团上坐下 张无忌与李青山 白原以及红英 围在两人身后 盘膝而坐 准备席耳恭听 第162章 与张三丰论道 山中连下几天大雨 溪流湍急 尹志平坐于溪水边 张三丰微后坐 其余弟子 灵兽 围在两人身后坐下 张三丰作为晚辈 当先说道 万物负一而抱羊 充气已为何 老道认为 想要绵延长存 最重要的 便在这一个充字 就如溪水对面那棵树 背因向羊 向上生长 以获得羊气 获得得越多 长得越高大茂盛 但若只吸收羊气 根须不深 没有吸收足够的阴气 那这树便微矣 只有阴阳冲和 激荡而成一个互动的整体 便可绵延长存 尹志平听完 微微汗手 轻声道 不错 但我等修道 精气神合一 想要冲和 并非一时 万事不思全寡欲 六根清净体兼牢 想要做道 既不散乱 又不昏沉 既无痛苦 也无欢愉 精神手一 万劫不坠 就要把握其中的冲和观翘 但神思无定处 精气无体形 想要合一 就要羞耻一身 明心悟性 把握心神变化 最终炼成句则成形 散则成气 变化无穷 方可脱离那大树本身的稚骨 天难灭 地难葬 张三丰露出恍然之色 片刻后赞叹道 此乃仙神妙法 都说尹真人有仙法护身 果然如此 尹志平苦笑道 仙神妙法 也要有那日月玄机应照一身 才可炼成 说完尹志平抬头望天 大日高照 却无玄机降下 非我等羞耻有漏 而是玄机不存 张三丰好奇道 那玄机是何等模样 尹志平神色飘渺 语气玄傲 缓缓说道 玄机 乃天地之造化 和光同尘 无数无性 大日高照 其性刚扬 明月挥洒 其性阴柔 我等惜收之 可化阴为阳 化阳为阴 神意相合 结成金丹 以金丹物玄机 相合相容 破除牢笼 显化阳神 炼虚和道 成不漏真仙 但更让他惊讶的是 为何这位尹道长 将此等成仙作佛的秘法 相赠自已 尹志平 似乎看出了他心中的疑惑 笑道 玄机也叫灵机 或者称为灵气 你来我这峡谷中 可有不一样的感觉 是的 晚辈感觉修为有所增长 此地就是拥有灵气之地吗 尹志平轻轻地摇了摇头 此地并无灵气 不过是我借助山川地形 花草树木 百成的聚气之地 相比于外界来说 此地的清灵之气 要比外界浓郁一些 清灵之气 算是比灵气低一个等级的玄妙能量 吸收后 可练成五道真气 大成石 搅碎山石 刀劈虎海 只是等闲 张三丰悠然神往 他自生入先天境界后 除了尹志平 可谓打遍天下无敌手 小时候听闻全真剑先尹志平 一剑灭一城 等他长大后 就不这样觉得了 他最多也就将真气挥洒到身体三丈外 如何能将真气化为参天巨剑 直插王庭 所以认为 不过是以讹传讹夸大其词罢了 这次近距离接触 他赶出颇深 自以引以为傲的功力 在全真剑先尹志平面前 如同引火对比浩月 这位剑先前辈 身容天地 自成一方 有万法不清 百节不凌身的浩大法力 但剑先前辈说 此地也不算是有灵气之地 那哪里才有呢 张三丰不禁问出 自己心中的疑问 尹志平淡淡道 据我了解 这个事件 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过去 但一切都是去了 可能过不了几百年 后人连内功都无法练成 万事万物 生生灭灭 不外如是 张三丰问道 前辈 那我等该如何是好 人往高处走 谁往低处流 看着张三丰不解的眼神 尹志平看向溪水中 不时逆流而上的青鱼 说道 我们要学那鱼儿跃上龙门 去往一个新的世界 张三丰吃惊不已 身后的张无忌 更好似在听神话故事一般 唯有李青山和白猿 小狐狸红鹰面不改色 他们都见证过小龙女飞生 尹志平再度说道 这天地间留存着过去的痕迹 细心观察 便能发现端倪 平道记得你武当山上 石板梁柱里 不是藏着很多动物的 石质躯体吗 张三丰自然清楚 尹志平说的什么东西 那是在一座山坳内 寻到的奇异石头 在其中 他还得到了一种旷石奇缘 没有犹豫 他从怀中拿出一个 核桃大小的石质玄 递于尹志平 前辈 这是晚辈在山中 偶然发现的一个 陷入悟道之境 也因此 才突破先天之境 尹志平拿到手中 细细观看 只见着石质玄规 向腿笼爪 舌头独角 带着飘逸的龙须 长相怪异 但背上却生有一副 先天八卦阵 尹志平精神力涌入 顿时有种天玄地转之感 无穷的天地之理 于脑海中自动生出 天地风雷 山则水火 阴阳互换 之后阴阳归一 天地运转不休 相互关联 相辅相成 生化万物 尹志平不禁沉入 玄傲的阴阳大道之中 周身真元和精神力 随着脑海中的道语里 显化于外界 一个直径十米长的 先天八卦阵 以尹志平为中心 覆盖开来 巨大的能量 将周围盘坐的几人 全部推出十米外 张三丰站稳后 急忙说道 尹真人陷入悟道之境 我们不可打扰 李清山和白源 以及红英 也能明白尹志平此时的状况 守候在一旁 避免别被什么东西 打扰到尹志平误导 张三丰随后带着 受了点轻伤的张无忌 回去疗伤 而尹志平那边 青色的先天八卦阵 不断变换 有时化为黑白的阴阳图 有时阴阳护逐 不断旋转 并且越来越快 黑白已经模糊不清 当运转到达极致时 又回到黑白分明的状态 接着 阴阳图化成 前卦 坤卦 对卦 离卦 阵卦 逊卦 砍卦和更卦 分裂四周 似乎演化着万物运行的规律 然后八卦层层叠加越来越多 如同一座八边形宝塔 将尹志平罩住 里面地火风水 五行雷电诸多变化一一上演 最终 宝塔突然大放光芒 又骤然 收缩成一个光点 映入尹志平眉心 四周原本寂静无声 慢慢的溪流声缓缓恢复 尹志平双目紧闭 眉心处一点清光明灭不定 盘坐于溪水边 单手还拿着那个玄规化石 李青山和白源 以及小狐狸红鹰对视一眼 均不敢贸然打扰 等了好一会 不见尹志平醒来 便留下一位看守 其余回去 这一等 便是一月有余 尹志平风雨不加深 似有一层看不见的结界保护 这天风和日丽 鸟语花香 尹志平于溪水边 缓缓睁开双眼 双眼中两个阴阳道徒 一闪而逝 第163章 悟道收获 随着尹志平的悟道结束 一旁的白源 上前拱手祝贺 此地不是先天高手就是灵兽 巨斗耳聪目鸣 听到白源的动静 迅速赶来向尹志平恭贺 尹志平将手中的玄规画石 还给张三丰 此物确实非凡 里面蕴含着一个道 阴阳化生的真意 相传真武大帝脚踏龟蛇而行 说不定这就是那只传说中的龟蛇 张三丰接过 细细打量 不敢置信 难道这真是神话传说中的龟蛇 若是神话是真的 那真武大帝去了何方 众多仙神如今又在哪里 此时 李青山在石亭内已经摆好简单的宴席 一些烤好的鹿肉 羊肉 水果 以及御风浆给师尊补充闭关消耗 尹志平腹中正好鸡肠鹿鹿 来到石桌前便放开膀子大口吃肉 大口喝御风浆 吃了一会 恶意稍缓 见石桌一侧 张无忌正边吃水果边翻书 尹志平略一细看 似乎觉得有点眼熟 李青山见此连忙解释道 师尊 这是丹房内的五读秘传 尹志平点了点头 继续大口吃肉 这本书本 是他从赤炼仙子李莫愁手里抢来的 不知道张无忌有没有听说过 于是问道 无忌 你可听说过 这本读经的作者 赤炼仙子李莫愁是何人 张无忌正大口吃着鲜嫩的盘桃 文言立即停下 乖巧地回答道 赤炼仙子李莫愁 不曾听说过 尹志平暗叹一声 当年风姿绰约的仙子 最终落得什么下场呢 红颜慈敬花慈树 任你风华绝代 也抵不过时间的流逝 两代人之后 又有谁能记得你 不过是天地间一泼黄土罢了 想到这 尹志平看着重归白发的徒弟李青山 又看向似乎永远喜乐安逸的白元 以及红英 火山口内 那仅剩的两个盘桃 能否顶住一人两兽的寿命了 如今才过二十三年 离死亡古雷霆续满能量 还需要三十七年 不知道能不能等到那时候 尹志平想到这 胃口大减 看到张三丰心中一动 自已如今实力大净 可以考虑去武当山看看 说不定那里有什么珍藏留下 至于身后的盘桃树下方 他可不敢去下面探索 这龟蛇都成化石了 想来武当山应该没大问题 于是对张三丰说道 平道友义去玄规所在之地一探 想邀道友一同前去 不知张道友是否方便 张三丰自然大喜 对于当初那处洞穴 他多次往返 总是毫无所得 说不定这位剑仙前辈 可以找出些端倪 当即表示 故所愿不敢擒二 一旁的李青山听到这 不禁心中一凸 每次师尊说去探索 都是九死一生 这次 陷入沉思的李青山还不知道 尹志平已经把他列入探索成员之一了 随后尹志平和张三丰商量好日子 准备一个月后前去一探究竟 放下心来 尹志平继续吃喝补充身体所需 见张无忌依旧看得入迷 有些好奇问道 无忌 你为何对毒精这么感兴趣 张无忌恭敬回道 见仙前辈 晚辈自小深受剧毒 知晓毒药的危害 我娘说 知彼知役百战不但 我要好好学习毒精 发明出好多好多的解药 让江湖上那些毒师再也没法害人 尹志平听到这 晚耳一笑 不禁有些意外 原著中 张无忌跟胡青牛学医 主要是为了给自己治病 真不知道这位圣母毒精大成后 以毒宫闯荡江湖是个什么样子 不过张无忌盘桃吃了 自己还插开一个东西 随即伸手一招 屋檐下落成堆的原木 突然发出一声猎音 紧接着一块长长的薄木板 自动抽出 飘到尹志平面前 尹志平眼随心动 木板上凭空响起一阵 铁刀刻木的声音 木屑徐徐掉落 尹志平说道 除强服若光有毒精可不行 要有护道神功 这是一篇与你非常契合的功法 以后可以 以这门功法作为主修 话音刚落 木板上的声音也正好停下 刻满经文的木板 飘到张无忌身前 他看着木板上 铁钩银化的字体 缓缓念出 九阳神功 张三丰在一旁立即说道 这怎能使得 他本身主修的就是九阳神功 不过自从晋升先天晋后 又推演出了多门武当派功法 当年九阳神功 被他暗中带出少林 他师父绝缘大师 曾说过此功法 是尹真人 让其强身健体用的 也因为这门功法 才有了他张三丰今天 对于尹志平 他一直怀有感激之心 不过 如今武林中 九阳真经 只有武当派和尹真人有 尹真人居然把九阳神功 直接传给张无忌 这是在看好张无忌 当未来的武当派掌门吗 对于尹志平传功 张三丰也说不出什么反对的话 既然尹真人 说和徒孙契合 索性看看 无忌能修炼到何种程度吧 犯后 张三丰领着张无忌 向尹志平提出辞行 此地偏僻 且距离武当山甚远 他们回去 恐怕都要小半月才能到 见张无忌基本痊愈 便不再耽搁 等二人收拾完行李 尹志平站在溪水边 笑着目送他们离去 李青山立于一侧 眉宇间隐隐有些担忧 师尊 这次探险 我们 尹志平声音平淡稳重 缓缓说道 这次 我们量力而行 若是有任何不对 便立即撤回 李青山忧虑稍减 白元和红英在一旁争相询问 尹志平笑道 这次我们就当游玩 不可为 便回来 所以大家都去 不必争抢 定在半月之后 咱们就出发 白元和红英这下才露出喜色 四萨去 于山林间玩耍 而尹志平 则盘坐于溪水边 巩固悟道所得 这次悟道 可以说大大增加了 他武道的修行静静 阴阳化身之下 真元宁丹 已经有了可行的思路 外加先天八卦 对阵法的加成 他这半月准备试试 摆出更高一级的聚气阵 可以让清灵之气聚而不散 隔绝阵法内清灵之气 向外界的流失 最终使阵法之内的清灵之气 浓度大大提升 而这阵法内的清灵之气浓度 也关系到他宁丹的成功 所以 尹志平此时盘坐于溪水边 于脑海中先行推演 升级版聚气阵的阵型 这种升级版的聚气阵 若是可以成功聚集清灵之气而不散 那便叫它聚灵阵 第164章 聚灵阵实验 尹志平按照事先构想好的阵法 飞到小溪对面的森林中 缓缓落下 随着双臂伸展向上 无数树木之叶微微晃动 紧接着 周围方圆50米内的大小树木 全都连泥带根拔地而起 浮在半空 尹志平心神转动 漂浮在半空中的大小树木 纷纷于半空中游走移动 不断排列各种阵型 直到某一刻 所有树木围绕着尹志平 成一个椭圆形 移动的树木全部停下 然后轰然坠入下方扒好的大坑中 泥土斧叶迅速翻滚覆盖 地面在无形的力量下迅速恢复平整 为了这个阵法 尹志平不惜消耗真元 因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若是聚灵阵能够成功 那么消耗的真元 很快就能弥补上来 现在加强版聚气阵不好 剩下缺的 就是锁住清灵之气的锁灵阵 正所谓 炼丹穷三年 学阵毁一生 一个简单的聚灵阵 就包含了两个阵法 是一种基础的复合阵法 想要将两个阵法融为一体 不仅要阵法底子扎实 更重要的是 因地制宜会变通 强大的阵法师 所到之处 皆为他的主场 四周万事万物 都可作为阵法的一部分 但这不知道 需要多少年才能修成 尹志平推演的锁灵阵 最重要的一点 就在于锁字 可清灵之气 犹如水流一般 根本不可能锁住 是已 刚刚在溪水旁推演后 尹志平根据清灵之气的离心力 以及红吸效应 推演锁住灵气 预测成功率 起码能到达七成 才有此一事 以加强版聚气阵 旋转吸取外界气体 然后再布上清灵之气间的引力 与未能的差能 这样便可以散去普通气体的压力 在阵法内锁住浓厚的清灵之气 可想要布锁灵阵 最基本的 就是要有灵气的东西布阵 可这世上 含有清灵之气的事物 很少很少 该如何是好 尹志平漫步走在阵法中 感受着阵法中心处旋转的气流 不禁有发愁 或许是天地奇物 冰残 古墓中的寒玉床 又或许是自己的星辰剑 尹志平正思考间 却发现丛林中窜出来 一大一小两个身影 正是森林中玩耍的白猿和小狐狸红鹰 两兽手里都攥着半颗盘桃 边啃边玩耍 看得尹志平神色一正 字已真是灯下黑啊 最好的灵雾不就是盘桃树吗 白猿和红鹰 也是刚刚听到森林中这偌大的动静 才好奇地来这里瞧一瞧 却见尹志平正正地看着自己手里的盘桃 以为尹志平饿了 便都上前 将吃的只剩半颗的盘桃递给尹志平 尹志平惊醒之后 面露喜色 看着地道眼前的 两个不胜干净的半块盘桃 笑着说道 不用不用 我是想起了高兴的事 不是想吃盘桃 你们吃吧 说完 在白猿和小狐狸红鹰疑惑的眼神中 冲天起 飞向峡谷上方 高耸入云的雪山之上 来到火山口内的盘桃树上方 这火山口的青林之气 甚至比他峡谷内步上聚气阵的青林之气 还要浓郁几分 只是此地应该有大恐怖 尹志平不敢常驻此地 所以宁愿自已布阵 也不敢来此居住修炼 尹志平精神力细细探查 发现中间这株最古老的盘桃树 枝干内有不少青林之气 随着桃树体内的树叶流淌 不愧是能接触可以延寿的灵珠 也懂得搬运灵气 想到 这一株盘桃树 恐怕没法不振 又来到四周 看了看那些二代盘桃树 枝干内 只有细弱油丝的青林之气在流动 和盘桃母根 没法比 但谁让这些二代盘桃树多呢 且若是摆成了阵法 这些盘桃树 需要锁住青林之气 桃树的一侧 是要接触到阵法内浓郁的青林之气 以后长势也会越来越好 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阵法内的青林之气越浓郁 这些当作阵积的桃树体内 青林之气只会越来越强 而这些桃树体内的青林之气越强 那造成的红吸效应也愈加强大 阵法内的青林之气 也会越来越浓郁 尹志平想到这不禁玩耳一笑 我这是发现涌动机了吗 说做就做 尹志平为了避免这些盘桃 已会经过雪山顶峰被冻伤 直接耗费真元 化作一个30米大小的真元罩 挑了数十株掌饰好的盘桃树 飞天起 跨过寒风呼啸的雪山 尹志平再度落入阵法中心 阵法内的白猿和红鹰并未离去 以为尹志平在做什么游戏 便在一旁观看 只见这些飘来的盘桃树 于半空中逐渐慢慢排列成 弯弯扭扭的椭圆形 落入刚刚大一点的椭圆形树圈内 大圈套小圈 由于这些盘桃树 是连根带土一起栽入阵法中 所以树体内部的清灵之气 未受到丝毫打扰 落下之后 清灵之气的引力 与未能的差能立即凸显出来 阵法中心的半空中 旋转的清风微微一顿 接着又再度旋转起来 可一切都不同了 尹志平能感觉到 空气中清灵之气的浓度 在缓缓增长 白猿和小狐狸红鹰 也似乎能感受到什么 满心欢喜地看着周围的一切 随后在增长到一定程度后 逐渐停下 这是由阵积盘桃树体内的 清灵之气决定的 好在这些盘桃树 可以随着阵法内浓郁的清灵之气 快速成长为更有灵气的灵珠 此时再看这些盘桃树 树叶翠绿鲜亮 桃花香气扑鼻 给人一种惺惺向荣之意 叮嘱白猿和红鹰 不可妄动阵法内的一草一木 影制瓶又来到阵外面 飞至高空观看 复合阵法 互相关联 以灵树搭配普通树木 影制瓶很难真正融合在一起 所以不下外围聚气 内部锁灵的阵法 可以说是个半成品聚灵阵 不过修炼应该没问题 而且 若是等阵法内的清灵之气 越发浓郁了 把那颗盘桃母根移植进来 想来寿命这个问题 短时间内就不用担心了 又考虑到阵法外围 这些聚气阵机 都是普通的树木 锁灵阵锁住清灵之气 只进不出 还需要在外围多不止几道聚气阵 才能快速提升中心阵法内的 清灵之气浓度 第165章 真君 接下来几日 影制瓶简直要把峡谷内翻了的天 建了又改 改了又建 这也是没办法 影制瓶的阵法水平并不高 还无法做到阵法 与周围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若是没有融入自然之中 风吹日晒 与打水烟 阵法自破 所以 影制瓶才在山谷内改来改去 十天后 聚灵阵与外围的大型聚气阵 基本上能做到 和周围的自然相互依存 他不知道 昆仑山死亡谷的传送阵法 是如何保持千万年不变 也不知道 北极的地磁传送阵 如何随着地磁移动来回跑的 那种看着 都让人昏厥的阵法 并不是影制瓶 现在能理解的改造完成后 峡谷内焕然一新 既有人为的痕迹 又很和谐统一 让人观之心情舒畅 随着时间的推移 阵法内的清灵之气 愈发浓郁 影制瓶隐隐有些后悔 答应张三丰去他那探险 就是在这里苟着 几十年后 五道金丹也能练成了 不过 小龙女被传送到河地 自己也不清楚 那里是否有什么危险也不知晓 又或者 那里并不是目的地 而是一个中转站 未来的事情 谁也不知道 去武当山多了解点这个世界的隐秘 说不定某些时候能救命 接下来几天 影制瓶盘坐在阵法中心 把阵法内的清灵之气一吸而空 等清灵之气再度聚满后 继续吸收 在半月之期已到的这天 影制瓶因为布阵消耗的几滴真元 居然全部恢复 可想而知 才屡法第四大要素是多么重要 影制瓶传音涂地 白源和红音收拾行李 一个时辰后 时庭集合 随后 影制瓶也去了卧室 将深埋地下的他化天珠取出 这个珠子在关键时刻 保了他多次性命 现在想不使用 也没办法了 只希望 未来能像是魂术那样 把这珠子的隐患解决掉 随后收拾了几件衣物 带些银两 影制瓶来到十亭内的摇椅上躺下 静静等待 不一会 众人齐聚 小狐狸背着他的双肩包 白源背着一个大包 后面还挂着一个铁锅 李青山也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包袱 影制瓶五头 还真把这次探险 当成游玩了 不过影制瓶跟他们说 游玩也没错 数十年没有出去过了 不知世道又是何等模样 正好出去瞧一瞧 逛一逛 出发 随着影制瓶大手一挥 李青山 白源 小狐狸脚下 全都升起一层青色的屏障 拖着几人汇聚到一起 来到影制瓶身侧 转而直飞于峡谷半空 游玩当然要看山中风景 还有半个月时间 时间充裕 影制瓶拖着几人贴着群山万鹤 慢慢向山外飞去 一路上骑士怪风 湖水轻盈 鸟擎成群 动物你来我往 成群结队 山间云雾缭绕 气象万千 一行人慢悠悠于山中缓行 路上影制瓶 还吃到了李青山和白源做的烤肉 跟自己的烤肉相比 只能说差了那么一丝神韵 几日间 一行人已到昆仑山脚下 影制瓶选了一条毫无人烟的区域 又奔行几十里 才在一处急镇上停下 此地偏僻 言语不通 两人两兽走在街上 煞事惹人注目 不多时 竟有当地乡身认出影制瓶 上前拜见 城中的路径后 便在香肾的恭送下出了小镇 随后红英跳到影制瓶怀里 李青山与白源 一个是先天高手 一个是力量惊人的灵源 巨事角力惊人之辈 半个时辰后 远方的城池已经遥遥在望 为了避免被人围观 影制瓶身容天地 精神力扭曲空气 掩盖自身的身影 一行人在城中最大的酒楼内 大吃了一顿 但影制瓶不知道的是 他的消息已经在城中传开 并且向中原腹地迅速传去 饭菜吃到末尾 耳聪目明的影制瓶和李青山 就已经听到酒楼下方的喧哗之声 全是讨论时隔多年 全真见仙突然出现在边陲小镇的消息 为了避免麻烦 影制瓶让李青山吃完 去买一辆大型马车 准备坐马车赶路 楼下结账时 店老板是一位留着长须胡子的北方中年人 说什么都不肯收影制瓶的银钱 仙长是我祖上的救命恩人 若不是仙长当年 驱逐达鲁 收复河山 我是万万不能收的 影制瓶见其态度诚恳坚决 也不好强留钱财 可这一桌子饭菜 那是上的满满当当 有好吃的招牌硬菜 更是要了好几份 这些食材的费用 足以顶得上这家店一个月的营收 于是对着白元说道 白元 取一颗盘桃来 身后的白元 从他的大背包中 取出仅剩的一个盘桃 递给影制瓶 影制瓶转身将盘桃 递给长须胡子的掌柜 掌柜的 这个盘桃可延年益寿 保你数年无病无灾 收下吧 万万不可 如此贵重的仙家灵物 小得怎敢收下 这掌柜连连摆手 嘴上说着不要的话 但其眼中的渴望 却瞒不过影制瓶 影制瓶正色道 掌者赐 不可辞 就这样定了 说完手中的盘桃 便飞到柜台上落下 那掌柜的剑词 连忙跪下败泄仙人 影制瓶在大厅众目睽睽之下 转身走出门外 但又立即折转身子 对着大厅内一些 持刀拿棍的武林人士说道 这是平道送给掌柜的 你们不可强要 都明白吗 影制瓶的声音隆隆 对面一群混江湖的 不管是修炼友诚的高手 还是出入江湖的汉子 无不心惊胆战 跪倒一片 巨大的无形压力 甚至让几个胆小的江湖人 直接昏倒在地 在影制瓶出门后 才稀稀拉拉说着 遵从剑仙前辈的话 影制瓶出了门 门口已停好了一辆马车 满头白发的李青山 正是立于一旁 伸手请师尊上车 周围街道上围满了人 见到影制瓶看来 巨都跪下叩拜 这些城中百姓 每年过年的时候 都会对着影制瓶的画像磕头 以保佑家人平安 一些大城 甚至有人给影制瓶修建了庙宇 为此 朝廷前些日子 又对影制瓶加风味 清和庙道广化长生真君 所以 才惹得众多百姓跪拜 影制瓶无奈 只好叮嘱李青山 带着白元 还有红英 一路游玩 去往武当山 自已则在城中百姓的叩拜中 飞天而去 也不知道 这是不是朝廷故意的 现在的俗世 已无他影制瓶容身之地了 飞于高空中 影制瓶思绪万千 想了想 神仙也难做呀 一路游走在翻腾不休的云海中 这一瞬间 似乎自已真成了仙人 不过影制瓶很清楚 自已不过是一个炼器一层 都不是的小虾米 怎么可能是仙人呢 不多久 影制瓶已看到熟悉的长春谷 菩斯曲蛇养殖基地 又行了片刻 武当山已静在眼前 第166章 武当山 武当山风鸾齐骏 青山长翠 影制瓶正法造诣 早已今非昔比 自然能看出其山势非凡了得 武当山群风拱托 八方朝拜 拱位于中心最高的主风 天柱风 风顶还有一些正在建设的宫殿 而风顶下方平坎的山腰处 几座大殿耸立 红砖青瓦 位为壮观 这时 风顶上的工匠 已经看到天边的影制瓶 以为是仙神夏凡 剧都放下手中的活计 叩头跪拜不止 影制瓶身影一晃 直转而下 向山腰处的太和宫落去 张三丰此时正于练武场上 教导众弟子武艺 似有所感 他微微抬头 就看到天上一道人影飞速落下 几位正听讲的弟子 跟随师父向上看去 只见天边一个人影 再向这边飞来 却看不清面容 张三丰目力自视极佳 猜也能猜到是谁 当即摇摇拱手迎接 长生真君大驾光临 必派彭毕生辉 武当派众弟子 听闻师父的话 心中一惊 再去看时 天空中的人影 已来到上空 影制瓶哈哈一声大笑 浩浩荡荡 传遍整个天柱风 张真人客气了 早来了几日 叨扰了 话音落下 人已落到张三丰面前 张三丰满脸笑容 哪里 哪里 长生真君能来武当 是我派的荣幸 何来叨扰之说 严霸与尹志平介绍他的几位弟子 在场的众多弟子 虽然见过尹志平的画像 但见到尹志平转身时 纷纷大吃一惊 这个师尊上一辈 就已经闻名天下的道家高人 如今面容看着 竟比自己等人年龄还要小 不愧是朝廷加风的 清和妙道光化长生真君 众多弟子 纷纷上前拜见 尹志平面带微笑 和众人打着招呼 但最终 眼睛却看向于连舟 于连舟正要再度拜见 练舞场外 突然传来一道中年女子的声音 人味道 略带哭腔的声音 已知 师尊 您怎么来了 徒儿可算见到您了 声音落下 跃动门外便快步进来 一大两小三个身影 正是尹志平的俗家弟子郭九妹 以及他的孩子 另一个孩童是张无忌 郭九妹眼中落泪 快步来到尹志平面前 直接拉着孩子 扑通一声跪下 于连舟也连忙并排跪下 张无忌跟着同样跪下 尹志平上前一一扶起 郭九妹带着哭腔说道 师尊您好狠的心 自上次一别 徒儿已经二十三年未见到您了 不哭 不哭 天道轮转 为时也是身不由矣 这不是出来了吗 尹志平安慰道 随后郭九妹介绍了 自己和于连舟的孩子 名叫于九州于九州 再度跪下 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 口称 师公 身后的张无忌 也跟着上前拜见 尹志平见此 不好不表示一下 可自己什么东西都没带啊 早知道多拿些盘头了 于是 对着跪在地上的两个孩子 说道 师公身无常物 只有一身本领还算可以 便给你们提升一些五道根基吧 说完 双手轻拂两个孩童头顶 一人一滴真元 从两个孩童头顶的百会学 自上而下 不断拓宽两人体内的经脉 尹志平如今修为 以至先天巅峰 精神力也强大无品 拓宽两个孩童经脉 自然守到擒来 细细感应 两人内功都已入门 张无忌的九阳神功还算可以 居然想排除我的真元 不过躺避当车 真元如同浩浩荡荡的洪流 淹没张无忌微微发光的九阳内力 经脉在真元的拓展与滋养下 周天顺畅 可以说 张无忌只要按部就班修炼 不需在乾坤代中 便可直接将九阳神功修炼至大成 而于九州 体内的微弱内功 应该是武当派的纯阳功 尹志平同样帮其打通大小周天 炼至绝顶高手 毫无瓶颈 众人只见到 尹志平双手俯在两个孩子头顶 轻气生疼 不一会 无形的气体从两人身上喷发 可见是得了天大的好处 武当派大师兄宋远桥 眼带寒芒 盯着练舞场外那跃动门处 露着头 畏畏缩缩的孩子 正是他的好伴 宋青叔 之后 尹志平随意松开双手 两个孩童只觉得耳清目明 神清气爽 心中的喜悦 怎么也掩饰不住 纷纷碰碰碰 又磕了几个响头 然后 蹦蹦跳跳地 围在众人外围玩耍 张三丰见此 随后几日 随后几日 随之平偶尔 与张三丰讲经说道 或在郭九妹的邀请下 游览武当山各处风光盛景 重点看了看 道观基座和石板 以及石栏上的化石 以及下雨天时 风顶多发的雷电 张三丰想要邀请隐之平 先去那处藏有众多化石的山洞内看看 也就是张三丰发现 玄规化石的地方 隐之平则让其近待几日 等弟子李青山 白元 以及红英来了之后 一同前去 几日后 有弟子到太和宫 向张三丰汇报 说山下来了一位道人 身侧跟着一头白元 一只狐狸第167章 武当山的化石密地 张三丰一边命人去浩天宫通知隐之平 一边前去山门迎接李青山 白元和红英 白元和红英不说 但李青山曾经也是承恶扬山的大侠 专杀西域恶贼 他年少时也曾听说过李青山的威名 且他深知 这位只是低调而已 没见隐之平几个徒弟 全死亡光了 但这位依然精神抖擞 看他样子 再活个二十年也不成问题 不多时 张三丰于山门前迎上李青山 一番客套自食不说 几人一同行之浩天宫 尹之平已在院中等候 多日不见 小狐狸直接跃向尹之平怀里 抱了个满怀 尹之平颠了颠 明显中了不少 好笑地摸了摸小狐狸 红英毛茸茸的脑袋 这人间的美味你该吃完了 红英比划着争辩 还没有 还没有 还有好多地方的美食没有吃过 这时 李青山上前拱手道 让师尊久等了 弟子被江湖上的人士牵扯 晚了几天 还请师父恕罪 尹之平满不在乎道 什么醉不醉的 原本说好的 这次是出来游玩 又不是什么要紧的任务 管什么早几天 晚几天 以后不可如此见外 李青山和白源连连称事 又问几时去探索那处密地 不慌 不慌 你们周车劳顿 先休息一日 明日一早 我们再去 尹之平淡然的话 让一旁的张三丰哭笑不得 感情就自已紧张 他们来此 都当是游玩来的 随后张三丰告辞离去 李青山和白源 被安置在浩天宫乡房内 第二天一早 在武当派众多弟子 还有郭九妹等人的目送下 一行人飘然飞出太和宫 由张三丰指路 来到天柱峰十里外的 一座不起眼的低矮山峰上 接着 又来到张三丰指认的山洞口 此处位于一块突出的山体正下方 处在山腰位置 由于阳光不足 无大数荆棘生长 全是低矮的不知名绿草 以及藤蔓 藤蔓入口 有刀枭浮砍的痕迹 显然是被人为挖的 张三丰为尹志平介绍道 前辈 这里是一处天然的避雨之地 有一日 晚辈于山中采药 突下大雨 背着要搂来此躲避 不知怎跌 突然踩到一块石头 我抬起脚 扫了一眼 正好看到这玄规上的八卦痕迹 因此顿悟 突破了先天境界 之后就继续往里挖 准备探寻一番 结果 除了一些蕴含有精美纹路的石头 没有任何玄奇之处 说着拿出随身携带的玄规化石 尹志平看着张三丰手中的玄规化石 心中也有疑问 前世之时 武当山用千亿年前的三叶虫化石 作为栏杆 房屋底座 台阶等等 宣称是无价之宝 可以买下美国的华尔街 可以说 引爆了国内的大小媒体 无数游客蜂拥而至 想要一窥究竟 据说封顶的栏杆都被摸包僵了 后来经过专业人员鉴定 人们才知道 这是无良媒体的炒作 那并不是什么三叶虫 是竹叶撞灰岩 也就是民间说的花斑石 属于一种名贵砖石 故宫内也有这种石砖铺地 但花斑岩是于浅海中形成 说不定里面也可能包含一些动物化石 这张三丰撞机缘 都是用脚踩吗 太欺负人了 自己的那颗下头珠 可是找了半月有余才寻到的 尹志平又想起郭九妹 带自己游览武当派石 见到石砖 不由地问道 张真人 我见太和殿内 好像也有一些你说的那种 竹叶撞花纹的石砖和栏杆 那是 张三丰显得有些尴尬 晚辈见凿出的石块美轮美奂 想着丢入深山太过可惜 不如拿回去当作石栏和地砖 也是一景 尹志平点了点头 对几人说道 这种精美的石块 是千万万年之前 在浅海底部 经由强大的外部压力 撕碎 搬运 堆积 交集而成 里面很有可能含有史前的生物化石 此地 我们要做好长久的打算 不论是张三丰还是李青山 亦或者是两头灵兽 巨都一脸惊讶 张三丰看着远处的风鸾叠杖 群山万鹤 有种不真实之感 喃喃问道 前海 前辈您说 以前这里是一片海洋 李青山看着身后 严绵不绝的山脉 同样一脸不敢置信 尹志平解释道 你们不必大惊小怪 斗转心仪 沧海桑田 万事万物 有盈就有缺 说不定万万年后 咱们所处的这个地方 又回到海底 也说不定 张三丰听闻尹志平淡然的语气 不经心悦诚服 如此胸襟 非常人能有 接着 尹志平看向发愣的李青山 青山 为师的星辰剑带来了吗 李青山顿时惊醒 连忙点头 带了 带了 说着 从背后取下一个宽大的剑闸 师尊的星辰剑太过显眼 惹得麻烦不断 弟子于途中 找了一个剑闸装入 掩盖一二 打开铁幕 做的剑闸盖子 李青山抽出星光点点的宽大宝剑 恭敬地递给尹志平 星辰剑虽然有黑 但在剑身星光的映衬下 通透异常 如同宝玉一般 且风锐之意隔着老远就能感觉到 只让人汗毛树立 肌肤刺痛 这绝不是凡间之物 看得张三丰 眼睛眨都不眨 他也是用剑高手 对宝剑自然喜爱 尹志平接过星辰剑 对这几人说道 你们先上山顶 这处突出的山腰太过碍事了 先解决了他 说完手握星辰剑 缓缓升空 直至于山顶平齐 从此处看去 张三丰所指的那个山洞 就在下方突出的巨大山体的 正下方的内里藏着 这时 李青山 张三丰 还有白元和红鹰 都已上到封顶 离半空中的尹志平 足有百十米 只见尹志平近立于半空 举起手中有黑的宽大长剑 随着缓缓向下斩去 那星辰剑 似乎越来越长 越来越大 剑身内的星光 也愈加璀璨 等快要斩到下方的山体时 已经成了一柄参天巨剑 众人只觉得 自己似乎变得渺小了 同样渺小的尹志平 却有一种冲天之势 像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 挥舞着手中的长剑 修剪这处突出的山体 如刀入豆腐 丝滑异常 参天巨剑一滑而过 紧接着 众人就感觉到 脚下的山石突然一阵耸动 四周树木微微晃动 下方的山体 直接斜斜歪倒在深谷之中 随之而来的是一阵连绵不绝的巨响 脚下山石开始剧烈震动 乱石晃动 滑落向平滑的山腰处 第168章 数亿年前的武当山 山崩地裂之音 浩浩荡荡荡 席卷群山 十里外的武当山 都能感受到巨大的震动 封顶正气砖的工匠 以为地龙翻身 停下手中活计 快速下到太和殿避难 所有道士也都与广场集合 大师兄宋远桥早就有师父叮嘱 看向西南方向 心中好奇那里发生了什么 导致地动山摇 但最主要的是先安抚众人情绪 不说武当山如何热闹 这边尹志平挥手收剑 新陈剑再度变回原本大小 于空中划过一道黑色曲线 回到剑剑闸中 尹志平的身影紧随其后 也来到众人身边 往下望去 原来山下的深谷已经被填平 上面是一个方圆数千平米的平滑石面 望之如鬼斧神功 张三丰以前只当这位前辈公餐造化 顶多比自己高一个境界 可经过这一招 他已经无法理解 这种毁天灭地的武道 绝不是凡人所能拥有 随后 尹尹志平不顾众人惊讶 升起真气罩 带着几人一同落到山谷内的石面上 几人脚下的石面光滑平整 尹尹可见 无数竹叶般的花纹遍布其上 正上方是和脚下同样大小的光滑山体 上面的花纹在阳光的照射下 曲折无状 光怪陆离 尹尹有种神秘之感 尹志平其道 按理说 这种海底形成的花瓣石 不应该这么厚 这里面果然有些蹊跷 众人连花瓣石怎么形成的都不知道 自然不知如何回答 张三丰只能问道 前辈 我们接下来该如何做 当然 是按你的老方法 哇 尹志平也没办法 这种事情 只能慢慢发掘 他的真元 也不是拿来挥霍的 能用真气 就用真气 随后 分好工 张三丰那边 出几个弟子 运送挖出的石料 尹志平 李青山和张三丰 是挖山的主力 白猿和小狐狸 也在一旁帮忙搬运 敲打 尹志平作为主力 从平滑的峭壁上往里挖 李青山和张三丰 在身后拓宽山洞 三人均是先天高手 动作自然不会慢 有时反而要等候洞口 搬运石块的弟子 随着不断往里挖掘 好似没有尽头 越挖 越觉得 这似乎是一条 永远也穿不透的石墙外面的小狐狸 白猿 还有一些武当派弟子 正仔细翻看挖出来的巨石 不时也能找到一些 奇形怪状的化石 将其小型敲打出来 大多都是长相恐怖的虫子 最多的就是一种 手掌大小 副部长有七对尖刺的脚掌 背后有十来对修长的触脚 类似蜈蜈后背长了触脚 头上是小小的头颅 和细长的脖梗 尾部是短短的圆润尾巴 很是怪异 也有人头大小 长相似瞎 身体两侧带有两扇环节样式的白翅 头顶长着七八颗眼睛的虫子 还有长着跟鸟羽一样的尾巴 带有很多蠕动软角的虫子 以及各种像畸形的鱼 又或像蛔虫一样 头部长着一张满是历齿的 深渊大口式的软体虫子等等 光虫子的样式都不下百十种 这让所有武当派众弟子 脸色难看 眼神恐慌 这些长相恐怖的虫子 实在不符合当今人类的审美 似乎觉得挖出了埋藏的禁忌之物 总觉得这些虫子能活过来一样 一些弟子黑眼圈严重 说是连做了几天噩梦 全是各种恐怖的怪虫 追着他们 张三丰看着洞穴中 不断挖石前进的身影 有心想说什么 可想了想 还是在等几天再说吧 这天晚上 所有人都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去 郭九妹已经送来饭菜 尹志平 李青山和张三丰匆匆吃饭 便继续打坐回气 小狐狸红鹰和白猿 躺在一旁的甘草堆上休息 四周摆满了各种大大小小 奇形怪状的恐怖虫子 以及远处堆成山的碎石 不禁有些气馁 自己修仙就修仙 怎么还挖起化石来了 这些全是死物 看起来应该都是 无几追生物化石 属于寒武纪 是这个星球生命大爆发的纪元 经历数一年 早就实化 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奇怪的 自己这是怎么了 这时 小狐狸也拖着疲惫的身子 软啪啪地过来 阴阴阴地一通诉苦 尹志平笑道 吃美食的时候 怎么不见你这个模样 红阴不一 不断反驳 吵着要吃盘桃 尹志平听到这 神色一动 像是想起了什么 这里是生命大爆发的一处密地 如今归于凡尘 若说 有什么奇异之处 可能有足够的清零之气 便能唤醒 可字已在这里 只能布下简易的聚气症 能有什么用 不过 若是没有什么异常 那字已也算尽人事 自此可以安心在昆仑山峡谷养老了 说做就做 尹志平当即 给小狐狸一个大大拥抱 勒得红阴喘喘不过气 只翻白眼 接着 尹志平给众人说了一声 暂停几日便冲上高天 借着银白的月光 依次辨别此处的山形地势 直到第二天 天色大亮 尹志平仍然盘坐于高空中 双目紧闭 在脑海中推演聚气阵法聚气阵好步 但想要布下覆盖一座山谷的大型聚气阵 却要考虑周围地势 风吹雨打 河流小溪等等因素 等到第二天一早 下方的众人才看到尹志平的身影 开始在山谷周围忙碌起来 拿着星辰剑 或消失 或堆山 或断流改道 山谷本就被尹志平破坏 底部的深谷 被切断的山体填上 原本几处流入山谷的溪水 屋地下暗河可去 全都围绕在山谷中心 在切下来的山体周围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湖中平台 景色壮观 几日后 尹志平布阵完成 武当派众人明显感觉 在此修炼更加快速了 但还没练多久 便被尹志平赶出山谷 但阵法已经不好 却不见什么奇异之处 尹志平与张三丰 李青山再次静候 打算等上半月 若是还没什么发现 便就此罢了 在众人苦等第十四天的当晚 这天 万里无云 满月高悬 挂于高空 银白的月光 如同一层白霜 覆盖天地万物 正打坐的尹志平 却突然听到 白猿和小狐狸的惊叫声 睁开双眼 却见周围亮起 无数昏黄色的透明影子 第169章 史前之景重现 尹志平乍然见到 四周众多昏黄色的身影 不经心中意理 他虽然闭目调息 可精神力一直笼罩 方圆百米之内 可以说 任何风吹草动 都不可能瞒过他的眼睛 可看到四周游夜的 无数奇形怪状的虫子 瞳孔一缩 脸色难看 心中隐隐有一种直觉 速速退去 再一细看 却见几人周围 无数软体怪虫 呈昏黄色 巨都是半透明的虚影 如同幽灵般 在半空中游来游去 似是远古之景在线 这时 李青山和张三峰也都醒来 看着这梦幻般的场景 巨视满脸震撼 呆呆无言 接着 两人全都看向 皱着眉头的尹志平 现在也只有指望尹志平 有没有办法 来解决眼前的问题 红英因为害怕 已经抢先 跳到尹志平怀里 毕竟他可是凿出来 不少怪虫化石 也就在这时 一个常有很多触手的怪虫 从一侧游向尹志平背后 众人立即呼喊提醒 尹志平连忙转身 正看到一个长条状 长满如动触手的怪虫 就快要撞到字衣身上 尹志平看得清楚 这昏黄色 半透明的怪虫 似乎根本看不到字衣 像是按照他本身 游动的路径来走 怀中的红英满脸惊恐 呲牙咧嘴 吓唬这个怪虫 眼见怪虫就要冲到身前 尹志平打起十二分精神 精神力化作有形的屏障 挡在这个虫子面前 却如同镜花水月版 那幽灵般的怪虫一穿而过 根本没有任何阻碍 尹志平紧张的心略微平复 针缘覆盖在双手上 缓缓去抓这只手臂大小的怪虫 却仍如刚刚一样 手掌穿过蠕虫 如同抓在空气中 没有任何影响 似乎双方并不属于一个世界 可若说这里面没什么蹊跷 尹志平绝不相信 为何历史上 从来没听说过这种景象 字已不完聚气症 这东西就出来了 绝对有问题 尹志平避过怪虫 提醒众人 暂时没什么问题 不过最好不要贸然 和这些虫子接触 众人轰然英势 小心翼翼躲避 不时由来的怪虫 然后观看着数亿年前 生命起源时的海底世界 无数幽灵般的怪虫 成群结队地 在这座山谷内 肆意畅游 昏黄色的光芒照耀下 每个人的眼睛都目不暇接 主要是这些怪虫 长相实在是奇形怪状 让人好奇不已 尹志平运足眼力 穿过无数怪虫的身影 扫视山谷四周 只见众人站立在 在山谷中心的平台上 四周环绕着湖水 成群的怪虫 像是从这里路过 由山谷西面向东面游去 可在聚气阵外 并无怪虫的身影 聚气阵就像显形阵一样 怪虫穿过阵法边缘时 身影立即显露出来 这些肆意游业的怪虫 飘飘渺渺 行踪不定 一会往这一会往那 不知目的 平台上 所有人都仰头看向 这玄幻般的场景 紧接着 众人突然听到 李青山的一声惊呼 众人跟随李青山 抬头望去 只见上方突然缓缓 探下一个昏黄色的幽灵巨口 上面獠牙密布 猙獰凶恶 四周众多怪虫 仓皇的四散而逃 尹志平带着几人 躲避四处乱窜的怪虫 来到一侧 还没有敲碎的花斑石 对旁蹲下 抬头看去 只见那深渊巨口 占了半个山谷大小 散发着浓郁的昏黄色光芒 几乎可以看清 嘴角上的菱形菱片 那深渊巨口向下大张 猛地合住嘴巴 口中无数力尺咬中 树不尽的怪虫 然后迅速退去 似乎捕捉到了海水中的猎物 离开了这段水域 尹志平心中震惊至极 在这个生命 刚刚向软体动物进化的阶段 怎么可能有如此大的巨兽 就算是霸王龙的嘴 也不可能有半个山谷大小 难以想象 这个星球远古时期 是个怎样的事件 此时 山谷内的怪虫 明显少了很多 冷冷清清 几人被那深渊巨口吓住 那凶杀的气势 犹如天法 好一会 众人还僵硬着身子 蹲在高落的石队旁 但几人未曾发现 躲在石队边缘的白猿 正瞪大双眼 好奇地看着石队下方 一个同样躲避在这里的怪虫 那怪虫两个圆圆的眼睛 两个扁平的鼻孔 还有一个椭圆形的嘴巴 形似人貌 但身子却是圆滚的虫子 有两根羞长的触手 长着鱼尾 他肚子一鼓一鼓 似乎吓到了 随着肚子鼓动 身上的昏黄色光芒 一鸣一暗 白猿天生人善 见着东西好似无害 且有灵质 居然是一副被吓到的样子 蹲在石队旁 看他那胆小的样子 不禁想要安抚他一下 带着善意 伸出手掌 似乎要在气头上轻轻抚摸 以做安慰等手掌 虚抚过那桃子般大小的扁原头颅 半透明的怪虫 近似有所觉 两只黑洞洞的双眼向上看去 仰头四处寻找什么 白猿觉得神意 随着怪虫的视线一动 直直看向怪虫两个漆黑的双眼 似乎在说 在这呢 看这脸 就在白猿和怪虫视线 对视上的一刹那 白猿身子一僵 似乎看到无边无际的血水 如同潮水一般 从高天卷下 头顶的海水被炙热的血液灼烧 蒸腾起无边的白雾 而在外界 那怪虫漆黑的双眼 定定地看着白猿 缓缓伸出一根蠕动的触手 白猿似乎魂魄出窍 不知不觉 也伸出食指 缓缓接近那根触手 一旁的李青山 似乎觉察到什么 总觉得背对着他的白猿 有些不对劲 开口喊道 白猿 白猿 你在看什么 尹志平豁然转身 他的精神力已经发现 白猿伸出手指 在向前方 想要碰出什么东西 他抱着红鹰 猛的一个踏步 闪电般来到白猿身前 却为时已晚 白猿的食指 已经和那散发着 昏黄色半透明触手 碰到一起 尹志平一声大喝 想要惊醒呆愣的白猿 同时手掌 直接抓在白猿身上 却抓了一个空 似乎在抓一个幻影 再看白猿 此时白猿全身 已经逐渐透明 并散发着 和外面那些怪虫 一样的昏黄色光芒 尹志平见此 心中焦急如焚 见抓不到白猿 便含力一掌 向白猿和怪虫 接触的手指尖拍去 第170章 蝶血武当山 尹志平含力掌 岂可小虚 地面山势军裂 一旁的石队 更是炸成石粉四散开来 可那怪虫和白猿 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尹志平的攻击全然无效 影响不到他们 这番场景看得在场众人 一脸骇然 全都如惊弓之鸟 生怕自己撞到 这些幽灵被童化了 见这招无效 尹志平心中勃然大怒 整个天地 在尹志平的精神领域 和沸腾的真元下 猛的一致 远处游荡的怪虫 竟然微微迟缓起来 而与白猿相碰触的怪虫 好似发现了什么 想要迅速离开此地 但身子犹如陷入泥潭 速度缓慢异常 那白猿似乎也有要苏醒的迹象 可紧接着 这片远古的大海上方 似乎响起一声惊讶的轻一声 随着声音在耳边响起 尹志平如遭雷击 被时空反噬 当即连喷几口大血 那怪虫趁机飞速逃离 片刻间就混入高空淋淋散散 游动的虫群中 这时 白猿已经醒了过来 嘴里不断吐着水泡 满脸惊恐 四处张望 李青山和小狐狸急忙在其身侧呼喊 但白猿却听不到 看不见 接着 白猿像是忍受不了海底的窒息与恐怖 四肢摆动 向上游去 李青山纵身一跃 想要抓住游至高空的白猿 手掌一穿而过 也抓了一个空 片刻间 白猿已经游到众人头顶数十米远 突然 一只灵甲森然的金色巨爪 猛地伸入海水中 一把抓住白猿 顿时 白猿身上昏黄色的光芒四箭 好似血液喷洒 白猿满脸痛苦之色 那巨长似乎也发现了 微微收力 巨爪微抬 就要离去 尹志平见此 深吸一口气 推开张三丰的搀扶 单手伸向不远处地上的剑闸 一声轻颤的剑鸣鱼 剑闸中响起 紧接着 剑闸碎裂 冲出一柄 散发着星芒的黑剑 尹志平伸手接过电射 而来的星辰剑 双手紧握 在看时 身影已经来到 抓住白猿的剧长面前 星辰剑光芒璀璨至极 黑色的剑身 在强烈的星光下 已然消失 只剩星芒刺目 下方的张三丰 瞪大双目看去 只见那尹志平的双手 如同握着一挂星河 动作缓慢至极 似乎在挥动浩瀚的星河 但又迅捷无比 给人一种难言的矛盾之感 说实实 那十块 尹志平双手挥动星辰剑 在金色巨爪还未离开时 便一键横切 斩在金色巨爪的手指上 顿时 天震地害 金色的巨爪上 鳞片炸裂 直接被削去 一节粗大的指爪 紧接着 一声远古怒吼 于高天之上 看不见的遥远深处传来 海浪猛地下压 众人都感觉天塌一般 头顶沉重无比 上方飘荡的怪虫 更是如同下饺子般 纷纷落下 那金色巨爪 疼痛难忍 猛地抽回 而手掌中的白猿 却被其随意扔出 如一道流星 飞向山谷外 尹志平口中 又再度喷出鲜血 一种看不见的力量 重创了尹志平的神魂 但此时 他顾不得脑中的刺痛与昏尘 调动所剩不多的真元 向白猿飞去的方向追去 可追上时 已然来不及 白猿的身影 飞过聚气阵的边界 瞬间消失不见 阵法外面是一片 如同下了白霜似的无边森林 冷清的满月高挂于天 尹志平回首望去 山谷内如同被盖上 一个看不见的圆弧形盖子 里面空空荡荡 山谷地面上 落满了昏黄色的怪虫 且有些怪虫的光芒 在渐渐消散 尹志平立即转身回去 想要寻那罪魁祸首 枯竭的精神力 勉强笼罩山谷 尹志平身在半空 已发现了那怪虫的身影 那怪虫 正在刚刚被尹志平 在天威 单手持剑 直插怪虫 在那怪虫发现之际 已然来不及躲闪 被尹志平璀璨的 星辰剑覆盖 化作烂泥 也就在这时 一种难言的压抑 从天而降 众人只觉得要大难临头 生死不由自已 似乎有什么大恐怖 要摧毁这片海域 尹志平不敢大意 手中星辰剑插那间 飞向山谷上的高峰 那里是他不知聚弃阵的阵眼 若是摧毁 此阵便会立即失效 也就在星辰剑摧毁阵眼的前夕 众人头顶上空 有一道璀璨的光影 似乎是某种神圣 下来的一小部分 那光芒蕴含神威 让人忍不住要叩头跪拜 尹志平能感觉到 一道视线从光影中看向自已 他神魂停滞 思维凝固 就要脱体离去 奔向那璀璨的光影 也就在尹志平神魂离体的前一刻 山顶上响起一声巨响 星辰剑已经破坏了阵法 山谷内所有昏黄色怪虫 似乎想要停留下来 但最终 在一声冷哼声中 一切都消失了 只有头顶洁白的圆月高悬 见危机退去 尹志平浑身一松 无尽的疼痛涌入脑海 尹志平身子一歪 昏倒在山谷内的平台上 远处的小狐狸 李青山和张三丰连忙过来 查看尹志平的安危 李青山检查片刻 对着焦急低吼的小狐狸说道 别担心 红鹰 师尊只是昏迷过去 脏腑有些损伤 此地不是久留之地 我们这就回去为师尊疗伤 说完又看向一旁的张三丰 张真人 此地诡异 还不知日后如何 平道觉得 还是暂停挖掘 禁止任何人进出 等师尊醒来后 再从长记忆 李青山虽然与其平静 但眼中却满是哀伤 他和白源 也一起在昆仑山峡谷内 生活数十年 早已将其当成挚友 眼睁睁看着白源陷入险境 自己却无可奈何 帮不上什么忙 心中只有懊悔 张三丰也是第一次经历 如此奇幻诡异的场景 脑中固有的观念 可以用天翻地覆来说都不为过 听到李青山的言语 自然没有意义 李真人请放心 平道会亲自严守此地 禁止任何人进入 张三丰一脸正重 但他隐瞒了一件事 在刚刚远古之景重现后 他怀中的玄规 似乎微微散发光芒 他曾拿出瞥了一眼 规背上的阴阳八卦图 在轻轻转动 上面似乎多了些什么 他只是看了一眼 便有种天玄地转之感 他有种直觉 自以怀中的玄规 定然隐藏着天大的秘密 第171章 梦中惊魂 且说李青山 张三丰带着尹志平和小狐狸 回到武当山 众武当派弟子 从掌门还有李青山 这个武林民宿脸上就能看出 那处诡异的石洞出大事了 再加上张三丰回来后 匆匆交代完事务 便去那处山谷坐镇 禁止任何人进出 这更加证实了 众弟子心中的猜想 私下里 众多弟子议论纷纷 要说 这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 不过几日 江湖武林神话 剑仙尹志平昏迷不醒 身受重伤的消息 传遍整个江湖 皇宫内 当今陛下赵集和赵氏皇族 为此 高兴得恨不得通宵暗暗庆祝 江湖上 恐惧者有之 诧异者有之 不幸者有之 但很快 小道消息泄露 全真剑仙尹志平 疑似在深山中挖出了地狱 里面爬出无数地狱鬼虫 尹志平与地狱魔王对战八百回合 才落得如此下场 这番说辞 天下百姓很是赞同 但江湖武林人士 可不是好糊弄的 他们多方打听 用尽手段 想要知晓这其中的秘密 毕竟 能让这位仙人般的剑仙拼命的 肯定是了不得的宝物 武当派因此压力颇重 为了找出私自放出消息的叛徒 宋远桥将整个武当派一一彻查 查到最后 却被一些弟子供出 是自己儿子宋青叔嘴快 在山下玩耍时 被人套出话的 宋远桥恨铁不成钢 气得狠狠抽了儿子武士鞭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众多江湖左道好手 已经发现张三丰镇守之地 但在张三丰手上 无人能走上一招 皆不能进入一步 不过老话说得好 越不让做的事情 人们越想做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张三丰也不可能 没日没夜地紧盯着偌大的山谷 一次不小心 被一位神偷盗走 谷中凿出的怪虫化石 流落江湖上 争宁怪异的模样 更加坐实了江湖上的流言 近些日子 国公郭浩 以及全真教一众高手 全都来到武当山守卫引之平 郭九妹也不知道 那晚怪虫山谷内发生了什么 只是将自己知道的 和郭浩大致说明说后 便让其下山自取 郭浩也来浩天宫看望了师父 见其昏迷不醒 身边又有神功盖世的师兄 李青山守护 便不再担心 然后全真教来的人 同样被李青山赶走 随着那个流落出去的怪虫 被确定为石头 谣言渐渐平息 三个月过去 尹志平仍然未醒 这让武当山所有人担心不已 原本为白猿闷闷不乐的李青山和红英 也都将忧愁转移到尹志平身上 郭九妹喂完昏迷中的尹志平后 对着守在床边的小狐狸 劝道 红英 吃点水果吧 要是师尊醒来 你身体又垮了 岂不是让师尊忧心 红英念念地慢慢啃着一个梨子 偶尔在尹志平耳边叫几声 一天昏迷中的尹志平做了一个梦 他看到自己历经千重难 万重结 就在要踏入永恒之时 却发现前方多了很多的模糊的身影 他们一个个或气势霸道 压他诸天万剑 或身姿飘渺 仙气盎然 独立于时空之外 似在非在 又或者朴素真实 如一个凡人 一块石头 但举手投足间 诸天大道都要为其让路 后方人影众多 各有风采 各有各的英姿 尹志平疑惑不解时 却见其中一道唯我独尊 周围的天地都在湮灭 回到混沌状态 他抢先一步 飞向那处永恒之门 众多身影紧随其后 分毫不让 他转身一拳挥出 天地倒转 大道哀鸣 面对万千强敌 也不惧分毫 但他一人 怎能挡住千万强者的攻击 双方之间浮现刺目至极的光芒 然后 什么都不复存在 那里一片黑暗 大道不敢临近 混沌不起波澜 如一个有黑大洞紧接着 那黑洞中窜出一道身影 固满了各种兵器全场的痕迹 几乎没了人形 他一步踏出 来到永恒之门面前 伸手推开高于万丈的大门 无尽的霞光照耀在其身上 但他却动也不动 好似僵住了 这时 那战场上的黑洞爆开 涌出千万强者 他们一涌而上 想要一同踏上永恒 但来到万丈高的永恒之门时 却和那位至强者一样 僵在原地 影志平觉得很不对劲 想要退去 但那千万强者 好似能感应到影志平的想法 影志平顿时毛骨悚然 浑身警铃大作 这时 影志平突然感觉 眼睛里流出眼泪划过脸颊 他伸手一摸 手掌上是一片烟红的鲜血 他惊骇不已 就要退后 抬眼一瞧 却见左右四周围满了人 他们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双眼流着通红的血泪 死死地盯着他 那无数双死灰 盯着自己的眼睛 和熟悉的面容 让影志平恐惧到极致 浑身一个机灵 猛地从床上坐起 顿时噼里啪啦 木头断裂声 夹杂着红鹰喜悦的叫声 从一片狼藉的废墟中响起 紧接着 烟尘被无形的力量压在地上 露出废墟中的影志平 正大口喘着粗气 红鹰连忙上前抱抱 影志平看到红鹰 才心头一松 抱着红鹰 摸了摸他脑袋 李青山已从图团上起身 拱手拜道 师尊 您终于醒了 可有什么不舒服的 影志平见其面容憔悴 问道 为师昏迷了多长时间 回师尊 四个月零十九天 影志平摸着小狐狸 对其温声说道 秦山 辛苦你了 你先回去休息吧 为师要调养几天 李青山见师尊无碍 便又是一礼 回至自己房间休息 浩天宫卧室内 随着影志平轻轻抚摸 红鹰很快进入梦乡 接着影志平将其放在一侧厢房内休息 他仔细回想刚刚的梦境 心中仍有余悸 想他心神通明 灵魂强大 根本不可能做噩梦 这个梦一定有问题 没等他细想 门外进来一人 第172章 再探怪虫骨 影志平抬眼望去 却见郭九妹提着石河走进来 郭九妹见到醒来的影志平 满脸喜色 师尊 您总算醒了 害得我们好生担心 说完来到影志平面前又问道 师尊 您身体可有什么不舒服的 看着郭九妹拎着的石河 想起李青山说 自己昏迷了四个多月 想来这些日子 都是郭九妹喂的饭 影志平温言道 这次伤到了神魂 所以昏迷久了些 如今已无大碍 不必担心 郭九妹满脸喜意 师尊鸿福齐天 自有天佑 您肯定饿了吧 我去让人给师尊做一顿好菜 补补身子 说着做事要走 影志平拉住郭九妹 你这里面不是有食物吗 郭九妹随即将石河打开 却见里面是一碗绿豆山药粥 绿豆山药熬得熟烂 闻着香味扑鼻 影志平端起碗来 也不用勺子 直接一口喝下 说道 这些日子 辛苦久妹了 看师尊您说的 弟子照顾师尊 不是应该的吗 好好好 为师甚畏 张真人在何处 张真人如今还坐镇 在那个山谷中 要弟子去请过来吗 影志平白手道 不用这么麻烦 为师自去便可 说吧 缓步走出房间 脚下微点 人已经出现在半空之中 不过片刻 影志平已经来到 怪虫山谷的边缘 看到坐于高峰上的张三峰 同时 高峰上的张三峰 也老远就看到 飞来的影志平 高声道 可喜可贺 前辈终于醒了 晚辈这里有些吃食 前辈若是不嫌弃 可来一同享用 来到镜前 却见张三峰 盘坐在高峰一处 薛平的石台上 面前放着两只烧鸡 两壶烧酒 几个小菜 影志平落于石台上 同样盘膝坐下 不禁笑道 张道有好兴致 说着 给自己倒了一碗酒 和张三峰碰了一下 仰头一饮而尽 我已数十年未喝过酒了 没想到这酒后未回甘 此酒 叫什么名字 张三峰露出回忆之色 此酒没有名字 是当年一老友爱喝的 我存了很多 偶尔喝些缅怀一下 如今只剩这两壶了 影志平也不揭穿张三峰 拿起烧鸡细嚼慢咽 正色道 张道有 探索先路之难 想必你也看到了 接下来 我准备单独探索 是要挖出个究竟 张三峰吃了一口小菜 同样一脸郑重 前辈 我如今朱班英国已经了清 门下弟子 也无需用我操心 此身 只为求道尔 影志平轻轻汗手 却眼神一动 看向山谷对面的丛林 张三峰解释道 是一些左道毛贼 来此偷道 老道不想伤人性命 便屡语放过 谁知他们愈加放肆 实乃自招或端 影志平突然伸手 隔空虚抓 不远处丛林晃动 很快响起尖叫声 紧接着 两道人隐于空中大声嘶吼着 从对面的山峰上 被影志平射来 疑魂大法对视二人 得知江湖上有人 对这怪虫感兴趣 发布悬赏 要这怪虫化石 影志平隔空一掌 将两人拍晕 扔入远处的山林之中 生死有命 就看两人的造化了 随后 影志平看向张三峰 沉吟道 这些怪虫化石 本没有什么神异之处 是一件凡物 等咱们探索完 张道有可随意处置 张三峰说道 一切听前辈安排 饭后 影志平回到武当山浩天宫 调养恢复 影志平丹田内 还剩三滴真元 若是没有什么危险 自始无碍 至于徒弟李青山 和小狐狸红英 最好不要再让他们涉险 第二天一早 影志平叫来李青山 将危险详细说了一遍 但李青山和张三峰一样 如今早无牵挂 唯一的 便是为修仙探索前路 而消失的白源 反而让其更有斗志 想要弄明白 这其中的缘由 影志平 见其态度坚决 也不再劝 又看向红英 红英说什么都要跟着影志平 见此 影志平也升起豪情 当即找到张三峰 几人组再度来到怪虫谷 这次没有韩武派弟子前来帮忙 三个先天高手 影志平打头阵 星辰剑无坚不摧 风力异常 洞穿山石只是等闲 长长的山洞内 李青山位于中间 张三峰位于洞口 红英协助张三峰 这次不再追求扩大洞穴 只挖了三人宽的石洞 挖掘速度飞快 就这样 一个月有余 影志平他们已经挖到了武当山主峰之内 花瓣岩石仍然没有尽头 三人想要放弃 已经看不到希望 就此作罢 回到武当山 所有人都很些疲惫 准备休息一段时日再说 几天后 雨季降临武当山 封顶施工的匠人 全都下山回了老家 随着狂风大雨 雷声不绝 偶尔有些闪电落在封顶 甚为奇妙 这也是张三峰给武当山准备的意境 匠人在封顶修建的宫殿 并非是给人住 而是为神灵真武大帝准备的 好让信众看到雷霆之下的神灵 让人们更加幸福 尹志平盘坐在院内长庭 正与张三峰下棋 远远看向顶峰不识披下的道道闪电 恍如神威 令人心胆皆颤 不禁对张三峰这个想法 大家赞同 张三峰也是自得一笑 对自己想到的 这个足以十五当派延续数千年的办法 很是满意 一切都是原法 晚辈当年玄指建派时 也没留意此地 后来雨天雷电纷扰 晚辈便想寻出根油 将其除去 查探后才知 雷电频繁披下 皆是因为封顶中部有一道纯铁矿脉 晚辈准备将其挖出 避免以后烦扰 但随着越往下挖 那铁矿脉 越发垂直深入山体内部 无奈之下 晚辈只能作罢 某一天 晚辈在罐中里进神灵 突然看到闪电照耀神灵的面容 威严无比 灵机一动 才想出此法 只要这主风不抖 我武当派 当与之长存世间 尹志平笑着连连称赞 脸色却突然一变 张三峰问道 前辈 怎么了 可是哪里不妥 尹志平来不及解释 留意下句 稍等片刻 平到片刻就回 此时山林中风雨大作 尹志平也不敢直接飞在高空 游走在大树之夜间 飞速向怪虫骨而去 不多时 怪虫骨赫然在望 尹志平猛地落在洞口处 往前行了一段距离 洞口处的天光彻底消失 而洞穴最深处 则亮起了微弱的光芒 第173章 阴阳八卦阵 洞穴深处的光芒微弱 且闪烁不定 一会浮现 一会消失 尹志平眯着眼睛 仔细打亮 那好像是一道电光 这条洞穴 是前段时间 他亲手挖出来的 对这里的一切一清二楚 加上心中的猜测 尹志平直接快步 闪身到洞穴深处 映入眼前的 是一条直上直下 在石洞中央 如蜘蛛网般 不断闪现的雷电 雷电从洞穴顶部穿过空气 来到洞穴底部 而洞穴的上下方向 尹志平透过精神力 穿透进去观察 是一个直径三米左右的铁矿脉 封顶披下的雷电 顺着这条铁矿脉 直入地底 这也是刚刚张三峰说起 封顶发现铁矿脉 尹志平突然变色的原因 他挖洞时 也留意到这个垂直的铁矿脉 以为是造化神奇 没有当回事 因为挖这段洞穴时 火花四溅 很是耀眼 所以才记忆犹新 尹志平看了看洞穴两侧 同样的铁矿脉 庆幸自已没有 将这铁矿脉彻底挖断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这种不合常理的铁矿脉 人为痕迹如此明显 定然是有人在这里布置的 他对鬼野魔术 为什么被困在这颗星球等死 很是好奇 但想要明白真相 只能自己去探索发现 从与鬼野魔术接触的信息 他可以推测地底下 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 此地和昆仑山死亡谷一样 是一座传送阵 第二种 此地可能和葫芦山类似 困着远古的魔物 尹志平犹豫了片刻 最终还是退去 是座传送阵还好 但万一是座困魔阵 一旦放出来 这个世界大概率要生灵涂炭 而且 这里也需要重新填补 他看向洞穴外 因为雨季的原因 山谷内的湖水长得很快 需要把这里重新封住 不然水流倒灌进洞穴 恐怕这个天然的导电线 就要失效了 回去后 张三丰仍然在亭子中等候 前辈 可是出了什么事 尹志平随即将自己的猜想 一一与张三丰诉说 毕竟这里乃是张三丰的扶原之地 此地又是真武大帝的道场 两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所以这个选择交给张三丰 决断最为合适 张三丰也是左右为难 声称需要两天时间 两人起也不下了 各自散去 尹志平不知道 张三丰要用什么手段 来判断地下是吉士凶 但他也有自以办法 那便是刚刚学会的八卦阵 他上次从玄规上 洗的阴阳化声和八卦阵 而这八卦阵 可根据所落之功的五行升课 和望向修求来定吉凶 断印七 是一门包罗万象的万金游倒数 此时正好拿来使用 预测这武当山主封内的吉凶 八卦 前为天 坤为地 阵为雷 驯为风 更为山 对为泽 砍为水 离为火 对应八门 开门 修门 生门 伤门 渡门 锦门 死门 金门 开 修 生为生门 死 金 伤为凶门 渡门和锦门 则为中平 第二天一早 大雨稍现 天色阴沉 尹志平叫上李青山 带上小狐狸来到空无一个人的封顶 上面砖石堆积 地面铺了半个石砖场地 被大雨冲刷的干干净净封顶中心处 方圆三米内的石砖皆黑 是最近雨季 雷霆下批之故 小狐狸自来到封顶 便浑身炸毛 想要逃离 只因此地是雷电聚集之地 稍有乌云走过 便会被下方如山高的引雷针 引来雷电 尹志平也不想凭空被雷劈 所以尽快用八卦阵算出来为好 于是立即对李青山问道 青山 今日是何年何月何日 几时几刻 李青山脑子一猛 这是干什么 但他只清楚大概时辰 并不清楚具体是何时 所以 几个纵月挑到下方 寻找道观内掌时的道士 问询一番 立即返回 将具体年月时辰告知尹志平 尹志平站于封顶石砖上 慢慢踱步 举起手掌于胸前 掐指不断测算 自语道 1328年 根据镇法割绝 秉悟原来训尚存 石天干 当为悟年 要从八卦的训位 也就是东南方向起修门 根据太阳旋转的方位 依次列出其余七门 尹志平一边迈开步子 走了一圈 确定八门方位 一边嘴里念念叨道 伸出手指 根据时日和时辰 点来点去 算出十二地之所处的方位 让李青山站在自己指出的地点 又问道 青山 你生辰八字为何 李青山此时已经明白 师尊在做什么 将自己的生辰八字 一一导出 尹志平根据李青山的生辰八字 对照八卦方位和八门 列出李青山此时的十二月 有 长生 沐浴 关带 灵关 帝望 衰 病 死 木 绝 胎 阳 这十二月 随后 尹志平让李青山行至封顶铁矿脉上方 随着李青山行走 卦象随身体移动而变动 带李青山走到漆黑的石砖上面 最终卦象显示 此地是驯卦 唯开门 是生门 又看李青山此时此地的十二运 唯胎运 是贵不可言的运势 尹志平看罢 大笑道 好好好 北极震天 脚踏七星 逆天改命 一开天门先胎生 当真是个好去处 好去处啊 不说小狐狸红鹰 瞪着圆圆的紫色眼睛一脸猛 就是李青山这个跟正苗红的有道高修 也听不懂尹志平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不过从尹志平表情上看 定然是有好事发生 一般来说 阴阳八卦阵是远古圣人根据天地走势 以及天道运行规律 总结出来的一套切实可行的预测方法 尹志平对此很有信心 不然 此卦对应的星位正好是北斗七星中的遥光 而此地又是北极大地的道场 要说其中没有渊源 鬼都不信 北斗七星中的遥光 位于银河系内部 想必遥光系内必然有可以修行的星球 随后 尹志平带着李青山和红鹰返回浩天宫 静等张三丰消息 一日后 张三丰满脸喜色 上来就对尹志平说 他已做好决定 要从主风内部往下开挖 尹志平虽然不知道张三丰 从何得出主风之下有机缘 但两人最终的结果都指向吉兆 那便毋庸置疑 里面就算不是传颂阵 也会有其他好处 这几天大雨不断 并不是下探地底的好时节 于是尹志平写了封信给当今皇帝 让朝廷运来数墩黄金 数十墩金铜来此 借着在此 丽全真 吕洞兵神像的由头 帮张三丰完成主风顶部 雷火炼电的奇观 第174章 雷火炼电之秘 日子在一天天的等待中不断逝去 大雨仍旧没有停歇的迹象 既然决定去地下挖掘 为了避免水漫山洞 尹志平又用新陈舰 从山谷地埃处输泻引导 将怪虫谷内积攒的雨水 导入山谷外 随后几天 尹志平向朝廷要的金铜 也都运到山下 一眼望去 数十辆钢铁马车上百米长 排在山脚下 惊奇烈烈 由朝廷最为精锐的进军押运 押运带队将领 只是见了尹志平一面 便被打发去找武当派宋远桥交接 张三丰喜不自胜 真心感谢尹志平的援助 甚至想让尹志平在武当山 挂个祖师的名讳 尹志平断然婉拒 自已如今在民间 如日中天 根本不缺信重 这张老道竟想占自已便宜 随着山下尽快铜定 依次被运上主风 余计也渐渐结束 这天 张三丰召集他六个弟子 将身后是一一嘱咐 众弟子都大惊 但文德师尊即将随仙剑远行 或许要生至仙剑 不由地记喜又悲 而尹志平这边 虽然挂上显示 那里似乎是一处生仙之地 但不能最终确定 是不是传颂阵 好在 这无数年间 凡尘俗士早已和他脱节 全真教 长春谷少了他 也可自行运转 看在郭九妹前段日子 悉心照顾自己 便留下一本突破先天的法门 给郭九妹 能不能练成就看他的造化了 这门突破先天的法门 还是根据张三丰手中的 玄规顿悟得来 现在一切就绪 尹志平带着李青山和红英 与张三丰一起再次进入 怪虫谷内的山洞 走过十里长的山洞 来到洞穴最深处 因为封顶没了雷电屁下 这里一片漆黑 李青山和张三丰手中 拿着的火把早已熄灭 这洞穴深处并无通风口 氧气燃尽 火把自然熄灭 至于小狐狸 则留在洞外等候消息 三人都是先天高手 目力过人 自不需要照明 且三人挖洞 早已配合默契 挖掘山时很是顺畅 尹志平顺着铁矿脉一米外 直入地下 隔一段距离 也会侧向挖掘一个小洞 标定自己与铁矿脉的距离 没想到 下挖五十余米时 挖着挖着 便挖到脚下一大片铁矿脉 但铁矿脉 应该在自己右侧一米处才对 尹志平顺着铁矿脉向右开挖 却见是一道有弧度的铁矿脉 蔓延向上 他心中隐隐有些预感 随即将星辰剑 微微插入铁矿脉 却渐渐身上亮起光芒 雷电乱射 尹志平及时跳起 才避免了雷狐击打雷狐闪烁 让上方的李青山 张三丰也看到了下方耀眼的光芒 巨多一脸喜悦 大喊道 前辈 挖到了 师尊 需要弟子下去吗 尹志平大声喊道 挖到了 但还没找到入口 再等等 随即用衣袖卷起星辰剑 雷光散去 重回黑暗 尹志平开始小心翼翼地 从铁矿脉边缘 隔着薄薄的岩层 往下挖掘 多的石块直接往上抛去 自由李青山接住 李青山再跑给张三丰 随着不断顺着铁矿脉开挖 这个铁矿脉的大致形状 对以摸清 竟是一个直径大约 三十米的椭圆形铁矿 想到刚刚星辰剑 插入其中散发的雷电 想必 这个就是上方雷电的最终去处 一个比山还高的避雷针 藏在一座山脉的主峰之内 吸取天地间的雷霆之力 是谁这么大手笔 尹志平正想着 却发现剑法摩擦石块的声音不对 他手中随即亮起青光 向前方开挖的山石看去 却见山石之中 似乎有缝隙 还有累气的泥浆 这让尹志平心中一惊 随后快速顺着石缝挖去 不一会 便清出一个长条石道 来到铁矿脉前 身后的石道堵满了石块 身前是一个铁矿石 组成的无缝石门 上面雕刻着一个玄规图案 硅壳图案的正中心处 是一个凹陷的小槽 从形状看去 和张三丰手中的 那个玄规大小一样 他不敢轻举妄动 几步跳出洞外 来到上方的洞穴内 将下方的种种 讲给两人听 张三丰主动从怀中 掏出玄规画石 说道 既然如此 前辈 咱们去试一试 尹志平和李青山 自无不可 随即 几人依次落下石洞 来到铁矿前方的石道内 石道正好可容纳三人并行 张三丰看着石道 感慨道 看来此处 以前是有人经常来往的 不知为何用石块封住 也不知道石道出口通向何方 尹志平和李青山 也不清楚缘由 没有回应 只是跟着感慨 来到铁矿石门前 张三丰掏出玄规画石 看了看尹志平和李青山 在二人的示意下 将玄规画石 缓缓放进槽内 严丝合缝 看来要是就是这个玄规画石 紧接着 玄规画石表面的八卦阵图 竟微微亮起光芒 开始旋转 尹志平看着八卦旋转的方向 眼中闪过金光 这似乎是一种自动对接密码 直到某一刻 玄规画石上的八卦纹路 像是连接到了大门 咔嗤一声 从中间缓缓裂开一道 刺目的亮白色洞门 里面荧光闪耀 直射而出 耀眼至极 三人等了一会 待适应了些光亮 从这石门往里望去 只见里面天原地方 是一座方圆二米大小的溶洞 万道电弧在溶洞内不断跳动 可唯独大门口 蔓延到洞穴中心的水池 这一段玉石路上 没有丝毫雷电射入 再看四壁皆是有黑的墙壁 看不出材质 而中心处 是一座圆形白玉池子 里面满是流动的刺目液体 如同雷浆在其中流淌 上面不断有雷弧射出 而白玉池子中心 有一座乳白色的玉石台 可容五人站立 上面洁白如玉枝 什么纹路雕刻都没有 光滑如镜 此处竟然比昆仑山死亡谷 那座阵法还要高级不知多少 根本看不出什么阵法纹路 且能储存雷电 非常神意 从外形上看 只有大圆套小圆 和八卦阵类似 尹志平见玉石中的雷浆几乎一满 想必是近日雨季 雷霆不断的缘故 尹志平和李青山满脸谨慎 细细观察洞内的一切 可张三丰却掩不住满心的欢喜 想要抬步迈入 却被尹志平伸手拦住 第175章 离开神雕事件 尹志平闯过很多秘境 惨痛的教训至今有在眼前 此地看着雷电肆虐 若是稍有差池 便是万劫不复 尹志平拿起手中的星辰剑 这把剑颇有来历 蛇骨的白蛇 与葫芦山的鬼野魔术 都想得到它 说明此剑从上古时期 就一直存在于世 对于探索秘境 用它来试探 最合适不过 想到这里 尹志平松开双手 星辰剑稳稳飘浮在半空中 随着尹志平精神力操纵 嗖的一声 顺着白玉石道 飞入溶洞内的石台之上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尹志平有些奇怪 若说玉石道路里 不会受到雷电攻击 可星辰剑飞到玉石台上 要经过一米左右的雷池 为什么那里没有雷电攻击 那里上空 明明有很多飞射的雷弧 尹志平招了招手 悬浮在玉石台中心的星辰剑 一个转身 立即回到尹志平身侧 张三丰怕机缘稍纵即逝 脸上略带焦急之色 说道 前辈 这里是我教祖师真武大地道场 理应没什么危险 尹志平轻轻汗手 又从手臂上逼出一缕鲜血 按照星辰剑刚刚的样子 飞向玉石台 可就要跨入雷池上方时 下方的雷池中 飞起一道粗大的雷电 那缕鲜血瞬间化作飞灰 强烈的光芒 让张三丰和李青山 不自觉抬手遮挡 在两人松开遮挡的手臂 还未反应过来时 尹志平已经驱使星辰剑的剑尖 却缓缓伸入玉石路外 剑尖刚露出玉石路一点点 溶洞内的雷电 顿时像是爆炸一般 刺目的光芒无尽 无穷的雷电 劈在剑尖上 星辰剑应声而落 被尹志平一挥袖子 迅速带了出来 袖子缠在星辰剑上的部分 已经因为炙热化为黑炭 尹志平再度控制星辰剑 伏在身侧 对着二人说道 这玉石道路是安全地带 你们先别轻举妄动 等我去带来红鹰 咱们再一同进去 二人正使劲眨巴双眼 暗运蒸气 修复刚刚因雷电强光导致的 短暂失明 不敢乱动 高声应试尹志平随即向上飞去 途中 阴寒蒸气覆盖星辰剑上 迅速降温 片刻间 尹志平已来到洞口处 只见小狐狸红鹰坐在地上 背着个双肩包 嘴里不停鼓囊 吃着从武当派带来的炒巷子 面前已经多了一地的巷子客 尹志平不禁玩耳一笑 喊道 别吃了 贪吃鬼 收拾好东西 我们一起进去看看 是不是传送阵 红鹰吃得正香 文言扁了别嘴 放下粗麻绳肩带 从圆筒形的牛皮背包内 拿出一个布袋 将地上没吃完的巷子 一一往里装 放入背包后 系上绳扣 跳入尹志平怀里 尹志平抱着红鹰 挥手使出真气罩 留足红鹰用的氧气 尹志平看着两侧宽大的洞穴口 突然想起了 刚刚在地底清除的石道 随即身侧的星辰剑化为黑影 穿插于头顶的山石中 绞碎洞顶的石头 无数山石滚落填埋洞口 尹志平一边往里走 一边操控星辰剑 击碎洞顶的山石 碎石不断下落 这条由尹志平和李青山 以及张三丰合力挖出 足有十里长的石洞 被完全掩盖住 等来到地底 张三丰已经听到 上方石洞的落石声 明白尹志平在做什么 一脸欲言又止 尹志平说道 张道友不必挂怀 所谓车到山前必有路 这里阵法隐匿于玉石中 非我等可以掺破 不如直接进去瞧瞧 一看便知 几人抬脚跨进玉石路 尹志平却情不自禁 转头看向西方 那里是昆仑山 有他刚布置好的 半成品聚灵镇 想必过不多久 那些盘桃树 就可以接出盘桃 以及里面还有 日益浓郁的清灵之气 那地方只有 长春谷守卫统领 以及张无忌之道 不知自己住了 数十年的盘桃峡谷 以后会是何等模样 尹志平微微向上远视 那里是昆仑山死亡谷 自己真的要舍弃 死亡谷的传送镇 走这条传送镇吗 可刚刚他的行动 已经替他做出了决定 尹志平艰难地回过头 看到张三丰和李青山死 发现他们 也在扭头看向身后 眉宇间都略带伤感 不知是这处门槛 让人陷入缅怀之情 还是他们心中不约而同 有此感慨 等他们迈出第二步 整个身体都进入溶洞内后 身后的门户缓缓关闭 此时 站于玉石路上 四周巨视电弧肆虐 如此危险之地 让三人迅速收起了 缅怀的感伤之情 小狐狸更是将头埋入 影之瓶怀里 不敢往外看 等三人走到玉石道路尽头 雷池已然近在咫尺 里面不知有多深 刺目的银色光芒 让三人都无法看清 只看到上面流动的 银白色雷叶 那毁灭般的能量 让他们浑身紧绷 如同走在钢丝上 一不小心 就要跌入万丈深渊 三人左瞧右看 想要找出 如何才能上到 中央玉石台的方法 正交集时 却发现脚下的玉石内 突然闪现几个卦象 跟随卦象的是 各种光芒扫射在他们身上 好似在检查什么一样 那些不同颜色的光芒 停留在红阴身上最多 吓得红阴胡乱在 自己身上拍打 好像要拍掉那些光芒一样 好一会 那些彩色光芒 才从红阴身上散去 接着 所有光芒交汇一起 又瞬间消失 待光芒消散时 三人的身影 已经消失在原地 被传送到雷池中央的 玉石台中 三人看着雷池边上的玉石路 才明白 原来那是一道自检关卡 这样一整 瞬间让尹志平 感觉到了 这个传送阵的高大上 还不带三人反应 只见下方雷池中 雷叶翻涌沸腾 无数电火花 更是凭空乍响 电弧乱射 不满溶洞内 随着雷池中的雷叶 缓缓下降 三人脚下的玉石台中 缓缓浮现一对阴阳鱼 你追我赶 最终会聚成一幅 转动的阴阳八卦图 上面道道刻痕 亮起刺目的光芒 阴阳八卦图 也开始快速转动 随着转动速度的加快 上面的八卦阵 与阴阳图愈发璀璨 散发的光芒 随着下方阴阳图 转动的加快 竟然开始弯曲起来 围绕在几人周围 而雷池中 雷叶急速下降 直到某一刻 玉石台上的光芒 猛然大作 照得人睁不开眼 待光芒散去 三人一壶缓缓 睁开双眼时 四周已不再是 一片雷电的溶洞 但紧接着 三人还来不及 观察周围处境 一声声闷横响起 三人瞬间 撑起护体真气 而小狐狸 更是嘴角一血昏迷过去 第176章 修仙星球 小狐狸危在旦夕 命悬一线 在尹志平 撑开护体真气后 生命体征 才对平稳 原来 刚刚传送时 尹志平真气罩 已然破碎 待四周扭曲的光线消散后 他们已经来到 一处新的世界 在三人还没来得及反应时 四周无处不在的巨大压力 差点让他们跪倒在地 且这种力量 并非只作用于身体的表面 而是对身体所有地方 无差别攻击 肌肉 脏腑 骨骼 眼球 大脑等等 全都第一时间受到重压 这是星球引力的强弱 产生的巨大差异 也幸亏张三丰和李青山 已经是先天高手 先天护体真气 会第一时间护住身体 避免了身体内部伤势扩大 就算这样 无穷的重力 全部压在护体真气后 他们不由自主地弯下身子 想要趴伏在地上 似乎这样 可以减轻无形的重压 但小狐狸并无护体真气 在影制瓶将自身的护体真气罩 包裹住小狐狸时 小狐狸已然身受重伤 陷入冰死状态 来不及查看周围环境 影制瓶快速从身后的背包中 取出一瓶丹药 是当年他在昆仑山闲暇时 炼制的补元丹 手中微微用力 但药已经化作药粉 在影制瓶的精神力操纵下 钻进小狐狸的嘴中来到胃里 随着药效发作 加上影制瓶真元涌入 红阴生命体征才得以平稳 也就在这时 三人突然听到一声惊叫 在前方响起影制瓶顶着重压 抬头看向发出声响处 却见前方有一座颇为宽大的凉亭 一个长袍宽秀 黑色服饰的少年 正一脸惊慌 嘴里喊着影制瓶等人听不懂的话 连爬带跑 从亭子内的蒲团上往远处 一座山洞内跑去 影制瓶看向那少年奔去的山洞处 只见智兰声锐起 白鹤舞当空 但他却心神紧绷 似乎那处祥河之地内 沉睡着什么庞然大舞 当即对着弯腰的张三丰 和李青山大喊一声 走 说完直接往那少年 跑去的反方向跑去 却觉得身子如线泥沼 根本飞不起来 更别提纵越飞奔 影制瓶一步迈出 只有一米多远 张三丰和李青山咬着牙 此时也顾不得真气消耗 紧跟其后 但两人刚跑十几步 却见前方的影制瓶突然停下 俩人提起脚力 快步来到影制瓶身边 却见身前是一处千丈悬崖 远处千言万赫 重鸾叠杖 望不尽青山绿水 看不尽奇花异草 高空中雄鹰展翅 密林中兽猴鸟鸣 一派原始风光 再抬头看去 三人心中顿时一领 只见头顶 叠叠千条红雾绕 飘飘万道彩云飞 但最重要的 却是壮阔的彩云之上 两轮巨大的圆月光芒四射 普照四方 耀眼的光芒 如同太阳一般刺眼 但三人断定 那是月亮的原因 是因为挥洒下来的光芒 冷冷清清 并无阳光的炙热 影制瓶此时已经顾不得张三丰 还有李青山的安危 真气鼓起长袍大袖 想要学那一桩飞行 月下高崖 尽快离开此地 刚想起步 却突然感觉 自己像是被什么存在钉上一样 紧接着 三人只觉得眼前一花 在看时 却来到一座洞府之中 洞府内 灵气荡漾生彩霞 玉石雕琢塞赛天宫 窑草喷香 齐花不紧 三人正前方 几株彩莲生玉池 高座之上是仙家 洞中灵气化作物状 是影制瓶的真气 照如无物 直接融入进去 刚一进身 影制瓶只觉得身心剧透 满体生辉 刚刚因巨大的重力 造成的内伤 也在迅速恢复 并且身体内部 仍然源源不断地 在吸取这些灵气 骨骼颤动 肌肉紧密 每呼吸一口 全身的重压 都会松弛一分 但影制瓶 不敢放开身体吸纳灵气 免得引起麻烦 因为他看到了 刚刚那惊慌失措的少年 此时正立于彩莲一侧 审视着自己三人和红鹰 彩莲池子后方 是一座高台 上面暖玉榻上 盘坐着一位身着素衣 先锋道骨 白眉白须的老道 此时 他脸上略带喜色 面前的虚空中 正有一只娇小的玄归 在空中缓缓游荡 那老道不断对玄归说着 几人听不懂的话 玄归随后 如同在水里游玩一般 一个翻身 扎进水里 消失不见 立于一侧的少年 顿时对着三人呵斥 就是言语不通 三人也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当即躬身对着高台上 端坐的仙长行礼 那少年还要呵斥 却见高台之上的老道 随手虚拂 三道白色光团 从其手中飞出 落向三人头顶引之瓶 想要闪躲 却发现浑身动也不能动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三团白色光团 落在脑袋上 三人顿觉脑海中 似乎多了些什么 这时 三人耳边传来的声音 也能听懂 高台之上的老道 显然心情很不错 笑着说道 近万年不曾看到祖地来人 我们还以为祖地传承早已纪灭 没想到在老道职守期间 迎来造化 当真是大复原 哈哈 那少年也在一旁大声恭贺 说些意美之词 尹志平听闻 暗道要糟 但在看时 却不是自已 而是身侧的张三丰 一柄长剑从其背后飞出 正是武当派的真武七星剑 那老道伸手接过 顿时剑身争争而鸣 大放光芒 七星闪耀 群邪辟翼 那老道在剑光之中哈哈大笑 显得很是开怀 紧接着双手一收 张三丰背后的剑翘飞出 与半空中的真武七星剑相合 落于身侧的玉榻上 老道笑着说道 你是何人 居然能得到祖师的佩剑 张三丰将自己如何寻得宝剑 又如何在武当山创建门派 大致诉说一遍 那老道听得收敛起笑容 若有所思 万物一事 皆有其道 你功劳不小 待会 面见宗主 以及各位封主长老 自有赏赐 说完之后 却面色一转 看向影之平 你身上那把剑 看着很势不凡 有何来历 第177章 听到这位长眉老道 问起自己身后的新陈剑 影之平暗暗后悔 早知道应该继续用 李青山的那个剑侠 可此时 不能不说 也不能全说 若是不说 惹得对方不高兴 一个搜魂下来 自已不死 也要脱层皮 若是说了 也没法说谎 看这位白眉老道 修为深不可测 若是有一点谎言 根本瞒不过对方的零食 影之平沉吟一下 不敢再等 既然这白眉老道 没有第一眼认出这把剑来 说明他并不知晓此剑来历 于是 影之平实话实说 回前辈 晚辈这把剑 乃是偶然 从一故由那里得来 多番寻访 也没找出此剑出自何处 剑任锋利无比 不同凡兵 所以晚辈 一直剑步离身 很是爱惜 那白眉老道听完 眼中神光微闪 能判断出 此人说的是真话 但祖地曾出过 众多无上强者 那里神秘无尽 只有出口 没有入口 一般人修饰 根本进不去 此剑可能大有来历 正要设来仔细观桥 却见面前浮现 水文般的波动 一头活灵活现的玄规 从虚空中露出头来 道道神念 从玄规身上 传给白眉老道 也就在这时 巨大的钟声响起 波闻阵阵 令人心神激荡 脑海清明 这同钟声连续久响 影之平三人猜想 可能跟他们有关 而洞府高台上 因那虚空中的玄规 立于一侧 白眉老道 也不好强强影之平的 新陈剑 加上钟响九声 视为紧要之事 不可怠慢 白眉老道大秀一挥 几人脚下亮起光芒 随即身影消失在洞中 等在睁眼时 三人已经来到 洞府外的悬崖之上 脚下扶起一团白云 踩上去软中带印 很是舒服 而三人前方 飘然站立的 正是那位白眉老道 此时 他手持张三丰的 真武七星剑 白色的长眉 微不可查地皱了一下 原来是那小玄规 也跟得过来 漂浮在影之平三人身侧 玄规有黑的两个大眼珠 满是好奇地 瞧着影之平三人 尤其是影之平手中的狐狸 见这个人类 不停地将自身的能量 传给怀中受伤的狐狸 玄规对影之平 不禁生出好感 随即张口吐出 一颗闪着 盈盈蓝光的灵草 爪子指着小狐狸 试一试给红鹰吃的 这看得白眉老道的眉头 又是一皱 影之平自然能感觉到 此草的生机 当即恭声感谢 来到红鹰腹中 紧接着红鹰生命体征 肉眼可见的快速变好 甚至脏腹骨骼都在强化中 影之平见此 知晓这是一株珍贵灵药 不敢怠慢 又是恭声义礼 感谢玄规 玄规也不推辞 大大方方接受 然后又跑到张三丰身侧 仔细观看 白眉老道见 这玄规似乎跟定自已了 知道事不可为 只能将心思按捺下来 以图将来 于是 对着影之平和颜悦色地说道 小子 你可听说过 小儿迟经过闹事 你身后背着的剑 看材质 似乎很像传说中的 心词神经所著 若是公之于众 只会惹出无边或端 老到这里正好有一件空剑侠 可屏蔽神识探查 解你危难 说完从衣袖中一掏 掏出一个宽大修长的剑侠来 抛给影之平 一脸先锋倒鼓 不为外物所动的样子 影之平不得不接 一手抱着红鹰 一手接向剑闸 手掌一碰剑侠 好玄 差点栽倒在地 这剑侠足有百十斤重 要知道 此地重力超过原神 所在星球重力的三十多倍 这套剑闸 对地球上的影之平来说 是一个足有数千斤的重物 也幸亏影之平力气强大 才能接住 这让白眉老道 不禁有些刮目相看 影之平知晓 自己身后的星辰剑 是个烫手山芋 所以就算知道 这白眉老道不怀好意 也要装作很配合的样子 对其又是一番感谢 才将背后的星辰剑放进去 然后背在身上 此时 让几人的真气快速消耗 可此时几人已经身处云雾之中 巨大的狂风呼啸而过 却未能吹动几人一丝一发 似乎这朵白云 有隔绝狂风的防护阵法 很快 几人穿过第一层云雾 来到山顶 才看清整个天地 原来他们刚刚所处的 只是一座矮山 前方是一座直插削汉的 巍峨主峰 骑士争容 如一堵石墙断开世界 宽大无比 上面流水缠缠 仙草真木蜜森森 仙鹤绕风飞 迷路从花出 一派仙家景象 而下方 几人所处的矮山顶峰上 立着一座高大石碑 上面几个大字 玄天宗禁地 三人看之 对视一眼 心中均是有些疑惑 白美老道 可不管几人疑惑 驾驭白云直冲主峰 斜上飞去 片刻后 又穿过第二层云雾 几人也绕过 宽不知多少里的主峰 来到前方 只见天地间 猛的大放光芒 一颗硕大的炙热火球 高悬天上 那阳光刺目无比 让人无法直视 三人如同从黑夜 突然进入太阳下 那炙热 阳光照射在三人 裸露的皮肤上 甚至有丝丝灼烧之感 再看主峰下方 群山万鹤 连绵起伏 万刃云霄 可谓鬼斧神功 造化非常 更远处 依稀可见 有六座庞然大物的黑影 立于群山之上 似乎和身边的主峰类似 带穿过第三层云雾时 整个世界顿时已轻 无尽云海翻腾于 七座峰顶下 峰顶占地不知多少里 高矮起伏 宽大无比 好比海中之国 可见七座主峰之大 再看上方 头顶一轮大日照耀 不见双月凌空 尹志平猜测 是那月光 没有这轮大日光芒强盛 所以几人 刚刚身处太阳阴影处 才能看到头顶的双月 而此时身在大日下 自然看不到那双月 脚下的祥云急速无比 等来到峰顶镜前 却见上方 彩霞缭绕 峰鸾峻 仙鹤舞齐上 猿猴时献过 身陵鸾凤聚千情 鼓动麒麟霞万寿 再看峰顶古树间 宫殿森罗子极高 楼台飘渺单霞舵 倒到霞光从中出 来往皆是仙神辈 刚刚临近 便觉体态松疏 身体轻盈 似要举霞飞升 再望去 只见一座巍峨大的宫殿 近在眼前 殿前广场宽大无比 呈一个圆形阴阳图状 均是黑白玉石砌城 阶梯 栏杆都是玉石雕琢 花纹古捉 造化相声 白眉老道落到广场前 便不敢凌空飞行 于广场边缘 带领几人缓步而行 为了照顾尹志平三人 等走到大殿前 已经过了半个时辰 长眉老道 虽面色不渝 却不敢有什么呵斥之言 来到如山高般的巨大宫雀前 抬头望去 只见大殿上方的牌匾上 金光灿灿 龙飞凤舞刻着三个大字 玄天宫 而殿内 长宽不知己许 金碧辉煌 锐气千条 里面隐隐琢琢 似乎都已到齐 静等影志平三人 第178章 小龙女的消息 等几人进了大门 身侧漂浮的玄规 四肢摆动 一头扎下 身影瞬间消失在虚空中 三人向殿内看去 只见里面雕梁化洞 玉气珠兰 两侧各有数十根香精巨柱 上面龙盘凤绕 祥瑞长半 地面是青色流金砖 镜头是五百天上仙 三人看向前方 浑身紧绷 似乎在被众多神明注视 心头所思所念 身上秘密等具 都被看得一干二净 尹志平立即心神手衣 不敢胡思乱想 生怕内心所想被察觉到 带向前走了一炷香 才看清里面高作的众多身影 入目处 大殿最后方 并未供奉任何神像 而是一个缓缓转动的阴阳图玉壁 尹志平本身就顿悟过玄规画室上的阴阳八卦阵 此时再看上方的阴阳图 只觉得 里面似乎有无尽的道鱼里 一看之下 似乎万物都在自己执掌之中 巨大的阴阳图下方 是一位闭目打坐的中年道人 头戴紫金冠 身穿黑金道袍 面容俊雅 三缕长须垂下 身形飘渺 似仙神中人 端坐于正中央主位 云台高座上的中年道人 正是玄天宗宗主 前阳子 主风众多长老 盘坐于蒲团上 坐于左右两侧 前阳子下方两侧 各有三座云台宝座 六位风主五男一女端坐骑上 身穿黑金道袍 均是仙姿凛然 他们身后盘坐着各风身着素衣的长老 这时 身侧白眉老道的声音 将目瞪口袋的影志平三人惊醒 那白眉老道 双手上托真武七星剑 攻身行李禀报道 宗主 三位祖地之人已带道 这是祖师曾经的配件 所有人顿时睁开双目 全都看向白眉老道 双手上托的宝剑 接着又看向三人 影志平顿感被无形的神念笼罩 自己那一点精神力 根本连阻拦都无法做到 也就一瞬间 七道神念又迅速收回 几位风主剧都有些惊讶 看向张三丰 还有影志平 有的还看了看影志平背着的剑侠 和长眉老道 宗主前阳子微微伸手 真武七星剑顿时飞入手中 他声音淡然 开口道 萧长老辛苦了 后续奖赏 自会送至洞府 长眉老道 也就是萧长老再次恭声感谢 自动回到左侧一位风主身后坐下 这时 影志平和张三丰 以及李青山对视一眼 同时打了个倒机行礼 恭声拜道 平道见过前辈 几位风主见此微微有些诧异 那主座上的前阳子 则露出一丝笑意 朗声道 这是古里 很久没看到了 你们的大致情况 本座已从玄规处知晓 说着 伸手拔出真武七星剑 顿时 真武七星剑像是活了过来 散发万丈光芒 犹如神剑冲销 睁睁而鸣 似要剑斩天下妖魔 张三丰看得目眩神离 他凭借此剑 扫荡江湖恶贼 无人可与之争锋 可从未见过此剑 还有如此神威 一时都不敢确定 这把剑是不是他的 前阳子脸上略带可惜之色 此剑却为祖师配剑 但剑灵早已泯灭 需要酝养千年才可恢复 说完凭空之中 道道彩霞升起 围绕在三人身旁 星球的重力当即消失 并且浓郁的能量进入三人身体 身体细胞快速更迭 骨骼紧密 脏腑振战 身体在被迅速强化 张三丰压抑住内心的惊讶 事无巨细 娓娓到来 一刻钟后 张三丰已经将自己的事迹讲完 四周端座的丰主长老 看着张三丰略带深意 宗主前阳子更是眉头微皱 片刻后才斟酌说道 万事万物各行其道 你应运而生 当广传真武教义 如何半途横生之节 逾越龙门而去 你是如何传送到这里的 张三丰也不明白传送始末 都是跟随影志平而行 所以看向影志平 让其解释 店内众人随即看向影志平 影志平顿时压力倍增 这位玄天宗宗主的双眼 有种让人情不自禁 说出心里话的力量 影志平不敢大意 只能实话实说 顺便将白云消失的 那个诡异现象 还有昆仑山的事情一起说了 想着这些仙人可能有些了解 说不定可以得知 白云还有小龙女的消息 影志平的遭遇 可以说离奇至极 在这个摇光星还好说 但祖地灵机散尽 理应不该出现这种回溯万古 甚至数亿年前的事情 可那里神秘无尽 前阳子和几位丰主 剧都眉头紧皱 觉得有些麻烦 敢问宗主 我那兄弟白云可还有救 前阳子微微摇了摇头 就算能活命 恐怕也来不到今世了 影志平神情低落 又问起昆仑山死亡谷的传颂阵 前阳子说道 这个倒是知晓 前些年 据说女仙之宗 摇池圣地 有一龙女从祖地而来 天资非常 现在都快要结诞了 这番话听得李青山 差点惊掉下巴 影志平也心中郁闷 前阳子又问道 你说 你曾是祖地全真教长教 全真教拜的 有什么仙神 回前辈 全真教拜三清 玉清原始天尊 上清领宝天尊 太清道德天尊 又拜四语 北极紫卫大帝 南极长生大帝 沟臣上宫天皇大帝 承天效法后土皇帝旨 以及吕祖吕洞兵 前阳子不知可否 但却有些不快 又看向影志平身侧的李青山问道 这位是 影志平回道 这是我徒弟李青山 前阳子文言 眉头又是一皱 第179章 无望之灾 影志平和李青山的古灵 前阳子一眼就能认出 一个七八十 一个百十岁 年纪小这么多的 居然是师父 在凡人世界并不合理 但此人又未说谎 真是奇灾怪也 不提前阳子 暗自思量 影志平却突然发现 一个恶狠狠的眼睛 正盯着自已 他向上一瞧 正好看到右侧三座云台上 头来满是恶意的视线 正是六位封主中 唯一的女封主 天玄封主 香含真人 其余几封 为天书封 天机封 天拳封 玉恒封 开阳封 遥光封 前阳子也发现了这位师妹 想要开口 却被这位天玄封主抢先 他自容绰约 此时却美目寒煞 冷声问道 刚刚你说 拜旅族吕洞宾 可是名叫传杨子的贼道 你们为何要拜他 他又是什么仙神 影志平顿时觉得要坏事 吕洞宾也来过这个事件 刚刚影志平说起吕洞宾 完全是这位老祖名声大 所以说出来 想看看众人的反应 但他却忘了 若是吕洞宾真来过此届 以他风流又爱惹事的性格 恐怕结了很多仇怨 此时 他不敢隐瞒 也不想多说 老老实实地说道 吕祖武艺高强 师辞无上 被称为剑仙 九仙 师仙 是我教内丹术 创始人之一 还有其余四人为王玄甫 钟泉 刘海禅 王重阳 因吕祖一病救人 乐善好失 福威即困 除暴安良 所以得到百姓们的拥戴 称为上董八仙之一 我叫自然要拜 那天玄丰主香含真人听完 呵呵一声冷笑 小贝 你再戏耍我等 光检好的说 尹之平略微尴尬道 晚辈怕惹的前辈们不快 便没有说 快说 香含真人呵斥道 吕祖生性洒脱 放荡形骸 不拘小结 好久能施爱女色 所以被世人称为 九色才气吕洞宾 香含真人又是一阵呵呵冷笑 宗主前杨子见此 劝道 师妹 数千年前的恩怨早已了结 就让他随风而散吧 尹之平听得神色一动 数千年前 难道吕洞宾是千年前来过此地 可吕洞宾离他南宋那个时代 也不过三四百年 为何地球的时间 反而会变得这么缓慢 按理说 此地引力比地球高三十多倍 相对来说 时间应该比地球慢才对 这是因为什么 尹之平心中思绪不断 这里面绝对隐藏着 更深层次的秘密 可能也是地球真正的秘密所在 而那边 前杨子见香含真人 还要再提救怨 连忙正色道 玄田祖师在祖地的掌门人来此 不可轻慢了 所以本作才召集众人前来一回 几位师弟师妹门下弟子众多 我天书丰向来人丁稀少 张三丰就由我受为弟子 也能教导周全 这句话引爆了原本肃穆的气氛 接下来就是一番唇枪舌剑 你争我夺 看几位丰主的言辞 与伸手指笔画的动作 可能今日因为有众多长老 以及尹之平和李青山这两个外人在 才有所收敛 过了好一会 争执忠于妥协 最终被主丰一脉拿下 宗主前杨子面带微笑 对张三丰说道 一会有人带你去雇本培缘 稳雇根基 七日后再行拜师之礼 张三丰自恃满心欢喜 直接以弟子礼谢恩 话必 那宗主坐师欲走 尹之平见此 连忙问道 前辈 我师徒二人如何安排 说完又行了一礼 毕竟礼多人不惯 前杨子本想张口说出 交于门下直视送出宗门 但虚空中却钻出一个玄规脑袋 在前杨子耳边说了些什么 前杨子沉吟一番 才对着下方站立的尹之平开口道 你与我玄天宗无缘 纯杨子在此界也有传承 我给你一份地图 你可自去寻找 尹之平脸上一苦 没爹妈的孩子 就是苦啊 全靠自力更生 这陌生的修仙世界 自已该如何寻找 再看左边 那里更是有一道隐晦的目光 暗路喜意 紧紧盯着自已 正是想摊了自已新陈见的 白眉老道肖长老 这该如何是好 一旁的张三丰见状 想起一路上种种经历 他看得很轻 也明白尹之平最大的危机 在那肖长老身上 当即对着宗主下拜 恳求道 师尊 尹长教出来先见 实力低微 如何寻得地方 弟子承蒙尹长教多次照服 也是因尹长教才能拜得恩师 恳请师尊派人帮忙护送一番 弟子感激不尽 说完尽福地 可起头来 尹之平不禁心生感动 这老张够意思 关键时刻 他真能顶起来 前阳子略微沉吟 若不是那纯阳子 曾经污了师妹的名声 又和宗门略有仇悉 他看在原法上 也会成人之美 结个善缘 派人护送 但想起昔日不快 这善缘 也就罢了 如今 见宗门神兽说情 又有新收的徒弟恳求 在众多宗门核心成员面前 前阳子也不好做那恶人 想来这个尹之平 理应不是纯阳子那种浑人 于是 陈生说道 嗯 念在他对你多有照服 确实不能不管 你起来吧 张三丰这才起身 接着 前阳子扭头对左侧 一位长相柔美的仙女 吩咐道 欣柔 你是大师姐 修为高深 当能护得那小子 就辛苦走一遭吧 长相柔美 面色甜淡的欣柔 是主风一脉的大师姐 修为已知化神器 在突破原因时 身为门派长老 此后更是突飞猛进 一举修炼智化神境 可以说 实力只比宗主和几位手座 弱上一筹 宗门与其实力相当的双手可数 护送辞子 理应无忧 听闻失命 大师姐欣柔拱手说道 是 弟子里命 说完站起身来 可谓秀雅绝俗 温柔咸静 自有一股灵气 心柔仙子连足轻移 缓步走向尹志平 尹志平则躬身行个大礼 对前阳子拜谢道 多谢宗主关照 晚辈以后定当报答 说完又对着虚空中 只录着一个头的玄规行了一礼 然后碰了碰身边的张三丰 拱手感谢道 此番多谢老张 你我同处一地 当为兄弟 凭背而论 以后叫我老尹便可 张三丰听到尹志平对自己的称呼 很是惊讶 连道不可错了辈分 尹志平说道 不过数十年差距 修仙之人 这点岁数算什么 就这样定了 在尹志平的强烈要求下 张三丰犯是硬了下来 这时大师姐心柔也来到一侧 尹志平立马对其行了一礼 路上还要请仙子多加照拂 平道再次拜谢了 心柔轻轻汗手 也不说话 但右侧云台宝座上 却传来一声冷哼 声音如铜钟大鼓 让尹志平浑身一震 险些栽倒在地高台上的前阳子 也微微皱眉 似乎觉得 自己选心柔有些不妥 但其余弟子都要要职 也只有性格温柔 不喜争强好斗的大徒弟闲暇 此时 心柔对着云台上的前阳子 微微一礼 然后对着身侧的尹志平柔声道 跟我走 声音柔柔弱弱 却有种不容质疑质疑 尹志平哪敢反对 连忙跟玄归 还有张三丰挥手道别 抱着还在昏迷中的小狐狸 跟随心柔仙子向大殿外走去 侧头微微一瞥 众多盘坐的长老中 白眉老道肖长老正双眼寒怒 紧紧盯着自已 第180章 离山 尹志平看到肖长老陪了夫人又折兵 无能狂怒的模样 脸上露出阳光般的微笑 而那肖长老见此 气得差点没破弓 要当场捏死这个虫子 但此时 宗门核心都在 他也不想走漏了风声 只能忍耐 祖地中的宝剑 而且是用心词神经炼成 必然是上古神器 威力无穷 跟着这个蝼蚁 简直是明珠暗头 野鸡配凤凰 不当人子 而尹志平这边 却和徒弟李青山 正咬牙快速追向 不断远去的心柔仙子 在离开张三丰三丈远后 世界的重力再度压下 也幸亏他提前开启了真气罩 不然小狐狸又要再次受伤 心柔仙子看着柔柔弱弱 迈着小碎步 但一步之下 身影已在一丈外 他也顾不得真气消耗 喊上李青山迅速往前追 可背负着数千斤的剑侠 又要承受世界的重压 让尹志平不得不开始消耗真元 才堪堪追得上 李青山就算没有背负如此重物 也同样不堪重负 还在尹志平后方 三人很快来到广场外围 远处云雾飘缈 如同身在云中掀山 可尹志平根本无心欣赏 不说身上的担子 就是头顶的阳光 也照得尹志平肌肤生疼 若不是此地灵气充裕 身体再一直不断狂吸 说不定已经晒脱了几层皮 感受到体内真元所剩不多 尹志平连忙对着 前方恶弄的身影喊道 仙子 仙子 等等小可 平道有礼物相送 心柔仙子随即停下脚步 脸色甜静 柔声问道 什么礼物 尹志平跑到心柔仙子身侧 气喘吁吁 看着宁静的心柔仙子 放下小狐狸 取出背负的剑侠 打开后抽出星辰剑 这才让心柔仙子微微动容 他推辞道 此剑太过贵重 我受之有愧 尹志平手持星辰剑 尴尬地僵住 但好在两世为人 尹志平略微一僵 便反应过来 一边迅速从包袱中拿出长衣 将星辰剑缠住遮盖 准备背在身上 一边打了个哈哈 顺势说道 既然仙子不肯接受 那这个剑侠总可以收下吧 据说可以隔绝神识探查 才智稀有 是个好宝贝 心柔仙子此时也明白 尹志平实际想送的是什么 脸上微微有些尴尬 听到尹志平所说 有些疑惑 据说 呃 平道还未修出神识 所以不敢确定 仙子可以仪式 心柔仙子探出神识 果然看穿不了匣子内部 不禁说道 无需什么礼物 护送你去望仙城 本就是师尊之命 且这把剑与此 剑侠很是相配 可避免他人亏于 尹志平也知道 这把剑侠最适合星辰剑 但这是 那肖长老的东西 还不知道他在上面 秘中的小狐狸 好叫仙子得知 我与此狐相伴多年 是多年的好友 但他出来此戒 因承受不住此戒重力 身受重伤 平道想送出剑侠 请仙子帮忙救治一下 这时 李青山也喘着粗气 跑到镜前 心柔仙子此时已明白 两人为何速度这么慢 他伸出白嫩的柔仪 轻而易举穿透尹志平的真气罩 轻轻抚摸一下 小狐狸毛茸茸的脑袋 沉莹片刻后 说道 此乎处在脱变中 无需你这气罩保护也无恙 说完看向尹志平 还有满头白发 大口喘气 虚弱的老年人李青山 心中有了计较 他刚刚急匆匆出门 也是尽急私动 想着出去游玩一番 现在看来 似乎 这次的任务 比想象中的 可以长上不少 他挥袖收了尹志平送的剑侠 拿出两块淋浴 千千细致在上面 随意勾画几道刻文 光芒一闪 阵法成形 随即将两块淋浴 递向尹志平和李青山 你们随身带上这颗淋浴 可抵消重力 但你们实力低微 外界随意一只野兽 恐怕都能要了你们性命 在此期间 当尽快修行 换血脱骨 才能在此方世界行走 尹志平和李青山身手接过 果然没了刚刚无处不在的重压 纷纷轻输一口气 连连称事 可修行 自已不是有仙法 长青诀吗 怀揣多年的仙诀 总算派上用场 尹志平简直要老泪纵横 这时 心柔仙子再度随手一挥 一朵白云出现在地上 是一两人上去 随后 三人向远方的无尽云海中飞去 仙界风光无尽 霞光道道 云海中不时有锐手出没 让尹志平和李青山目不暇接 不多时 三人缓缓下降 来到一处巨大的山门前 山门位于连绵不绝的山脚下 足有百丈高 是由方形巨石垒气而成 上面雕有玄规石刻 古朴大方 牌匾触刻有三个大字 玄天宗 山门下 两名打坐的弟子 见到从天而降的心柔仙子 立即起身相迎 拜见师伯 嗯 宗主前我护送 这二人去往仙城 这是通行令牌 心柔仙子并未走下降云 袖中飞出一个乌金令牌 两位玄天宗弟子 其中一位接下令牌 躬身回道 弟子已收到消息 说完 从怀中各取出两块令牌 然后来到山门石柱前 将两枚令牌 放于石柱上的凹槽内 第三枚放入山门正中央的牌匾之下顿石 巨大的双柱山门中间闪过如水波般的水墓 心柔仙子 架着白云和尹志平 以及李青山一穿而过 感觉如同穿过一层薄膜 向后看去 却见后方只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 哪里还有刚刚古谱浩大的山门 第181章 修仙世界的秘密 不说尹志平 就是李青山看得也一连猛 玄武宗所在山脉 可谓浩瀚无垠 封顶都在云海之上 怎么可能是这一片平平无奇的森林 令人费解 更让尹志平费解的 便是刚出阵法 尹志平就隐隐感觉到 四周无尽的森林中 黑暗中有很多窥视自己视线 带着深深的恶意 尹志平先天灵觉强大 所以疑惑更深 他看着心柔仙子 对那些充满恶意的视线 似乎视而不见 心中疑惑 没有声张 心柔仙子 已经很久没出师门 心情雀跃 像是看出二人 对山门隐匿的疑惑 开口解释道 我玄天宗善阴阳道数 经五行阵法 自然可那须密为戒子 七座山峰为七大阵眼 何为一戒 非仙人不可寻 尹志平此时 心中有无数疑问 正想询问 却看到眼前飘落下一层白皮 似乎是从额头上掉的 他伸手一摸 脸上像是贴了一层薄膜 被一把抓下 且脸上皮肤如针扎了一般 开始生出阵阵刺痛 李青山也同样如此 满脸起皮 尹志平惊慌一瞬 立即冷静下来 静思宁神 立即发现 是灵气大有问题 与刚刚在玄天宗内 灵气浓郁的仙家福地相比 这里如同撒哈拉沙漠一般干涸 尹志平能感受到 周围飘荡着灵气 但灵气绝没有想象中的多 也正是因为 灵气骤然短缺 他们的身体 得不到灵气的滋润 开始被烈日灼伤 尹志平赶忙从包袱中 掏出一件青色外搭舞在头上 并向正胡乱巴拉脸的李青山示意 李青山见此 五卓眼看了看 头顶熊熊燃烧的太阳 好似也明白了什么 立即掏出衣物蒙在头上 这下好了 他们真成温室里的花朵了 尹志平将自己包得严严实实 也不顾上闷热 他此时 根据当年从鬼眼魔术的道信息 再加上这修仙宗门内外灵气浓度差异之大 心中已经有所猜测 当下只想赶紧休养生息 先休之炼气再说 不然这环境对他们来说 属实有些恶劣 于是问道 仙子 听你说的 咱们要去望仙城 莫非很近 用不到传送阵 心柔仙子看两人不伦不类的样子 心中好笑 但也吃惊于尹志平的机敏 一般人不可能第一时间就断定 那是太阳晒伤 又觉尹志平问得好无知 笑着解释道 对 是去望仙城 那里自古以来就是有名的散仙聚集地 很是热闹 距离吗 大概有15万里 属于不远不近 传送阵消耗颇大 并不划算 尹志平暗暗则舌 去一个城就要十多万里 可以绕地球一圈了 要知道 地球赤道的长度也才4万公里 那这颗星球要有多大 又说传送阵消耗大 意思灵气也是唏嘴资源吗 尹志平心中若有所思 仙子 那我们接下来 心柔仙子脸上浮现笑意 开口说道 赶路赶累了 去找个地方歇歇再走 尹志平满脸问号 赶路赶累了 这不是刚出山门吗 哪里赶路了 心柔仙子双手正捏动法绝 见到这两人似乎不敢置信 随后看着两人 满脸朽木不可雕的样子 你们修为低威 稍微有些危险便可让你们丧命 我这是一片苦心 你们怎么就不懂啊 尹志平和李青山连忙拱手道 我们明白 多谢仙子为我们着想 仙子是想要找个地方 让我们先修炼一番 适应了此界环境在赶路 是我等于盾 还望见谅 心柔仙子满意地点了点头 双手已捏完阵印 脚下的翔朵 升起一层如同地狱般的光芒 将两人笼罩 紧接着 祥云如同装上了火箭 于群山峻岭之上销 转瞬间消失在天际 尹志平看着下方 飞速闪过的山川河流 大致估算 比他在地球飞行的速度 要快上一倍 可在此地 他的真气已经无法让他飞天 若是真元应该可以 但速度顶多和飞鸟一般 路上尹志平又问此方世界大致情况 有哪些修仙宗门 心柔仙子似乎觉得繁琐 只说了一些顶尖的圣地宗门 其余地推脱去了前方云梦城 让他们自行打听 原来 这颗星辰本名就叫遥光星 浩大无边 万族共存 古往今来 能一直长存的人类势力 只有七家 据是出过仙人祖先 拥有仙气的势力 人类占比最大的势力 为大夏皇朝 其祖先大禹先帝 建立了大夏皇朝 留下仙气九顶镇压四方 才使得人族在此界站稳了脚跟 随后大禹先帝跨入星海 不知去向 其余有个修仙势力 如全世女修的姚池圣帝 以及太一剑公 紫威公 玄天宗 真王阁 摩河教 共七家顶尖势力 至于外族势力 新柔仙子并未告知 只说等其实力足够 自会知晓 虽然一行人赶路速度极快 但影之平眼力非凡 一路上居然没有看到丝毫人烟 不禁好奇问道 仙子 这里应该属于人族地狱才是 为何一路不见部落村庄 更不见进山打猎采药之人 新柔仙子并未回头 看着前方群山峻岭 古墓参天 似是追忆往日的回忆 轻轻回答道 人族孱弱 这里并不适合他们生存 只有在大城附近 以及一些小型门派附近 才能看得到人烟 说吧 往前指了指 看哪 前方开始有灵星的村镇了 玄天宗的云梦城 就在不远处 影之平往前望去 只见前方古墓参天下 确实有数十座茅草屋 土坯房聚集一起 带离的静瀉后 才看到村镇内灵星的人烟 他们神色紧张 身上挂着很多福禄 斜刀带剑 上面有的还闪着点点灵光 说明都是修士 并无普通人 可地上的修士 似乎过得并不好 浑身泥泞 满脸风霜 看到他们三人的祥云驶过 剧都不敢抬头看上眼 祥云前方的心柔仙子 似乎已经知道 影之平和李青山 疑惑下方修士的惨状 语气莫名有些低落 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 这个世界并非如宗门那样 是个世外仙境 万物阴阳互生 自然是毁灭 无序 邪恶 我们称之为 慎气 第182章 云梦成 影之平沉默下来 为何会这样 那刚刚玄天宗内 一派仙家 气象是什么意思 自己在地球上 怎么没有发现什么邪魔 心柔仙子虽然看着很和善 但影之平从来不会因为性格 就小觑某人 心柔仙子 作为高高在上的顶层修士 享受着修仙界最好的待遇 自己也不会找不自在 往枪口上撞 思虑片刻 抬头问道 这是真的吗 这么多年过去 那些仙人 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吗 李青山同样抬头 看向心柔仙子 这和民间传说中的仙界 根本不一样 若是真的 他甚至觉得 自己这一番折腾 似乎很可悲 心柔仙子没有回答 反而问了影之平一个问题 你刚刚在玄天宗内 也算走了一圈 难道不好奇 为何见到很多长老 却没有什么新弟子吗 我以为是灵气资源匮乏 供养不了那么多修仙者 心柔仙子赞赏地 看了影之平一眼 你很聪明 根据有限的信息 就可推测出这个结论 是的 你说的没错 灵气有数 并非凭空产生 而是灵脉孕育 而灵脉 这里面很复杂 你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 很难跟你解释清楚 你可以理解 灵脉是一种偶然 它是星辰星生时的一种变数 比如 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 就是一颗星辰 名叫遥光星 而像遥光这样的星辰 在整个星空中有无数一个 所以这些星球在星生时 偶然孕育出灵脉 并不稀奇 影之平听完 想要开口说 自己懂宇宙星空 但星柔仙子 应该是很强的修饰 说不定他对星空的了解 比自己还深 便没有将自己想的说出来 依然表现出 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然后问道 既然如此 为何你们喊我来的 那颗星辰为祖地 当然是字面意思 祖地是这个星空中 最先御御出灵脉的星辰 也是众多无上强者的源头 遥光星上的人类 就是从祖地跨星空来此的 不过听说 祖地有解决 圣气滋生邪灵的办法 但那里根本无路可进 影之平不禁想起 武当山白元消失时的景象 那是数亿年前的景象 生命刚刚孕育到 寒武纪大爆发时期 就已经有一次 仙神般的强者 跨过时间长河 想要对自己动手 若不是自己 及时破坏了聚气阵 可能早已隐恨西北 影之平一时神思飘渺 那星柔仙子 以为影之平 被自己的话震惊到了 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 言归正传 刚刚不是跟你说了 灵气的对立面 神气了吗 万物化生 都有阴阳两面 灵脉也不例外 所以 门派中有很多长老 没有多少新弟子 一世无数年来 灵脉孕育的灵气 每年只能供养 这么多修仙者 多收弟子 也修炼不到金丹 还会滋生更多的邪灵 这会让人类族群 无法延续 也会导致各大势力 因为资源敌对 陷入战乱 二来 这正是仙人 解决圣气的手段 那些仙人跨入星空后 将仙气留下 我们便可以借助 仙气之力 轻易消灭 和我们同级别的邪灵 尹志平听到这 疑惑法更多 刚刚咱们路过的村庄里 我看里面 似乎都是修士吧 心柔仙子略微摇了摇头 脸上有些黯然 他们修不到金丹 甚至连 筑基都难修成 一辈子只能在 练习期徘徊 所以 根本威胁不到修仙宗门 与之滋生的邪灵 也如戒选之极 我和你们说的这些 都是绝密 不可对非七大势力 外的修士泄露一丝 否则当场生死 你们需要以天道立誓 说到最后这句 心柔仙子罕见地冷立起来 尹志平已经明白过来 若是这个秘密被广而告知 他们这些尊贵的修仙者 也就不再尊贵 但尹志平反而很好奇 心柔仙子 为何会把这个秘密告诉自己 仙子既然说 非七大势力的修士 不可知此秘密 那为何要告诉我 还要我立誓 自然是因为你们纯阳一脉 也知晓这个秘密 等你到了纯阳派 同样会被告知 也会被立誓 我提前与你说 也无不可 尹志平已经猜到 是吕洞宾的缘故 所以曾经七大势力封锁的消息 现在多了一个 随即他和李青山 各自立下誓言 尹志平想知道 吕洞宾的消息 便再次相问 但心柔仙子却说 纯阳派比他更清楚 也就在这时 远方终于没了密布的森林 和若隐若现的恶意 而是一座一眼望不到头的城池 那城池建的 像个巨型八卦镇 八个卦象的方位 都有一座城门楼 可以进出 城墙足有百丈来高 几乎与三人的祥云平齐 如一尊漆黑的巨兽 横卧大地 此时 下方的人影也渐渐多了起来 沿着每个城门 都有一条大路 直通无尽的森林 而城门口不停有修士 或舞者来回进出 带来到境前 却看到城门口处 有一段宽大的玉石路 被数十名士兵把守 很多进城的人 需要在上面停下检查片刻 才能进城城门下 众多拉里拉他的修士和舞者 看到祥云上影志平和李青山 都露出羡慕的目光 新柔仙子并未下去 直接飘向城门楼上 门楼上这时 也迎出来一个身穿铠甲的修士 似乎是一个仙武同修的守将 浑身气势惊人 他带着几个士兵 匆忙从屋内出来 见到新柔仙子和影志平 以及李青山 略微瞧一眼 便立即收回 单膝跪下 仙子降临 属下师盈 还望恕罪 请仙府中休息 新柔仙子冷冷地点了点头 并未说话 静止而入 他们穿过城墙时 犹如跨过一层无形的水墓 和刚刚玄天宗山门处类似 而城池中 浩大无比 且城池内还有一圈内城 而内城与外城中间 是一块块林田 里面种着掌饰喜人的林道 一排排破屋子 落坐在地头 有的屋顶烟雾缭绕 似乎正在做饭 不多时 同样有八个城门楼的内城 赫然在望 新柔仙子依然如故 在城门楼的降临礼拜后 并未落下云头 穿过一层水墓薄膜 直向内城中央 两座悬空的仙府而去 尹志平往下看去 只见内城与外城 却是截然不同 第183章 每人禁守 尹志平站于祥云上 往内城看去 只见内城中 青砖碧瓦 高楼林立 丹药阁 宝气楼 福禄店 以及街边摆摊的 九四九楼 茶坊 小吃摊等等 应有尽有 城中修饰 也不再如外城那样 拉里拉遢 而是各个干净整洁 有很多背着兽皮草药等 物资的修饰 去店中买卖 也有缴纳林雾后 在街边摆地摊的 人烟耗嚷 熙熙嚷嚷 热闹非凡 这般繁荣之景 与外面的田园风光 仅一强之隔 让人不禁有种 时光颠倒之感 尹志平细心中发现 刚刚进内城时 城门口大部分修饰身上 好像并不干净 于是问道 仙子 我刚刚看下方城门口处 那些修饰身上 满是烂业污泥 为何到了内城 巨多干净如星 心柔仙子无奈道 修仙四义 炼丹 炼器 阵法 制服 身上干净 当然是因为使用了清洁服 这些繁俗所事 到了仙宫 你可找管事相问 尹志平连忙硬士 不再打扰心柔仙子 观赏城中美景的性质 但他有种直觉 那清洁服背后隐藏的东西 绝不简单 这时 几人已来到城中心 玄服的巨大仙府前 两座仙府 像是从山中生生拔出 下方还有尖锥形的山石 上方楼台停泄应有尽有 两座仙府 一个牌匾上写着玄天宗 一个牌匾上写着云梦城 玄服的仙府下方 是一片黑白两色的办公建筑 如同一个太极图一般 里面士兵将领 以及文力不时进进出出 这时 两座仙府中 写着云梦城的仙府 豁然洞开 从里面走出一群 花枝招展的女子 簇拥着一个年约 半百模样的中年修士 那修士 正是这座云梦城的城主 也是玄天宗的弟子 他带领众人 走出珠红色大门 见到心柔仙子 虽然脸色微微一变 但仍然立即攻身形得大理 他身后的美臂 巨都跪下叩拜 萧良辰拜见师叔 师叔 请进府中休息 我也安排了下人侍候 说完 从袖中掏出一块令牌 双手奉上 心柔仙子 似乎看不惯 这位花花公子的行径 冷哼一声 脸色不渝 也没回话 伸手射来令牌 直接穿过一层透明水墓 进入玄天宗仙府中 尹志平听到萧良辰的名字 心中一动 扭头往这位萧良辰望去 只见他也在微微抬头 看向自己 眼中满是莫名之色 尹志平顿时鸣雾 这位恐怕就是 玄天宗那位萧长老的子孙了 真是阴魂不散 自已虽有心柔仙子保护 可鸣枪一躲 暗箭难防 心柔仙子 不可能一直在自己身边 必须尽快提升实力 此时 尹志平已和心柔仙子 落下云头 来到仙府广场上 仙府内 一个身着清凉 凹土有志 肌肤粉嫩光滑的女修士 满脸寒春 领着一大帮阴阴阴阴 从阁楼中走出 迎接心柔仙子 她身上的衣物只有片履 该露的露 不该露的地方 也露 眼带春水 一走一晃 简直是天生的游物 但看到为首的心柔仙子时 立马换了面容 变得恭恭敬敬 带着众多身着清凉的女子 来到三人面前 直接跪下叩拜 奴婢恭迎三位仙长 请问先用饭 还是休息 尹志平微微瞟上一眼 满园的春色 尽收眼底 一旁的李青山 白发苍苍 满脸皱纹的脸上 此时也浮现烟红之色 也幸亏有衣服照着头脸 没让师尊看到 不然当真是羞愤难当 心柔仙子眼中 带着五分厌恶 五分怜悯 指了指身后的 尹志平和李青山 语气不快道 会待上几日 你们服侍好 我身后的两位道友即可 随即侧头对尹志平说道 你先跟我过来 有事对你说 说完 静止往正厅内走去 尹志平紧随其后 李青山在尹志平的示意下 留在原地 众多女侍者 仍贵服原地 不敢动弹 进到屋内 心柔仙子微微勾动手指 门上便立即多出一层 半透明的波纹 挡住外界的视线 他对满脸好奇 四处张望的尹志平正色道 此地有些灵气 你要抓住机会 不要沉迷女色 抓紧修炼才是正道 尹志平当即拱手说道 仙子 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平道自幼修持 从不尽女色 身未破 原杨义未曾谢过 秉性修持 怎会做出沉迷女色之事 心柔仙子脸上露出微笑 似乎对尹志平很是满意 好 你有这个修道志向 修行有成指日可待 叫你来 是因为有事跟你说 说完 心柔仙子身上 闪过一片光滑 紧接着 一个面容平平无奇的女修 出现在尹志平面前 衣服 发是什么 全都变了样式 我有私事要办 要在城中待上一段时日 有人问及我的去向 你就说 我闭关修炼即可 等我归来 再带你师徒 前去望仙城 说完也不带尹志平回应 整个人就这样 突然融入虚空消失而去 同时 门口的半透明波纹 也消失一空 这让尹志平心惊不已 他们刚出玄天宗山门时 见着心柔仙子驾个云 都要掐绝 以为顶多是位金丹强者 但现在这般顿区的法术 恐怕比原因期都要高 要知道 尹志平的精神力 可是一直都笼罩在周身 刚刚竟然对心柔仙子 融入虚空的消失之术 没有一点感应 足以说明两人之间的差距 尹志平稍稍缓神 见外面那群侍女 还贵服在地 没有再看店内 富丽堂皇的警官 关上门 缓缓走了出去 你们都起来吧 仙子需要闭关 不可打扰 我们先去用饭 那为首的风润女修 和众女子 纷纷轻输一口气 脸上开始浮现媚态 紧紧贴在尹志平身侧 声音酥麻入骨 唱了一声 仙 长 请随奴婢 来 尹志平和李青山 浑身一个机灵 身上似有蚂蚁在爬 小腹隐隐有股邪火上升 这是什么魅属 简直可怕 尹志平连忙喝止 让其正常说话 二人在一群相风的簇拥下 转了个弯来到一处大殿前 里面也有功利的侍女 幸好衣服穿着还算齐整 不然恐怕都没法吃饭了 一众人进到里面 只见店内紫住金粮 奢华异常 一张巨大的白玉长桌 摆在店中央 几把锦花寓椅 立于最里面 接着 这位女修拍了拍手 高声道 请仙长进手 话音刚落 就见一群豆蔻年华的小姑娘 各个仙气飘飘 端着金盆 雪白的丝巾来到屋内 这些小姑娘 将金盆放于一侧 六个一组 围在尹志平和李青山面前 低声扶了一礼 一股沁人的花香 从他们身上散出 让人心神皆罪 那水蜜桃般的女修 见尹志平和李青山好像不懂 花枝一颤 如水波荡漾 娇笑一声 向两人介绍道 两位仙长 他们是帮仙长进手的女币 一月之内不时昏心 每日只吃美人花的花瓣 这美人花会让服用者的舌头 百日流香 等着花朵的香味浸透粉舌 一帐之内 香气经久不散时 才算一名合格的进手女币 五人用粉舌 分别舔进一根手指 另一人舔手掌 这叫做 美人进手 仙长只需伸出手掌 他们自会帮仙长进手 第184章 上菜 听完这位媚态女修的话 李青山简直不敢相信 谁会交涉营易到这么变态的程度 这种以蹂躏他人 彰显自己拥有特殊地位的办法 就算是皇宫大内 也没有这样的 他根本不忍心去看眼前的小姑娘 他看向师尊尹志平 想看他如何应对 而尹志平看着眼前六个仙兽的小姑娘 他们眼中志气未脱 带有天真无邪的神采 但他们对这种扭曲 自以为他人服务 好似并不感觉 这是一份苦难 双眼中 带着雀雀的期盼 盯着尹志平袖子下的双手 似乎若是能为这位仙长吸吮手指 是他们的荣幸 尹志平现在明白了 为何心柔仙子有时略带哀伤之色 看到城中百姓又很怜悯 在这个人心任人践踏的辅救社会中 他们很可怜 但更可恨的是 那些顶层手下的走狗 那些扭曲人们思想和人性的肮脏丑恶 畜生都不如的爪牙 这个世界在尹志平来到后 看到的仙气飘渺 亭台楼阁 繁荣昌盛 都是建立在大众苦难之上的罪恶 这只是冰山一角 暗地里 这个世界又该如何黑暗 尹志平心情沉重 但面上并未显露 在李青山的注视下 将小狐狸缓缓放在浴室桌上 再轻轻伸出双手 那六位小姑娘立即双眼泛光 看着尹志平洁白光润的修长手指 情不自禁伸出粉嫩的舌头 舔一下红润的嘴唇 并低下头去 像狗追猎物一样 想要含住尹志平的手指 但尹志平双手虚闪 躲过他们的追逐 双手握拳 竖起两个众人都看不懂的大拇指 满是笑意的夸赞道 你们都很棒 一会频道有奖励 说完 看所有人似乎不明白 自己竖大拇指的意思 又拍起手掌夸赞他们 频道素来喜欢独来独往 从不与人亲近 更不可能让你们禁手 看你们既热心又专业 当然要赏 一会送些瓜果给你们吃 当作奖励 眼前六个小姑娘 眼中刚开始有些失落 但听到尹志平送水果给他们吃 眼中又复现欢喜 蹦起来小声欢呼 迅速跪下磕头谢恩 而李青山那边 他看着自己眼前六个略带期盼的小姑娘 单手伸向尹志平说道 这位是我师尊 徒弟当随师父 你们退下吧 一会自有瓜果赐下 那些少女同样跪下磕头谢恩 欢天喜地地离开了大殿 一旁众多女子见此 群情激愤 巨都争先恐后地想要服侍两人 尹志平立声喝道 都停下 说完指着一旁 似乎是管家的媚太女修士 你留下 其余人都走 让厨子上菜 任何人不准进来 见仙肠生气 众多身着清凉的阴阴艳艳 连忙请罪 然后一步两回头 眼带忧怨的泪光 缓步离去 尹志平这也是 为了防止吃饭时 还玩出什么花样 那还怎么吃得下去 所以直接让厨师上菜 这一下总不会闹什么幼蛾子了吧 随后 转头对着一旁的女修士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是这里的管事 那女修身上没几片部 以为尹志平是山中刚出来的厨 脸嫩 驱散众多女币又不准任何人进来 想必是要和徒弟一起和他来到二龙戏一封 当下眼神拉丝 脸上泛起红艳的光泽 嘴上的话音都带着几分身影 是啊 奴家叫御奴 还仙长请联系 说着 伸出光滑的双臂就要抱向尹志平 却被尹志平一个闪身躲开 尹志平此时算是看出来了 这是经常被调教 随时随地发春来了 当即真气暗韵 张口大喝 阿 妈 那 巴 你 哦 六字大明咒 从尹志平暗韵真气的口中喝出 如当头棒喝 经文地砖上滴落点点水字 尹志平也没到 他在祖地佛经中看的大明咒 还有这种效果 也是老脸一红 但这理应是御奴刚刚怨而不漏 此时乍然一惊 才有此窘相 此句佛家真言 可使人心神收敛 智觉会出 所以尹志平才拿来一用 效果也是不错 御奴此时虽然狼狈不堪 但好在清醒了过来 在尹志平的示意下 连忙恭敬退下 出了门店回去换衣服了 看御奴离去 此时店内就与仕途二人和小狐狸 尹志平来到一侧的金盆中 随意洗洗手擦了擦 没想到水盆内的水 居然很不一般 似乎加了灵液 他原本因晒伤起皮的手掌 用过洗手水后 居然光洁如新 恢复如常 当下也不再迟疑 脱下头上围着的衣物 并招呼李青山一起清洗 不一会 两人面容剧都恢复 照着精进 一脸洗衣 这时 和李青山早就鸡肠鹿鹿 连忙喊道 进来 只见外面一排头戴粉色沙罩 遮住面容的女子 端着大大小小的玉盘走了进来 功利于一侧 这些女子身上 同样穿着清凉 身前围着一件黑色吊带半透明 丝不遮挡 从胸口遮到大腿 里面的春色隐隐可见 后背除了一条黑丝巾记住 不着骗履 尹志平当即呵斥道 我不是让厨子端菜进来吗 你们是厨子 第185章 多米凌辱 端着玉盘的女子恭敬回了一声 仙长 奴婢就是府内的厨娘 一群小厨娘的谚语音声 让尹志平一时头大 也幸好此时 刚刚离去的玉奴 换好衣物走了进来 看到站立两排的厨娘 本性又开始发作 拉着长枪 就要介绍如何吃这饭 又如何玩这饭 尹志平当即伸手喝止 停 不用介绍 平道吃个饭 难道还用你们教不成 说完 精神力透体而出 挥手将厨娘手中的大小玉盘 一起一道玉石桌上 挥手道 你们出去吧 玉奴留下 平道有事向寻 一群厨娘被粉色面纱罩罩住脸部 看不清面容 齐齐扶了一下 露出围裙内的大好春光 随后缓缓离去 尹志平指了指玉石桌边的椅子 是一玉奴坐下 随意掀开面前一个玉盘上方的黄金参盖 只见里面是一对微微泛光的七彩贝壳 和一对白玉中 贝壳呈七彩半透明状 与下面的玉盘交相辉映 露出一个看样子 好像喝醉了的小精灵 正躺在里面呼呼大睡 一股唇厚的酒香扑面 让人口齿生惊 那小精灵长得小巧可爱 如同缩小了无数倍的小女孩一样 身上是用绿色海草做的衣服 长相也是甜美 唯一突兀的便是小精灵胸前的海草衣服 鼓鼓囊囊 与小精灵的身形很是不匹配 尹志平健壮 脸上一猛 吃这个 这是饭菜 怎么吃 又看了看七彩贝壳旁边放置的玉盅 难道是抹了小精灵的脖子 喝他们的血 一旁的李青山看得也是眉头紧重 难道要生吞火焰 这个如同小人般的精灵 能吃得下去 一旁的管事御奴是个有眼色的人 也没有嘲讽他们师徒俩 是没见识的土包子 而是上前 轻轻接过尹志平手中的仓盖 放于一侧的架子上 对着尹志平弓声介绍道 仙长真是好运道 一上来就挑中了宴席上最珍贵的仙珍 这是数十万里之外 蓝海中的顶级珍宝 此精灵名叫多米 在本地又称之为棒精 性子调皮 贪嘴 是蓝海中的精灵 他们集天地精华于一身 可治疗邪碎对修士的精神损伤 也可养魂增神 是最为珍惜的灵物之一 而治愈的灵物 便是精灵的灵乳 谁最早发现的这个妙方 早已不可知 如今流传下来的 便是捉到孕后的多米精灵 为时真要灵液 再服以仙酒 神仙醉 待胸中凌辱欲满 便可挤到狱中内 尽至片刻散去酒运 方可饮用 这些本该由雏娘来做 现在就由狱奴伺候仙长吧 尹志平很无奈 想吃个正经饭 怎么就这么难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只能是此地的萧良辰 上行下效 无所不用其极 看着狱奴一手抓住 醉酒中的精灵 撕开他身上的海草 另一只手 用食指和拇指的指度 轻轻地挤出凌辱 滴落到狱中内 丝丝香味散发 闻上一闻 神魂都沉醉其中 李青山一脸 不敢置信地看着师尊 师尊要喝这个 尹志平看到了一旁 李青山眼中的异样 没好气地说道 青山 这种灵物 就是咱们不喝 也会被那些罪恶之人喝了 与其增长恶人实力 不如用在自己身上 狱奴听闻尹志平的言语 双手一颤 差点将凌辱洒落浴桌上 尹志平看着他 知道这种灵物 本就不是为他们准备的 许师听了消息 有玄天宗的高层下来 所以才准备如此珍宝 随即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继续对李青山说道 为师神魂强大 无需此药滋补 这些全是给你的 一旁的御奴双目诧异 尹会瞥了一眼尹志平 没想到这位师父 居然有如此胸怀 李青山更是连连推辞 尹志平打断他 说道 长者刺 不可辞 用完饭后 我要教你先法 此药正好可助你一臂之力 李青山文言一呆 但仍然想要师尊分一辈 尹志平不去管他 像已经开始 挤第二只精灵的御奴问道 平道只闻得胎儿育于宫内 分食母亲之时 这些精灵 既然要喂养真药灵液 那他肚中的孩子何在 御奴一边摆放御中 一边好似说 一件寻常事一样 回答道 精灵腹中孩子 按时甚即是吃下堕胎药便可 不会影响灵乳的药效 尹志平点了点头 也不再多说 人类本性中 就有罪恶的一面 甚至前世最美味的鹅肝 都是建立在每天遭受 无边痛苦中的 大鹅育育的美食 生吃猴脑不用多说 开水烫驴 活生生的驴 一边浇开水烫 一边用刀切下烫熟的肉来吃 想吃哪个部位 就烫哪个部位 比灵池之行还要恶毒 与之种种恶行 数不胜数 或许藕作善事 消除业障 也算是人类本身的一种自救 尹志平不想多说什么 面色严谨 在灵乳静止期间 中间也不忘挑出一盘灵果 让御奴送与那些禁守侍者 应了自己先前的赏赐 等御奴送完灵果回来 灵池已经散去酒孕 李青山还要推辞 但在尹志平的命令下 联合两钟 看得御奴羡慕不已 这灵池果然不愧是顶级的珍惜宝药 李青山喝完 不出一会 额头竟然在微微发出神光 精神力竟有化作有形之力的兆头 李青山当即盘腿打坐 神魂首一 物资恋化 尹志平吩咐了几句 挥手让御奴退下 继续胡吃海喝 留点肉食给徒弟 将其余能吃的都吃了 饭后 尹志平又来到书桌上 拿起毛笔开始写写画画 然后写躺在后方软榻上休息 几个时辰后时 李青山才睁开双目 那双眼睛不再如老人般带有目气 而是神采异议 犹如头角蒸容的少年英才 李青山来到尹志平面前 恭声谢道 多谢师尊 徒儿实力大有长进 尹志平点了点头 然后除了厨娘送饭 其余人都不会打扰你我师徒闭关 大殿后面有两间篇房可供修炼 我这里有一篇修炼经文教给你 你好生记下 说完 从一侧桌子上 拿出一张满是南宋文字的纸张 交于李青山 第186章 五道经丹 李青山看到师尊递过来的纸张 心中激动 这就是师尊要交给我的宪法吗 在大宋 江湖上一直流传着师尊会宪法 没想到竟然是真的 李青山白发苍苍 满脸激动 只见手中的白纸上最顶上写着三个大字 常青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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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真和自已有缘 名字里都带有一个青字 李青山目光下移 看到写着的第一句 呼吸卢外 出入丹田 精神一震 立即攻身叩拜 谢师尊传法 尹志平凛然高作 面色正重 看着李青山说道 青山 这常青诀 暂时传你练弃至金丹七的功法 我们所练的五道 本就脱胎于先秦时期的练弃之法 你修到百年 基础扎实 筑基前的功法内容 基本不用为师教导 你可自行修炼 记住 你看完记下后 立即全部销毁 不可有任何遗漏 李青山又是一礼 是 师尊 弟子谨遵失命 绝不留任何痕迹 尹志平轻轻汗手 随后快步向殿后的偏房内而去 主要是这一顿灵气十足的饭菜 让尹志平身上止不住地往外渗出灵气 刚刚自己只是随意修炼 那气入体 已经修到炼气三层 可谓是丝滑异常 让尹志平有种不真实之感 总觉得是不是太简单了 现在体内的各种大补之物 还未消化完毕 他只想赶紧回去修炼 继续冲刺 来到后方偏店 只见屋内宽大异常 装饰奢华 各种情趣用品 一应俱全 辅助工具 以及特制的椅子板凳 浴池等等 就没重样的 想来 此地是放后娱乐之地 才会布置如此多的花样 尹志平大致看了几眼 满足一下好奇心 挥手将窗帘扯下 盖住几个不雅观的物件 随后准备盘坐于床上修炼 谁知一踏入床上 似乎启动了什么阵法 整个人如同被轻柔的羽毛包裹 柔软光滑 浑身如同被无数双小手抚摸 舒坦至极 尹志平连忙起身 无量天尊 这些纹固子弟 不好好钻研杀阵 脑袋瓜全用到这些邪门歪道身上了 真是数字 想起这地方是个风情场所 在此修炼实在晦气 便迅速出门 来到正庭时 徒弟李青山还在沉迷于长青爵的功法中 连尹志平从一侧走过都没有察觉 尹志平来到殿外 见对面一侍女候着 于是喊道 修炼之所在了 那侍女急忙扶了一礼 翠一声道 仙长 这只有玉姐姐省的 奴婢这就去请她来 随后小跑得出了院门 不知去向 还没等尹志平转身返回大殿 玉奴便已来到身前 他低头扶了一礼 低垂的双眸却带有疑惑 刚刚吃饭时 他曾离尹志平很近 根本感觉不到尹志平有修为 以为是比自己厉害很多的前辈 现在一看 怎么只有练起三层 真是奇怪 但他能做到仙府的管事 绝不是爱管闲事的人 说不定这位前辈 就有这种小癖好呢 所以仍然恭恭敬敬 仙长 有何事吩咐御奴 后殿厢房 实在不是闭关修炼的家地 府内可有专供修炼之用的场所 回仙长 有的 请随御奴来 尹志平点了点头 看着御桌上的小狐狸 想了想 还是没有将红阴交给府中 下人照料 单手抱起李青山 这时已经继权了长青爵 快步来到尹志平跟前 师尊 您这是 后殿厢房 实在不是一处修炼之地 随我来 师徒俩出了大门 跟随管事御奴 左转右拐 一路上侍女不断 纷纷行礼 直到穿过一座硕大的花园 是从越发西少 而且空气竟然泛着森冷之意 拥动的两层阁楼前 四周了无人烟 阁楼并非木制 似乎是一种实质阁楼 也无牌匾 门前只是立着一座石碑 上面有四个大字 阴急扬升 御奴并未解释 而是从一个井囊口袋内 取出一个漆黑的令牌 上面似乎刻着一个阴字符号 但尹志平却未关注符号 而是御奴手中的井囊 那好像是个储物袋 这时 御奴将令牌放在石碑侧面的凹槽内 随即 躬身请尹志平进去 三人穿过石碑时 石碑立即升起一层无形的屏障 包住整座阁楼 御奴推开大门 尹志平刚跨入门内 就觉得好似一下子 步入了温水之中 四周的暖意 让人浑身舒适 体内的灵气也愈发活跃 这里的灵气 要比仙府中高出四五倍 而仙府中 本就比外界要高出五成 当真是一处好地方 阁楼内 空旷无比 只有几个瀑团 铺团后方是一座珠红色石台 上面只放了若干个玉瓶 御奴在一旁解释道 仙长 这里便是闭关修炼之地 也是城池中 整座阵法的阴急扬升之点 灵气最为浓郁 台子上的御瓶内装有壁骨丹 可供服用 仙长闭关完毕之后 直接走出便可 外面有阵法防护 不会有闲杂人等打扰到您 尹志平满意地点了点头 御奴随后告退 直接出了阵法 尹志平看去 大致分辨出 原来这是一个可出不可进的阵法 接着 尹志平上了二楼修炼 一楼留给徒弟 二楼与一楼摆设一样 尹志平走到十台前 拿起一个玉瓶 拔开筛子 倒在手中几颗壁骨丹 确见是几颗糖豆大小的丹药 尹志平拿起细细一纹 有些肉香味 以及草药香味 不经嘖嘖称奇 但此时不是琢磨丹药的时候 如此灵气充裕之地 已经可以比你玄天宗风顶上的灵气 尹志平随便找了一个蒲团盘座儿下 近思片刻 想到自己武道还未练到尽头 又想起云梦成守将 似乎也是先武同修 自已离武道经丹 仅有一步之遥 放下实在可惜 何不先修成武道经丹 再修仙法 第187章 天人之境 苦修百年经武道 经丹一力定长生 尹志平原本在地球昆仑山 专门补好了半成品的聚灵阵 就是为了以防万一 若是死亡谷内的阵法无法再用 他也有其他退路 凭借距灵阵内浓郁的清灵之气 炼成武道经丹不在话下 这样 寿命就可以增加近千岁 不愁找不到修仙的出路如今 借着真武大帝遗留的传颂阵 来到这个灵气充裕的世界 他的实力 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再增强 武道经丹与修仙经丹不同 修仙注重领悟天地法则 天地与我并生 以自身领悟的天地法则 互以御敌 最终或身容大道 或开辟自己的天地 超脱于世界之外 而武道则不同 武道注重以身 以自身为天地 向内而求 而尹志平自小修习的武道 虽是从炼气之法修改而来 也是因为地球世界 已经不适合万物与我唯一这种修仙之法 只能以自身为出发点 炼体内精气 以求精进 待打通自身天地之桥 便可炼外界能量化为以用 这样可避免过于损耗自身精气 尹志平所在地球的武道 前路一片荒芜 是以尹志平只能自已摸索后续武道之路 前贤曾说 万法归一 无论是修仙还是练武 都是为了提升生命层次 超脱世界轮回之苦 以达到 天地灭而我不灭 万物朽而我不朽的永恒之境 尹志平结合在地球时期 数十年的讲道领悟 以及自身武道经验 他先是正经微作 定性宁神 随着自身经脉内的真气 绕大周天运转 带动周围天地灵气 从头顶天地之桥的百会学处 吸入身体内部 阁楼内浓厚的灵气 化作滚滚长河一拥而入 先天真气 果带着灵气 随周天运转 化为真气 开始于丹田之中 渐渐液化 五道有后天 先天 先天宗师 先天大宗师 之后凝聚金丹 可谓超脱凡人之躯 便叫做五道天人静 也就是五道金丹 随着尹志平 不停运转经脉之中的真气 丹田之中的先天真源液 开始越聚越多 几个时辰后 原本在地球需要数十年 才能凝结满的真源 此时已经填满整个丹田 尹志平没有停下 与清灵的真气相比较 厚重且是大 于经脉之中运行大周天 每运行一圈 肉身脏腑肉眼可见般的 变得更为强大坚韧 全真内功行走坐卧都可运功 尹志平如今修炼的先天功 也同样如此 他缓缓站起身来 将在地球搜罗沿袭的五道秘技 一一视斩 一掌打出 一个金色大手印猛然脱手 压向十字阁楼的墙壁 狂暴的攻击 甚至让阁楼墙壁散发到 霞光经纹来抵御金色大手印 尹志平见阁楼二楼浑然一体 楼梯处也有节节阻挡 应该影响不到一楼 尹志平便放开手脚 拳 腿 膝 肘 掌 只等等各种武技 用了一遍又一遍 只打了三天三夜 精力反而更加充沛 随着全身各处化作攻击手段 调动浑身气血翻涌 真元涌入不断强化 尹志平如今可谓是一箭人形兵器 实力翻天地覆 随后 随志平又将真气化作刀 枪 剑 挤 腐 月 钩 插 边 剪 锤 抓 躺 棍 朔等等十八般兵器 轮番上演这一练就是一个月有余 此时随志平气血如龙 浑身气势 骇人惊闻 体魄见状少了几分飘渺仙气 多了几分射人的气息 期间去问御奴要了树瓶穹江 补足水分消耗 如今御瓶内的壁骨丹 在他高强度的消耗下 已经消耗一空 随志平又看向石台下沉迷的小狐狸 此时小狐狸就毛退去 心毛出生 想必过不了多久便会醒来 这座阁楼二层的摆设与一层相同 也有门窗 随志平推开小门 直接跳了下去 静止走出阵法 仙府内的路径 通过几次出来走动 随志平已大致熟悉 直接来到吃饭的大殿 让人准备零肉零果 准备大吃一顿 御奴娇声媚笑前来 看着随志平一身短打 浑身肌肉硬如钢铁 他内心不时泛起涟漪 媚眼如丝 更为殷勤 动不动就想往随志平身上凑 仙 长 修炼肯定很累吧 奴家会一种按摩手法 保证让仙长疲惫尽销 生龙活虎 说着眼神直勾勾 往随志平身下部位看去 那双勾人的媚眼越发水润 让人忍不住心潮起伏 想要将其狠狠蹂躏一番 随志平如今正在修炼关键期 怎能沉迷女色 掏出几个空瓶 呵斥一声 声如闷雷 壁骨单眉了 这次多被陷 御奴听到这 心中简直无语 这舞道 都是给那些泥腿子练的 为的就是让他们顽强生存 别死太快 这舞道在邪岁面前不堪一击 除了数万年前 出过一个舞道强者五拜天 可击杀邪岁 震惊一时 可如今再也没出过什么舞道打架 真搞不懂这位仙长怎么想的 为何对舞道这么上心 不过让御奴最担忧的 便是他联系不上 云梦城主萧良辰 如今仙府好似关闭了大阵 与外界没有一点交流 那道令牌 又在心柔仙子手中 他根本不敢打扰 事宜只能等待 只希望 这位玄天宗高人 不要一闭关 就是数百年不出 要不然 他们这些下人可就惨了 随即收敛杂乱的心思 结果玉萍 扭动荡漾的腰肢 转身去了仙府内裤 尹志平则开始大吃特吃 不断送上的佳肴 等风残云卷 消灭完玉桌上的饭菜 便领着玉奴 再度回到阁楼 在阁楼前的石碑 另一侧 放上一枚白色令牌 便可进入 尹志平带着壁骨丹 一大葫芦穷江 屈膝一跳 人已来到阁楼二层 至此 条件基本成熟 尹志平开始准备凝聚武道金丹 一个多月不间断的练习 尹志平已经能察觉到 各处学窍中的异样 这些学窍 主宰着肉身和精神的运作 由于尹志平本身精神力强大 百惠学中 已经率先生出一团虚影 那便是武道之神的雏形 任何对他带有敌意的事物 都能被他提前感知 尹志平如今 每一朝每一世 都带有自身武道的神威 威力已然能够影响到精神层面 而这些神威 就藏在肉身的这些学窍中 他要凝聚神威化为实体 便是金丹 而等这些金丹之中的神威大成 便可破单而出 寓意出武道之神 第188章 武道始成 尹志平这一天 不曾练武 也未修炼 而是静静盘坐 脑海中缓缓推演武道本质 武 是一种行随行动 强身护义的超脱之道 自已便是身体内部 这方小天地的神 而肉身是神之居所 想要不断提升肉身 增强神力 便需要将自已当作一个世界 模仿外面大世界的运行规律 来补足小世界 肉身自然强盛 肉身强盛反补神魂 使得已身这方小世界 越来越强 武道功法炼金存契 便是通过连通武脏的学窍 来收集身体内的精气 让其通过周天运转 形成一个循环 也是最为初始状态下的小天地 作为一个小天地 武脏对应武神 武翘对应武脏 此时尹志平武处学窍内 都有一层朦胧的神意在诞生 尹志平脑海中划过众多功法 这些武功虽是江湖墨流 但正是因为大海逃杀 这些招式反而最符合 人体运动的规律 出脚 收拳 左窃 右掏 无不是最适合人体发力的招式 这些招式 一招出 而全身动 可谓至刚至强 尹志平万千招式 荣于一炉 收发随心 不拘于一招一拾 随即站起身来 开始缓缓打出一拳 这一拳中正平和 无波无拦 在身体内部各大学窍共振的集合下 一拳打在阵法之上 既无浩大的真元波动 也无什么意向加持 像是随随便便打了一拳 但阁楼石墙上金色纹路 迸发出剧烈的彩霞 石质墙体隐隐有些透亮 紧接着 尹志平上顶 下岸 左冲右突 身影在阁楼内部 如同闪现般不断消失出现 紧接着 整座阁楼都开始散发彩霞 下方正大气的李青山 更是感受到 阁楼似乎在微微的震动 抬头一瞧 却是吓了一跳 原来李青山头顶上的石质两板 竟然缓缓透明起来 通过两板内 无数纵横交错的阵法路线 隐隐能看到 里面一个人影 正在快速挥拳 而阁楼外面 第二层阁楼被打得通体透亮 彩霞震震 仙府内的灵气 绕着阁楼快速补充进去 甚至因为太极互转之道 一旁的云梦成仙府内 吉阳声音阁楼里的灵气 也被吸收到影志平这里 这般灵气动荡 不说云梦成仙府 便是玄天宗仙府内的御奴 也感觉到了 他此时 不再一走一晃 媚态十足 脚下 连足轻移 人已在数十不开外 不一会 便来到阁楼外 见阁楼二层阵法齐亮 这已经是阵法开启的最大负荷 若是在加歇力 必然要被打破个窟窿 那可是天大的罪过 御奴心惊胆战 既惊讶这位仙长 好像武道有成 又怕阵法被打破 自已要被牵连 而玄天宗仙府上空 一个盘坐于虚空中的窈窕身影 温柔恬静的面容上 也露出丝丝惊讶 此人正是玄天宗大师姐 心柔仙子 而一旁的云梦成仙府 萧良辰站在高高的观景台上 脸色难看 因为阵法关闭 他看不到玄天宗仙府内的状况 但他敢肯定 这必然和祖爷爷来信中 那个凡人小子有关 他心情烦闷 祖爷爷交给自己的任务 恐怕完不成了 有那个诗书从中作梗 根本无从着手 萧良辰身旁 一位姿色上乘的爱妾 见其脸色不渝 连忙上前 搂住萧良辰的胳膊 巧笑奄奄 口中含密 主人 有何烦忧 说来听听 让妾身给您消烦解闷 萧良辰心中烦闷 无处可发 猛地抽出胳膊 挥手就是一巴掌 萧良辰实力高深 含怒一掌 岂是这小小的底层女修 能挡得了的 整个人被抽飞十米外 撞万树段围栏 几棵花树 滚落成一团 牙齿被打得全无 张嘴又吐出一口大血 昏迷过去 显然是伤到了脏腑 萧良辰身后 跟随观景的众女子 无不骇然后退 而萧良辰 看向下方折断的 齐花一草 心中更为恼怒 吼道 五十四 一个鬼魅的身影 不知从何处钻出 勾搂着腰 低头看地 不敢抬眼 嘴中谄媚道 在 奴才在 少主有何吩咐 萧良辰指着花园中 吐血昏迷的女子 很声道 给我就地剁碎 当花肥 记住 从角度 听不到她惨叫 我就剁了你 名叫五十四的管事 长相丑陋 嘴歪眼斜 勾搂着腰 此时 手脚麻利无比 抽出一把明亮的砍刀 两步来到昏迷女子面前 从衣兜里 摸出一个定身符 贴在女人身上 见这位倒霉的女子 还在昏迷中 她眼中闪过一丝病态的残忍 她是跟在少主手下 活得最久的管事 她深知少主秉性 心中已经有了计较 半蹲在女子脚边 在黑色土壤的衬托下 女子白嫩小巧的脚丫 更为白皙诱人 五十四号管事 眼中带着残忍和扭曲 她心中开怀不已 这种摧毁美好事物的瞬间 多么让人迷恋 她一手刀法 原本奇快无比 但此时 却调转刀身 将刀背对准粉嫩的脚趾 只见白光一闪而过 接下来 便是撕心裂肺的惨叫求饶声 萧良辰在上方观景台 哈哈大笑 听着凄惨的叫声 求饶声 剁肉声 脸上涌现淡淡的潮红 这种主宰他人命运 随意折磨人的乐趣 让他有种高高在上的快感 心情放松之下 准备搂住一位美妾 让自己进入更欢愉的层次 但转身看去 却见一群美妾 畏畏缩缩 满脸恐惧 他当即大怒 大步上前 抬脚就踹 咒骂到 一帮招人宴的贱货 给老子哭丧吗 都给我笑 快笑 笑啊 快笑啊 哈哈 他乱脚下去 挨着就伤 碰着就残 血液流了一地 这群女妾 强忍钻心的疼痛 满脸是泪 大声笑出声来 萧良辰听着观景台下的惨叫声 打得兴起 掐住一个女妾的脖子 就要活生生撕开 突然 整个云梦城轰然一阵 云梦城仙府上空的阵法 骚然被外力破开一道裂缝 森冷的气息 弥漫在云梦城仙府之内 一个冰冷的声音 从虚空中传来 饶我清修 罪不容数 第189章 五道金丹炼成 清冷的声音 回荡在仙府内 心底里 升起莫大的惶恐 伴随着新柔仙子的声音落下 54号管事 还有地上被砍到大腿处的侍妾 轰然暴碎 化作两团血雾 这时 整座云梦城都开始晃动 地面不断蹦现黑白色的光芒 这座巨大的八卦阵 已然被唤醒 不管是城内还是城外 所有人都迅速跑出门 想要知道出了什么事 难道是邪碎的王者攻城 随着阵法苏醒 仙府上空裂开的缝隙 在迅速收拢 在收拢闭合的一刹那 一道身影出现在阵法内 新柔仙子随手一招 萧梁城口袋内 飘出一个仙府令牌 被挥手收走 整座震动的云梦城 随着阵法裂痕的复原 渐渐停歇下来 此时 萧梁城才能开口说话 他一只手还掐在士气的脖子上 另一只手抓着对方头骨盖 身体有了知觉后 便立即收手 转身一躬到底 躬身请罪 但他眼神深处 却隐藏着一团邪火 在新柔仙子看不见的地方 面容略带扭曲 师叔恕罪 梁城一时情绪失控 惊扰了师叔 还请看在我祖爷爷的面子上 饶过弟子一次 弟子愿赔偿 新柔仙子立于仙府半空 看不清面容 身影飘飘渺渺 似乎不在此间 只有一声冷漠的声音 从虚空中传下 你对我心怀恨意 话音落下 萧梁城双臂骤然碎成血雾 啊 痛苦的惨叫声 在观景台上响起 叶梁城自小就是修仙界的高层 可谓万千宠爱于一身 何曾受过这种苦楚 此时 瘫倒在地 双臂血流如注 他身后的侍妾 全都吓得呆呆傻傻 动也不敢动 也就在这时 庄园阴影处 突然钻出两个须发皆白的道人 两人身影如电 周身领域相随 身影一个闪现 已经跪倒在观景台上 前辈 我等愿替少主受罚 两位须发皆白的道人 周身领域已自成一体 可掌控部分天地之力 是出入金丹妻的征兆 但两人如今跪倒在地上 大气都不敢喘 心中就算恨死了 这位为非作歹的少主 也只能硬着头皮 上前向心柔仙子请罪 家族老小都仰仗萧家过活 若是眼睁睁地看着少主被杀 事后他们也难逃一死 还不如带少主受过 说不定还能有一线生机 可两人刚想到一线生机 明明中 一种无可匹敌的力量铃声 两人身上黑白之光闪现 随即 两个金丹妻修士 就如同被黑白色的 阴阳末盘研磨一般 在萧良辰惊恐的注视下 两个身影 渐渐被研磨成点点灰尘 甚至金丹内的元神 都无法逃脱 具备魔城灰灰 这是心柔仙子化神器的道 别说两个金丹修士 就是原因也难逃一死 萧良辰见此 可谓是万念俱灰 吓破了胆 再也不敢有任何不敬 肩膀还在肾血也顾不上 跪在满是鲜血的石板上 砰砰砰地不断磕头 嘴里大喊饶命 心柔仙子的天音 从虚空传来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挂于城门百日 以锦校游 这时 内城守将刚刚收到 心柔仙子的传音 已经来到仙府内 他早就看不惯 这次在众人头上 作威作福 非打即骂 今日惹到了玄天宗的仙长 受此重罚 当真是大快人心 听到心柔仙子的吩咐 立即起身 挥手让身后的两个青髓跟上 三人抬着嘴里 不断歇安的萧良辰出了仙府 下到内城 往内城的城门楼而去 而后 高空中的心柔仙子 重新隐没在虚空之中 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 玄天宗仙府内的阁楼里 尹志平浑身气势如虹 全掌交替 打得阁楼通体亮堂 无穷的力量 从身体内部 源源不断被激发而出 随着力量的宣泄 五大学鞘 对应肉身五处神脏 互通有无 力量循环不休 心脏所属的神门穴中 穴窍中心处的神威虚影 随着穴窍内 越来越强的力量 突然收缩成一点 紧接着一点红光引线 直到某一刻 红光迸发 一颗红丹呈现 心脏鼓动犹如雷鸣 像是打开了某种玄关 无穷的力量 从心脏中涌出 而后 尹志平浑身冒出血色能量 打拳的速度开始加快 犹如实质的真元 在五大学鞘中 流动得越发急速 有神门穴点亮的红色金丹中 山河湖海般的滔滔神脏之力 顺着体内真元的流向 往下一个太冲穴内冲去 太冲穴内鼠皮 随着心脏力量的注入 学窍中神威虚影 同样开始收缩 紧接着化作一粒青色金丹 就这样 随着脾藏的玄关被打开 浩大的力量如滚滚河流 涌入下一个太白穴内 神威虚影 化作一粒黄色金丹 紧接着 太原穴内出现一粒白色金丹 甚于穴内出现一粒黑色金丹 五脏对应的五个学窍 四肢腰腹 以及金木水火图五行 五行属性的金丹转动 五行之力与体内流转 循环不息 化为一个雏形内天地 体内澎湃的神脏力量 不断冲刷全身 隐质瓶血肉更换 骨骼晶莹如玉 可谓脱胎换骨 并且五行之力涌向泥丸弓 隐质瓶的原本就强盛的神魂力量 骤然大涨 竟凝结出淡淡的神魂虚影 这是金丹后期才能练出的神魂 隐质瓶体内的变化可谓翻天地覆 而外界隐质瓶仍然不断出拳 阁楼一层 徒弟李青山已经不敢再待下去 头顶半透明的两板全是脚印 他生怕师父一脚踏破地板 砸在他身上 而阁楼外的墙壁上 更是被打得遍布手印 全印 若不是里面有一层阵法网 勾连护住墙体 恐怕早已打破 就这样 已经岌岌可危 灵气化作狂风汹涌而入 钻进阁楼前的石碑 为阵法提供能量 这般狂暴的场景 吓得外面助力的御奴 更加提心吊胆 身上的水润的肌肤 随着心中的紧张不断振战 也就在影制品五行金丹相连通 神魂虚影化生之后 仙府上的续空中 心柔仙子满意地点了点头 抬起浩腕 轻轻一挥 一道黑白相加的道轮 静止将云梦成仙府上空的阵法 斩出一道宽大的裂缝 心柔仙子化神之力 铺天盖地涌入 仙府内 所有人全都僵住 动弹不得 第190章 再见心柔仙子 心柔仙子 强行破开阵法的波动 巨大无比 整座云梦成仙府 都在高空中晃动 而云梦成仙府 和玄天宗仙府 本就是一阴一阳的阵眼 互为一体 自然受其影响 尹志平正打得畅汗淋漓 巨大的震动 让其不得不停下 随后 挥手推开阁楼大门 一步迈出 人已到了楼下 举目似望 震动已经渐渐停下 似乎并未出什么大事 尹志平心下烧鞍 越是强大 越能明白自己的弱小 他可不想 自己成了某些修仙大佬 战斗于波下的亡死之魂 见云梦成无碍 他深深呼出一口气 明显感觉 肉身又强大几分 如今 他以自身作为一个天地 悉心培养 内天地每提升一点 他就要强大一分 现在五行金丹运转 便是内天地的雏形 也是他五道领域的雏形 只要持续修行 将五行金丹修炼到巅峰 单破神出 为五行之神 金木水火土五种神力 叠加成熟的领域之力 才算得上一个真正的世界 尹志平正思考间 附近的李青山 已经看到师尊跳出阁楼外 他略微一看 却感觉师尊体内 好似隐藏着一只洪荒巨兽 若是暴起 定然毁天灭地 剑气一身短打 打扮像是个炼体武者 身上钢筋铁骨 看着就威势破人 稍一挥动 必然有万军之力 又一细看 好像是炼气三层 他不仅有些纳闷 师尊给了自以仙法 怎么他自已 反倒炼气横炼体数来了 难道是因为这仙法与他不合 修到炼气三层 也毫无存静 所以才转修五道 想到这 李青山有些惆怅 不敢上前 想他自己修仙 可谓进步神速 这一个多月 已经修到炼气第七层 白发生黑 面容也返老还童 恢复到中眠样子 让师尊看到 岂不是伤了师尊老人家的心 李青山躊躇不敢上前 一旁的仙府管事御奴 可不会耽误这开游的大好机会 他一声娇笑 伸出白偶般的手臂 上前直接双手 还住尹志平 结实有力的胳膊 胸口处感受到尹志平 胳膊上的硬度 他心中春水荡漾 如同融化了一般 脚下像是没了骨头一样 想要软倒在尹志平坚硬的胸膛前 尹志平正闭目仔细感受身体肌肉的律动 没想到 胳膊突然被一团柔软滑嫩的东西包裹 他不用睁眼 就知道是谁来了 女人如狼似虎 只会瓦解人的意志 随即 他胳膊上的肌肉猛地颤动一下 巨大的力道 直接将御奴震出老远 摔倒在地上 可御奴不但不生气 反而如同浑身没了骨头的软体蛇一样 眼带春水 抚摸着自己胸前 被尹志平刚强的颤镜 震红了一大片的苏胸 喉咙里轻轻喘着急促的呼吸 不远处的李青山见状 以为师尊横练神功出城 下手不知轻重 快步走上前 却见地上的管事 御奴满脸是欢愉后的春色 半漏不落的衣服打开 他连忙扭头不敢再看 只能静止走到师尊面前 恭敬拜见 恭喜师尊 神功大成 尹志平如今神魂都已化为原神雏形 神石之力更不用说 方圆百里内 如掌中观物 心面一动 就能感知到周身一切事物 见李青山修道练气七层 身强体壮 面容也恢复到中年样貌 满意地点了点头 夸赞道 为师略有所成 你也不错 这么短的时间 就能修炼至练气七层 很难得 李青山听到师尊 一眼就看破了自己的境界 明白刚刚所思所想 不过是自己的自大一满 当即一顿谦虚 哪里 哪里 不值一提 后机勃发罢了 这时 地上软座一团的御奴 不适 但他也顾不得许多 上前功声祝贺 仙长武道大成 可喜可贺 奴家刚刚感受到仙府晃动 这是数十年都不曾有过的事情 如今仙府内阵法紧闭 与外界断了联系 该如何是好 尹志平双眼一眯 你说 阵法紧闭 与外界断了联系 是何时断的 御奴见尹志平双眼如电 威势设人 就算只有炼气三层修为 但让他 有种面对少主萧良辰身后 两个护道人一样 难道这位仙长 武道真的大成了 打破了自万年前五拜天时期 至今没落的武道之路 他不敢再想 连忙说道 仙长 自您二位和那位仙子一进仙府 我们便和外界断了联系 刚刚如此巨大的震动 谁能感受不到 仙长您看 是否要去那位仙子闭关之地问问 尹志平想到心柔仙子 也是摸不着头脑 这位心柔仙子 一路上都在帮助自已 也耐心解答 但通过御奴所说 他似乎有自已的计划 可自已在他的计划里 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不过御奴说得也对 想不通 去问问便是 于是 三人一同向心柔仙子闭关的仙府 正殿走去 等三人来到正殿前 却发现大门洞开 里面盘坐的正是心柔仙子 此时 尹志平实力提升的 可谓是天翻地覆 但他看向心柔仙子时 心中反而更为震惊 因为他仍然看不透 心柔仙子的修为 以他秋风未动 禅仙诀 武道内天地的超强感知 只能隐隐感觉到 前方大殿内 似乎有一道阴阳二气 如同蔑视大漠盘一般 环环转动 里面弥漫着致命的死亡危机 尹志平不敢再看 生怕让心柔仙子察觉到什么 三人上前拜见 拜见仙子 心柔仙子美眸微睁 看了一眼尹志平和李青山 尤其是看尹志平时 似乎能看到 尹志平体内孕育的五行金丹 他嘴角露出一丝温柔的笑容 你们的来意 我已知晓 外界并无大事发生 你们安心修炼便是 领导长 你留下 我有事与你说 第191章 邪碎和凶兽 听到心柔仙子的话 李青山和御奴自觉告退 尹志平心中疑问颇多 有些事情 借着这次机会 正好问清楚些 当即便迈步走入店内 心柔仙子体貌素雅 温婉秀丽 大多时候都是一种 岁月静好的模样 现在也是如此 他先先御守微台 指了指对面的蒲团 示意尹志平坐下 而后又随手拿出一颗留影石 自动飞到盘做好的尹志平面前 尹志平微微疑惑 心柔仙子说道 将玉石贴在额前 神识叹入 自可知晓 尹志平知晓 心柔仙子没理由害他 便毫不迟疑 抓住悬浮在面前的留影石 贴在额头 神识叹入 却见一幅画面留影石内播放 如同前世看电影一般 而里面播放的内容 正是刚刚萧良辰如何暴虐杀人之事 尹志平看罢 满脸怒气 这种变态行径 已经算不得人 更像是一个披着人皮的禽兽 同时 尹志平心中也有些惊疑 他留意到 当时仙府振动之时 正是他五道金丹炼城之时 难道这位心柔仙子 是等他五行金丹炼城后 才出手的 不提尹志平的疑惑 对面的心柔仙子继续说道 我知你心中疑惑 你疑惑我为何平白无故 会帮你提升实力 尹志平被说破心事 也不恼 洛洛大方承认 是的 还请仙子解惑 心柔仙子反而问道 刘影史里面记载的影像 就是刚刚隔壁仙府中发生的事情 你看完了吗 看了 萧良辰暴虐是杀 枉为城主 根本就是玄天仙宗的一颗毒瘤 若是平道在场 也会出手阻止 心柔仙子轻轻汗手 并未计较尹志平抹黑玄天宗的话语 目光望向远方 似乎在看这个世界 这种毒瘤 遍布整个人族世界 尹志平一正 静静倾听 心柔仙子微微一叹 说道 在我小时候 有过一段美好的岁月 那是祖地纯阳子前辈带来的 他为这个世界 带来了一点曙光 但人力终究敌不过天数 他虽打破了千百万年 那些生来就高高在上的当权者 但他越是强大 邪碎自然越强 那些拥有先弃的宗门 自然不会帮助这个敌人 纯阳子为避免生灵涂炭 只好带着邪碎 打上宇宙星空 后来不知所中他走后 不过数年 他和大夏王朝一位皇子 共同建立的那座自由之城 很快就被王朝掌控 那座城正是如今的散修聚集地 望仙城 而我帮你 是希望你能像纯阳子前辈一样 给这个腐朽的世界 带来一点希望 尹志平听完心柔仙子的诉说 总觉得心柔仙子说的 虽然是一部分事实 但最根本的原因 他并没有对自己说出来 自已修成内世界 这种以世界之力感知危险 自然比个人精神 外放感知更为深入 一块要进入 不见不闻 绝显而必的境界 从心柔仙子的话语中 他能感受到 自已将来要面对的种种危险 但这些危险之中 心柔仙子竟然也在其中 而且 就算心柔仙子 自小是底层长大 可如今生至顶层 人会为了自己的一点怜悯之心 自毁自已优渥的顶层生活吗 心柔仙子身上的种种疑点 令人费解 但影之平面上 仍然装作一脸愤慨 怒声道 若真是如此 平道定要扫荡 吃魅王两 还天地一个朗朗乾坤 心柔仙子听到这 面色越发温柔 若是人族不内耗 早就没了邪碎 凶兽的立足之地 你有此志向 我心甚畏 我看你武道有成 但仙道似乎没有什么进展 可是仙法与自身不合 我这里有一部早年得来的仙经 与玄天宗无关 你可以试一试 说着 又取出一颗玉石 飘到影之平面前 影之平暗思 好像自已徒弟 还有这位仙子 都认为长青爵与自已不合 但自已 可是打了一会短的功夫 就修到了炼器三层 后来所有时间 都放在武道创法上面 所以炼器三层一点没动 不过有便宜不占 那不是王八蛋吗 俗话说 多条仙经 多条路 那颗下头朱送的仙法 长青爵 还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隐患 正好对比一下 于是 影之平伸手接过玉石 在心柔仙子的示意下 将这块记录仙经的玉石 贴在额前 神识探入 只见玉石内 一篇金色经文 在虚空中灿彩生辉 最上方三个大字 东华经 随即 影之平神识覆盖其上 只觉得一个奥妙无穷的修仙功法 在自己面前一一呈现 看到最后 却见这篇功法 直到原因期 许是看出了影之平的困惑 心柔仙子解释道 修仙功法 练道金丹 其实就无后路了 一般先经记载的后期功法 大多都是创建仙法之人 在后期各个境界的误道感悟 以及境界突破的要点 你无需惧怕后续道路 每个人都有自已的道 你需要误出自已的道 影之平连忙拱手败谢 将记载仙经的玉石 归还于心柔仙子 多谢仙子赠法 平道感激不尽 定不负仙子期望 心柔仙子面带微笑 一脸和善 敦促道 这里离宗门不远 过不多久 宗门就会派人 来此查探萧良辰的事情 你要尽快修炼 需要什么仅可使用 时间不多了 影之平又是一败 平道这就回去修炼 但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相问 你说 仙子刚刚所说 有邪祟和凶兽 平道在来云梦城的路上 已经见识过邪祟 大多都是一些混乱无状的杀戮 和毁灭意识灵体 但凶兽不知适合威胁 心柔仙子收起笑容 面色略微正重 有远古书册记载 在我们人族还未来这颗星球之前 这里是凶兽的世界 而凶兽和祥瑞的灵兽之间 唯一的区别在于 凶兽并未和灵兽或人类一样 选择杀死因自己诞生的邪祟 而是选择了融合 什么 尹之瓶大吃一惊 不禁张口拖出 那 那人类 心柔仙子夸赞地看了一眼尹之瓶 你想得不错 不论是在这个星球 还是其他修仙星球 亦或者远古时期 都有人足修士融合过邪祟 第192章 邪灵与邪祟 融合之后呢 发生了什么 尹之瓶急忙问道 心柔仙子神色平静 无波无澜 千年道行一朝散尽 身体受化 神智缺失 陷入杀戮和毁灭的本能 修士们称他们为修罗 尹之瓶暗叹一声 那圣气郁郁的邪祟 到底是什么呢 不得而知 不过修仙界流传着一个久远的传说 修仙者修的是 求得真我 去为存真 但这不过是个弥天大谎 实际上 修真反而使人缺失 那些修剪掉的唯我 才是邪祟的来源 圣气只是圣气 就像瘴气一样 唯有天地之间不断增加的邪念 才能从圣气中不断滋生邪祟 这些邪念 便是修仙者们驱除的唯我 听完新柔仙子所说 尹之瓶反而更糊涂了 难道玄天宗大殿上的修仙者们 实际是另类的魔头 萧良辰这样欲望缠身 暴虐残忍的修士 反而是一种正常修士 这个世界没有魔修吗 亦或者 在邪祟存在的压力下 魔修不再是魔修 尹之瓶一时间 有些分不清真真假假 他想起地球的历史 自神话消失 后面确实没有什么魔王大妖的记载 甚至到了南宋 他任职全真教掌教时 也不见任何邪碎的传说 难道 先便是邪 神就是魔吗 这个世界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这时 心柔仙子再度催促道 你时间不多了 需要抓紧修炼 回吧 尹之瓶诚恳道 一路行来 感谢仙子的照护 瓶道如今稍有自保之力 可否让瓶道亲眼去看看 邪碎到底是什么 心柔仙子沉音片刻 突然伸手 抓向身侧的虚空 那片空间 像是一扇门上挂着的珠帘一般 心柔仙子的手 轻易插进等再掏出来 就看到一团邪气肆意的黑色光团 在心柔仙子手中挣扎 心柔仙子手握这团黑光 稍微向影制瓶靠近 影制瓶顿觉 这团黑光中有一种疯狂 杀戮 毁灭 扭曲的精神碎片 庞佛想要将一切有灵质的生物 吞噬同化 且自已炼弃三层的灵力 像是很畏惧此物 心柔仙子解释道 你修炼的武道 应该能轻易灭杀这团邪灵 邪灵汇聚最终成为邪碎 邪灵是一种让普通修士 最为头疼的邪物 它可以轻易入侵 还未炼成神石的修士神魂中 而阻挡的办法 只有辟邪符还有清洁符 清洁符 影制瓶有些不可思议 辟邪符还说得过去 怎么最简易的清洁符 还能驱邪了 是的 这个邪灵从肾气中孕育 他实际上还是一团邪气 没有形体 辟邪符价值相对较高 对他使用辟邪符并不划算 清洁符本就可以去除晦气 多扔两张清洁符 并可驱逐他们 影制瓶还想再问邪碎的是 心柔仙子随手掐灭黑色的邪灵气团 再度下注课令 再一再二不再三 影制瓶不好惹咽了心柔仙子 随即起身告辞 等出了大殿 影制瓶转身去仙府中 想要寻找御奴 让其将旁边云梦成仙府中的灵丹灵物 去全部送到自己修炼的阁楼 既然心柔仙子都发话了 干脆一步做二步修 将两座仙府中的所有灵物 全都拿来作为自己修炼的资粮 等一个侍女领着影制瓶 来到一处小院内时 里面传来若有若无的哭泣声 随着影制瓶走入房间 却发现屋内摆设朴素简洁 并不像御奴外在表现的那种风格 心中不禁有些诧异 但很快 在侍女的呼唤下 御奴从礼间的卧室来到正堂 他泪眼朦胧 眼睛红肿 像是哭了很久 一身半落不露的情趣衣服 和这房间很是不搭 待看到影制瓶 御奴眼泪都没抹干 又要露出风情万种的模样 扑向影制瓶 影制瓶连练后退 正声呵斥 言道有正式向寻 御奴才收起媚人的模样 请影制瓶坐下倒了杯茶 影制瓶挑了几条 刚刚从心柔仙子得到的解答 向御奴问询一遍 基本答案大差不差 且大部分御奴并不知晓 阶层的隔阂 不仅是修仙者实力的隔阂 也是信息的隔阂 有些信息 底层人一辈子都被蒙在鼓里 也不曾明白 任人愚弄 影制瓶见御奴眼泪不时滴落 似乎止不住 问道 遇到什么事了 为何要哭 御奴声音略带哽咽 听到影制瓶的问话 表情有些不自然 奴家刚当在内城外 看到被吊挂在城门上的萧城主 情不自禁 为城主伤心罢了 还望仙场误怪 影制瓶可不相信 他这般哭啼 是为了那个变态萧良辰 不过 他也不是寻根问底之人 既然现在仙府放开了阵法 他便将自己的要求说了一遍 让御奴去搬空云梦城仙府内的灵雾御奴 有些为难道 这 萧城主刑满归来后 如何是好 你就说是心柔仙子吩咐的 他绝不敢有二话 御奴对萧良辰支支甚深 知道自己若是做了 这位仙长肯定没事 自己恐难活命 现在要是拒绝 也不知会受到什么惩罚 心中意识陷入两难之地 影制瓶见词 也知晓这个世界 底层人生存艰难 想了想 便说道 你大胆去做便是 平到在走之前 给你向仙子要个自由身份 或带你去望仙城也可 御奴当即大喜 望仙城 可是散修圣地 望仙城 是的 御奴显得高兴无比 当即给影制瓶跪下磕了响头 内心的感谢无以言表 影制瓶伸手将其拉起 我时间紧迫 需要修炼用的丹药 最好有助机丹 你去那边仙府中仔细找找 若是有助机丹 先送到阁楼内 御奴面露难色 仙长 你有所不知 助机丹乃是严禁售卖的丹药 除了宗门每年赏赐流出的遗力 外界根本没有 有价无市 萧城主府内也不一定有 影制瓶摆了摆手 没有也无碍 赶快去办 只要是丹药 以及辅助修炼的灵药 都拿来 御奴应声而走 急忙去办 影制瓶则重回 应急扬升的阁楼内 准备修仙 至于助机丹 他影制瓶还需要这个 实际上 助机丹是他给徒弟李青山准备的 第193章 修仙如喝水 根据刚刚心柔仙子所说 若是没有神时 很容易被邪灵侵入神魂 为此 他不得不为徒弟以后着想 若是能有助机丹最好 没有的话 还要想想法子 要不弄来一颗 要不去走别的路子助机 来到阁楼内 他虚影般的元神 已能大致看透阵法 见李青山在下面打坐炼器 心中宽慰 只希望他早点有自保的实力 自己也算尽了做师傅的责任 遥光星球广袤无垠 自己好去探索一下这个世界 寻些机缘 五道金丹属于五行之丹 还需要悟透五行法则 才能担破成因 再看向小狐狸 却见他在昏迷中 还不停扒鸡嘴 尹志平不禁玩耳一笑 真是个小吃货 不过想想也是 都一个多月滴水未尽 应该是饿了 也不知道红云什么时候才能醒来 而且妖羞之法 更是遥遥无期 尹志平也是无奈 只能认其自然 走一步看一步吧 随后 尹志平收敛心神 既然心柔仙子催促 自己还要修炼 说明自己这身五道实力 在这个世界还站不住脚 又想起刚刚从心柔仙子处 得来的仙法 东华经 尹志平将其与自己的长青诀 发现两套功法 同出一圆 剧都没有问题 最终 尹志平还是选择相信那颗下头珠 以东华经作为参考 修炼长青诀 尹志平强大的神识领域 覆盖阁楼二层 以一个原因初期的神魂修炼练气期 可以说 跟爸爸打儿子一样简单 汹涌澎湃的精神力 裹挟着整间阁楼的灵气 封了一般 往尹志平体内涌入 修仙练气 与五道练精化气不同 修仙士吸纳外界灵力 直接进入体内 经周深各大学窍 洗水一经 强化修仙者体质 最终汇聚 储存在丹田 而五道练精化气 是吸纳自身精气 所以 内宫行走的路线 其实只有几处 可以练化体内精气的学窍 所谓精气藏于脏腑间 这些五道修炼的精脉学窍 都与五脏相连通 所以 五道修炼的学窍其实很少 只有练到高深处 或者说单独修炼某一类武技 才会在后期打通某些学窍 比如六脉神剑到后期 要专门打通双手上的学窍 屁空掌 要打通手臂经脉学窍等等 常青诀 炼气篇有言 气透通天归原化 一吸一臂藏腹田 尹志平按照常青诀所述 气走须米顶上流 皆引那气归神谷 阁楼内无数灵气蜂拥而至 融入尹志平的身体 然后气归经脉 顺着尹志平全身各处学窍 周天运转 最终纳入丹田 尹志平此时的丹田内 五道真元早已空空如也 归到五行学窍内的金丹之中 随着被吸入体内的灵气越来越多 尹志平明显感觉身体素质 又再度提升一层 这是修仙和五道两相叠加 成倍递增的效果 一天后 随着尹志平不间断地吸纳 丹田内灵气如海 升起雾气 已经修炼到炼气后期 可随着灵气涌入 好似始终无法量变 引起质变 丹田内的灵力雾气虽浓 却始终无法凝为液体 且尹志平原本感觉 外界很浓郁的灵气 此时对他来说 已经算是杯水车薪 只能经过长时间的修炼打磨 才能凝聚灵源 可自已时间本就不充足 没有足够庞大的灵气当作影子 很难化气为液 怪不得大多炼气后期的修饰 都需要助击单 要是没有外力辅助 或者去一处动天伏地 很难助击成功 尹志平不禁想起了 刚到玄天宗 肖长老所在的洞府 里面的灵气都已化作物状 在那里助击肯定是没问题 这便是背靠大宗门的好处 想来张三丰这小子日过的 肯定比字已好 既然凝联不出 尹志平便起身去楼下看看 玉奴倒腾来了什么好东西 有没有助击单 从二楼落下 一看到阁楼门口摆了一堆大小盒子 瓶瓶罐罐 上面巨都贴有标签 尹志平上前依次打开 有灵药灵草 灵果灵花 居然还有一些珍贵的金金含铁等等 又来到一些瓶瓶罐罐前面 伸手拿起一瓶 写着陪云丹的玉瓶 打开盖子 倒出一颗拇指大小的绿色丹丸 凑近一文 浓郁的药味扑面 虽然尹志平能分清用了几种草药 但认不出草药是和名字 他刚来这颗星球 基础知识可谓一窍不通 往嘴里塞入一颗 不一会 腹中已有感觉 药力化作原力 散入四肢百孩 温补滋养 是一个好丹 不过全都被五道金丹吸收了 炼气之时 尹志平大多神识之力 都在控制五颗金丹 只因 这些金丹太过霸道 总把聚拢在丹田内的灵气 当成自己的补品 尹志平一时也没办法 只能凭借强大的神识力量控制 又打开一瓶上面 写着混元丹的药瓶 闻了一闻 里面居然有丝丝灵气 尹志平到处来吃一口 腹中丹药 顿时化作庞大的元气与灵气 丹田内的灵气 微微增加了一丝 这应该是比裴元丹 更高级的丹药 不过这些应该都是 炼气器服用的丹药 想那萧良辰 就算不是金丹境界 起码也是助击修士 怎么还用炼气器的丹药 尹志平继续挑挑选选 大多都是护脉丹 回春丹 和气丹 生骨丹 附体丹等普通丹药 也没有助击丹 找了一遍 最终 尹志平拿出一瓶名叫 灵元丹的丹药 这应该是给助击修士服用的丹药吧 倒出来一颗龙眼大小的淡紫色丹药 浓郁的灵气在上面缭绕 大致闻了闻 应该无毒 尹志平倒入嘴里 顿时一股庞大的灵力 从身体中扩散开来 好 这应该是助击修士 曾经修为用的丹药 看了看玉瓶内还有六颗 尹志平细细感受一番 心中大定 以太元神般的神石之力 加上这些丹药 应该足以助击 这时 阁楼响起开门声 李青山从阁楼一层内走出 他灰白的头发 现今已彻底化为黑色 面容也愈发年轻 满脸喜色 心情很好 见到师尊在门外看这些灵物 担药 躬身行礼 弟子拜见师尊 这些东西都是昨日晚上 先府管事送来的 尹志平点了点头 问道 嗯 是我吩咐送来的 青山 你修炼到炼气几层了 回师尊 弟子今日侥幸又升一级 以修制炼气八层 离炼气九层筑击 只有一步之遥 尹志平见李青山嘴角带笑 志得意满 开口则备道 青山 怎可如此骄傲自满 我等都是百岁之人 积攒足够 才能有今日的势如破竹 有什么好得意的 你再看我炼到几层了 李青山脸上略带惊愕 自已修炼如此快速 怎么还被师父责骂 而在看向师尊尹志平时 却已感知不到师尊的修为 这只有一种可能 师尊他比自已修为高 可昨天师尊不是才炼气三层 怎么 怎么这么快 师尊 师尊您助击了 修仙哪有这么快的 又不是喝水 为师已经修炼到炼气九层 正准备助击事宜 李青山连忙跪下要请罪 被尹志平一把拉住 这些灵药 灵果都是为你准备的 你要抓紧时间 务必尽快修炼到炼气九层 若是为师先行助击 咱们就再也没这么好的条件了 李青山听罢 隐隐知晓现在的情况 又再度攻身扣谢 而尹志平转身向仙府正殿走去 唉 为了徒弟 他尹志平射下这张老脸 去抱抱心柔仙子的大腿 第194章 尹志平助击 且说尹志平来到仙府正殿前 却见里面空无一人 昨日盘坐的心柔仙子已经不见 尹志平心中纳闷 心柔仙子实力深不可测 刚刚不会是听到我和徒弟的对话 猜到我的来意 所以躲起来了吧 他心中正诽谤心柔仙子 抬脚准备离开 却见面前的虚空一闪 直接出现在身前正是心柔仙子 他虽无惊艳万物的角色 却也仙姿欲貌 戳约多姿 一种甜淡安宁的气息 时刻从他身上散发 他声音婉转 四个凌家之心大姐姐一般 你刚刚在心中说了我什么 尹志平被抓得正正 也不慌张 打个哈哈 厚着脸皮 睁眼说瞎话 看仙子您不在家 心中正物资叹息 今日不能一见 心柔仙子美眸微闪 似是在判断尹志平真话假话 尹志平如今武道元神都已成形 自然不惧心柔仙子的探查 目光一片坦然 心柔仙子温柔恬静 见探查不出什么 脸上浮现一抹微笑 看不出来 你的武道之路居然如此特殊 古往今来 无数求道者 无不是想领悟大道得以超脱 你却向内而求 于微末中映照大道之意 很了不得 仙子谬赞了 平道也只是摸石头过河 想要修得正果 还不知要多少年头 心柔仙子淡然一笑 你来寻我有何事 尹志平拱手十里道 好叫仙子得知 如今平道修炼到遇到瓶颈 想要来找仙子这里看看 灵药或者助鸡丹什么的 全当平道界的 今后定会归还 心柔仙子轻轻汗手 原来你是为助鸡而来 我这里有少年时 用剩下的助鸡丹两枚 不过年生日久 药效略不如从前 两枚顶一枚应该足矣 说着 伸手探入云井丝绣 在拿出来时 手中赫然多了两个小玉瓶 尹志平暗暗则舌 背后有靠山就是好啊 助鸡丹多到吃不完 都放到过期 想想外面拼死拼活 都难见到一例 阶级的差距 真是比天地都高 随即 抬手郑重接过 多谢仙子慷慨解囊 拼到以后会还的 心柔仙子 定定名视尹志平一眼 身影融入虚空 不见踪影 空中只留下一句悠悠之声 要抓紧 时间不多了 尹志平有些摸不着头脑 这心柔仙子 怎么回事 上次说时间不多 以玄天宗为由 这次又说 尹志平总觉得 应该另有原因 伸手往前摸了摸 空无一物 暗暗称奇 这玄天宗善阴阳之道 怎么还会空间之道 空间大道可是好东西 有机会 自己也要学学 随后 尹志平转身回到阁楼 李青山还在原地等待 见到师尊归来 连忙见李尹志随手 将两个玉瓶 递到李青山手里 向心柔仙子 借来两枚助击单 青山啊 你要好生修炼 争取一月之内助击 李青山握着师尊 放在自己手里的两个玉瓶 呆立当场 但很快就反应过来 师尊 不可 不可 这应该师尊歇用才是 说着 连忙要将两枚助击单 返还给尹志平 尹志平身影一闪 顺手拿走那瓶原灵单 提了几何灵果 人已上了二楼 留下一句 为师自有助击之法 无需担心 你要沉住气 争取一次助击成功 师尊为了让自己助击 设下脸面 向外人借单 李青山心中感动不已 发誓 定要尽快修成助击 师尊说一个月期限 他要按半个月来练 随即开始搬运灵物 灵单 准备闭门苦修 而尹志平这边 回到二楼房间 思来想去 还是决定先助击再说 这次见面 心柔仙子再次催促自己修炼 说时间不多了 说明接下来会有事情发生 而以现在自己的实力 应该无法应对 自己不得不提前助击 以应对未知的风险 尹志平沉下凝神 收敛精丹 不断吸收灵气 压缩自己体内的灵力 几日后 尹志平浑身灵气四溢 面色肃木 他的体内不论经脉 还是丹田 巨都缭绕着 浓郁之极的物状灵力 随后 尹志平从怀中取出圆灵丹 打开瓶塞 里面有六颗拇指大小的 蛋子色丹丸 他略作犹豫 而后抓起瓶子 仰头全部倒入嘴中 随着六颗圆灵丹 庞大的圆力与灵力 在腹中扩散 尹志平的肚子 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鼓起 尹志平立即举起双掌 携带着庞大的神石之力 硬生生将腹中暴动的能量 压缩进肉身之中 这些狂暴的能量 被神石挤压 无处爆发 便顺着尹志平的经脉 飞速狂奔 带动尹志平全身的灵力 也一同飞速运转 最终汇集到丹田之中 树骨浑后至极的灵力 旋转汇集 直到某一刻 量变引起质变 第一滴灵源 于丹田之中诞生 随之而来的 全身所有的灵力 全都被融入到 这一滴灵液之中 紧接着 尹志平开始了狂吸模式 阁楼内不管一楼还是二楼 灵气全被吸收的一干二净 甚至隔壁仙腐的灵力 也通过阵法消失的一干二净 被尹志平吸收 就这样 尹志平仍觉得 如饥似渴 还想吸收灵气 但耳边却传来心柔仙子的声音 尹道长 快随我出城 第195章 邪灵围困 尹志平听的心柔仙子语气急切 也来不及多想 挥手推开阁楼石门 人已来到半空之中 自从五道金丹炼成 脱胎换骨 这个世界对他来说 已全然适应 祝鸡之后 肉身因为灵力的改造 又提升一大截 肉身圆满境界 自然带动体内神魂蜕变 祝鸡境 可以初步生成神石影之 因五道金丹的缘故 已凝练成了神魂虚影 可比你原因期的神魂之力 如今筑机已成 神魂虚影 又清晰了一分 体内真元流转 连接四周灵气 加上原因期的神魂 尹志平已经可以任意欲空飞行 一步飞出 来到半空 还未等尹志平说话 心柔仙子 伸出白嫩柔软的御手 一把抓住尹志平的胳膊 四周空间荡起波纹 眼前景屋一闪 俩人已经来到内城的门楼上 萧良辰还倒倒在城墙上 浑身上下都是五颜六色的污垢 上面腥臭无比 看样子 应该是被人扔了什么脏东西 城门下方 众多穿着亮白色明文铠甲的士兵 如长舌般顺着大路往外城奔去 还未等尹志平看清 四周景色一变 在看时 人已到了外城上方 只见整个外城都开始亮起光幕 一个圆形光幕盖子 护住云梦城 无数黑漆漆的邪灵光团 撞向城墙上的光幕 邪灵被撞得消散一空 黑气四射 城墙光幕荡起阵阵波涛 而远处铺天盖地 如同浪潮般的一团团邪灵 正往云梦城冲来 外城大门下 未能进入城池的数十名修士 满脸绝望 不断扔出清洁服 甚至辟邪服 在驱赶围住他们的邪灵 城门口通向森林的方向 一路上不时有修士的尸体横沉 身体无任何伤痕 唯有面色惊恐 似乎是被生生吓死一般 外城守将 看到心柔仙子现身 连忙参拜 怒视尹志平 上仙 是这人在城内驻击 但心柔仙子未看对方一眼 带着尹志平身影闪烁一下 俩人已在数千米之外 原本围攻城门 铺天盖地的邪灵 顿时调转方向 跟随二人冲向森林深处 城门下仅剩的几十名修士 见邪灵退去 不禁都露出劫后余生之意 单膝跪地的城门守将 见邪灵大潮退去 也松了一口气 再说 数千米外的心柔仙子和尹志平 两人身影未曾停歇 兴起的邪灵从阴暗中飞出 不惧大日暴晒冲向两人 但心柔仙子使用短距离空间挪移之法 那些邪灵还未近身 便失去了两人的踪影 可天地间的邪灵 似乎认准了两人一般 越来越多的邪灵汇聚 跟随二人身后 路上 尹志平看向一脸温柔恬静的心柔仙子 心中虽然明白了一切 但还是问了出来 仙子 城门外那些死去的修士 都是因我而起吗 心柔仙子沉默一瞬 在四周邪灵飞来之前 缓缓开口 不知者不为过 说完 俩人再度消失 等再度现身 心柔仙子一直抓着 尹志平胳膊的手轻轻松开 侧脸望向尹志平 明媚的双眸 似含有心悦 温声说道 我相信你 尹道长 你一定可以安然度过 说完 身影在尹志平身侧迅速淡去 直至消失不见 而四周 无尽森林中 生起鼠不尽的黑色邪灵 如同飞蛾扑火般 冲向尹志平更远处 黑色的邪灵之河 浩浩荡荡全都涌向这里 一时间 这处山谷之内 黑雾弥漫 化作一个黑暗的世界 包裹住中心的尹志平 但不过片刻 一道璀璨的光芒 撕裂黑暗的世界 尹志平神力盖世 气势骇人 浑身散发着厚重的蒙蒙亮光 如一头苍龙横空 瞬间冲破黑暗的牢笼 飞向高天 此时 尹志平才知道 盛气与灵气互为表里 相互抵消 自已不管怎么释放灵力攻击 也无法湮灭这无穷无尽的邪灵海洋 且随着邪灵越来越多 尹志平再也吸收不到任何灵气 周围全是被他打散的盛气 于是 尹志平迅速更改策略 以五道之力攻伐 一拳下去 虚空震荡 一大片邪灵被清空 但邪灵太多了 清空的地方 立即又围上来更多的邪灵 这些邪灵仿佛永远也杀不完 尹志平不得不飞天上 他不幸躲到天上 还会有这么多邪灵 随着尹志平直冲云霄 下方山谷内 同样冲出一条百丈长的黑色身躯 紧随尹志平身后 想要将尹志平再度拖入黑暗的深渊之中 尹志平原因期的原神之力大开 速度飞快 很快摆脱下方邪灵的追逐 来到高空的对流层中 狂暴的刚风吹拂的尹志平身形一晃 差点站不稳 索性他原神之力强大 稳稳立在高空 看向下方 却见脚下黑色的蛇形邪灵团 似乎能平须欲空 蜿蜒向上 仍然在向自己冲来 还未等他想要继续往上飞行 头顶却突然一按 他抬头看去 只见上方突然多出数团乌云 尹志平不禁纳闷 刚刚明明晴空万里 怎么突然多出这么多乌云 但他隐隐感觉不对劲 那些乌云好似从天而降 向他镇压而来 一种心灵上的重压 随着乌云临近 越发沉重 隐志平已能看到 那些乌云根本不是乌云 而是邪灵云团 上有邪灵镇压 下有邪灵追逐 隐志平无可奈何 只能横空往一侧飞去 也就在这时 隐志平耳边 却传来心柔仙子急切的声音 许是他也没想到 隐志平的邪灵 竟如此声势浩大 接天连地全都是邪灵 此时才反应过来 急忙提醒 不要再招惹更多邪灵落下去 护住以身 等待邪碎现身 消灭了邪碎 这些邪灵自然散去 每个人遇到的邪碎都不一样 无法现身帮你 你 话还未说完 似乎遇到什么 心柔仙子的声音戛然而止 隐志平再看四周 上下左右 全已经围满了黑色的云团 里面无尽的疯狂 扭曲与混乱意识越发强大 已经能影响到隐志平 第196章 邪碎招数 隐志平求道之心 坚如磐石 这些痴妹亡俩的散碎意识 碰触到隐志平后 除了最开始肆意张狂 想要同化隐志平 下一刻 直接被原神之力隔绝在外 隐志平浑身无落无垢 那天地五行金丹之力运转 自成一界 浑身散发蒙蒙亮光 任这些邪灵如何张牙舞爪 散发扭曲 杀戮的精神污染 都无法影响隐志平嘶吼 见头顶的邪灵镇压而下 隐志平不想在高空中浪费灵力 转身向下落去 一路砸死的邪灵无数 而后 缓缓落到满是邪灵的山谷深处 接天连地般的黑色邪灵群 也跟着缩回山谷中 邪灵不成形体 往常时候 只是一团淡黑色气团 跟海胆类似 攻击不到实体 只能攻击修士或生灵的魂魄 但此时 山谷内邪灵相互挤压 密不透风 甚至因为挤压 有些邪灵开始相互融合 这些黑色邪灵 正渐渐变成有形之体 有的如同黑色的潮水在流动 有的如同奇形怪状的野兽四处狂奔 有的如同珠网盘结 形状不断变换 山谷内的古树草木 被这些有形的邪灵撕扯承扎 此时 尹志平全身上下缠满了黑色的有形气体 这些黑色气体 如同无数水质在身上乱钻 张着绿洞的獠牙 不停在各处撕咬 想要撕开一个裂缝 钻进身体 尹志平内天地中五行之力 循环往复 流转周身 并未如同灵力一般 轻易被这些邪灵撕咬掉 现在 尹志平明白了 为何与孟城守将都是先舞双修 若是没有秘宝 又不修武道 恐怕光是邪灵这一关都无法通过 突然 尹志平原神之力集中双目 如同射出两盏明灯 洞穿周围 丝丝缕履履如动的黑色邪灵神网 却什么也没看到 他刚刚感觉 前方好似有一个不怀好意的眼神 在盯着自己 运起原神看去时 那里却什么都没有 尹志平微微挑眉 难道那就是心柔仙子所说的邪碎 随即 尹志平单脚轻轻点地 撕开周围不断变粗的黑色神网邪灵 身体飞到半空 双脚亮起浑厚的光芒 随着尹志平身影落下 双脚重重 踏在漆黑色的地面上 顿时地动山摇 飞沙走石 地底直接破出一个大洞 尹志平悬停于洞中央 四周被清空的地方 黑色邪灵再度蜂拥而至 尹志平往下看去 却见洞穴下方堆积着一层层属镜的骸骨 一眼望不到头 不对 他刚刚从高空落下山谷时 挑选的这个地方 明明是一块巨石 如何变成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洞穴 见四周招人燕的邪灵又围了上来 尹志平不胜其烦 邪碎为何还不现身 随即挑了一个方向 身影飞速冲向外围飞去 周围迎头冲来 各种奇目怪样的邪灵 被尹志平一路撞得粉碎 飞行了足有一刻钟 尹志平仍然没有冲出山谷 这绝不正常 尹志平调转身形 又往上冲去 越过珠网碧天般的黑色邪灵神望 两刻钟后 仍然没有看到上方的尽头 尹志平丹田内的陵园 本就不充足 不敢再如此浪费 直接斜斜向下飞去 想要飞出更远的距离不多时 尹志平如同穿过根须漫天的丛林一般 落入遥远处 一个满是黑色液体的地面上 落地时 黑色液体被尹志平砸出一个大坑 大坑下是密密麻麻的尸体 他们依附古旧 款式奇异 根本认不出适合朝代的人 似乎是死了无数年 骨骼都已腐朽 随便一踩 碎成渣子 这里应该不是遥光星了 难道自己被带入了某个未知之地 看着黑色的液体从周围流入尸坑 已经蔓延到小腿处 尹志平伸出双手往下一捞 捧起到镜前 黑色的液体光滑如镜 但里面似乎有无数死尸沉沉浮浮 再一细看 里面又出现一个嘴角里到耳根 躺着血泪的鬼脸 他满脸嘲笑地看着尹志平 似乎在嘲笑他的徒劳无力 就这模样 还想吓我 见没见过温柔贤惠的家椰子 见没见过爱唱戏美宜 真是关公面前耍大刀 班门弄斧 不知天高地厚 尹志平双掌当即爆发光芒 猛地一握 黑色液体被五行之力研磨成灰 似是尹志平的举动 惹恼了这片黑色液体 周围的液体陷入暴动 顺着小腿 就往尹志平身上蔓延 周围坑外面的液体 卷上半空 要包裹住尹志平 尹志平也不虚它 既然来了 就别走了 五行之力扩散周围五丈外 一个反包围 把这片黑色液体给包圆了 随着五行之力的碾压 黑色液体还未近身 变化为灰灰 洋洋洒洒 飘散四周 待灰尘散去 周围漆黑一片 不远处渐渐升起一点光亮 再看脚下 哪里有什么 自已踩下的深坑 也无什么成堆的尸海 自已正站在 柏油路的人行道上 而远方的亮光渐渐清晰 说话烤肉的声音 也同时在耳边响起 原来是一个烤串摊子 亮光的来源 就是摊铺上的白赤灯 摊铺灯光下 一个脸色木然的老板 正机械地 烤着手中的肉串 四周是一片无尽的黑暗 摊位一侧阴影中 摆着三四张小桌 一男一女背对着影制瓶座 似乎在说着悄悄话 女的不时嘻嘻笑一声 在这种空旷的夜里 反而有种惊悚之感 尹志平看到这般场景 原本有些惊异的心 渐渐放下来 刚看到烤串电时 还把他吓了一跳 他的神魂都修炼到原因期了 这世上能在他不知不觉中 窥探他记忆的 除了不知去向的仙人 根本没人能做到 尹志平呵呵一声冷笑 看来这邪碎 只是捕捉到他想吃烤串的心思 所以才幻化成 这个半成品出来作怪 随后 尹志平大步来到烤串摊前 建一旁的架子上 摆着羊肉串 牛肉串 还有一些腰子 鸡翅 鱼 羊盐等肉类串串 素的各种蔬菜倒也齐全 但这些东西 全都跟打了马赛克一样 模糊不清 若不是尹志平经常吃 还真不一定认得出来 烤串摊老板 满脸木然 面无表情 怎么看怎么不像个人样 更不会拉客 嘴跟复读鸡一样 一张一合 烤串 烤串 听得尹志平 腻歪得不得了 抬脚走到一侧的小桌子旁坐下 一巴掌拍碎桌子 吼道 老板 赶紧地过来 倒也我要点菜 第197章 斜碎跑路 那老板嘴上一张一合 念叨着烤串 烤串的复读机话语终于停下 身子僵硬了一瞬 似乎是反应了过来 迈着机械步伐 一步一顿走到尹志平面前 他木头般的脸上 扯出一个滑稽的产味 声音也是如同电子音般 没有任何感情 客观 要点些什么 点什么 尹志平勃然大怒 指着对面小桌上 不时发出诡异嬉笑的情侣 平道大老远来你这里用饭 为何不见你长慢舞 反而是这两个见不得人的情侣 再次作怪 适合道理 那老板卡机良久 似乎一下子听不明白 尹志平问话中的意思 尹志平见他半天没反应 挥手呵斥道 去 去 去 纯笨如猪 快去烤十串羊肉 十串腰子来 倒也垫垫肚子 再找你理论 烤穿店老板终于能听懂 转身又去摊位前烤肉 四周是无边的黑暗 这里仿佛是黑暗中 唯一的孤岛 尹志平一高人胆大 连星辰剑与他化天猪都没带来 自然不害怕 他思来想去 心里已经略微有了些眉头 随即开始慢慢放开星神 随着尹志平部分星神放开 四周果然起了很大变化 被尹志平拍碎的小桌复原 上的木质纹理 开始清晰可见 摊位上的肉串 不再如马赛克一般 开始变得真实 蔬菜鲜嫩 就连烤炉上的肉串 也开始冒起喷香的烟雾 烧烤味弥漫四周 摊位老板脸上 虽然依然有些僵硬 不过总算自然了很多 尹志平满意地点了点头 重新紧锁意识 同时心中越发肯定 这邪碎刚出生 除了本性作恶的手段 一切都如白纸一样 一般而言 都是通过硬结者本身 最终化作某种劫难 这也是心柔仙子刚刚所说的 每个人遇到的邪碎都不一样 正是人心千万 才有诸多变化 可如何才能找到这只邪碎 思虑片刻 尹志平打算先跟着剧本 一步步引蛇出洞再说 而此时 对面那对情侣 总算不再是嬉戏直笑 还有了台词 不 不要再这样 我只是一个平凡的男人 也有平凡男人的弱点 尹志平听得眉头一皱 这句话有些熟悉 只听那女的 立即娇声反对道 不 你一点都不平凡 你就和巴斯光年一样 是宇宙上空最闪耀的太空奇景 尹志平差点没一个翻身 栽倒在地 这是什么鬼 幸好 此时那脸面僵硬的摊位老板 将羊肉串和烤腰花 送到了尹志平面前 尹志平赶紧拿起一串塞进嘴里 压压惊 嗯 烤肉很正宗 还是记忆中的味道 就是里面加了很多扭曲阴暗的黑料 被尹志平的五行之力包住 焚烧成灰 像土瓜子皮一般 土了一地 这时 纳纳感动完毕 又开始说话 尹志平贴了一眼身侧的摊位老板 他就立在小桌旁 没有回去继续考 似乎也在听那男的在说什么 只见那男的伸手 从后背搂住女孩 用低沉的嗓音说道 听到你这样说 我真的好感动 想要治好你的眼泪 那女孩啜泣一声 我不会做任何出格的事情 也不会打扰你 现在的家庭 尹志平撸串的手微微一顿 他有些听不下去了 那男的长吸一口气 满是感叹 这就是你和他的不同吧 在他的心里装满了恨和报复 而你的心里装满了爱与宽容 所以你今晚留下来吗 尹志平伸手猛地一拍桌子 小桌再度爆碎 上面的烤肉跟着飞散一地 这般场景似乎吓呆了烤川滩老板 也惊醒那对野鸳鸯 那俩也鸳鸯一脸惊慌 连忙转身看向尹志平 却见俩人面容 男的像尹志平 女的像小龙女 尹志平额头青筋直冒 他早该想到 这个邪碎能会什么鬼把戏 一本书读再多变 结局也不会变 尹志平浑身冒起赤红色的光芒 惊丹之力爆发 熊熊火焰从尹志平身上喷出 席卷向周围的一切 身色的摊位老板 如同一颗木桩被燃烧殆尽 那对长相跟尹志平和小龙女一样的情侣 双目流着血泪 满眼怨恨地盯着尹志平 在熊熊火焰中 俩人如同蜡烛般融化 四周的一切 具被焚烧殆尽 火焰熄灭 黑暗降临 尹志平似乎身处于一个无边黑暗的世界 周围寂静一片 真落可闻 渐渐随着时间的流逝 尹志平能听到自己鼻尖的呼吸声 然后是心跳声 肠胃如动声 再后来 血管内奔流不息的血液流动声 尹志平当即盘坐在地 无思无念 沉浸在永恒的寂静之中 时间再不断流逝 尹志平不动如山 感官之中 好似过了几千年 几万年 自己似乎都要随时间化为腐朽 但尹志平身体内部 五脏鼓动 带动四肢妖妇学窍之内的五行精丹 不停释放五行之力 金生水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五行之力 循环不休 保护尹志平不被时间侵蚀 内世界的完好无损 让尹志平心中知晓 这种时间飞逝 只是一种错觉 若是你真的相信 过了几千年 几万年 身体必然跟着迈入腐朽和老迈 这般手段 已经是天地伟力 非常人所能掌握 这邪碎果然有点手段 不过咱们 看谁耗得过谁 就这样 不知过了多久 那邪碎好似也知道 拿尹志平没了办法 周围的黑暗渐渐散去 大日从头照下 炙热的阳光 让尹志平渐渐恢复知觉 尹志平缓缓睁开双眼 却看到一双睫毛弯弯 双眸若水般温柔的眼睛 正注视着 自以尹志平吓了一跳 连忙起身后退 脚下去异常光滑 整人直接往后栽倒 神石之力正要稳住身子 白起的双手 却被一双柔衣握住 那手掌细腻柔润 如同让人陷入无尽的温柔箱中 不想醒来 尹志平歪倒着身子 转头看向下方 原本盘坐的巨石 已经被融化成镜面一样的平台 所以脚下才会如此光滑 再看向前方 自以双手 正被辛柔仙子紧紧握住 第198章 潜伏的危机 看到尹志平的眼神 辛柔仙子似乎也发现了不妥 连忙松手 尹志平身子微微悬停 迅速站直 见辛柔仙子脸色微红 连忙拱手 打破尴尬的气氛 多谢仙子守护 平道不胜感激 辛柔仙子眉目低垂 轻轻汗手 嗡了一声 可曾击杀邪碎 尹志平摇了摇头 这邪碎很是狡猾 一直躲在暗处 不肯出来 见奈我不得 最后逃之夭夭了 辛柔仙子温柔甜静的脸上 露出丝丝惊讶 竟有不敌变逃的邪碎 这个倒是闻所未闻 哦 以前没有逃走的邪碎吗 没有 都是一生一死 合乎天道 此事可能还未了结 往后突破大境界 你要更加小心 邪碎是和修士 共同成长的一种灵体 未来只会越来越强 尹志平眉头微皱 看向四周 自己仍在山谷内 除了自己周围的山石融化 树木成灰 远处并未受到任何影响 仙子 邪碎好像没有办法攻击食物 只能对修士的精神神魂施加影响 是的 在成仙之前 都是如此 但成仙之后 邪碎便可影响现实世界 尹志平心中震惊 本以为这邪碎应该和心魔类似 但没想到 可以和修道者共同晋级 两者之间必然有什么联系 吕洞宾据说 也是因为邪碎离开这颗星球的 难道化形之后的邪碎 连仙人也没把握 尹志平心中思绪不断 脸上仍然意气风发 无碍 手下败将 从来不会被我视为敌手 心柔仙子脸上浮现点点笑意 走吧 宗门已传来消息 新的云梦成主就要来了 尹志平想起心柔仙子 那个咫尺天涯的赶路之术 我们如何回去 你刚刚突破 根基不稳 我们祥云赶路 你也可趁此机会稳固一下 说完 抛出祥云 示意尹志平上来 尹志平上了祥云 却并未立马修炼 而是研究 起了脚下的祥云 他一直以为 祥云都是用云朵练成的 看着何云朵很是相似 如同白色水汽一般 但摸着轻柔 软中带印 和棉被有些相似 心柔仙子见词解释道 这是天地间第一高峰上 有一种名叫天虫的 灵蚕吐出的云沙 事件灵雾 就算在上面压上重物 也可浮空 刻上阵法练化后 便可任意飞行 尹志平这才不再研究 一屁股坐上面 开始稳固修为 说起稳固修为 其实就是稳固实力 尹志平刚刚突破 又经过与斜碎的打斗 体内的灵源已经只剩一丝 若丹田和全身经脉 没有灵源填充 如何能发挥出 筑基修士的实力 所以 尹志平开始疯狂 吸纳天地之间的灵气 但天地间的灵气 很是稀薄 在这里修炼一天 恐怕还没有在云梦城中 修炼一个时辰 回气得快 不过看着自己体内 可怜的灵力 有总比没有强 尹志平一边吸纳灵气 一边注意 下方不断后退的森林 由于前几日一路奔行 路上的邪灵 全被尹志平吸引走 如今 这条路上的邪灵 几乎不存 尹志平看了半天 才找到一个躲藏 在岩缝里面的邪灵 随手一招 飞上云头 邪灵浑身黑气 如一个海胆一样 张牙舞爪 并向尹志平额头钻去 尹志平伸手一抓 将这团邪气 牢牢控制在掌心 感受着掌心中 邪灵疯狂 毁灭 杀戮的零碎邪念 尹志平眼中 带着好奇之色 他不禁想起了 前世看的电视剧 仙剑中 邪剑仙似乎也是这种状态 但又有很大的不同 邪剑仙是一团智慧体 而手中的这团邪灵 是一个散乱的无意识体 且很难聚拢起来 成为一个群体意识 邪碎的诞生 也要再有修饰 突破大境界之时才会诞生 这也杜绝了这些邪灵 因为天长日久 生成群体意识的可能 尹志平原神强大 慢慢探出一丝原神 靠近邪灵 那些混乱 杀戮的意识 如同猫闻到了腥味 疯狂扭动 想要吞噬尹志平的神魂 但在原神之力的保护下 认这邪灵如何啃咬 侵蚀都没办法突破 尹志平推测 按仙剑世界的理论来说 或许这里没有魔戒 所以才生出这些东西 若说灵力对应着肾气 那么这颗生命星球生机盎然 必然会带有死亡与毁灭的阴暗面 所以就算某一颗毫无生命 一片荒芜的星球上 有一天突然出现一条灵脉 催生出灵气 那么这颗星球 必然会演化成有生命的星球 生命是在生与死之间诞生 这是无上的造化之力 万物负一而抱扬 充气以为何 尹志平对阴阳之力 生命造化不仅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一路上尹志平思绪不断 也不停吸收灵气 在天色江黑时分 两人才看到远方横尘在天地间的庞然大雾 这座城中有无数修士 无者居住 相对于内城 外城的灵道区域 是内城的数十倍大小 这座以城池为阵法的庇护之地 也只能庇护一定数量的修士 尹志平这才明白 为何从古至今 人类仍然没有彻底占领这颗星球 而那大下潮 九鼎仙气分散各地 镇压人族疆域 又是何等的浩大壮阔 一饮一酌 皆是天定 灵气消失 地球上的人们不必为邪灵忧心 也失去了长生的可能 这里虽然长寿 可活数百岁 但要在生死威王间 挣扎那地球上被封印的上古魔头 又是谁的手笔 昆仑山盘桃谷内 刻着惊慌之意的陶字 又是谁人所留 想到这里 小龙女所在的瑶池圣地 其中说不定会留下一些消息 尹志平再往下看去 这时的外城门口 前几日的尸体早已清理 如同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唯有守城将领 看向尹志平时 眼中带有暮色 尹志平自知理亏 也不反驳 任由别人瞪 新柔仙子打听几句城中情况 便转向内城 内城门楼的城墙上 萧良辰依然掉在上面 可他的状况 似乎比上次见识更差了 城中修士 似乎将其当作 前几日邪灵工程的发泄对象 这次不禁污垢遍体 甚至生出了蛆虫 而萧良辰 浑身被一条金色绳索绑住 不能动弹 只能任由那些虫子 在他身上四处爬动 来到仙府门口 新柔仙子开口说道 新任城主不日便来 因萧良辰之事 我不便离开 我们再等几日 然后上路 如何 第199章 书房学习 面对新柔仙子 温柔和善的要求 尹志平哪有什么意见 对方可是比自己高很多的顶层修仙者 能以商量的语气对他说话 已经算是另眼相待了 一切依仙子之意 随后两人分开 尹志平来到阁楼前 里面的李青山急忙迎了出来 师尊 您突破住击了 尹志平微笑着点了点头 侥幸突破 但邪碎之劫危险万分 徒儿当准备充分才是 且闭关突破时要告知于我 是 弟子谨遵失命 嗯 去修炼吧 李青山再次返回阁楼闭关苦修 而尹志平并没有上去二楼 在阁楼 虽然灵气充裕 可以快速稳固助机修为 但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自己对这个世界 如同睁眼瞎 未来如何自处 还是要多看看书了解一下才是 随后 尹志平去找到御奴 言说书房在何处 但御奴言说 此地书房只有几本杂书 并无大用 对面云梦城仙府内 才有齐全的书籍 这还是尹志平第一次知晓 如何上下着悬崩的仙府 御奴带着令牌和尹志平 来到仙府外的一处圆形平台上 随着御奴掐动法掘启动阵法 两人脚下升起一阵光芒 在睁眼时 已经来到下方的半圆形的两个黑白建筑外 这两座经未分明的黑白建筑 就是云梦城内执法者的办公区域 里面士兵官吏进进出出 像是有忙不完的事 看到尹志平和御奴 也只是微微瞥上一眼 不敢细看 尹志平随着御奴走向白色建筑方向 好奇问道 看着城中管理模式 怎么像是皇朝的管理方式 倒不像仙门宗派设置的堂口 随着多次接触 御奴已经明白 尹志平不是玄天宗的人 但他在萧梁城的仙府 那位尹志平搜罗各种灵物 都没人敢吭声 说明肯定是玄天宗惹不起的贵客 自家能否恢复自由身 也要靠这位仙长 所以更加恭敬 仙长 您有所不知 宗门高层大多时间闭关悟道 大侠皇朝自古长存 对管理普通修士 很有一套方法 各种制度细致入微 云梦城只需要照搬 便可让城内井然有序 顺畅运作 尹志平不置可否 嘴角扯出一丝绩效 普通修士 为何这样称呼 那不普通的修士 都是什么人 御奴善善一笑 没敢回答 两人说着 来到白色办公大殿 侧边的一个圆形阵法台上 随着御奴掐动法绝 两人再度消失不见 在现身时 面前就是云梦城仙府 两人推门而入 里面人烟携手 但众多侍女都认识御奴 喊着姐姐又对尹志平行礼 接着 两人左转右拐 穿过重重奢华的宫殿 来到一处占地颇大的院子内 院内广场 似乎是一处练习法诀之地 后方大殿分为两层 来到正殿门口 御奴用钥匙打开大门 对尹志平介绍道 先长 这里便是城主府的书房 一楼是各种杂书 一些传记 二楼放的东西 只有萧承主知晓 设有阵法 无人能上得去 好 辛苦你了 我要在此休息几日 你自去吧 是 先长 奴婢会安排人按时送饭 御奴说完 躬身而去 尹志平摆了摆手 进了大殿之内 建殿内仙尘不染 中间是宽大的走廊 最里面是一个红色木材 做的大书桌 上面放着笔墨纸燕 还有一些白纸 散乱一团 甚至主座上 还有一块玉符 两侧则是成牌的书架 上面书本并不多 零零散散放在书架上 修仙界大多核心内容 大多都是以玉石留存 很少写在书上的 这些书 应该都是底层修饰的智慧结晶 所以才会用书册记载 尹志平快步来到书桌旁 见散乱的白纸 似乎是想要画出一幅画 尹志平没有多管 伸手抄起桌子上的玉符 拿在手中 仔细观看 上面似乎有很多名文刻痕 尹志平不知该怎么使用 但能放在这里 应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 随手收进怀中 等回头再细细研究 随后 尹志平开始从左侧书架上 开始翻阅 随手拿起一本 都慎功 好家伙 都修仙了 怎么还能慎不行 这是跟了多少天 修饰的体质都顶不住 尹志平保证 他绝没有什么龌龊想法 只是好奇瞧上一眼 只见书内居然还带着插图 里面详细介绍了 如何养慎 顾慎 以及双修之时 只卸藏金 吸取因缘之法 大致看完后 尹志平随手扔在一边 开始观看这个书架上的其他书籍 发现大多写的都是男女之欢 双修之术看了几本 尹志平便立即转移阵地 好在其余书架总算没有这么夸张 虽然偶尔插着几本调教育奴 密要换体之法 但无伤大雅 尹志平开始观看人物传记 隐秘记载 话本传说 老旧古册 一些生活记忆 基础的炼丹制药 灵药易寿 山川地理等等书籍 虽然新任城主就要到来 尹志平也不慌张 以太元英七的神魂 这些书册翻一遍 便熟记于心 看书的速度飞快 而里面居然有吕洞宾的直言片语 但似乎将其写得很势浪荡 但又不失侠义之心 后面又有吕洞宾传人后续 有来望仙城内吕洞宾这纯阳一脉弟子 说是被歹人暗算 早就断了传承 如今不过是有名无实 在望仙城苟活 尹志平想起心柔仙子给自己的 东华经 这不会就是传扬一脉的仙法吧 尹志平无语至极 不知道玄天宗在搞什么鬼 这让自己败个什么事 现在又拿出仙法 幸亏自己没有修炼 不然说都说不清 随后尹志平对这个修仙世界各种认识 急速增加 原来这个世界人类只偏居易于 居住在天下第一高峰附近 其余的地狱具备凶兽 灵兽 邪灵战具 部分修罗在凶兽领域挣扎求生 想来也是 这颗星球 人类只不过是外来户 千万年过去 凶兽中有仙人实力的不在少数 尹志平看把这个世界众多知识 便上了楼梯 来到二楼楼梯口处 这里被一道光幕阻拦 第二百章 炼化星辰剑 尹志平还未能彻底熟悉原神之力 只能微微探入一丝 尝试能不能看清二楼书房内的东西 但这阵法似乎与整座仙府相连 自已并无秘法 贸然攻击 恐怕会惊动外人 尹志平思前想后 还是暂时退回 让人请来御奴 尹志平回去准备拿星辰剑试一试 当年在武当山怪虫谷 这柄剑能隔着数亿年的时间 伤到那个怪虫 说明此剑本身就有不可思议的能力 这次可以试一试 但尹志平刚回到阁楼取出仙剑 耳边就传来心柔仙子的声音 尹道长 新任城主来了 跟着来的还有天全峰的萧长老 他想要见你一面 尹志平按道好险 幸亏自已 还没强闯威楼 不然绝对要被抓个正正 尹志平随口应了一声 身影已来到阁楼外 见萧长老不去不行 只有千日做贼 哪有千日防贼的 这个萧长老 没有将自己身怀心慈神金宝剑的消息泄露出去 说明还有回转的余地 这时 附近阅门里走进来一个侍女 对着尹志平扶了一扶 弓声道 仙长 请跟我来 尹志平点了点头 跟着侍女走到仙府内的仪式厅 只见里面坐着两人 主位是心柔仙子 客位是满头白发 先锋道鼓的萧长老 俩人似乎在说着话 那萧长老颇为客气 脸上甚至有讨好之意 侍女上前请示后退下 尹志平同时也进入大殿 那萧长老双目如电 精神宛若实质 转头直视尹志平 面上带着丝丝金融 心柔仙子看着走进来的尹志平说道 尹道长 请坐 所谓冤家遗解不遗解 我已经为你作保 萧长老大限将至 突破化神急需其物 所以才想要试一试你的兵器 是否对其有用 不知你意下如何 旁边端坐的萧长老 听到心柔仙子 说他大限将至 一点都不敢动怒 说起来 这位萧长老 还比心柔仙子要晚上两倍 加上实力悬殊 自然不敢有任何意见 也对着尹志平说道 尹小友 说起来 你是我接引入玄天宗仙门 之后 才有了这后续仙徒 我也算有恩于你 但仙路多磨难 老夫所作所为 也是身不由矣 现有心柔长老做宝 小友可否让老夫 试一试你的宝剑 不论宝剑对老夫突破境界 是否有用 老夫都欠你一个人情 尹志平此时已经坐在椅子上 心中也是犯难 他该不该相信心柔仙子呢 看着端坐主位 面色甜淡温柔的心柔仙子 又想到一路上的种种 应该不是个骗子 但有些事 他还要问清楚 萧长老客气了 评到多嘴问一句 不知我那把兵器 如何能帮助别人突破境界 萧长老看了一眼心柔仙子 见他没有表示 便解释道 修饰突破境界 最难的一关是在斜碎上 斜碎专攻修饰神魂 唯有一些特殊奇物与仙气 才能于石海中显化伤道斜碎 小有的宝剑 是星辞神经所著 又是祖地中的器物 想必定有不凡之处 老夫将原神附着其上 一关便知 尹志平坐在椅子上 见心柔仙子 对其微微汗手 想来萧长老所说 当无虚假 他心中对星辰剑也很好奇 当初在地球时 也只是吸收他的五道真元 精神力根本无法探入 他修成五道精丹以及筑基 还未来得及运用五道精丹之力 和筑基灵源去世此剑 想了片刻 对着两人拱了拱手 请稍等片刻 平道去去就来 萧长老满脸笑容 连声道好 尹志平兜兜转转 独自回到阁楼内 取出星辰剑 他先是注入五道精丹的五行之力 剑身上的星河大放光芒 无穷的威石蕴藏其中 风锐之气 薛金断玉 锐利无比 然后他再注入灵源 但却并无变化 星辰剑根本不吸收灵源 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 这是怎么回事 想到认出此剑来历的鬼野魔术来即久远 鬼野魔术都说 神似传说中的葬星剑 难道此剑的时代 仙法并不是修行界的主流 尹志平想起 刚刚萧长老所说的神石 附着其上 准备一试 如今尹志平五颗精丹 已经让其神魂化为有形之体 也称之为 元神虽然领悟的法则之力 无法与正规原因高手相比 但魂力足以媲美 随即尹志平将星辰剑贴在额头 元神冲出霓丸弓 来到星辰剑旁边 地球时 他的精神力只能驱使物体 无法炼化什么东西 也没什么灵物供他炼化 此时 接近星辰剑时 还不觉得什么 但元神冲入剑身时 却如同闯进数千把剑间那一样 元神已经受损 尹志平立即撤回元神 松开贴在额头的星辰剑 好家伙 真是敌我不分啊 或许是自以元神太过薄弱 无法炼化此剑 又或许是此剑在地球放置过久 失了部分神威 现在还没恢复 尹志平想不明白 加上恼人生疼 便不再想 拿着剑出了门去 既然自己的元神之力 无法附着在星辰剑上 那萧长老的元神 应该也不行 随即 尹志平来到议事厅 见尹志平手中用衣服包着的长剑 萧长老止不住欢喜 站起身来 走向尹志平 尹志平也将星辰剑递了过去 萧长老满脸笑意 他终于如愿以偿 这种神经他可没有 更不敢想 今天终于可以上手摸一把了 怀着激动的心 萧长老直接在二人面前施法 从脑门中跑出来一个 和萧长老一模一样 散发着白色光芒的小人 那小人速度飞快 直接抱住剑柄 但很快如同烫道一般 立即松开 这让端座主位的心柔仙子 面色郑重许多 随后 那小人浑身光芒大胜 双手元神之力沸腾 猛地握住星辰剑 想要进入剑身赶之一二 雀压得一声大叫 双手再度松开 元神迅速回到萧长老 泥完宫 萧长老身子晃了一晃 满脸痛苦 似乎伤到神魂 尹志平顺手接过 掉落到星辰剑 问道 萧长老 我这把剑可以吗 萧长老脸上有些难看 唏嘘道 是一剑一宝 可斩人神魂 但却无法练化 可惜 可惜 说着 捂着疼痛的脑门 回到座位 老夫欠小有一个人情 以后若有老夫能帮得上的 尽管说 尹志平心知 这人不是什么好鸟 若不是星柔仙子在 恐怕早就把剑抢走了 以后哪能让他帮自己忙 指不定帮忙的成了下黑手的 随后想到 自己现在好像 还真有一件事需要他办 于是拱手对萧长老说道 频道却有一事 麻烦萧长老